宅在家的固于魂穿意识大陆 发现这是个驾驭魂兽的世界 自己竟然穿越到一个普通人身上 他还是个舔狗 自己本命魂虫 只是一只普通宠物狐狸 不怕 开局觉醒御魂系统 这个世界还不是任我闯荡 堕天之龙 劫灾魔灵 六一天使接踵而至 固于手持锁魂链 魂虫们 别跑了 快到碗里来 第一章 我居然穿越到了舔狗身上 黑药星 御龙室 第五高中操场 固于 我讨厌你 以后别来缠着我了 这是女子的声音 嗯 怎么回事 我刚刚还在家里打帝国时代呢 这是哪里 看样子 好像是穿越了 固于这才回过神来 眼前是一位白衣女子 长得还算可以 不过面向尖酸刻薄 她正指着固于的鼻子 大声地说道 我怕林文祥误会 现在她是我的男朋友 你这条田狗 离我远点 你看看你 穷得叮当响 连给我花钱 都要拿国家救济金 以后怎么可能养得起我 偷电瓶车吗 而且连本命魂宠 都只是一只宠物狐 连个品阶都没有 没出息 真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给我花钱 算你荣幸 垃圾 渣女 老子怎么穿越到了一条田狗身上 我最讨厌田狗了 白衣女子眼看 顾于正在发呆 没有说话 以为她默认了 话音刚落 她便匆匆地离开了 生怕多待一秒钟 顾于并没有在搭理那白衣女子 而是仔细分析现在的处境 看过无数小说的她 已经飞速接受了穿越的事实 首先捏了自己下手臂 还挺疼的 应该不是做梦 那就好 不过 开局就被人骂成是田狗 心情还是有些郁闷的 前身的债 我来尝 顾于随便找了个台阶坐下 开始整理这具身体的记忆 根据这记忆 这个同名的身体所在的世界 叫做黑药星 是一个跟地球差不多的世界 只不过嘛 科技水平 好像超越上个世界的地球不少 而且 世界总人口对比地球 那真是少得可怜 人类占地面积很少 因为人类文明之外 全部都是浑兽的领地 还有很多禁区 无人敢踏足 浑兽 一种拥有强大能力益兽的统称 通俗一懂 就是操纵魂力的怪兽 人们也没有 被上天完全抛弃 降服魂兽 签订契约 就变成了魂虫 魂兽语人的世界吗 听起来 还是蛮刺激的嘛 顾于穿越的身体 是一个普通高中生的身体 它从小 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好像是什么 白梦式灾变的幸存人口 因为 现在总人口稀少 每个国家的社会福利都很好 顾于是吃国家饭长大的 这个世界的人类 到了刚上高中的年纪 便可以签订一只 永远属于自身的本命魂虫 顾于的本命魂虫 只是他小时候偶然遇见的 是一只被人遗弃的宠物狐狸 他认为 两者都是被遗弃的存在 很可怜这只小狐狸 就签订本命魂器 因为他一个孤儿院选手 也没有钱财和实力 去购买普通级的魂虫 在这个以实力为尊的世界 这种行为无异于自费前程 顾于召唤出了自己的小狐狸 棕黄色的毛发 尖尖的耳朵 毛茸茸的大尾巴 很是可爱 小狐狸轻逆蹭了蹭顾于 围绕顾于转圈 软猛可爱 可惜 就是一点战斗力也没有 顾于拿起手机 打量了下自己 人倒是长得蛮帅 要不然的话 可能连当被胎舔狗都没有资格 这看脸的世界 前身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舔狗 省吃俭用 追了王文文三年 花了无数钱财 前身把每个月国家补助的救济金 几乎全给王文文花了 用尽全力填女神 结果换来这么个下场 刚才的白衣女子 就是王文文 就是前身的女神 记忆里 王文文最开始对顾于 还是笑脸相迎 把前身片成填狗以后 变本加厉 开始把她当提款机 傻傻的前身对王文文 是言听计从 哎 都是套路 既然如此 这笔账 我尽早帮你讨回来 玩弄感情 欺骗财物 一定会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正当顾于思索 今后应该如何生活的时候 顾于 顾于 抬头望去 原来是顾于的后桌 陈南 一个比顾于混得 还凄惨的倒霉鬼 可算找到你了 马上要进行本命魂器测试了 老师叫我们过去集合呢 这所谓的本命魂器测试 类似上个世界的高考 这个世界的人类 大约在高中毕业的年纪 可以参加本命魂器觉醒测试 不过 只有少数的人 才能觉醒本命魂器 本命魂器样式能力千奇百怪 只有觉醒本命魂器的人类 才可以签订更多魂宠 才能称作魂宠师 普通人只能签订一只本命魂宠而已 若不能觉醒本命魂器 魂宠永远不能突破下一个等级 只能算是宠物伙伴 这本命魂器测试 正是区分普通人与魂宠师的测试 魂宠师是这个世界上 能驾驭魂兽力量的人 他们才是真正的强者 能够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光明正大的开后宫 在这人口稀少的世界 强大的魂宠师 可以拥有很多女人 对普通人来说 这就是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顾瑜听着也是心动不已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走吧 顾瑜便跟陈楠一起回到教室 刚进教室 一道令人讨厌的声音传到耳边 顾瑜 听说你又去跟文文表白了 你只是个备胎 你清醒一点 你看看你那熊样 现在文文是我的女人 你就别想了 以后离她远点 听到没 林文祥 王文文的爱慕者之一 学习成绩优异 家世优异 听说最近弄了只不错的本命浑虫 王文文这种女人 就理所当然的跟她走到一起 她最喜欢的就是欺凌 例如顾瑜这种弱势群体 来获得自身的满足感 她一直嫉妒 顾瑜比她长得帅 帅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老子随便用脚踩 顾瑜并没有搭理她 老子问你话呢 赶紧吃个伤 这废柴舔狗居然不搭理自己 她只能祭出她的杀手锏 嘲讽 你这等垃圾 还是趁早离我们远点吧 马上本命魂器测试 你这种垃圾 马上就会去垃圾该去的地方 本大爷马上就能成为魂宠师 而你只是一个垃圾 林文祥嚣张地说道 林文祥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 顾瑜淡淡地说道 你 文祥哥 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他身边的小弟说道 哼 顾瑜回到自己的座位后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王文文这个女人 相貌也就有个六至七分的样 十分质 欺骗前身感情 钱财 现在又想通过林文祥的手 来欺负自己 这个仇 我记下了 没过多久 班主任李翠花进来道 别吵了 我在走廊就听见你们在吵 马上毕业了 能不能消停点 教室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按顺序排队 去进行觉醒魂器测试 李翠花指手画脚地说道 每位同学都很兴奋 因为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 顾瑜也不例外 加入了队伍之中 跟着班主任前往学院的后山 第二章 觉醒 锁魂恋 到了学校后山的空旷地带 有几位白袍人 熙熙攘攘地分散开来 好像是在布置什么结界 不久 本命魂器觉醒一事 便正式开始了 夜天 李翠花点名 来 进入这个结界 在这里可以显现你们的本命魂器 一位男孩兴冲冲地进入了结界 只需等待片刻 那法阵发出耀眼光芒 一把刀缓慢地从男孩体内出现 刀 进攻类魂器 白袍人冷冷说道 哈哈 我成功了 我有魂器了 我可以成为魂宠师了 安静 李翠花扬怒道 这名男孩立马闭嘴 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地 跑出了对联 理想 一位女孩一脸担忧地前去测试了 很可惜 法阵没有任何光芒闪耀 五 下一个 女孩如遭雷击 差点晕倒在地 被人扶住身体 这代表 她无法成为魂宠师 寥寥数道光芒闪过 故于对列前面的人越来越少 大多数人都没有成功觉醒本命魂器 很多人沮丧叹气 学习魂力知识这么多年 就为了这一刻 一旦失败 前功尽弃 王文问 李翠花点名道 全班同学都立刻围了过来 想看看这位斑花会成功吗 光芒闪耀 一把伞从王文文体内出现 伞 辅助累魂器 王文文看到自己成功觉醒魂器 开心地笑了起来 因为这等于有了光明的前程 不少女生已经开始嫉妒起来 林文祥 林文祥听到轮到自己了 便趾高气扬得的 走进法阵结界之中 比 法术累魂器 光芒闪烁 林文祥 一副我早就猜到了的样子 神气得不得了 他离开队列 并且路过故于身边的时候 还不忘斜瞪了故于两眼 摆出一副嫌弃的神情 嚣张地说道 垃圾 故于无视了他 但是内心还是有些无语 怎么什么人都能当魂宠师了 陈南 小胖子兴冲冲地前往了结界内 但是 并没有任何奇迹发生 五 下一个 小胖子听到 仿佛遭遇雷击 浑浑噩噩地离开对联 故于 终于轮到我了吗 都穿越了 觉醒个魂器 应该小菜一碟吧 当脚迈入结界那一刹那 故于感觉身体中有庞大的力量 仿佛海一般浩瀚 那些七彩颜色的力量不断凝聚 一条漆黑的锁链 从故于胸口缓缓出现 练 控制泪魂器 白袍人冷冰冰地说道 但故于还是感到 白袍下的目光盯着自己看了几秒 有些鸡皮疙瘩 故于望着手中的漆黑锁链 摸上去冰凉凉的 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文 很神秘 但是又和自己本命相连一般 很是熟悉的感觉 当时 我看到的是七彩魂力 为什么这锁链外表是黑的 带着疑惑 故于一言不发地离开结界 回到了队列的末尾 林文祥看到了顾于居然也成功觉醒了 本命魂器 一脸不可置信 这个一直被自己踩在脚下的人 居然也成为了魂宠师 他不敢相信 他林文祥可是普通人眼中添骄 怎么能跟自己眼中的垃圾一个待遇 王文文也看见顾于成功觉醒魂器 内心大受震撼 早知道继续吊着他了 成为魂宠师还能没钱 他心中暗自后悔了一阵 顾于并没有在意这两人的目光 因为此时此刻 顾于脑子突然出现了奇怪的文字 和冷冰冰的声音 叮 成功觉醒本命魂器 御魂系统开启 正在分析中 他来了他来了 虽持弹道的系统 顾于看了眼脑海的系统面板 宿主 顾于 体力 一级 魂力 魂徒一阶 魂器 锁魂链 宠物狐猎 品阶 无 等级 无 技能 找机 卖萌 一种很常见的宠物狐猎 这就是系统吗 好神奇 发放一届穿越新手大礼包 是否开启 是 宿主本命 魂虫品质等级随机提升 提升本命魂虫等级 随机奖励特殊技能 随机赋予本命魂器额外属性 锁魂 获得特殊技能 吞噬 获得初始资金 10W魂币 吞噬 你每次击杀魂兽 获得额外魂力奖励 有极低的概率 掠夺该魂兽的随机技能 锁魂链 控制类魂器 当前能力可以拴住敌人 进行突击或者拉回 锁魂 拴住敌人时 不断汲取敌人魂力 定身 拴住敌人时 主动发动 定身当前敌人3S 看着脑海中的系统面板 顾瑜呆住了 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吗 吞噬的被动可以理解成 杀怪额外获取经验值 并且偷取技能 悉心大法 顾瑜在看《眼魂十海》中的小狐狸 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冰雪灵狐 品阶 传说集 等级 反品二阶 冰系雪狐的传说形态 拥有不俗的近战能力 加强了冰系伤害 以及控制能力 传闻生存在北域极寒之地 魂祭 冰锥 凝聚冰之力 顺发冰锥攻击 减速 黄 冰爪 普通攻击 冰霜吐息 蓄力喷射积蓄的冰霜之力 范围减速 悬 冰铠 使用后 绝对抵挡当前尾巴数量 且不超过本身品阶级的攻击 魅惑 控制敌人3S 随两者实力差变动 疾兵之含 所有冰系伤害 均附带冰系动伤 持续伤害 疾兵之体 免疫所有冰系控制效果 冰系伤害减免70% 这还是自己原来那只黄色的小狐狸吗 浑石海中的小狐狸的毛发 已经变成雪白色 光洁无比 蓝色的眼眸 毛茸茸的耳朵 头顶一撮蓝色的毛发 尾部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很可爱 体型变大了不少 大概不到半米高 身长接近一米 顾鱼心想 这么大了 如果被人发现 可咋整 小雪狐仿佛了解顾鱼心中所想 直接变成了宠物狐的大小 不错 蛮智能的 传说及魂宠 根据记忆 这种级别魂宠 如果能够成长起来 每一只都强力无比 威慑力堪比上世界和武器 我这小狐狸 这么猛的吗 魂宠的品质等级分为 繁品 普通 珍惜 灵主 传说 史诗 神话 目前人类规定的魂宠等级分为 繁品 通灵 画形 名神 敖语 主宰 除了繁品是五级 其他都是十级 本命魂宠还有个特性 在成功达到通灵级 便可以提前化为人形 没人知道是为什么 但是 一个人一生只能拥有一只本命魂宠 如果该魂宠阵亡 主人会遭受精神反噬 并且永远不能再获得本命魂宠了 其他普通魂宠位是可以替换的 也没用反噬的说法 通俗易懂 就是魂宠位置 永远一 第三章 下狠手 光芒只有寥寥数道 随着最后一位学生测试完毕后 成功觉醒本命魂器的同学 请跟我来登记 其他人已经毕业了 可以去楼下各大学招生处报道 李翠花大声说道 听着身后有些同学啜气的声音 哎 无论哪个世界都是不公平的 顾瑜简单安抚了下 陈南便跟着李翠花身后的队伍前去登记 在路上时 林文祥犹如夏天的蚊子般靠了过来 顾瑜 你小子都能觉醒魂器 上天真是不公平啊 果然 蚊子就是蚊子 顾瑜并没有接话 跟这种小屁孩还是没啥语言的 搭理这种货只能是惹得自己一身骚 如果当街打人不用吃牢饭 顾瑜倒是不介意现在暴打这货一顿 不要以为你觉醒了一根破链子 就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 林文祥依然在疯狂地嘲讽顾瑜废物 顾瑜最终 还是受不了这个脑残了 怎么真有这种你不理他 他以为你怕了他的人呢 确实 你这种癌症晚期的脑袋 都能觉醒魂器 老天对楼下的人不公平 你说你低了的癌症的脑瓜子 找打是吗 顾瑜阴狠地盯着林文祥道 顾瑜 你这垃圾居然敢骂我 林文祥脸红怒道 这个废物居然敢骂自己 还要扬言打自己 要不是揍你 要进警察局喝茶 老子早就打爆你这个煞笔的狗头了 你给我等着 放学别走 你打我一下试试 今天你敢动我一下 我不给你讹得连裤衩子都穿不上算我输 你 都小点声 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们的嘴巴就不能歇一会 李翠花怒道 林文祥瞬间安静了 这母老虎还是挺凶人的 他已经想好办法对付眼中的垃圾了 漫长的登记身份信息 李翠花道 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是间隙的魂宠师了 切勿仗势欺人 欺凌弱小 一个月以后 你们将正式去前往北兰学院 进行魂宠师的修行 到时候会有专门人员通知你们 不过 你们记得要筹备学费哦 20W魂币 这就是北兰学院的第一个考验 祝大家前程似锦 恭喜你们毕业了 说完 李翠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这高中看来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毕业了 顾瑜也没什么留念的 打算回家休息一番 先回家好好研究这个育魂系统 然后再想办法赚钱攒够学费 可是林文祥同学不是这么想的 当顾瑜路过操场的时候 林文祥和王文文带着一群狗腿子 包围了顾瑜 一群人上来推推嚷嚷的 把顾瑜强行带到南厕所后面的小树林里面 顾瑜没有挣扎 这个社会法制非常严格 打人都要判刑 本来人口就少 打傻一个 残疾一个 人类资源相当于少一个 他们不敢动的 林文祥摟着王文文的 腰带着一群人围了上来 顾瑜 你这个垃圾 刚才还敢放狠话说 要打我 是啊 我想打你 顾瑜 没想到你现在出息了 都敢跟文祥哥作对 王文文在旁说道 你觉得你行了 论魂宠 家世 女人 你哪点比得过我 啊 你不会想说她这样的 你喜欢吧 顾瑜指着王文文说道 你这混蛋 王文文仿佛被戳到痛处 文文 别生气 我今天要狠狠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林文祥一脸阴狠地说道 林文祥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魂宠 一只白色的大老虎闪现而出 一刃风虎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反品二肩 剑齿虎的一种变种 獠牙锋利无比 魂技 锋刃 凝聚风之力 蓄力造成切割伤害 猎爪 普通攻击 钢驱 物理防御强化 原来是只普通级的老虎 怪不得它这么嚣张 大多数普通人也就是反击魂宠 它一个普通级确实能装起来 不过 顾瑜丝毫没把这老虎放在心上 自己都拥有传说疾魂宠了 你这只白色大猫猫好可爱啊 顾瑜无情嘲讽道 林文祥本以为顾瑜见到自己的一刃风虎会被吓得屁滚尿流 可是想象中的画面没有出现 而且 顾瑜这家伙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只鸡 眼神中似乎还带有一丝不屑 格局很小的他直接吼道 你不是想打吗 召唤你的小狐狸吧 我的风虎会把你的狐狸撕成碎片 你要是不敢跟我打也可以 当着所有人的面从我胯下钻过去 我就当今天无事发生 原来这家伙不能打自己 想办法弄死自己的本命浑虫啊 咱也不是那耸人啊 那就先废了你吧 万一你的白色大猫猫被我的狐狸打死 你找我赔偿怎么办啊 顾瑜问道 哈哈哈哈 你今天要是能把我的风虎打死 我不追究你任何责任 就怕你没这能力 林文祥狂笑 这可是你说的哦 顾瑜把手机开启录像 放在了一边 你是想录下你被揍的场面 然后回家欣赏吗 哈哈哈哈 周围全是嘲笑声 他们知道顾瑜的小狐狸 只是一只宠物狐 连品接的都没有的垃圾 顾瑜不急不忙地召唤了小狐狸 哦不大狐狸 一道荧光闪烁 一只美丽的雪狐出现在众人面前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 这个家伙魂虫 不是只宠物狐狸吗 这是什么 林文祥一脸震惊 顾瑜的本命魂虫 怎么会是一只这么大的白毛狐狸 林文祥看了王文文一眼 王文文也很诧异 他见过顾瑜的魂虫 明明是一只棕黄色的狐狸 不是眼前这只雪白的狐狸 不过是只狐狸罢了 风虎 上 撕碎他 一任风虎得到了主人的指示 立马想要扑过来撕碎雪狐 他堂堂老虎 怎么会怕区区一只狐狸 顾瑜并没有任何惊慌 从容的只是雪狐施展魅惑 然后自己立马召唤魂器锁魂链 并且向着一任风虎头部抛去 快躲开 林文祥惊叫道 他这才想起来自己是魂宠师 刚想召唤魂器加入战斗之时 不过已经太晚了 谁会给你机会呢 被魅惑控制的一任风虎的身体出现呆滞 就这短暂的暂停 导致锁魂链成功拴住了头部 一任风虎的力量正在不断流失 冰锥 顾瑜冷到 同时自己催动魂力 立刻发动定身 雪狐听从指示 立刻顺发了一枚巨大的冰锥 向着一任风虎头部袭来 一任风虎本想要躲避 但是他的身体被锁魂链牢牢定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冰锥袭来 躲开啊 林文祥吼道 愚蠢的主人只会无能狂怒 故于并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这雪狐的权力一发冰锥攻击 轻易地洞穿了那一任风虎的头部 一任风虎眼神有一丝不甘 随后立刻倒下 立刻失去生机 一旁的人惊呆了 包括王文问 想要废我 那我只能先废了你 一旁的林文祥一脸猛逼 自己的一任风虎 居然就这样被秒杀了 林哥的老虎居然败了 这 自己还什么都没有做呢 煞食 林文祥口喷大量鲜血 身体直挺挺地倒下 随后立刻昏死了过去 林哥 王文问连忙扶住林文祥的身体 因为本命魂虫的死亡 契约造成了不可逆的永久性伤害 林文祥跟别人比永远少一只本命魂虫 俗称 废了 还不把你们主子抬走滚蛋 顾瑜慢悠悠拿回了自己的手机 刚才的一切已经录像下来了 是林文祥自己找我单挑 只不过他的魂虫实力低微接不下一招 天天嘲讽别人废物 从今往后 你就是一个废物 顾瑜俯身在林文祥耳边淡淡地道 你这种废物魂虫师 连自己的魂虫都保护不了 而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怨不得别人啊 林哥 说吧 顾瑜没在理会身后惊呆的人群 收回了血狐 迅速地离开了现场 第四章 预魂系统 顾瑜离开学校后 便把小狐狸放了出来 林文祥已经被自己废了 有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内心很舒畅 他的魂虫也就是普通级 他家里能量 想必也不会太大 虽然城内有法律 但那都是限制普通人的 还是得想办法 尽快提升血狐的等级 只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月后 就去新学校了 分班 拿资源 都要靠小狐狸了 如果没有力量 死的就是顾瑜的小狐狸 躺下的是自己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虽然这种由于 魂兽契约反噬造成的伤害 不关我事 论起寻衅姿势 还是他林文祥在先 但是 小心使得万年传 别快进到下辈子了 白色小家伙出来后 蓝色眼眸一直凝视着顾瑜 顾瑜抱起小狐狸 想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 毛发洁白如雪 就叫他雪莹吧 雪莹似乎已经理解顾瑜心中所想 竟然对着顾瑜点了点头 这狐狸成精了 这还没到通灵级别呢 因为是迷你体态 他直接跳到顾瑜肩膀上了 天色已晚 今天就先回家休息吧 顾瑜沿着记忆的路线 慢慢地回到了家中 关门那一刹那 屋里漆黑一片 顾瑜并没有感觉寂寞 因为上一世他也是截然一身 毫无牵挂 也挺好的 何况这一世 还有雪莹陪着他 打开屋内的灯 仔细看了眼自己的家 这黑药星的世界社会福利 真的挺好啊 国家资助能到这般境界 屋子大约100平方米 所有设施应有尽有 故意把雪莹放在地上 为了点雪莹以前爱吃的浑虫饲料 现在这个小家伙 已经是传说级的浑虫了 以后不能吃这么寒酸的饲料了 明天去给雪莹买点好吃的吧 雪莹似乎懂了顾瑜心中所想 轻易地蹭了蹭顾瑜的脸颊 顾瑜打开系统仔细查看 都是自己的数据信息 可以主动使用的功能只有一个 每日抽奖 不过能看穿敌方魂兽能力 也是太爱MBA了 是否要进行每日抽 跳过对话 顾瑜激动地搓搓手 点了抽奖 白光闪烁 恭喜获得鼓励奖 普通魂金石科 一阶冰系魂和石科 普通魂金 天地魂力的凝结体 用来吸收提升魂宠师魂力 品阶普通 一阶冰系魂和 反品冰系魂兽的本源魂和 用来吸收提升魂宠的等级 简单明了 常年精通游戏的顾瑜知道 这俩东西说白了 就是经验药 没抽到好东西 补偿点经验药 反正都是白嫖的 不要白不要 顾瑜按照书本上学的照作 把手放在魂金上 沟通自身魂力 很快 魂金的力量逐渐被顾瑜吸收到体内 体内魂力飞速增长 等睁眼时 魂金已经不翼而飞 顾瑜又连续把这几颗魂金都吸收了 体内力量突破 顾瑜瞥了眼系统面板 魂力等级怎么分辨 魂徒 魂室 魂师 魂王 魂主 魂帝系统冰冷的声音传来 对应魂宠的等级 魂徒五阶 其他都是十阶 谢谢你啊 系统 你能说话 顾瑜问道 等了很久 结果是 没有任何反应 当前魂力等级 魂徒二阶段 看来已经成功升了第一个小阶段 顾瑜把魂合送到雪盈面前 只见雪盈立马把所有魂合吞进体内 一阵奇幻的光芒过后 雪盈的等级也提升了 冰雪灵狐 品阶 传说级 等级 反品三阶 可进化 进化至领东集狐所需要材料 冰系史诗集魂合一枚 极寒之星 成功升级到了反品三阶 这次可以看见它进化所需要的材料 听起来就是很离谱的东西 史诗集魂兽魂合 目前固于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每一个传说级魂宠 听闻都是毁天灭地的存在 更别提网高了的史诗和神话 这玄和黄什么意思 根据技能威力 大概分为天 地 玄 黄四个等级 怎么获得更强的技能 魂宠化为人形以后 获得了魂骨 便可以对魂宠进行技能强化 或者通过魂霞 额外赋予魂宠新的技能 魂霞固于倒是听说过 可以理解为技能书 不过这魂霞价值不菲 普通人想获得魂霞 基本就是天方夜谭 魂骨是什么 顾鱼疑惑道 这个词在顾鱼的记忆之中 没有丝毫印象 然而 系统并没有回答 算了 听起来就是目前得不到的东西 知道了也是徒增烦恼 车到山前必有路 顾鱼又随心而动 手中出现了锁魂链 这本命魂器使用起来 本以为会笨重无比 没想到这么轻盈 雪银的魅惑 配合锁魂链的控制定身 再搭配雪银的强力伤害 实战效果拔群 以后出城 可以多积累积累实战经验 精神冥想了一会儿魂力 发现实在是效果低微 虽然感受到天地之中的魂力 但是无法有效汲取 顾鱼放下精神 陪着雪银玩了一会儿 电视里新闻播报 今日 疑似少量魂奴潜入城内 请广大市民做好安保工作 打开手机下载了一款 美少女二次元游戏 顾鱼随便玩玩 就有些瞌睡 就这样 顾鱼度过了异世界的第一个夜晚 雪银在夜深的时候爬起来 月光照在眼前黑发俊美少年的脸上 雪银看了很久 第五章 白衣女子 顾鱼早上就被毛茸茸的大尾巴弄醒了 原来是雪银 她一如既往地叫自己起床 简简单单收拾洗漱了一番 仔细地照了照镜子 嗯 还是一如既往地帅 先去给雪银买点好吃的吧 然后出城历练 顾鱼带着雪银来到了 玉龙市的繁华地带龙兴街 这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魂虫 鸟兽虫都是市民的本命魂虫 只不过跟顾鱼先前的宠物壶一样 没什么战斗力 到了龙兴大厦三楼 听说这里是玉龙市最好的魂虫店 顾鱼一进门 看见门口各式各样的魂虫幼崽 冰霜狼 品街 普通级 等级 反品一街 冰霜巨狼的幼崽 魂祭 冰锥 凝聚冰锥进行攻击 减速 撕咬 撕咬敌人造成持续流血 猎咽鸟 品街 普通级 等级 反品一街 猎咽鸟的幼崽 魂祭 猎咽 凝聚火焰攻击 灼烧 顾鱼打亮了一眼 基本上都是普通级魂虫 幼年的普通级魂虫 都需要数十万魂币起步 战斗天赋高的可以突破百万 珍稀级魂虫 听说千万起步 据说个别能破译 而这领主级魂虫 大概要以亿来为单位 听说 这御荣室的真正霸主云家家主 曾试图花费百亿 来购买传说级的宠物蛋 来给自己儿子 结果 有价无事 因为传说级 他基本不会在凡人视野里出现 换个角度 那我就是百亿富翁了 来到了售卖魂虫饲料的专区 故于本次的目的 就是解决血淫的口粮问题 你好 有什么 能帮到你的 美女店员孝道 啊 给我来一组 狐系魂虫最爱吃的上等肉类 反正系统初始资金 10W魂币 买点口粮不要紧 花费了500魂币 买了一组上等肉牌 故于便打算离开这里 然后去购买一些人造魂装 最后再出城 冒险锻炼自己一番 没有经历过生死的磨练 魂虫师是不能成长的 既然已经选择这条路 故于已经准备好觉悟了 正当故于准备离开的时候 路过医疗科室的门口 看见一位白衣女子 在门口焦急地等待 此女年纪大概17 面容焦好 身材凹凸有致 气质不凡 大概能有个八分 看样子是哪家小姐 故于看了眼气身边的魂虫 是一只雪白狐狸 跟雪莹有那么几分相似 就是小了很多 整只狐微米不振地趴在女子怀里 仿佛生了一场大病 玄冰狐 品阶 珍西吉 等吉 繁品五阶 雪狐含冰细分支 拥有不俗的控制能力 魂技 冰锥 蓄力冰锥攻击 减速 黄 结冰 短暂蓄力后 凝聚冰霜 冻结目标敌人 黄 玄冰之力 所有攻击附带减速效果 有一定几率 造成冰系冻伤 当前状态 食物基于过多导致 维米不振 珍西吉 玄冰狐 那就是有钱的主了 目前还有点缺钱 想办法弄点出来 有特殊提示 嘿嘿 故于厚着脸皮去搭话 还真有点不习惯 美女 你也是来给魂宠看病的 干嘛 白衣女子警惕了起来 其实我前几天也来过 只不过 看见你也是狐系宠物 想指点你一番 少些弯路罢了 说完 故于把雪莹召唤出来 雪莹漂亮的外观 一下就征服了 这个女孩的心 好漂亮的雪狐 这是你的魂宠 白衣女子道 嗯 也是一只悬冰狐 故于撒谎 都没脸红的 悬冰狐 跟我的妖妖 是同一种类呢 不过西看起来 怎么不是太阳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我看你这悬冰狐 似乎身体不适 唯米不振 我每天都喂摇摇 很多好吃的 她怎么会还不舒服呢 女子好奇道 美女姐姐 魂虫也是瘦啊 你一天天喂她 吃那么多东西 怎么可能消化得掉 啊 我以为好的东西 越多越好 每天喂养她很多饲料 白衣女子 轻腐 怀中雪狐 凡事都要有度 你帮助她 散去身上多余的魂力 以后暗量喂养她 不要弄过多魂力在她体内 沉积就好了 实在不行 多去野外打打怪 活动活动 真的吗 你自己试试不就好了 白衣女立马 去给白色小胡 购买了剑味消食片 大概一小时后 期间两人聊了聊 对方的狐狸 白色小胡 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 立马神采奕奕地 跳到女子怀里 之前的病态 也就消失不见 真的谢谢你啊 帮助了我的妖妖 女子一脸真诚 我欠你个人情 不用欠人情美女 人情难还 顾瑜一脸贼笑 说实在的 我最近缺一点点资金 常规咨询医师 还要一搭配我魂币 我打个对折 五千魂币 绝对的物超所值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啊 你这人 美女的人情你不要 你居然要钱 白衣女子 仿佛三观受到冲击 美女 又不能当饭吃 我现在只想要点钱 生活所迫嘛 没办法 要恰饭的嘛 就算自己不吃 雪莹也要吃嘛 可惜雪莹此时摇了摇头 顾瑜并没有发现 微信到账 五千魂币 女子气呼呼地放下手机 这机械的女生 怎么这么该死的顺儿 那美女不打扰了 我就先走了 在白衣女子的鄙视眼神中 顾瑜大摇大摆地走了 白衣女子出了宠物店 看向顾瑜离去的方向 这人 居然跟我要钱 那么多人排队 都想要我联系方式 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要钱 本来还看她有点小帅的 真是太可恶了 难道是本小姐的颜值 和魅力下降了 小姐 老爷叫你回去 已经找好了专业的大夫 此时 一位管家模样的人 靠了过来 腰腰已经好了 没事了 走吧 正好我也很久 没看见大哥了 第六章 猎人 告别了神秘的小富婆 故意来到了龙兴大厦六楼 网上说 这里是贩卖魂装的地方 故意四处瞎转 一名美女售货员 看准时机前来询问 你好 请问需要点什么 美女售货员微笑道 呃 给我来一些最基础的 野外探险装备吧 好的先生 给你推荐最新款上架的武器装备 售货员带着固鱼 前往一个柜台上 一眼扫过 数据出现 锋利迎刃 攻击力堪比普通级魂兽强度 比一般匕首锋利很多 特殊矿体打造 掺杂少许魂力附魔 售价5000魂壁 特制皮甲 可以有效抵御普通级以下的魂兽私钥 有效地保护身体 售价5000魂壁 疾风靴 经过低微的风属性 魂力附魔 少许提升移动速度 售价5000魂壁 售货员根据固鱼的需求 推荐了这些基础装备 高等级的需要花费不少 花费了EW65 购买完这三件基础装备后 小姐 有没有些强力的魂装 这所谓的魂装 就是经过魂兽力量 加持过的特殊武器装备 造价不菲 被魂兽力量强化过的装备 都附带额外属性 比如那个疾风靴 少许提升移动速度 售货员小姐迟疑了一会儿 眼前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面不改色地掏了EW65 也可能有财力购买魂装 售货员小姐 便带顾鱼到里面的柜台 柜台之上 五花八门的魂器 有样东西 吸引了顾鱼的注意 空间之界 由空明石制造的魂装 内含两立方米的空间 售价5W魂币 这都是好东西啊 顾鱼又花了5W6 买了的空间件 把买好的东西 全部收在空间界中 售货员笑盈盈地送顾鱼出门 欢迎先生下次光临 售货员倒是乐开花 这月提成又涨了不少 顾鱼又去购买了一些 野外必备的用品 离开龙兴大厦后 望着银行卡里 4W出头的魂币 钱是真不够花啊 十万这么快就花了一半 顾鱼的钱身也是没谁了 每个月国家的5000魂币救济金 被花得一分不胜 全被拿去讨好 那个什么王文问去了 今天彻底高中毕业 国家不再每月发补助了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一个月内还要赚到20W学费 自己的想办法赚钱才行啊 听说当猎人完成任务 有丰厚的报酬 就是有些危险 顾鱼现在最缺的就是磨练 还有钱 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去当猎人吧 雪鱼的等级也需要提升 顾鱼便离开龙兴大厦 打开手机地图 查找去最近的猎人工会的路 先做几个最简单的委托任务 赚取第二桶金吧 乘坐电车 到了猎人工会御龙分部 顾鱼在大厅打听起猎人工会的事情 正好前面有个刀疤脸的猎人 你好 请问怎么加入猎人工会 哪来的小毛孩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刀疤脸冷漠说道 他见过太多小毛孩 寻求刺激丢了性命 顾鱼微微一笑 召唤了锁魂链 刀疤脸一看 居然是有本命魂器的人 那就是魂宠师 他可惹不起 他就是普普通通的猎人 刀疤脸一改态度告诉顾鱼 成为猎人很简单 找有关人员登记 证明自身实力就可以了 顺着刀疤脸的指引 顾鱼很快地找到了 有关人员进行登记 你的本命魂宠师 登记人员木讷问道 顾鱼把血银召唤了出来 登记人员没有在意这些 看见顾鱼有魂宠就行 只要别毫无战礼 去送人头就行 看你年纪轻轻 觉醒本命魂器了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魂装 嗯 顾鱼又召唤了 自己的本命魂器所魂炼 想一个自己的代号吧 猎人之间的称呼 登记人员道 语 登记完毕 顺着旁边小牌子上的二维码 下载了猎人APP 向着刀疤脸和工作人员道谢后 顾鱼离开了猎人工会 登陆猎人APP 显示顾鱼已经有账号了 代号 语 等级 青铜 队伍 无 当前完成任务数量 零 顾鱼研究了APP 原来可以通过组队 一起完成任务 提高任务成功率 不过 顾鱼没打算与其他人组队 那么已经可以去野外冒险一番了 猎人APP显示目前顾鱼 可以接几个低等级的任务 清理城北国到附近群狼的首领 推荐两人 押金1W 探查城北矿洞一遍来源 推荐三人 押金2W 奖励一个8W 一个15W 做任务 居然还需要押金啊 嗨 还好有钱 以顾鱼目前的实力 只能做这些低级的探查任务 以及清怪任务 现在的等级 只能接取一个任务 选择了那个清理狼群首领的 还是打怪来得快一些 雪莹拥有传说级的力量 这个任务一个人 应该也能轻松完成 怀里抱着雪莹 坐着通向城北的快车 故意望着天上 个别骑乘飞行魂虫的强大存在 什么时候 我才能变得这么强呢 到了城北 这一路她都小心警惕 还好没人跟着自己 故意扫码后 成功认证了猎人身份后 便踏上了出城之路 你这小孩 别以为猎人那么好当 实在是太危险了 快回家吧 一位看起来比较朴实的大哥道 没关系的大哥 我的本命魂虫很强力的 而且 虽然有实力 但是你经验低微 不要深入太远 遇到危险 记得快点跑啊 这位大哥摇了摇头 看来都是生活所迫 要不是为了赚钱 谁喜欢天天冒险呢 谢谢关心 故意走后 门口检查处的人 窃窃私语 你说这小子 这么大点 注册什么猎人啊 外面多危险 另外一人道 可能是真的没什么背景吧 厉害的世家子弟 都根本不需要注册什么猎人 朴实大哥道 听说 那些世家子弟 都有特殊修炼的秘法 哪会有出来当猎人的 希望他一路平安吧 顾瑜听到 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 但这两位大哥 还是真是好人啊 能为他这种陌生人祝福 顾瑜自己 都没这么好心 带着路人的祝福 踏出了城市安全结界之外 第七章 技能 前行 刚出玉龙市 城北不远 寒气逼人 冰雪连天 人类生活的结界内 有强大的阵法保护 失去保护 就要忍受恶劣的环境 前行百米后 四周无人 在顾瑜的试一下 雪银变回了原来的体型 洁白的绒毛 锋利的爪子 强劲有力的四肢 毛茸茸的大尾巴 头顶的一抹蓝色 望着雪银 顾瑜心想 什么时候可以骑成呢 应该是可以骑成的吧 魂宠达到通灵级 体型足以骑成 系统的提示音 冷不丁地想了起来 原来你可以说话啊 再说两句 顾瑜有了兴致 不过系统 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了 顾瑜随便找了个扇动 更换身上的装备 还好提前准备好了毛皮大衣 穿上了战斗装备 随便走两步 感觉这疾风靴 确实有些奇特 移动速度快了不少 这锋利迎刃 系统面板显示伤害 跟普通疾魂兽差不多 正好来试试 尝试将迎刃划在石头上 轻松切割出一道裂痕 威力不错 收刀入鞘 离开了山洞 顾瑜回到了城北的国道 这所谓的国道 就是各个城市的交通必经之路 顾瑜脱离了国道范围 根据APP地图导航 来到了指示地附近的树林之中 雪地之中万物皆济 此时亦便陡生 一只螳螂立爪飞扑 而置顾瑜身后 发现情况不妙的雪盈 立刻赶到顾瑜身边 变为战斗形态 虎爪一闪 轻松地击退了偷袭者 这身影似乎有些吃痛 后撤竖步 好危险 顾瑜大吃一惊 如果不是雪盈 现在估计已经分头行动了 回头望去 这是一只好大的绿色螳螂 疾风螳螂 品阶 普通阶 等级 反品三阶 魂兽螳螂吸收风之魂力的强化型 速度很快 近战攻击力较强 魂技 开膛 利爪造成穿刺伤害 造成大出泄效果 前行 伪装自身 大幅度降低自身存在感 进入前行状态 直至被发现 或者主动发起攻击失效 普通级的魂兽 怪不得速度这么快 还有前行这种偷袭技能 疾风螳螂的体型 大概跟雪盈差不多 锋利的前肢 像闸刀一般挥舞 羞羞羞 疾风螳螂 再次冲了过来 雪盈站在顾瑜的身前 立刻迎向螳螂锋利的闸刀 顾瑜也不闲着 召唤自己的本命魂器所魂练 趁螳螂被雪盈找机反击僵直的空隙 锁魂链直奔螂头部而去 雪盈 魅惑 顾瑜迅速地给雪盈下达了指示 疾风螳螂本来可以轻松躲开这锁魂链 但是被魅惑的短暂几秒 就被锁魂链链接了头部 顾瑜也不打算给螳螂机会 直接用目前最快速的杀招 用雪盈的黄极战技 直接搞定他 玄极战技冰霜吐息 需要短暂蓄力 现在还不是用的时候 顾瑜催动魂力施展了定身 疾风螳螂刚刚从魅惑中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控到死 全身僵硬 他想都没有机会发出惨叫 冰锥 就被迎面一发巨大的冰锥击中 毫无悬念地 直接洞穿了这疾风螳螂的头颅 绿色的血水四箭 雪盈灵巧地躲开了 这只疾风螳螂正面战斗 一点盛面都没有 在顾瑜和雪盈合力之下 魅惑枷锁魂链的控制夹冰锥的连招 完美地解决了这只疾风螳螂 望着螳螂的尸体 顾瑜靠近 手掌触及尸体后 系统提升音 施展吞噬 疾风螳螂的尸体 突然就不见踪影 化为白光 消散于天地间 靠 这个吞噬技能 会吞噬魂兽的尸体啊 顾瑜原以为只是吞噬灵魂之类的 没想到是连渣都没给剩下 这都是钱啊 魂兽尸体也是宝啊 算了 为了力量 先别顾着这点银头小力了 成功吞噬目标 疾风螳螂 魂力提升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 潜行 感受到一股庞大的魂力进入体内 好像轻松地突破了 顾瑜望向锁魂链 整根链子 仿佛有股神秘力量包裹起来 威力似乎是提升了不少 锁魂链上鸣刻的符文 似乎更加神秘了 运气这么好 直接第一次施展 就掠夺了这个潜行 顾瑜连忙查看 潜行 伪装自身 大幅度降低自身存在感 进入隐身状态 直至被发现 或者主动发起攻击失效 降速 被拴住的敌人 反应速度下降 神经减速 可以与其他减速叠加 看来 随着自己魂力的不断增强 锁魂链的力量 也在不断提升 新觉醒了的技能降速 很实用 吞噬还是很强力的技能 有点副作用 就副作用吧 还有吞噬 获得的新保命的神技能啊 隐身 好像有些奇怪的用途 是不是可以去 顾瑜摇了摇头 甩去脑中邪恶的想法 可能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杀怪 这疾风螳螂 狠给面子的 抱了一颗一阶风属性魂合 其实 魂合的暴率还是比较低的 在这些低等级的魂兽身上 能出一阶风属性 魂合纯属运气好 因为无法给雪莹吸收 只能收进空间借重 这东西倒是能卖钱 打扫完战场 顾瑜轻抚雪莹的头 谢谢你雪莹 如果不是你 我已经死了 雪莹轻轻地舔湿了顾瑜的脸颊 表示轻逆 将生命托付给雪莹 似乎也不错呢 顾瑜继续向前寻找狼群 本来顾瑜是打算 寻到狼群踪迹后 先立马撤退 不断地拉怪 最后再解决那只头狼 现在有了前行 可以伪装自身 让雪莹在前面拉怪 自己搞偷袭就行了 雪莹的进展能力还不错 身法很轻盈 施展了前行 自己倒是没什么特殊感觉 雪莹因为和自己是魂命相连 也感觉不出顾瑜隐身了 就这样一人一胡 在小心的前行 白雪挨挨的大地上 每棵树后似乎都潜藏危机 很快 有树道目光盯上了雪莹 是狼群吗 顾瑜命令雪莹迅速后撤 似乎是感应出猎物要逃跑 几只雪原狼 飞速朝着雪莹袭来 终于上钩了吗 定睛一看 是五只雪原狼 同时向雪莹发起攻击 雪原狼 品阶 反击 等级 反品四阶 普普通通的反击魂兽 魂技 狂牙 撕咬目标造成流泻减速效果 狂性 生命值垂危时爆发的狂性 大幅度提升速度与力量 反击四级的雪原狼 不足为惧 终于轮到我偷袭了吗 我来了 雪原狼的速度 根本追不上雪莹 实力差距在那里摆着 故于找好机会 脱离隐身状态 锁魂炼偷袭李雪莹最近的敌人 然后使用突进技能 来到了雪原狼的身前 全力地迎刃割喉而过 这只雪原狼立刻失去了生机 5 临死前 他怎么也没想明白 是从哪里突然出现的人类 这么快结束了他的生命 第八章 冰霜巨狼 雪莹 冰霜吐息 趁着其他雪原狼 发现同伴被杀的僵直时间 经过短暂的蓄力后 蓝色的冰霜之力 从雪莹口中喷尸而出 立刻覆盖了四只雪原狼的身体 这些雪原狼们 立刻发出痛苦的嚎叫 有的已经倒地打滚起来 旋即战绩的威力果然很强大 雪莹疾兵之寒的被动效果 可以使所有兵系伤害技能 都附带兵系动伤效果 这些被减速的雪原狼 已经是没有任何胜算了 雪莹的近战能力也不弱 灵巧地穿梭雪莹狼之间 不断爪击 在雪原狼的身体上 留下手道血痕 固于也没有闲着 利用突进 迎刃飞舞 帮助雪莹 击杀受伤最重的狼 手起刀落 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只雪原狼的生命 固于本以为还有一场恶战 因为自己浑穿的身体素质 只是普通人 正所谓 好汉架不住狼多 被群殴是发挥不出自己的力量 反而可能成为雪莹的累赘 成功吞噬雪原狼 系统慢慢地说道 可惜的是 这次并没有获得雪原狼的特殊技能 本来就是极低的概率 能获得前行这种技能 纯属幸运 现在或许应该去买一张彩票 吞噬了这几头雪原狼的尸体后 固于感到自身的魂力 又精进了不少 一颗魂盒都没有出 雪莹的耳朵搭了下来 固于轻拂雪莹头顶安慰道 别急 那只头狼应该是会有魂盒的 雪莹听到眼神一亮 神情似乎兴奋无比 绕着固于围绕好几圈 可能真的是品级过高的缘故吧 真聪明 打扫完战场后 固于再次隐匿了身形 白雪挨挨的大地上 除了四散见落的血迹 什么好像都没有发生过 如法炮制几次 固于隐身偷袭 拉了几拨雪原狼小怪 轻松地解决了这些任务目标周围的小弟们 这些雪原狼倒是贡献给了固于 两枚一阶冰属性混合 全部都被固于拿去喂给雪莹了 经历了这几场战斗 固于和雪莹的配合默契了不少 正在固于打算继续前进的时候 突然 一枚冰弹迅速飞来 目标是固于的脑袋 雪莹最先反应过来 瞬间发射一枚冰锥抵消了这次的偷袭 只见 一只银白毛发的巨狼从树林出现出身来 大概有两米多高 身后跟着两头壮硕的巨狼 好强的气息 由于已经事先对比过任务目标的图片 固于确定了 这就是那狼群首领 冰霜巨狼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反品五阶 普通雪原狼吸收冰之魂力的强化型 攻击力很强 魂技 冰弹 积蓄冰之魂力释放的炮弹 利爪 普通攻击附带兵属性伤害 狂性 生命值垂危时爆发的狂性 大幅度提升速度与力量 如果没记错的话 跟任务图片里的一模一样 解决它 就可以结束这第一次猎人任务了 不过 它身边现在还带着两个四阶的小弟 有点棘手 2V3有些吃亏啊 而且 现在已经被它们 发现了 没办法偷袭先手了 银色巨狼发现一人一胡 还是有点实力的 干掉它那么多的小弟 它命令两只小弟 攻击这个弱小的人类 自己亲自解决 这只棘手的狐狸 可是 它低估了对方的整体实力 其实 在顾瑜被偷袭后 就已经让雪莹准备好冰霜吐息了 只要它们靠近 它们已多七少 绝对会一起上 当这三只狼 同时向着顾瑜的方向扑来之时 蓝色冰霜之力 瞬间喷射出 大量蓝色冰晶 覆盖三郎的躯体之上 疼得冰霜巨狼带头惨烈嚎叫 趁着三郎被减速的时候 顾瑜使用锁魂链立马拴住其中一只小弟身上 顺便向后拉开一下距离 配合雪莹的普通攻击 找到机会 突进 随后迎刃一击命中狼头 这只雪原狼当场毕命 雪莹连忙闪躲开其他两只狼的扑袭 这冰霜巨狼攻势比较猛烈 惊艳老道 预判到了雪莹躲避方向 力找袭来 顾瑜直接命令雪莹使用冰铠 挡住了一次冰霜巨狼的全力找击 力找击在一层透明的臂杖之上 这是什么技能 雪莹迅速地跟她拉开距离 被减速的冰霜巨狼首领 还想释放冰弹攻击 她的技能需要蓄力时间 而且当着敌人的面独条显得很蠢 雪莹一记魅惑打断了她的施法 随后对着冰霜巨狼的头部 就是一记顺发的冰锥攻击 她连忙想要转身躲避 但是由于被减速效果影响 躲避不开 腹部还是被冰锥迅速地洞穿 先谢四溢 雪莹利用自己轻盈的身法围绕冰霜巨狼进行普通爪击 此时 另一只重伤的雪原狼忍着剧痛 想要再次偷袭雪莹 顾瑜当然不会让她得逞 因为被减速和冻伤双重折磨 又被雪莹赏了两爪 这只雪原狼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顾瑜的锁魂练 轻易地练住这只雪原狼的尾部 并将拖拽回来 用尽全力将银刃捅在雪原狼腹部上 雪原狼吃痛想要发动技能狂性 发动定身效果 连续捅了数刀 再催动全身魂力将这个虚弱至极的雪原狼纹飞 他的身体被抛出 重重地摔在边缘的岩石上 哦 这只普通级的雪原狼就这么屈辱地去了 顾瑜气喘吁吁的盯着仅存的冰霜巨狼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 如果此时有远距离攻击手段就好了 冰霜巨狼激发了狂性 但他还是追不上雪莹的速度 空有力量打不到人 被耍得团团转 顾瑜休息得差不多了 再次抛出锁魂链 冰霜巨狼发现那条黑色的锁链 本能地想躲开 雪莹的第二次魅惑接踵而至 锁魂链成功命中冰霜巨狼 他感觉体内的力量在不断地流失 自己的反应速度也下降了 既然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那么拼死也要杀了这个实力低微的人类 他向着固域猛烈地发起最后的进攻 可惜是徒劳的 把后背录给更可怕的敌人 那就是自寻死路 吸取了少许魂力后定身发动 随后 雪莹全力的一发巨大的冰锥 轻松地穿透了冰霜巨狼残破的躯体 并将其钉在树上 其实 自三郎不知道雪莹能力 盲目突袭 脸吃玄疾战阶那一刻 就已经输了 裤衩子都被固域看穿了 没有丝毫胜算 谁叫他们没开挂 经过这一战斗 固域也发现自己的弱想 没有有效的远程攻击手段 致死性攻击伤害没有 基本都是雪莹的伤害 这个世界魂兽的力量远大于人类 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获取更强大的技能吧 在雪莹的帮忙下 故意将冰霜巨狼的头割了下来 丢进空间戒指中 作为任务完成的证明 成功吞噬冰霜巨狼 吞噬发动 所有狼狮全部化为白光 消散在天地间 冰霜巨狼原来的位置 残留一枚一阶冰气魂合 他的两个小弟也贡献了一枚 全部喂给雪莹后 雪莹的身体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身材体型大了一分 现在雪莹已经有一米高了 比之前大了一圈 看来是积累不少战斗经验升级了 继续升级体型增大 应该就可以骑成了吧 冰霜雪湖 品阶 传说级 等级 反品四阶 战斗才是升级的最快方式 顾瑜的魂力倒是没涨多少 还是老样子 既然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 顾瑜便高兴地带着雪莹赶回玉龙市了 回去晚了 可赶不上二路公交车了 第九章 来自王文文的邀请 平安地回到了玉龙市 顾瑜回城以后 随手打开自己的手机 看了眼时间 已经晚上六点了呀 嗯 微信怎么还有一条信息 顾瑜查看了一下 联系人 女神 卧槽 什么鬼 顾瑜连忙打开手机查看 原来是王文文 前身还真是一条不折不扣的舔狗 看了眼聊天记录 全是转账记录 要不就是早安 午安 晚安 吃了没等没有丝毫营养的话题 看得真想给顾瑜一拳 不对 又不是我干的 自己打自己干嘛 顾瑜正打算 把王文文的 微信删了 看着辣眼睛 就在此时 手机又震动了 还是这个王文文发的 好吧 让我看看 这个脑残发的什么 顾瑜有些好奇 在吗 这是第一条留言 是王文文主动发给顾瑜的 看来应该是林文祥彻底废了 王文文抛弃了他 火速地找下家罢了 顾瑜 在吗 你是不是还是喜欢我的 那天发现 我觉得 你也是挺厉害的人 我也有些喜欢你 你别不回消息啊 以前你都是秒回我消息的 求求你了 卧槽 看得顾瑜差点把昨天的晚饭吐出来 这个女人哪来的脸发这个 正当顾瑜打算 删除她的微信之时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对你说 听说林文想要报复你 这倒是很有可能 不知这消息 到底是真是假呢 才看见 刚才在睡觉 顾瑜慢慢地打字 嗡嗡嗡 手机震动 王文文这家伙 居然能秒回信息 顾瑜 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明天我们去长龙街一起吃饭 细说好吗 依依 顾瑜思考了半天 还是扣了一 这女人打的什么算盘 明天去看看吧 哪怕是这俩人的鸿门宴 我也可以依靠前行 先去探探情报 不行就立刻买票去北栏学院 不在玉龙待着了 时候不早了 顾瑜没再看手机 立马赶往城北的猎人公会 去交付任务 根据审核确定是任务目标 任务核实员是一位美丽的小姐姐 小姐姐盯着冰霜巨狼的手机 与任务目标图片仔细核对 这些都是你独自完成的 小姐姐看了看顾瑜的身后 身后没有其他队员 嗯 顾瑜淡淡道 核对任务完成 这是奖励 小姐姐立马给顾瑜微信转账 眼前这个黑发男子 长得好帅啊 实力这么强 推荐两人能完成的任务 他自己就能独立完成 微信道账8w 哦呼 奖励蛮丰厚的吗 实际上 这个任务本应该是两个人完成的 十多只反击血缘狼 加上两只普通级的血缘狼护卫 加上一只普通级的首领 难度还是挺高的 顾瑜没在搭理花痴的小姐姐 钱到账了 立马溜了 离开了交付任务的地点 顾瑜查看了下猎人APP 自己的任务完成数量 变成了一 猎人等级经验 变成了二 匆忙地赶回到家里 顾瑜洗了澡 打算休息了 累了一整天 肌肉酸痛 前身也是个不怎么锻炼的宅男 今天运动过于激烈了 缓一缓野外计划吧 先把身体素质提上来 洗漱完毕躺在床上 顾瑜突然直起了身子 床边的血盈 被顾瑜这么一弄惊醒了过来 狐疑地看了看自己主人 靠 今天的抽奖还没抽呢 点击抽奖界面 是否 是 金光闪过 出货了 获得技能 趋一煮法系统 一如既往的冷淡道 新技能 缺什么来什么 顾瑜兴奋地打开技能面板 趋一煮法 无视所有结界类技能 但不能将其破坏 无视结界 看起来挺厉害的 一旁的血盈看着主人 一会儿精神焕发 一会儿微米不振 以为主人的精神出了问题 血盈立马跳到顾瑜怀里 用头顶着顾瑜身体 毛茸茸的耳朵 蹭得顾瑜心痒 顾瑜轻拂雪盈光滑的绒毛 斜靠在床边 有什么提高肉体强度的办法吗 系统 顾瑜内心询问道 锻炼身体 服用特殊天才地宝改变体质 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没有什么强化的小药丸吗 抽奖系统里随机抽取 看来还有机会 顾瑜下定决心 明天一定要早起 然后再去锻炼身体 现在的身体素质 还是太差了 一夜无画 第二天早 脑中响起 心里博弈了一会儿 想起昨晚的豪言壮志 最后还是 简单的外出的晨跑了一会儿 顺便买了些早餐 浑身肌肉 还是有些酸痛 回家后 顾瑜在喂雪莹吃饭的时候 王文文发来微信消息 中午11点 邀请自己到长龙街的天上人间饭店 请自己吃饭 天上人间 对普通人来说 属于高消费的饭店了 王文文打的什么算盘 这女人居然能自己花钱 请我吃饭 记忆里 这个女人从最开始下套的时候 还算正常人 到后面 已经属于伸手要钱了 顾瑜越来越怀疑 这是他们俩人下的套 不过自己是有前行 偷偷去看看 也无所谓 虽然基本不可能 但是他说的 万一是真的 林文祥那种人 肯定会有所动作 扫了眼现在时间 已经八点了 大概十点多 顾瑜穿了一身剪装 便出门敷宴去了 去看看他们的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十一比十五 顾瑜这才慢悠悠地 来到了长龙街 顾瑜迟到 看看他们能不能露出马脚 到了天上人间 这家饭店附近 顾瑜随便找了个隐蔽的角落 发动了前行 然后慢慢地向着大门走去 先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再决定 要不要露脸 只不过刚转弯 就看见门口一对男女 在争吵什么 仔细一看 女的正是王文文 今天穿了一套纯白的裙子 看起来是 精心化妆打扮了一番 男的居然是 林文祥 他们怎么还吵起来了 第十章 魂奴 文文 你为什么骗我 林文祥撕心裂肺地吼道 你吼什么吼 王文文翻了翻白眼 没好气得到 你骗我说 今天在家看电视 那为什么你在这里 你跟踪我 王文文有些怒了 你居然背着我 偷偷跟别人忧讳 前行中的 故意在不远处 听着争吵的二人 好家伙狗咬狗啊 精彩 只可惜 没有爆米花和小板凳 我爱去哪关你什么事 你是我女朋友 你不可以背着我 林文祥低声说道 你现在已经是半个废人 本病魂宠都没了 我跟着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结束了 林文祥 王文文 没好气地说道 文文 你要相信我 我已经快要获得了新的力量 我可以你想要的 他颤抖地说道 他喜欢这个眼前的女人 追求王文文好多年 最后靠家里大半的资产 买了一刃风虎 才得到王文文的青睐 现在一刃风虎没了 王文文也要离开他 他不甘心 于是 都是故意这个王八蛋 让他失去了本命魂宠 一定要报仇 求求你了 跟我回去吧 他极力地挽留王文文 滚啊 老娘看见你就烦 你看看你的样子 谁会看得上你 王文文有些不耐烦了 工地搬砖的 还有本命魂宠帮忙 你连本命魂宠都没了 还想追我 这个林文祥 真是废物 什么 你真的要抛弃我 林文祥一脸吃惊 满眼的不可置信 你现在是个废人 谁会喜欢你 王文文不忘记补刀 臭婊子 你会后悔的 林文祥怒道 他说完头也不回气氛地走了 故意望着林文祥的背影 感觉有些不对劲 这个家伙向来是沉不住气的 因为被自己挤对几句 就恼羞成怒 这才导致一刃风虎的死亡 今天他被心中的女神抛弃 双重打击 以他的心性 没有癫狂 难道是转性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王文文或许说的是真的 去看看吧 顾鱼 你来了 我们去吃饭吧 王文文笑道 恢复了两人最开始相遇的样子 这女人 真是令人作呕 王文文飞速地走到顾鱼身前 想身体夹住顾鱼的手臂 往饭店里带 顾鱼不动声色地闪躲掉了 看着顾鱼的反应 王文文略显尴尬 只能独自在前面带路 来到了提前订好的位置 饭菜都已经快上齐了 不过顾鱼又不是来吃饭的 什么事 顾鱼冷冷地道 人家想让你做我的男朋友 可以吗 王文文眼泪汪汪地注视着顾鱼 你不是很喜欢我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想都别想 我对你没有丝毫兴趣 这个话题免谈 顾鱼摆了摆手 前几天你不是说为了我 什么都愿意做的 王文文委屈道 想玩美人计 我可看不上你 你不是说林文想要报复我吗 我才来的 顾鱼看了看四周说道 那还不是让你出来 我知道你 算了 我去上个厕所 顾鱼懒得多说 顾鱼想施展尿顿 跟这种女人 已经没什么好说的 当你没有力量那一天 第一个背叛你的 就是王文文这种人 更何况 当初暗中指使林文祥 针对自己的人也是他 赶紧去找找林文祥 这小子斜得狠 顾鱼进入封闭的洗手间 施展了前行 正当顾鱼打算去哪里 找林文祥的时候 一便抖声 检测到昏睡结界 趋一竹法被动生效 什么 顾鱼一脸疑惑 趋一竹法生效 附近产生了什么昏睡结界 我这不是在大街上的饭店里面吗 人类城市的结界之中 其他的魂兽 应该进不来才对 昏睡结界 梦魇妖的招牌结界技能 范围内低于施法者魂力等级 全部陷入沉睡 当前魂力强度魂石一阶 魂兽的结界 魂石一阶段 这难道不应该是魂兽的技能吗 怎么是人的魂力等级提示 顾鱼不敢轻举妄动 连忙回到了洗手间的墙边 头轻轻探出墙外 现在 所有饭店里的人 似乎都睡着了 全部躺在椅子上 地面上 门口处 有两个人影 在这结界内肆意走动 难道是施法者 魂石一阶的存在 有可能看穿我的前行 很危险 哎 令人讨厌的声音传来 是林文祥 今天没白来 趁着林文祥和另一人 谈话的时候 顾鱼悄悄藏到了一张桌子底下 师父 我想先把这个娘们办了 去吧 反正也是一事需要 嘿嘿 林文祥一脸奸笑地 扛起昏睡中的王文文 去了女厕所 她虽被顾鱼废了 本命昏虫 但是她又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只要自己信奉什么妖神大人 就会赐予自己新的力量 只要能给我好处 我林文祥什么都可以做 她扛起王文文的躯体 前往了女厕所 这一天 我等了好久了 闻闻 林文祥自言自语道 顾鱼看到眼前的一幕 这王文文之后 肯定会惨遭毒手 顾鱼也根本没打算救她 这一切都是她救游自取罢了 不上去不两刀 都已经算自己仁慈的了 顾鱼藏在桌底下 偷偷地看着这位神秘人 脑中突然弹出了面板信息 梦眼妖的魂奴 魂力等级 魂是一阶 献祭了本命魂宠 梦眼妖的奴隶 可以妖兽化 当前妖兽化实力 为通灵一阶 这就是魂奴吗 在前身的记忆里 魂奴就是恐怖分子的代名词 没想到 是献祭自己魂宠 做了魂兽的奴隶 顾鱼这才回想起来 来到这一世界第一天的晚上 电视还播放一次魂奴潜入城内的报道 这妖巧 就被顾鱼遇到了 妖兽化实力 大概相当于通灵一阶 超过顾鱼好几阶 有些棘手 妖神大人 为什么需要冒美女子呢 这神秘人在自言自语 说完 他就在挨个翻身 并且检查每一位顾客 什么色配妖神 要找女人 他就在饭店门口徘徊 想要偷偷溜出去 是不大可能了 而且 林文祥这个隐患 也有可能成为魂奴 斩草出根 趁现在林文祥不在 应该是偷袭这神秘人的最好机会 第十一章 斩魂奴 顾鱼藏在桌底下 思考了许久 终于想到了个 解决这个麻烦魂奴的办法 神秘人仔细地搜查了半天 好像终于物色到了一个 姿色不错的女生 差不多该走了 这小的还没完事呢 神秘人自言自语道 展开催眠结界 等于宣布了魂奴的进攻 那些该死的人 可能马上就要追击过来了 故意找准时机 趁着神秘人背对自己的时候 依靠前行的能力 拉近距离 悄悄地召唤出血盈 锁魂链飞速地 向着神秘人背后突去 破影的那一刹那 魂力的波动 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 他当机立断 立马受化 虽然翻身成功地 躲开了故意的锁魂链 但是还被血盈的顺发冰锥 打伤了手臂 先谢四溢 嗯 怎么还有只小老鼠 神秘人 发现了来袭的人 实力低微不堪 四目相对 终于看清他的本来面目 这名男子一头红发 面向凶恶 瞳孔心红 额头上有一个 黑色不可名状的印记 身体已经完全变成了怪物 那只完好的手臂 化为巨大的利爪 大量黑色的青烟 充斥身体 受伤的右臂鲜血淋漓 并没有化作利刃 果然 看来你就是顾瑜吧 白色的血弧 锁链状的魂器 红发男子 发出奇怪的沙哑声 我也很是好奇 你这低微的实力 怎么没有被姐姐催眠 不过 已经不重要了 你马上就会死 顾瑜并没有接话 红发男子的属性 已经完全暴露在顾瑜眼前 梦眼妖的魂奴 等级 通灵一接 魂技 无尽梦眼 对敌方造成大量精神伤害 梦眼 蓄力后释放无色气体 催眠敌人 妖兽利刃 挥舞利刃 穿透敌人 看属性这名魂徒 没什么强大的伤害技能 只要小心 他的催眠技能 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是被我的模样吓到了吗 不过 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红发怪物 向着顾瑜走来 这就是你所谓的力量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真够好笑呢 顾瑜积笑道 再靠近一点 你懂什么 魂宠的力量 又不是自己真实的力量 现在的我 才是真实的我 怪物向着顾瑜袭来 去死吧 你这只卑微的老鼠 它的速度还挺快 利刃挥舞而至 顾瑜冷笑 立马后退两步 催动魂力 锁魂链再度袭向怪物 这一招偷袭都打不中我 你这是瞧不起我吗 怪物怒道 利刃轻而易举地击飞 顾瑜的锁魂链 雪银 魅祸 顾瑜下达了指令 哼 不过是低劣的催眠技能 对强大精神的我 并没有用 红发怪物不屑道 它虽然已经有所防备 不过还是太低估了魅祸的力量 由于等级差距 魅祸只控制了2.5秒左右 这已经足够了 雪银随后的冰锥攻击 轻易穿透了之前手臂的伤口 红发怪物 发出痛苦的嚎叫 没想到这怪物这么没骨气 鬼叫什么 不好 这样下去 林文祥可能就会出来了 不过这也证实了顾瑜的猜想 所谓的兽化 肉体根本没有强化 达到通灵疾魂兽那般强度 要不然 那条受伤的手臂 也应该会兽化 先把它骗出来吧 逐个击破 顾瑜趁机连忙后撤 逃出天上人间 只是没想到 这外界的人 也全部倒在了地上 什么 这个结界覆盖得这么广 红发怪物 彻底被激怒了 被一只小小的雪狐 连续伤了手臂两次 还有那灼烧般的疼痛 一定要拧断这只雪狐的脖梗 以泄心头之恨 他本以为那雪狐的魅惑 只是普通的催眠技能 怎么可能催眠 他这个梦碾妖的魂奴 自己躲开了 那麻烦的链子 没想到却栽在了 这只人畜无害的雪狐身上 红发怪物凶性大发 扑向了雪莹 雪莹早就跟在固瑜身边 已经与怪物拉开一段距离了 这林文祥 应该只是简单地跟着怪物 提过自己锁魂裂能力 和雪莹的能力 不过这自大的红发男子 还是中招了 冰霜吐息 你不知道吧 嘿嘿 你这臭狐狸 给我去死吧 他打算释放无尽梦魇 一团黑雾 从红发男体内喷射出 他以为这种法术系魂虫 必然释放技能需要蓄力 不可能连续施展技能 他刚刚释放了冰锥 现在应该是技能冷却中 可是 等待他的是漫天的蓝色冰晶 雪莹 冰霜吐息 在故意向外拉扯的时候 就已经打算用冰霜吐息 狠狠地因这个红发怪物一把 千算万算 他肯定算不到 雪莹是一只传说级的魂虫 拥有旋即战技 冰霜之气的速度 远远快过于黑色的浓雾 红色怪物的全身都被蓝色冰霜吞噬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 黑烟也立马溃散开来 锁魂链再度出手 轻而易举地拴住了这只怪物的另一只手臂 结束了 不会给他任何反应机会 定身发动 雪莹短暂歇息后 立马凝聚出一发巨大冰锥 对准红发怪物脑袋上轰了过去 怪物刚想要躲闪 但是他发现自己 已经被神秘的力量定住身形 根本无法动弹分毫 眼看巨大的冰锥袭来 这种恐惧感击垮了他 不 不要 红发怪物一脸慌张 我可是妖神大人 巨大的冰锥穿脸而过 这名魂奴立马没了生机 红发男子的身躯轰然倒地 周围结界立刻分崩离析 黑色的粉末从男子身体内向外消散 吞噬发动 突然 吞噬的力量自己发动了 天地间黑色的粉末飞向了固宇 完全地被吸收了 魂力暴涨了不少 原来这魂奴变身后 判定算是魂兽了 孟眼妖的少许的力量 被固宇吸收掉了 这名魂奴带来的魂力 比之前猎杀的魂兽 加起来都要多 好像马上可以突破了 看了眼红发男子的尸体 血红的手指上有空间键 取下空间键后 还有林文祥干脆一起 趁着现在 彻底斩杀 已决后患 最终 故意下定了决心 向着女厕所走去 万事都有第一次 为了自保 干了 王文文缓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自己衣衫不整 林文祥在点烟 吓得他立马惊叫出来 你这个混蛋 你在做什么 王文文哭了出来 你这个臭婊子 鬼叫什么 林文祥一巴掌扇了过来 王文文受不了这个现实 吃痛后 立马昏死了过去 第十二章 林文祥死 林文祥刚刚穿好衣服 精神抖擞地离开了卫生间 不料刚出门 就被顾瑜拿短刀架在脖子上 顾瑜 你怎么在这里 林文祥惊恐道 他才发觉 结界已经消失了 我师父呢 林文祥忐忑地问道 哦 你是说那个红毛怪吗 已经下地狱了 你去陪他吧 顾瑜人畜无害地笑道 听到自己师父已经去了 林文祥如遭雷击 他是见过那个红发男人的实力的 在林文祥的印象里 就是无敌的存在 如果不是结界正在溃散 他也根本不会相信顾瑜说的 放了我吧 求求你了 林文祥哀求道 你不是喜欢文文吗 我把他让给你 别杀我 林文祥指着女侧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我可不喜欢那个女人 我只想让你死 顾瑜附在林文祥耳边道 操纵锁魂链 打开了卫生间的窗户 林文祥有些崩溃 语无伦刺道 求求你 别杀我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以前是我瞎了 狗眼招惹了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我去帮你找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给你当狗也可以 求求你别杀我 你这蝇虫 留在世上 只会把米吃贵 顾瑜冷笑道 魅惑 林文祥双目无神 顾瑜闪身到林文祥身后 将其踹到窗外 这里可是高楼 一切都结束了 这是固瑜第一次动手杀人 如果不是自己有系统 恐怕雪莹早就惨造器毒手 对于这种人 绝不留情 玄幻世界 监控检测不到魂力波动 马赛克 固瑜再次施展前行 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过了许久 大厅里的人 这才慢慢地醒来 这样的话 林文祥算是死在了魂奴的手中 他爹寻仇 也不会寻到我这来 毕竟那个结界 让大部分人可以陷入沉睡 哪怕是从王文文那边传唤自己 完全可以用尿顿解释 根本不在现场 红毛怪 黑锅加一 固瑜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傅宴 还搞出这么多事情 不过彻底解决了林文祥 还是值得的 随后 固瑜彻底删除了王文文的微信 跟这个女人 已经没有任何想说的了 自生自灭去吧 抱起雪莹进了浴室 先帮雪莹好好洗了澡 固瑜自己泡在了浴缸里思考 仇家消失了 舒坦了 利用这一个月 好好提升实力 然后再去北兰学院 见见世面 洗完澡后 固瑜躺在了沙发上 打开电视机 看看有没有什么 长龙街今日状况的 相关新闻 雪莹此时也趴在固瑜腿上 胡谋盯着电视 你也看得懂 固瑜诧一道 雪莹回眸望向固瑜 点了点头 好家伙 狐狸真是聪明啊 固瑜轻轻揉了揉雪莹的耳朵 便躺在沙发上 打起了手游 不久 电视机传来了新闻 今日中午 长龙街天上人间 遭遇魂奴袭击 一高中生遭遇魂奴毒手 现已经确认死亡 魂奴被不知名人士击毙 有位女学生 遭受重大精神打击 正在送往精神病院 请各位公民注意安全 有详细情况 请及时向警察局报告 警察局 那玩意对魂奴有用吗 这王文文 被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路是他自己选的 怨不得别人 打游戏的兴致被打断了 固瑜放下了手机 检查一下那枚空间之界吧 打开魂奴留下的空间界 里面容纳的空间有五粒方米 固瑜把里面的东西 全部拿取了出来 有一件奇怪的东西 映入固瑜眼帘 昏睡结界卷轴 梦魇妖消耗少许魂力制造的技能卷轴 用于赏赐手下 可以展开一个结界 结界内所有地狱施法者魂力的生物 陷入昏睡 结界强度与施展者的魂力强度有关 这个就是那个结界的来源吗 还不错 多了一张底牌 继续翻找 还有件不错的魂装 引雷剑 一种特制的袖剑 消耗少许魂力 能发射出雷鼠性的暗箭 偷袭敌人 固瑜心中大喜 现在自己缺的 就是远距离攻击手段 真是瞌睡了 有人送枕头 本想去阳台试试 这引雷剑的威力 后来仔细想想 万一把阳台炸了 到时候还要赔钱 还是下次去野外试试吧 检查了一下空间界中的一节魂盒 只有三枚冰夕的 固瑜直接喂给雪莹吃了 剩下的魂盒 到时候一起处理卖掉吧 雪莹吃光了兵器魂盒以后 抖了抖毛发 好像吃饱了打个阁一样 现在固瑜需要迅速地 提升雪莹的战斗力 除了战斗 还有什么办法呢 固瑜打开猎人APP 打开里面的论坛 看看有没有些什么 有用的消息呢 关于我的疾风魔猫老喜欢偷懒 我又不舍得打 大家有没有解决方案 玉蓉市北部 最近有危险魂虫出没 各位猎人执行任务 多加小心 风系魂虫培育的最好办法 最近都没有什么好 任务执行 好烦躁 论坛见面五花八门 说啥的都有 更有甚者 说喜欢自家魂虫 要等着娶魂虫老婆的 不过在这个世界 也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件 倒是那条玉蓉市北部 有危险魂虫出没的消息 引起了固瑜的注意 既然有危险 那更要去闯一闯 没有经过写的洗礼 人怎么会成长 固瑜逛论坛逛了许久 发现一个帖子 里面写着 贴主冒险的时候 击杀某些特殊魂兽后 掉落了一丝骨头的东西 骨头 莫非是魂骨 之前系统提过 给人形化的魂虫 赋予技能的东西 故意连忙点开帖子 继续查看 贴主只是发现了 这种类似骨头的东西 但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它只是一个普通猎人 在回城之后 被人花30W魂币收购了 看来那块骨头 大概率是魂骨了 普通的骨头 没人会花30W魂币来购买 既然是魂兽的特殊掉落 那么目的很明确了 刷怪 高强度刷怪 肯定会掉落的 关闭电脑后 故意躺在床上 点开了抽奖 每天睡前抽一发 是否进行 是 我抽奖 系统无奈 只是今天很可惜 没有惊喜 只有白光一闪 唉 今天运气不怎么样 获得鼓励奖 普通魂金十颗 一阶冰系魂合十颗 系统给予的技能 都是强力无比的 故意是这么认为的 屈一竹法 今天救了顾鱼一命 吞噬更是顾鱼 飞速升级的保障 不能什么都指望金手指啊 自己也该更加勤奋努力才对 顾鱼将十枚魂金 慢慢吸收掉 魂力理所当然地突破了 顾鱼兴奋地 看了眼系统面板 魂力 魂图四阶 第十三章 再入北域 只有自己力量不断增强 才能在战斗中不拖后腿 顾鱼不想当一个 什么都靠魂虫保护的人 成熟的魂虫师 应该是魂虫并肩战斗的伙伴 而不是一个累赘 顾鱼连忙将系统奖励的 其余十枚一节兵器魂盒 喂给雪鱼 雪鱼小小的脑袋满是疑惑 主人从哪里弄出这么多魂盒的 你就不能一口气全拿出来 花费了少许时间 雪鱼欢快地消化掉了 魂盒的所有力量 可能是今天吸收过多魂力 她似乎有些困倦 她慢慢地走向顾鱼床边趴下 毛茸茸的尾巴慢慢摇晃 雪鱼也累了 今天的生死之战 其实也挺紧绷精神的 还是早些休息吧 顾鱼也慢慢地躺下 一夜无话 一日清晨 天刚刚亮 顾鱼迷迷糊糊地睁开了双眼 发现雪鱼似乎还在沉睡中 先别吵醒她吧 顾鱼强忍困意 独自穿好运动服 出去锻炼身体晨跑去了 目前的身体素质有些差 不知道现在开始锻炼 还来不来得及 早上的御龙室还是很安静的 顾鱼绕着室内最近的北龙公园 开始锻炼 公园里的都是些老爷爷老奶奶 年轻人还真没几个 顾鱼围绕着公园慢跑的时候 听到周围老人的赞叹 老脸一红 现在像这位小伙子知道 锻炼身体的已经很少了 一位白发老伯对着老伴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么坚持不懈地努力锻炼 另一位大妈说道 顾鱼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懒鬼 锻炼 如果是在上一世 指望顾鱼主动锻炼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只有宅在家打打游戏 才能过生活的样子 不过这一世 既然已经选择走上 魂宠师这条路 那么生死之战是必不可免的 万一以后 遇见厉害的敌人 逃跑都没力气 那岂不是完蛋了 好吧 其实是最主要 目前提升体力的方法渠道 顾鱼不算很清楚 只能靠着自己勤奋锻炼了 要不 谁不愿意当一条狼狗吗 买好早餐回到了家中 雪鱼还在睡梦中 顾鱼静悄悄地 准备好了雪鱼的早饭 雪鱼升级 主要是靠战斗和吞噬魂合 城北才是兵系魂虫居多的地方 这次出行试炼 顾鱼打算短期内不回城了 在外猎杀更多魂兽 提代升雪鱼的等级 还有那20W学费 争取进阶道通灵级 对于雪鱼化形的模样 顾鱼还是有些小激动的呢 应该是位大美妞吧 嘿嘿嘿 信号信号 至于休息的问题 在人类疆土可探查范围内 野外是设立冒险者休息营地的 就是每个休息点间隔有些远 顾鱼再次去龙兴大厦的魂虫店里 购买了许多雪鱼的口粮 至于自己 随随便便对付一下就好了 花费5000魂币 买了十足雪鱼的口粮 之前顾鱼在论坛发帖询问过 这大多数兵系魂虫 进阶道通灵级 需要的必要材料是冰宴草 这冰宴草 应该只能去猎人工会购买最便宜 流落到市场里面 都会被炒作一番 因为只有猎人工会 才有每日大量流通的各种材料 金盒 还有宠物蛋 你好 羽先生 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猎人工会的小姐姐 一如既往的热情 你好美女姐姐 请问这冰宴草 现在还有卖吗 很抱歉先生 刚才已经被一位漂亮小姐 全部买走了 什么 顾鱼震惊了 十分抱歉 目前没有冰宴草的供应了 您如果着急需求 可以过几日再来购买 好吧 麻烦你了 顾鱼非常难过地 离开了猎人工会 目前没有冰宴草 那么雪银的进阶时间 就会被拖延 时间就是金钱 难道要我自己去挖 顾鱼正一脸郁闷地 蹲在门口挠头 到底是先等材料凑齐呢 还是直接去冒险历练呢 这时 一位白衣靓女 抱着一只美丽雪狐 从顾鱼眼前路过 这女人 怎么这么言说 顾鱼脑子里飞速运转 是她 之前那个给狐狸看病的小富婆 根据猎人工会的小姐姐刚才所说 冰宴草 全部被一位漂亮小姐 全买走了 八成就是眼前的这个白衣女子 因为故意记得 她的玄冰湖 当时是樊屏舞街 也可能是需要冰宴草的 看来只能再一次不要脸地冲了 这位美女 请留步 故意装作深沉地说道 白衣女子 回头一脸疑惑 发现了声音的来源 是一位帅气的黑发男子 原来是你啊 女子笑颜如花 犹如一朵冰莲般 好久不见 美女姐姐 其实是这样的 我的魂宠升级需要冰宴草 刚才在猎人工会打听到 所有冰宴草 全部都被一位天仙买走了 故意笑道 我想 这里只有小姐配成为天仙了 平嘴 女子俏脸微红 美帝不可方物 果然美女 都是喜欢被人夸 吹彩虹屁 所以 你是求我卖你一点冰宴草 女子笑盈盈道 小姐 真是聪慧过人 顾瑜低头道 请求小姐忍痛割爱 好吧 看在你以前帮助过夭夭的面子上 因为我也不知道 升级到底需要多少 所以我全买了 顾瑜满脸黑线 这就是富婆吗 再次告别小富婆 顾瑜抱着雪莹 安静地坐在通往城北关卡的电车上 最终她花费6W 买了6克冰宴草 通常升级 只需要2-3克 只不过 雪莹的品级还是比较高的 多倍点没坏处 而且凑个6 图个吉利 这要是万一差两颗没法升级 岂不是很操弹 在列车上 有一群粗犷的大汉在闲聊 团长 你说我们能成功地狩猎 那头蛮熊吗 听闻是通灵三界的呀 一名秃头大汉说道 怕什么 有我的猎火鸟 克制这头兵系蛮熊 我们兄弟五人不是 手到擒来 一名大胡子道 看起来是这个猎人团队的队长 听闻最近城北不太平啊 凶猛的浑兽多了起来 隔壁小队的那个魂士及魂宠师 都失去了一条胳膊逃了回来 听说这北域存在龙 一名大汉信誓旦旦说道 近坠扯淡 龙这种传说中的生物 怎么会在北域 团长笑道 团长 你看我们御龙士 带龙子 传闻以前封印过一条巨龙的 听得顾鱼热血沸腾 龙 这种强大的魂宠 如果能变成自己的宠物 想想就刺激 在顾鱼的歪歪中 电车到站了 车轻熟路的扫码 兵戏魂兽们 颤抖吧 也来猎杀你们了 不好 有点中二 第十四章 兵戏魂谷 出城之后不远 熟悉的冰雪世界映入眼底 崎曲雪山 冰雪连天 一望无际 耀眼的白 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准备好的玉寒皮衣 故意召唤出雪盈 再次踏足了北域之地 锁魂链穿梭 冰锥飞舞 轻而易举地 收割了一只雪原狼 实力低微的雪原狼 已经没有任何战斗经验提升了 纯粹的秒杀 没法带来实力上的进步 顾瑜觉得 再深入一些 猎杀更强大的魂兽 才能获得历练 根据猎人AP提供的地图 顾瑜来到了这块 名为寒基山脉的地方 这里面的魂兽 大多数都是普通级的 凶狠无比 寒基山脚下有一处休息点 正好可以作为休息的据点 是顾瑜目前最好的升级地点 顾瑜进入了前行效果 带着雪莹慢慢地向前探查 深入了数百米 这一路没遇见丝毫偷袭 顾瑜有些迟疑 理应有魂兽前来偷袭雪莹 不应该啊 继续深入山脉之中 在前方山路尽头 有一片雪地之中 居然绽放着一朵奇异的莲花 这朵莲花很奇怪 因为花式长在一颗石头上 这颗石头四周都是树木 这颠覆了顾瑜的认知 花花草草 不应该是长在土里吗 系统的提示音传了过来 冰石莲 冰系魂兽突破等级核心材料 一般生长在极寒之地 常年吸收天地之灵气 一般身旁常有护卫灵兽 突破等级材料 那雪莹可能用得上 这冰石莲我要了 此时 一道身影飞速向着雪莹袭来 雪莹反应很快 对着来者释放了魅惑 只见那道身影 立刻就被魅惑的效果定住 固于趁机赶紧退了回来 定睛一看 好家伙 是一只硕大无比的巨型蜘蛛 这是一只巨大蜘蛛 大概有两米大 全身冰蓝 四只大脚悬浮着 巨大的牙齿 流淌的绿色唾液 滴在那冰石莲上 我靠 好恶心啊 看来这只巨大蜘蛛 就是这冰石莲的护卫灵兽 不过就是霸占灵物的怪物罢了 今天这冰石莲小爷要定了 固于盯着大蜘蛛 它的属性也被分析出来 冰魔珠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二阶段 本来只是普通的冰晶蜘蛛 日积月累吸收冰石莲的力量 获得了新的力量 魂技 天罗地网 向目标发射珠网 成功捕获目标 会造成束缚效果 致命毒素 普通攻击附带毒系攻击 冰丝 发射冰系吐丝攻击 减速目标 累计造成束缚效果 致死束缚 对被束缚的目标造成麻痹效果 固于详细地看了这冰魔珠的攻击手段 很单一 依赖束缚效果 一旦控制不到敌人 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手段 很弱 雪莹 小心这家伙的蜘蛛网 躲开了蜘蛛网 它没什么战斗力 如果不能束缚敌人 这蜘蛛的战斗力 估计不如那冰霜巨浪 固于正思考 如何解决这只冰魔珠的时候 它便主动发起攻击 意图染指冰莲的 它绝对不会放过 一团粘稠状的冰丝 向着固于袭来 很可惜 速度太慢了 而且已经有所防备 它的蜘蛛网攻击 固于轻松地躲开 与此同时 另一张巨大的珠网 同时射向了雪莹 雪莹很灵敏地躲避开了 不是只有你 才会使用束缚 固于反手丢出锁魂链 这冰魔珠移动速度 倒不是很快 匆忙地向树上爬去 魂力成长了的固于 使用起来锁魂链 更加得心应手 锁魂链极限地 拴住冰魔珠的一只脚 雪莹 准备冰霜吐吸 对付这种想要逃跑的魂兽 使用冰霜吐吸的无差别攻击 是最好的 被锁魂链拴住的瞬间 降魂和锁魂已经发动了 冰魔珠感觉自身反应变慢了许多 力量在一点点不断消失 这是什么力量 他狩猎无数生灵 第一次被其他人摸到 本来都是擅长偷袭的他 刚正面实属弟弟 正在冰魔珠打算撤退的时候 定身的效果发动 冰霜吐吸这玄机战技 直接完完整整地打在了 这巨大的蜘蛛身上 死死 这应该是冰魔珠发出痛苦的惨叫 冰霜之力正在冻伤他的皮肤 下来吧你 趁着冰魔珠受伤之余 故意催动魂力将冰魔珠的身体向下拉扯 雪莹 冰锥攻击 一发巨大的冰锥凝聚完毕 朝着冰魔珠袭来 他操纵满是伤痕的身体 想要极力躲开 但是锁魂链不会答应 冰锥直接轻易贯穿冰魔珠的腹部 故意轻松地将其拉了下来 已经受到了致命伤害 冰魔珠已经尸体都凉了 这么就解决了 故意有点不相信 这个通灵二级的冰魔珠 这么轻松地被自己解决了 是情报的胜利 防止冰魔珠炸死偷袭 故意不忘记远距离用锈剑补了两刀 确认这家伙毫无生机后 故意带着雪莹靠近了冰魔珠的尸体 吞噬冰魔珠 冰魔珠巨大的尸体消失了以后 一块神奇的骨头和一枚魂盒 在尸体原来的位置上 难道是 故意心脏狂跳 冰系地级魂骨 可赋予冰系魂兽新的力量 十分罕见 如果不是这冰魔珠太丑陋了 故意都想上去狠狠清两口 仔细查看另一枚魂盒 是一枚二阶冰系魂盒 好东西啊 新的经验要吗 爱了爱了 这大蜘蛛就差给我包个宠物蛋了 冰石莲 我来了 故意轻松地将这石头上的冰石莲收入囊中 当冰石莲被摘下的时候 整颗石头神奇地变成了粉末 消散在空气之中 在雪莲蹊跡的眼神下 这枚二级魂盒未给了雪莲 雪莲吞下了那枚二级魂盒以后 身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光芒散去 雪莲的体型又变大了一分 此时已经身高接近一米五 身长接近两米了 整体看上去见状了不少 冰雪灵狐 品阶 传说集 等级 繁品五阶 当前状态可进阶 进阶需求 一朵冰石莲 五颗冰燕草 十枚一阶断冰系魂盒 五颗冰燕草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买了六颗 顾鱼自我陶醉了一番 还差这十枚一阶段魂盒 就等晚上抽奖吧 如果没出 明天再去找几只冰系魂兽的麻烦 第十五章 偶遇猎人小队 收起了冰石联合魂谷后 雪莲现在已经临界升阶 回营地休息一番 明天再探吧 结果刚回头反程不到二百米 一道雪白色身影 突然向着顾鱼袭来 仔细一看 这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不过此时的顾鱼可是今非昔比 再次送走他吧 魅惑 冰霜巨狼身体仿佛灌了牵一样 停在了原地 顾鱼左手锁魂链飞速抛出 右臂抬手 引雷剑飞速射出 目标正是冰霜巨狼的双眼 另一发冰锥接踵而至 目标是冰霜巨狼的腹部 顾鱼其实是想测试一下 如果魂兽失去视野战斗力 会下降多少 雷剑直接命中冰霜巨狼的双眼 大量血液从冰霜巨狼眼中流出 冰霜巨狼凄惨地嚎叫了起来 那一幕甚是恐怖 此时冰霜巨狼开启了狂信 但是没有目标的 他只是对着空气无能狂怒罢了 看来失去视野的魂兽 无法有效判断敌人的位置 得到了有效的战斗信息 雪银的下一发冰锥 轻松地结束了这只冰霜巨狼的生命 既然来的时候 可是一只魂兽都没遇到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那只冰魔珠死翘翘了以后 附近的魂兽才敢涉足这里 吞噬冰霜巨狼 这位老朋友 贡献了一枚一阶冰系魂盒后 就去领便当了 顾鱼瞥了眼手机 马上晚六点了 今天到这里吧 在返程的路上 顾鱼突然听到了 远处似乎有战斗的声音 其他猎人的战斗吗 正好看看 其他猎人是怎么狩猎魂兽的 顾鱼开启了前行 慢慢地摸了过去 眼前是四人四宠 在激活两只冰霜巨狼 一只巨大的独角蛮牛 正顶着两只冰霜巨狼的攻击 有名光头男子 在其身边举顿防御 身边还有一个 手持长枪的黑发中年人 和一只强壮无比的猿猴 一起合力 跟其中一只冰霜巨狼战斗 另一只冰霜巨狼 似乎已经被独角蛮牛 完全吸引了注意力 不断地攻击独角蛮牛 力爪不断地 在独角蛮牛身上 留下血淋淋的伤痕 看样是在团队刷怪 不过明显四人落在下风 要不是那只独角蛮牛 在前面抗伤害 估计早全队崩盘了 老四 快点用你的魂宠 帮忙用力地输出一下 别在那用你的弓箭刮杀了 这只狼的攻击太猛了 那个持枪的三十多岁的大叔指挥道 老大 我的伙计等级太低了 对这普通级的血缘狼 没什么伤害啊 而且 这冰天雪地的 他的实力被大幅度削弱 一名猥琐的黄毛达道 老三 麻烦用力治疗下 老二和他的蛮脚犀牛 嗯 黑衣女子答应道 这个老三 居然是一个看起来 弱不禁风的女子 他的魂宠是一只蝴蝶 此时正在卖力地使用魂剂 治疗那只伤痕累累的蛮牛 不过此时发生一变 那只狂性大发的冰霜巨狼 突然不再攻击蛮牛 转身向着持枪男子袭来 老大 小心 那女子惊叫道 二打一都落入下风 此时的致命偷袭 足以要了持枪男子的性命 故于还是不忍心 看见有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锁魂链飞速席向脱离仇恨的冰霜巨狼 轻易地命中了巨狼腿部 定身发动 随后 故于发射出引雷剑 精准地命中了冰霜巨狼的双眼 鲜血肆意 这只冰霜巨狼 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持枪男子 立马一枪 命中这只冰霜巨狼的咽喉 很快啊 这只巨狼失去了生机 倒在了地上 随后 正义的八打一 另一只冰霜巨狼 也委屈地去了 要是这巨狼能开启灵智 肯定会痛骂 故于放冷剑偷袭 可惜 他已经没机会修炼到通灵境界了 对不起 老大 我的魂力枯竭了 已经无法使用嘲讽了 光头老二内就到 没关系 你已经撑得很久了 持枪大叔拍了拍光头肩膀 看来已经完美解决了 故于打算转身离开 这位兄弟 先别走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持枪大叔立马上前抱拳谢道 没关系 大家都是同胞 举手之劳 合足挂齿 故于回过身来 陈川如果不是正式故于面孔 根本不会相信 那么强大的控制类魂器 居然来自这个 约十七八岁的少年身上 他陈川没有什么资质 加入魂宠师学院 也早就被逐出门户 魂宠师的学院 一般都很严厉 普通人坚持不了多久 就会被踢除 陈川只得找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类 当起了猎人维持生计 小队成员有进攻型 防守型 辅助型 还有烂大街的远程型 这控制型魂器的拥有者太少见了 他自己根本没有见过 刚才熬战冰霜巨狼 那道锁链的控制 轻松化解了自己的危机 这种力量 真是另类的强大 他自己的魂器 只是普通的近战型魂器 需要身先士卒在战场前线 才能发出威力 如果能邀请这位少年 加入猎人团队 恩人你好 我叫陈川 是我们猎人小队的队长 持枪大叔对着故于伸出了手掌 故于犹豫了很久 最后还是伸出了手 于 我就拖大叫你于小兄弟 你也是一名猎人吗 嗯 我看于小兄弟实力强劲 没有队友 完成任务可能有些缺少帮手 加入我们猎人小队怎么样 陈川真诚地说道 陈兄说笑了 我个人显散惯了 不喜欢加入别人队伍 故于实话实说 好吧 好可惜 不过恩人救我一命 那只有恩人出手相助的冰霜狼 交给你处理吧 以作答谢之恩 老大 凭什么 那黄毛此时说了句非常脑残的话 故于并不想搭理这个脑残的黄毛 因为搭理他会有教科书般的事件发生 故于是个比较害怕麻烦的人 算了吧 好意谢过了 巨狼都是你们出力击杀的 我不愿抢夺别人的胜利果实 故于冷冷地说道 第十六章 新技能 急兵绽放 与小兄弟说笑了 我陈川对自己有几斤几两 还是有分寸的 没你的帮忙 我们今天都要栽在这里 这其实是实话 故于撇了他们的魂虫 基本都是反击 只有陈川的猿猴 是普通级魂虫 整体实力跟冰霜巨狼 还是差距不小的 更何况冰霜巨狼有两只 这是这冰霜巨狼的魂盒 与小兄弟 请务必收下 陈川奉上一枚冰系魂盒 既然如此 顾于收下了 不过这陈川道也是个汉子 顾于对他的好感度 还是不错的 那就谢谢你的好意了 我就先走了 顾于微笑道 天色也不早了 夜间雪原凶险无比 我们小队打算返回山脉下的休息处 与小兄弟赏脸同行吗 转念一想 顾于还真没去过那个地方 好吧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冒险 顾于善笑道 那就有劳陈大哥带路了 顾于这一路 并没有主动跟这个小队说话 他们的搭话 顾于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下 这一路倒是挺无聊的 顾于顺手点了每日抽奖 获得鼓励奖普通魂金石科 一阶冰系魂合石科 系统依旧平淡且冰冷的提示 来了 雪盈的进阶材料凑齐了 顾于一边歪歪雪盈画形后的样子 一边随着队伍来到了山脉脚下的休息处 踏进这里的瞬间 趋于主法的被动效果已经生效了 顾于已经感觉到 这里是有结界的存在 防御结界 宁神等级以下魂兽无法靠近 怪不得可以在这深山野灵 建设一片人类营地 原来是有这般驱逐结界 映入眼帘的这一处小镇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在这山路崎岖的山脉上 小镇孤零零地坐落在这世外之地 顾于呆住了 所谓休息点 本以为是生个篝火 几个卫兵放哨 睡觉只有几个帐篷的地方 半夜可能还有凶兽来袭 没想到这么豪华 在陈川几人的带领下 详细给顾于介绍了这休息营地 不得不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这里仿佛一个城镇的窗口画版本一样 应有尽有 甚至你还能看一场电影来放松身心 当然 没人特地来这荒郊野岭看电影 只不过收费嘛 蛮特殊的 在入口处登记身份信息 一天五千魂币 所有设施都可以免费使用 你好 欢迎入住寒吉山脉休息处 一位工作人员孝盈盈道 入乡随俗 故于缴纳了五千魂币作为休息费用 余先生 这是你的身份认证卡片 这里的设施都用这卡来启动 千万别弄丢了 工作人员好心提醒道 嗯 谢谢 陈大哥 我还有事 有缘再见 故于礼貌地道别 嗯 于小兄弟 我也不强留你了 有缘再见 陈川摆了摆手 黄毛老四望着这故于离去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老四 走了 来了来了 在小镇里闲逛了一会 发现路上的人不多不少 稀稀拉拉的 大多数是猎人和魂虫师 还有千奇百怪的魂虫伙伴 故于找到了住宿处 跟楼下的管理人员打了个招呼 便登记了 直接拿着通用卡 去六楼随便找了个房间休息 跟宾馆一样的豪华 怪不得收费这么昂贵 要回本的呀 五千魂币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人 打工一个月的收入 不过当猎人的 大多数人还是掏得出来的 打开了602的房间 里面空间很大 150平方米左右的大房子 内部设施和美化 比顾鱼的家好上几倍 顾鱼关上门拉好窗帘 准备给雪莹进阶了 这一刻等了好久了 不知道雪莹进阶会变得什么样子呢 会变强多少呢 连忙从浑石空间中 放雪莹出来 雪莹探出头来 发现已经到了休息处 很是开心的满地乱窜 顾鱼连忙将其呼唤了回来 现在的雪莹 可是战斗形态 接近两米大小 别给东西弄坏 雪莹乖巧地抬头望了望主人 明白了她心中所想 便老老实实地 趴在地上不乱动了 从空间界中 把进阶材料全掏出来了 顾鱼颤抖的江冰石莲 冰燕草 还有石莓魂盒 依次喂给雪莹了 心情有些激动 当雪莹吞下全部进阶材料 大约一分钟后 身上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芒 要来了吗 顾鱼忐忑不安地注视白光 大约闪烁了三分钟左右 光芒散尽 顾鱼连忙查看 突破后雪莹的属性 冰灵雪壶 品阶 传说级 等级 通灵一阶 集兵绽放 短暂蓄力后 造成对目标及其周围 造成大范围冰冻伤害 地 达到通灵一阶的雪莹 领悟了新的技能 集兵绽放 居然是地级战节 传说级魂宠这么变态的吗 一个强力无比的群攻技能 不错 故于望向新生的雪莹 雪莹的身体身体又大了一圈 此时大概接近两米高 身长大概两米五 蓝色的瞳孔 配合红色长长的眼影 尖尖且毛茸茸的翠蓝色耳朵 美艳至极 身上的皮毛更加有光泽 额头上的那一撮蓝毛 变成了蓝色的火焰形状 向身后后望去 三只毛茸茸的尾巴 凌空飞舞 已经进化到三尾了吗 第十七章 雪莹化形 由于进化到了三尾体态 冰凯现在可以抵挡三次传说 集魂兽的攻击 核心保命的底牌技能 集兵绽放 强力地锁定目标 并且附带AOE的伤害 浩强 能力完爆顾鱼目前 所见过的任何魂兽 顾鱼兴奋无比 也不知道 雪莹变成人形 会是什么样子 雪莹蓝眸望向顾鱼 已经知道 主人在想什么了 身体化作白光 逐渐变成人形 顾鱼再次睁眼的时候 她的大脑直接死机了 一刹那 顾鱼的世界 只有眼前的女子 少女一席宽松祭祀蓝衣 包裹着美妙躯体 香肩外露 胸前的饱满轻松地称 变形了衣精 令人心驰神往 美人预警记着蓝色小铃铛 绝美的轻视容颜 美艳绝伦 樱桃小嘴微绝 神情似乎很是悲伤 这是为什么 月眉下的蓝色瞳孔 璀璨至极 银白色的长发 垂过腰间 头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胡耳 让人忍不住触摸把玩 又并搅出的银发上 编织着一个美丽的狐狸饰品 美人左手轻拧银丝 她的内心似乎极其不安 向下望去 圆润丰满的美腿上 裹着白色丝袜 双腿斜侧 微微靠拢 绝对领域 脚下蓝色狐狸样式的木鸡 背后三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晃来晃去 故于看着眼前的人 一时呆住 无法言语 总感觉 有些熟悉的感觉 可能是自己歪歪的错觉吧 她美艳得无可方物 似天上仙女一落凡间 主人 你还好吗 为何一盯着奴家半天都不说话 一道悦耳且温柔的声音 没有 雪盈变得太漂亮了 我一时接受不了 这一定是上天赐给我的仙女吧 一定是的 故于摇头笑道 太好了 奴家好想你 你知道吗 银发少许落在故于脸上 嗯 故于有些猛了 晶莹的眼泪滴落在故于的唇边 咸咸的 故于的心慌了 别哭了呀 这可是好事 雪盈 故于连忙扶起了雪盈 再这样下去 容易出问题啊 奴家只是太高兴了 主人请不要担心 雪盈笑颜如花 轻视掉眼泪 眼眶微红 更加惹人怜爱 铃铛微响 雪盈柔软的身体 便依偎在故于身旁 擒手微靠在故于肩膀 柔软的胡耳碰到故于下巴 痒痒的 手痒 想如啊 当初 是主人拯救了奴家 雪盈难难道 奴家当时就决定了 永生永世 追随在你的身边 在我最难的时候 在我身边的 只有雪盈 顾于缓缓说道 能陪伴在你的左右 就是奴家最大的愿望 随后 一滴滴晶莹的眼泪滴落 别哭了 乖 顾于轻轻揽住那纤细的腰肢 细袖淡淡的芳香 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 无话 走吧 出去吃饭 顾于打破了安静的气氛 嗯 胡耳抖动 这个样子 休息处里没多少人 没事的 顾于轻轻牵着雪盈的御手 离开了房间 虽然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行人 但是毫无疑问 所有男人看见雪盈 已经走不动到 更有甚者 直接撞到了路灯上面 还有人抱着自己家的疾风猫 大喊给我便 真是 太懂了 今夜 可能有无数情侣分手 这是谁家的美人啊 狐狸昏宠 这尾巴 卧槽 那个狗男人是谁啊 快看 那狐狸耳朵 我TM顶不住了 在快被目光大卸八块之前 故意拉着雪盈 飞快地溜了 随便地找了个 较为安静的烧烤摊位 顾于先点了 几份生蚝猪肉串 几瓶啤酒 店主直接被雪盈的美丽征服 白送了自己压箱底的美酒 卧槽 美女就是有特权啊 难道我不够帅 这就是现在的人类的世界吗 还真有些不一样呢 雪盈笑业如花 来这个世界这么久 我家还是第一次 如此地开心和放松呢 因为 有主人陪着奴家 嘿嘿 我也是 顾于摸了摸鼻子 连忙把买好的生猪肉串 放在烧烤摊上 专注地烤起了串来 简单撒了点盐 辣椒等佐料 立马香气四溢 不愧是最受欢迎的豪猪肉 肉质鲜嫩可口 顾于直接大块朵一起来 一旁的雪盈好奇地看着顾于 想吃了吗 不过我做的 应该没那肉排好吃哦 顾于递给雪盈一串 雪盈笑道 主人亲自做的食物 当然味道不一样 很快啊 豪猪肉串被两人快速吃光 雪盈小脸油油地 被火光照得发亮 顾于拿了条湿巾 替雪盈擦了擦嘴 嘻嘻 味道真不错呢 再来几串生蚝猪肉 再来点几品肥牛 催促老板上串 来 再尝尝这个 顾于丢给了雪盈一瓶 勇闯天涯 这东西叫啤酒 喝了能热热身子 虽然你也不需要 不过有助于睡眠 道上老板送的美酒 主人 雪盈歪头有些不解 那好吧 我自己来 奴家尝尝 顾于虽然不馋美酒 路川不喝酒 那真是太可惜了 美酒入喉 火辣辣的感觉 顺着食道到了胃 嘴里 只剩下甘甜的酒香 家人相伴 吃着美食 快活似神仙 眺望远处 夜晚的雪原格外的美丽 别有一番风味 白雪挨挨 月光照耀白雪之上 犹如梦境 留下了一枚风系一节浑合 作为美酒的报酬 顾于带着雪盈 回到了家中 突然一阵香气 袭来从身后 抱住顾于的身体 雪盈会永远陪在主人身边 你记得吗 蓝某紧盯顾于喃喃地说道 主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 雪盈抬头问道 我也会永远陪着你 至死方休 趁着月色 顾于轻轻地低头 第十八章 不祥 纯分 雪盈不敢再看顾于的脸庞 整个人钻进顾于怀里 两只胡尔在顾于眼前调皮地摆动 毛茸茸的三条尾巴 在身边舞动 顾于弯腰一提 手中竟是柔软丝滑 直接给雪盈来的公主抱 家人一脸娇羞 虽然心仰难耐 等到这个世界允许的时候 再表达自己的感情吧 顾于总感觉 如果此时轻举妄动 会有不祥发生 轻轻地把它丢在了床上 顾于将之前爆出的魂骨掏了出来 兵系地级魂骨 可赋予兵系魂兽新的力量 十分罕见 系统 这东西怎么使用 顾于内心问道 对着成功化形魂兽的手臂 大腿 和锁骨使用就可以 系统冷冷地答道 似乎不带任何感情 每次附魔魂骨 根据当前魂骨品质 强化当前魂宠的技能 那就试试吧 顾于对雪盈道 雪盈 我马上用这魂骨 给你强化技能 不过 我也是头一回用这东西 发生什么也不太清楚 不过你别害怕 对你没坏处 儒家知道了 雪盈柔声地说道 还是先从手臂开始吧 顾于轻轻地摸上了雪盈的玉壁 扒下了左半边宽松的袖子 另一手捏着冰魂骨 当魂骨碰到雪盈肌肤的那一刹那 魂骨突然发出蓝色的光芒 变成了透明的颜色 慢慢地被雪盈的左臂吸收掉 雪盈轻呼一声 她被疼得开始打滚 毛茸茸的尾巴 不由自主地缠上了顾于的身体 很痛吗 顾于说道 丢给她一个枕头 呀 哎呀呀 雪盈有些吃痛地叫了起来 很快 透明的魂骨 完全融入了雪盈的左臂上 慢慢地 一朵蓝色的莲花图标 在雪盈的左臂上显现 嗯 还是挺好看的 顾于拿出毛巾 替雪盈擦了擦额头的香汗 真是辛苦她了 随后马上检查雪盈的属性 冰雪灵狐 品阶 传说集 等级 通灵一阶 魂骨祭 七寒之刺 飞速发射出七寒之刺 造成冰系贯穿伤害 命中被减速 冰冻的敌人造成三倍伤害 地 手 这七寒之刺 直接取代了原来冰锥 加强了以后 命中减速 冰冻的敌人 会额外造成伤害 需要前置技能 不过 雪盈所有的技能 基本都带冰系控制效果 完全就是白送的伤害 主人 是什么神奇的力量 雪盈也发现自己的力量 发生了质变 魂骨的力量 能额外强化你的技能 不过获取方式完全看脸 谢谢主人的赏赐 奴家会更加努力的 略微的疼痛 似乎已经让雪盈 摆脱醉酒的状态 天色不早了 我去洗澡了 带休息了 故于泡在浴缸里沉思 雪盈虽然已经成功进阶了 自己的魂力还卡在四阶 纹丝不动 这魂力的提升也太难了吧 继续猎杀魂兽 看看吞噬能不能帮助自己迅速突破 突然 浴室的门被打开了 银色倩影推门而入 牧家也要一起 雪盈语出惊人 啊这 不大好吧 故于认真的说道 你忘了吗 雪盈说道 这有什么的 以前不都是主人帮忙 给小白狐洗身体的 雪盈似乎不是很了解 莫非主人是嫌弃奴家吗 没有 只是 故于善孝道 奴家的一切都是主人的 说吧 衣物缓缓脱落 正当雪盈响进来的时候 突然一只强大的魂兽袭来 这是 不想 神河兽 神话集 被巨宝狗召唤而出的神秘魂兽 可以消除某些记忆 造成超次元打击 不会被彻底消灭 随机出现 它直接用一种神秘的力量 把雪盈强行传送出去了 从浴室出来以后 顾鱼变体鳞伤 好不容易才把这一手赶走 这身体也太弱了吧 回家还怎么 主人 你怎么 怎么流血了 雪盈一脸焦急到 它似乎已经忘记刚才的一切了 没关系 缓缓就好了 不用管我先 我去躺一会儿 需要奴家帮忙吗 别别别 你斗不过它的 缓缓就好了 顾鱼连忙摆手 怕再次召唤出不祥之兽 顾鱼大概已经知道 这生和兽 是为什么出现了 雪盈帮顾鱼揉腿 顾鱼仰头在沙发 休息了一会儿 总有一天 会脚踩这只神话极异兽 享受雪盈的揉腿 今天的一切 仿佛梦境一般 顾鱼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睡着了 良久 雪盈望着沉睡的主人 悄悄地起身 拿起被子盖在顾鱼身上 还是别吵醒她了吧 让我再独享你一会儿吧 她就这么一直望着顾鱼 终于再见次到你了 绝美的容颜会心一笑 时间仿佛停止了一般 第十九章 王玉 一日早上 顾鱼缓缓地醒来 嗯 我怎么躺在沙发上 回想起昨日之事 哦 原来是直接在这睡着了 望着身边熟睡的雪盈的翘脸 顾鱼还是不敢置信地 捏了捏自己的脸 嘶 不是梦 美女竟是我的魂宠 而且还不是做梦 嗯 挺爽的 顾鱼轻轻拍了拍雪盈的脸 醒醒了 该起床了 嗯 主人不要嘛 那里不可以 雪盈娇声道 听得顾鱼浑身一酥 这是在做什么不正经的梦 算了 先不管她了 正好今天起得早 先把奖抽了吧 轻车熟路地点了下每日抽奖 顾鱼兴奋地搓搓手 莫飞又是熟悉的安慰奖 结果是 一道彩色光芒闪过 出货了 获得技能 王玉 王玉 你的所有魂宠 都被判定成为本命魂宠 全部都被判断成为本命魂宠是什么意思 故于有些不理解 不是每个人只有一只本命魂宠吗 普通魂宠有极低的可能会产生叛逃 或者反噬主人的情况 本命魂宠与宿主灵魂相连 永不背叛 同时 你也无法通过任何形式解除 干涉任何魂宠契约 系统慢慢地解释 王玉 这个技能可以保证自己后续的魂宠 无法叛逃 或者反噬自身 本来是挺好的 但是这个负面效果 有点严重啊 本来故于还想达到魂室阶段 先召一个抗伤害的肉盾类魂宠 帮雪银抗伤害 自己负责打打控制 以后再寻找更好的替代品 再替换掉 上学所学的知识 只是反复强调本命魂宠很重要 是每个人最重要的魂宠 没想到 后续所有魂宠契约 都可能有极低的几率 产生背叛或者反噬 这个王玉 导致故于以后 无法更换任何魂宠 签订就是永久终身 而且 魂宠不能出现任何战损 万一出现死亡 魂宠契约永久一 实力就是永久性的下降 故于以前只知道 达到魂室 可以再签订一只魂宠 网上就不太清楚了 有些头疼 这样的话 还是只能挑选品质等级 强大的魂宠来培养 保证自身强度的上限 本来还想找些 抗伤害的小弟来着 看来无法当一个泄魂宠师了 这个王玉真是霸王条款啊 算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到达魂室还有点早 先提升魂力吧 这魂金 昨天也忘记吸收了 故于悄悄起身 盘坐到床上 将所有魂金都拿了出来 光芒闪耀 魂金全部都被 故于吸收掉了 嗯 主人早上好啊 雪莹这才揉着眼睛起身 睡醒了 该继续出发 继续冒险了 在到达休息处门口时 故于见到了眼熟的身影 老大 我们怎么还不出发 原来是光头老二的声音 那只雪妖可是普通级的 等级也到达了通灵级 我们战胜它 有点吃力 老四害怕得到 老四 害怕你就早点离开猎人小队 恐惧魂兽早晚有一天 会让你丢了性命 我 故于装作没听到 抱着雪莹连忙打算离开 于小兄弟 请留步 我有一事 想请于小兄弟帮忙 陈川已经发现了 故于身影 这报酬绝对丰厚 绝不会亏待小兄弟 陈大哥早啊 故于连忙打个招呼 主人 我们还是别去了 雪莹内心传音道 可是 我们需要钱 那好吧 奴家会保护你的 白色的小胡 对着故于点点头 故于现在还是需要钱的 学费 房租更强烈的混状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故于达到 于小兄弟有所不知 我们此次前来 是为了完成一个猎人任务 狩猎这山脉里的一只 普通级的雪妖 不过这雪妖轨迹多端 我们缺少控场型猎人 想请于小兄弟 帮忙辅助控制 酬金15W 陈川出了丰厚的条件 只是帮忙控场就15W 白捡的钱 老大 是不是黄毛犹豫地说道 玩不成任务 我们一分都捞不到 还要搭上10W的押金 陈川耐心说道 这个黄毛老四 战斗力一般 他的父亲救过陈川 把儿子托付给自己 让他帮忙 带着历练历练 好吧 生活所迫 为了挣钱 故于还是选择 去走个帮这个忙 跟随陈川小队 再度进入山脉之中 顺着昨天 熬战冰霜巨狼的地方 继续深入 原来昨天是为了铺路青杂 他们还是蛮聪明的嘛 根据地图 穿过身边的密林 雪妖出没之地 已经快到了 于小兄弟 请小心 这片地区 我们没探索过 可能十分凶险 好的 故于紧跟队伍齐后 老大这雪妖藏哪去了 光头老二憨厚地说道 话音刚落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闪烁至众人面前 一只大约一米八左右的身影蓝 在众人面前 这是一只人形的怪物 全身被一条宽大的斗篷遮住 看不见真实面容 周围吐出凛冽的寒气 四肢仿佛狼人一般 指甲很长 看起来像近战型 大家稍微后撤 这就是任务目标 陈川立马冷静地指挥道 故于此时 仔细打量了下这只怪物 雪妖 品尖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三阶段 血缘非常稀有的妖怪 身法诡异无比 有些棘手 魂技 利刃爪击 普通攻击附带流血 减速 痛苦嚎叫 短暂蓄力后 对周围敌人造成短暂的恐惧效果 鬼魅突袭 身体虚化 突袭到敌人身后 这是一个近战突进型的魂兽 没什么强大的远程攻击能力 可是 这个鬼魅突袭 可能会有点棘手 故于再犹豫 虽说只是控场 不太需要帮忙输出 但是这只雪妖的技能 陈川大哥 你们先撤退吧 我觉得这雪妖不太好战上 故于提醒道 谢过小兄弟的好意了 不过 我们也需要钱 必须要战斗 陈川一脸为难地说道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出来当猎人 脑袋都是 别在裤腰带上 第二十章 苦战雪妖 老二 快拉住这只雪妖 这个等级的攻击力 我们扛不住 陈川连忙道 只见光头老二 召唤了自己的魂器 那枚大盾牌 故于仔细地看了看 这枚盾牌是本命魂器 初始能力 就是赋予友军一个仇恨 增加效果的buff 故于倒是很缺 这么一个抗奏的前排 可惜王语导致了 故于不能随便地 找一只过渡性魂虫 那独角蛮牛 被赋予了仇恨值buff之后 向着雪妖冲锋而去 但是那鬼魅的雪妖 并没有吃这一招 鬼魅突袭 直接虚化 绕过独角蛮牛 直奔那手持弓箭的黄毛而去 先杀ADC 故于发现事情不对劲 立马飞速后退竖步 什么 竟然无视老二的嘲讽效果 陈川一脸不解 快撤 我们无法战胜这只雪妖 他的判断倒是对的 因为队伍里的其他人 实力过于低微 如果没有承伤机器 后排被秒杀 这完全没得打 因为他们并没有故于这种 看穿敌人技能的能力 看来通灵级的魂兽灵智 提高了不少 知道优先解决远程攻击性的敌人 这个有远程弓箭 伤害的 才是棘手存在 老二飞速赶来 想替黄毛化解这次突袭 可惜他的速度太慢了 通灵一阶的魂兽突袭 他们这般实力 怎么可能赶得上 雪妖的利爪 马上要撕碎黄毛的头颅之时 故于从后面用锁魂链 狠狠地抽了他一下 黄毛的身体一裂减 蠢货 想什么呢 还不快躲开 可是 爪子还是无情地 落在黄毛肩膀 咔嚓一声 黄毛的手臂被无情切断 鲜血飙射 黄毛痛苦地喊道 短短几刻 他就成了独臂大侠 虽然故于跟这个黄毛不太对付 但是他最后还是有一丝丝心软 不暴露血淫的力量 只能自己来了 雪妖一击得手 立马想要释放痛苦嚎叫 恐惧周围人 想要进行一波后续输出 老二冲了过来 使用本命魂器 打断了血妖的这个技能 短暂地拉住了仇恨 同时 所魂练轻易地练住血妖的右臂 减速的效果已经发动 可是其余几人输出 没有太好的效果 只是对血妖造成了少许轻伤 这次 血妖故技重施 还想在攻击边上的顾鱼 看来是不行了 事情超乎了顾鱼的预料 这样下去 或许自己也会惨遭毒手 不能放任他 继续下去了 雪莹 魅惑 顾鱼心道 陈大哥 快走吧 在顾鱼肩膀上 一直滑水的雪莹 得到了主人的指示 跳下来 变成了战斗体型 刚想释放技能的血妖 立马变成了雕像 陈川看在眼里 已经没时间犹豫了 这血妖能力诡异无比 不是自己小队能战胜的 黄毛老四 已经失去一臂 如果不及时医治 还会有性命之忧 他有些后悔 没听顾鱼的话 撤退吧 人命关天 陈川下达了决定 凭借他们三人 无法战胜 这只不吃仇恨的血妖 况且 还有伤员需要治疗 你们快走吧 我掩护你们 既然已经答应帮忙 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顾鱼淡淡说道 一起走啊 我怎么能留下你 自己在这里垫后 陈川说道 没关系 我的魂宠是通灵级的 那与小兄弟 请多保重 对不起 这次连累你了 陈川深知自己小队 实力低微 留下只是累赘 何况顾鱼 还有通灵级宠物 独自 还是应该可以脱离险境的 便连忙扶起痛哭的黄毛 其实 面对这只血妖 顾鱼还是有些心虚的 她也不能确定 虚化状态了血妖 她的锁魂链 会是否生效 魅惑的效果马上结束 血妖发现 自己身上的异常 来源都是这奇怪的 黑色锁链 她锁定了顾鱼 作为最高危险 望着陈川小队 已经完全撤离了 这样一来 顾鱼也不用再顾及什么了 血妖再次发动鬼魅突袭 锁魂链直接拖链掉在了上 果然 这种虚化能力 类似LOL的 无法被选定 并且自身无敌 免疫负面效果 虚化身体 导致锁魂链直接拖链了 鬼魅 而至顾鱼眼前 没办法了 血淫 冰凯 顾鱼只得利用血淫的战斗形态 保护住了自己 替自己承担伤害 然后再用无敌的冰凯 替血淫承担这一击 魔法叠加 顾鱼并不想让血淫 用身体替自己抗下伤害 只能选择交掉冰凯这个技能 这是下下策 顾鱼真是不想使用自己最后的底牌 万一还有人偷袭呢 但是面对这个针对自己能力的克星 无路可选 必须快点结束战斗 因为上一次释放冰凯 顾鱼就感觉到 这个保命技能冷却时间长达一分钟 一分钟内绝胜负 血淫根本没想到突然出现的狐狸 居然能扛下了自己的突袭 血淫抬起利爪 连忙将血淫击开 不能给这丝反应时间 血淫直接使用急兵绽放 顾鱼趁着血淫被激将直的时间 再次使用锁魂链命中血淫 反应速度大将的血淫 想立刻释放痛苦嚎叫 发动定身再次打断他的痛苦嚎叫 结果还是急兵绽放更胜一筹 强大的冰霜之力 覆盖在血淫的身体之上 血淫的身体开始突然被冻结 不断地凝聚成了数个不规则的冰锥 趁着被冰封的时间 七寒之刺直接打在那巨大冰锥上 顿时血淫丑陋的身体 直接四分五裂 我裂开了 血淫最后的意识 顾鱼玄折的心终于放下了 你再强 也不能硬抗急兵绽放吧 这一战 还是给顾鱼上了一课 以后遇见这种类似能力的敌人要注意 如果锁魂链 无法限制住敌人 自己无法帮忙补控 血淫的魅惑 一定要留住 如果控制技能全部冷却 从而导致陷入危机 就很难打 还有遇见这种会突进的敌人 一定要优先解决掉 不知道能不能吞噬掉 这个鬼魅突袭技能 此时 森林远处飘出了大量的黑暗气体 不好 这是 大量气体覆盖在血腰残破的躯体上 竟然是要气重组起来 黑气仿佛现一般 将断裂的血腰躯体串联起来 一颗黑色珠子连接在躯体中心 卧槽 诈尸了这是 故于连忙拉开身位 血淫连忙护在主人旁边 怨念之灵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二阶段 血腰刚刚死去的怨灵 结合暗之魂力的产物 黑暗爪击 普通攻击几率造成混乱效果 七彩哀嚎 对周围敌人造成黑暗属性 无差别攻击 黑暗冲击 凝聚黑暗之力 顺发冲击弹 黄 故于盯着 心生的怨念之灵 这次在别的魂兽身上 看到附带黄字样的技能 那就是 伤害堪比黄级战绩的意思吧 不过顾鱼轻松一笑 虽然实力或者战斗技能得到提升 但是 没有鬼魅突袭 这血腰 就算是诈尸升级了 凭什么跟我打 第21章 变强的理由 望着仿佛刚刚突破的怨念之灵 顾鱼非常不讲武德的直接偷袭 谁会等你满状态跟你打啊 刚复活的怨念之灵 还没来及再次呼吸这个世界的空气 直接被顾鱼的锁魂链牢牢定住了 雪莹 冰霜吐息 蓝色的冰晶 迅速覆盖了雪腰那扭曲且残破的身体 残破的躯体上 完全被冰霜之气覆盖 节节节 怨念之灵 发出了类似痛苦的嚎叫 什么魂变电竹 随后七寒之刺 直接贯穿了怨念之灵的躯干 顾鱼还没来及使用引雷剑 新生的怨念之灵 已经被雪影秒杀了 七寒之刺的威力 实在太强 就这 望着地下四分五裂的雪腰躯体 那颗暗之力核心 也被七寒之刺激碎裂一半 顾鱼连忙前往 吞噬怨念之灵 黑色的魂力 不断地被顾鱼的吸收 体内魂力 飞速提升 不对劲 怎么提升得这么快 好像要来了 顾鱼感觉自己 已经突破了 连忙查看了自己的系统 宿主 顾鱼 体力 二级 魂力 魂土五阶 那枚暗之力核心的一半 已经完全被顾鱼吸收掉了 通过最近的战斗 体力升了一级 还不错 不过这个怨念之灵 没有爆出任何道具 似乎是因为血妖的魂合 完全被暗之力吞噬掉了 顾鱼有些懊恼 该死的暗之力 不过冷静一想 这荒郊野岭的大雪原 哪里来的暗之力 难道不应该是冰之力才对吗 算了 想那么多也没用 先去回头看看 陈川那队人怎么样了吧 顾鱼飞速地往回赶 结果还是迟了 当顾鱼再次遇见小队的时候发现 黄毛早就躺在地下死去多时了 身体被撕咬得残破不堪 三只冰霜狼应该是闻到血的气味 追踪而至 其中两只正在啃噬 那只独角蛮牛的身体 他的主人早已断了生机 陈川的金刚员 还在苦苦挣扎地 跟一只冰霜巨狼搏斗 只为保护他的主人 陈川伤痕累累 一只手臂已经不知所踪 至于老三妹子的尸体 被啃得面目全非 顾鱼实在没忍心去看 顾鱼虽然不是什么圣母 但是眼前的一切还是有些凄惨 顾鱼怒道 冰霜狼们 齐齐回头看向了顾鱼 便马上奔袭而至 雪盈 急冰绽放 顾鱼怒吼道 刹那 一朵冰联在三郎之间 绽放了开来 顾鱼连忙赶到陈川身边道 陈大哥 你还好吗 嗨嗨 陈川刚想说什么 可出了大量鲜血 要是 因为 顾鱼太在意雪盈 才没立刻出手相救 但是 没想到老四断臂 会间接导致陈川一行 死于非命 小兄弟 别放在心上了 要不是你 我们早就 被那血腰团灭了 你那魂宠的力量 是我平生所见最强的 你的想法我也知道 老四对你有些冒犯 你还能来帮助我们 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我只是因为 不想抛弃恩人的孩子 才导致这个局面 是我的错误 判断导致的 是我就由自取 陈川的眼神 开始逐渐涣散 这件事 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把你连累进来 是我的不对 是我们实力低微 还要来这里冒险 看到你平安逃出来 我就放心了 是我连累了你们 对不起 老二 老三 老四 还有小金 我陈川对不起你们 他的生机 已经完全流逝 那金刚员 因为契约的力量 守在主人身边 随后无力地 闭上了双眼 顾瑜无力地 握紧双拳 如果不是为了 掩盖雪莹的实力 顾瑜完全有能力开局 趁着魅惑 秒杀这个血腰 他们也不会被 嗜血而来的三郎包围 此时 雪莹幻化为人形 静静地陪伴在顾瑜身边 雪莹 我是不是有些太过自私了 顾瑜迟疑道 如果是其他人 可能顾瑜直接出手相救了 因为那个黄毛 自己犹豫了片刻 主人 你不要太过介意了 一奴家之见 发生这样的事 全是那黄毛老四惹的祸 他自己不结善缘 主人才没有选择 第一时刻出手相救 最后 他又连累团队一起陪葬 雪莹望着老四的尸体 冷冷说道 除了主人 我讨厌人类 自私 背叛 雪莹似乎有些想起不开心的事情 这些我都知道 但是整个小队因为他而死 我觉得总有些原因在我身上 顾瑜摇头 主人不必多虑 哪怕主人与世界为敌 雪莹一样无条件站在主人身边 雪莹轻轻地握住了顾瑜的手掌 温润如玉 奴家不在意其他任何人 眼里只有您一人 主人就是雪莹的全部 顾瑜侧头 望着身边绝世家人 寒风凛冽 银发飞舞 锁链沉寂 血液四箭 顾瑜错了吗 他没错 隐藏实力 明哲宝身 在这个世界没有力量 拥有血淫 这样强大而又美丽的魂虫 只会引来嫉妒与仇恨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沉川错了吗 想保护别人也不是错 错在保护了错误的对象 错在没有实力也要强撑 没有汽车宝帅 导致全军覆没 力量 一切都是力量 如果顾瑜没有强大的力量 都欲不见沉川 可能早就被林文祥谋害 本命魂虫 成为废人 或许现在躺在地下的是 自己和血淫的尸体 他此时此刻 下定决心 不再与其他人组对了 他不想再看见这种惨剧 为了自己 为了血淫 也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 和自己重要的人 他不想看见 血淫有这么一天 会这么离自己而去 他不想重蹈沉川的覆辙 因为自己错误的决定 导致老二老三一同陪葬 本来抱着异式游玩的黑发少年 今天似乎被重重地上了一课 血淫 把陈大哥和老二老三的尸体 冰封上吧 至于老四 罪魁祸首 就算了吧 顾瑜跟他们也不是很熟 只能在这漫天白雪的世界 尽力地保全他们的尸体 自己能为他们做的 也就这么多了 第二十二章 心被动 成命 处理好后事 吞噬冰霜巨狼 顾瑜感受到魂力的增长 不过这速度还不够 太少了 这三只冰霜巨狼的尸体 消失不见 自己的魂力值 长了一点点 顾瑜收下了地面上 仅剩的两枚一阶冰系魂盒 走吧 雪淫 顾瑜没有再回头 既然下定决心 从现在开始 就要做出改变 雪淫变成战斗形态 身体微微下 蹲在了顾瑜身前 哦 差点忘记了 雪淫达到了通灵 即可以骑成了 主人 请上来吧 顾瑜一个翻身 到了雪淫的宽阔的后背上 很稳 就这样 顾瑜与雪淫 再次踏上了 猎杀魂兽的征程 九天就这么过去了 顾瑜这九天来 过着机械一般的日常 每天就是杀怪 吞噬 休息 经过雪妖一试 顾瑜并没有在 贸然深入山脉之中了 能力 一环克制一环 盲目进山的惨痛教训 顾瑜已经领教过了 只是在周围 反复猎杀难度较低的 冰系魂兽 实力虽然只是缓缓地提升 不过积少成多吗 每日抽奖倒是变成顾瑜 提升力量的保底资源 九十颗普通魂精 顾瑜已经让成功 到达了魂式一间 锁魂链 也成功地受到了强化 成功获取了一个 新的属性 成命 成命 你的魂宠 对被链接敌人造成的伤害 额外提升百分之三十 简单粗暴的辅助技能 第十天早 顾瑜在梦中惊醒过来 在梦里 他历经生死 身边人尽数背叛 只有雪莹陪他同生 共死到最后一刻 望着身边雪莹 正在熟睡的翘脸 恍若隔世 他还是那么挨赖床啊 那就由他去吧 首先 照常点击系统抽奖 奇幻的光芒闪过 不会又是保底吧 顾瑜无语道 恭喜获得出击体力药剂 依旧是冷冰冰的声音 出击体力药剂 血瓶 顾瑜连忙看向手里的小瓶子 出击体力药剂 永久性提升使用者的体力 好东西 顾瑜义无反顾地直接干了 瞥了一眼自己的体力值 已经从二变成了三 不错呀 效果显著 可惜只有一瓶 要是天天来这个就好了 顾瑜正在歪歪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主人早啊 雪莹揉着眼睛 困倦地跟顾瑜早安 丝至睡衣的吊带 俏皮一歪 大片春光泄露而出 银色的长发 杂乱地落在雪白的山峰之上 大佬早给我看这个 这谁顶得住啊 顾瑜故作镇定 连忙转身起床 雪莹 快点起床了 今天要赶回御龙了 嗯 也不是顾瑜不想刷怪升级了 最近外出这么久 每天五千魂币 余额已经快归零了 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 该回去便卖这些魂盒了 顾瑜望着装满 兵戏魂盒的空间之剑 足足有将近百枚 一接兵戏魂盒 那些低级魂兽 根本不是雪莹的对手 最后几天 顾瑜已经懒得施展前行 直接配合雪莹主动出击 直接拉上二到三只魂兽 一起群死 急兵绽放的范围伤害和控制 过于强大 不过令顾瑜郁闷的是 除了第一只疾风螳螂大豹 吞噬了这么多魂兽 竟然没有成功获得一个技能 洗漱完毕 退掉通用卡 顾瑜带着雪莹 离开了这个寒极山脉休息处 烟月望着顾瑜离开的身影 眼神发出的光芒 自从那晚 她见到那个貌如天仙的 银发胡尔美少女 她眼里 已经容不下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了 这烟月曾经也是 一名北兰学院的魂宠师 因为其曾侵犯少女 导致被判刑十年 开除学院 出狱以后 由于污点的存在 只能当猎人狩猎魂兽 维持生计 不过她的实力还是蛮强的 本命魂宠 是一只通灵级的火焰星星 烟月也经常后悔 自己怎么签约了这么只星星呢 看到了雪莹那一天后 她朝思暮想得到这个女人 进行了几天的蹲点 她发现 顾瑜只是孤身一人 进出这极寒山脉 这直接引发出她的肮脏欲望 不过是一只通灵级的魂宠罢了 他们这个犯罪小团体 可是有三个人 望着顾瑜离去的身影 烟月不由自主地吟笑起来 老大 我们该走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用这个小美人了 她的两个小弟 已经荧光外露 小声点 别让人听到 烟月只是手下 便远远地跟着顾瑜而去 她的小弟 有只本命魂宠 是一只钻山硕鼠 擅长尾形 遁地 这么多天的蹲点 都是这只老鼠的功劳 出发吧 烟月也已经饥渴难耐了 一个区区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 面对生死威胁 肯定什么条件都能答应 嘿嘿 顾瑜离开营地不久 雪盈赶到了身后时候有人 顾瑜便使用了久违的前行 到了一个离雪盈 稍微远的距离埋伏 留下化作人形的雪盈 独自慢慢地在雪地行走 看来不能让雪盈在人群化形啊 会招惹事端 果然自古以来红颜祸水 总是有人管不住下体 也是怪自己 今天忘记让雪盈变成狐狸形态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很快 有三人三宠 立刻跟了上来 顾瑜大老远就发现 战斗力最高的一只红色星星 这个稍微有些棘手啊 火焰星星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一阶 能掌控火焰之力的星星 魂技 岩拳 普通攻击额外追加火焰伤害 灼热炎弹 蓄力后发射一枚炎弹造成火焰伤害 火焰咆哮 造成范围性的火焰伤害 并且附带灼烧效果 锤胸顿足 提升友军攻击力 通灵一阶的火焰星星吗 一只繁吉钻山硕鼠 和一只繁吉疾风尸 并不能造成什么威胁 这应该是唯一对自己 稍微有些威胁的魂虫 那就先解决小的 然后再安心地陪这个火焰星星玩玩 第23章 我在等 CD 你在等什么 顾瑜此时已经想好了狩猎计划 猎物和猎人身份对调 烟月只发现 银发美少女一个人 她并没有当回事 小美人 你自己在这荒郊野岭的干嘛呢 你的主人呢 烟月一脸吟笑地靠近雪莹 我靠 你这反派也太没品了吧 感觉上电视剧 活不过三分钟 典型的宋经验行小怪 顾瑜吐槽道 看见雪莹不说话 三人继续向其靠近 这个距离已经够了 顾瑜立刻对着雪莹下达了指令 魅惑火焰星星 顿时那火红星星身体一呆 七寒之刺紧随其后 目标是火焰星星的头颅 烟月还是稍微有点实力的 最先反应了过来 赶紧召唤了自己的本命魂器 火焰刀 连忙催动魂力 抵御想着一发七寒之刺 没想到这七寒之刺威力巨大 自己勉强挡了下来 但是虎口已经是冰霜一片 与此同时 索魂链破影而出 直接偷袭命中老鼠小弟的脖梗 定身效果发动 随后立刻突进至其背后 久违的迎刃再次登场 并且轻易地穿猴而过 随后魂力爆发 用力一甩 老鼠小弟的身体 直接被索魂链抛了起来 撞在大树上 人类的身体还是过于脆弱了 血花四溅 烟红的血液缓缓流出 老鼠小弟连一声惨叫都没发出来 当场直接去世 迅速解决了其中一个 故于立刻瞄准烟月的身体 隐雷剑从袖口射出 刚从魅惑中 回神的火焰星星 发现事情不对 连忙替主人挨了这一剑 隐雷剑的威力 在火焰星星的胸口上爆发 不过通灵级魂兽的防御 确实挺强 这次袭击没有造成有效的打击 故于随后立刻后退 赶向血淫的方向 蠢货 愣着干什么 还不帮忙啊 烟月对着狮子小弟怒道 狮子小弟已经惊呆了 刚才还在这欣赏 这位银发美少女的美貌 脑海中还在歪歪 短短片刻 同伴就已经惨遭毒手 连忙只是疾风师上去送人头 哦不 去战斗 不过真的是太弱了 冰霜巨狼都不够打的 更何况 这反击的小狮子 血淫化作战斗形态的奋力一击 那疾风师直接被击飞 惨叫都没哼出来 生死未卜 这名小弟 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 就这点实力 也敢打我的主意 顾瑜盯着烟月冷笑道 那种眼神 是看死人的眼神 烟月根本没想到 顾瑜还有隐身这种神出鬼没的技能 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 连个照面都没打 自己的火焰星星已经被轻伤 两个小弟一死一伤 内心强烈的不安 已经使他的腿开始打颤了 那一刻 他怂了 对不起 这位小兄弟 我们只是路过没有恶意烟月说着 他自己都不信的谎言 他还想活下去 享受更多的女人 钱财 他不想这么白白死去 哦 是吗 顾瑜笑得像的孩子 那你走吧 顾瑜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烟月手持火焰刀 呆呆站在原地 此时 烟月的内心变得无比矛盾起来 是走还是战斗 但是 我真的不想再跟这个杀神打了 他是真想夺路而逃 万一他背后 偷袭我怎么办 当色欲消除 只剩下那胆怯又丑陋的灵魂 双目对视许久 进退两难的处境 使得烟月的内心最后还是崩溃了 火焰星星朝着顾瑜发射了一发炎弹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无能狂怒地开始攻击顾瑜 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顾瑜还是一脸和气地笑道 七寒之刺 轻松地消除了炎弹的攻击 然后继续飞行 钉在了后面的山石上 火焰星星见状 立刻准备施展火焰咆哮 燕月不知道 自己是该战斗 还是该逃跑 本来以为三打一轻松 制服眼前的少年 被色欲支配了他的大脑 蠢得像头猪 聪明人都知道 一个少年带着一只通灵级的魂虫 在这极寒山脉历练了接近十天 毫发无损 这是什么概念 很可惜 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聪明人 人就是分三六九的 已经失去了理智 随后手持火焰刀 向着固鱼袭来 蠢货 我在等 CD 你在等什么 雪莹 魅惑 魅惑再次发动 火焰星星的施法 被魅惑打断 雪莹随后立刻 向着固鱼的方向奔去 七寒之刺 再度向着火焰星星袭来 不过她的主人已经傻掉了 已经不知道 如何思路清晰的战斗 已经不能像上次那般保护她了 七寒之刺 轻松地穿透了火焰星星的身体 恐怖的冰锥攻击 卖出了一大片血液 火焰星星直接重伤倒地 烟月手持火焰刀 对着当头劈下 不过很可惜 雪莹快速地赶到固鱼身边 施展了冰凯 承担了这次伤害 什么 烟月吃惊道 她附带魂力的权力一击 居然连对面的防御都没破 等待很久的固鱼 再次催动锁魂链 轻松地练住烟月持刀的手 定身发动 去死吧 雪莹对着烟月的头 伸出了力爪 这可是附带 成命效果的强化肘肌 此时 那火焰星星 拖着重伤的身体飞扑而至 再次替她愚蠢的主人 承受了致命伤害 烟月腿脚一软 喷出鲜血 倒在了地上 本命魂虫死亡 精神受到反噬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我已经成了废人 是我该死 烟月爬起身 立马磕起了头 她已经完全失去战意了 哦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放过那些 被你残害过的人呢 故于面色一冷 看你自信满满的样子 想必是 已经多次干过这种勾当 你放过其他人了吗 烟月回想起 那些被害人临死前的咒骂 她还想开口辩解什么 下辈子不要再做人了 不要 求求 七寒之刺再次显现 直接洞穿了这个肮脏的头颅 故于也没客气 直接扒了尸体上的空间间 尸体就在这位豺狼吧 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 回头一看 原来是那名装死的小弟 正想逃跑 好汉饶面 您把我当一个屁放了吧 他已经被吓得肝胆剧烈 锁魂炼飞舞 血剑当场 正是因为有这些追随者 邪恶势力才会蔓延壮大 故于虽然不是什么正义的伙伴 也没打算要除尽世间之恶 但凡事是意图谋害我的人 无论你是善士 都得死 第24章 递接魂侠的消息 故于熟练地吞噬了三只魂兽的尸体 魂力只是增长了少许 又搜刮了三个人的空间戒 很可惜 魂币这种真金白银 全部都在银行里 自己又没有密码 可恶 便宜这帮银行了 这名老大模样的空间戒里 倒是有些不少财物 20多枚火属性一接魂盒 和10多枚普通魂金 还有一件魂装 有魂金还是蛮不错的 而且这星空间戒也不错 大概20立方米 这倒是为故于省了笔钱 故于仔细打量这件绿色短刀魂装 脆毒短刀 普通攻击附带额外毒属性伤害 攻击力跟锋利银刃差不多 懒得复制了 新的魂装 比自己的银刃 多了毒属性附加 锋利银刃也该下等休息了 尝试挥舞一下这脆毒短刀 嗯 还不错 这短刀比银刃长了大概三公分 用起来还可以 挺顺手 雪莹 我们走吧 故于翻身骑在雪莹身上 一人一胡 立刻离开这里 雪莹的脚力很快 不到三小时 便已经赶到了 御龙市北门检查口附近 顾于跳了下来道 雪莹 辛苦你了 雪莹化成人形 银发飘荡 笑嘻嘻道 能够帮助主人 是奴家的荣幸 说完便笑盈盈地 抱住顾于的胳膊 不撒手了 怎么现在雪莹 越来越爱撒娇了 胳膊被两只大团子 夹得舒服至极 过了城门安检 顾于迅速地来到了 城北猎人工会 打算去售卖魂金 兜里已经快比脸干净了 收购处 当顾于以戒指为单位 向外道魂盒的时候 收购魂盒的老头 眼睛都看直了 卧槽 现在的年轻人 这么猛的吗 很少有人攒这么多魂盒 一起售卖 整个空间界里 全是魂盒 太魔幻了吧 那要击杀多少魂兽 一阶冰系78枚 火系23枚 土系4枚 一共105枚 统一收购价5000魂币一枚 一共52W5000魂币 老头巴拉计算器说道 这些魂盒 其实能卖得更多 魂盒的价格 会根据实际需求 会涨幅不小 顾于还是比较着急用钱的 没时间赚这些银头小利 已经大半个月没回家了 房租大妈可能要催了 好的 那我全卖了 微信到账52W5000 这机械般的女生 竟是该死的动听 钱到手了 带回家咯 顾于刚要拔腿 就要离开这里 一位面相略微猥琐的中年人 连忙挡在顾于身前 他的身体 居然都没有1米77的顾于高 贼一枚鼠眼的面相 眼睛发出不同寻常的金光 一看就是老油条了 这位小兄弟 请留步 猥琐中年人说道 顾于略微迟疑 然后转头问道 干嘛 没见过这么帅的猎人 确实 小兄弟确实是我 见过最帅的猎人 这家伙连忙吹彩虹屁 说吧 啥事 顾于脸色缓和了下来 原来被人吹是这么爽的感觉 爱了爱了 我见小兄弟 实乃人中龙凤 实力也是 停停停 别吹了 说正事 顾于连忙叫停 好吧 我实话实说 我看小兄弟 能拿得出这么多魂盒 必然实力超群 我这有渠道 能够让你参加 御龙市人气很高的 地下斗兽场 我帮你搞定报名 你负责尽力打排名 获胜者有丰厚的奖励 魂闭奖金 咱们82分账 你八我二 其余奖品全归你如何 中年人低头道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稳赚不亏 我用姓名担保 第一名奖品 是一个地阶魂侠 小兄弟你不心动吗 你说的可是真的 顾于道 地阶魂侠 还真有点动心呢 能让宠物额外 学会其他技能 如果有假 你可以打死我 我用我后接 狼人章的威名做保证 中年人拍胸脯 保证道 没听过 而且 你为什么找上我 这个吗 很简单 因为他 狼人章邪 冷了一眼肩膀上的雪莹 雪莹疑惑地 看向了中年人 满眼不见 你这本命魂宠保底 是珍稀级以上的 三条尾巴的狐狸 拿个前十奖励 不在话下 你怎么这么确定 顾于心中一惊 难道被人发现了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狼人张黑黑道 可是这种比赛 凶险无比 万一有强大的魂兽呢 我可打不过 小兄弟啊 我们御龙市 哪有那种级别的魂宠啊 而且就算是有 人家也不会让你参赛 比赛主要还是 反击通灵级的对手 画形级魂宠打架 谁敢去看啊 不要命了 说完 狼人张叼起一根烟 来吗 兄弟 西方进口货色 算了 我不抽烟 不过 我倒是对那魂侠有些兴趣 但总感觉你这个老东西在坑我 顾于没有立刻答应 我狼人张最讲信誉了 怎么会坑你呢 不信你在附近打听打听 狼人张见嘻嘻地笑道 行吧 留个联系方式 我回去再考虑考虑 两人扫码加了个好友 小兄弟多加考虑考虑哦 狼人张挥了挥手 告别了狼人张 顾于带着雪莹赶回了家中 顾于放松了紧绷这么多天的精神 静止地躺在了沙发上 主人 你先好好休息 奴家帮忙打扫一下房间 雪莹笑道 望着雪莹忙来忙去的倩影 顾于欣慰一笑 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孤单一人了 嗡嗡嗡 手机震动了起来 一条微信绘画弹了出来 小兄弟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狼人张纳猥琐的声音 从手机弹了出来 雪莹 你说我们要不要去参加 那个什么斗兽场 故于询问 正在看偶像剧的雪莹 主人 你想怎么做便做吧 奴家永远支持主人的任何决定 打开猎人APP论坛 简单地旷了一圈 确实有这么个地下斗兽场 地阶魂匣 还是可以去看看的 如果太危险 明显打不过 就前行跑路吧 可以 时间 地点 要求 哈哈 我就觉得 你一定会来 本周五的晚上六点 你到成龙街的 时代广场牌子下面等我 我派人接你 狼人张开心道 好的 看了眼时间 今天是周三啊 正好休息一天 说完 故于躺在雪莹风雨的大腿上 两人一起看了会这个世界的电影 第25章 地下斗兽场 星期四 故于带着雪莹在家里看电视 已经不敢带画形的雪莹 四处溜达了 时间飞速地到了周五晚上 故于换好装备 已经准备好晚上的战斗了 如果有机会得第一 必然全力以赴 5点40分左右 故于提前到达了成龙街的时代广场牌子下 也不知道 今天晚上的对手 都是什么水平 故于从来没参加这种比赛 内心还是有些不安的 万一得了第一 这帮人不放我走怎么办 正在故于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轿车 开到了故于身前 请问是宇先生吗 司机摘下墨镜 缓缓问道 是的 你就是那狼人张的人 是的 宇先生 请上车 司机恭敬地说道 这一路车平稳的行驶 就是车内气氛有些尴尬 故于也不是话多的人 司机看穿了 故于不怎么会说话 主动打开了话题 宇先生真是英雄出少年 我听张先生说道 参加斗兽场的 是一位神秘强者 没想到您这么年轻 司机微笑地说道 哦 你了解那斗兽场多少 故于问道 这斗兽场是存在很多年了 正因为有很多人们为了缓解压力 喜欢看魂宠间的厮杀 这项目遗传至今 听闻这斗兽场的真正主人 是云家 云家 御龙市的真正霸主 资金家是雄厚 那就没问题了 怪不得能存留下来 想必这斗兽场 就如同上一世的足球一般 热度很高 而且也是云家吸睛的工具 那么那个猥琐的狼人张找自己 怕是压宝在自己身上 打算爆冷门了吧 输了也无所谓 赢了他血赚 算了 就当剑失灭了 万一能拿到那地阶魂侠 车子飞速行驶 大约十多分钟后 到达了一个僻静的街道上 车子缓缓停下 司机道 宇先生 已经到了 顾瑜打开了车门 刚刚下车 就看到了狼人张的那张剑兮兮脸 他的身边 带着一只看起来颇为高贵的黑猫 正当顾瑜开口 那狼人张似乎时候 已经知道顾瑜要说什么了 连忙赶过来道 小兄弟请息怒 我刚刚探到新消息 今晚最强的魂虫 也不过是通灵级的 而且绝对不超过三阶 你应该很有机会获胜的 顾瑜刚想开口 这狼人张继续说道 我这也是没什么办法嘛 这世界上有些话 是不能当面直说的 直说了 哪怕奖品是地阶魂侠 想必小兄弟也不会来 所以 这都是善意的谎言 狡辩 顾瑜无奈道 将还是老的辣啊 这个魂侠好像是通用型的 也就是那个属性的魂虫 都用得上 小兄弟跟我来 狼人张抱着黑猫 在前面带路 顾瑜一直警惕四周 不过 好像是自己有些多疑了 小兄弟不用太过紧张 虽说是地下斗兽 上面 可能没有人吗 不是那种打黑赛的 你放心吧 你有些不相信我 很正常 你敢独自来到这里 想必是有冒险精神的人 这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啊 唯唯诺诺 畏首畏尾 只能是错失良机 我看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 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你要记住咯 他笑哈哈的 拍了拍顾瑜肩膀 对了 小兄弟 如果你真的遇见危险了 记住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逃 你是在提醒我什么吗 嗨嗨 我们才见过面 我只是提醒你打比赛 实力不够 记得投降罢了 好的 感觉他话里有话 顾瑜跟着他进入 这偏僻的小巷 绕了几栋楼后 两人来到 一栋高楼的地下室门口 推门而入 眼前是一条很长的隧道 走了很久 终于通过隧道大门 里面全是各种人和浑虫 顾瑜呆了 这么多人 这地下广场宽阔无比 中间有好几个百米擂台 周围全是人 台子上有两人两宠 正在激烈的战斗 一只嗜血豺狼 和一只锐刃螳螂在战斗 周围的人 有的在呐喊 有的在跳舞 有的在赌博 还有人在蹦迪 看来 这里是个综合娱乐广场啊 跟我来 狼人张带着顾瑜 前往边上的一个白色小房间里 房间里只有寥寥树人 看起来像警卫似 老周啊 这是我物色的选手 给他个号码吧 哈哈 老张 你是越来越回旋了 现在怎么找个小毛孩来打比赛 是不是输多了 傻了 老周狂笑道 你管那么多干嘛 狼人张不屑道 好吧 诺 61号 可恶 你是看不起我吗 我带来的人 还要打64强 狼人张威怒道 逗逗你罢了 瞧你的样 老周递来一个号码牌 31号 32强 不能再多了 听说今天老板可能会来 总不能弄些质量太差的对局吧 老周拍了拍狼人张的胸口 好吧 领取完了号码 狼人张带着顾瑜出来了 小兄弟 今晚要打机场比赛 你要好好加油 不过为了补偿你 无论结果 这10W魂币你拿着 就当做个朋友 狼人张递给了顾瑜号码牌 这倒不必了 都是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不会迁怒于你 你这小子 还真倔 狼人张拍了拍顾瑜肩膀 这10万全当我今晚请你来玩 能不能打 打多少 全看你心情 怎么样 这个老东西 真狡猾 硬得不行来软的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不过 我只是让你 帮我把这10W全压到 我自己身上就足够了 顾瑜盯着狼人张的眼睛说道 四目相对 很快 狼人张笑了 小兄弟果然好眼力 看来你是势在必得 拿下第一 那么我也大放一回 加到20W 全压你身上 出来的都归你 如果输了 全当我自己 交个朋友嘛 这个老家伙真的狡猾 都这时候了 还送钱来增加好感 不过还真的有用 小兄弟你先玩着 到你的比赛时候 广播会提醒你的 记住 你是31号 说完 狼人张吩咐了下 其他人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既来之 则安之 顾瑜首先到擂台处 看了会儿上面的比赛 看看都是什么水平的战斗 现在是两人二宠的对决 看了一会 顾瑜便扫兴地离开了 这两人也就魂徒 三阶左右的水平 他们和魂宠毫无配合 魂宠师和魂宠的战斗 活生生打成了1v1 各打各的 不过周围的观众 并没这么想 他们还是奋力地 为选手加油 先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顾瑜转悠一圈 来到了吧台 点了瓶鸡尾酒 嗨嗨 这酒也推难喝了点 我还以为会很好喝呢 要是以前 在这种人多的地方 还能没事看看美女 一饱眼福 可惜如今 眼光让血阴痒得过于刁钻 以前认为的高分美女 此时在顾瑜眼中 全变成雍之俗粉 就这 还没我家温柔体贴的 血阴可爱 有啥看的 正在顾瑜眼光乱飘的时候 突然发现 一抹白色的身影 正在靠近 怎么是她 第二十六章 秒杀 又是这个小富婆 只见白衣少女 向着酒吧款款走来 身后跟着一个 俏皮可爱的 靓丽胡尔少女 怎么哪里都有她 这个胡尔美少女 就是当时那只狐狸 长得还不错嘛 不过 跟我家血阴没得比 嗯 还很小 还有发育空间吧 还是当没看见吧 又不是很熟 故意连忙背过身体 小姐 您来了 喝点什么 小的立马给您准备 随便来点可乐吧 对了 要加冰的 白衣女子俏皮道 妖妖 你要喝什么 小姐 妖妖想喝酒 胡尔少女小声道 你还小 不可以 呜呜 人家要喝嘛 随后两人 就坐在顾鱼边上的位置 小姐 不会吧 真就是富婆呗 顾鱼喝完了手里的酒 连忙放下手中酒瓶 打算开溜 早知道 刚才直接前行跑路了 上辈子是宅男的她 根本不会应付女人 你要去哪呀 身后突然传来 生意 已经被发现了 我大老远就发现你了 没想到见到本小姐 直接溜了 你这是什么反应 我就这么不受你的待见 白衣女子称怒道 顾鱼连忙回头善笑 好巧啊 是你啊 上次的事多谢你了 哼 我是一点没看出来 看到我直接夹尾巴逃跑了 上次也是 付完钱招呼没打人就消失了 女人真是麻烦 顾鱼心道 还是自家血淫好 我这不是着急给我的宝贝魂宠去突破吗 哼 老色魔 对了 你来这里做什么 白衣女子好奇道 嗯 听说今晚的比赛第一名奖励 是一个地阶魂侠 我就来碰碰运气 顾鱼如实说道 你也要参加比赛 嗯 随后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过一会儿 白衣女子带着她的玄冰湖离开了 接下来 有请31号选手 对阵27号选手 请两位选手到2号擂台参加比赛 轮到我了吗 顾鱼向着擂台赶去 VIP包间里 狼人张跟着一群人在看比赛 听到31号 她内心一击灵 心道 小兄弟 让我们看看你的真正实力吧 合对了号码牌 顾鱼便登上了擂台 她的对面是一位女性 约为20多岁 姿色 只能算一般吧 不过她的魂宠 倒是挺唬人的 是一只剑状的黑熊 黑熊 品阶 反击 等级 反品四阶 比较常见的熊类魂宠 魂技 蛮力 增加自己的物理攻击 以及防御能力 恶猴 使用蛮力限制敌人 我去 战武渣啊 这等级都不够学英打的 看样子 对方都不算上是正常的魂宠师 可能都没觉醒魂器 雪银 出来吧 顾鱼召唤出战斗形态的雪银 当下面众人 看见美丽的三维血狐时 人群沸腾了 怎么是只狐狸啊 能打过这头熊 一名光头质疑道 你懂个屁 看见那三条尾巴没 绝对是强力的狐狸 另一位连忙解释道 我不信 狐狸怎么能打过熊呢 光头连忙打开APP 下注买熊银 顾鱼并没有理会 下面愚蠢的争议 雪银 别下杀手就行 得到指令的雪银 立刻突袭至蛮熊面前 那蛮熊还没来得及防御 只是一记普通攻击 就将这反击蛮熊打飞了 没留手的话 估计直接秒杀了 观众们突然安静了 没有想象中的激烈战斗 一找结束了战斗 他们是来看浑兽搏杀的 不是来看秒杀的 那光头也呆了 钱倒是次要的 看了这么久的比赛 没见过秒杀 卧槽 这狐狸是不是开了挂 一找秒杀黑熊 胜者31号 无聊 顾鱼连忙下了擂台 坐在VIP的狼人张也惊呆了 能猜到这小子战斗力不低 没想到一个技能都没用 直接秒杀了反击魂兽 随后的二战 对面最高的 也不过是普通级的魂宠 对顾鱼来说毫无威胁 连锁魂链都不用出招 雪银的七寒之刺 和普通攻击 就打爆了对面 只有顾鱼明白 魅惑这个强制控制 是多么变态 作为底牌 还是留着阴忍 就这样 凭借七寒之刺 顾鱼轻松地进入了四强 接下来的对手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实力 毕竟也是四强了吗 总不至于太水了吧 对面是一位 大概212的戴着眼镜的青年 他有两只魂宠 那就代表 这是一位魂式阶段的魂宠师 顾鱼打量了一下 眼前的两人一宠 这位肌肉胸贵大汉 是化形后的魂兽 铁甲龟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一接 一种防御力极高的龟形魂宠 魂技 防御姿态 进入防御姿态 大幅度增加防御 无法主动攻击 增加全属性抗性20% 龟壳反弹 反弹一次 不超过普通级别魂兽的攻击 龟甲冲击 使用沉重的身体攻击敌人 伤害不俗 速度一般 还有一只 一直在伸舌头的舔系魂兽 外形与顾鱼脑海中的石翼兽很像 好恶心啊 猎火毒兽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反品四阶 石翼兽的火系进阶 擅长铁尸攻击 魂技 致命铁尸 伸出长长的舌头铁尸目标 造成毒性伤害 火焰冲击 全身燃起高强度火焰 向敌人发起冲锋 造成灼烧效果 好弱啊 一个速度慢 一个等级低 看完敌人信息后 召唤出了血盈 白色三维血狐出现在众人面前 加油啊 狐狸小哥 我可是压了一个月饭钱在你身上 一位学生模样的少女说道 你是不是傻了 与他对战的 可是拥有两只魂宠的魂宠师 同行的少女道 我不管 他那么帅 我相信他 擂台之上 我看了你之前的战斗 你的狐狸的法术攻击很强 不过很可惜 赢不了我 眼镜男自信道 哦 你怎么这么自信 谁给你的勇气 顾鱼道 我看你这狐狸实力 也就反平五阶的样子 虽然攻击力高 但是绝对战胜不了两只魂兽的我 而且 眼镜男打算卖弄自己分析的成果 别说了 你信不信 我10S之内送你下台 顾鱼笑道 装起来了 眼镜男微怒道 下面的观众也开了锅 居然有人说 10S内送这位魂式阶段的魂宠师下台 净扯弹 他能10S内给对面秒了 我TM倒立洗头 我已经录音了 教训这个狂妄的小子 你怎么又买了这个年轻人赢 一名女生道 我不管 我相信帅哥 华驰女道 第27章 云无星 一亿第二 还说要10S内解决对面 人群之中已经开盘了 很多人赌顾鱼书 你一个魂宠再厉害 也打不过两个是吧 跳过了主持人的废话 眼镜男对着顾鱼说道 风大也不怕闪了舌头 是不是废话 你试过便知道了 他下定决心使出权力 让这个狂妄的家伙 付出代价 眼镜男立马召唤了自己的魂器 是一根棍子 还有点像擀面杖 魂器 教育棍 能力 受到棍棒打击的魂宠攻击力 增幅40% 打击敌人时 敌人移动速度 降低40% 故于看完棍子属性 惊到了 好家伙 攻击力增幅40% 虽然 看起来像根擀面杖 但是属性还蛮不错的 只见眼镜男拿起棒子 对着自己俩魂宠 一人一棒锤 上吧 宝贝们 让这个狂妄的家伙 常常厉害 他刚准备对着 故意嘲讽一顿 你的承诺呢 说好10s内下我的台 刚要说出口 突然感觉身前一凉 自己的宝贝魂宠 已经无法动弹了 然后更可怕的是 自己的身体 也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无法动弹了 眼睁睁地 看着一根漆黑的锁链 快速地拴住了他的手臂 随后一身影鬼魅而至 一脚将其踹了下去 眼镜男直接飞到了台子下面 台下的人再次震惊 真就开局几秒就给打下台了 对手可是有着两只魂宠 包间里的狼人张也惊到了 不是雪银秒杀了两宠 而是那漆黑的锁链 竟然可以让敌人无法动弹 好强大的控制力 人群之中 刚才要倒立洗头的人呢 卧槽 他好帅啊 我好喜欢 那个花痴 已经完全被故意迷住了 愚蠢 攻击力再高 速度那么慢 有什么用呢 打不到人 都是白打 谁会等你状态加完 再给你打呀 当眼镜男给他的魂宠 赋予力量的时候 雪银的冰霜吐息 早就准备完毕了 冰霜吐息 直接覆盖铁甲龟 和烈火毒兽的身体 两只傻傻的魂宠 还在等待主人的指令 就已经被冰霜吐息 打了个奄奄一息 其实 魅惑加上所魂恋的连招 可以直接秒杀这个眼镜男 他的魂宠 一个等级低 一个慢得如乌龟 这两只魂宠根本挡不下雪银的攻击 以后少说那么多废话 全是给对手机会 固于好心地说道 眼睛难听到 回想起自己所作所为 确实有些傻缺 我说了 他心服口服地承认了 被人秒杀 代表实力差距悬殊 轻松地战胜了对手 固于内心有些飘飘然 不愧是我 好强 怪不得以前看小说主角 都是越级杀怪 同级根本没有敌手 不过周围的热心群众们 并不是这么认为 有的人甚至质疑打假赛 没办法 一般人觉得 两只魂虫打一个打不过 那不就是在哪眼吗 狐狸小哥 你好帅 我爱你 我赢了 看来又是一只毒狗的胜利 下台后 固于连忙跑出了人群 为了躲开了那些花痴的追击 进了洗手间暂避风头 外面的观众 有些热情过度 嗡嗡嗡 微信来信息了 一看是狼人章 狼人章 小兄弟好实力啊 今晚怕是转翻了 托你的福 固于一时不知道回答什么 只能发个滑稽回应一下 洗了把脸以后 固于才敢出去 外面一群人 不是变成他的脑残粉 要不就是想眼神杀死他 嗨嗨 没办法嘛 估计是赔率太高 爆了门了 不过还有最后一场比赛了 地阶魂侠唾手可得 当固于再次站到擂台上的时候 发现对手竟然是之前的白衣少女 怎么是你 固于惊诧道 怎么就不能是我 白衣少女笑盈盈道 你叫什么名字 雨 我叫云无星 我们开始吧 固于道 然后从容地召唤出了雪盈 咦 这是那只雪狐 她以前见过雪盈 眼前的雪狐 已经是三味姿态 美艳至极 根本不处当初的模样 这根本不是玄冰湖 你的大骗子 云无星称怒道 今天落到本小姐手里 让你知道本小姐的厉害 云无星也召唤了玄冰湖 还有一只可爱的白色猫咪 果然当时那个胡尔少女 就是那只玄冰湖 过于瞥了眼玄冰湖 属性跟以前差不多 就是多了一个魂侠技能 冰天雪地 不愧是富婆 连魂侠技都有 而且幸云 看来是这个云家的小公主了 冰天雪地 环境剂 产生一片寒冰结界 寒冰系技能伤害加成80% 范围内所有敌方所有速度 锐减30% 环境界 好强啊 我得想办法给雪莹也弄一个 灵光猫咪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反级舞阶 一种可爱的辅助类魂虫 本身没有任何战斗能力 魂技 治愈喵喵拳 挥舞拳头为友军鼓励 产生治愈效果 鼓舞喵喵拳 增加所有友军的攻击能力 星光祝福 短暂地提升友军全属性30% 还真是吉祥物 纯辅助 对手实力还是蛮不错的 不过看在他确实帮助过自己的面子上 不想让他输得太难看 那我出手了 一向喜欢偷袭的顾鱼 第一次正式通知对手 哼 本小姐不需要你提醒 云无星一改之前嘻嘻哈哈的态度 那胡尔少女 对着顾鱼 就是一发蓄力冰锥攻击 可惜施法速度太慢了 跟雪莹比差远了 顾鱼轻松地躲开了 得想办法收集她的情报 雪莹 七寒之刺 顾鱼让雪莹放水的一击 七寒之刺立马成形 带着寒气飞速地向云无星袭去 云无星也召唤了她的专属魂器 凤岩伞 魂器 凤岩伞 能力 古武当前有方单位 增加其全属性赋予50% 可以强化有军下一个技能 增幅为100% 全属性增幅50% 好强 这应该是辅助类魂器中的极品了吧 第28章 魂侠记 风驰电掣 云无星立刻将魂器的能力 赋予在了那名叫夭夭的玄冰湖身上 受到增幅强化过的夭夭 这次连施法速度都快了很多 施展出的冰锥 抵消了这一发七寒之词 还不赖吗 大小剑 顾鱼认真地说道 你也很强 云无星并没有嘻嘻哈哈的样子 反而眼神凝重地盯着顾鱼 夭夭 冰天雪地 顿时 厂商大量冰系力量凝聚 形成了冰雪结界 卧槽 怎么回事 好冷啊 下面的观众瑟瑟发抖 VIP包间 狼人章的内心也略微紧张 万万没想到 最后对战的竟然是云家的小公主 她能赢吗 这位小公主可是有珍稀级魂宠 而且还有个辅助魂宠 乙翼敌二 顾鱼这次还能创造奇迹吗 场内 冰雪连天 这个环境计 本应该强力无比 不过很可惜 对顾鱼和雪莹 没有任何效果 反而还能增加雪莹的法术攻击伤害 趋移主法 发动 疾兵之体能免疫任何冰系控制 很快 悬兵狐摇摇的下三发冰锥攻击 迅速朝着固于发射而来 不过被雪莹的两发强化后的七寒之刺 轻易化解掉了 云无星惊讶地发现 这二人在自己的冰天雪地内 竟然不受负面效果干扰 他们的速度丝毫没有被降低 还从来没有人可以在冰天雪地里行动自如的 哪怕是冰系浑兽也不例外 而且 对手的那只三尾狐狸 凝聚出来的冰锥力量 依然强过摇摇几分 如果云无星知道 七寒之刺命中被冰系减速 冻结的敌人伤害加成更高 会不会直接吐血 云 我这下一击定胜负了 云无星面色沉重地说道 同时 旁边吉祥物喵喵 灵光猫咪的技能 此时也附加在了妖妖身上 星光祝福 再次增幅 妖妖 结兵 短短瞬间 就已经有很多寒冰之气聚拢 锁定固于方向 快速袭来 如果被命中 后果不堪设想 类似急兵绽放的锁定计吗 这增幅技能叠加 竟然能到这个程度 顾宇星道 不能再放水了 血鹰 魅惑 目标是对手的悬冰狐 不能让他成功释放这个技能 被魅惑的妖妖施法中断 云无星再次内心震惊 这是什么技能 与此同时 锁魂链向着妖妖袭来 得先限制这个悬冰狐 再说下一步 那只人畜无害的猫 没什么战斗力的 云无星望着飞来的漆黑锁链 内心感觉到不安 如果被链上 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他连忙冲上前去 用自己的本命魂器 击飞了顾宇的锁链 不错的判断 顾宇星道 妖妖从魅惑控制中解除出来 连忙后撤树步 随后 他立马连续施展冰锥 打算用施法速度取胜 要比速度吗 那就来认真比比吧 得到了主人的指示 血鹰立马化为人形 仿佛天仙般款款地 落在顾宇身边 体型太大 并不利于现在这个情况 不太好闪避漫天的冰锥 别把血鹰伤到了 七寒之刺和冰锥 在空中不断粉碎 最后一战了 打完就可以拿到魂匣了 反正自己有个前行 应该没问题吧 当血鹰的绝世容颜 暴露在众人眼前的时候 下面观众席再次沸腾了 卧槽 那狐狸怎么挡住 这么强烈的连续打击的 有的观众已经傻了 这是巫女COS 变态 仙女啊 某些人直接变成吃汗了 卧槽 我宣布 以后她就是我老婆了 某吃汗的发言 神经病 凡是女人都是你老婆吗 可恶 为什么我的魂宠 不能变成美少女 因为眼镜男 望着自己的哈士奇 云无星看着毫发无损的顾鱼 她再次震惊了 这个人强得过分啊 为什么所有技能 对她都没有用呢 而且 她那只狐狸魂宠的美貌 也超越自己太多 第一次让她也感觉 输得这么彻底 我认说 云无星无力地说道 自己全力一击 居然被对手用未知能力打断 连续的冰锥鱼 也全被挡了下来 对方的链子功能 自己还不知道 再打下去 必败无疑 她也不想伤了自己的宝贝魂宠 听到对方认输 顾鱼便收了手 面无表情地 收回锁魂链 云小姐 承让了 顾鱼象征性地抱拳 哼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本小姐的攻击 居然丝毫不起作用 云无星愤愤地说道 可恶 这地阶魂侠 我居然没拿到 对不起小姐 都是遥遥无能 玄冰湖跑到云无星身边 连忙安慰起来 包间内 狼人张看完两人的战斗 她也没想到 顾鱼实力这么强 那么强力的环境计 居然对她居然 没有限制效果 连云家的小公主 都输给了她 自己今晚是赚翻了 顾鱼获胜了以后 等待废话连篇的主持人 巴拉巴拉讲了半天 才终于拿到了自己的奖品 这是一个蓝色的小盒子 小巧且坚固无比 上面铭刻着神秘莫测的符文 上面转刻着一只狼头 风驰电掣 辅助魂匣技 巨额提升魂宠的移动速度 魂宠天赋血脉越高 效果越好 很好 已经到手了 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意思了 当顾鱼下擂台的时候 一群人围着她 顾鱼可没见过这场面 连忙收起雪莹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不是想出风头 体型太大 容易被命中 此时 狼人张出现了 身边带着一位气质贵妇人 恭喜小兄弟 获得了这地阶魂匣 她笑眯眯道 还好吧 我有点事先走了 有机会再联络 顾鱼把腿就走了 没有丝毫犹豫 钱不钱的 跟魂匣对比并不重要 先赶紧回家给雪莹 强化了再说钱 这小子 狼人张望着 顾鱼离去的背影笑道 看来是在想找这小子帮忙 有点难啊 刚到地下室出口处 顾鱼就看到了一抹倩影 是云无心 云小姐 你在这地方干什么 不会是要抢抢吧 顾鱼开玩笑地说道 然后收获了一个白眼 我们云家是那种 不讲信誉的人吗 虽然 你这次打败了我 不过 我会变得更强 下次一定要报答 你个大骗子 云无心气地直跺脚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顾鱼笑道 看来这位小姐 不是那种刁蛮任性的脾气 说实话 顾鱼还真怕她 万一叫一堆魂宠狮堵着自己 雪莹再能打 也不可能打过十个二十个吧 现在的实力 还是远远不够 喂 大骗子 加个联系方式吧 云无心说道 我很好奇 你是如何培养你的狐狸的 为什么会那么厉害 正好我也有些问题 想要请教你 不过今天有点事 我先走了 顾鱼道 嗯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顾鱼就离开了这里 刚出这片楼区 顾鱼发现 之前的司机 还在那里等着自己 鱼先生 您回来了 张先生吩咐我 送你回家 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看来这个老狐狸 很会办事吗 顾鱼也没跟他客气 报了地址后 车子缓缓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十九章 手机又震动了 在司机大哥的帮助下 顾鱼很快就回到了家里 雪鱼 今天的战斗你也挺累的 家务不用你来了 顾鱼连忙说道 她不想把雪鱼累坏了 谢谢主人的关心 奴家真的很开心 雪鱼淡淡一笑 示意顾鱼躺其在大腿上 顾鱼放松身体 一如往常地享受雪鱼的吸疹 雪鱼感到了主人心中所想 两只小手轻轻帮顾鱼按摩太阳穴 一个人对战两只魂宠 应该挺麻烦吧 我得快点帮你找个帮手了 顾鱼说道 雪鱼注视顾鱼的脸庞 轻柔地说道 主人想做什么 雪鱼陪着你便是了 听完雪鱼的话 顾鱼放松地闭上了双眼 小气片刻 房间里此时很安静 甚至一根针落在地下的声音 都会被听到 正在顾鱼享受美人吸疹的时候 嗡嗡嗡 是手机震动的声音 哪个王八蛋 打扰爷的好事 用力地掏出了手机 结果发现是狼人章的留言 狼人章 小兄弟 今晚托你的福 我今晚可是写赚了一笔啊 按照之前约定 把卡号给我吧 我把事先说好的转给你 顾鱼 好的 麻烦你了 我的卡号是 XXXX 顾鱼 看你人脉好像也挺广的 能帮我弄一套好点的装备吗 狼人章 客气了 兄弟 已经加紧安排了 明天立马到 顾鱼 那真是谢谢你了 过了一会儿 顾鱼的手机谈了一条消息 近账50W 好家伙 来钱这么快的吗 顾鱼微微一笑 一直注视主人的雪鱼 温柔地笑道 主人 是有什么好事了吗 嗯 我们发财了 可以给你 吃最好的食物 穿最好的衣裳 不用劳烦主人费心 奴家不要紧的 雪鱼笑道 她永远是那么为自己着想 嗡嗡嗡 手机又弱响了 妈的 这次又是哪个王八糕子 定睛一看 居然是云无心发的消息 是来询问那 风驰电车 好用吗 故意跟她聊了一会儿 原来这枚魂侠 是他们云氏集团 重金收购的 本来是打算 直接交给云无心的 不过这位小公主 比较倔强 想用自己的实力 迎到手 没想到 半路杀出个顾鱼 让她给截狐了 对了 云无心这妞儿的魂宠 也是狐狸 问问有没有途径 给雪鱼买点 更高级的宠物口粮呢 随后 顾鱼跟云无心 又聊了一会儿 花了十打半六 买了十组 最上等的肉牌 明天应该就能送货上门了吧 云家的办事速度 应该不赖吧 随后 顾鱼一拍脑袋 都把正式忘了 都怪西枕太舒服 顾鱼连忙起身 内心问道 系统 这个魂匣怎么使用呢 用你的本命魂器碰触 魂匣自然就打开了 让魂宠吸收里面的力量 系统久违地上了次线 听完 顾鱼连忙召唤锁魂链 当链子碰触到匣子的一瞬间 匣子啪的一声 直接被打开了 一只青色的影子 从匣子里缓缓出现 应该是狼的影子 雪银 试试吸收这个 好的主人 当雪银的手 碰触这个青色的幻影时 青色的影子 变成漩涡一般 轻易地就被雪银吸收掉了 嗯哼 雪银闭目 眉头紧锁 本命相连 故于能感到 雪银已经获得了新的力量 连忙查看雪银的属性 魂匣技 每个魂宠制度拥有五个 风驰电车 短期内巨额提升魂宠的移动速度 当前增幅60% 60%移动速度增幅 不错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获得新力量的雪银 轻轻地跪在了顾鱼身前道 谢谢主人赐予的力量 顾鱼有些心疼 连忙扶她起来 雪银 你不是我的仆人 是我最重要的人 儒家知道了 听到心爱的主人说自己最重要 一抹烟红 扶上了雪银的花叶之上 雪银紧闭得了双眼 长长的睫毛 诉说着主人内心的不安 我家雪银真可爱 那破手机又啄震动了起来 靠 有毒吧 顾鱼有些愤怒地打开手机 看了眼手机消息 结果这次不是微信 全是邮件 亲爱的顾鱼同学 XXXXXX 原来是录取通知书 仔细看了眼时间 本月底26日正式开学 再看看今天 已经是19号了 还有几天就要开学了呀 那得尽早出发 当头一盆冷水扣下 浴火被浇没了 愣着干嘛 收拾行李了 过几天就要出发了 这种事情 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一日清晨 顾鱼如同往常的 外出锻炼身体 望着自己的体力等级三 现在被系统强化过的身体 感觉这种级别的锻炼 已经不能帮助自己变强了 综合实力的提升 还是在找一只魂宠来得最快 顾鱼已经可以寻找第二魂宠了 可是王玉的存在 让顾鱼左右为难 谁不想要好的呢 问题是 珍稀及以上太贵 没取到获得方式 普通的又看不上 空着个魂宠位 也不是个事啊 顾鱼回到了家里 发现雪莹还在熟睡之中 唉 真是只可爱又美丽的小狐狸 顾鱼便离开了卧室 随后抽起了奖来 获得鼓励奖 好家伙 连恭喜都不说了 敷衍 最近抽奖一直是鼓励奖 可能是因为魂力升接的缘故 鼓励奖的奖励已经提升了 鼓励奖 普通魂金20颗 二阶冰属性魂和10颗 二阶任意属性魂和10颗 还附带了任意属性魂和 给开挂人士的专属福利 真贴心 就是为下一个魂虫准备的吧 真人性化 五星好评 也好几天没修炼魂力了 顾鱼安安静静地 把这几天积攒的魂金 全部吸收了 时间过得飞快 不过很可惜 根本没升级 顾鱼看了眼手机 9点了 该叫雪莹起床了 可是顾鱼刚刚起身 还能是谁啊 顾鱼从猫眼一看 哦 原来是房东大妈啊 连忙开门 小顾啊 这个月又该交房租了 大妈进门就提前 好伤感情 好的 阿姨 不过这是我租的最后一个月 下个月要去北兰学院进修了 哟 小顾 你出息了呀 大妈也是发自内心地祝贺顾鱼 毕竟在这个世界 能当上魂宠师 混得再差 也比普通人强很多的 顾鱼缴纳了最后两个月的房租 送走了大妈 顾鱼这才发现 雪鱼正在卧室门缝里 向外偷看 别闹了雪鱼 起床了 第三十章 天有不测风云 雪鱼穿好衣服以后 两人立刻开始忙活 收拾行李 反正空间戒多 套娃呗 吃的吗 多带点 万一发生意外呢 顾鱼还是比较懒的 空间戒都是交给雪鱼保管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催什么催 来了来了 应该是自己订的东西到了 开门一看 是几位黑衣西装墨镜男 打扮得挺像黑社会 有那位 你好 余先生 我们是奉我家小姐之命 前来送货的 带头的黑衣墨镜 连忙说道 谢谢哥几个来啊 辛苦了 顾鱼客气道 办事效率好快啊 一晚上的功夫就弄过来了 果然是大家族 大集团 几位黑衣人 放下大箱子就离开了 顾鱼在微信上 跟云无星道谢一声 便立马将包裹打开 果然 全是上好的肉排 馋了吧 诺 顾鱼连忙给雪盈打开一袋 做得真不错 跟零食一样变血 主人 其实雪盈突然扭捏起来 怎么了 其实主人 传说极以上力量的魂虫 已经不需要再吃这些东西了 奴家已经能吸收天地间的魂力 传说极其以上的魂兽 不再需要固定进食 吃掉的食物 也会被身体吸收 不要再问拉不拉巴巴了 哦 那也无所谓 只要你喜欢吃 我就买给你吃 就当零食了 顾鱼笑道 谢谢主人 奴家怕给你增加负担 雪盈略微担忧道 昨天的战斗 我们已经有钱了 这些都是小钱 奴家不是很懂人类的货币概念 但还是谢谢主人 小插曲过后 忙完的两人 雪盈 还是那么喜欢看偶像剧 静静地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而顾鱼正在研究 怎么去北兰学院 北兰学院 是华国北方基本上最好的魂宠师培育学院了 地处玉龙市北上的新药市 这新药市比这玉龙要繁华许多 就是两市相隔甚远 独自赶路可能会慢一些 但是这一路可以打怪升级 乘坐节节火车 倒是可以三天内赶到新药市 最后犹豫了半天 故意选择 还是坐火车去吧 来到这个世界 战斗从来就没停过 这个世界危机四伏 万一路上撞到强力无法战胜的魂兽 那不是GG了 订购好了明天中午的车票 顾瑜也就安心了下来 北蓝学院里面都会是什么人呢 咚咚咚 熟悉的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 应该是狼人张帮自己弄的装备吧 再谢过了工作人员 顾瑜连忙打开快递盒 里面有件特质背心 飞银背心编号078号产品 采用特殊防御材料制作 防御力极高 可降低冲击力 灵巧之靴 经过加工和魂力附魔的靴子 中等幅度增加移动速度 都是自己订的东西 直接穿在了身上 感觉还不错呢 第二天中午 顾瑜带着雪莹来到了豫荣市的火车站 她还是第一次乘坐这一世界的火车呢 因为人口稀少的原因 这个世界的火车站 并不是顾瑜印象中人山人海的样子 只有稀稀拉拉的少许人乘坐列车 顾瑜买的是包间的票 她不太喜欢遇见有些没事找事的王八蛋 反正有笔小钱 钱嘛 就得花 才能赚更多的钱 这火车行驶的 都是专用的法镇节节车道 一般浑兽根本无法靠近 安全得很 刚开始雪莹还很兴奋 过了一个多小时 她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外面全是白雪 视觉疲劳 没什么看头 雪莹化作迷你狐狸形态 钻到顾瑜怀里 直接大睡起来 顾瑜就这样抱着雪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本以为就这样轻轻松松到达星药市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 列车里所有人给我听着 老老实实给我听话 这列车已经被我们黑一蒙占领了 列车的广播里传出操汗的声音 啥玩意 黑一蒙 听起来就是战武渣 恐怖分子 我这是什么脸啊 顾瑜一脸无奈 叫醒正在酣睡的雪莹 醒醒 雪莹 我们又探视了 嗯 主人 雪莹打着哈欠道 听到外面响起了脚步声 顾瑜连忙施展了前行 并且收起了雪莹 光荡 门突然的被暴力的踹开了 规规 浩强的攻击力 一只高跟鞋印入眼帘 原来是个女人 当顾瑜看见了眼前的黑衣女人才发现 这个黑一蒙 还真不是随便捏的软柿子 六足帝龙的魂奴 魂力等级 魂是二阶 与六足帝龙签订了邪恶契约 获得了邪恶力量的人类 可以妖兽化 当前妖兽化实力为通灵二阶 又是魂奴 不过这个魂奴 是跟六足帝龙签订的契约 与以前的不太一样 以前那个魂奴 好像是一名奴隶 眼前的这名魂奴的实力 没比顾瑜高多少 并没有发现前行的顾瑜 怪了 这车厢里的人哪去了 黑衣女子并没有继续理会 而是打开了下一个车厢的门 将里面的人 一个一个地擒了出来 顾瑜慢慢跟在这魂奴的身后 车厢里充斥着各种魂奴 什么妖物的魂奴都有 还好实力都很低 大多数都是魂徒级 只有那个女人是等级最高的 大人 前半列车厢的人 已经基本凑齐了 不过应该是少一个人 一名乘务员模样的男子 向黑衣女子汇报 黑衣女子果然是头目 而且有内鬼接应 怪不得截火车这种事 都能做得出来 什么 少一个人 给我仔细搜查 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 是 资料这么详细 少了个顾瑜 他们都知道 这下有些难办了 车厢里聚集了约莫五十多人 你们要做什么 要钱吗 我全都给你 求求你放了我 一名年轻男子 颤巍巍地说道 钱 谁需要那无用之物 黑衣女子说道 我要的是你们的命 来写记妖神大人 说完 黑衣女子毫不犹豫地 掏出一把枪击毙了青年男子 第31章 新的力量 不灭之躯 众人眼看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消失在眼前 女人和孩子 已经吓得嚎啕大哭 谁在哭 吓一个脑袋开花的就是她 顿时 所有人被吓得强行 憋回了眼泪 居然在这个人命高贵的世界当众开杀戒 果然是恐怖分子 根本惹不起 敌人数量太多了 在场的魂奴 大约十多名 在这狭小的车厢打起来的话 实力被限制得太死 这里根本不是血淫战斗的场地 在这里 如果被发现了的话 必有一场恶战 最坏的结果 会死 不行 不可以这么鲁莽地在这里打 这些人 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要怎么逃出现在的困境呢 顾羽躲在角落 冷静地分析情况 首先要知道这帮人的目的 黑衣女子摆弄了几下手机 居然是已经开启了直播 晚上好啊 愚蠢的人嘞 这辆和谐号列车 已经被我们黑衣蒙占领了 现在 我要向你们展示最华丽的艺术 女子狂笑了起来 说得好像你不是个人一样 顾羽吐槽道 报告大人 失踪的人没找到 列车员人员模样地回来了 无所谓了 反正整辆列车马上都要没了 黑衣女子嚣张道 整辆列车 卧槽 这么狠 喂 我这马上很快处理完遍 大人不必着急 女子接起来的电话 好像是他的同伙 大人 难道还有比他还强呢 有点危险 不能待在这里了 得立马撤 万一他的上级来了 就完蛋了 是绝对能侦破前行状态 现在 列车马上通过前面的大桥 你们就到桥下的深渊相见吧 黑衣女子道 这是打算把整座列车 炸到悬崖下面 不行 一定要在过桥之前下车 故于捏着 昏睡结界卷轴 看来是使用它的时候了 正当女子打算演讲 他们的恐怖主义言论之时 故于趁机抛出昏睡结界卷轴 一个漆黑的结界扩散开来 结界里的人 纷纷晕了过去 同时 锁魂链向着女子投颅袭去 偷袭得手了 定身 血银 七寒之刺 已经来不及使用 稍微蓄力的技能了 一发七寒之刺 直接贯穿了这女子头颅 随后 顾鱼用力一甩 这名女子的尸体 被顾鱼甩出车外 这一下应该死透了吧 顾鱼也没在管 不知道 他们如何摧毁列车 只能跳车跑路 跳车之前 先把这帮小弟收割了吧 脑海里想起 陈川的那张脸 至于普通人 只能听天由命了 轻松地解决了 这些魂奴小弟 沉睡中的魂奴 就像带宰的羔羊 手起刀落 一刀一个 吞噬完魂力 体力三级的 顾鱼身体素质 已经不是常人可以比拟 七寒之刺 直接贯穿列车大门 顾鱼随后 带着雪银 跳出列车 雪银 顾鱼内心呼喊一下 雪银在空中 变成战斗形态 稳稳地接住了顾鱼的身体 好险 顾鱼还没来得及喘息 就感觉到身后魂力波动了 风驰电撤 雪银立马催动了身法剂 躲开了来自后背的偷袭 顾鱼回头望去 人傻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那名黑衣女子 现在全身破烂不堪 浑身表皮 有一层令人作呕的黏膜 身体长出六只触手 被顾鱼打碎的脑袋 正在缓缓愈合 这TM是小强吗 这都不死 六族地龙的魂奴 等级通灵二阶 魂技 六族之毒 触手攻击附带巨额毒性伤害 地裂 造成无差别范围图属性伤害 若命中敌方单位 则造成禁锢效果 遁地 可以轻松地地下移动 断肢重生 拥有极高的生命力 以及伤口恢复速度 看到敌人信息 故于飞速地做出了判断 雪银 撤 往悬崖方向移动 这个家伙棘手无比 技能是可以无差别的攻击 他自己又可以在地下行动自如 如果他遁地了 自己势必会被四面八方的方向偷袭 只要不在宽阔的平地跟他打就行了 你这混蛋 我抓到你必要让你受尽世间最痛苦的刑法 好痛啊 六族怪物 撕心裂肺的哀嚎 太吵了 故于依靠风驰电撤 迅速地拉开了与怪物的距离 到了悬崖边 最起码不用担心后背被偷袭 骑乘着雪银 在这雪灵地中飞速前行 已经能看到大桥了 不过那火车 依然平稳的行驶 看来是计划有变啊 本来跳车点离这悬崖也不远 雪银的速度很快 两人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雪银已经化为人形 守在顾鱼身边 不久 六族怪物随后而至 逃啊 你再继续逃啊 六族怪物仿佛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本来不是怕了你才跑的 只是不想节外生枝吧 顾鱼心道 雪银 魅惑 六族怪物身体一致 锁魂链迅速连接的他的一只触手上 定身 冰霜吐息 顾鱼冷静地下达了指令 已经完全想好 应该怎么对付他了 冰霜之力迅速包裹了六族怪物的躯体 冰系动伤效果 让这生命力顽强的怪物痛苦万分 定身结束 啊 我要撕碎你 好痛啊 六族怪物猛击地面 顾鱼连忙闪躲地下的崩塌之处 他自己反倒是钻进了地下 看来是跑下面疗伤去了 不过 你能坚持多久呢 顾鱼的锁魂链 还依然牢牢地链接在他身体上 只要锁魂效果 还在 怎么拖都是我赢 六族怪物 发现事情不对 体内的力量渐渐失去 修复伤害速度越来越慢 可恶 他朝着顾鱼的脚底下钻去 感觉到锁魂链的方向 要来了 在六族怪物破出土地的一瞬间 顾鱼早就闪躲开了 正当六族怪物想要继续发难 定身的冷却时间早就还好了 再度发动 虽然第二次只能短暂地控制ES 立刻指挥雪银施展极冰绽放 极冰绽放加成命加七寒之词 你可以安心去世了 冰霜之力不断聚集在怪物身上 此时的六族怪物变成一团冰雕 这是 什么力量 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来 七寒之词随后而至 直接将整个冰雕击成积粉 死无全尸 给你打成渣 我看你怎么恢复 望着粉碎的怪物躯体 还在不断蠕动 终于 碎片已经不再蠕动 彻底安息了 吞噬发动 每一片碎片上的魂力脱体而出 被固于吸收到了体内 这一次 系统声音传来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断枝重生 正在转化为符合宿主的技能 成功获得技能不灭之躯 不灭之躯 大幅度强化体力生命力 被动增加恢复能力 受到非致死类伤害 可以消耗大量魂力 治疗自身 魂力等级也突破了 这个魂奴真是太好了 强行送技能送经验 固于打开面板 查看了下自身的属性 宿主 固于 体力 五级 魂力 魂十二阶 我就不水自数了 不过固于还没来及检查提升多少 一道急速的杀意奔袭而至 好快 哪怕是大脑反应过来了 身体还是慢了一排 主人 小心 雪莹再紧要关头 加速挡在了固于身前 冰凯 雪莹使用了冰凯 替固于挡下了这一次致命的偷袭 卧槽 哪个我妈蛋偷袭老子 终日打焰 今日却被焰灼瞎眼 由于来者力量过于强劲 固于的身体依然被冲击力量 直接击落到深渊之下 我靠 我这是给自己挖坑了 第32章 命悬一线 固于在被强大的冲击力击飞的时候 在最后的一瞬间也是看清了偷袭者 居然是一个超级凶贵男 而且穿着一条蓝白色的内裤 真NM变态啊 四亿独角仙 品阶 真西级 等级 画形一阶 强大的独角仙 蜕变到了四亿形态 魂技 威力独尊 普通攻击造成极其恐怖的伤害 但是无法吸得任何法术类技能 玄 飞翼 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增加30% 玄 霸体 攻击造成强击退效果 附带地形摧毁 什么 居然是画形级的魂兽 太特么不讲武德了 来偷袭我这个年轻的魂宠师 虽然是个变态内裤男 但是他的实力真的是好强 他能化作凶贵男 是因为他是实打实的画形级实力 自己是因为霸体这个被动强击退 导致坠崖的吗 顾鱼在空中连忙召唤锁魂链 飞速缠住附近最近的树干 才没有掉下去 顾鱼还没来及使用突进爬上去 只见那内裤凶贵再次迅速袭来 然后对着大树就是一拳 竟然直接将那么一棵粗壮的树打成粉末 我日 这个敌人竟然这么聪明 正常剧本不应该是自己爬上来 把他击杀吗 赶尽杀绝啊 顾鱼的身体再次垂直地进行自由落体运动 已然是不见踪影 惹了我们黑魂 还想活在世上 万丈深渊 粉身碎骨 便宜你了 一道雄厚的声音 黑魂 难道不是黑萌 但是顾鱼已经没有思考别的时间了 主人 雪鱼害怕地尖叫道 随后果断地纵身跳下 他在上面等待了片刻 没有任何声音 他便离开了这里 独自去完成任务吧 这两人绝对死透了 万丈悬崖 哪怕是自己 也会粉身碎骨 身体下落了不知多久 这深渊下是无尽的黑暗 望着变成战斗形态的雪鱼 下降速度不断赶上了自己 在空中 体型再次变换 雪鱼一把手抓住了顾鱼 你怎么这么傻呀 还跳下来送死 顾鱼无奈道 主人若是就是这么死了 雪鱼也无法独活 雪鱼会想办法救主人的 哪怕牺牲这条命 雪鱼看到顾鱼泪流满面 傻宝贝 你要是离我而去 我自己一个人也无法活下来 这万丈深渊 死路一条 主人 你不要放弃生智 奴家会在快落地的瞬间 用身体接住主人的 最大程度救下你的命 蓝色的眼眸充满了不舍 说完他紧抱固于的身体 让自己的身体朝下 他不想死 刚刚回到他身边 短短数天而已 还有好多好多想做的事情没做 但是现在 已经陷入了死局 他已经打算好 牺牲自己了 猎风在耳边呼啸 望着身下无尽的黑暗 难道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吗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顾鱼飞快转动大脑 看来只能赌命了 看着不灭之躯的效果 我今天就赌我不会死 顾鱼强制地利用契约的力量 让他抱着自己 不让他乱动 雪鱼向着悬崖 发射七寒之刺 七寒之刺 很快凝聚成形 顾鱼连忙将锁魂链 链接到冰锥之上 向着悬崖边发射 然后想办法缓冲吧 只能这么办了 七寒之刺 精准的命中的悬崖边 顾鱼立刻操纵锁魂链 尽可能挂在悬崖峭壁上 一只手紧握锁链 这可是全力地吊着两个人 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可是下落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只是短暂地停留那一刹那 代价就是顾鱼的手臂 毫无意外的 哪怕是体力强化至五级 这么高速的下落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 估计整个身体 都会被鱼力撕裂开来吧 也扯断了顾鱼的手臂肌肉和骨头 疼 先是钻心的疼 然后 顾鱼感觉眼前一黑 随后右臂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 由于脱离主人过远 锁魂链自行消失了 顾鱼再度集中精神 现在可不能晕过去 必须再用左手再尝试一次 才有生还的可能 如果间隔太久 刚才的手臂算是白断了 主人 你在做什么 别这样傻 奴家不值得你这么保护 冰凯的防护能力 应该能保护主人 不受冲击力而死 血银已经泣不成声 如果失败了 我们一起共赴黄泉 如果成功了 我们都能活下来 如果就算我独自狗活下来 没有血银的日子 我也无法想象 抓紧了别松手 剩下的就全看你了 顾鱼最后强忍着微笑 七寒之刺再度发射 顾鱼用自己最后的魂力 凝炼出锁链 锁链再度攀上悬崖 虽然速度比之前慢了很多 坚持住啊 我的麒麟 顾鱼只能祈祷 幸运的是 在死亡的威胁下 身体爆发了无数潜能 这次居然坚持了足足两秒 顾鱼已经清晰地感觉到了 自己手臂的肌肉 已经被完全拉扯断了 这已经足够了吧 鲜血四溢 人类的身体 还是承受不了这么高的压力 顾鱼的身体 再次向下落去 牺牲两只手臂 换来的重置下落速度 希望幸运女神 今天向着我一次吧 先是被劫火车 然后被化行机地偷袭 真是喝凉水都塞牙啊 早知道就过几天再出发好了 身体失血过多 导致体力迅速流失 顾鱼解开了对血淫的灵魂束缚 可惜已经听不见 眼前人在说什么了 只是看到 他满是伤心的脸庞 还有滴在自己胸前的眼泪 脑内迅速地闪过上一世 以及这一世的记忆 这就是走马灯吗 顾鱼自嘲道 就这么结束了吗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顾鱼感觉身体轻飘飘地 被毛茸茸的东西裹着 随后全身一震 然后被重重抛弃 身体被摔落在了地上 嗨嗨 顾鱼还是没忍住 喷了口血 好疼 是泪骨断了吗 顾鱼最后的视野里 是那只美丽的三维血狐 随后 眼皮沉重无比 成功了吗 雪淫 这是顾鱼最后的念想 第33章 奇怪的巨数 无尽的黑暗 顾鱼再度睁开了双眼 好疼啊 全身仿佛散架了一样 睁开眼第一眼就看见雪淫正趴在自己身上 自己是鞋靠在石壁边上 这是过了多久 我活下来了 望着雪淫绝美的脸上都是泪痕 蓝色的巫女符沾满鲜血 是我的血吗 刚想抚摸雪淫的头 突然意识到双手都已经没了 顾鱼抬起沉重的头 斜视了自己的双臂 伤口已经愈合了 这不灭之躯的力量 还真是强横啊 如果没有获得这个技能的话 恐怕早已失血过多而亡了 顾鱼正想怎么办的时候 雪淫似乎感应主人已经醒了过来 主人 奴家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雪淫看见苏醒的顾鱼 直接兴奋地抱起了顾鱼的头 喘不过气来 停停下 顾鱼连忙道 是奴家失态了 奴家真的好担心主人 雪淫泪汪汪地说道 雪淫你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多谢主人关心 受了些轻微的愚症伤害 通过这几天的静养已经好了 几天 奴家也不清楚 这里距离上面太高了 甚至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 凭奴家的本能 大概过了两天左右 故于抬头望着上面 无尽的黑暗 只能看见一丝光亮 仿佛身处一处枯颈盘 看不见太阳 时间观念会被淡化 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个鬼地方 要不迟早饿死 主人你饿了吧 奴家给你弄点吃的 不必了 我只是有些口渴 说完雪淫 从胸前的衣精里 掏出了空间之间 这到底是从哪里掏出来的 一次圆衣服 还好我让雪淫 替我保管重要财物 现在两条手臂都没了 这要是戴在手上 马上就得被饿死 这算不幸中的万幸吗 雪淫小心翼翼地服侍着 故于喝水 趁着这个时候 故于连忙查看系统 每日可用抽奖次数 二 果然是过了两天了吗 还不错 可以累计抽奖 获得鼓励奖 恭喜获得道具 我是一棵树 道具 故于还是第一次抽中这类玩意 我是一棵树 使用后 使自身变成一棵树 无法被任何生灵 勘测到自身存在 使用后无法移动 当前可使用次数 三分之三 故于看着脑海里 突然出现的 一棵小树模型 不知道该吐槽什么 主人 你怎么了 雪莹发现 故于眼神发呆地望着远处 故于缓回神来 连忙安抚了下雪莹的情绪 雪莹紧绷多天的精神 终于放松了下来 抱着故于缓缓地睡着了 得尽快恢复身体 故于尝试使用了刺不灭之躯 那一刹那 故于感觉自己的魂力飞速下降 精神甚至有些朦胧起来 然后那钻心的疼痛感 再次从右臂传来 原来是断臂的伤口 又崩裂开来 明一样的能量 充斥伤口表面 卧槽 怎么这么疼 疼得故于冷汗直流 很快 伤口处出现了白色的烟雾 血肉和骨骼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出来 好神奇 不过生长到小臂处 就已经全部魂力枯竭 故于连忙消耗魂精 继续补充魂力 继续尝试修复右手 起码要有行动能力 才能离开这里 消耗了20颗魂精后 故于的右臂恢复到了手腕处 由于巨大的魂力消耗 导致故于的精神下落 到了最低点 轻轻挥舞了下新生的手臂 随后 眼睛一闭 昏死了过去 故于再次有意识的时候 感觉自己嘴唇凉凉的 喉咙甜甜的 脑后一片柔软 铃声微响 原来是枕在雪莹的大腿上 雪莹剑叫步行主人 只能帮忙给昏睡的主人 喂食一点水 精神力补充完毕 故于醒来以后 继续修复最后的手部 此哈 每次修复都要这么痛吗 雪莹没有打扰主人 只是默默地注视着 这股神奇的力量 消耗了大量魂力 终于 右臂已经完全恢复了 还好获得了 那六足地龙的力量 如果能出去 一定要将那变态内裤男 碎尸万端 主人身上 果然有强大的力量 雪莹开心地笑道 雪莹 我们该想办法上去了 先看看这深渊下面有什么吧 希望天无绝人之路 自己出行带的食物 也就能撑个五六天左右 谁知道会遇见这档事 这几天 故于都没舍得吃东西 只是喝了一些水 既然身体恢复一半了 该吃东西 补足体力了 时间不等人 故于连忙找到素食食品 简单地填饱了肚子 吃饭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 又可以抽一次奖 那也就是说 又晕死了一整天 这样下去不行 左臂的恢复 先缓一缓吧 老规矩还是鼓励奖 混合直接喂给了雪莹 经过漫长的积累 雪莹的等级终于提升了 到达了通灵二间 右手对着空气打了几拳 还可以与以前的感觉别无一二 走吧 雪莹 寻找出路 故于拿出个手电筒 这悬崖下 一定还有什么奇遇 万一遇见个老头 传过百年功力 出去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或者是有个什么绝世神兵之类的 故于给自己打气道 在这一望无际的黑暗中 手电筒那点光芒 像是米粒一般 这悬崖下面宽阔无比 不知道到底有多大 死 故于心中警觉了起来 连忙躲在血淫后面 这好像是蛇的声音 当故于看清声音的来源 连化形级的魂兽 都没给他来带这么多震撼 这是一只三米多高的巨型老鼠 长长的胡须 肥胖的躯体 眯眯着眼睛盯着顾于 随后 巨大无比的牙齿 向着故于袭来 不过速度并不是很快 故于轻松地躲开了 丢下手电筒 找出了锁魂链 视野效果不太好啊 洞穴巨鼠 品阶 繁极 等级 通灵四阶 本是普通的洞穴硕鼠 由于未知原因 魂力暴涨 肯是 肯是敌人 也是 在黑暗之地生存 双眼可以看清黑暗中的一切 这是什么情况 繁极的老鼠 这么大个 等级是通灵级 这是什么情况 故于操纵锁链 轻易地链接到了 这洞穴巨鼠的尾部 第一次感受到锁魂效果 吸收的魂力这么强烈 它体内会含有多少魂力呢 定身 奇寒之刺 素质二连之后 这只洞穴巨鼠 居然就这么轻易地挂了 故于呆住了 通灵级的战斗力呢 望着巨鼠的尸体 故于感觉 这就是那种惊艳怪 这到底是是为什么呢 吞噬洞穴巨鼠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 夜市 果然 天赐的惊艳怪 巨鼠的尸体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颗魂盒 二阶暗系魂盒 收起来留着卖钱吧 魂力暴涨的同时 故于获得了新的能力夜市 瞬间 这漆黑的世界变得透亮了起来 一眼望去 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无尽的荒野般 既然补充了不少魂力 那就继续寻找出路吧 获得了夜市 在这里探索方便的很多 故于带着雪莹 继续探索这里 第34章 堕天明与龙 四天过去了 如果不是系统 故于根本不知道时间概念 故于带着雪莹 在这漆黑之地 兜兜转转了四天 期间遇见不少这种神秘的经验怪 他们提供给了故于大量魂力 就在昨天 已经成功把左臂完全复原了 不过 故于的心情并不是很好 如果不是有雪莹陪着 可能精神早就崩溃了吧 无尽的黑暗 没有上去的方法 故于的精神 变得有些狂躁 雪莹的心态 倒是很乐观 她一直这样默默地 陪伴着故于 再次击杀一只洞穴巨鼠 机械般地吞噬掉尸体 如同往常一样 带着雪莹 继续没有目标地乱走 故于一直期待着变数 这么多天 反反复复地杀怪物 已经被搞得 脑子有些不正常了 突然 检测到结界 趋移主法生效 主人 前方似乎有结界的力量 我进不去 雪莹担心地说道 回来吧 雪莹 剩下的我自己小心 将雪莹收进浑石空间 来了 故于需要的变数来了 系统冷冰冰的提示音 如一盆凉水浇下 把故于心中的焦急大火 熄灭掉了 故于先使原地休息了一会儿 整理思绪 光之结界 由强大的光之封印师 设下的结界 光属性的结界 里面应该会有被封印的东西吧 故于踏入了结界内部 走了没几步 发现百米处 居然有个祭坛 上面有个神秘透明的正方体 里面似乎有一道身影 是人吗 看来离开这里 只能继续在这个神秘人物身上了 正当故于打算慢慢靠过去的时候 距离那祭坛 大概四十米左右处 突然 故于都能感觉到 有一股特别强大的魂力波动 这是 而且迅速地靠着这个方向来了 这力量 保守估计也有宁神级 前行是没用的 面对这种敌人 没有血淫的保护 太危险了 故于连忙掏出那颗小树模型 这玩意咋用啊 故于连忙问道 魂力催动即可 系统还是那么淡定 故于连忙催动魂力 在小树模型上 一种神秘的力量 覆盖全身 然后故于很快就发现自己 已经没法动弹分号 道具应该是成功生效了 很快 一道白影飞速过来 化作成为一名英俊无比的白衣男子 他怎么能穿越这道结界 难道是结界的主人 故于想查看这白衣男子的信息 可惜 由于距离过远 没办法 嗯 魂力波动 怎么消失了 白衣男子 对着故于的方向疑惑道 此时 结界外一只巨鼠窜过 原来是一只低贱的老鼠 手指一挥 一道白光 直接瞬间将巨鼠轰杀炸 好快 根本反应不过来 故于就只能在边上远远地观望 不得不说 这名男子 有点小白脸那个味 他整理衣精 然后走向了那个神秘立方体边上 轻轻地用手敲了敲 好像是在敲门 还挺有素质的 月儿 你考虑好了吗 里面人影没有答应 月儿 你还是这样 这么多年过去了 白衣男子 绕到正方体另一侧 缓缓说道 你还是这么恨我吗 你都把自己封印在这里多少年了 当我的女人 当王妃 享受世间的荣华富贵不好吗 为什么 把自己封印在这里 苟延残喘 只要你答应我 我立刻解除那个诅咒 听这白衣男子的发言 似乎里面是一个女人 虽然这白衣男子 人母狗样的 但是怎么这么 像是一只卑微的甜狗啊 搁着上眼苦情戏马呢 可惜 舔狗舔到最后 是一无所有的 故于内心直摇头 白衣男子 对着里面的人 疯狂说着情话 万般许诺 看起来 能立马将掏出心来给对方看 很可惜 里面的人 似乎根本不予理睬他 最后 他终于是忍不住了 撕下来他的伪装 为什么 这么多年 从小到大 我对你的感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为什么 宁愿孤独死在这个地方 也不接纳我 我配不上你吗 为什么 白衣男子歇斯底里地 咆哮了起来 这TM就破防了 问题是 故于都没听到 对面任何回答啊 你死了这条心吧 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声音显得主人 有几分慵懒 冷冰冰的 甚至还有四分怨恨 跟雪银 温柔月耳的 说话声音不同 她的声音 是给人联想 就是成熟大姐姐的声音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还想让无尾深于你 都是那个死老头子 自作自受 白衣男子继续咆哮道 都是他 阻止我 他必须得死 白衣男子 似乎已经怒不可遏 对着那神秘的透明正方体 一顿猛砸 想要破开 好像只是无能狂怒罢了 打了一会儿 那神秘的正方体 丝毫无损 最终 他还是放弃了 我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别想得到 我会等到你接受我为止 月儿 他正正地看着里面的人 然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哈哈大笑道 反正 你永远是属于我的 然后便化作白光 消失不见 这就完了 我还以为 你要在这柜上个几天 顾瑜还是没敢解除 道具效果 万一这孙子 杀个回马枪 如果被发现 那么估计下场 跟刚才的那个巨鼠 一样凄惨 不知过了多久 顾瑜感觉 起码得有一个小时了吧 才确认 解除了道具效果 那白衣男 应该不会再飞回来了吧 没办法了 只能尝试与那女人沟通一下 询问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外面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顾瑜立刻踏上了 那祭坛的台阶 完全登上了台阶之后 眼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透明囚龙 好像是由玻璃制作 透明囚龙里面 是一位黑发女子 她正背对着顾瑜 坐在一块石头上 这看起来是一位 应该是十八九岁的女子 身材火辣无比 一袭鲜红色的披风 包住了美妙躯体 从背影来看 就已经可以肯定是一位美女了 然后怎么办呢 正当故意打算开口之时 此时 系统信息跳了出来 舵天鸣与龙 品阶 史诗集 等级 强大的暗黑魔龙 完美融合风之力的完美进化形态 由于未知原因 龙魂崩溃 魂记 龙 史诗集 他竟然是一条龙 第35章 第二魂记 居然是龙 为什么会被困在这里 你好 美丽德龙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意外来到这里 可否告知 如何才能出去呢 顾瑜恭敬地说道 没人回答 顾瑜快尴尬地用脚指头 扣出三十一听了 沉默许久 飞上去 除此以外 没有任何办法的 勇懒的声音再度响起 听得顾瑜一击零 真的有人说话能这么好听 女子缓缓转身 想要看清来者是谁 她被困在这里 已经不知过了多久 这还是第一次有其他人来到这里 除了那个可恶的淫贼 四目相对 全有容貌看比雪莹的女人 两女各有千秋 雪莹是纯洁的白 这个女子是魅惑的黑 虽然她的确没做任何媚态 天生魅骨 她有一张足以颠倒天下的绝色容颜 绝色花叶看起来娇嫩无比 皮肤如玉 黄色的瞳孔 眼波流转地看着顾瑜 微翘玉唇 似乎想说什么 弯弯的月眉 和盈盈秋水的双眸 本是无比清纯 但是无形间显得格外妩媚 让人心神失守 其发漆黑 可能是由于时间长没有打理 少量发烧杂乱不堪 但丝毫没有影响美感 反而增添一份慵懒之意 而且衣着的居然是连铁黑丝 外面紧紧一缕黑布 遮蔽那神秘之处 这TM谁顶得住 上身的黑袍 只能说勉强遮蔽住胸前的春光 雄尾巨大 仿佛随时要爆裂开来 千千的细腰不足一握 那黑丝包裹住了一双玉手 小腿穿着 也是穿着精致龙形外观的靴子 不过很可惜 大部分美妙躯体 都被那可恶的红色披风挡住 它实在是太大了 太顶了 顾瑜也明白 刚才的白衣男人 为什么是一条舔狗了 被这样的女子征服 好像似乎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因为雪莹 自己对美女 还是有一些免疫能力的 但是还是恨不得趴在地下看 嗨嗨 这该死的自控力 顾瑜失神了一阵 然后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对不起 失礼了 女子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情望着顾瑜 你是怎么能够到达这里的 这里被外部结界隔绝 无关你修为 也不足以破此结界 他诧异地说道 何况 你怎么知道吴失龙 那黄色的瞳孔紧盯着顾瑜 只能飞上去吗 顾瑜抬头自言自语道 实话跟你说吧 我能到这里 是因为我可以无视任何结界效果 顾瑜如实说道 只能靠他 才有可能离开这里 隐藏也没什么意义 都半截身子入土了 黑发女子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不可能 我就没听说 还有这种能力 但是顾瑜站在这里 就是实打实地证明 他眉头紧锁地思考了一会儿 仿佛下了什么决定一般 你要是能进到这透明结界之内 吴就相信你 而且 吴自然有办法让你离开这里 女子缓缓说道 真的 顾瑜喜道 仔细打量这透明玻璃 随后 手掌接触了这个透明玻璃上 检测到结界 区移主法生效 六面结界 成天魂器六面翡翠镜制造出来的绝对防御结界 完全阻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魂力波动 顾瑜的手 很轻松地穿过了这透明的玻璃物体 进入结界以后 顾瑜发现自身魂力已经沉寂 仿佛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 想召唤锁魂链 也不可能了目前 果然如结界所说 你看 我进来了吧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结界 能够阻挡我 顾瑜微笑 女子看见顾瑜如此轻松地 就进入这个六面结界内 满眼不可置信 有些震随她的认知 现在 你可以告诉我 我怎么离开这里 顾瑜问道 很简单 跟吴签订眷属契约 成为吴之眷属 吴可以轻松地带着你离开这里 黑发女子缓缓说道 眷属契约 那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 成为吴的仆人 龙的眷属 她此时有些神情扭捏 顾瑜沉默了 美女虽好 但是成为仆人什么的 还是太难以接受 心中有些失望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你为什么被困在这里 顾瑜反问道 不是被困在这 是只能待在这里 女子轻抚透明结界叹了口气 悠悠地道 吴现在身中诅咒 如果离开这个透明结界 体内的力量就会迅速流失 每次尝试解除这个六面结界 吴的力量会快速流失 直至归零 只有在这六面结界中 诅咒之力 才会暂时不吞噬我的力量 已经试过太多次了 已无现在的力量 应该也离不开最外面的结界了 外面那些卑贱的生灵 只是因为吸收了无极少部分力量 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什么 外面的巨属 是因为眼前这位黑发女子的原因 才导致魂力暴增吗 她继续地说道 龙族的实力过于强大 你们人类除非是本命魂器 否则根本无法接纳龙族的力量 哪怕无跟你签订那普通魂约 你也会被无神的魂力反噬 成为灵魂奴隶 只有签订这眷属契约 成为无知眷属 然后通过召唤 才能带我离开这里 听了这些话 难道 所谓的魂奴 有可能是魂宠契约的逆转导致的 这也太害人听闻了 时间悄然流逝 故于在思考 那女子也没催促故于什么 那诅咒会将你的力量 故于旁敲侧击地问道 吞噬殆尽 她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那我们还怎么飞上去 不是骑马通灵级才能骑成 龙族哪怕是刚出生的新生 都可以阵翅飞翔 你是看不起屋 黑发女子冷冷淡淡说道 卧槽 这么狠的吗 那就试试吧 离不开这里 也是死路一条 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吧 我答应做你的眷属了 故于无奈道 女子听到后 也纠结了很久 最后 她下定决心 轻轻一挥 这节节慢慢聚拢 逐渐化作一道手镯 戴在她的柔衣之上 随后她眉目一皱 似乎身体出现了不适 她连忙走向顾于 双手轻轻扶住了 顾于的太阳穴 美眸紧闭 随后念了一串 应该是龙族的语言吧 反正听不懂 顾于正在欣赏她的容颜之时 她看起来 似乎异常痛苦 闷哼一声 好像要立刻昏过去吧 顾于连忙双手 搂住她的腰 大量暗属性魂力 从她体内冒出 不断地消散在天地间 顾于都能感觉到 她的力量越来越弱 一个红色的契约法阵 从女子胸口闪现而出 一道红线从中而出 进入顾于体内 女子望向那道红线 心中也是惆怅万分的样子 此时一变突圣 顾于的体内 显现了一个蓝色的契约法阵 蓝色的力量 通过那道红线 直接反进入女子胸口处 这是 女子一脸不解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这跟记忆里的 龙族眷属契约仪式不一样 检测到契约之力 王玉强制生效 第36章 礼乐 一 在系统的提示音中 顾于一脸猛逼地 看着系统面板 成功获得第二魂宠 舵天鸣与龙 品阶 史诗集 等级 反品一阶 强大的暗黑魔龙 完美容和风之力的进化形态 虽然如今龙魂近毁 但是实力依然强劲无比 魂技 鸣风爪 普通普攻附带暗属性伤害 暗之言 指定目标造成大量暗属性伤害 以及降低防御效果 悬 暗龙吸 对面前范围内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暗属性伤害 第 侵蚀之言 每次造成暗属性伤害 有几率造成混乱 恐惧 失明的效果 暗龙甲咒 伤害减免50% 免疫混乱 魅惑 恐惧 失明状态 堕天之意 移动速度翻倍 施法不需要蓄力 若在天空飞行 则速度在翻倍 邪龙逆灵 中烟 可进化 当前状态 虚弱无比 龙魂消散 升阶突破 不需要任何材料 完完整整看到了这史诗之龙的属性 故于惊呆了 三个强大的被动技能 还有两个技能未知效果 只是没想到 他竟然变成了自己的第二魂宠 不过也好 这样就不用去当仆人了 王玉的力量居然能干涉那所谓的眷属契约吗 黑发女子美眸正出神望着的顾鱼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能够逆转契约之列 他的内心已经感觉到了 完成的契约并不是那相对平等的眷属契约 他的力量是那么的低微不堪 居然能够强制地跟自己完成本命魂器 人类不是只能有一个本命魂器吗 现如今 自己的灵魂与生命 已经和眼前的黑发男子完全地绑定在了一起 灵魂深处的强大制约让他已经无法抵抗顾鱼的任何命令 他看了眼自己体内的状态 苦修一生的强大力量 此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盘 似乎马上就要流失殆尽 全身修为一招皆失 自从被视龙大阵偷袭封印那一刻 结局早已注定 六面结界也只是拖延这一天的到来罢了 看来是命数 都是自己的错 力量尽失 是本来骄傲无比的他 有些失魂落魄 现如今 自己的生命也在他人手中 既然自己已经相信选择奇迹 那就完全地顺应天命吧 苦苦坚持这么多年 依然还是没有改变这个结局 随后 他无力地紧闭了双眼 顾鱼很快地发现了他的身体状况 毕竟已经魂命相连 黑发女子美眸微闭 似乎流了眼泪 眼看那郊区就要脱离倒地 顾鱼连忙扶起他的身体 他本想伸手抵抗 却是徒劳 柔弱无骨的郊区 就那么瘫倒在顾鱼怀里 这就是那诅咒的力量 顾鱼问道 是的 是龙大镇 专门针对龙族罪犯所使用的刑罚 黑发女子虚弱地说道 吴的力量已经快要散尽了 连这化形之力也要失去了 麻烦你来照顾吴一阵子了 说完 黑发女子黑光闪过 脱离顾鱼怀中 身体不断变换 最终变化成了一只十多米高的黑色邪龙 一双黄色的瞳孔 背后长着一对巨大无比的翅膀 巨大的身体布满黑色的鳞片 龙尾扫地 看起来就如同刀刃般锋利的龙爪 头顶两只漆黑的脚 显得邪魅至极 这就是龙吗 最低等级体型居然还这么巨大 黑色巨龙前一秒还威风凛凛 下一秒就拉胯了 庞大的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来 他的气息变得虚弱无比 那只黄色瞳孔的龙眼 就那么一直盯着顾鱼 顾鱼连忙走到他身前 轻轻抚摸他的鼻子说道 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黑色巨龙这才缓缓闭上了眼睛 看来是力量彻底耗尽 需要时间休息一番 这么大 能收装进魂石海中吗 顾鱼心念 收 黑色巨龙被顾鱼轻松收进了体内魂石海空间 魂石海空间内 雪鱼正在在无聊地休息 光荡 一只漆黑巨龙突然出现在自己身边 雪鱼 这么大的家伙突然进来了 有点不知所措 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了 但是他立马察觉到 眼前虚弱的巨龙 身上也有顾鱼灵魂的味道 顿时 亲切感一下就上来了 毕竟是他最爱的主人的气息 他开始仔细地打量起这个大家伙来 虽然收了只史诗龙当魂宠 故于并没有很开心 史诗级的龙族 本体还这么庞大无比 绝对不能让他的本体暴露在人前 而且 黑龙的踪迹绝对不能让那个白衣小白脸发现 现在应该尽快想办法 帮着舵天明羽龙快速恢复实力 力量 魂合 身上倒是有不少暗戏二阶 正好趁早他休息 猎杀更多的巨鼠吧 魂合永远不嫌多 反正着急也不能离开这里 顾于现在最担心的是 万一那个白衣男子再次回来 如果发现舵天明羽龙消失了 会不会立刻暴走 把整个深渊毁掉 那可就太冤了 而且顾于严重怀疑 这个深渊就是由舵天明羽龙造成的 越想越可怕 算了 别瞎想了 顾于连忙离开了这光之结界 继续猎杀巨树去了 刚出结界 雪莹就轻盈地跳了出来 主人 那只黑色巨龙是 我们的新伙伴 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那真是太好了 主人真的好厉害 雪莹再一次扑在顾于身上 终于可以跟主人 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猎杀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顾于倒是没遇见 几只洞穴巨树了 现在的巨树 已经提升了 一至两个等级 相较之前 但是战斗力还是那么惨 毫无掌镜 突然 黑光闪过 巨大黑龙再次出现在顾于眼前 看起来 他已经好伤很多了 你的身体已经好点了吗 顾于大声地喊道 这龙也太高了 龙手微微下垂 四目相对 顾于召唤锁魂链 通过突进效果 来到了黑龙头顶之上 下面怕你听不到 我就自己上来了 你现在急需提升实力吧 我这都是提前给你准备的 说吧 顾于将身上的所有暗系魂核 全部掏了出来 第37章 李悦 二 这些都是给你的 顾于笑道 黑龙也没客气 龙口一张 锁魂练飞舞 顾于连忙把所有魂核 一口气倒了进去 应该不会消化不良吧 这近百枚的二阶暗系魂核 应该足够他升到通灵级吧 血盈都没这么能吃 黑龙吞噬了全部魂核 过了一会儿 身体被漆黑的力量包围 顾于连忙从他身上跳了下去 一旁的雪盈 立刻用虎尾接住了顾于 再次变换成人形 站在顾于身边 主人 难道他也要二阶才能飞行 雪盈好奇道 没 现在应该就可以 我只是觉得 升级后可能飞得快一点 顾于如实说道 自己已经困在这深渊内 起码七天了 开穴是肯定赶不上了 那也不能破罐子破摔啊 穴还是要上的 黑龙的体型不断变大 整整大了一圈 现在应该有二十多米高了 顾于看了眼他的属性 果然 接近百霉二阶魂合的能量下 轻松地突破到了通灵级 如果是普通级魂宠 这么多魂合的能量 应该能轻松到达通灵五阶 升级后的舵天鸣与龙 觉醒了二个新的技能 风之一 增幅自身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100% D 龙威 强制降低周围 所有生灵攻击力的40% 机动性大幅度提升 效果玩爆了风驰电掣 还有个新的被动技能龙威 简单粗暴 强制降低攻击力 龟龟 约等于降低对面四成十力 这就是史诗级的魂兽吗 好强 估计没人能当做龙的主人吧 顾于内心突然骄傲了起来 不过 雪银当初进化 才觉醒了一个疾病绽放 这史诗级的舵天鸣与龙 居然一次觉醒了二个 在顾于思考技能的时候 那堕天鸣与龙再次幻化成人形 那绝美的容颜似乎有些忧虑 眉头紧锁 轻咬欲唇 缓步走近 胸前高耸 似乎随时要撑破黑衣出来 风鱼有志的胶躯 随之抖动 而且 她的头上长了一对暗红色的龙角 披风的后面还藏着一根尾巴 卧槽 这 这是本命契约的祝福 话形并不完全 黑发女子 目光柔和地看着顾于 然后缓缓地解释道 她自己也被奇特的力量震惊了 第一次见到有人 能契约两只本命魂虫 魂命相连 她已经知道 顾于内心在想什么了 我以后该怎么称呼你呢 顾于连忙震惊道 黑发女子回头望向那当初的祭坛 意犹所指地说道 被困在此 不知道多少年 名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 我也是因为 你从而获得了新生 小主人 你喜欢叫什么 便叫什么吧 最后她慵懒地说道 你肯叫我为主人 顾于倒是惊讶了 不守 内心能不激动吗 说实话 她并不觉得 她有能力完全驯服 这朵天明与龙 听说龙族都是高傲无比 以实力为尊 现在的自己 在人眼里 估计就是个扎一扎 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 不过既然有能力 改变这契约之力 魂气相连 你死则无亡 而且 你也遵守了承诺 代吴离开了 那结界之外 龙族是最信守契约的 这么短的时间内 令吴恢复了少许力量 也配得上吴之主 她看着顾瑜的脸 正正地说道 顾瑜内心一暖 放心吧 当初已经答应你 没怕契约改变 我也不会强迫 你做任何事的 我之前听到 你的名字里 似乎带一个月字 而我们在这深渊之下的 玻璃结界相遇 那就叫你李月 你看如何 李月 还不错 她似乎接受了新的名字 对了 你也别老呜呜呜地自称 听起来好别扭 叫我就可以了 顾瑜微笑道 好吧 她最终还是妥协了 随后 李月不知道从哪里 掏出了一块玉佩 念念有词地看着玉佩说道 玉儿 我终于脱离那恶毒的诅咒 总有一天 吴我会为你报仇的 然后 她开始闭眼祈祷了起来 玉儿 听起来 也似乎是个女人的名字 怎么了李月 脱困不是好事吗 你为什么似乎无比难过的样子 顾瑜还是有些好奇地问道 玉儿是吴的侍女 也是吴 我最好的姐妹 当初她就死在那淫贼的剑下 我一定会替她报仇的 还有我的族人 我的父亲 李月似乎想起了伤心之事 顾瑜在边上看的 也不是很舒服 上去安抚 好像是在占便宜 不去吧 在那发呆巷的木头 正当顾瑜忧虑 如何提高李月的好感度的时候 眼光无意间地瞥了眼那玉佩 系统面板突然跳出来 有情况 黑龙玉 本来佩戴身上 可以增加魂力吸收速度 后背改造成为一种隐蔽的魂力发射器 魂力发射器 不会吧 难道 顾瑜迅速地脑补 出来了一个相当狗血的故事 如果真的是这样 想必她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真相 那就这么办吧 顾瑜来到李月身边 轻轻问道 李月 你相信我吗 李月听到这话犹豫了一刹那 随后说道 我相信 小主人身上 确实有着奇特的力量 毕竟顾瑜是开了挂的 那就丢下这块玉佩吧 就当是我下的命令吧 你可以怨恨我 顾瑜无奈道 心想 这下完蛋了 好感度一点没涨 开局就要变富了 然而 并没有想象中的场景发生 顾瑜悄悄睁开眼 发现李月盯着玉佩 在思考什么的样子 好吧 小主人 我听你的 我们出发吧 李月用一种极其失望的语气说道 顾瑜听到也不是滋味 哎 全当善意的谎言了 转身打算离开 但是突然 寂静无声 连个脚步声都没有 搞得顾瑜很尴尬 雪莹 你在旁边看什么呢 快说句话 好甘大 好像谁先出声音 谁输了一般 最终 她还是没顶住 打算回头 跟李月解释一下缘由 回头望去 美人正在哭泣 她长长的睫毛满是泪水 泪水在预知般的肌肤上徘徊 似乎不愿意落下 难道 哎 真是太低咕龙族的智慧了 战斗力那么强 怎么会是蠢货 而且魂命相连 顾瑜内心的想法 很容易被李月得知 我还真是蠢啊 顾瑜有些自责 玉佩落地声 她直接扑进顾瑜的怀里 顿时一股香气入鼻 嗯 跟雪莹身上的味道不一样 泪水就这样不断地打湿 顾瑜胸前 顾瑜此时 居然没有任何下流的想法 只是轻轻地搂住了 她那柔弱无骨的娇躯 别哭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顾瑜安慰道 雪莹其实从一开始就在边上 静静地陪着主人 三人一句话都不说 哥那罚站了半天 最后 她松开了顾瑜 转过身去 体型变换 走吧 雪莹 顾瑜抱起雪莹 锁练飞舞 两人来到了宽阔的龙背之上 随后 身体一轻 躲天之龙 再次翱翔在这个世界 不知过了多久 那道白光 再次来到这深渊之底 当她望着那空荡荡的祭坛 惊讶地说不出来任何话 然后好像想到什么一般 她立马取出一件传音魂器咆哮道 她消失了 快点 给我查查在哪 立刻 马上 跑不了多远 然后 她似乎听到了什么震惊的消息 满眼的不可知性 然后她带着西记 开始疯狂地在深渊之下寻找 最终 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 她发现 那遗落在地上的玉佩 现在已摔成两半 啊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疯狂地咆哮 充斥了这寂静的深渊 第38章 到达星耀 在躲天之翼的速度加持下 顾鱼爽翻了天 这就是飞的感觉吗 数千米高空之上 顾鱼和雪莹 就在李悦的后背上面坐着 一股特殊的暗之力 保护他俩 不受气流影响 飞机 那玩意飞得太慢了 就在顾鱼特别兴奋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 妈的 别飞错方向了呀 顾鱼连忙心道 让李悦赶紧下降 这速度太快了 完全能飞到外过去 随便找了一个荒无人烟的空地之处 巨龙的身体缓缓落地 顾鱼和雪莹 从巨龙身上跳下来 都要小心半天 随后 李悦化为人形 安安静静地跟在顾鱼边上 出了深渊之后 他再也没说过话 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吧 先不管他了 当务之急 先看看自己在哪 掏出手机 开机 还不错 还剩下30多的电量 一看时间 已经是28号的早上了 在那个深渊之中 整整浪费了8天时间 手机显示 他们现在再星要是 南侧较近的距离 还好没飞错方向 在地图上看 他们已经跨过那大桥 很远的距离了 也不知道 那和谐号最后怎么样了 走吧 雪莹 李悦 前面的路不需要飞了 李悦 你可以回空间休息会儿 顾鱼关心地说道 雪莹化作战斗姿态 顾鱼翻身跳了上去 嗯 回头一看 李悦还在后面有些发呆 似乎神魂出窍 难道是飞太高了 累了 怎么了李悦 难道是身体还没休息好吗 小主人多虑了 我只是 讨厌在封闭的空间 在独自待着了 他心神不宁地回答道 不会是患上幽臂恐惧症了吧 那上来吧 顾鱼朝李悦伸出了手 看着顾鱼伸出的手 他犹豫了一刹那 然后牵住了顾鱼的手 好软 顾鱼低身用力 轻松地将李悦拽上湖背 然后就轻轻地将他的娇躯抱在自己怀里 他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靠在顾鱼怀里 分箱扑鼻 没有任何抗拒的意思 这一路上 雪莹的速度提得飞快 如果遇见其他人 直接用风驰电掣 加速冲了过去 路上的猎人们 只能看到一抹白色的影子绝尘而去 到了下午 顾鱼就已经快到了这新钥匙的南门检查口 李悦 到检查处了 为了安全起见 你还是先回去吧 雪莹 你也回去吧 好好陪陪她 李悦倾手微锤 没有回答 考验演技的时候到了 顾鱼独自到了检查口 请配合检查 出示您的证件 安检人员是一位小姐姐 顾鱼掏出了自己身份证 在验证信息的时候 出现了问题 你是顾鱼 小姐姐仿佛见到了鬼一样的 核对顾鱼身份证 嗯 经过核对信息 你 小姐姐颤微微地说 果然 那核协号应该是 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顾鱼作为当时的乘客 估计从失踪 直接判定成为死亡了 核对身份显示 您是乘坐上一次 核协号列车的乘客 那核协号发生事故车上 无人幸免 你现在需要积极配合 治安部的调查 顾鱼早就猜到会这样 这世界人口携手 连私斗都禁止下杀手 那天 那魂奴还在开直播 向着华国政府宣战 出了那么大的事故 不严查才怪 很快呀 来了几个有关人员部门的人员 就把顾鱼带走了 警察局内 迎接顾鱼的 倒不是警察 是治安局的人 这治安局就可以理解为 魂宠师警察部队 李牧在仔细地 看着顾鱼的详细资料 前几天的惊天大案 惊动了上面 下令最近严查严打魂奴组织 这伙叫做黑一盟的 已经多次组织违法犯罪活动 这次 和谐号被劫持 在经过那峡谷大桥千米远后 被不明原因破坏结界铁轨 导致整辆列车脱轨 车上68名乘客全部遇难 黑一盟的人不翼而非 李牧一直负责这个案子 没想到 事情过来这么多天 当日乘客其一 这个叫顾鱼得 居然独自活着回来了 是好晕 李牧连忙仔细查他的资料 干净得很 自幼是国家出钱抚养 应该没有理由成为恐怖分子 他以前还是天梦式灾变的遗孤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煞孤星 此次来星耀 也是因为北兰学院月底的开学 但是李牧还是打算见见着顾鱼 虽然打心底 他根本就不认为顾鱼会是恐怖分子 但是为了职业操守 还是去走个过场吧 作为唯一生还人员 他还是有那么一丁点嫌疑的 于是 顾鱼同学被请到单独的房间去喝茶了 怎么还不来人 顾鱼心道 随后 马上走进来一位身材挺拔健壮的中年男子 看起来一身正气 他进来开门见山地直接问道 顾鱼是吗 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 那双眼恶狠狠地盯着顾鱼 我本来是前往北兰学院参加开学仪式的 没没想到摊上那种事情 顾鱼连忙惊恐地说道 我问你是怎么回来的 他再次复述了问题 好不耐烦啊 我的魂器能力是远程攻击 当时那群人在搜查整辆列车的时候 我正巧在卫生间 于是躲过一截 反正根本没有知情人 编就硬编 然后 李牧问道 当时 那犯罪分子头目在进行直播 我就找机会对其进行偷袭 顾鱼召唤了自己的锁魂链 以正清白 那女子直播之时 是被顾鱼的锁魂链进行定身控制的 肯定上镜了 直接说自己是幸存者 反而会被怀疑 最假的谎言 就是真中代假 假中代真 当时太过害怕 我就跳车逃跑了 顾鱼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普通人 我的魂虫是一只狐狸 因为跟云家小姐有那么一点点交集 跟她学习过如何培养狐狸魂虫 是兵属性的 因为保护我导致魂力枯竭 现在正在养伤 顾鱼一副 我要拿出来给你看的样子 还好 我带的粮食比较多 这一路就这么赶过来的 再然后遇见一个猎人小队 我支付他们钱把我 好了 我已经了解情况了 李牧已经感到无趣 没有获得他想要的东西 顾鱼所说的情况 与他们掌握的情报 也都基本吻合 当天事发直播 确实有一条锁链魂器 偷袭那名犯罪分子头部 随后犯罪分子 遭到兵系魂机的打击 只是很可惜 战斗开始 手机直接跌落在地 随后直播中断 而且 既然是直播 顾鱼是恐怖分子的可能性 直接被排除 谁家演戏 还要献祭自家人 那还在完全掌握 整个列车的情况下 他也确认过了 是同一条通体漆黑的锁链魂器 至于他怎么活下来的 李牧其实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就是 顾鱼确确实实 不是什么恐怖分子 如果顾鱼说 他只是在脱轨的列车中 幸存下来 那才是真的有猫腻 看来是他是真的天煞孤星 命格够硬 咳死了其他人 还是少接触他为妙 李牧脑中冒出了奇怪的想法 其实仔细想想 顾鱼的话语中 有很多的漏洞 而人们 只会先入为主 听到他们想听到的罢了 第39章 逆铃 傍晚6点 顾鱼才从警察局里出来 拿着李牧开的证明 这下应该可以去学院报到了 并且完美地解决了迟到的理由 不过他们治安部办事真的莫及啊 一个证明 愣是拖了起码两小时 今天天色已晚 估计学校领导都已经下班了吧 明天再去吧 先把住处搞定 顾鱼打开手机 随便下了个租房APP 然后立刻找到了 北兰学区附近的学区房 物色了一个差不多的 果断地联系了房东 最终以押金10W 2W魂币一个月的价格 租下了这里 望着这个新家 这可比之前在玉荣市的家 豪华得多 毕竟价位在那里摆着呢 一室一厅 一味一厨一阳台 美滋滋 搞定合同 固于舒服地躺在了沙发上歇息一番 这一路紧绷的精神 也终于放松了 没想到上个学还能遇见这种事情 说出去都没人信 也不知道 李月和雪莹相处的咋样了 正巧 一黑一白 两道光芒闪出 一朵犹如盛开的白莲 洁白而又美丽 一朵好似漆黑的玫瑰 性感带着妩媚 望着两女 固于顿时感觉心里无比满足 女人 根本没有自己家的浑虫香 主人 奴家和李月姐姐聊了很多哦 雪莹笑盈盈地说道 哦 说来听听 固于还真有些好奇 奴家答应过 替李月姐姐保密的 雪莹一脸为难 好吧 主人 这是新家吗 雪莹打量了下房间 那奴家帮忙收拾行李布置屋子 主人你先好好休息吧 雪莹说完就去布置新家去了 只留下一道歉影 也不知道 两女聊了什么 丽月的心情 似乎已经好转 梅雨神情间 也没有了之前的冷漠 她一改固于对她的印象 很自然地 就坐在了固于身边 那诱人的躯体 就这样毫无防备地 映入固于眼中 黑丝 顶啊 固于内心评价了一番 黄色的瞳孔就这么盯着固于 媚眼如丝 怎么回事 眼神有点不对劲 虽然是被自家魂宠直勾勾地盯着 固于还是有一些不是 固于连忙喝了口水 然后问道 你这么一直盯着我干嘛 难道我又变帅了 人家只是看不透 小主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特殊能力呢 妩媚而又慵懒的声音传来 卧槽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被夺射了 丽月说话的语气 与之前判若两人 她好像知道 固于想要问什么 轻声趴在固于耳边继续说道 从前的月已经死了 早就死在了是龙大阵之下 丽月 这个新名字 我很喜欢 小主人 黑龙可是之邪之龙哦 小心别被我吃了哦 丽月贴到耳边 吐气如蓝地说道 随后俏皮地眨了下眼睛 送给小主人的小礼物 香气靠近 她的柔仪 轻抚固于的胸膛之上 只感觉一股霸道的力量 直接入体 丽月说完 便起身离开 去找雪莹了 望着那成熟的背影 卧槽 撩完了就跑 不讲武德 获得效果逆龄系统的提示音来了 难道是那两个未知技能解锁了 固于连忙查看 邪龙逆龄 永久指定一个目标 作为逆龄 不可替换 逆龄受的任何伤害 都会减少30% 中烟 若逆龄生命宾威 自身陷入狂化状态 全属性增加500% 毁灭一切 直至中烟 固于望着这两个技能 她已经明白了 李月的心意 但愿这个技能 永远不要发动吧 晚饭时间 雪莹当了把大厨 做了一些饭菜 看得固于一愣一愣的 可以啊 雪莹 你啥时候学会的 固于挠头问道 她可不记得 雪莹还会颠勺 在主人之前 闭眼修炼时 奴家无聊上网学习的 固于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埋头吃饭 已经很多天 没吃过好东西了 怎么没动静啊 固于抬头发现 雪莹正在温柔地望着自己 丽月在看着饭菜 也没动筷子 你们怎么不吃啊 奴家是专门给主人 和李月姐姐做的 奴家还不饿 传说集说话就是任性 反正不吃饭也不饿 我已经不知道 多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 不馋 丽月看着一盘红烧肉 倒是出神的道 口是心非 别看了 快吃吧 看给你你馋的 固于给李月加了一块肉之后 就没再管了 李月最终 还是选择乖乖吃饭 唉 真香 洗完碗后 固于躺在沙发上 享受雪莹的按摩 一旁的李月 一直安安静静地 看着固于和雪莹 这鬼游戏 怎么抽卡 这有保底啊 垃圾游戏卸载了 固于愤愤说道 垃圾二次元 课金手游 李月看向手机 一脸疑惑 懂了 固于飞速地网购一台 然后把手机丢给雪莹 吩咐他教李月 如何使用手机 泡在浴缸里 固于望着自己的手臂 有些出神 明天去学校报道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应该能轻松入学吧 正在固于思考 李月的事情时 固于并没有去偷窥二女洗澡 他正在电脑上 搜索有关龙的资料 可是 能搜索到的 都是大多数为 领主级的龙族 传说级的龙族 倒是也有不少 不过 没有暗属性和风属性并存的 堕天明与龙 根本搜索不到其一丝信息 没有任何头绪 李月 这个强大的史诗级的龙族 最起码 在人类大众眼前中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连魂骨这种东西 网络上 也有捕风捉影般的信息 这样的话 其实也还好 被人发现 其真身是史诗之龙的概率 会小很多 即便如此 也不能天天把它 关在魂石海里面 那样不是变相坐牢 第四十章 成天魂器 固于随后想了想 搜索了亚龙族 亚龙 龙性好营 龙族和别的物种 杂交生下来的物种 实力多为珍稀集 个别强大的个体 也能达到领主集 只有极少数 才能达到传说集 亚龙族的个体 也有龙脚和龙尾 这样的话 只要不暴露龙身 李月还是可以稍微地 在人间活动 固于悬着的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既然已经得到了 想要的讯息 固于关上了电脑 然后照常地抽奖了 果然又是升级大礼包 固于倒也没着急 吸收魂金 先留着点吧 万一以后受伤 还有个后背隐藏能源 现在自己的实力 应该随随便便 吊打这帮学生了吧 固于躺在床上 还没多久 两女就出来了 雪莹满脸烟红 李月一脸满足 怎么回事 不会吧 不是的主人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雪莹满脸通红地解释道 我只是跟雪莹妹妹 亲热一番罢了 小主人别想歪了 小主人雪莹全身 可真是柔软丝滑呢 她突然语气暧昧地说道 明天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玩这个游戏呢 不扯了 睡觉了 明天还有正事要办 李月 你先回去吧 我们要睡觉了 固于随口说道 小主人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强迫我做任何事吗 她柔柔地说道 竟然是模仿雪莹的语气和神情 更何况 一个人独自在那空间里 我还是有些不舒服 李月一脸委屈的表情 固于根本没想到 李月今天会突然一转性情 非说要有人陪着才行 本来她以为 李月之前一副高冷女王的姿态 自己从没想过这么暧昧的问题啊 问题是 这个床就能俩人睡啊 三个人的话 有点挤 固于看了看床 当时租房就没考虑过多人睡觉这个问题 那这样吧 我去客厅睡 你俩睡一起 让雪莹陪你 固于说道 回头 我换个大点的房子 反正还有点小钱 只能先满足她的要求了 兜里揣着90W 固于不自觉地说话 都硬气了几分 奴家要跟主人一起睡 不要分开 雪莹抱着固于的手臂 楚楚可怜 她跟固于从来就没分开过 从始至终 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的 最终固于躺在床上 仰头看着天花板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变成这样 虽然没把自己当证人君子 但是固于也没想过左用右抱啊 你是不是会认为很爽 那还睡个屁啊 左右两边都是美女 你能睡得着 你要动一个 另一个怎么办 全都要 也没那好感度啊 本来还能拿下一个 现在倒好 全都拿下了 但也没有完全拿下 只能摸摸 不能干别的 时间长了 会不会憋坏了呀 固于倒也理解李悦 自我封印不知道多少年 换一般人 可能早封了 当初在那深渊之下 无尽黑暗 短短几天 固于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 而且当时也是自己主动许诺 不会强迫她做任何事情的 我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 固于想给自己一嘴巴子 左边 雪莹抱着固于的身体 正毫无防备地呼呼大睡 右边 妩媚动人的油雾 正在一直盯着自己 也不说话 也不睡觉 手背夹在那两座巨大的山峰之间 满手竟是柔软之处 隔着这睡衣的质感 简直爆炸 丽月也没有阻止 固于的手中动作 反而将风鱼的大腿 攀上了固于的腰间 没有任何阻隔 柔软至极 这谁顶得住啊 不行 这样下去容易走火呀 固于不想丢这个人 只能连忙转移话题 丽月 为什么你性格突然变化这么大 固于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因为 现在的我 才是真正的我 丽月神秘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吗 难道小主人你不喜欢吗 丽月那眼神 似乎已经把固于看穿了 喜欢 我就好这口 固于如实说道 这也没啥好藏着掖着的 小主人还真是诚实呢 跟雪莹妹妹说的一样 既然我已经无法改变 力量全尸的事实 那只能把一切都交给小主人你了 说完 丽月伸出玉手轻抚固于脸庞 那奇异的透明手链 映入眼帘 六面翡翠镜 成天魂器 拥有隔绝世间一切魂力的力量 这就是那六面结界的本体吗 成天魂器 这是什么东西 丽月悠悠地说道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导致我被那白龙偷袭算计 成天魂器 据说是某种质保的钥匙 我只不过是偶然之间得到 还没来急研究其中的奥妙 这成天魂器 没有大量魂力 根本无法催动 以现在我的力量 根本无法催动它 既然是天意如此 我想把它交给小主人你了 丽月想摘下这个手链 送给顾瑜 不用了 这是你自己的力量 我怎么还能趁火打劫呢 顾瑜摇了摇头 别想那些了 我会尽我最大所能 帮你恢复实力 同时也是 为了我自己 虽然不知道那白龙 到底是什么实力 但我有信心和能力 来保护你的安全 听着身边黑发少年的沉默 那句足以令人疯狂的郊躯 没有丝毫防备地紧贴过来 丽月想起来 上一个这般许诺保护她的人 是她的父亲 可惜 早已经被那不孝紫白龙 偷袭致死 被生生抽出龙魂 练作是龙大阵的阵眼之一 黑发少年感受到他内心的不安 轻轻地搂住了他 那我就完全相信你了 小主人 丽月奄然一笑 那一刻的月光也黯然失色 放心吧 历经了不知道多少岁月 终于有了可以再次依靠的人 丽月也是终于能够 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 第四十一章 不畏面具 第二天清晨 顾鱼一如既往的睁眼 打算早起 醒来发现 两条毛茸茸的尾巴 把自己缠了起来 睡衣的扣子 早已经不见踪影 露出一大片白色挺拔的山丘 银色的青丝散步山间 最后 一条尾巴 遮住了山丘最美的景色 虽然这对顾鱼来说 已经是细以为常的山间美色 可是还是百看不腻啊 不过不能再往下看了 会出事的 转头发现 另一边的黎月不知踪影 起得比我还早吗 下地之后 这才发现 黎月此时 站在正在阳台上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顾鱼没有打扰她 先抽奖吧 结果今天转运了 彩光一闪 彩色 顾鱼已经大概摸透 这个抽奖系统了 彩色是最好的 然后是金色 恭喜获得道具 部位面具 部位面具 佩戴后能够完全改变你的魂力气息 本命魂气外观可以变换 但能力不发生任何改变 改变武器外观 以及自身气息的道具 系统不当人啊 杀人越火必备 看着手里这个诡异无比的漆黑色的面具 奇特的造型 只是看着就能激发人内心的恐惧 这在穿的大黑斗篷 完全可以cost死神了 故于尝试佩戴了一下 冰冷的触感 随后召唤锁魂链 随心而动 整条链子外观已经变成恋刃形态 锋利的刀刃 寒光四射 还蛮帅气的嘛 故于个人倒是没有任何一样感觉 但是 在阳台思考的李悦 突然感觉不到那熟悉的魂力气息了 他连忙回头望去 只见故于脸上戴着一张诡异无比的面具 手持一把奇特诡异的恋刃 小主人 是你吗 故于连忙取下面具 居然连自己的本命魂宠都分辨不出来 故于内心突然有了一个美妙的想法 早上九点左右 故于到了北兰学院的门口处 请出示学生证 门口的保安大哥拦住故于 没办法 故于只能先跟先他解释一遍来龙去脉 你这种情况 需要先去教导处问问吧 我先带你进去 于是 在路人诧异的眼光下 故于被保安大哥带到教导处 张主任 这个同学说他是来入学的 保安说完便离开了 哦 你怎么现在才来入学 这名姓张的主任 年纪约四十秃头 戴着一副眼镜 目光有些锐利 故于简单地 陈述了自己的遭遇 并且把治安局开好的证明 给这张姓教导主任看了 张主任本来想不管这种事情的 入学报道迟到 后果自负 不过 在他看到故于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学生的魂力水平不错 起码达到了魂式阶段 然后 再看到那治安局开的证明 内心更是有些震惊 居然能在那么多魂奴手中活了下来 这个学生的实力不简单 还是留下来吧 况且 他这个魂力等级 也可以轻松地进入重点班 故于同学 既然你有正当理由 这次就破例同意 你入学 谢谢 不过 先不要高兴太早 因为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你已经错过前几天的入学 摸底分班测试 现在你只能委屈一下去最差的班级了 也请你不要灰心 每一个月 学校都会进行排位赛 来划分学生班级 而且 下次排位赛月初就开始 你还有机会的 张主任信誓旦旦地说道 原来还可以升班啊 那还是不错的 缴纳了学费20W魂闭以后 张主任帮忙给顾瑜录入了学籍 并给了他一个学生证 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北兰学院的学生 这个世界的人都还不错嘛 顾宇心道 本来他以为会有找茬剧情的发生 没想到张主任这么痛快地办完入学手续 随后他打了个电话 刘老师 现在有个学生有些特殊情况 分到你们班去了 你过来一下 不久之后 门口来了一位约为30多岁的女老师 这两人简单交流了下状况 这位刘老师就把顾瑜带走了 一路上 刘老师倒是没有说什么太多话 顾瑜也就是紧紧地跟着 到了班级门口 望着门上的牌子 是 进入了教室 刘老师也只是让顾瑜简单做了个自我介绍 然后随便分配了个位置 后排靠窗 还不错 随后 刘老师立刻进入了上课模式开始讲课 还好 只是耽误了几天 如果拖到下一个月再来 就麻烦了 这位刘老师滔滔不绝地再讲一些基本知识 比如 强调跟魂虫之间的配合作战 魂虫属性的优先选择之类的 可惜 这些东西都是实战比较有趣 理论上并没有什么意义 对顾瑜也没什么用 以后自己要找的魂虫 起码是要传说级吧 现在有些看不上传说级别以下的了 至于战斗 可能大多人第一次作战 会被吓到双腿发麻 失去战意 枯燥的知识 听得顾瑜瞌睡连连 昨天晚上睡得也并不安稳 很快 老师讲到了魂虫强化阶段 这魂虫的强化 顾瑜倒是有些兴趣 魂虫品质进阶 需要消耗大量材料 这点顾瑜完全没有不及 一个传说 一个史诗 生机还早 刘老师还提到了魂虫 跟顾瑜猜想的一样 魂虫是野生魂兽死亡后 随机掉落的东西 获得的人并不多 这导致很少有世人知道 魂虫的存在 强化宠物的技能达到质变效果 一般来说 也就可以使用三次 不过听它话里有话 以后可能还有途径 额外提升魂虫强化次数 还有魂霞 是由魂霞师制作而成 魂霞是需要生情通灵级 或以上的魂兽 并且用特殊手段 剥离其魂魄 再用封魂霞封印 再由特殊的方法制作而成 魂霞师 听起来好像挺帅气的 以后看看 能不能接触一下 一上午就这么 马马虎虎的过去了 今天下午是实战练习课程 时间快速来到了下午 这个实战课 故意还是有些好奇的 授课的是一位中年男老师 还戴着眼镜 在操场集合以后 眼镜老师开始正式讲解 对战魂兽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如何分析对手情报之类的 在战斗中 如何与魂宠配合 废话说完后 那男老师召唤出一头烈焰脚马 这脚马身强体壮 勇猛无比 今天正式教教大家如何实战 不过 我也要先摸清大家的战斗水平 我不动用魂器 用这第三魂宠烈焰脚马 与大家切磋一番 随后 进行了轮流教育 这个 太笨重 这个 不懂得跟魂宠配合 这个 完全是魂宠自己打 主人在后面挂机 眼镜男老师 有些觉得无聊 不愧是最差的班级 很快就轮到了顾瑜 那男老师仔细地看了眼顾瑜 没想到 这个黑发少年的魂力 已经达到魂室水平 那就是他起码有两只魂宠 这个学生 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惊喜呢 第四十二章 轻松的战斗 烈焰脚马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通灵五阶 强力的近战火焰系魂兽 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和冲击力 魂技 火铠 施展火铠保护自身 极大增强防御力和冲击力 黄 烈焰冲击 提升自身移动速度 并且双脚产生火焰冲击敌人 威力极大 玄 血清激发 开启后 大幅度提升速度和攻击力 贯穿 锋利无比的双脚 无视敌人防御30% 珍西急魂宠吗 还有两把刷子 虽然这只烈焰脚马手段攻击单一 但是它的攻击力 还是蛮强的 所有技能 全部都是 修饰这个烈焰冲击 来吧 顾瑜同学 好的 老师 顾瑜从容地召唤出了战斗形态的雪莹 周围的同学 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三位狐狸 连连发出惊叹 雪莹已经把很多女同学的心带走了 眼镜男老师 从这三条尾巴的雪狐身上感觉到 这起码有珍惜机以上的力量 既然如此 她面对 顾瑜这个比较优秀的苗子 就没必要过多放水了 看看她的实力到底如何 面对之前的同学 脚马基本只是使用普通攻击 而这次 烈焰脚马上来就施展了火凯 全身被烈焰包围 凶猛无比 旁边观战的同学 再次震惊了 这脚马 原来是可以冒火的 原来老师刚才是放海了 召唤你的第二魂宠吧 顾瑜同学 否则你没机会的 我的烈焰脚马 在等级和属性都刻着你的雪狐 什么 这新来的 居然有魂式集 同学们已经被震碎成渣了 能召唤第二魂宠 说明魂力起码要达到魂式一阶 刚入学的话 这个水平完全不用来这个班级 他们基本上是最差的学生了 有的人只有魂徒二杠三阶 这不是诚心打击人吗 顾瑜没有答话 而是看着这全身喷火的脚马 火属性的铠甲 这确实有些棘手 火属性的保护会大幅度降低雪盈造成的伤害 眼镜老师也并没有着急动手 他选择让顾瑜先手 不过 几秒后 他就有些后悔了 雪盈的冰霜吐息已经蓄力完毕 先给这烈焰脚马来一波小攻击 探探他的攻击模式 与此同时 锁魂链也直接向那烈焰脚马的双脚飞去 烈焰脚马轻松躲开锁魂链的攻击 他选择硬抗冰霜吐息 冰霜之力虽然被火铠抵消了不少 但是剩余的力量还是轻松破了这火铠的防御 造成了少许的伤害 虽然减速和持续伤害已经生效了 但是固域认为 这点影响不足以打败这烈焰脚马 魂宠相差三个等级 而且属性相克 果然不能轻松取胜吗 眼镜老师内心一震 这雪狐竟然能伤到他的脚马 这难道是玄冰狐的进阶姿态 急针妖狐 不过 急针妖狐也没有三条尾白啊 速战速决吧 那烈焰脚马继续向着雪莹发起了冲锋 无视伤痛 那两只脚燃出巨大火焰 仿佛是两把火刀 这应该是那个烈焰冲击 不能硬抗 雪莹发动了风驰电掣 轻松地躲过了这个烈焰冲击 眼镜老师已经发现了 事情不太对劲 他虽然已经限制了烈焰脚马的力量与速度 但是烈焰冲击 还是第一次这么轻易地被躲过 这诡异的身法技能 不是冰系魂虫所拥有的 这小子 学会了魂侠技 顾宇还不太想过早暴露雪莹的强制控制能力 和冰凯的无敌效果 这个烈焰脚马 近战实力太强 雪莹的普通攻击估计都无法破防 又不能召唤里乐 那只能打拉扯了 不过 通过刚才那一击 顾宇已经发现 没有成功命中敌人 巨大的惯性 会让他产生太多僵直时间留给敌人 雪莹再次依靠风驰电撤 灵巧地躲过了这个烈焰冲击 顾宇抓住这个空档 锁魂链轻松命中了这烈焰脚马的尾部 顾宇微微一笑 游戏结束了 顾宇并没有发动定身效果 只是用这锁魂和降速的两个被动能力 慢慢消磨这烈焰脚马的魂力 反正它就一种攻击模式 等眼镜男老师想使用全力解决的时候 被各种buff削弱的烈焰脚马 已经是没有任何胜算了 眼镜男发现这个学生的魂器能力诡异无比 居然能持续削弱脚马的力量 七寒之刺 发射 而这最后的一击 可能会威胁自己魂宠的生命 正当他打算召唤其他魂宠阻止之时 咔嚓 七寒之刺 飞速穿透了后面的树木 并没有命中这苟延残喘的脚马身体之上 故于并没有下杀手 切磋而已 而且老师也没使用魂器 好强啊 老师居然输了 周围的同学惊呆了 他们的魂宠基本上没接下几招 就被这脚马打翻在地 眼镜老师看着被穿透的大树 心道 好快的速度 想了一会儿 然后转身为顾瑜的操作鼓起了掌 大家要向顾瑜学习 只是一个回合的交手 便发现 我这脚马的致命破绽 没有选择硬钢 利用魂器的特殊能力制取敌人 大家要好好学习顾瑜同学战斗思路 没什么 只是老师留一手罢了 顾瑜恭敬地说道 其实只是恰好依赖风驰电车的机动性 来调戏这只攻击方式单一的脚马罢了 如果是其他多技能魂宠 今天怎么也得使用定身才能获得胜利 很多男同学要拜顾瑜当大哥 被无情拒绝了 我可不收什么小店 而女生争先恐后要摸摸血盈 啪啪啪 只有我能摸 其他人想都别想 实战课就这么结束了 回到班级 刘老师说道 马上到下个月了 每月初都会举行学院排位赛 算你们运气好 赶上月底入学 明天周六休息 周日中午十二点 都要准时来学校参加排位赛 你们运气真的好 还有晋升班级的机会 刘老师摇头道 顾瑜问了老师分班有啥用 刘老师耐心地解释道 进入优秀的班级 每日分配的魂金资源就多 现在这个班级日工也就一颗 一颗魂金 二十颗我都觉得不够 顾瑜打起了精神 排位赛吗 小菜一碟 修炼资源谁不想要呢 越多越好 顾瑜在放学后 连忙甩开了凡人的女同学们 他没有选择立刻回家 而是先去图书馆看看 看看有没有龙族和极寒之星的情报 第四十三章 李悦的力量 顾瑜来到了图书馆 这栋楼比其他教学楼大上不少 进入楼内 根据指示牌 兜兜转转 终于到了图书室门口 进入大门 好家伙 放眼望去都是书架 这里的书保守估计有十万本 顾瑜来到了右侧的图书管理处 这位管理员似乎是一位女学生 是大概十八九岁的少女 乌黑长发 你好 请问在这查阅书籍 需要什么操作 总不能一本本找吧 黑发少女向顾瑜解释 到她这里登记查询什么类型的书 然后通过电脑查询 有关于龙族浑兽 还有兵系浑虫的进阶材料方面的书 顾瑜慢慢说道 黑发女子帮忙查询 过了一会儿 120号书架第三排 是与龙族有关的书籍 至于升级材料M390号 第一排你自己看看吧 谢过了黑衣女子 顾瑜先来到了这120号书架处 整个书架大概有两米多高 最上面的怎么拿嘛 一点都不人心话 顾瑜在第三排找到了 龙族浑兽简单介绍这本书 快速浏览了一番 可惜 跟预想的一样 这里根本没有任何有关 堕天明与龙的资料 而且 李悦口中所说的白龙 这里也没有丝毫体积 毕竟龙族过于神秘又强大 倒也正常 醉菜的龙族多有珍稀级的水平 顾瑜离开了这里 去390号书架 看看能不能找到极寒之星的情报 雪银升阶的材料 极寒之星听起来就是个很神秘的东西 这本冰系魂兽进化材料 里也没有极寒之星的资料 但是 顾瑜反而知道了 魂虫每五个小阶段 都会需要材料突破一次 这通灵五阶也是个小门舰 通常进阶所需材料是 冰燕草十颗 二阶冰系魂和二十枚 雪鹿绒十根 雪鹿绒吗 新的名词 听起来应该是雪鹿的脚吧 也没算白跑一趟 回去多准备一些吧 雪银升级材料需求量肯定高 离开了学校 看了眼手机已经七点多了 天有点黑 明天还有一天时间 要不明天再出城看看 主要是顾瑜有些心痒 想看看立月的战斗力 究竟有多强 史诗级的力量 还没见识过 最终顾瑜还是心痒难耐 今晚还是出城绿绿小怪去吧 顾瑜来到了 这新药室的猎人工会分布 欢迎来到猎人工会 卖材料的小姐姐 依旧甜甜地说道 来三十颗冰燕草 雪鹿绒二十根 顾瑜说道 小姐姐面露难色地说道 你好先生 现在冰燕草倒是齐全 不过雪鹿绒只剩下三根了 好吧 那就先这些吧 顾瑜痛快地付钱 冰燕草一W一颗 雪鹿绒五W一根 这一下子少了四五W 余额一下子就变成二十五W了 钱还是不够啊 还好李悦的进阶属于恢复实力 不算突破 要不自己根本养不起 培育魂宠 真是挺费钱的 好久都没做猎人任务了 趁着现在有空 随便接个单 刷点钱出来吧 离开了工会大门 久违地打开猎人APP 更新完APP 看着自己的猎人等级 还是二级 只能揭取一个任务 好麻烦 随便挑一个吧 现在有两位强力魂宠 应该是乱杀低级任务 正当故意浏览任务 性价比高的任务时 APP上面 谈了特殊弹窗 现实悬赏任务 这是 看了下猎人APP的助手 大概了解一番 所谓现实悬赏任务 就是有人出重金发布的任务 所有人都可以揭取 看谁完成算谁的 这样会大幅度提升任务 完成效率 悬赏 冰霜巨熊的熊掌 雇主急需城北的 一只冰霜巨熊的熊掌 作为突破材料 实力为通灵五阶 任务凶险无比 各位猎人 好自为之 赏金40W加级 越快越好 简单明了 杀一只通灵级的熊 就完事了 通灵五阶 估计都不够雪盈和立月打的 事不宜迟 直接出发吧 故意立刻叫了辆车 火速赶往星耀城北 生怕被人截足先登 离开城北检查处 故意这才召唤出 雪盈立月二女 主要是 一个也就算了 两个这种级别的美女 一起出现 曝光率太高了 别让人盯上了 立月一个人 还是有点怕幽闭空间 故意有些不忍心 让雪盈陪着她 小主人 这一天都在里面憋着 好闷啊 立月风情万种地 伸了个懒腰 山峰的跌宕起伏 壮观啊 不错了 有雪盈陪着你 主要是放你们 一起出来比较危险 我现在实力 还不足以横着走 走吧 活动活动筋骨 故意说完 便戴上了那个 漆黑诡异的面具 魂器也变成了 锋利的恋人 然后再从空间界里 取出三套漆黑长袍 再为自家两位美女浑虫 披上黑袍 就是尺码有点小 黑袍被两女称的 显得色情无比 这样一来 青春版的FFF团成立了 果然还是应该 幻化成镰刀 才更像一些 故意打量了下 现在的装扮 主人 为什么奴家 感觉你的气息 完全变了 雪盈疑惑地说道 漆黑的长袍 包裹不住雪盈的尾巴 三条尾巴 俏皮地露在外面 反倒是李月 龙尾轻轻松松 藏在黑袍里 跟人类女子 没啥太大区别 这是我新获得的特殊道具 可以改变我的魂力气息 雪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雪盈 走吧 故意熟练地 抱起李月娜 魔鬼般的郊区 两人 骑在雪盈身上 怎么感觉不对劲 然后 向着Eppy指示的 大片冰霜巨熊 可能出现的范围赶去 终于来到了 任务提示附近的灵地处 这一路上的所有魂兽 全被风驰电掣 甩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了 顾余三人 正打算进行地毯式搜索 此时 一只不长眼的雪原野牛 直接向着顾余冲来 很有啊 小野牛 顾余都懒得看这只 普通级魂兽的数据了 小主人 这种水平的魂兽 也有我出手吗 李月笑盈盈地说道 我还没见过李月的力量呢 那小主人看好了哦 话音刚落 李月的身体化为幻影 直接到这雪盈野牛身后 只是一个普通攻击 鸣风招 这雪原野牛 直接分头行动了 李月的手 甚至都没沾一丝鲜血 这就是龙的力量吗 普通级魂兽 直接就被秒杀了 换做雪盈来 也要配合自己的控制 才能达到秒杀的效果 没有前置效果的七寒之刺 虽然可以重创这小野牛 但是无法秒杀 而且 这还是没有开启风之舞的状态 基础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 已经超过雪盈太多了 雪盈看到了李月的强大实力 内心也免不得有些失落 感觉自己好像被比下去了 不要灰心啊 雪盈也是很强的 顾鱼揉了揉雪盈可爱的脸蛋 为她打气 于是 三人开始了虐杀小怪之旅 第44章 倒霉的冰霜巨熊 这一路上 雪盈特别出力的击杀魂兽 用来泄愤 李月反倒是开始正大光明地 划起了水 这些普通级的魂兽 根本挡不住雪盈和顾鱼的默契配合 统统化作白光领便当去了 不到半个小时 任务范围内的魂兽 被清理了个七七八八 主人 奴家厉害吧 雪盈在妖宫 顾鱼摸了把雪盈柔软的耳朵 我家雪盈最厉害 听到顾鱼夸赞 雪盈才放下了心 这个熊斗哪里去了 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是被你释放的龙威鹤跑了吧 顾鱼对着身旁滑水的李月说道 小主人 他马上来了 妖女浅浅笑道 话音刚落 一只巨大的白色蛮熊的身影奔袭而至 冰霜巨熊最近真是郁闷坏了 好不容易突破进化 才有了这般强大的实力 还没找好自己的领地 就被这些可恶的人类盯上了 上次那个弱鸡人类 大老远就逃跑了 但是 他感觉到 那个人类在基于自己的身体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的领地 没想到 不出半天 所有小弟 全被眼前的可恶人类 屠戮殆尽 他实在忍不了了 重拳出击 望着这接近三米高的巨大白熊 冰霜巨熊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五阶 这是一只非常努力的冰霜熊 魂技 巨熊掌击 普通攻击 造成击飞效果 咆哮 大幅度增加自身物理攻击 以及防御力 皮操肉后 大幅度增加生命力 以及回复能力 小主人的目标就是他吧 故于还没看完他的技能 立月已经动手了 雪影也不服输 立刻迎上这只巨熊 哎 你们两个还抢怪 算了 普通级的渣渣把了 估计都不够里月玩的 眼看魅惑都已经控制住这个巨大白熊 故于也不能划水了 锁魂链 直接套在这巨大白熊脖梗之上 雪影直接开始蓄力疾病绽放了 好家伙 上来直接开大 丽月也立刻施展自己了风之翼 特殊的绿色魂力 覆盖在他的身上 然后是一发暗之言 漆黑的火焰 突然地出现在巨熊的后腿关节处 可怜的白熊 还没套buff就已经被打得不成熊样 顾宇的眼睛根本追不上丽月的速度 绿光闪过 一记普通攻击 直接斩断这巨熊整条后腿 巨大的身躯轰然趴下 破防效果这么强大的吗 成病加高额普攻加破防 居然直接斩断他的一条后腿 丽月似乎感应到了雪影的技能 连忙退回顾宇身边 该我了 定身发动 在魅惑结束 顾宇立刻帮忙补了控制 在连续控制下 可怜的白熊根本没动过 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 白熊心道 但是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疾兵绽放 直接将整只白熊的身体 动成冰雕 等等 雪影 别 听到了主人的呼唤 雪影停下了七寒之刺的攻击 故于害怕七寒之刺 将这白熊打成鸡粉 一只熊掌万一无法交差怎么办 先留他个全尸吧 李悦心领神会 一记鸣风爪 直接斩下熊头 看来普通级的魂兽已经完全化作提款机了 完全不是李悦的对手 仅仅普通攻击都能斩断头颅 攻击力和防御力相差过大 三下普攻出手 除了熊掌 全部吞噬掉吧 成功吞噬冰霜巨熊 还抱了梅尔街冰夕魂合 还不错 故于打扫完战场 打算离开这里 回去交差的时候 李悦靠过来说 已经感受到周围有其他人的气息 其他猎人吗 故于看了看身边的李悦和雪影 那黑色斗篷根本无法掩藏良女的绝美容颜 这荒郊野岭的肯定有图谋不轨之辈 还是避免麻烦吧 倒不是怕了 故于不想让李悦暴露龙身 自己跟雪影跑路的话 李悦还是有些害怕 独自在浑石海中 故于抱着李悦 再度骑乘雪影 打算绕开对面 反正附近的魂兽 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不过他没注意 李悦狡黠的眼神 不知道对面 是不是预判了故于的预判 故于还是很是不巧的 遇见了这伙人 大老远就看到一伙人 正围着几个人 不知道在做什么 求求你 饶了我吧 好像是女人的声音 大晚上在这荒郊野岭的 不打魂兽 在这干嘛呢 但是 如果要多管闲事 只依靠雪影的力量 是不够的 肯定需要立月的力量 故于又不想 让自己的魂宠陷入危险 对面的人数 看起来蛮多的 不管了 撤 故于收起雪影和立月 打算前行绕开这伙人 不过 喂 那边的小子 你要去哪 别跑 莫非是在说我 故于回头一看 我的天 一群人向这边走来 前行失效了 对面为首的人 是一位胸光毕露的 紫发中年人 他的肩膀上 有一只奇怪的鹰 在锐利地盯着顾于 难道是被这鹰发现了 故于连忙注视 这个紫慧黑鹰 信息闪过 紫慧鹰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一阶 比较稀少的飞行细魂兽 吸收了少许雷电之力 鹰眼 侦破隐身效果 并且有几率侦测敌人弱点 紫雷 蓄力进行雷电打击 有几率附带麻痹效果 震翅 飞行速度增加20% 没想到 前行居然栽在了这个普通级的渣渣身上 看来这个技能并不是万能的 以后要格外小心 雷九没想到 居然有个黑色的身影 鬼鬼祟祟的企图逃跑 他们红叶小队 专门靠打架结社来发财 还好自家的紫慧鹰 看到了这个人 如果让这个人活着回去 事情败露 他们小队的人 没有一个好果子吃的 还好自己的这紫慧鹰 发现了这小子踪迹 他们立刻向着顾鱼包围了过来 看来是祸躲不过 终有一战 反正有面具 也不怕被人认出身份 那就全部杀光吧 一道念头突然传了过来 第45章 全灭红叶小队 雷九带着小弟们靠了过来 小子 你把你身上所有钱都交出来 我就放了你 雷九凶狠地说道 他仔细打量眼前的这个人 浑身漆黑着装 不过看来 应该是个男的 只是他脸上的诡异又漆黑的面具 让雷九看得直发毛 怕什么 身后好几个兄弟 七个人能打不过一个人 真的吗 面具男似乎有些惊恐地说道 哼 这个声音 一听就是小毛孩子 这面具 不过是吓唬人的玩具罢了 只要你把钱交出来 一切都好说 雷九许诺道 好吧 我这就拿出来 饶了我吧 说完 对方似乎在翻找什么 雷九没想那么多 直接带着几个兄弟走了过去 打算收钱 突然 两道光芒闪过 还没等雷九反应过来 一道极其恐怖的威压传了过来 这种恐惧感 让他头晕目眩了片刻 而这短短的片刻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 没想到 李悦的龙威技能效果 还附带隐藏属性 雪莹利用这点时间 已经可以施展冰霜吐息了 冰霜吐息 直接覆盖着七个人 除了这个领头的 其余的小弟 没啥战斗力 这一发AOE攻击下 基本都扑接了 固于的引雷剑 直接瞄准几位小弟 一人一剑 随后 李悦魅影一闪而过 直接从雷九身上 一把抓住那紫慧英脖子 单手拽了起来 好像是在抓一只小鸡仔 随后的暗之言 无情点燃了紫慧英的双翼 雷九这才回过神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 妩媚至极的女子 折磨自己的本命浑虫 可是她根本不敢正视李悦 这来自灵魂的战力 已经让她失去了战役 在这种情况下 她可耻地选择了逃跑 愚蠢 李悦的手 微微用力一捏 彻底地捏碎了 这只紫慧英的颈部 紫慧英生机全无 像一只死机一般 掉落在地上 双翼已经被黑炎烧光 跑到三十米外的雷九 由于本命浑虫的阵亡 身体如遭雷击 喷出一口鲜血 躺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 远处的其他人 发现这边出状况了 立刻四散奔逃 居然不选择来救老大 果然是一群废物 只会仗势欺人 死有余辜 开玩笑 首领都被人秒杀了 谁来送死 顾瑜命令血淫 不留任何活口 李悦丢下了那紫慧英的尸体后 缓缓走到顾瑜身后 手臂还着顾瑜的脖子 在顾瑜耳边犹如魅惑般柔柔道 小主人 为什么人类实力这么弱 还是喜欢同类相残呢 人的天性吧 顾瑜望着眼前的一切 顾瑜稍微控制魂力 在两发引雷剑射出 打在了那雷九的双腿之上 啊 一声惨叫 别装死了 顾瑜黑黑笑道 配合那诡异的面具 显得那么阴森恐怖 你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也没用了 赶紧身上的钱交出来 我让你走个痛快 否则 死之前 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嫣然 顾瑜对着躺在地上的雷九说道 随后掏出利刃 捅进他的小腿 用力一拧 毒素迅速蔓延 他 必死无疑 你杀了我吧 利刃再次划破另一只腿 啊 雷九惨叫 我看你们也是恶事做劲 就没想到过今天吗 别磨叽了 赶快的 我还赶时间 回去刷活动呢 顾瑜冷冷说道 下一次就是双手 好好好 我说 我的银行卡密码是 XXXXXX 雷九实在受不了折磨了 还是求个痛快吧 雷九的最后念想 利润封侯 流出的血液 都有些绿色 至于其他几个 没来及逃跑的小弟 顾瑜下令 黑之言 将他们燃烧殆尽 绕着你们走不行 非要冲上来送人头 唉 利润妖娆地 抱着顾瑜的手臂说道 小主人 还真是心狠手辣呢 都是些死有余辜的 恶徒罢了 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成功吞噬紫慧英 很可惜 没获得那个英雁 其他人的魂虫 都没召唤出来 就被秒了 没机会吞噬 简单地搜刮了一下 这些恶人身上的空间界 顾瑜去看看 之前被包围那几个人的情况了 很可惜 女的已经被凌辱致死 男的早已经被杀掉了 望着衣衫不整的女尸 顾瑜还是有些愤怒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不去对抗魂兽 反而是残杀自己的同胞 从空间界中找到了一些衣物 简单地覆盖在其身上 算是挽回她最后的尊严 小主人 好像又有人来了 李月柔柔地说道 后事让他们处理吧 李月对眼前的一切漠不关心 仿佛地下躺着的 只是几只家禽 召回雪莹 没有任何一个人逃掉 七寒之刺 配合风驰电掣 轻松中 结了他们肮脏的一生 雪莹 走吧 这次顾瑜也不打算 使用前行绕路 还直接快点离开这里吧 万一再遇见什么麻烦事 顾瑜内心有些乱 雪莹变回战斗形态 顾瑜抱起李月 迅速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在李月的指引下 雪莹利用风驰电掣 轻松地绕开了 其他意图完成悬赏任务的猎人 只是顾瑜没想到 这次大开杀戒 留下了诡异死神的传闻 火速赶回到了城里 在审核员诧异的眼光中 顾瑜交付了这个悬赏任务 这是你独自完成的吗 审核小姐就问道 赶紧审核 顾瑜心情似乎不是很好 吓得审核小姐姐 不再敢多说话 微信到账40W 离开的时候 审核小姐姐 塞了张纸条给顾瑜 上面可能是她的联系方式 顾瑜出门 直接丢在地上 看都没看一眼 既然钱到账了 顾瑜看了眼自己的猎人等级 已经变成三级 那么 已经可以同时接两个任务了 明天再说吧 已经九点了 回到家中 顾瑜没能像往常一样 躺在那打打游戏 只是觉得自己浑身沾满血腥味 这种感觉 好讨厌 雪莹 我先去泡个澡 晚饭交给你了 好的主人 交给奴家吧 雪莹温柔地答道 顾瑜自己进了浴室 泡在浴缸里 扪心自问 怎么感觉自己 哪里好像改变了 换做是以前的自己 是不是会去多管闲事 就下几个人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心态已经偷偷地发生了变化 第46章 心态的转变 正在顾瑜怀疑人生的时候 感受到背后一股凉气 雪莹 这么快就做完晚饭了 顾瑜心不在焉地问道 但是 来者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都怪这可恶的巨兔魂兽 害得地灵魂虫 神秘的东方龙 都被惊吓到了 说出去都有些丢人 李悦 怎么是你啊 顾瑜看清她的面容后 显得有些吃惊 望着眼前的倾国倾城的容颜 她没有任何遮掩的意思 水汪汪的大眼睛 微微眯着 娇艳无比 小主人 你是不是在疑惑 为什么自己心态有变 李悦轻声地呢难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主人所想 我当然可以知道 你忘了我们的契约了 这也能被她察觉到吗 浑瘦龙化八爪鱼 慵懒地挂在顾瑜身上说道 我听雪莹妹妹说 小主人可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别听雪莹瞎说 她不懂事 我不觉得我是什么好人 顾瑜自嘲一笑 可我也是这么认为 小主人 李悦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两人沉默 是不是感觉今天怪怪的 李悦开口道 顾瑜这才反应过来 难道都是你弄的 怪不得 以李悦的魂力波动 应该能轻松避开这些人 那小主人 今天你为什么没有去帮助那些弱者呢 李悦笑眯眯反问道 因为只靠我和雪莹 是难以同时面对那么多人 力量还是不够 如果我们主动出击 在场那么多人 总会跑掉几个 万一你的真身被人发现 小主人 你对我真好 这声令人发苏的声音 直接破了顾瑜的心防 只有依靠的你的速度和力量 快速斩首头目 才能迅速破局 顾瑜低头注视道 小主人你认为本命魂器 到底是什么 他柔声地说道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 是对你们很不公平的契约 顾瑜思考了下 轻轻说道 以前我也不知道 李悦浅笑 正因为我们的魂命相连 灵魂交融 所以你的灵魂 也会不断受到 我的暗龙邪魂影响 变得愈发霸道 还有这种说法吗 顾瑜被李悦的解释 震惊惊到了 李悦搂住顾瑜的脖子 龙可是世间至强的存在 他又怎么会在意 区区蝼蚁的死活呢 原来真是你搞得鬼 我说怎么会遇见那伙人 我怎么能让我的小主人 变成那种天真的弱者呢 兮兮 这么做 只是为了让小主人 尽快抹杀掉那些 无聊的天真想法 如果小主人 你没有实力的话 我们也不会相遇的 今天 小主人做得很好 顾瑜回想和李悦出狱的场景 他没有说话 默默接受了内心的变化 力量 是他现在急需的东西 第47章 北蓝排位赛 洗完澡后 顾瑜打开电视 给雪莹找了他喜欢的偶像剧 然后把之前订购的手机交给李悦 让他自己摆弄去吧 独自回到了卧室 开始仔细翻找战利品 打开那名头目的空间间 这枚空间间蛮大的 大约有30立方米 在一堆破烂中缩到了银行卡 这回不筹钱了应该 他的空间间内 还有不少魂金 也不知道他哪里弄的 这玩意不是非卖品吗 大约40多枚普通魂金 还有10多枚雷属性二级魂盒 还有一些普通魂装 故于也看不上这些垃圾货 回头有空卖掉吧 正打算关掉空间间的时候 故于突然发现 杂屋下面还有个U盘 这是 打开电脑查看一番 这个U盘里记录的 都是些肮脏的交易记录 原来 这名叫雷九的是 城内某个家族的走狗 他们就是城内某些贵族的利人 恶事作敬 这里面的交易记录 有足足20多条 最低的用金都有10W 最高的有100W 被害人有学生 猎人 普通人 五花八门 真是群肮脏的畜生 很可惜 这个雷九的上风 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这只是 他个人的账单记录罢了 故于虽然不想当什么正义的伙伴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想从这些恶棍身上发发财 望着自己的部位面具 故于做事的选择有很多 先去安抚安抚雪盈吧 他最近不是很开心 可能是因为 总觉得自身力量不够强吧 故于来到了客厅 在李月玩味的眼光下 抱起了雪盈 来到了卧室 给李月下了个禁止 省得她又乱搞事情 雪盈 看你最近不太舒服 你没事吧 主人 奴家没事的 只是被李月姐姐比下去了 有些不舒服 雪盈诚实地说道 雪盈的控场能力这么强 什么叫比下去了 故于连忙安慰道 整个人被故于轻轻抱在怀里 而且被主人认可了 她的内心还是很开心的 看着三条尾巴不安的舞动 故于已经知道 雪盈在想什么了 不过她也没多说话 两人静静就这么静静地 享受着久违的温馨 李月姐姐说 主人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 身边以后会有更多厉害的魂虫 雪盈柔柔地说道 放心吧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会在雪盈身边 不会离开你的 奴家只是想陪在主人身边而已 别无他求 花了很长时间 才帮助雪盈 恢复到往日的精神状态 她还是太过在意自己的综合实力 不如李月这点了 一夜无话 周六这天 故于一大早去银行提前 周六的小金库里 居然有150W魂币 加上昨天的40W任务奖励 不错 现在又有200多万的资金了 再次前往猎人公会 看看雪鹿绒有没有货 不好意思 雨先生 现在依旧没有雪鹿绒 小姐姐依然笑着回应 那二阶暗系魂合有没有 故于问道 二阶暗系魂合比较稀有 量也不多 我全要了 最终故于以5W一枚买了7枚 这暗系的魂兽比较稀少 价格有些昂贵 得想办法 找找暗系魂兽的麻烦了 冰系的魂兽 在这华国北域 还是有不少的 雪鹿的升级 倒是不会受阻拦 但是黎月的品阶太高 升级需要的魂力 也是过于庞大 那该怎么办呢 除了猎人公会 故于随便截取了几个任务 带着雪鹿和李月 在域外大杀四方 终于到了周末 故于对排位赛 还是有些惦记的 这世界的魂金 有价无市 根本没有渠道购买 提升魂力 除了吸收魂金 就是冥想修炼 或者服用那些天才地宝 只不过 冥想实在是太慢了 杯水车星 都不如杀怪实在 故于提前到达教室 发现屋内人倒是快骑了 看来大家都是很期待 这排位赛 中途有几个女同学 想跟故于搭话 都被故于无视了 终于 刘老师慢慢悠悠地 来到了教室 本来叽叽喳喳的教室 立刻鸦雀无声 今天 本月的排位赛正式开始 祝大家超长发挥 希望之后 别让我在这个班级看到你们 刘老师凶狠地说道 这一下 把其他学生逗笑了 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严厉的女老师 会用这种方式 为他们加油 本来就是最差的班级 随便换一个 都比这个十班福利好 随后在刘老师的指挥带领下 大家有序地到达了操场 望着操场的人 人还真不少 学年主任 就是之前给故于办理入学的 秃头章主任 现在正在讲台上 巴拉巴拉说着废话 终于等到他废话说完 大家开始鼓掌 这才开始介绍了排位战的规矩 本届学生只受了600多人 实力达到前100名的 可分为两个班重点班 重点班 也就是天交组 天交组级的排位战斗规则 指定挑战一个人 如果胜了 则两者位置互换 反之 如果输了 自己排名倒退10名 普通组就很简单了 第101到最后一名 随便你挑 输了直接下降20个名次 达到前200名的人 才有资格挑战前100名的人 每个人每月有二次机会 也可以选择不打 保持当前名次 以及福利待遇 规则很简单 就是你敢不敢打破僵局 不过隐形的危机 就是 你一旦输了 别人觉得你好欺负 会对你连续挑战 特别是天交组 输了掉10名 很可能掉出前100 真是有些残酷的学院呢 顾雨心道 不过 正适合我 直接去搞个重点班玩玩吧 正当顾雨打算 找个倒霉鬼的时候 张主任又丢了个重磅炸弹 最近半个月 在我们新耀东部附近 发现了一处秘境 因为这个秘境的强度不是很高 经过联合协商 各大学院只派出 一年级的学生去碰瓷机缘 本次前100的同学 可以和其他学院的天才们 可以进入秘境探险 机会已经放在这里了 有能力的人 自己会去争取的 下面人直接炸锅了 故于连忙问刘老师 这秘境是什么东西 所谓秘境 有人说是未知力量接触过的宝藏 随即地出现在全世界各地 或是强大质宝的力量外泄 影响了周围的空间 还有人说 是强者没来及召唤的 本命魂虫死亡后 所化作的未知空间 故于倒是比较相信这种说法 他也好奇 如果强者被人秒杀 他体内还未召唤的 本命魂虫去哪了呢 更扯淡的 说这秘境本就是 巨大魂兽身体的一部分 它幻化宝物 勾引你进去 然后就永远出不来了 众说纷纭 听说主流大多数秘境 就是随机刷新的宝藏 取得里面的核心宝物 整个秘境就会在不久之后 慢慢消散掉 第48章 轻松拿下第一场 随后 众人被刘老师 带到学校的擂台处 放眼望去 全是地形宽阔的擂台 应该可以容纳 中等体型魂兽之前的较量了 故于本来觉得 上学挺鸡肋 浪费时间 每天就给那么一点魂金 打发叫花子呢 又没有办法 提升自己的魂虫力量 现在发现 居然还有机会 正大光明去寻宝 真香 这秘境里 应该会有提升实力的好东西吧 既然有两次机会 第一次打进前200 再打一次进前100 在故于询问秘境的时候 天骄组的人 倒是有不少人已经打起来了 看来是平时积累了不少怨恨啊 故于本以为普通组的人 也会奋力向上爬 没想到 普通组的战斗 反而寥寥无几 毕竟才开学几天 没必要自讨没趣 去挑战别人 大家水平都那德行 没必要给自己找不自在 连书两次会掉排名不说 还会被人定上弱者的标签 为了先不暴露实力 故于找到了督战教师 对第150名 发起了挑战 进秘境里面 再换个身份抢机员 岂不美哉 先看看这150名的水平 如何再做打算 直接挑战第101万一 翻车了怎么办 不要太大意为好 只上雪莹2V3 还是有那么一丝丝难度的 先稳健一些吧 在等待比赛的空档 故于看了看普通组的对局 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魂虫等级太低了 很多没达到普通级 等级也还没到通灵级 实在是没啥看头 就像泼妇打架 正在故于打算去 天交组那边欣赏一番的时候 督战老师来通知他 准备比试了 终于到我了吗 故于慢悠悠地 登上了一个较为偏僻的擂台 对手是一位妹子 这个黑发少女 居然拥有两只魂虫 她的身边 站着一位蓝色头发的壮汉 身上还挂着一只土性的蛇 实力不错呀 故于心想 故于扫了壮汗一眼 雷黄暴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一阶 雷属性魂虫 速度异常地快 魂技 雷爪 普通攻击附带雷电之力 有几率附带麻痹效果 紫雷弹 蓄力后造成大量雷属性伤害 雷狐一闪 瞬间突进至敌人身后 并且造成麻痹效果 持续1S 毒液蛇 品阶 反品 等级 反品4阶 普普通通的毒蛇 甚至破不了你的防 魂技 私咬 普通攻击附带大量毒性伤害 看完属性 故于大失所望 这个反击的蛇 系统的数据对它的评价也是搞笑 只靠着这两只魂虫 就能达到150名 水分太大了吧 故于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听说 你是倒数第一 也敢来挑战我 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 女子略微恼怒 眼前这个帅气黑色短发男子 仗着自己倒数第一 就胆大妄为 这种作死行为 已经彻底激怒了她 雪莹 出来吧 故于没搭理这个女人 三尾白色血狐 出现在了女子眼前 她倒是很意外 这个人居然有这么漂亮的浑虫 她更加气愤 真是暴殲天物 你就这一只浑虫 女子瞧不起故于地说道 独占老师简单说了下 老规矩 不能下杀手 对投降的敌人 不能继续攻击巴拉巴拉之类的 开始 那蓝发壮汉 直接变成了一只 接近两米高的蓝色豹子 向着故于袭来 这也太看不起我了 而且 她的体型比雪莹还小了几分 虽然速度不错 不过还差得远呢 雪莹立刻施展七寒之刺 发起攻击 故于藏在雪莹身后 直接丢出了锁魂链 不过目标不是其他人 是雪莹的尾巴处 果然 这雷黄豹 根本躲不开七寒之刺 她自信地使用雷狐一闪 躲避着强力的攻击 如果能给这只 美丽的狐狸的身上 抓上几道血痕 那可真是美妙极了 已经动不了了吧 使我这一招 但是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身体 没法动弹分毫 尾巴不知何时 被一根漆黑的锁链缠住了 正在远程观战的少女 发现事情不对劲 心中懊恼 不该轻视敌人的 随后 立刻召唤她的本命魂器 一把巨大的大刀 立刻向着二人冲了过来 为什么 她想不明白 那头豹子也想不明白 定身化解了这个雷狐一闪的攻击 雪莹回身一记普通攻击 直击着雷黄豹的腹部 这要是在外面 一记七寒之刺 直接秒了她 雷黄豹哀嚎一声 故意利用她 自身高达五级的体力 直接将这只受伤的雷黄豹 甩出台下 雷黄豹误一声晕了过去 她似乎已经失去战力了 女子发现自己的本命魂宠受伤 气得直接上头提刀砍来 扫寻思啥去了 魂器 震魂刀 能力 以魂御刀 能够大幅度增加自身近战作战能力 每次攻击附带强僵直 以及大量额外伤害 攻击附带强僵直 难道是ACT游戏中的被击僵直 那千万不能被这武器击中 会被连续控制的 怪不得这个女人能达到150排名 这雷暴的麻痹先手 加连击僵直确实有操作的 可惜遇见了顾瑜 顾瑜也并没有着急拉开距离 这女人速度还真的挺快 没想到近战型魂器 居然可以增幅本人的战斗力 自己遇见的魂宠师 还是太少了 不过 近战弱点太明显了 面对远程控制 是没有任何招架之力的 在这女人突进的时候 冰霜吐息已经喷射而出 她的速度被降了下来 她还是忍着剧痛 用尽全力向顾瑜劈来 目大目大 离顾瑜大约十步左右的时候 锁魂链轻松地缠住这女子的脚踝 七寒之刺已经凝聚完毕 下一秒可以完全将她轰杀至渣 老师 可以结束了吧 顾瑜淡淡说道 顾瑜获胜 现在排名150 独占老师立刻宣布结果 女子听到后 直接跪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要是在外面 你早就死了 冰晶落地 至于那条小蛇 早就被雪盈一爪子拍飞了 她甚至破不了雪盈的防御 太弱了 这些人 等级没有雪盈高的 基本没有任何悬念 再看看排名60左右的敌人吧 周围也没几个人看顾瑜的比赛 更没几个人注意 顾瑜那诡异的锁链能力 第49章 美人珠 顾瑜下台后 联盟跟督战老师说 要挑战第66名 老师内心一惊 直接跃进百名挑战 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但他还是给顾瑜 办理相关手续去了 趁着备战的时间 顾瑜跑到了天交组的战斗地点 去瞧瞧 想看看 这些所谓的天交有多强 确实 这边的战斗 还有那么一些看透 学生的魂力 全部达到魂市级 人均两只魂虫 大多数人都有真戏级魂虫 可惜跟我比 还差得远呢 来回在擂台溜达一圈 顾瑜发现了一抹熟悉的倩影 是他吗 刚打算去看看 云无星的表现的时候 杜战老师迅速赶了过来 催促顾瑜的第二次比赛 他也挺想看看 这个学生能否有同事 说得那么强 跟着老师来到天交组的战斗场地 周围观众倒是多了许多 果然还是强者间的战斗 更值得他人欣赏 登上擂台后 顾瑜对面 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白发少年 约有一米七左右 他正抱着一位妖艳女子 这名女子 脸上有蜘蛛的图样 看样是魂虫所化 脚边还有一只巨大的翠绿色虫子 美女配虫子 好重口 听说 你从倒数第一 直接打到我这里 白发少年缓缓说道 我叫 名字毫无意义 准备动手吧 顾瑜并不想知道 他叫啥 周围的人听说 是从普通组杀过来的 还是倒数第一 纷纷都过来看个热闹 顾瑜没有在意别人眼光 从容地召唤出血影 哇塞 美女魂宠爱 有些人看见美女 好像走不动道 这白色三尾狐 也好漂亮哦 化成人形 肯定不输那个女人 她的本命魂宠 不会还没到通灵级吧 有人质疑道 既然如此 那便站吧 白发少年倒也没生气 他也仔细打量起 顾瑜和他的白色三尾狐狸 难道没到通灵级 没理由啊 这么膨胀的吗 还是小心为妙 全力以赴吧 顾瑜仔细看了眼 白发少年魂宠的情报 美人猪 品阶 珍稀级 等级 通灵一阶 是一种非常稀有的 蜘蛛类魂兽 拥有较为强力的控制技能 但是本身机动性不高 魂技 图丝 飞速射出猪丝 被命中的敌人会被减速 并且累计获得一层潜伏之毒 毒液爆发 引爆所有潜伏之毒造成大量伤害 并且造成ES的定身效果 麻痹毒素 所有中毒的敌人移动速度会不断降低 直至无法动弹 温柔香 每次造成毒性伤害 都有一定几率使对方产生幻觉 这只蜘蛛属于控制型魂宠 应该优先做掉 风驰电撤加持下 应该可以轻松闪躲它唯一的进攻技能 随后 故意看了看那只巨大的绿色虫子 身长接近一米 浑身长满了触手般的绿色绒毛 口中不断建设出绿色的枝叶 真的是太恶心了 毒爆虫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反品五阶 毒性特意进化的巨大长冲 毒液带有强烈的腐蚀性 魂技 分裂 可以均分成实力平均的个体 喷射 向着敌人喷射毒液 造成伤害的同时 削减防御 两只魂宠 都是毒属性的吗 那得小心些 开始 毒润老师吼道 只见白发少年 立刻从体内掏出一只笛子 开始吹了起来 那魂器的力量 好像有些诡异 故意连忙查看 这个笛子的属性 魂器 虎笛 能力 所有毒属性魂宠攻击防御 各提升30% 所有毒属性持续伤害 结算时间缩短 比方说3s一次 收到伤害 变成2s一次 果然 这个魂器配合 那个蜘蛛的被动 可以高频率触发控制效果 随后 这两只魂宠 好像受了刺激般 变得狂躁不安 那绿色巨虫 直接当场分裂成两只 向着顾鱼和雪银袭来 绿色的液体 喷了一地 那明子发女子 在后方对着雪银射出蛛丝 有点蜘蛛侠那味 这虫子还是太恶心了 先弄死它吧 顾鱼不想 雪银的身体 被这种肮脏的东西 污染分毫 这种给准备时间的战斗 雪银就是无敌的 如果不是怕过于显眼 完全可以骑手 急兵绽放秒了对面魂虫狮 冰霜吐吸直接释放 蓝色的雾气 直接将两只恶心的虫子 完全吞噬 随后 雪银立刻施展风驰电掣 轻松地躲开 对面子发女子发射的 几道蛛丝 还有那些令人作呕的 绿色液体 没想到这蛛丝速度 居然这么快 白发少年实在是没想到 对面的三尾狐狸 居然有这么强力的 范围伤害技能 直接将自己的毒暴虫 给秒了 这可是有三十防御 加成的状态 那他的这只三尾狐 起码有通灵级的水平 他如果知道 顾鱼已经是放海跟他打 他会不会吐血 连续躲避了几道蛛丝攻击 白发少年感觉 今天似乎要栽在这里 趁着这只蜘蛛歇息地空荡 顾鱼祭出锁魂链 直接向着紫发女子袭去 同时 血淫凝聚的七寒之刺 也是直接对着 紫发女子的另一侧轰去 二选一 怎么都要中一个吧 以他的激动性 绝对不能全部躲开 只要中一个 游戏结束 千军一发之际 紫发女子听从主人指令 选择连忙闪身 躲过锁魂链 结果右臂 还是七寒之刺被命中 他的小臂以下 直接被七寒之刺轰断 正当故意打算 继续进攻的时候 那名白发少年连忙道 我认输 不是吧 王伟竹居然输了 旁边的学生们 被震惊到了 这王伟竹的美人猪 虽然攻击单调 但是他的吐司 速度很快 一旦被命中 很快就会陷入僵局 没想到 这个新来的实力如此强劲 一意敌二 居然一次吐司技能 没有命中 对不起 主人 我输了 没关系 故意看着这竹宠二人 情义绵绵 眉目传情 真就是看脸的世界呗 那虫子开局 被描 也没看见你去看看 你的宝贝虫子 督战老师 已经宣布了 故意的胜利 66名吗 不错的数字 不上不下 正适合我 既然已经拿到 秘境资格了 剩下的 就等待学校通知了 收起雪莹 正当故意打算回家 等候通知的时候 大骗子 你怎么这么多天 不回本小姐信息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第五十章 秘境 回头一看 果然是那云无星 一袭白衣 可能他从刚才 就在这里观战了 好久不见 云小姐 顾虞不卑不亢地答道 我前几日 着急去尝试 寻找第二魂虫 没怎么关注手机 抱歉 顾虞装作样子 打开了微信 你又骗了我一次 你根本不叫鱼 那是假名 本小姐查到的 可是叫顾虞 反正 你能查到 也不是假名 我在外面都用这个的 顾虞耸了耸肩 其实 她早就看见了 只不过不太想 与这个大小姐接触 之前她提过 也要去北兰学院 肯定有些乱吃飞醋的小毛孩 可能会干扰自己的计划 那你找到合适的魂虫了吗 云无星撅嘴问道 正如你所见 并没有找到合适的 顾虞随口胡扯 哼 我才不信 不过 你的三尾狐狸果然好强啊 一一第二 没有丝毫压力 你的妖妖也很强 商业互吹一阵 顾虞并没有想跟云小姐 发展些什么感情 找个借口就跑路了 望着顾虞离去的身影 云无星还是有些气得直跺脚 每次都是顾虞先跑路 不给云无星拒绝她的机会 顾虞已经见过雪莹和李悦 这样的轻视美女 已经基本免疫烦人的美色了 跟老师询问探寻秘境的具体日期 没想到 就是明天 这宝藏搁置的月酒 容易产生事端 顾虞现在需要的是 发育速度 飞速回到了家里 顾虞整理了自己的空间界 没用的破烂都被她丢弃了 也不知道这秘境里有什么好东西呢 最好多来点暗属性至宝 一黑一白 身影闪出 嗯 好无聊啊 小主人 李悦伸了个懒腰 跟顾虞打招呼 春光外泄 巨大的山峰波涛汹涌 那红色披风 根本包裹不住她诱人的躯体 自从那日之后 她和顾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李悦经常喜欢挑逗 顾虞看她的反应 嗯 明天我们去那个什么秘境看看 能不能寻得机缘 需要你的帮忙 顾虞一边收拾装备武器 一边达到 对了 李悦 你知道所谓的秘境 究竟是什么吗 天地机缘吗 这些神秘的空间 被未知的力量设下禁止 我以前倒是遇见几处 可惜无法进入 李悦微微摇头说道 连李悦都不知道 看来这秘境的来源 还真是神秘呢 既然要去历练 先提升等级 比较重要 这些魂合 你们看看 能不能提升一些等级吧 顾虞掏出了 最近获得的一大堆兵系魂合 二阶十多枚 一阶已经没用了 而暗系 只有那七枚二阶 还是拿钱买的 顾虞掀位给雪莹 这些魂合像糖豆一样 被雪莹乖巧地吃掉了 很可惜的是 距离雪莹升阶 还差那么一点点 谢谢主人 雪莹浅浅一笑 小主人好偏心 人家也想要更多的嘛 李悦抱着顾虞的手臂 撒起胶来 秋波微转 居然模仿雪莹撒胶的样子 可是 暗系的魂兽真是吸手 风属性 也只是你的附属性 顾虞边为李悦边说 手指轻触她娇嫩的红唇 结果李悦很大胆地 将顾虞的指尖含住 香蛇灵活地舔着顾虞的指尖 凤眼含情默默地望着顾虞 搞得后者老脸一红 天色已晚 顾虞连夜把之前积攒的魂金 全部吸收掉了 但是还是差一丝丝 才能到达魂十三阶 不应该啊 这么多魂金 理论上轻易突破等级才对 算了 早点休息睡觉 明天正式要紧 趁着梁女还没休息 顾虞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要不后半夜再睡吧 第二天 顾虞早早地来到了学校 昨晚学校就群发了信息 来到了指定的教室内 周围都是些生面孔 顾虞随便找了偏僻的位置坐下了 距离指定的八点 还有半小时 顾虞无聊地打开 手机完会消消乐 你好 听说你打败了王伟竹 欢迎加入重点二班 我叫林燕 顾虞抬头 这是一位阳光帅气的黄发男孩 正对着顾虞笑道 妥妥的日曼现冲形象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顾虞还是和气地跟他握了手 顾虞 然后 顾虞继续玩着消消乐 没有继续搭话的意思 场面一度很尴尬 哈哈 我就说吧 这小子不是什么善茶 王伟竹都被他击败了 一位蓝发男子说道 我只是想跟新同学交个朋友而已 顾虞同学 今天的秘境 我们一起探险怎么样 林燕苦笑道 谢谢你的好意 我打算自己碰碰运浅 这种独狼 蓝发男子亦有所指地说道 这个世界的魂宠师 大多数都是组队一起 完成冒险的 只是顾虞根本没有想加入任何小团体的打算 时间差不多到了 进入教室的是一位中年男老师 英俊的外表搭配上斯文的金丝眼镜 黑发书成被投行 十分帅气 他进来看了顾虞一眼 便对大家说道 城东秘境的国道已经安全清理完毕了 大家今天好好努力吧 机会都在你们自己手里 说完 他便带领学生前往学院大门 众人乘坐一辆巨型巴士 飞速向着城东秘境方向行驶 顾虞看了看车身 空间蛮大的 就是不知道安全不安全 上次坐火车的经历太刺激了 很可惜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两小时后 众人在老师的带领下 来到了所谓的秘境入口处 这是一处奇异的空间之门 门内发出紫色的诡异光芒 此时 门口处聚集了不少人 看起来是好几股学院势力 很快 一般的人也到了 云无星还对着顾虞挥了挥手 顾虞简单的点头示意了一番 立马一开目光 喂喂 看到没 美女像我们挥手呢 她是不是喜欢我啊 你想的太多了 醒醒 听说她是云家的小公主 真正的小富婆 还这么漂亮 如果搞到手少奋斗 不知道多少年 一位软饭王说道 长得太漂亮了 这软饭 我吃得不踏实 一位耿直大哥说道 那算啥 我听说沐家的小公主 也在这次秘境探险中 那才叫天仙美女 沐家 好家伙 都是人才 很快 人聚集得差不多了 大概有四对人 一位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 顶着大肚腩 带着个扩音器喊道 大家好 我是华国北育总教育局长 这次秘境现世 巴拉巴拉 大概意思就是 大家都是祖国的未来 不要为秘宝机缘伤及性命 还是那句话 别出人命 随后 一群工作人员出现 给每位学生 发了一块手表 和一块特殊的小石头 大家都是我们华国栋梁 这手表是特制材料 进入秘境一空间 也可以精准计时 这秘境 我们也没探索完毕 秘境二层以上 相当危险 虽然有结界隔绝 你们千万不要靠近 结界 故于眼睛直接亮了 这次肯定好东西了 第51章 秘境一层的镜头 给你们的 也只有三天的时间 你们也只能在秘境一层活动 时间到了 空明石的力量 会自动发动 安全地带你们回来 当然 遇见危险 可以直接捏碎 空明石脱离危险 不过进入秘境的机会 就这么一次 大家量力而行 故于看了眼 手中的小石头 石头碎片 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空明石碎片 拥有空间之力的奇怪石头 空明石 如果以后有机会 可以多留意一下 空间转移的能力 还是挺强的 随后 众人依次进入了 那神秘的空间之门 进入门内 整个空间散布着 诡异的力量 里面漆黑无比 伸手不见无止 卧槽 怎么这么黑 有人已经开始害怕了 我瞎了 谁TM我屁股 众人还在巨大的广场上 摆弄道具 正对门 就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高高在上 似乎在天边 又似乎在眼前 可能是结界造成的影响 秘境探险 已经开始了吧 顾瑜趁着人群骚乱的时机 开启前行 已经迅速地甩开了大部队 自己是拥有夜视能力 无尽的黑暗 对顾瑜并不起作用 仔细打量一下 这秘境 似乎是一座宫殿 顾瑜连忙踏上 左边的台阶 向上面赶去 这一路上 台阶上全是骷髅 还有大量普通级的魂兽 顾瑜前行了十多分钟了 应该甩开足够的距离了吧 出来吧 李悦 一道黑色妩媚身影 出现在顾瑜身边 小主人终于舍得放人家出来了 李悦玩味地盯着顾瑜说道 没办法 现在我的力量 还不足以带着你到处了 小主人 怎么没叫你心爱的雪莹妹妹出来 李悦来到顾瑜身边 轻轻舔视了一下顾瑜的耳垂 别闹了 正是要紧 万一遇见熟人 雪莹可能会被人认出来 而且 你的力量足以横扫这里 遇见真正的危机 再叫上它吧 说完 顾瑜套上长袍 戴上部位面具 魂气外观再次改变 李悦 要不你也掩盖下你的脸吧 小心使得万年传 顾瑜试探地说道 遵命我的小主人 李悦浅笑 随后魂力凝聚 一张漆黑的龙手面具 遮蔽住李悦了那轻视美颜 增添了一份神秘的美感 人家还真不爱戴着黑黑的东西呢 没办法 如果以后 我们拥有足够自保的力量 随你开心 那我就期待那一天早日到来了 前进树步 一只没有头的骷髅 拿着棒锤 向着顾瑜二人袭来 真的是没脑子啊 顾瑜吐槽说道 无头骷髅 由于未知力量 在此地丧生的冒险者 死后的灵魂 被强大力量奴役 身体也被当作傀儡守护这里 顾瑜简单地看了下 这骷髅属性 普通级左右的战斗力 完全没什么可以注意的 只不过 介绍里面写着守护 守护 肯定是有好东西了 李月飞速闪到骷髅旁边 一记鸣蜂爪 轻易地打碎这残破的骷髅身躯 顿时 白骨散架 一道肉眼可见的魂力 从骷髅体内散出 缓缓被李月吸收到了体内 嗯 这弱小的骷髅 居然有这么多魂力 李月轻轻眯眼说道 难道这些全是经验怪 类似网络游戏中的经验副本 小怪的经验 是外面的十倍以上 走 这些垃圾货色 留给后面的人 我们去上层击杀更强的 顾瑜带着李月 一路向上迅速推进 不得不说 李月的力量太过强大 仅仅普通攻击 这些普通级的小怪 都是被秒杀的祸 龙族本就是同级之强 品阶还碾压了太多 顾瑜手持锁魂链 在边上只能滑滑水 迅速地收割了一大波骷髅之后 李月的等级 成功突破到了通灵二截 小主人 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呢 李月舔了舔性感的红唇 诺 整个左路基本被我们清光了 没怪了 顾瑜回头望向身后一地的白骨 可惜 这一堆碎骨头 算不上浑瘦 根本无法吞噬 走吧 继续前进 其实 这里就像迷宫一样 台阶道路 每隔大带千米 会有分岔路口 估计其他岔路上 可能有什么 宝箱之类的 但是 顾瑜的目标 是那二层秘境里面的神秘宝物 一路砍瓜切菜 顾瑜和李月 轻松地到了达了楼梯尽头 小主人 前方远处有个小家伙 你要小心啊 李月一改媚态 嗯 既然李月都说 让自己小心一些 那也没必要拖大 顾瑜召唤出了雪莹 迎发美少女闪现而出 主要是这狭小的台阶走廊 前方也是密室战斗 变成弧形胎战斗 反而施展不开 主人 奴家好想你 雪莹直接抱了上来 三条尾巴给顾瑜包了起来 她很少离开顾瑜身边 单独在浑石海中哭等 即便是在那生死悬崖边 雪莹也是 一直选择陪伴在顾瑜身边 简单说明了下情况 雪莹听从顾瑜的命令 也凝聚出了一个 可爱的白胡面具 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 就差浑身包成粽子了 三人小心翼翼向前探去 到达这台阶尽头的密室门口 石门紧闭 里面就是手关BOSS吧 顾瑜轻轻推了下门 不知为何 这看似重达千斤的石门 在顾瑜身体靠近之时 一道紫色光芒闪过 便自动地开启了大门 里面没有顾瑜想象的 什么地狱三头犬 而是一位白衣飘飘的白衣女子 在这密室内 这女子定然不是人类 那就是一只化形级别的魂兽 她正对着一道门 上面有魂力波动 似乎在祈祷什么 背对着顾瑜 身材倒是不错 只是对比一般人 不过还差得远呢 巡视四周 突然注意到 她周围有几具白骨 白骨挨挨 有些令人背脊发凉 顾瑜也不是胆小的人 但是这种来自灵魂的恐惧 让她大为警觉 圣光天马 品阶 灵主级 等级 化形一阶 由于未知原因 力量暴跌 似乎有什么神秘的使命 极其危险 魂技 耀光 普通攻击附带强大的光属性 追加伤害 玄 天翼 攻击速度移动速度 增加50% D 光明洗礼 解除自身受控状态 并且使自身免疫任何控制 持续3S 炙热光枪 蓄力投掷一柄光枪 造成巨额穿透伤害 光明之星 暗属性 伤害减免30% 免疫失明效果 这女人本体居然是天马 长翅膀的那种 这个光明之星 可以稍微削减力 越造成的伤害 终于来了吗 我在此地 已经等了你太久了 白衣女子 背对顾瑜说道 我又不认识你 顾瑜贪手 我绝对不会认错 受死吧 女子突然发难 卧槽 什么鬼 只见白衣女子 凝聚一柄光枪投掷而出 直奔固于脑袋袭来 第52章 斩天马 三打一 还能怕了这个臭娘吗 固于连忙后退 李月立刻施展风之舞 轻易地 化解了这女子投掷的 光枪攻击 这是什么力量 白衣女子诧一道 她这才注意到 眼前的黑发妖娆的女子 品阶上已经完全碾压了她 怎么可能 这不应该 她仿佛三观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 雪莹的魅惑 和固于的锁魂链 同时发起进攻 魅惑生效 她双眼呆滞了片刻 一道神秘的光芒 从她体内浮现 双眼顿时恢复了清澈 这是胡族的魅惑 竟然能无视性别 控制到我 白衣女子惊道 那起码是碾压她的品鉴 传说集 你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去死吧 固于说出了经典反派台词 配合现代的造型 还真有那味 虽然她立马解除了雪莹的控制 连忙闪躲开来 但是李悦的鸣风爪 还是直接攻击到了她的右手 鲜血四溢 躲得蛮快啊 李悦嘻嘻笑道 天意 白衣女子也施展了身法计 连忙逃到李悦的攻击范围之外 寒冰吐息接踵而至 这么狭小的密室 必无可避 减速和持续伤害 已经成功生效 下一发七寒之刺 应该可以要她命 不陪你完了 李悦已经感到 故于内心的杀意 直接发动龙威 强制血运加攻击削减 同时生效 好机会 刚才的锁魂链被躲开了 这次强制血运 我看你怎么减 本命魂宠的优势 就是和主人心意相通 战斗时 没必要特地给魂宠下达命令 普通指令呼喊 那可是有延迟的 锁魂链再度吸向女子 血运的七寒之刺 也飞速跟上 成功命中 等死吧你 丽悦也是 立刻施展案之言 帮顾瑜垫了个破防buff 黑色火焰烧了一部分衣物 露出无限春光 但是顾瑜根本没在意这些 龙威的控制效果 只有短短2S 但是只要锁魂链一旦练住 她就输了一半 白衣女子刚回过神来 打算依靠自身的速度 躲开那冰锋 这要是扎上了 不死也脱层屁 但是她发现 突然自己已经动不了了 反应速度大减 魂力不断流失 破防 异伤 减速 流血 如果是打网游 估计头上的debuff 肯定超过了一排 定身发动 她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长毛般的冰锥 打在自己身体之上 七寒之刺 成功命中女子腹部 鲜血四剑 但是并没有造成贯穿效果 果然是有化形级的水平 防御力这么高 叠了这么多前置buff 都没能产生致命一击 白衣女子 被七寒之刺重伤 身形都有些不稳 口吐鲜血 腹部血流如注 没想到 死到临头 她还想凝聚炽热光枪 击杀顾鱼 李悦飞速来到这白衣女子身边 迅速废掉了她的左手 然后一手掐住她的脖子 竟是将整个人直接提起 嗨嗨 一口血喷在李悦的面具上 去死吧 你这实力低微的畜生 李悦似乎有些恼怒 暗龙溪发动 一股庞大的黑暗之力 覆盖在这白衣女子身上 啊 饶式她也承受不住 这强大地级战绩的冲击 痛苦地惨叫起来 浑身衣物 已是不见踪影 洁白的躯体 被黑暗之力腐蚀 产生军裂 李悦倒是觉得有些诧异 这一击都没死掉 她有暗计减伤的 那就交给雪莹妹妹处理了 光暗属性护克 还是因为魂计 自带三十减伤效果 加上李悦等级 完完全全低于她一个大等级 这才勉强剩下一口气 否则早就被弄死了 李悦手臂用力一挥 直接将女子的身体 抛到墙上 鲜血四溅 最后已经是承受不住压力 被强行打回原形 白色的骏马背后 生三对光益 只不过现在浑身伤痕累累 顾瑜命令雪莹 施展七寒之刺 对着她的脑袋 说吧 为什么要杀我 顾瑜有些疑惑 她并不像是那种 手关boss 她目的就是顾瑜 白马没有回话 临死还想凝聚光之力 给顾瑜来一招狠的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雪莹 送她上路 顾瑜下令 白马听到 悲鸣了一声 似乎想说什么 随后七寒之刺 轻松贯穿了白色骏马的头部 当场击毙 生机全无 区区领主机就装起来了 我一个史诗 一个传说都苟得不行 看把你给能的 顾瑜踢了两脚之白马的尸体 那个光明洗礼 不知道能不能吞噬得到 解除控制 太香了 小主人 人家还可以吧 李悦抱起 顾瑜左臂 摩家也出力了 不输给李悦姐姐 两位宝宝都很厉害 顾瑜无奈说道 挣脱两女怀抱 顾瑜低身 触摸着白马尸体 恶弥陀佛 耶稣保佑 还有古纳拉黑暗之神 给我这个技能吧 白光闪过 白色骏马尸体消失不见 地下遗留一块白色的骨头和金盒 很可惜 并没有获得那个逆天的技能 顾瑜的魂力暴涨 终于突破 成功到达魂式三件 光细旋即魂骨 可赋予光细魂兽新的力量 十分罕见 怎么回事 这领主级别抱的东西 怎么都没有路边野生小精英 抱的的品质高 难道是随机掉落 这也太扯了 算了 暂时也不用上 出去留着卖钱 或者能不能换个暗戏 或者兵戏的 仔细打量了一下密室 除了几具白骨 空空如也 顾瑜不想在这里多停留片刻了 来到那封印的石门出 上面刻着一幅画 画上有一座塔 共八层 每层都有异兽的头颅向外挣脱 诡异无比 本以为有结界 打算用趋移主法前进 可是当顾瑜靠近的时候 还是紫光一闪 门自动打开了 有点请君入瓮的意思 既然来都来了 那也不能怂了 顾瑜直接进了这个秘境二层 大门缓缓合上 仿佛从来没有开过一样 这二层秘境跟一层一样 同样的布局 想起之前的话 不会要爬八层吧 正当顾瑜思考之时 立月笑音音说道 小主人 这层空间的气息 比上层强上不少呢 既然已经到没人的地方 顾瑜也没召回雪莺 带着两女探索二层 还是选择从左边走 不过台阶的颜色 看起来比上一层加深了很多 很快 一个持剑的人 挡在了顾瑜一行面前 被奴役的尸体 被为之力量操控 并且奴役的可怜人族傀儡 人族傀儡 这些都是以前的人 顾瑜对这秘境的存在 越来越好奇了 这个持剑傀儡 也就是真希级的战斗水平 没啥特殊能力 纯凭A型小怪 还是经验怪 那就全杀光吧 第53章 逆境三层 固域快速地撇了一眼手表 不知不觉 居然已经过去了八个小时 换作外面时间 已然是傍晚了 雪莺 一会儿麻烦你把晚饭做一下 东西我都带好了 顺带一提 这个世界有魂力助燃的厨具 好的 主人 雪莺温柔地达到 雪莺妹妹 要弄些好吃的呀 立月还是很爱吃雪莺做的东西 好的 立月姐姐 持剑傀儡惊了 这三个人太不尊敬自己了 虽然自己已经挂了一次 但是 当着我的面谈吃的 真是一点 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指定没你好果子吃 她立刻提剑杀来 看样子 还有几分气势 两秒后 在成命的加持下 她就变成了一具没有头的尸体 浑身骨架散落一地 彻彻底底的咽气了 一缕蓝色魂力透体而出 顾羽没想到 在这个神秘秘境内 所有怪物被击杀时 魂虫都可以吸取 他们身上的力量 本来以为只是 李月能吸取 可能是属于偏黑暗属性 没想到 雪莺也成功吸取了 这些力量 那可真是太好了 三人一路砍瓜切菜 四小时后 外面的时间 也快到晚饭点了 这次顾羽没有选择 直接赶路 路边的岔路 都去探查了一番 李月手一用力 直接捏爆这个 小boss的头颅 噼里啪啦 骨头散落一地 区区珍惜及水瓶的小怪 单单一只 怎么够三个人打 而且是没什么技能的那种 轻松地占领这个密室 顾羽跟李月 堵着门口休息会儿 可能是因为 清怪过于效率 附近再没有骷髅靠近 雪莺在忙着 给他俩弄晚饭 累了一整天 今天就这么歇歇吧 在这第二层 也转悠了好几个路边密室 里面只有个小头目 没有宝箱 可惜 顾羽取下面具 靠在墙壁坐了下来 看着今天的收获 还是挺满意的 三人都升了一个小等级 对了 今天着急的 还没来得及抽奖 正当顾羽打算抽奖的时候 李月也坐到顾羽身边 香气入鼻 小主人 没想到我现在已经弱成这样了 李月出神地盯着面前的碎骨 喃喃说道 没有啊 李月很强啊 顾羽连忙安慰他 唉 现在只是跟这些杂鱼打打 就感到体力 有些吃不消了 李月头一歪 靠在顾羽肩膀 两人无话 趁着此时 顾羽闭眼抽奖 果然 今天时来运转了 又出彩光了 恭喜获得特殊技能 隐翼 隐翼 锁魂链移动速度提升20% 魂力低于你的敌人 无法感知其存在 顾羽最头疼的问题被解决了 那就是 这个锁魂链移动速度太慢 太容易被人躲避开来 必须配合一个先手控制 来保证成功率 如果不能有效地限制敌人 还不如战斗型魂器 和辅助系魂器 隐翼的效果 完美地解决了顾羽的需求 提升链子移动速度 保证命中率 只有魂力低于你的敌人 无法察觉 一个虐菜技能 应该没什么太大用 主人 李悦姐姐可以吃饭了 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以后 肚子才叫了起来 经历一整天的厮杀 顾羽差点忘记 今天还没吃饭 饭后 顾羽让两女先休息 自己先守前半夜 后半夜让她俩 随便谁来都行 一夜无话 早上醒来 顾羽睁眼 发现雪莹变成狐狸形态 睡在自己身边 丽悦也在一旁 深情地望着自己 丽悦 你就这么看了一宿 小主人你忘了吗 那些低级骷髅的 魂力我都能感知到 外面现在一点波动都没有 丽悦美眸柔情似水地 望着自己说道 下一刻 燕然一笑 顾羽痴痴地看着入了迷 别看了 小主人 丽悦居然害羞了起来 抽奖 没出货 顾羽叫醒赖床的雪莹 收拾完行李 便离开了这间密室 不知道二层的尽头是什么 继续踏上台阶 很久都没有怪物的气息 李悦 没有感到其他气息吗 顾羽询问道 李悦轻轻地点头 休息了一宿 怪物全部消失了 不对劲 顾羽连忙加快速度前进 这一路没有任何意外 顾羽来到二层的台阶尽头 跟一层的结构一模一样的大门 不会真要爬八次吧 那样的话 三天的时间根本不够 靠近大门 神秘紫光再次闪耀 大门打开 顾羽义无反顾地 带着二女走了进去 可是 这二层的守关密室内空无一物 好奇怪 难道是剧本不对 顾羽仔细地查看了这间密室 并没有发现 想象中的神秘机关 顾羽来到前进的大门 小主人 等等 这门后 有两股魂力波动剧烈 可能有危险 李悦谨慎慎地说道 顾羽思考一番 事到如今 也不能走回头路 你们回来吧 我自己去看看 我有办法隐秘自己的气息 小主人 李悦担心地说道 没关系 当日你我相遇那天 那白龙都没发现我 顾羽微笑道 最终 李悦同意了顾羽的决定 和雪莹进入顾羽的浑石海中 顾羽仔细检查了下 身上装备齐全 从系统空间中 掏出那颗小树模型 直接进入前行状态 如果进门有危险 直接催动这道具 然后再找机会跑路 顾羽还是很相信 这道具的力量 那白龙保底有宁神级都没发觉 难不成里面可能会有更高级的存在 身体靠近大门 紫光一闪而逝 大门果然自动开启 顾羽捏手捏脚 拿着一颗小树苗走了进去 像得贼一般 这第三层居然不是之前的射解 放眼望去 这是一片巨大的荒地 四处都是无尽的黑暗 荒地正中心 远处有一座巨大的塔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座古塔 莫名的亲切感 熟悉感 距离此地大概白米远 顾羽也感受到了 塔底处有魂力波动 只能去看看了 四周根本什么都没有 这塔应该就是这处秘境的核心了 顾羽捏手捏脚地移动过去 距离塔底还有20米左右的时候 顾羽内心突然感到一阵心慌 一种快要猝死的感觉袭来 这是什么警示吗 顾羽连忙使用了道具 我是一棵树 那种可怕的猝死感 顿时消失不见 现在 顾羽仔细打亮眼前的一切 那是一只体型庞大的黑猿 手持一根漆黑无比的长棍 只不过 它的似乎状态并不是很好 它的对面是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 容貌竟然比起雪莹 也差不了几分 手持一把利剑 蓝色长发 英姿萨爽 它的身边有两只浑虫 一只四翼飞马 还有一只狗 难道是浑虫狮 它是怎么到达这里的 而且竟然能生得如此好看 顾羽心中也是大为惊叹 第五十四章 决绝 顾羽在暗处 连忙查看它们的属性 首先是黑色大猩猩 狂暴黑猿 品阶 珍稀吉 等级通灵八截 原本是秘境两层守护关卡的守卫之一 被未知力量操控 实力飞速提升 魂技 黑棍 为武器附加强大的暗属性 攻击附带强击退效果 钢铁之躯 大幅度增加防御能力 以及恢复力 无视任何击退效果 气灵 被神秘之塔加持 魂力恢复速度翻倍 金刚 每次攻击有30%概率 额外追加一段伤害 怎么才通灵八截 一层那个神秘白马女都有着画形及实力 而且这个气力 难道说是这个塔的守护者 看来 这个秘境真正核心就是这座塔了 顾鱼这才仔细打量着高塔 高约10米 漆黑的塔身残破不堪 感觉很容易就会被破坏 实在看不出这塔像的宝贝 但是直觉告诉她 必须要进塔内 顾鱼又看向了那持剑的美丽女子 不知道为什么 一种莫名的敌意 油然而生 身体本能地告诉她 这个女人是敌人 再仔细看了她的魂虫 原来是那是一只洁白的四翼独角兽 跟马也没啥太大的区别 就是多了个脚 帅了点罢了 四翼独角兽 品阶 灵主集 等级 通灵二阶 强大的圣光独角兽的四翼姿态 拥有强大的辅助能力 魂技 光药弹 短暂蓄力后 喷射光之弹 造成高额的光属性伤害 驱散 可以驱散有军所有 debuff 冷却一分钟 圣光祝福 给予有军单体祝福效果 期间免疫任何控制和负面效果 持续5S 耀眼之光 所有光属性伤害 都有几率对敌人造成失明效果 魂侠技 圣佑 指定有军目标产生无敌效果 持续1.5S 冷却5分钟 驱散 祝福免控 简直就是故意的克星 还有个无敌 虽然她战斗力倒是没多强 但是这些祝福技能真的太烦 另外一只狗呢 仔细一看 好家伙 这只狗也长双翼 带个光环去当天狗去算了 光一犬 品阶 珍惜吉 等吉 通灵一阶 魂兽天犬的光明进化分支 拥有强大的辅助能力 追踪 侦破前行状态 大概率看穿敌方弱点 力找 普通攻击附带光属性伤害 标记 对看穿弱点的敌人 可以进行标记 产生15%的异伤效果 忠心护主 永久性承担主人 受到的全部伤害的70% 魂侠记 护佑 选定一个友军 闪现至其身边 完全格挡 并承担一次伤害 冷却一分钟 故意看完 这两只魂虫 居然都有魂侠记 这个蓝发女子 来头不小啊 蓝发女子手持一把利剑 在两只魂虫的加持下 轻松地细耍 这只黑猩猩 上天有好生之德 闪开 待我完全摧毁这塔之后 取得机缘 便放你一条生路 蓝发女子缓缓说道 好 这狂暴黑猩猩 不知道是神志全无 还是不会说话 锤胸顿足 直接跳向女子 女子轻松 以剑阁挡住 那巨大的黑棒 那肆意独角兽 一发光药弹打的黑猩猩 狂叫不止 那领主级的黑暗骑士 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一只区区通灵八阶的黑猩 也敢挡我的路 蓝发女子自信满满 剑招似乎带有剑意 轻松击飞着黑猩猩 故于仔细看着 那发光的宝剑 魂器 天道剑 能力 天道剑意增幅 提升主人全属性 增幅100% 攻击额外造成剑意 剑意追击额外50%的伤害 卧槽 这魂器 什么变态的能力 你TM开挂了吧 全属性增加100% 额外追加的伤害 配合两只魂虫的各种增幅 仔细一想 他说的领主及黑暗骑士 领主及黑暗骑士 领主及的白色天马 不同的道路 消失的骷髅 串联起来 但是还是缺了些什么重要的线索 故于感觉问题的答案 就在这座塔内 但是这蓝发女子 要摧毁这座塔 那可不行 小爷还没同意呢 这塔 我必须要得到 正面过去 肯定会有一场恶战 但是面对这个 没有任何防备的蓝发美女 故于稍微有些犹豫 但是身体的本能再次告诉她 杀 上的话 就一定要全力击杀 不能失手 为了保护里约和雪莹的秘密 还是要这么做吗 话说回来 她的能力 还真是棘手无比 与她为敌 那最好先是选择偷袭 秒掉一个魂虫 正面打自己的锁魂链 如果未命中 相当于2V3 有些难 秒杀这个女人 估计显得有些痴人说梦 那只狗的护主属性 太过棘手 如果选择偷袭 这四亿独角兽的话 她还有无敌效果 看来只能选择偷袭这只狗了 如果骗出无敌 五分钟内还有机会产生击杀 如果不骄无敌 以多打少 也不亏 故于在思考的时候 黑色大猩猩被打得节节败退 要不是她自带无法被击退的被动 估计早被这一人二重打飞了 垂死一击 这黑猩猩积攒全部的力量 怒气爆发 一棍挥出 直接将这名蓝发女子击飞 随后 她无力地躺在了地上 太好了主人 四亿独角兽 化作一位貌美金发女子 与此同时 那只天狗闪现到主人身边 牢牢地护住了主人 虽然化解了这一棍的伤害 一人一拳 还是被击飞了一段距离 背对着正是顾瑜的方向 此时就是天赐良机 这天狗的位移技能也交过了 距离那独角兽这么远 无敌应该覆盖不到 她必死无疑 顾瑜此刻 下定决心痛下杀手 自从救下李悦那一刻起 以后注定起码面对白龙那种级别的敌人 不 不能犹豫 我需要 能够保护雪盈和利悦的力量 身体的本能告诉她 这座塔可以 绝对不能让那座塔被摧毁 又一个念头浮现在脑海里 既然如此 看着手中的漆黑链刃 链刃银色的刀刃 印出了顾瑜那诡异的面具 李悦 雪盈 出来吧 顾瑜心道 他们虽然看不到顾瑜的视野 但是能感受到顾瑜的内心意志 在顾瑜解除道具的一刹那 三道身影 直接向着毫无防备的主仆二人杀去 第55章 慕颜雪 慕颜雪 北域慕家的小公主 有着一副漂亮的面孔 天赋更是超群绝伦 十多岁的时候 便已经通过家族秘法 提前觉醒本命魂器天道剑 十四岁时 已有一人收其为徒 为他寻得领主 及本命魂宠双翼独角兽 这引得全族人震惊 慕家本来也就是一个中等家族 天道魂器 那可是代表世界的气韵加深 族中 无人敢对他不敬 现在成人的慕颜雪 已经是碧月修花 沉于落雁之姿 就算是慕家族长 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也不能指使他做任何事 他俨然是未来的家族继承人 因为振兴家族的大任 还在他的身上 此次来这秘境寻员 也是他师父的占卜 师父告诉他 此次来凡间的学校寻宝 乃受天道庇护 若是能寻得一座残破古塔 用本命魂器将它摧毁 本命魂器将会发生一次质的蜕变 他听从师父的教诲 来到这神秘秘境 天道之力庇护 这里的结界完全阻挡不了他 现如今 成功的曙光已经近在眼前 只要击毁这座古塔 但是 慕炎雪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时间段会被偷袭 身后突然出现三道身影 杀意已至 他连忙催动全部魂力 驱使天道剑之力 进行防御 主人 独角兽所画的金发女子 发现后面的巨变 连忙赶向慕炎雪身边 礼乐 龙威 顾雨心道 一股来自灵魂的战力的眩晕感 直接将敌人全部震晕 这是什么力量 慕炎雪心中大为震惊 自己的剑意 被强制削弱了 起码四成 故于锁魂链 在隐翼的加持下 飞速地袭向了 那天狗的尾部 趁着血运状态 李悦也用尽全力 使出暗龙溪 成命家暗龙溪 最起码能秒掉那只天狗吧 雪银的疾兵绽放 也是对着蓝发女子 锁定释放 随后 她的那把剑 发出奇异的光芒 这次的龙威只持续了一秒 这是什么能力 那独角兽立刻反应过来 给她的主人 套上了圣光祝福 故于心中大为震惊 怎么能强制脱离龙威的控制时间 慕炎雪刚恢复过来 满眼的蓝色冰霜之力 和暗龙之息 心道不妙 只能连忙继续催动天道剑的力量 迅速加速后撤 但是过于霸道的暗龙溪 和急兵绽放 已经将她伤得不轻 圣光祝福 免疫了急兵绽放的控制效果 慕炎雪以为成功躲开了攻击 但是 手里怎么黏糊糊的 她低头一看 鲜血染红了她的衣裳 那可怜的天狗 为主人承担过高的伤害 身体军裂破损不堪 已经是彻底咽弃了 小剑 她悲痛万分 虽然这光一犬 只是她的第二昏虫 但是她们的感情很好 她轻轻地将天狗的尸体 放在地面上 我要你们死 慕炎雪想给她心爱的小金报仇 然而 对面的三人 根本不是废话的主 一句话没有说过 中间那个佩戴诡异面具 手持练刃 浑身漆黑的男子 魂力波动 让她本能地抗拒 她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自己有天道气韵加深 可以突破这里的结界 固于本来是想先解决 那只棘手的独角兽 可惜距离太远了 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攻击这个蓝发女子了 雪莺 魅惑 魅惑成功对蓝发女子生效 固于立刻投出锁魂链 李月施展风之舞 直接向那蓝发女子 头颅袭去 她那蓝色美丽的瞳孔 刚刚失神片刻 立刻一道洁白的光芒 迅速地沐浴在她身上 休想控制我家主人 金发女子怒道 驱散直接解除了魅惑效果 锁魂链的攻击 也被闪避掉了 这个牧师般的独角兽 有点烦啊 李月和雪莺 领会了顾宇的想法 一分钟内绝胜负 沐妍学冷静下来 现在以二敌三 对面的能力有些诡异 这么打下去 势必大亏 她本想催动家族命符 立刻离开这里 但是二宠之死 此刻若是家尾巴跑掉的话 那还算什么魂宠师啊 她想给小金报仇 还有底牌 这时 她才仔细看着 这偷袭自己的两道身影 一黑一白 身材顽抱自己 两种不一样 截然不同风格的面具 遮住了他们的绝世容颜 两道人影 难道其中有一只是 化形及以上的魂宠 那又怎么样 天道见义 无坚不摧 她如果要是知道 眼前一只传说之狐 一只史诗之龙 估计早就下的跑路了 可惜 李悦和雪莹 现在的等级不算很高 给她的压力没那么庞大 她还觉得自己 能打得过 李悦在风之翼 加持之下的攻势 这木炎雪 居然能勉强 接下李悦的攻击 应该不是李悦弱 这天道剑的能力 绝对不止面板显示的那些 40%降低攻击力的情况下 还能跟李悦过招 她这天道剑 有什么秘密 正当两人打得难解 难分之时 直接袭向那肆意独角兽 七寒之刺 轻易地击破了 独角兽释放的光药弹 吓得她连忙躲避 速度太慢了 七寒之刺的力量 即便被光药弹削减 照样打得她闷横连连 木炎雪感受到了 自己本命魂宠的危机 立刻赶到独角兽身边 为了击碎血淫的七寒之刺 身体一歪 挨了立月一掌 依呀 这女子惨叫的声音 倒是别有一番滋味 可惜 战斗一旦分神 那就是破绽百出 顾瑜这次才出手 锁魂链再次丢向独角兽 木炎雪看着这锋利链刃 以为是物理攻击 她选择先破七寒之刺 再击退这链刃攻击 明显七寒之刺的杀伤力高一些 她没想到 顾瑜突然催动影翼的加速效果 这加速的链刃 直接将木炎雪的脚踝缠住 木炎雪心中大呼糟糕 她已经感觉到 浑身上下被各种不利效果限制 立月趁机一记暗之炎 点燃了木炎雪的后背 破防效果也生效 黑炎之下露出了那光滑的后背 木炎雪丝毫没注意身体走光 而是在思考战斗 这是难道是控制型的魂七 但是外形可是中距离的恋人啊 可恶 她挥剑冲向顾瑜 先解决这个 限制自己的敌人吧 嘿嘿 上高了 定身发动 第五十六章 蜡手催花 正当木炎雪打算先斩顾瑜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受控制 顾瑜早就飞速后退 雪盈护在顾瑜身前 这是什么诡异的能力 独角兽感到了主人的状态 急忙地将圣佑这个无敌技能交了出来 顾瑜早就猜到这个局面 没有无敌这个技能 击杀眼前的这个蓝发美人 简直轻而易举 这是她最后的解控技能了吧 顾瑜心道 用宝贵的无敌 来解除这个小小的定身 血转 而李悦现在速度 已经完全碾压这个蓝发女子了 很好 她死定了 自己应该是没有性命之忧了 在交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保命技能之后 穆颜雪已经心生退役 没有继续浪的资本了 护体魂器被击碎击破 二宠已死 本命魂宠岌岌可危 不过很可惜 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雪盈在旁看准多时了 趁着四翼独角兽 施展护佑保护主人的时候 急兵绽放 直接命中了这只四翼独角兽 冰霜之力 在她的身体上暴虐 她的郊躯 已经被完全冻结 七寒之刺 随后发射而出 雪儿 向自己的本命魂宠的位置 黑光一闪 不知道她是怎么一下子 顺移到了那独角兽身边 七寒之刺被粉碎 卧槽 她还有底牌 这是穿梭空间的力量 难道这女人身上 还有这样的逆天道具 她怎么这么多好东西啊 真想把她扒了 空间戒指里 肯定都是宝贝 李悦飞速冲向沐颜雪 想要趁着速度压制 打出击沙 沐颜雪直接掏出一个 奇怪的符咒 捏碎 一道奇怪的法阵 缓缓形成 不好 她要逃 沐颜雪护住 被冻成冰雕的独角兽 连忙挡住李悦的致命袭击 嗨嗨 蓝发女子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所魂炼附加的加成 已经让她失去 招架不住李悦的攻击了 那宝剑的光芒 也暗淡很多 眼看蓝发女子 无法闪避攻击 李悦也直接发动暗龙溪 沐颜雪 拼尽全力抵挡 还是被龙溪的力量 击沉重伤 口吐鲜血 七寒之刺 用了久违的突进 来到沐颜雪的背后 她现在身上的衣服 已经是几乎没有了 暗龙溪已经完完全全 将她的护身魂器彻底击破 既然如此 只要能再来补上一次致命攻击 她必死无疑 沐颜雪现在运气非常不好 立月的轻蚀之炎被动触发 她已经陷入了短暂的恐惧状态 顾宇的利刃 直批沐颜雪的脖梗之处 这一刀要是下去 香消玉雨 此时 那被冻成冰雕的独角兽 看见主人受难 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一只翅膀破冰而出 想要挡住血淫的七寒之刺 咔嚓 整只翅膀被无情地粉碎 其余的冰之力 还是重创了沐颜雪的腹部 沐颜雪感受到痛楚 立马从恐惧中醒来 刚反应过来 就是一把利刃袭来 她只能抬起小臂 挡住利刃 扑吃 故于拼力一击 只是斩断了这女人的左臂 法阵已经完成 随后 这两个人 就被奇怪的力量传送走了 没能格杀当场 可恶 故于实在没想到 这个女子身上这么多宝物 最后那独角兽 居然来了个暴肿 挡下了雪淫的致命一击 我都已经谨慎到 亲自上场都没杀掉 空间魂窃 能够抵御暗龙溪两次的防剧 被削弱四成攻击力 居然还能勉强接住 李悦攻击的天道剑 最后 她居然还有强制脱离的空间法阵 故于望着地下的断臂 李悦感受到 故于内心的狂躁 黑炎之力暴虐 家人玉璧 就这样被燃成灰烬 故于分析了下刚才的战斗 自己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无伤战胜敌人 失败的原因 就是控制少了 再多一到两个 尽早破了她的无敌 就得死 虽然自己一句话没说 身份可能根本没有暴露 但是这个女人就是个隐患 心头之刺 故于现阶段拼尽全力的偷袭刺杀 都没能杀掉这个蓝发女子 还好之前有仙剑之名 她应该没看见 李悦和雪淫的样子 但是龙尾和狐狸尾巴已经暴露了 这个蓝发美女 之前不在自己学校的队伍 她也是拥有奇怪的力量 才能到达此地 毕竟容貌那么出色 难道是当初门口说的那个穆家公主 那应该就是其他学院的学生吧 所以应该不会怀疑到我们学校头上吧 我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排名66的学生 要查也去查第二去 一会儿出去再打听一下情报吧 反正她已经跑掉了 再多想也无济于事 故于来到了那只天狗的身边 她的身体已经破烂不堪 早已死去多时了 如果不是她那护主技能 可能开局偷袭 就能直接破了这蓝发女人的房了 小主人是我办事不力 李悦有些自责 不 这不怪你 一秒的时间内击杀这天狗 那女人有天道魂器 看起来就是魂器里的极品 故于摆了摆手 怎么感觉老天爷都在帮她 小主人也知道天道魂器 李悦淡淡说道 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的武器叫天道剑 配合那奇异的力量 才叫天道魂器 传闻 人类之中 少数人类可以觉醒些特殊魂器 它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属性 只不过我从来没有遇见过 不过能顶着龙威 还有余力战斗 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天道魂器了吧 李悦自言自语道 只不过就是天赋极佳的上乘魂器罢了 下次遇见 必然全力击杀她 故于给李悦打了打气 只不过 现在自己等级低了些 控制手段匮乏 这次 如果能额外获得一个控制技能 配合李悦的伤害 早就产生击杀了 成功吞噬光一拳 无事发生 Tui 收下这枚光系魂盒 顾瑜便向着那座塔靠去 路过看了眼 那只重伤的黑猩猩 已经命悬一线 昏死过去了 她也算变相地保护了这座塔 姑且算这座塔的气灵 万一她死了塔消失了 那就白得罪一个敌人了 而且 如果没有她 顾瑜可能也见不到这个塔了 直觉告诉她 进去就有收获 顾瑜刚刚推开了 古塔残破的大门 刚踏入其中 塔身发出耀眼的紫光 随后 整座塔飞速缩小 在李悦和雪莹惊讶的眼神中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塔模型 在顾瑜手中 第57章 浮屠云铁塔 浮屠云铁塔 厄运魔戒 原本是成天魂器聚魂塔 被未知力量改造 导致吸收过多怨念成为魔戒 你 准备好了吗 猎魂 塔身八层 每层可以囚禁一只强大的魂兽灵魂 并且永久性奴役器灵魂 产生魂力攻击 集魂 主动施展 抽取塔中所有魂兽的力量 无条件提升速魂力等级 持续一天 增幅程度是浮屠云铁塔修复程度 七天内 猎魂不再生效 厄欲 劫灾将至 一层 狂暴黑猿 两层 领主机以上 故于看了看手中的小塔 此时已经变得小巧玲珑 塔身漆黑 每层微微闪烁紫光 诡异无比 属性倒也是强悍 一个被动产生魂力 一个主动提升魂力等级 还拥有拘禁魂兽灵魂的力量 塔的第一层 已经囚禁了狂暴黑猿的灵魂 外面的那只黑猿 原来是这塔的魁伟意志 怪不得可以称为魔器 能力确实有些残忍 故于有点明白了 这座塔 可能是被封印许久 封印松动 产生的秘境 左路和右路的领主及守卫 又是怎么回事呢 自己来到这里 一路基本没有受到阻拦 难道是被他选定的主人 我也当了一把天选之子 这东西 有没有什么任主一事呢 故于刚想到这里 塔身直接消失不见 竟然直接进入 故于的魂石海中 这算是任主成功了吧 主人 他怎么消失了 雪莹一脸疑惑 等你回魂石海就知道了 他直接进去了 故于达到 故于收起两女 让他们进入魂石海中 看他去了 吞噬掉这个狂暴黑猿的身体 也是很可惜 没有任何奇迹发生 魂力长了一些 但是远远不够 现在整个秘境第三层 已经是什么都没有了 放眼望去 一片光秃秃荒地 离开这里吧 故于掏出 那空明石碎片 捏了下去 没有反应 对哦 要是有反应 刚才那蓝发女子 也不会被重创 这里的结界 隔绝了空明石碎片 这种级别的力量吧 这次秘境探险 已经圆满结束了 溜了 回到了第二层 这里的骷髅 已经刷新了少许 但是实力大跌 召唤出立月 轻松击杀后 那奇特的魂力 果然已经消失不见 故于加快回程的脚步 待在这里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再次回到秘境一层 看看大部队是什么水平 刚施展前行走了几步 便已经听到了 人们疑惑的声音 哎 这些骷髅的力量 突然变得好弱了 怎么吸收不了了 秘境核心 都被故于收走了 奇怪的力量自然消失了 故于找个角落 改变了装扮 随后一捏空明石碎片 人被神秘力量传送了出去 又出来了一个倒霉鬼 也没比我好哪里去 被传送到入口处 无视周围的讽刺 故于迅速回到 自己学院的营地处 这才发现 已经有不少人脱离秘境了 故于同学 你也出来了 故于回头望去 原来是灵液和之前的蓝毛 嗯 里面的怪物实力好强 而且数量好多 我自己一个人藏了很久 最后也没坚持住 故于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你要是加入我们就好了 我们也是 人手不够 灵液有些惋惜地说道 不应该啊 灵液同学看起来比较有亲和力 怎么会没人 还不是因为他 张口闭口要美女 不要男人 灵液瞥了眼身边的蓝毛无奈道 不要男人 就算灵液同意你入队 我也不同意 蓝毛开口说道 对了 你知道咱们这次一起来的学生中 有哪些美女 我想吃软饭 故于语出惊人地说道 啊这 我还真不怎么清楚 灵液摆了摆手 此时 蓝毛听到美女俩字 直接精神了起来 兄弟 你唠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这方面 我则有研究 我只有一本全国富婆通讯录 EW魂币卖给你了 蓝毛一改态度 整个人变得逗逼了起来 看着递过来的 全国企业五百强 故于一脸黑线 开个玩笑 我们学校的话 应该是一般的云无星吧 云市集团小公主 有钱有盐 笑得还甜 蓝毛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富婆界的翘楚 蓝毛信誓旦旦地说道 其他的 肯定比不上云无星了 我就不推荐了 那别的学校呢 有特别漂亮的吗 实力还强的那种 故于抛出话题 这个肯定当属木炎雪了 她可是木家的公主 据说她的实力异常强大 长得更是漂亮 吊打所谓的校花 可惜的是 我也没见过她的样貌 她是哪个学院的 我们去瞧一瞧 故于提议 应该大概率 就是那蓝发女子 好像是吴皇学院的 蓝毛若有所思地说道 那还不赶紧去看看 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三人便去了 吴皇学院那边打探消息 不为面具 改变了顾瑜的魂力气息 问题不大 而且顾瑜怀疑 木炎雪的法阵传送的终点 应该不是这里 路上 顾瑜得知 这个蓝毛叫做于安 是灵液的死党 爱好就是美女 嗯 挺正常的爱好 三人来到 吴皇学院的营地处 发现外面有很多男人 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都是来看木炎雪的吧 三人连忙挤了进去 吴皇学院的营地 此时已经乱成一锅粥 炎雪呢 怎么还没出来 舔狗一号道 炎雪姐姐 怎么不回我消息 我 炎雪 好了 大家不要担心了 我们得到消息 木炎雪同学 在秘境中身受重伤 已经回家养伤去了 应该是没有性命之忧 一个老实模样的女人说道 下面人群再次炸开锅 有的人义愤填膺 要为木炎雪报仇 这全是木炎雪的护卫队吗 已经确认了身份 顾鱼便打算离开了 那种程度的伤害 果然杀不死他吗 短期内 避开一下跟他有关的人吧 不知道这个木架能量 到底有多大 第58章 暗系天极魂谷 在一个漆黑的山洞内 木炎雪此时正躺在石头上养伤 他身上的伤好的七七八八 那被顾鱼砍断的断臂 也生长出来一半 他的身旁 有一位白发斑斑的老玉 炎雪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玉有些心疼地望着他 他对这个徒儿甚是喜爱 对不起 师傅 徒儿还是太年轻了 在刚刚击杀那塔灵 大功告成之时 被人偷袭重伤 那个出手时机 想必已经等候多时 徒儿无能 没能发现贼人 木炎雪面色苍白地说道 什么 竟然还有人能到达那塔下 老玉一脸震惊 师傅 徒儿不明白 那座塔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摧毁它 抱歉 炎雪 我也用尽为数不多的力量 为你推演这次机遇 天机不可泄露啊 老玉似乎无法多说明 有些东西 提前知道 对你来说 并没有任何好处 老玉叹息了起来 木炎雪的眼神 暗淡了少许 炎雪 偷袭你那人什么模样 浑身漆黑长袍 魂气是一把诡异的炼刃 但是好像 可以控制敌人 他的两只魂宠 化作两名女子 一只 应该是三尾狐 另一只不太清楚 感觉像是传闻中的龙 木炎雪回想起 当时清景慢慢说道 那一似是龙的女子的能力很强 还有种奇怪的压迫感 我能感到自己的能力 被硬生生削弱了四成 那应该是真龙了 不是什么亚龙 老玉面色凝重地说道 真龙之威 无可匹敌 他身边的那只狐狸 攻击并不是很强 但是控制特别的多 颇为棘手 实力应该是化形级 木炎雪猜测道 他身边有没有一条紫色的蛇 老玉突然问道 没有 那就好 可能是其他船人 与你抢夺机缘罢了 老玉似乎放下了心 应该是其他船人 去抢夺机缘罢了 老玉安慰自己 如果那座塔成功被毁掉还好 万一落到某些人手中 重新现实的话 定然是 老玉不敢想象那画面 可惜 他已经没有多余的生命力 推演天机了 颜雪 为师大献将至 这天道见识 你一定要趁早领悟啊 以后的路权靠你自己了 颜雪 好好休息养伤吧 最近你也别去学校了 为师继续带你去历练 灵夜 玉安你们先看妹妹吧 我先回去休息了 没能见到传闻中的沐沿雪 可惜 顾鱼已经找好借口跑路了 再看一会儿啊 顾鱼 你看 那边那个腿挺白的 鱼安头都没回 老色呸了 赶回了北兰学院营地 大家似乎都因为 秘境之力地消失在垂头丧气 怎么突然没有额外魂力了呢 我的第二魂宠 差一点点能到达通灵了 一名女同学叹息道 可能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吧 在其他人在叽叽喳喳讨论的时候 鱼安和灵夜 此时也赶回来了 蓝毛此时已经跟顾鱼熟络了不少 手臂直接搭在顾鱼肩膀上道 好兄弟 你自己一个人行动了整整一天 有没有什么收获啊 大家看看 能不能相互交换一下 鱼安神秘兮兮兮地说道 呃 没啥收获 一堆骨头架子罢了 其实 我这有一块魂骨 不知道你要不要啊 200W魂币卖你了 鱼安压低声音说道 魂骨 你咋自己不用 顾鱼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你看 他拉着顾鱼来到了个角落 瞥了眼周围 没有其他人向这里看 随后他从空间界里 逃出个黑色的骨头 散发着淡淡暗光 顾鱼眼睛一瞥 眼睛都快直了 暗系天机魂骨 可大幅度增强暗系魂兽的力量 非常稀有 我这魂宠 一只光属性 一只雷属性 根本用不上啊 鱼安面色忧愁道 我已经偷偷推销了几个人 可惜是暗属性 没人要的货色 顾鱼你要是不要 那我只能卖掉了 鱼安摆了摆手 暗属性 顾鱼差点笑了出来 今天运气不错呀 不过得装一下子 呃 垃圾暗属性 对我也没啥用 顾鱼不屑地说道 鱼安一脸失望 既然你都告诉我了 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 顾鱼趴在他耳边偷偷说道 我其实吧 也获得了一块魂骨 光属性的 可惜对我也没啥用 本来是打算用来卖钱泡妞的 顾鱼挤眉弄眼 啊 骗你干嘛 你看 顾鱼也偷偷拿出了那光系魂骨 两人此时像是在偷偷地传阅小黄书 听说兄弟你是光属性的 200W魂币卖给你了 这样 你就能乖乖提出 交换那块暗属性的了 没人能抗拒魂骨的诱惑 顾鱼心道 不能直接表示 对这块暗属性的魂骨有兴趣 那样显得有些可疑 毕竟暗属性魂宠很少 可是我手里没那么多钱 你等我几天吧 鱼安很激动 魂骨哀 能够强化自己魂宠的实力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这可不行 我刚刚看上一个妹妹 打算花钱去泡她 顾鱼开始忽悠 这 那兄弟 我求求你了 咱俩换一下 我再给你加30W魂币好吗 鱼安家里是有点小钱 但是一下子 掏出200W魂币 还是有点费力 啊这 既然如此 看在你告诉我美女消息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钱就不用了 大家以后都是同学 顾鱼突然变得大方了起来 破烂光细幻 这块暗系天极 已经写转了 不太好意思 再坑鱼安30W魂币了 顾鱼 你人真是太好了 鱼安直接冲上来 抱住顾鱼 啪啪啪 男人别抱老子 顾鱼一脸嫌弃 两人交换了魂骨 顺便交换了联系方式 望着手中的暗系魂骨 顾鱼已经暗爽到不行了 随后 两人回到了营地 发现老师已经开始点名了 果然 顾鱼早猜测到了 秘境之力消失 第一层没什么油水 大家都退出来了 第59章 塔的功效 你俩跑哪去了 就差你俩了 男老师担心地问道 不好意思啊 王老师 我俩刚刚上厕所去了 鱼安嬉皮笑脸地说道 班主任姓王吗 对不起 王老师 顾鱼也连忙说道 没必要当刺头 快去排队了 我们该回去了 一会儿会有其他人来调查秘境 王老师推了推眼镜 顾鱼和鱼安排在队尾 登上了返程的校车 因为未知原因离开秘境 大家都有些闷闷不乐 浪费了大好的修炼机会 只有罪魁祸首还在狂笑 车子终于到达了学校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今天先到此为止 大家明天记得来上课 王老师说完 便解散了队伍 嘿 顾鱼 你要干嘛去啊 鱼安和林业前来问道 嗯 我打算先回家好好休息 这两天没睡好 本来还想带你一起去看妹妹呢 下次一定 告别了鱼安和林业 顾鱼回到了家中 黑白闪烁 终于到家了 雪银摘下了面具 高高兴兴地 去给顾鱼和李月做晚饭了 李月不知道怎么了 似乎有心事的样子 李月 我帮你搞到了暗息魂国 力量能提升不少 顾鱼来到他身边说道 往日的话 李月肯定会调戏他 可是今天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了 顾鱼试探地问道 小主人 你说 如果我们就这样开开心心地过完这一辈子 不再去着急去提升实力怎么样 我和雪莹 会一直陪伴你的 李月抱着顾鱼的身体说道 你怎么突然这么想了 我还要替你报仇呢 顾鱼轻轻搂住了李月的腰 没关系的 能重新活一次 哪怕短短百年也好 她的脸 顾鱼看不到 你们的寿命是那么悠长 我怎么能轻易消耗你们的寿命 我说过 有朝一日会替你报仇的 哪怕不是为了自己 为了你们在这个世界生存 力量是必不可少的 顾鱼坚定地说道 我就知道 小主人一定会这样选择 李月柔柔地说道 顾鱼大概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 应该是那座神秘的塔吧 它的存在 是那座塔吗 顾鱼问道 有些事 知道过早 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 我也不是很确定 李月轻轻摇头 那我也不多问了 反正她能给我提供力量 这就够了 已经天天藏着的大美女了 不差一个塔 顾鱼笑道 小主人现在变得有嘴滑舌了呢 我看小主人很喜欢雪银妹妹的吸枕 今天我也给小主人做一次 说完 她起身拉着顾鱼的身体 枕在李月被黑丝包裹的大腿上 身体的贴近 完美的触感 还有那令人沉醉的香气入鼻 舒服啊 平坦的小腹 靠在顾鱼脸边 只是隔着一层薄薄的黑纱 少许黑发落在顾鱼脸上 痒 心更痒 她嫣然一笑 轻轻用手拨动发丝 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 魅意无形间散发而出 李月感受到顾鱼的变化 月眉弯弯 轻眠双眼 微微对着顾鱼笑 回忆起浴室里妩媚动人的她 和眼前的她 气质又截然不同 真是妖精 顾鱼闭上了双眼 享受着李月的吸枕 那座塔的来历似乎很大 李月可能认识她 而且那慕颜雪也想破坏她 还有那最后的词条 节哉将至 听起来 就是大祸临头的意思 难不成会被五雷轰顶 这个时候 李月的紧握住了顾鱼的手 放心吧 小主人 李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直至终结 我也一样 永远会陪着你 直到我 她的手指 轻轻挡住了顾鱼的嘴巴 随后她妩媚一笑 不许说那个字 两人腻歪了许久 雪莹探头说道 该吃饭了 顾鱼轻轻起身 望向两女 淡然一笑 雪莹做的饭菜 色香味俱全 看来是真的下了功夫 她最近都没去看偶像剧了 雪莹妹妹做的真好吃呢 为了讨好小主人 没少下功夫啊 李月夸赞道 雪莹翘脸一红 支支吾吾地说道 为了主人 这是奴家应该做的 饭后 顾鱼叫李月玩消消乐 然后便独自去洗澡了 再三嘱咐 两女不要进来 泡在浴缸里之后 叔父 缓解了最近的疲劳 顾鱼开始仔细研究 浑石海中的塔 自从这浮屠云铁塔进来以后 顾鱼一直没有研究它 随心而动 小塔出现在顾鱼的掌心 就跟一个普通模型塔一样 只不过 它一直持续散发出魂力的波动 顾鱼静下 心神闭眼 第六十章 破风之爪 感觉到了魂力的增加 不是这天地间的 虽然可以一直靠冥想来修炼魂力 不过 那真是杯水车星 而现在 顾鱼赶到这座小塔 正在源源不断地产生黑色的魂力 被自己不断地吸收 顾鱼连忙结束泡澡 在两女的目光注视下 独自跑回了卧室 这次安安静静 好好修炼一小时试试 一小时后 顾鱼感受到了 一小时内吸收的魂力 大概等于三十颗魂精的量 这座浮屠云铁塔 会自动产生魂力 并且储存 这还真是好消息 学校每天才补贴那么点 二班美人每天也就十颗魂精 人类由于吸收天地间的魂力缓慢 才导致魂兽肆虐 大多数普通人 只能吸收魂精的力量 才能提升魂力等级 而现在 顾鱼可以通过这浮屠云铁塔 来快速提升自己的魂力 相当于快人一步 塔内 现在只有一层是开启状态 早知道留着那天马一命了 二层需要领主及以上的魂兽灵魂 领主及以上的魂兽吗 既然每天有额外的魂力产出 顾鱼没必要天天去学校浪费时间了 明天问问 有没有光明正大的翘课办法 不就得了 正在顾鱼修炼之时 敲门声响起 一道令人酥软的声音传来 小主人 我和雪莹妹妹可以进来吗 进来呗 自己家客气啥 顾鱼随口说道 房门打开 丽月和雪莹 似乎刚洗完澡 头发还湿漉漉的 美人出狱 貌若天仙 不知道丽月从哪里找到 顾鱼以前的白衬衫 那衬衫根本包裹不住 那浑圆挺拔的山峰 两条银如白玉的丰满眉腿 她满眼柔情地望着顾鱼 顾鱼 身边的雪莹 也不知道为什么 换掉了之前的巫女装 穿着不知道哪来的黑色的吊带背心 丽月是不是你干的 顾鱼倾咳了一声 没有 想换一种风格 擒手低垂 脖子上都染上了一抹飞红 蓝色的小铃铛微微作响 小主人 你不是说为我弄到了一块魂骨了吗 熟悉的香气再次入鼻 我可是正惊人 顾鱼被震得内伤发作 浑身气血翻涌 那就赶快强化魂骨吧 好好好 顾鱼掏出了那块发黑光的魂骨 上面散发出神秘的光泽 就强化在腿部上吧 上次已经强化在手上 他想看看会有什么差别 顾鱼把那块魂骨 放在李月的右腿之上 魂力催动 像上次一样 黑色的骨头 先是发出大量黑色的光芒 然后变成透明的颜色 慢慢地被李月吸收掉了 伊李月吃痛地惊呼了一下 怎么 很痛吗 顾鱼另一只手紧抱住他的纤细腰肢 安慰他 龙尾不断抽打顾鱼的后背 看来真的很痛啊 魂骨完全被吸收 形成了一只龙的图案 刻在李月的右大腿之上 魂骨技 破风之爪 第一次普通攻击 附带额外的暗属性异伤效果 最多叠加十层 每层百分之十 第二次攻击附带风属性特效 攻击速度突破限制再次翻倍 看不懂参考禁肤被动 天 新生的破风之爪 替换了原有的鸣风爪 技能强度玩爆了几条街 李月也感受到了 自己的力量发生质变 蓝蓝地说道 这就是魂骨的力量吗 怪不得有魂兽 选择去当人类的下属 李月不是我的下属 顾瑜说道 嘻嘻 小主人 对人家家最好了 李月模仿一副 小女人说话的样子 顾瑜不知道为什么 本应该是开心无比的时刻 眼泪却不自觉地外流 小主人 你怎么了 李月有些担心地问道 没什么 就是想起了些可怕的事情 难道是 嗯 总感觉 没关系的 哪怕是世界不复存在 我会一直陪着你 慕家也会一直陪在你 望着怀中家人 顾瑜闭起了眼睛 第六十一章 新来的老师 给他讲了一大堆故事 终于把李月也哄睡着了 顾瑜望着天花板 有些失眠 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却又想不起来 总有种奇怪的熟悉感 可能是既视感吧 每个人都有 回头一望 雪莹似乎是遇见梦魇了 神情极为紧张 好像有些眼泪流出 顾瑜轻轻帮他擦干了泪水 别哭了 雪莹 睡梦中的雪莹点了点头 好像答应了他 顾瑜也快速地进入了梦乡 又过了许久 那双蓝色的眼眸 才偷偷睁开 望着自己最爱的主人 他轻轻地爬了起来 连李月都没发觉他的动作 他爬到了窗台上 双手抱息 望着天空上的明月 银白的月光照在他那美丽的脸庞上 犹如仙女下凡 我会保护好你的 泪水在不断地滴落 第二天早 可恶的闹钟 打扰了顾瑜的好梦 正当打算关掉闹钟 继续大睡之时 小主人 该醒醒了 忘了你昨天 说要早起的吗 李月轻声说道 嗯 再睡五分钟 最后 顾瑜还是选择起床 身体还是要锻炼的 虽然自己的体力 已经适宜于常人 但是还是不够 简单地舒展了身体一番 顾瑜便买了些早餐回到家中 自己也不能什么都靠雪莹啊 李月早就起床了 他现在正躺在沙发上打电动 一点也不知道 注意一些自己行为举止 顾瑜上前说叫一番 未果 回到卧室 雪莹还在呼呼大睡 起床了 小懒胡 顾瑜捏了捏 他吹弹可破的可爱脸蛋 嗯 主人别怕 我会雪莹发出了梦意 没办法 只能强行叫他起来了 轻轻拍了拍他的脸蛋 他立马惊醒了过来 发现原来是主人 望着雪莹的翘脸 弯弯的月眉 蓝毛里秋波荡漾 一丝淡淡的魅意 已经融入其中 慵懒的雪莹 也是如此美丽 主人早上好啊 雪莹浅浅一笑 宛如鲜花盛开 起床了 别傻笑了 三人慢悠悠地 吃完了早餐 顾瑜便早早地 来到了教室 发现林业和于安 也早就到了 于安一脸 开心地贴了过来 你昨晚没来 真的可惜 我遇见了个极品于安 在坎大山的时候 发现顾瑜的神色 好像不是很好 顾瑜 你怎么了 怎么一副身体 被掏空的样子 于安问道 呃 昨天苦休 到了深夜 顾瑜随便找了个借口 于安摆出了一副 我懂的表情 然后侃侃而谈 他昨天的经历 顾瑜根本就没细心 听他扯淡 连忙口头应付 女人 影响我初恋的速度 心中无女人 拔刀自然神 剑谱第三页 女人真烦人 这时候 教室的门打开了 一位美丽的年轻女人 走了进来 她身材高挑 还穿着一双肉色的丝袜 原本吵闹的班级 顿时鸦雀无声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授课老师 叫我林老师就行 女老师开口说道 顾瑜并没有在意新老师 她反倒是想 去哪里抓一只 领主及魂兽的灵魂 来浮屠云铁塔内打工 996都是福报 打工兽 打工魂 这领主及魂兽 对于普通人来说 无异于天方夜谭 但是对顾瑜来说 还是小菜一碟的 林老师给大家讲课的过程中 突然提到了 魂奴这个概念 顾瑜来了精神了 随后便聚精会神的听课 同学们 这魂奴 大部分是世人 不知道的一种神秘存在 他们跟普通人类一样 靠肉眼视 分辨不出来 第62章 魂奴的来源 他们是没有任何魂宠契约 可是他们可以依靠 某些邪恶魂兽的力量 来强化自身 通俗一点 可以理解为魂兽的奴仆 有些极特殊的魂奴 还可以通过召唤 将他的主人召唤到城市中 是很危险的存在 他们是叛徒 而现在所掌握的情报 就是他们快要变身的时候 身上会提前显现出奇特的印记 大家以后要注意 大部分学生 从来没接触过魂奴这个概念 不断地好奇地提问 顾瑜陷入了沉思 不对啊 我记得遇见的第一个魂奴 介绍写着 是献祭自身本命魂宠来着 难道这位林老师 也不知道全部的情报 那美女老师对魂奴的概念 也就是一带而过 也根本没有透露 魂奴的弱点之类的信息 顾瑜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对魂奴更是没多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 这理论课程有些无聊 只是一些为了力量 出卖灵魂的人罢了 不过如果再让我遇见 那只四亿独角仙 一定要把它碎尸万段 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学校里 无非就是学习理论知识罢了 下午的课程 倒是新鲜了不少 魂器实战课程 授课老师正是之前的的王老师 他推了一推眼镜说道 大家可能觉得 自己的魂器的能力太过单一 很困扰吧 不过大家都陷入了 一个误区之中 魂器能力和他的种类是绑定的 比如进攻性魂器 刀 刀一定是近战型 对吧 王老师摘下了眼镜 那种文质彬彬的气质 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 是一种狂野野兽般的 魂力气息波动 顾鱼都快看到了 红色魂力透体而出 他的头发都披散了下来 魂力波动 已经能够被肉眼观测到 好强啊 这难道是要变身超级赛亚人 一把红色的刀 从他的手中显现而出 随后 王老师轻轻捂刀 用力一挥 那火红的刀身 竟然直接飞了出去 刀身和刀柄 有魂力锁链相连 学生们被震惊到了 刀还能这样玩 李元芳的刀 过于也惊呆了 明明是近战型魂器 怎么突然攻击距离 变长了三倍 这让人防不胜防啊 大家可能不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明明是近战型 怎么突然能攻击那么远 他再次戴上那金丝眼镜 一手轻抚绣发 强大的魂力 将头发再次梳成背头模样 这必让你装的 给你82分 剩下分成666送给他 魂徒三阶 魂式五阶 以后我就称作 凡三魂五 这些阶段都会提升 本命魂器的能力 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都知道了 下面人群疯狂点头 不过 在到达魂师级别后 可以额外赋予 本命魂器形状变化 至于变化成什么样子 全看你们的天赋和努力了 王老师推了推眼镜 没想到 原来在到达魂师阶段 本命魂器相当于 还可以额外进化一次 这一点他还真不知道 看来上学还是有用的 像我是选择将我的火力刀 变成了这个样子 赋予了这把刀的距离提升 还可以选择能力提升 或者形状变大等等 王老师 他摇了摇手中的火刀继续说道 不过 这些也都是后话了 今天教你们 怎么更合理地利用魂器 说完 他带着学生来到了后场擂台 首先 本命魂器的第一个特性 它是从你的灵魂力量凝聚出来的物理形态 是绝对不会被毁灭的 过于强大的魂力 可以击溃 你的本命魂器 这一点故于领教过 如果那么容易碎裂 当日在悬崖段的 就是这所魂链 即便被击溃 本命魂器也可以恢复 众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其次 他离主人过远的话 会消失 所造成的效果也会消失 所以握紧你们的武器 即便是重新召唤魂器 比如控制和辅助系 造成的效果可不会恢复 故于眼睛一亮 如果摧毁不了武器 实战起来 斩断对面的手 或者强行使主气分离 这倒是故于从来没考虑过的问题 新的战术get 虽然它不会被摧毁 但是不代表它是无敌的 如果是生死对峙 再次凝聚武器的时间 就是你的死期 第63章 魂器的使用技巧 老师 魂器应该有强弱之分吧 故于问了的 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当然 如同人分369等 魂器的能力 也有大致的划分 没有最强的武器 只有最强的使用者 不过 单从伤害来看 最弱的魂器种类 大概属于控制系 防御系 这类魂器 缺少主动的伤害能力 如果没有强力的魂宠 无法造成有效的伤害 其次是辅助系 攻击系 基本上常人接触的 主流强力魂器 辅助系带来的团队提升 还有进攻系的 强力属性附加 还有就是传说中的魂器 它们的力量非常强大 从诞生的那一刻 就被世界所眷顾 但是很可惜 我没遇过 上天所眷顾 看来 那慕颜雪的天道剑 也是其中之一了 那些奇怪的力量 它像集了小说里的主人公 气韵加深 随处可以取得机缘 实力突飞猛进 这次没死 必然有后福 下次见面实力 可能会涨幅很多 故于不认为 能到那秘境三层的 是泛泛之北 为啥 我干啥都那么倒霉 真想躺着升级啊 别想那些了 投胎是个技术活 好好增强自己实力吧 王老师安慰大家说道 虽然现在 你们距离魂师级 还有些遥远 但是可以多多拓展 魂器的使用方式 不是一把刀 就只能握在手里劈砍 说完 那把火刀 再次变回正常模样 用力一致 带着火焰魂里的飞刀 急速飞行 洞穿了一棵大树以后 消失不见 故于看着眼前的操作 近战武器 打出了远程的感觉 虽然还需要再度凝聚武器 但也不失为一种 有效的攻击手段 老师继续巴拉巴拉 讲了起来 故于望着 那被洞穿的树木 眼神无法离开 他讲得很细 比如攻击魂器 没必要将所有力量 灌入武器内 只要将力量最大的部分 灌注到刀刃 攻击力最大赋予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魂力 面对长时间的战斗 有奇效 虽然故于由于急魂效果 不需要担心 战斗内消耗掉的魂力 但是 故于好像想到了什么 自己一直以来 都是全力催动锁魂链 如果下次 用最大的力量 催动链子的顶端 将后面的力量集合起来 会不会加快锁魂链的突进速度 锁魂链的致命缺陷就是 如果控制不到人 就是FW魂器 等待完全控制敌人 再均匀覆盖链体 可以试试 明天就是实战课 为期一个星期 各自回家准备一番 王老师下课后说道 今晚通知你们消息 去哪个地方历练 公费旅游 还有这等好事 这所谓的实战课 只有重点班才有 普通班级学生 实力较为低微 外出历练可能会出事 天才们也不能成为 温室里的花朵 需要承受大自然的洗礼 顾瑜倒是不担心 只要不接触 那吴皇学院的人就行 慕颜雪应该也是通过 特殊秘法 进入那秘境三层的 他是没有办法 来通过正规手段 查找自己的 当时可是明令禁止 不许进入第二层 小小牧家 怎么把手伸到其他学院 更何况 顾瑜表现的战斗力 根本不是学生基本的 他肯定以为自己 起码有一只化形及魂虫的 第64章 亡命 放学后 顾瑜再次拒绝了 于安发起的逛街请求 真是个单纯不做作的人 满脑子女人 顾瑜打算试试新的战术 随手打开了猎人APP 经过了上次的大沙特沙 顾瑜的等级 早就达到了四级了 到了猎人工会 这次终于凑够了雪鹿绒 完成了一大堆任务 买完材料 顾瑜手里还剩余210W 还不错 果然 实力上来了 钱根本不是问题 随便接了一个小任务 清理国道附近小怪 离开了星耀南门监察处 这里就不全部是兵器浑兽了 什么属性都有 差不多距离了 顾瑜召唤出了雪鹰和丽月 两女不知道在聊什么 雪鹰的脸红得跟苹果一样 顾瑜 发生什么事了 雪鹰不敢再看顾瑜 变成了狐狸形态 丽月什么也不说 就这么柔柔地望着顾瑜 一股青春少女的感觉 好吧 不愧是你 顾瑜只能抱起丽月 迅速地赶往任务地带 此处国道是货车的常用通道 负责各个式的物资运输 可是最近貌似出现 一只蓝色的狮子来捣乱 雪鹰的速度很快 在里月的精准雷达搜寻下 固域很快发现 就这次的任务目标 避水狮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二阶 浑兽狮子的水系进化形态 属于小朋友级 魂技 水弹 普普通通的蓄力水弹攻击 已经没什么杀伤力 狮星 随即地向周围造成水系伤害 威力不俗 王 对低等级的目标造成额外伤害 找鸡 望着这威武的蓝色狮子 固域内心道 若鸡 系统评价 已经是小朋友级了 小主人就是他吗 快点收拾完 我们回去做游戏吧 里月的话语 还是那么有杀伤力 回去玩消消乐吧 固域连忙终结了这个话题 那我 先别 让我会会他 固域连忙摆手 蓝色的小狮子 激紧地望着三人 一种强烈的求生欲 告诉他 要跑路 要不马上可能被人做成叉烧 他可耻地逃了 固域正打算出手的时候 发现对面的避水狮 已经跑了 NMB 你的王者之气呢 怎么还跑了 三人连忙追了上去 固域现在的速度也很快 全力奔跑起来 已经不会被这普通级的小狮子 甩开距离 试试今天所想的吧 雪莹 魅惑 小狮子陷入呆滞状态 七寒之刺飞速而至 直接击穿了小狮子的大腿 他的移动速度 已经变得缓慢 这下他肯定跑不掉了 固域抛出锁魂链 这次 全身魂力催动最顶端 链子如同吃了药一般 飞速前进 原来是这么用的 可惜力量过于集中 丧失了精准度 直接抽打了在避水狮的屁股上 吼避水狮吃痛大吼了起来 歪了呀 雪莹 冰霜吐息 别把他弄死了 固域心道 等级品阶 完全低于雪莹的避水狮 就这样被雪莹玩弄在鼓掌之间 小主人 你还真是恶趣味呢 李月抛了个媚眼 我没有 我不是 你别瞎说 我只是试试新的招数 固域连忙解释道 鹰小主人现在要打人家的屁股了 李月摆出一副被欺负的表情 双手捂住臀部 风情万种 李月姐姐别闹了 雪莹翘脸一红 似乎想起了什么 看着三人有说有笑的 避水狮一脸无语 想要趁机开溜 可惜他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移动能力了 批啊 批啊 在偏离了七至八次后 固域终于掌握了 这样控魂的诀窍 必须要先瞄准好 再催动魂力 这样在偏离不算太远的话 还是能成功命中的 速度提升了接近30% 如果以后能完全熟练 配合隐翼效果 所魂练的命中率提高 等于战斗效率的提高 终于 固域这次成功地命中了 这狮子的尾巴 给他个痛快吧 黑色绿色交替闪烁 碧水师终于合上了双眼 割下了他的头颅 丢进专用的空间 借留着交任务 成功吞噬碧水师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王 固域根本没想到 居然能获得技能 正在为宿主转化为 合适的技能 成命与王合并中 成功获得技能王命 王命 你的魂宠 对被链接敌人造成的伤害 额外提升至40% 若目标低于当前魂宠等级 则提升至60% 固域万万没想到 小小的碧水师 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惊喜 如果有可能 就给他留个全尸了 成命进化 无条件提升10% 若目标低于利月 或者血淫的等级 再提升20% 虐菜神技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获得 强制降低敌人等级的技能 60%的增伤 加破风之爪的暗属性异伤 加暗之炎的削弱防御 伤害太美 第65章 丧心病狂的楚灵邪 可惜没爆魂合和魂骨 故意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虽然已经成功完成了此次任务 但是故意觉得 自身熟练度还不够 看了眼手机 才七点 再练一小时 再回家休息 于是他带着两女 在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虐起了小怪来 七寒之刺 成功将一只火乌鸦 击成鸡粉 又花费了近两小时 故意已经能掌握新的战斗方式 连天上飞的火乌鸦 都能成功命中 今天也算小圆满了吧 成功吞噬火乌鸦 感到了魂力不断增加 不出半月 应该能再次突破 回头望着 月光照在两女脸旁 美艳得不可方物 走吧 回家咯 故意轻轻搂住 两女纤细的腰肢 等等 小主人 附近有其他人的气息 丽月突然面色凝重地说道 这荒郊野岭的 怎么可能还有其他人 故意纳闷 我可是有两只无敌的魂虫 一般人怎么可能到这里 走吧 去看看 望着手中的链刃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故意施展前行 丽月在前面带路 向着深山走去 不对啊 怎么方向是山脸 这个地方也是很奇怪 草木茂盛 但是附近一只魂兽都没有 这不对劲 有情况 陆星宇觉得 今天真是倒霉的一天 平时她像个高傲的公主一般 身边一群男人围着她转 她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本来她应该是早早回家的 但是今天她喜欢的楚灵邪说 要给她个惊喜 要带她去野外玩 恋爱恼的她 根本没多想 便跟着她心爱的哥哥 来到了这荒郊野岭冒险 他们都是北兰学院的学生 楚灵邪的实力也不错 达到了魂式阶段 一只火焰蜥蜴 一只幽冥狼 在这星耀外围 应该不会有危险 她还期盼 有着浪漫的战斗 英雄救美 然后顺水推舟的剧情 但是万万没想到 不知道从哪窜出一群大汉 一群人把她带这个小山洞里 似乎要举行什么神秘仪式 楚灵邪一点没有救她的意思 而且 她好像是策划者 楚少 这还是个褚儿 您不爽爽 一名操汉说道 她的头部有只奇怪的鸟形纹身 储灵邪长得还可以 大概算是个斑草级别 望着那紫发少女凹凸有致的娇躯 她吞下了口水 先忍忍 马上就好 顾瑜跟着李悦 捏手捏脚来到了一处山洞 里面灯火通明 李悦握住顾瑜的手 手指在顾瑜掌心打转 随后灵魂传音道 是英雄救美的剧本呢 谁要救美啊 多管闲事 麻烦 顾瑜打算回头了 里面可都是人类口中的魂奴哦 顾瑜轻轻眯眼 思索了起来 魂奴 到底是什么神秘的试炼 顾瑜还是很好奇的 收起了两女 顾瑜依靠前行 悄悄地摸了进去 楚大哥 不要啊 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陆星宇委屈地哭了起来 她的意中人 现在仿佛是个禽兽 现在正扒她的衣服 欲行苟且之事 住嘴 一巴掌下来 打得她头晕目眩 她也想过反抗 可是 她的本命魂虫 已经奄奄一息 第二魂虫 早就站死在她身边 不要求求你了 楚大哥放我回去吧 陆星宇嚎啕大哭 你不是喜欢我吗 喜欢我就要为我做事 楚灵邪凶狠地说道 不要 哼 女人说不要 那就是要 随后 她走向神秘法阵中间 召唤出了自己的本命魂虫 是一只普通级的蜥蜴 已经化作一位俏丽少女 第二魂虫 是一只普通级的幽冥狼 小艺 杀了这只幽冥狼 然后再自杀 把心脏献给我 楚灵邪语出惊人 什么 主人 为什么 你不是很喜欢忧郁吗 她望着 那只暗属性的巨狼 是自己并肩作战的伙伴 为主人出生入死 你不听我的命令了 楚灵邪凶狠地 盯着自己的魂虫 可是我不懂啊 为什么 蜥蜴少女疑惑道 让你做就做 楚灵邪打女人有一手 大嘴巴呼了上去 我不懂 为什么主人变成了这样 我们一起发誓 登上世界的顶点的 呜呜蜥蜴化作的少女 眼面哭泣了起来 为什么 主人你变了 不为什么 我最讨厌你了 实力那么低微 永远是我的雷坠 她的主人似乎不当人 我讨厌你 长得不如别人 魂虫可爱美丽 身材没人好 实力也完全不如别人 她咆哮了起来 别人的魂虫 美丽似天仙 你看看 你捧头够面的 怎么配得上我 渣男发言 少女如遭雷击 倒在了地上 她一直以为 主人是最爱她的 这不可能 主人 你不是说过 最爱意儿的吗 我们不是要一起 成为最强吗 少女接受不了 这个现实打击 自己最爱的主人说 讨厌自己 那只幽冥狼 感觉到了自己主人的背叛 想要立刻逃跑 聂处 去死吧 成为邪神大人的祭品 楚灵邪强制控制少女 攻击幽冥狼 最后 在一群人围攻下 幽冥狼死不瞑目 她没想到 这个人类如此丧心病狂 当初她对自己 还贴心有加 本来以为找到良好归属 不知道为什么 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 她缓缓闭上了双眼 对不起 小语 蜥蜴少女 已经泪流成河 真美味啊 邪神大人的力量 快要来了 我感觉到了 钱 女 我来了 楚灵邪 一边吃着幽冥狼 新鲜的心脏 一边开心说道 快去死吧 你这丑陋的蜥蜴 她还不忘补刀 眼看 那名蜥蜴少女 就要被灵魂契约 强制自杀的时候 故于终于忍不住了 那人类女人 死活与她无关 她没有英雄登场的意思 但是 这个人侮辱 背弃和自己 魂宠的生死契约 畜生不如 魂兽还尚有感情 这人丧心病狂程度 让人无法理喻 真是死不足惜 雪莹 李悦 出来吧 今天他们都得死 第66章 奇异花盆 正当那蜥蜴少女 马上要掏出 自己心脏的一刻 一股强大的威压 从山洞门口冲击而来 在场所有人 都被这力量强制阵晕 故于简单地扫了眼四周 旁边的陆星宇 早就晕了过去 如果不是楚灵邪的命令 估计她早被吃的骨头 都不剩下了 那正好 不用畏手畏脚的 故于命令雪莹的 七寒之刺 穿透了这少女的双手 将她钉在墙上 李悦鬼魅的身影 直接飞速地接近了楚灵邪 直接扼住了她的脖子 当楚灵邪 看见李悦的一刹那 哪怕是容颜 竟被神秘面具遮挡 但是这气质身材 完爆她的破蜥蜴 不过还没等着 淫贼多看一眼 利爪直接挖出了 她一只眼睛 啊 楚灵邪痛苦地咆哮了起来 其他魂奴刚回过神来 发现两位神秘的美女 和一个浑身漆黑的 戴着诡异面具的男子 快救下楚少 妖神大人 还等着降临一世呢 可是 早就蓄力好的 急兵绽放 直接将这些杂鱼 尽数秒杀 他们这点实力 都不够血淫打的 亲手杀了自己魂虫的楚灵邪 凭什么跟顾宇打 破风之爪飞舞 楚灵邪的右臂 完完全全地消失了 隐翼 锁魂练吸赖 顾宇直接将残疾的楚灵邪 拽了过来 狠狠地给了她一拳 为什么 你连自己的魂虫都杀 顾宇冷冷地问道 你管我 这一拳下去 楚灵邪鼻梁也断了 给我个理由 随后一脚踢在楚灵邪下体之上 啊 楚灵邪发出惨叫 你再不说 这辈子你碰不了任何一个女人了 顾宇邪媚地笑道 你要是说出来 我可能考虑放过你 面具下的笑声显得格外阴森 真的吗 楚灵邪支支吾吾地问道 她还不想死 她还没玩够女人 她还没有权力和力量 废话太多了 我数三个数 不说 让你看看自己的蛋是怎么没了的 她似乎在犹豫什么 三立顾宇缓缓说道 这个 依依 我说我说 看着顾宇 一副要弄死她的动作 楚灵邪怂了 有人跟我说 只要把魂宠的心脏吃掉 然后犯罪 就可以召唤邪神大人 获得真正的力量 楚灵邪唯唯诺诺地说道 有人是谁 顾宇眼神一狠 这个我说不出来的 楚灵邪伸了舌头 上面刻印着黑色的巨鸟 正在顾宇思考的时候 只见他浑身冒着黑炎 后背生出未封满的羽翼 这是要变成鸟人 啊 邪神大人的力量 楚灵邪觉得 力量涌入体内 这种力量 是他从未感受到过的 哈哈 定身发动 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你就是变成鸟人 一样得死在这 李悦 送他上路 不要 那蜥蜴少女 挣脱七寒之刺 向着楚灵邪护来 可是 他怎么能挡住 亡命加持的破风之爪 暗黑之力肆虐 他和楚灵邪的身体 四分五裂地碎了一地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力量 邪神大人的力量 这么轻易的 楚灵邪一脸不可置信 主人 我们可以在一起了 蜥蜴少女 怀抱楚灵邪的头 你这可恶的 黑言消去 两人的生命迎来了终结 望着这凄惨的主仆二人 顾瑜内心还是有些难受 爱而不得 被主人背弃 李悦明白了顾瑜的意思 暗之言燃烧 两人的尸体 被烧成灰烬 还剩下的紫发娘们 算了 不管了 顾瑜现在受暗龙邪魂的影响 已经不是那种好心肠的热心市民了 陆星宇刚刚苏醒过来 不过噩梦 好像已经结束了 他看到三个面具人 大哥 救救我 陆星宇捂住身体 并且抓住了顾瑜的脚 顾瑜并没有搭理他 小妹妹 你信不信 只要我摘下这个面具 我的小主人会立刻杀了你 李悦笑嘻嘻地说着恐怖言论 姐姐不要啊 求求你了 我懂规矩 我不看 他连忙闭起双眼 陆星宇哭了出来 这一下他连色幼的资本都没了 这个魔鬼般的女人 三百六十度各反面 完完全全抱了他 他本来想出卖色想求救 目前我不会杀你 也不会救你 剩下的全看你自己了 顾瑜头都没回的 带着两女直接走了 他连忙穿上破烂的衣服 想跟着顾瑜的脚步走 再眼望去 那黑衣面具男子 已经到了很远的距离了 他连忙追着顾瑜的足迹追了上去 回到了星耀城南附近 顾瑜施展了前行 看着这紫发女子回到了安全处 也算放下了心 小主人还真是心口不一呢 李悦轻轻贴了过来 全靠他自己运气罢了 再被浑兽叼了去 我才不管 顾瑜如实说道 他本身不想管这烂事 如果心在狠点 完全灭口 是最正确的选择 但是顾瑜实在无法对无辜之人下手 放心吧 小主人 如果你需要个借口 那么交给我来就行了 李悦取下了那面具 主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雪莹陪伴在顾瑜身边说道 哪怕是要了我的命 我也不 说啥呢 要死要活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走吧 回家玩消消乐趣 在外的冒险者也不少 根本不怕被认出来 顾瑜收起两女 换了套衣服 悠闲地回到了家里 整顿火锅吧 顾瑜提议道 今天太晚了 再让雪莹做饭 太不人道了 好呀 两女接受了提议 打开了外卖APP 点了些火锅必备品 终于可以休息了 李悦轻点发烧 示意顾瑜过来 顾瑜轻轻躺在她丰满的腿上 雪莹看到了 帮顾瑜捏了捏腿 随后有些忧愿地说道 立月姐姐就会跟我抢主人 门铃响起 顾瑜大喊 放外面就行 五星给你了 门外的人听到 直接把东西放在屋外 顾瑜只能起身亲自去取了 三人美美地吃了顿火锅 顾瑜躺在沙发上干手游 这破活动 没意思 懒得干 雪莹还在看菜谱 李悦在玩游戏 谈吃蛇 好家伙 顾瑜也没打扰二女的自由时间 我要抽脚 顾瑜对系统说道 今天 金光闪过 出货了 虽然不是彩色 但是金色也不错呀 奇异花盆 可以保存任意植物 不受衰老影响 并且可以种植奇怪的种子 这是 让我去当农民 第67章 实战开始 望着系统空间内的小花盆 顾瑜心道 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奇奇怪怪的种子吧 收起了花盆 倒是也没多管了 回想起今天遇见的那些魂奴 跟第一次遇见的还不一样 但是他们确确实时都有残杀本命魂兽的共同行为 吃掉自己魂虫的心脏 加上之前遇见的六族地龙魂奴 基本可以证明 魂奴是不可能有任何魂虫的 至于他们口中说的降临仪式 顾瑜有些好奇 好像都需要女人 第一次在天上人间遇见的那个梦碾妖的魂奴 也是在抓女人 想不通为什么 此时手机一阵震动 顾瑜看了眼手机 明日十点班级集合 老师群发的消息 闭眼静静修炼了一番 吸收了浮屠云铁塔的魂力 魂力长了不少 不错 先去睡了 明天还要参加那个实战课 故意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教室 昨天不知道为什么 睡眠质量不是很好 困意未出 只是等了一会儿 王老师便着急忙慌地赶到教室里 大家打起精神 我们这次的实战地点是华耀市 华耀市是一个在星耀市的西部方向的小城市 大家听说要去别的城市 还是有些激动 毕竟白嫖的旅游 顾瑜跟着大部队乘坐校车 来到星耀市的火车站 又要坐火车 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袭上了后脖梗 不过 这次有两位班主任带着 应该没事吧 本次实战课程 两个一年集中点班一起上的 同学陆陆续续地登上这辆火车 大家还是比较 兴奋地看着窗外的景色 只有顾瑜同学提心吊胆 顾瑜 你怎么自己待在这里 一道柔和的声音传来 好久不见呀 顾瑜回应道 来者正是云无星 因为一般的同学 遇见很正常 昨晚没太睡好 再偷偷休息 顾瑜随口一说 云无星想起了顾瑜的美女狐狸 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脸颊染上一抹飞红 两人便这样有的没的聊了起来 云小姐 我要去截个手 顾瑜选择终结了聊天 因为她感到 有几道锐利的视线 不断从她身上扫过 她倒是对云无星也没什么想法 但是有些人并不是这么想的 叫我名字就行了 云小姐多见歪啊 云无星柔柔地说道 好的 云小姐 顾瑜离开了座位 到了车厢的吸烟处 散了会儿不 喂 小子 你和云无星是什么关系 一名红发青年 带着几位小弟围了过来 怎么躲都躲不开 跟你有关系呢 顾瑜低声说道 你 围首的红发青年的脾气 似乎很暴躁 以后 给我离他远点 否则有拟好果子吃的 他恶狠狠地说道 又是这种狗血的剧情 顾瑜心道 虽然自己对云无星没想法 但是我也不是那种耸人啊 凭什么要听你指手画脚的 你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你算老几啊 有这个时间 你还不如冥想修炼魂力实在 顾瑜笑眯眯地说道 红发男子乃受得了这委屈 但是在这里也不可能打架 气得他捏紧了拳头 千万别让我把你逮到了 他恶狠狠地说道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虽然我对云无星没什么想法 但是你这种弱智一样的人说话 还这么嚣张 如果是在野外 我想你今天就可以住院了 顾瑜说完 摆了摆手 离开了车厢 这种脑残的爱慕者太多了 躲都躲不开 顾瑜这次选择回到了班级队列 不敢单独坐在外面了 怕又被哪位美女搭讪 长得帅也是罪过 那红毛再次路过顾瑜座位的时候 狠狠地盯着他 这一路 听着于安的吹牛逼历程 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终点 两个班级的学生紧紧排列在一起 另一名老师 居然是那位成熟美丽的林老师 这次 我们一年级实战课程合并到一起 你们随便寻找队友 一起探索这滑药市南部 寻找队友 也是考验你们能力 每个小队最多三人 本次课程目标很简单 每个小队去滑药南部狩猎魂兽 带回他们的首集 三日内 哪个小组获取分数最高 总学分奖励越高 组内成员学分均分 老师 学分是啥 一个傻不拉几的同学问道 学分是你们参加毕业考试的基本保证 自然越高越好 要知道 连续一个月不矿课 才加一学分哦 林老师微笑说道 学分高还有额外好处哦 领取学校的资源也会增加 本次第一名实学分 以下类推 只要不是空手而归 都有各级分数的奖励 大家好好努力呀 王老师大声说道 一定要在里面待三天吗 老师 一名女学生有些不安的问道 你也可以选择提前退出 只不过你的分数就会很低 而且不能再进入了哦 林老师耐心地说道 这空明石碎片 大家都使用过吧 遇见危险 记得赶紧离开 命最重要 王老师郑重地说道 随后 两位老师各自开始给学生 分发保命碎片 与华耀南部检查处 说明来意后 王老师在那里 设置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可能是空明石碎片的 定点传送坐标 在反复强调了规则后 大家来到了城外 老师便让他们自己组队了 顾瑜趁着大家组队的时候 直接避开人群视野 来到城角落 进入前行状态 直接深入这华耀南区 既然老师带学生来此处历练 想必这里的魂兽等级不会很高 顾瑜迅速向着深处前行 这小子人呢 红毛带着人 四处寻找顾瑜的踪迹 顾瑜 你跑哪去了 上次说好的 摇一期组队的 灵夜发来消息 啊 不好意思 我身体不太舒服 打算自己收拾几只小怪 退出这次实战考核 一起的话会拖你后腿 顾瑜回了灵夜的信息 然后连忙把手机切成飞行模式 他可不想 被云无星邀请一起 已经够麻烦了 望着学生们纷纷离开的身影 王老师来到林老师身边说道 老林 你信不信 这次我们总成绩可能超过你哦 是吗 你哪来的自信 林老师回头问道 老张跟我说过 那小子可是在我们班级 我可是非常看好他的战斗表现 他能轻松击败老张的烈焰脚马 而且还似乎有所保留 王老师摘下眼镜说道 是个好苗子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如果你赢了 回头请你吃饭 林老师望着学生们的背影说道 第68章 战群狼 老计划 先甩开大部队 半小时后 顾瑜依靠前行 已经越过了浅树林区 这四周都是光秃秃的石头 这一路上浑兽很多 什么属性都有 真是炼击天堂 这附近应该没有其他学生之类了吧 顾瑜随便找了个山洞 进入其中 然后召唤了丽月和雪莹 好闷啊 小主人 丽月无奈地说道 任谁成天待在一个空间里 不能随意走动 都是有些难受的 话音刚落 一道气息朝着顾瑜袭来 是从山洞里传出来的 是洞穴的主人 随后 一只通灵异界的棕熊扑了出来 黑光闪过 这只普通级的小熊 就这么便当了 甚至顾瑜都没来得及看他的属性 惨 太弱了 这样的话 对实力没什么提升啊 顾瑜打算再向深处再进一步 熟练地戴上部位面具 穿上大斗篷 安全感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小主人 这面具戴起来好麻烦啊 黎月姐姐忍忍吧 主人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雪莹立马替自己的主人解围 三人离开洞口 没走多远 顾瑜就发现了 60米外左右有狼群 目光一扫 起码有20多头 为首的是一只金色的狼 它的数据被解析出来 木灵魁狼 品阶 珍惜 等级 通灵六阶 狼系魂兽的木属性进化分支 拥有强大的恢复能力 嗜血追踪 对生命值过低的敌人 有额外伤害加成 利爪 普通攻击附带木属性伤害 木灵 召唤一层木系铠甲包裹自身 移动速度 生命恢复速度增加 隐蔽 进入前行状态 在灵地之中高额加成 下次攻击附带高额木属性伤害 头狼 对所有狼系友军全属性增幅10% 故意望着这头狼的属性 好家伙 挺强的吗 强大的恢复能力 给你满鞋秒了 我看你怎么恢复 正好试试新的亡命 其他的都是一些普通吉木灵狼小弟 他们的等级在通灵2到3波动 好家伙 20多只狼 这么多的魂力 确实眼馋 如果全部吃掉 应该可以突破等级了吧 但是这些狼是有智慧的 等级也很高 不是那种傻傻的冰霜狼 要一口气吃掉它们吗 那只金色的头狼聪明得很 感觉到了李月和雪莹身上 非比寻常的气息 起码有灵主级的品阶 等级似乎不是很高 不过是被人类驯化的废物罢了 手下梁将20只 应该打得过 到底是谁给了他勇气呢 他的野心膨胀了 如果能吃掉这两只中的任何一只浑虫 自身的实力将会突飞猛进 不过 他也不是猛夫 这这里的大平地打起来 可能会很吃亏 于是 他带着小弟们跑起来 向着丛林深处前进 只要达到那里 故于看着狼群开始移动 已经猜出 这只头狼不想在平地战斗 他想将隐蔽的效果最大化 岂能如你所愿 命令李月开启风之意 能追上去 能杀几只是几只 血淫变成狐狸形态 带着故于追了上去 李月的速度 岂是这群狼能反应过来的 几秒不到 黑光一闪 一只普通级的狼 直接被冻穿身体 故于没有命令李月施展龙威 这荒郊野岭的万一 钻出来一个什么不可战胜的存在 可能会翻车 自己现在缺少有效的逃生手段 遇见危机的时候 跑路用马 龙威加利月化形 是目前故于最优的逃命手段了 真是羡慕沐沿雪那女人 有空间魂浅 那头狼回头发现 短短几夕的时间 自己已经折损了三位小弟了 这可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 眼前的这个画形的女人 战斗力怎么这么强 正面对敌根本不是对手 他鬼嚎了一下 狼群加快了逃跑速度 想逃跑了 故于立刻追了上去 在损失了十多只小弟后 那木铃魁狼 终于逃进森林森林之中 剩余的狼疯狂逃窜 深入树林 没了踪影 追 李悦还是不太舍得那只头狼的技能 不知道能不能强化自己的前行 龙威还在 故于选择追击 在树林中可能会被偷袭 故于叫回了李悦 让他保护雪莹 他不想让雪莹美丽的身体上 多几道伤痕 进入了丛林之中 故于问李悦 能感觉到气息吗 李悦摇了摇头 普通的前行 我是差不多能感应出来的 他的等级目标 还是比我高一些 我本身也不是辅助型 而且 他的前行技能 好像被加强了 一定要等级碾压 或者反应技能 跟故于猜想的差不多 可惜自身 现在没有反应技能 他们应该已经盯上自己了 前行在被注视下 是不生效的 不过以良女的实力 这些狼的偷袭 应该能轻松接下 唯一有危险的可能是自己 没关系 走吧 有你的逆龄效果保护我 没问题 故于说道 奴家会使用冰凯保护主人的 雪莹柔柔地说道 嗯 先不急 留着自保吧 我没那么弱 故于嘿嘿一笑 三人抱团进入丛林 大概走了五分钟 一点反应都没有 终于 沙沙沙 树叶的声音响起 来了吗 五只狼同时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这前行效果还不错吗 不过 在李悦的风之翼加持下 瞬间秒杀了两只 七寒之刺飞出 击碎了一只狼的头骨 还是有两只扑向了顾鱼 顾鱼并没有太过慌张 由于距离很近 锁魂练飞舞 成功命中最近的一只木铃狼 定身发动 控制住了一只 随后 一发引雷剑射 打在另一只木铃狼身上 他强忍伤痛 对着顾鱼就是一找 一道黑色的光芒闪现 被弱化的攻击 打在顾鱼手臂 已经没那么痛了 只是留下了深深的抓痕 同时 顾鱼一刀捅在了 这只木铃狼的肚子之上 雪银立马凝聚出七寒之刺 补掉了顾鱼控住的那只木铃狼 李悦随后赶到 捏碎了最后一只狼的咽喉 魂力涌动 这点轻伤直接愈合了 不灭之躯的被动防御 加逆拎效果 同级的魂兽 根本造不出有效伤害 何况身上还有魂装防身 这时 一道比较强力的气息鞋 藏不住了吧 顾鱼命令雪银 展开冰铠 保护他自己 果然 那木铃窥狼发现 小弟很快就被人解决掉了 只能硬着头皮 偷袭雪银这个法式系的 咔嚓 他的致命一击 居然没打动这只狐狸女的防御技能 这么轻易就上钩了 顾鱼命令雪银 反手魅惑控制了他 隐翼效果飞速而至 锁魂链 直接拴住这木铃窥狼的脖子 定身发动 感受下目前最高的爆发技能吧 丽月施展暗之言 点燃了这金狼的皮毛 随后 黑色魅影闪过 亡命加破防的加持下 全力一击 直接将这真吸级的木铃窥狼 砍成两段 他连惨叫都没发出来 就去世了 其余的狼发现首领已经死了 四散奔逃 这下 我的前行应该能得到强化了吧 故于命令丽月单独追杀剩下那几只 让雪银在旁边保护自己 吞噬木铃窥狼 第69章 乾隆勿用 木铃窥狼的尸体 渐渐化作白光消失掉了 我的技能呢 系统并没有其他提示音 靠 忘记隔头了 血亏 很快 李月便赶了回来 笑音的说道 全部收拾掉了 算了 就当没遇见 故于收下了这枚二级木属性魂盒 开始打扫战场 一共21只木铃狼 手起刀落 21颗狼头 被丢进了空间界中 吞噬的光芒不断闪烁 故于还在默默祈祷 还有机会的 可惜 现实就是这么冷酷无情 吸收完庞大的魂力后 故于感觉自己 距离突破就差一步了 李月和雪银升级之路 还有些远 不知道为什么 认主之后 浮屠云铁塔产生的魂力 他们都不能吸收了 走吧 不知道能不能遇见 领主级的魂兽 三打一 普通级的魂兽 都不够塞牙缝的 魂宠击杀魂兽 是有微量的魂力吸收效果 但是对两女来说 那点魂力涨幅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天色很快就黑了下来 黑光一闪 一只普通级的刺猬倒了下来 吞噬毒液刺猬 系统冰冷冷地说道 终于 经过许久的积累 故于突破到了魂室四阶 感受到自己的锁魂链更加坚韧 上面的神秘符文更加多了起来 只要在生意阶段 锁魂链还能获得新的能力 好期待 今天也没少狩猎魂兽 故于心情不错 随便找了个比较大的山洞 把山洞里的主人暴打了一顿 最后 棕熊倒下了 今晚吃熊掌吧 故于吩咐雪盈 好的主人 清理了下这个洞穴 故于打开空间间 简单地搭了个休息处 来到洞穴门口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已经没有魂兽在附近游荡了 难道是都吓跑了 故于随随便便搭起了篝火架 可怜的棕熊 变成了故于和良女的晚餐 雪盈妹妹的手艺真是厉害 李月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都是应该的 火红的光芒 映在雪盈的翘脸上 故于突然想到了个问题 你们的衣服 只有这一套吗 小主人 难道这身你不喜欢吗 李月眨了眨眼 我就是有些好奇罢了 主人 其实都是可以变换的 雪盈浅浅笑道 随后 她身上的衣服 发出一阵亮光 变成了红色巫女装 这就是变了个颜色呀 主人 想看什么样的 母家给你变 雪盈娇羞地说道 巫女装就巫女装吧 挺好看的 老规矩 故于负责前半修首页 对了 今天还没抽奖来着 是不是能抽到奇奇怪怪的种分 是否进行美日 臭 你倒是让我把话说完啊 系统久违地说了句人话 你又能说话了 空气再次陷入了沉默 采光闪过 不错 最近人品爆发 恭喜获得技能 乾隆勿用 乾隆勿用 使你的命格 进入永久性隐蔽状态 除了劫灾魔灵外 其他生灵无法通过天补树 来侦测你的行动 命格 劫灾魔灵 这个世界也有算命先生 早知道多读点一经了 劫灾魔灵 难道是那浮屠云铁塔提示的 劫灾将至 听起来就像的Boss啊 怎么办 纠结了许久 故于最后还是放弃了思考 绑定都绑定了 现在想跳车了 也来不及 多个技能 也不是坏事 乾隆勿用 听起来就是告诉自己 四周危机四伏 要猥琐发育 望着浑屎海中的浮屠云铁塔 当时看见他的第一眼 就感觉格外的亲切 为了保护这座塔 故于第一次 对着无关人员痛下杀手 至今 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杀人夺宝 也正常吧 故于安慰自己 天道魂器 命格 可惜 这里不是地球 建国以后不许成经的 李悦 杰灾魔灵是什么 你知道吗 故于随口问道 正在故于怀里小气的 李悦美眸 猛然睁开 一种被诅咒的生灵 由于能力过于强大 为天道所不容 李悦悠悠地说道 果然吗 我也只是听说过这种存在 它基本无法成长 都会被人在幼年期消灭 哪怕是成年期 杰灾魔灵每次突破大等级 都会伴随雷结 就算是我恢复全盛时期的力量 也不可能硬抗天道雷结 李悦轻轻摸了故于的脸颊 传闻 这个世界的神定下了诸多规则 然后消散于天地间 劫灾魔灵 便是突破天道规则的生灵 自那时起便被称为魔灵 至于他原本的名字 谁知道呢 李悦有些出神地说道 那他也太可怜了 只是因为力量强大 就要被这样对待 一旁的雪莹 似乎很同情他 算了 先修炼吧 保全自己才是第一步 故于静下心来 闭上眼睛 开始修炼了起来 浮屠云铁塔 发出了微弱的光芒 第二天早 叫醒怀中的雪莹 收拾好行李 故于继续出发了 今天还是可以再向前推进鞋 顺手斩杀了路上遇见的 几只实力低微的魂兽 这时 故于听到大量流水的声音 难道前方有一处瀑布 瀑布好啊 里面是不是有好东西呢 带着两女穿越了丛林 雄伟的瀑布映入眼帘 瀑布的水是那么纯净 四周都是翠绿的树 这里像一处世外桃源 水顺着泼流了下去 好美啊 主人雪莹 看见这美丽的景色 也是开心至极 故于向着瀑布水潭靠了过去 第七十章 速迪 故于刚刚来到这瀑布岸边 打算欣赏一番美景 只是没想到 瀑布边还有一座小水潭 散发奇异的光泽 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水源 这小水潭中央 有一光闪烁 有宝卧 仔细一看周围的水 清澈无比 丽池水 天地灵宝 每隔千年出现在人间 女人沐浴其中 可以涌住烟滑 提升容貌 气质 皮肤 寿命等等 只可惜只对女人生效 男人没用 气都冷 男人什么时候能站起来 再看那池水中的小石头上 生长着一只 外貌好似长冲的绿色植物 怎么又是石头上长草了 故于再仔细一看 天极虫石草 一种极其珍贵的植物 每天会在不同的地方生长 脱离石头一小时后会死亡 可以起到快速催化的作用 先试试 这离池水是不是真有那么悬 故于召唤了两女 李月刚出来就发出了惊呼 小主人这是传闻中的离池水 李月你知道 故于惊讶到 传闻是一种特殊的泉水 可以提升寿命 李月说道 听说进去洗澡对你没有好处 小主人 别想了 那只对人类有效 我们不算真正意义的人类 没用的 那水倒是可以提升寿命 不过龙族寿命本来就悠长 对我来说杯水车星 奴家也是传说集 寿命根本不是问题 雪莹浅浅笑道 空欢喜一场 对二女没用 对男人没用 自己总不能把这水潭带走啊 可恶 最后 故于自己游到了小水潭边 连忙把那小石头拿起来 这碧绿小虫 好像受到了惊吓 变成了一棵草 故于仔细想了想 把这小石头 丢进奇异花盆里面 小虫感觉到了奇怪的力量 从草变回了虫形态 钻进土里不见了 这植物好神奇 有机会一定要试试它的力量 刚刚游回岸边 突然 那种莫名的猝死感 再次袭来 这是 上次遇见这种感觉 是在秘境三层 遇见木炎雪的时候 难道 连忙收起两女 虽然自己不怕她 但是这种奇怪的感觉 再加上昨天的提升 乾隆勿用 还是不要拖打 故于连忙从系统空间掏出小树 我是一棵树生肖 那小树模型 最后在古于手中消失了 次数用尽 故于有些不舍得 这个强力保命道具 不到半分钟 一股极其强大的魂力波动袭来 还有一股熟悉的天道剑的气息 两道身影来到了瀑布水潭边 一老一少 果然是她 几日不见 木炎雪兽的伤已经完全恢复 不知道为什么 她的容貌似乎都有所提升 她身边有一位老玉 虽然容颜老去 但是年轻的时候 肯定也是一位美人 这是吃了啥大不要 给我的雪盈和里月也掰点 师父 我们来此地干嘛 木炎雪天真的问道 一点也不像那天 沙发果断的女强人 反倒是像林家妹妹般可爱 呸呸呸 我在想什么呢 这可是敌人 故于恨不得给自己两下 居然被敌人的美色迷惑了 为师大限将至 使用了最后的天补之力 推算出那古塔的位置 魔灵未现实 无法推算 啊 师父 不是在那秘境中 木炎雪惊道 她以为 这次只是普通的历练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她没有被摧毁 没有魔灵就已经被劫灾恶欲体收走了 劫灾恶欲体 那是什么 木炎雪像个傻白田一样的问道 与你的道之体一样 劫灾恶欲体也是诸多天赋中的一种 只不过 它的力量分化在世间各处 被天道所限制 只有获得魔灵的力量 才能真正觉醒 这是在说我吗 故于继续光明正大的听了起来 劫灾恶欲体是世间负面阴暗力量的汇聚 只有这种人才可以不受魔灵的力量侵蚀 但是魔灵与劫灾恶欲体若是想成功相见 必须要有恶欲魔器的力量 因为只有恶欲魔器的力量 才能提升魔灵的等级 才能给魔灵提供庇护 否则天道之力可以轻松探测魔灵的位置 没想到 被诅咒的劫灾恶欲体 居然已经成长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不需要魔灵的力量 就能击败你 土耳无能 难道这魔灵是来助我的 故于有些小激动 听起来就是那只杀气腾腾的强大存在 翻手覆灭天地 以后可以躺着升级了 下次被我遇见 我定杀他 沐烟雪想起当日那黑发男子 恨得牙根直痒 自己从来没输过 那日输得过于凄惨 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半夜睡觉都会被那诡异面具惊醒 此次出行 为师用尽最后的天补之力 为你寻得成天魂器的踪迹 没有成天魂器的力量 你怎么能战胜得了魔灵 你与他命中注定的敌人 赢的人可以获得对方的所有力量 故于听到这里 才知道 那种莫名的的窒息感 原来是这么回事 命中的宿敌吗 遇见我 算你倒霉 你输定了 弟子谨遵失命 成奸除恶 义不容辞 那魔灵有那么强 沐烟雪还是有些不幸 祖上有记载 魔灵的强大空前绝后 可谓是逆天之力 必须全力斩杀 不能留在人间 老玉凶狠地说道 本来想一件双雕 成天魂器的踪迹 就在这地狱深处 我已经推算出那厄玉魔器的位置 也在此地 可是没想到 他居然被高人庇佑 命格消失不见 已经推算不出他的位置所在了 老玉有些懊恼 故于听到这里 直呼系统牛逼 要不可能 今天就要被这师徒俩带倒 肯定没好果子吃 说不定死了吧 沐烟雪小声说道 怎么可能 他想在自己为数不多的寿命里 为爱徒扫清障碍 这是 怎么了师父 这是 力尺水 老玉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若是他早早寻得 哪会落到现在苍老的模样 自古美人探尺目 不许英雄见白头 谁不怕老去 严雪 你真是天命之子啊 万千女子想得到的东西 寻着那魔器的踪迹 就被你得到了 真是献煞为师 这粒池水 炎年易寿 提升容貌 对女子来说就是世界至宝 我要是早些年 老玉激动的落泪 在人生的终结之时 才见到这等机缘之物 时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师父 这池水这么神奇 那你赶快去吧 严雪还年轻 沐严雪认真地说道 傻孩子 师父的命 已经所剩无几 怎么会与你抢夺机缘 不会吧 不会吧 我这是要看命中速敌洗澡 这也太不正经了 第七十一章 前往御灵室 最终 沐严雪在他师父的劝说下 这才缓缓吞去了身上的衣服 沐严雪有些害羞 翘脸通红 没关系 严雪 这里没有其他人 老玉双臂一盏 一道特殊结界 覆盖了整个水潭 躯移竹法被动生效 看来是天意如此 故于苦中作乐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不看白不看吗 少女大约十八九的年纪 身材鲜柔而高挑 大概也就比故于低了一头 过腰的蓝色长发 淡蓝色的瞳孔 精致的瓜子脸 两条柳叶眉 一双秋水无哀的信念 小巧的穷鼻 鲜艳的唇瓣 美人入狱 美艳如画 大概十多分钟 离池水全部消失 好像被沐严雪吸收了 象牙般的无瑕的洁白玉体 完全暴露在故于眼前 上面还挂着雨露 不堪一窝的柳腰 鲜鲜玉腿 绝妙的弧线被掩藏住 没想到 变化竟然这么大 原本就比雪盈利 越逊色一筹 经过这粒池水洗礼 气质飞速提升 已经相差无几 倾国倾城 绝代风华的家人 就这么诞生了 不过 注定是敌人 故于收住心中的燥热激动 严雪 你变得这么漂亮了 老玉也是被震惊到 多谢师父成全 徒儿无以为报 沐严雪穿好衣裳 低头说道 只要你能登上巅峰 为师所做的一切就没有白费 天补树就不会流传 老玉闭上了双眼 弟子定不辱命 全力而为 天补树 沐严雪也会 这可不得了 听起来就是强大的算命技能 严雪 有一点 千万要注意 天补神树之 只能传授无瑕道体 哪怕是你学会了 也不可失身 一旦失身 道体被迫 你的一身修为 只会图作他人嫁衣 天补树自然无法使用 千万不要为红尘情爱 忘记自己的使命 弟子早已答应师父 不会为男女之情 耽误自身虔诚 沐严雪 信誓旦旦地说道 严雪 你来 老玉俯身在他耳边 说了些话语 把沐严雪 搞得满脸通红 怎么会这样 他似乎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如果真的说了 就早点自行了断吧 弟子绝对不会说 沐严雪 脸红地捏了捏拳头 好家伙 学了这天捕术 还需要当尼姑 妈爷 真残忍 好了 机缘已得 既然无法寻到那魔器踪迹 我们快去寻那成天魂七的踪迹吧 不要两手空空回去 为师的时间不多了 一切都是天命 老玉离去时说道 一老一少 便离开了顾鱼视线 过了十多分 确定周围安全了 顾鱼连忙解除隐身 反向往回赶 本来打算在此地逗留几天 没想到遇见沐严雪也就算了 还带个牛逼轰轰的师父 两个加起来 自己肯定打不过 他师父保底 能召唤三只魂宠吧 保底面对两人四兽 自己才三个人怎么打 万一沐严雪再补上了新的魂宠 顾鱼想想就头皮发麻 他那独角兽看那样子 也根本没死 那可恶的驱散和无敌 快点六 万一他们又找到自己踪迹了 那肯定完蛋 原来自己与那浮屠云铁塔 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与这沐严雪中有一战 上次没能成功斩杀 也是命数 顾鱼不相信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虽然 里面可能有成天魂七的下落 但明显 小命要紧 我试一棵树 这个保命道具已经没了 没有强硬 再去冒险 被那老太婆怕是一场击毙 顾鱼毫不怀疑 她一副我吉天道的样子 遇见顾鱼这个魔头 怎么可能手软 现在应该立刻离开这里 顾鱼用力地捏碎了空明石碎片 空间之力带着顾鱼的身体进行了传送 片刻后 顾鱼回到了当初的检查点 老师 里面太危险了 我不干了 顾鱼气喘吁吁地说道 好吧 王老师没想到顾鱼一天就出来了 看来这次赌输了呀 那把你的战绩亮一下吧 我好计算下学分 顾鱼听到后 打开空间键 开始往外道浑兽头颅 王老师也惊呆了 二天内的时间里 击杀了这么多 望着满地的各种浑兽头颅 王老师陷入了沉思 这小子开挂了吧 老师 麻烦你统计下吧 我有点急事 先回学校了 顾鱼摆了摆手 剩下四天还要去其他城市执行任务 记得回来啊 不来可是要扣学分的呀 王老师说道 这次实战课 确实没有那么强制要求 三天组队任务 四天团队任务 都是比较灵活的 学分 那些应该够了吧 我一个人 可是上交了二十多个 先跑远点 随便去个不认识的城市 继续猎杀魂兽 几天后再回学校吧 那团队任务不去也罢 万一再遇见 跑都没法跑 顾鱼匆匆地离开了滑药室的检查口 老王 你说了 林老师笑眯眯道 这可未必 王老师推了推眼镜 顾鱼那小子在二天内 独自一人 可是击杀了整整二十多头通灵及浑兽 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 王老师要是知道 顾鱼只是倒出来一半 怕是要吐血 毕竟一天击杀四十多头浑兽 有些扯淡 林老师也发出了惊呼 他也没见到这么变态的学生 顾鱼随便去火车站 买了一个立即出发的票 显示的是通往御林市 御林市 也是一个小城市 在华耀以北 是一座魂金资源城市 主要靠魂金开采为主经济 附近的魂兽 实力也没多强大 正好适合练击 火车轰鸣 故于提心吊胆地观望四周 生怕有人截车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 出门被截车 练击被大号堵了 打不过我还躲不过 事实上 他想多了 光当光当 火车就这么平稳地 带着顾鱼前往了御林市 第72章 虚空之敌 火车轰鸣 顾鱼一直在思考 沐沿雪的事情 还好 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三小时后 顾鱼平安地达到了御林市 下了火车 顾鱼看了眼地图 来到了距离自己位置 最近的检查处 扫码证明猎人身份后 顾鱼直接深入 御林西部地区 这次来御林 也没什么目标 尽可能地寻找高等级魂兽 万一运气好 能够遇见领主级 也没接什么任务 耽误时间 召唤了两女 顾鱼熟练地换了装扮 施展前行 向着西部前进 大约一小时后 顾鱼再次看看地图 当前位置 已经是很偏僻的地方了 几乎没人到这里 大量红色的探号 表示这里是未知之地 顾鱼久违地 让立月变回龙身 抱起雪盈 巨龙腾空而起 会飞就是好啊 望着立月霸气的龙身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堕天之意的加持下 飞行速度很快 已经飞到地图 没有记录的边缘地带 到了 李月 黑龙缓缓落地 顾鱼和雪盈跳了下来 三人望着这周围的密铃 不知道界外是什么存在 嘶嘶嘶 应该是蛇的声音 回头望去 密密麻麻的几条紫色的毒蛇 向着顾鱼方向爬来 紫荆蛇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三阶 蛇系浑兽的雷电属性 净化分支 普通攻击核技能 都有几率导致敌人麻痹2S 毒液飞射 将自身口中毒液喷射出 强辅实性 雷弹 发射出紫雷弹 高额几率产生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 顾鱼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种属性词条的敌人 就是他们的品阶太低了 李月和顾鱼 连忙闪躲开这几条蛇的攻势 为雪盈争取了急兵绽放的时间 现在的急兵绽放 大概需要2S就能释放 冰霜之力凝聚 几条紫色小蛇 直接被冻成冰雕 轻轻松松摆平了这几条蛇 看来这里的魂兽 整体强度没有那么高 顾鱼也就放下心来 在这危险地带 还是普通级 吞噬紫金蛇 顾鱼感到了 雪盈身体突然力量增强了不少 看来是突破了 冰灵雪狐 品阶 传说集 等级 通灵三阶 他之前吃掉的魂 和圆比里越多得多 提前突破 也是理所当然 谢谢主任 雪盈微微欠身说道 小主任好偏心啊 好东西都给了雪盈妹妹 一点也不惦记人家 李约抱着顾鱼 玩起了角色扮演 这次运气好的话 万一遇见暗戏魂兽呢 嘻嘻 收下一枚二阶雷属性魂盒 暴力好低啊 顾鱼开启了前行 带着两女 踏进了地图以外的疆土 没有什么电闪雷鸣 黑云压城 轻松穿过了这片森林 不知为何 静悄悄的 豁然开朗 前方是崎岖的山路 通向山顶 旁边还有一条路 沿着山体向下 向上吧 顾鱼带着两女向上前行 没走几步 一道魅影袭来 顾鱼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立月开启风之意 迅速地挡住了这次偷袭 偷袭者发现 一击未重 再次顿入虚空之中 武器好像是一把镰刀 这是 强引技能 几息不到 一道恐怖的气息 从顾鱼背后袭来 碰 还好有立月在 要不怕是直接GG 几个回合下来 偷袭者脱离了隐身状态 顾鱼定睛一看 那是一个斗篷怪物 浑身漆黑 手持镰刀 看不见他的身体 神秘守护者 品阶 珍锡吉 等级 通灵二阶 被邪恶力量控制的亡灵 属于不死系 力量源泉不灭 终会复活 顿入虚空 进入无法被选定的虚化状态 随后进入前行状态 反复交替 持续三次 死亡镰刀 巨额暗属性伤害 透体 前行状态的第一次攻击加成 体100% 五体 免疫任何形式的物理攻击 以及暗属性伤害 朴实无华的面板 却又那么无懈可击 没法依靠李月强大力量 只能靠血淫的力量打斩杀了 顾鱼严重怀疑 无法秒杀这神秘守护者 根本无法造成有效伤害 比如砍断他一只手 没有用 他没有实体 顾鱼正在思索对策 有李月在 最起码能抗住他的袭击 神秘守护者 向着顾鱼袭来 李月轻松地挡住了他的攻击 黑色光芒一闪 切碎了他的袍子 但是 如故于所料 这怪物没有实体 能量聚拢 他真的不怕物理攻击 暗之言 也无法对他生效 早知道多领悟几个 风属性技能了 李月摇了摇头 这次 他只能打辅助了 神秘守护者 再次开启了顿入虚空 李月也是轻松地 将他的攻击挡了下来 莫属三次效果 结束以后 趁着这个空荡 雪莹 魅惑 神秘守护者一愣 被精神力量攻击 呆滞不动 隐翼 锁魂链飞速地拴住了 他手中的大镰刀 还好魂器属于魂力凝聚 也不知道 进攻性的魂器 对他生不生效 命令雪莹 施展疾兵绽放 不知道为什么 魅惑只生效了一秒 明明等级和品阶都碾压了 故于立刻施展定身效果 还好 定身的强制控制没有失效 可能是因为 魅惑算精神系控制 而定身属于魂力控制 疾兵绽放不断凝聚冰霜之力 怪物的身体 被不规则的冰霜冻结 最后完完全全 变成了一块冰雕 亡命的六十家成家疾兵绽放 居然没有秒杀掉他 七寒之刺飞速穿过 神秘守护者 我裂开了 雪妖 我早裂开了 这神秘守护者 变成了一地碎渣 那枚二阶暗系魂盒 宣告了他的死亡 嘿嘿 雪莹兴奋起来 第一次超越了李悦姐姐 想什么呢 雪莹 你属于控制型法师 李悦属于物理近战型 没有可比性 顾鱼捏了捏雪莹的脸蛋 你们都很厉害 能帮到主人 奴家很开心 捡起了暗系魂盒 喂给了李悦 顾鱼来到了他的身前 吞噬神秘守护者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 顿入虚空 正在 幸福来得太突然 第七十三章 暴石之灵 顿入虚空 成功与前行合并 虚空盾 直接进入前行模式 若在战斗中使用 使自身虚化2S 无法被选定 同时 也无法攻击别人 随后进入虚空模式 无法被任何技能侦破 不受范围伤害影响 持续3S 主动施展技能后失效 冷却一分钟 新的保命技呢 虚化的特效 无视大部分单体攻击 可以用来抗物理偷袭 强引三秒 可以抗范围伤害 这么强的神剑 冷却只有一分钟 而且 前行的施展也再不需要掩体 可以直接施展 表演大便活人 天助我眼 过于还愁 没有强保命的技能 不太敢深入过于危险的地方 3S虽然不多 但是也足够规避大部分致命伤害了 配合龙威加厉 越化形后 惰天之翼的移动速度 应该可以躲避大部分追击 这个技能 无视物理 再无视AOE范围伤害 就差写个无敌俩字了 过于先施展前行模式 跟以前的前行 没啥太大区别 一会儿再试试虚空模式吧 于是 他带着两女 继续放心大胆的前进 这山路崎岖无比 周围都是树木 视野极其受限 谢谢 一阵诡异的声音响起 故于连忙施展虚空盾 顿时 感觉自己身体轻飘飘的 移动速度能快上许多 轻松避开了这镰刀攻击 随后一种奇妙的撕裂空间的感觉 充斥全身 好像感到自己 已经不在这个世界内 镰刀的主人 有些猛逼 嗯 这家伙怎么偷了我的技能 趁他还没来及反应过来 魅惑已经控制住他的身体 锁魂链破空而至 随着冰霜之力绽放 这只神秘守护者也裂开了 蛮好用的 没白来这御灵士 这家伙也抱了一颗二阶魂盒 不错 老副本劳模了 未给礼乐后 现在完全不怕这个神秘守护者了 三人飞速前进 花费了许久 在战胜很多神秘守护者之后 故于一行 终于走到了山腰 这里有一片小平地 还有个小石碑 立在这里土地中心 顾顾宇刚打算上前观察一番 左脚刚刚踏入 紫光一闪 大量黑气从石碑内转出来 刷怪了 最后 黑气缓缓聚集了成一名 黑色长发男子的模样 手持双剑 他的身体没有脸 七七七 他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 这是什么鬼东西 暴石之灵 品阶 珍西吉 等吉 通灵六阶 被暴石力量浸染的亡灵 实力强大 几乎无法战胜 顿入虚空 进入无法被选定的虚化状态 随后进入前行状态 反复交替 持续三次 冥一斩击 瞬间到达敌人身后 下次攻击增幅50% 透体 前行状态的第一次攻击加成体 暴石 吸收所有魂迹 吸收的越多 能力越强 亡灵之躯 免疫任何形式的物理攻击 随后 大量能量聚集在了他的脸部 一张红色的鬼角面具 出现在他脸上 你也会双剑化斩 隔着Caos永恩呢 但是他的力量 让顾瑜有些为难 免疫物理攻击也就算了 这又来个暴石 免疫所有魂迹 这简直是无敌的存在 这样的话 李月和雪莹完全不能伤害到他 这是到底是什么怪物 怎么这么变态 要不跑路算了 但是刚才紫光又闪烁了 这山上肯定有宝贝的 暴石的力量 那到底是什么 这暴石之灵 直接瞬移到了顾瑜身后 还好他提前有准备 侧身一闪 李月帮顾瑜挡住了这次袭击 顾瑜命令雪莹 凝聚了一发七寒之刺 七寒之刺入体 没有往日的贯穿感 像是打在了棉花上无力 然后被黑发男子的躯体吸收掉了 果然没有任何作用 顾瑜命令雪莹迅速后撤 还好 这暴石之灵跟之前的神秘守护者一样 只会追着顾瑜打 先试试魅惑吧 还好 魅惑生效了 不过只有短短的一秒 顾瑜趁机丢出锁魂链 影翼加持下 轻松命中暴石之灵的脖子上 还好 我这本命魂器还能略微限制他 既然物理 魂技都不好使 顾瑜使用了定身 成功生效 那还可以 只要用锁魂的效果 慢慢抽干他吧 现在的锁魂效果 大概每秒吸取敌人 0.8%左右的魂力 大概三分钟就能耗死他 可惜 顾瑜做事情 怎么可能顺利 过了一会儿 暴石之灵施展了顿入虚空 锁魂链失去目标 拖链了 我擦 差点忘了 这个怪物 还有虚化和隐身 双刀突击 李悦帮顾瑜接下了这一击 顾瑜连忙施展虚空盾 随后锁魂链出手 成功再次限制住了 这暴石之灵 于是一场滑稽的战斗诞生了 暴石之灵杀不掉 有利月保护的顾瑜 顾瑜也没有办法 伤害到这暴石之灵 两人开始打了拉锯战 你 我隐 拖链 控制 锁魂 不知道过了多久 顾瑜都快麻木了 不断地躲避 配合雪莹魅火 自己的虚空盾 一次又一次 终于 呃 嗯 暴石之灵发出惨叫 他浑身发出黑光 最后身体消散于天地间 只剩下那红色的鬼脚面具 落在地上 顾瑜气喘吁吁地躺在了地上 这一战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锁魂炼每次拖练 这暴石之灵的力量 也会缓慢恢复 本来三分钟能解决的敌人 愣是拖了不知多久 小主人 你很累吗 李悦抱起了顾瑜的身体说道 我又不是你们龙 这都几个小时了 天都黑了 顾瑜望了望天空 夜幕已经降临 那暴石之灵移动速度飞快 没有减速支持 只能依靠虚空盾的偷袭先手 和雪莹的魅惑控制 才能保证命中率 要不是体力异于常人 光是拉扯 就先把自己累死了 主人 对不起 是奴家的力量太弱了 雪莹来到顾瑜身边说道 不怪你们 这鬼东西 物理魔法双免疫 休息片刻 顾瑜打算起身去看看 那鬼脚面具的玄机 第74章 神殿遗迹 顾瑜弯腰拾起了那张红色的鬼脚面具 面具纹路有黑色 上面的脚显得 争宁无比 轻轻触摸 并不是想象中的冰凉触感 甚至还有有些灼热烫手 可惜 系统没有任何提示 这也不像一个普通面具啊 顾瑜把它收了起来 以后再研究吧 抬头望着今天的天色 也不早了 就这样休息吧 跟这个暴食之灵 运动了太久了 熟练地弄好了临时休息处 雪莹去做晚餐了 顾瑜开始祈祷了起来 今天还没抽奖 先拜一拜 试试玄学 来一个秒天秒的秒空气的 强力技能吧 熟练地跳过了系统对话 点击抽奖 金光四射 还不错哦 恭喜获得奇怪的种子X5 奇怪的种子 放在某些特殊的花盆里 可以长出奇怪的果实哦 就这 顾瑜再也不相信佛 耶稣 还有古那拉黑暗之神了 什么垃圾神 就这 望着手里的五枚 颜色各异的种子 顾瑜陷入了沉思 李悦 选哪个颜色呢 顾瑜问道 蓝色的吧 顾瑜立刻从系统空间 掏出了那个精致的小花盆 里面那只小虫 还在里面爬行 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顾瑜随便挑了一枚蓝色的种子 丢了进去 挖个坑 埋点土 数着12345 那小虫赶到了种子入内 开始围绕种子 转起圈来 花盆里面 发出了奇怪的光芒 成功种植奇怪的种子 由于催化效果 收获时间为12小时 系统冷冰冰地说道 12小时后 就能看见结果了吗 现在是晚上9点 挺好 三人吃完晚饭 顾瑜让两女先去休息 自己闭眼继续吸收 浮屠云铁塔的魂力 不知过了多久 她发现李悦没有睡觉 一直就那么盯着她 怎么了 人家在保护小主人 丽悦浅浅一笑 小主人快去休息吧 我一直守夜就行了 辛苦你了 李悦 第二天早 顾瑜叫醒怀中的雪盈 便连忙打开系统空间 看看花盆里的种子怎么样了 会不会出现豌豆射手 拿出花盆 枝干上面生长了几枚蓝色的番茄 奇怪的小番茄 吃下去 力量就涌出来了 微量提升体力等级 花盆里长出蓝色的小番茄 要多诡异 就多诡异 但是 顾瑜还是选择吃了一枚下去 刚刚咀嚼几口 番茄的汁液如同烈酒入喉 火辣辣的 然后全身发热 过了一会儿 顾瑜没有感觉身体发生变化 可能是量不够吧 一口气吃掉了剩下的所有小番茄 一共六枚 这把劲大 火辣辣的感觉覆盖了全室 顾瑜好像掉进了桑拿房里面 恭喜体力提升 顾瑜一撇面板 体力变成了六 挺好的 今天再跟昨天的那个暴石之灵打拉锯战 或许不再那么费力了 而且 顾瑜随便再次选了枚绿色种子丢进去 系统提示 居然要一整天 无奈 只能先收起花盆 继续向着山顶前进 可能是已经解决掉 首官BOSS的缘故 后面的路已经没有小怪了 爬山倒是花了三个小时左右 幻刚穿越来的顾瑜 光是这山路就能累趴下 又走了十多分钟 终于踏上了山顶 顾瑜仔细一瞧 发现这里应该是一座 类似神殿遗址的那种建筑 白色的砖瓦 代表应该有人曾来过修建这建筑 咋不修个台阶呢 爬山真是累死人 顾瑜吐槽道 带着两女来到这处白色遗迹建筑正面 一扇黑色的神秘大门牢牢紧闭 大门两侧 有两个栩栩如生的雕像 一男一女 不会是活的吧 顾瑜刚向前迈进一步 那一男一女雕像果然动了起来 仔细一看 护卫男 品阶 普通 等级 通灵五阶 神秘遗迹的护卫 力量非同寻常 斩击 迅速突进敌人身前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护卫 迅速护卫友军 为其承担伤害 若目标为护卫女 为其增加50减伤 持续10S 振奋 怒吼一声 提高自己与友军全属性10% 搭档 若护卫女在身边 全属性增加10% 免疫减速效果 同声共死 单独一人被击杀 10S内另一个会复活 护卫女 品阶 普通 等级 通灵五阶 神秘遗迹的护卫 力量非同寻常 治疗 治愈友军 为其恢复伤势 并且为其增加减伤效果 光之弹幕 蓄力后 造成一个光属性弹幕 持续向敌人造成光属性伤害 同声共死 单独一人被击杀 10S内另一个会复活 简单粗暴的双生怪物 一个是战士 一个是奶妈 那就先杀奶妈吧 才怪 顾余命令雪银先魅惑护卫女 护卫女刚 想给队友套Buff 就被控制住了 护卫男以为顾余这边要攻击她 直接施展了援护 用她的盾 紧紧地保护了那个女雕像 就等你过来呢 此时 两人贴在一起 急兵绽放 已经蓄力完毕 蓝色的冰霜之力 瞬间包裹住两只护卫 成功将这对护卫男女 一网打尽 顾余本来还想逐个击破 最后还是利用她这个位移特效 一并解决掉他们吧 七寒之刺飞向女的 李悦和锁魂恋攻击男的 在亡命的加持下 男护卫直接被打成两段 女护卫由于武师减伤 没有被七寒之刺完全贯穿 雕像躯体已经破败不堪 不少碎片开始脱落 李悦轻轻一找下去 这俩护卫便化作粉末 消散于天地间 顾余以为后面的怪物 全是那种无法免疫的变态 来到大门处 仔细查看 上面没有没有钥匙孔 只有七个诡异的图案 上面有凹槽 这七个图案乱七八糟的 顾余挨个仔细辨认 最终 他发现有一个面具的图形熟悉无比 上面还有两个洞了 顾余连忙从空间界里 掏出之前爆出的鬼角面具 小心翼翼地 把它镶嵌在这大门之上 轰隆隆 大门缓缓打开 随后 那面具便掉落在地面上 看来 它是这种遗迹的钥匙 顾余连忙拍了拍面具上的灰尘 把它迅速地收了起来 小主人 这里面我们进不去啊 李悦微微皱眉 一股神秘的力量隔绝两女 使她们无法入内 那你们先回去吧 我没事 主人 你要小心点 雪莹担心地说道 简单地安慰了两女后 顾余检查了下自身装备 便独自踏入这遗迹内部 没有预想中的大门紧闭 只是 这里面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 第七十五章 七宗罪 暴石 开启夜市以后 顾余的视野 立刻变得明亮了起来 整栋建筑物内 空空如也 里面也没有什么家具 顾余的正前方 只有一个大铁门门 上面有几条锁链 一看就是封印 你来了 一道奇异的声音传来 听不出男女 像老人 又像孩童 我来了 顾余答道 已经不知多少岁月 终于有人能放我出去了 那声音说道 抱歉 打扰了 顾余拔腿就溜 别别别啊 放我出去 我会给你需要的力量 我需要的力量 你怎么知道 我会需要什么样的力量 老骗子 顾余冷静地说道 这种一看就是 被封印多年的老东西 你是劫灾恶育体 必然需要我的力量 那声音传了过来 这你都知道 你身上的气息 我化成灰 也不会忘记的 他似乎有些恨意地说道 这让顾余心里 有了血蟹防备 作为世间负面能量聚集体 你身上的气味 我当然熟悉了 我是七宗罪里的暴石 七宗罪 你没有获得魔灵吗 他诧异地问道 快快放我出去 我详细跟你说 那声音显得焦急无比 呵呵 是出反常必有妖 什么魔灵 我只是路过的学生罢了 哼 怎么可能 没有魔灵的力量 都能打败我的力量体 你怎么会是普通的学生 哦 放你出去 你会给我什么好处 故意再消磨他的耐心 放我出去 你就能获得我的力量 暴石之力 如果不是结哉恶育体的 专属力量 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他似乎有些交集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倒也是一番好事 虽然沐烟雪的师父 确实说过 结哉恶育体的力量 散布在世间各地 但是 谁敢确定 力量不会反噬主人呢 犹豫了再三 故意决定 还是放他出来 既然这里连丽月雪莹 都进不来 那这暴石 应该不是一只魂兽 它应该是一种 纯粹的能量体吧 锁魂的效果 应该可以对它生效 打不过就用虚空盾跑路 召唤里月说 拜拜 好吧 我放你出来 故意来到了大门面前 手指刚刚触碰那锁链 大门直接被冲开 一团红色的火焰 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 哦 我终于出来了 哈哈 它高兴地嚎叫了起来 我的面具呢 快给我 它已经暴露它的目的 啥面具 故意装傻冲愣道 你这该死的主体 没有魔灵 就想限制我 去死吧 它直接露出爪牙 很可惜 它打错了人 它被封印多年 力量早已虚弱不堪 锁魂链 直接给它来了五花大榜 这是什么鬼东西 快放开我 暴石不断地嚎叫 看来你就是纯粹的魂力聚集体啊 而且 智慧还很低 故意感受到锁魂链 传来的庞大魂力 可恶 我的力量 怎么越来越少 暴石尖叫道 实话告诉你 几分钟内 你就完全消散于天地间了 这不可能 你以为我怎么打败你的力量载体呢 它就是这么被我活活抽干的 顾链笑得像个孩子 暴石被主体的魂力限制 根本无法反抗 锁魂正在慢慢吞噬它的意识 不可能 没有魔灵 你凭什么驾驭我 它做了最后的垂死挣扎 它凝聚最后的力量 一道意识 冲击了顾链的魂石 这种力量 让顾链感到饥饿无比 哼 我早有准备了 无非就是精神攻击 都啥年代了 谁还馋吃的呀 在暴石的力量影响下 锁魂链的吞噬速度变得飞快 它真是自觉坟墓 不 一道微弱的声音 然后再也没了声息 由于未知力量影响 你获得了技能暴石 你获得了新的技能 滔天 吞噬效果被移除 锁魂效果被移除 滔天 你击杀的任意生灵魂力 都会被你吞噬殆尽 有极低的概率 掠夺目标的技能 锁魂链的锁魂 已经被替换成了暴石 暴石 不断吸取对手魂力 目前每秒1% 主动施展 可以吸收敌人的魂力 直至枯竭 需要敌人无法反抗 总体来说 吞噬被强化了 现在完全吞噬敌人的魂力 无论目标对象 锁魂效果被暴石替代 效果涨幅不少 而且主动附带一个 吸取魂力的技能 只能在敌人无法反抗的状态施展 是控制状态 难道是把人打个半死 再吸收 那直接打死 全部吸收不就得了 没搞明白 暴石的主动效果 彻底吸收暴石的力量 新的面板 终于显现了出来 劫灾恶玉体 世间特殊力量的吸收体 现已被暴石的力量激活 暴石 浮屠云铁塔 吸收魂力的效率提高100% 专属魂技 杀劫 获得魔灵开启 天灾 及其两种力量 厄运 及其四种力量 点狱 及其全部力量 魔灵 未现世 厄运魔器 已获得 暴石的力量 成功地激活了 浮屠云铁塔的吸收效率 而且还多了几个专属技能 可惜 现在无法开启 顾瑜 现在对七宗最剩下的 六种力量 感到了兴趣 灵主级的魂兽灵魂 六种力量 极寒之星 史诗级冰系魂合 是现阶段的顾瑜的目标 还有木炎雪 怎么处理它呢 杀掉 但是那个天补之力 顾瑜很感兴趣 推算敌人位置 那肯定也能推算宝物位置了 似乎有些可惜 不知道天补之力 可不可以推算 剩下的六种力量位置呢 第76章 奇怪的魂兽 暴石这个纯粹的能量体 还给顾瑜贡献了不少的魂力 现在距离突破 还相差一点点 顾瑜环顾四周 空空如也 这座遗迹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 继续去猎杀魂兽吧 离开遗迹大门 两女立马闪现而出 主人 里面有什么啊 雪莹担心地问道 一个送惊艳的 可怜NPC罢了 NPC是什么 雪莹向的好奇宝宝 解释了一番后 顾瑜带着两女 向着原路返回 打算看看 山下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 被封印的老头 绝世好见之类的 当顾瑜离开此处不久 整座遗迹开始崩溃 最后慢慢地消失掉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 好像什么都没有存在过一般 大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顾瑜已经回到了山脚下 看着不远处 正好有一只紫电雕 先拿它是尸首吧 这只紫电雕 小巧可爱 紧致的皮毛 光滑如丝 女人肯定会喜欢 可惜 马上它就要领便当了 紫电雕 品阶 普通 等级 通灵四阶 雷属性的雕类浑兽 战斗力大概有六点 极电 大幅度增加自身移动速度 40% 雷体 普通攻击以及所有技能 都有几率产生麻痹效果 雷属性伤害 减免10% 雷动 持续对自身周围 造成范围雷电伤害 故于直接命令雪莹先手施展魅惑 先看看暴石的主动效果 锁魂链轻易地拴住了 这小紫电雕的身体 它还没来及操作 就已经动不了 在释放定身效果后 故于主动施展了暴石 吸取的魂力速度 大概翻了一倍 挺好 但是定身效果刚结束 主动增幅的效果便消失了 这样的话 有些鸡肋啊 对被控的敌人可以使用 但是控制就那么短短几秒 还不如施展些攻击手段 随后 黑光一闪 可怜的紫电雕 毫无悬念地退场了 成功吞噬紫电雕 感受到了魂力入体 新生的饕餐 获取的魂力比原来高了许多 但是还差一些 这升级所需要的魂力 有些过于庞大 可能是劫灾恶育体的副作用吧 故于顺着山路向下走 本来以为 可能还有不少强力的魂兽 结果这一路 都是些零零散散的小体型兽类 大老远看见故于就跑掉了 胆小得很 一路下来没遇见什么阻拦 现在距离山地很近了 小主人下方有两只小老鼠 李悦趴在故于耳边说道 那可能会有稍微强力的魂兽吧 故于打起了精神 故于进入了潜行模式后 三人小心翼翼地前进 这次 故于已经看见山下的魂兽了 那是一只巨大的蝉雏 身边还有一只漆黑的大蝎子 这大蛤蟆浑身烂疮 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 蝎子尾巴后面 生成一根长刺 有些让人感到恐惧 闭眼蝉雏 品阶 普通 等级 通灵五阶 本身只是普通的毒蛤蟆 由于未知原因 与毒刺蟹产生了魂力链接 毒液喷射 身上的浓窗喷射出聚毒液体 毒性很强 有腐蚀性 蝎毒 毒素不止包括蝉毒 还有大量蝎毒 吞食 攻击小体型单位 可以将其吞到腹中 造成巨额毒性伤害 吐蛇 造成毒性伤害的 舔式攻击 毒刺蟹 品阶 普通 等级 通灵五阶 本身只是普通的毒蟹 由于未知原因 与闭眼蝉除 产生了魂力链接 怨恨之刺 蓄力后 尾部产生蝎毒针攻击目标 蝉毒 毒素不止包括蝎毒 还有大量蝉毒 蝎折 攻击敌人 将造成神经麻痹效果 坚硬甲咒 大幅度增加防御能力 故于看了看这两只毒物 它们的品级很低 但是等级达到了通灵五级 它们身体之间 有着一条肉眼可见的黑色连线 小主人这两只魂兽 有些恶心啊 李悦面色凝重地说道 那你就解决那只蝎子吧 那大蛤蟆 我一个男人看得都鸡皮疙瘩 真是太克逞了 这种丑陋的怪物 还是交给远程的雪莹解决吧 先下手为强 雪莹的魅惑 甩在了这蛤蟆身上 当它身体一致的瞬间 相隔不远的毒刺蝎 立马反应了过来 锁魂链成功套在这 令人作呕的蛤蟆身上 雪莹已经准备好急兵绽放 配合七寒之刺 直接将蛤蟆打裂开来 碎成渣了 死得不能再死 那毒刺蝎 也根本不是李悦的对手 暗之言发动 随后几次破风之爪的攻击 将毒刺蝎撕裂开来 不堪一击 故于以为 就这么轻松地 解决了这两只小怪 正打算上去 吞噬掉它们的魂力 结果令人感到恐怖的画面出现了 只见那两只怪物的尸体 逐渐开始重组 卧槽 这是诈尸了 身体不断聚集 那跟漆黑的连线 练接两者的身体 虽然它们成功复活了 但是 它们似乎没有之前的记忆 现在正呆滞地望着对方 然后分离开来 无视固与三人的存在 似乎在闲逛 魂力练接 难道要将它们分开一定距离 再击杀掉 故于推测 应该是这样 世上还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李悦也没见过这种情况 李悦 想办法先打飞那只蝎子 不要着急要他命 拉开距离再试试 雪莹 你先配合李悦控制那只蝎子 蛤蟆我自己溜它 做好分工 故于自己 先去吸引两只怪物的注意 呆呆的蛤蟆和毒刺蝎 发现入侵者 便立刻冲了过来 完全忘记 刚才是怎么死的了 太笨了 故于向着一个方向开始跑 随后命令雪莹 魅惑那只蝎子 那蛤蟆浑身浓窗 开始喷射绿色的枝叶 恶心至极 故于连忙躲开 地面都被俯视出一个个大坑 离蛤蟆越来越近 这次的锁魂链轻易命中了蛤蟆身体 随后 雪莹用风驰电撤 立马赶了过来 用杀伤力比较小的冰霜吐息 减速着蛤蟆 双重减速下 蛤蟆已经被故于成功风筝了 荔月也没让故于失望 一次次连击 直接将那中途 被魅惑控制的蝎子连连击退 方向与蛤蟆方向完全相反 终于 在拉开大概50米远后 那诡异的黑线断裂开来 还没等故于出手 蛤蟆和毒刺蟹立马倒地 开始抽搐不止 很快 他们就死翘翘了 看来 这是找到了正确的击杀方式 故于刚打算吸收他们的魂力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身体 渐渐地自行分解了 还有这种操作 第77章 蝶妹山庄 望着那逐渐分解 消失的蛤蟆尸体 故于感觉怪怪的 第一次见到魂兽死亡后 尸体自己消失的 说不上来的感觉 难道是 被人抓去当小白鼠了 再思考也没用 故于没再管这奇异的现象 他开始仔细搜寻了 这个山谷底部 万一有什么绝世强者之类的 主人 奴家和李悦姐姐 仔细搜寻了一番 那边倒是有个山洞 雪莹慢慢说道 山洞 故于精神了 跟着雪莹过去 随后施展前行摸进山洞 里面流水潺潺 像是地下河 这山谷底 哪来的水源 小主人不用那么担心 这里没有其他魂力波动 李悦伸了个懒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早说啊 开启前行 可是一直消耗魂力的 这山洞内倒是不大 只是走了几步 就能看到尽头了 山洞尽头处 有一株奇异的植物 紫色的枝干上 长着三朵红色的花瓣 花蕊是绿色的 散发着一种 令人奇怪的香味 系统面板弹出 毒魅花 毒魅花可以释放特殊的气体 来引诱毒性魂兽 作为它的守护者 是一种极其珍惜的材料 常用作魂宠突破阶段 本身无毒 放心拿取 毒魅花 难道外面的蛤蟆和蝎子 就是被它吸引过来的 是这朵花 导致那两只毒物成 那副样子的吗 既然系统提示无毒 故于轻轻摘下这朵花 随后丢进空间界中 先留着吧 万一以后用得上 离开山洞 天色也暗淡了下来 今天自己已经获得 暴食的力量 先到此为止吧 现在提升力量最快途径 就是提升血盈和利月的等级 暗属性的混合比较少见 看看能不能收购一些吧 打开手机已经五点多了 可惜没信号了 先回去吧 利月变回龙身 故于轻轻抱在血盈的身体 龙翼一阵 直接从这山谷底起飞 什么时候不需要 遮遮掩掩掩地自由地 在天上飞翔就好了 故于心想 没人喜欢当狗王 惰天之意的加速下 利月快速地带着故于血盈 回到了当初起飞的附近处 黑光一闪 利月变回人身 她已经看到了故于所想 小主人的目标 可能马上就要实现了 嗯 既然小主人确定 已经是劫灾恶预体 而且获得了奇特的力量 想必不久 那魔灵也就现实 来到你的身边 虽然从未听说过她的能力 但是 传闻中 魔灵都拥有逆天之力 但愿如此 我的小主人 你还真是厉害呢 传说中的魔灵 都要依附于你 利月十分色气地说道 别这样 欺负我好玩是吧 故于无奈道 又不能把她就地正法 有信号了 故于搜索了下 距离最近的野外休息处 叫做蝶魅山庄 就塌了 挺好听的名字 雪鹰变回其成姿态 故于抱起利月 向着最近的蝶魅山庄前进 这一路上的魂兽 都被风驰电掣 轻松甩开了 玉灵地图境内的魂兽实力 雷若无比 大多数未到通灵级 根本不够 故于塞牙缝的 根据地图路线 很快 一座山庄映入故于眼帘 距离山庄百米处左右 故于已经感觉到 结结的效果了 看来 前方就是蝶魅山庄了 收起两女后 故于换成正常人衣物 前往登记处 门口是两位接待员 欢迎来到蝶魅山庄休息处 入住请缴纳 五千魂币登记 故于此时突然想起 当时去寒极山脉历练的日子 现在自己的力量 对比往日强大数倍 五千魂币 现在也是随便拿 在痛快地交钱后 休息处的接待员 笑盈盈地送她一张卡 上面刻着一只蝴蝶 进入山庄内 这蝶魅山庄堪比 上世界的旅游景点 可能是地处偏僻的原因 这里面没有多少人 一路上 根本没遇见几个猎人 故于也简单从网上 看过这里的介绍 御灵市主要是依靠 探索魂金资源为经济的城市 附近没什么强大的魂兽 来这里的 主要是低级新手 或者是押运魂金的车队 临时休息之地 此处 山清水秀 如果不是外面都是危险的魂兽 故于都以为自己是来旅游的 为什么 在这荒郊野岭 是谁在这里建设的山庄呢 故于来到一间旅馆 随便叫了个大号房 登记刷卡 仪器合成 520号 不错 来到房间内 大号房是之前 寒基山脉那间的1.5倍大小 房间内设施齐全 卫生也过关 至于监控 别想了 魂力的强大波动干扰下 什么都看不见 监控只设立在普通人生活区域 如果这么对待魂宠师 如果被发现 那可是属于挑衅 要吃劳饭的 黑白闪现 雪银和丽月 出现在顾余眼前 顾余望着两女 反正是在休息处 这里也没多少人 就放她们出来溜达溜达 谁敢惹事 荒郊野岭的 顾余不介意 让她成为饕贴效果下的 第一个人类牺牲品 小主人终于良心发现了呢 这么久 第一次带人家到人间晚 丽月又开始了 感受到耳垂被攻击 柔软的身体钻进怀里 现在没有强大的保命手段 还是小心点为妙 顾余无奈道 这里地处偏僻 人员流动少 也不怕什么事 天天让你待在那里 我也于心不忍 我就知道丽月越来越放肆 丽月姐姐 确实一直挺受委屈的 现在终于可以 好好体验一下人间 雪银其实也有些新鲜 自从丽月来了以后 她一直出于姐妹情义 陪着丽月 天天在浑石海待着 好久也没跟顾余一起游玩了 上次跟主人一起吃烧烤 那是多久以前了呢 顾余抱住两女妖枝说道 一直累了这么久 今天就好好放松一天吧 这里什么都有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感受两女身体的柔软 故与内心极其满足 这种奇人之福 皇帝也没我爽 两女的容颜 吊打那些什么美女笑花之类的 毕竟那是一种 人类达不到的美 虽然已经打算 今晚放松陪她们玩玩 但是修炼还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保护她们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故于摒弃杂念 闭上双眼 魂石海中的浮屠云铁塔 魂力浓郁无比 这的确是实打实的加强啊 确实提升一倍之多 大量魂力被故于吸收 两小时后 故于神清气爽 距离突破魂石五阶 仅差一步之遥 还不够啊 一只真吸级的魂兽 提供的力量有限 走吧 出去玩 第七十八章 立月的异常 浮屠云铁塔的修炼已经完毕 故于带着两女出去 打算溜达一圈 你们想吃什么 故于问道 还去吃烧烤吧 主人 雪莹一脸稀迹 我听雪莹妹妹的 两女各晚故于一臂 那柔软的触感 让故于爽得不行 刚刚出旅馆 没走多远 路上无数人的眼光 扫了过来 似乎要将故于千刀万剐 卧槽 这 路人假惊呆了 世上能有如此漂亮的女人 天使与魔鬼 那男人的两只魂虫 怎么这么漂亮 老天赐我一只这样的魂虫吧 我愿意少活十年 才十年 我看你是想屁吃 我愿意少活三十年 这应该是哪家少主吧 嘘 小心他抹杀你 咦 虽然法律严禁杀人 但是每天无论是城市 还是野外 都有人口失踪 龙尾 难道是 亚龙族 嘘 小声点 宝底有一只是 画形机以上的 那咋还留着尾巴 你懂个屁 那叫情倦 大街上 嘻嘻拉拉 也就二十多人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李月和雪莹吸引住了 男的都是一脸痴迷 女的都是一脸嫉妒 但是他们碍于 画形机的威慑里 敢怒不敢言 今夜 可能又有情侣分手 主人嫌弃魂宠的事件发生 最过 世人看见两只魂宠画形 肯定以为 一只是本命画形 另一只是宝底 达到了 画形机以上 没人知道 顾瑜有王玉这个变态技能 小主人被人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怎么样 李月轻轻舔了一下顾瑜的脖梗 虽然没几个人 光天化日之下 别这样 顾瑜捏着了李月的尾巴 讨厌小主人真坏 刚有一人想要拿手机偷拍 黑色的魂力 直接将手机振成两截 顾瑜头都没回地说道 你这种是挑衅行为 我们要不要出去决斗一番 未经主人允许 偷拍魂宠师及其魂宠 属于挑衅该魂宠师的尊严 主人是有权利进行起诉的 或者发起决斗 这种行为很少有人做 毕书的官司 还得罪强大的魂宠师 但是 天下是不缺这种傻子的 大人饶命 小得一时鬼迷心窍 再也不敢了 滚 下次让我看见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顾瑜凶狠地说道 突然 顾瑜感觉 任何男人的眼光看李月和雪莹 都是一种亵渎 自己不知不觉 已经将他们视作自己的竞篮了 雪莹轻轻握住了顾瑜的手 柔弱无骨 李月则是微微一笑地说道 小主人不必担心 我们已经是一体的存在了 谁也不会让我们分开的 三人来到了一座院子附近 这里面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院子门口挂着烧烤摊的牌匾 顾瑜怀疑 他们干赔本的买卖 这位客人里面请 迎接顾瑜的 是一位老者 老者带他们来到后院 这里面还有喷泉 四周景色也是不错 绿化很好 您看这里如何 就这里吧 顾瑜点了许多生肉串 还是自己烤起来好吃点 老者推着餐车过来 上面佐料齐全 还自带烧烤架 随后 老者跑到院子门口 独自抽烟去了 望着这充满古风的庭院 还不错 李月姐姐一会儿尝尝主人烤的烤串 可好吃 可带劲了 是吗 顾瑜倒是没空说话 当起了烧烤师傅 别说 烤串还挺有意思的 烤完大量肉串后 顾瑜也想喝点这个世界的美酒 普普通通的啤酒没净 便去找门口的老大爷搭话 大爷 这里有特殊的美酒吗 顾瑜礼貌地问道 嗯 小伙子也是爱酒之人 老者看了顾瑜一眼 老夫这里有家传特制的美酒 不过 需要你帮我个小忙 此酒是非卖品 老者提前抢答了 帮您做什么呢 顾瑜试探问道 实不相瞒 看你年轻轻轻 魂虫也是美艳无双 想必是来世俗历练的哪家少主吧 我家孙女的宝贝魂虫 缺少一些魂兽金盒用来突破 只不过她 有些着急 老夫一时半会 没法凑齐那么多 需要什么属性的呢 还差一枚二阶雷属性的 一枚二阶雷属性魂盒 大概也能卖三W魂币左右 不过对顾瑜来说 小事一桩 背包里除了兵系和暗系的 其他乱七八糟的属性管购 今天就是突然想喝酒了 千金难买也高兴 正巧 我这有一枚 顾瑜随手掏出一枚雷系金盒 放在老者手中 小伙子 你可真是小老的恩人啊 这下烟的魂宠就可以突破了 他拿着魂盒喃喃说道 老者立马回房 拿出二坛美酒 交给了顾瑜 这可是小老拿手的绝活 一般人根本见不到 顾瑜看了一眼 风黄酒 加入特殊蜂蜜的美酒 服用后增加少许体力 只能生效一次 哦 还能增加少许体力 写传 怪不得他有勇气拿酒做筹码 有操作的呀这个人 那就多谢老人家了 顾瑜开开心心 带着酒坛回去了 小主人 难道你也喜欢酒 立月有些吃惊 嗯 偶尔喝喝酒舒适心情 着实不错 怎么了 顾瑜疑惑地问道 没什么 只是有些毒私人罢了 顾瑜没多想 便跟雪莹说道 雪莹 你就别喝了 一喝就醉 好吧 奴家知道了 看着雪莹那忧愿的小眼神 顾瑜决定 还是给她倒了一小杯 谢谢主人 然后 顾瑜开始猛吃了起来 这豪猪肉质鲜嫩可口 丝滑无比 顾瑜又蘸了点辣椒酱 这才叫撸串 再喝了一小口那风黄酒 没有想象中火辣辣的感觉 甜甜的 入喉以后 慢慢的 火辣辣的感觉 充斥食道 满嘴回味 都是甘甜的味道 不错 雪莹只是喝了那一小杯 已经有些醉意 软倒在顾瑜怀里 哎 顾瑜只能将雪莹收了回去 回头看了眼丽月 她没有往日的妩媚 一双美眸看着手中酒杯 早已神游天际 怎么了 丽月 小主人能叫人家月儿吗 丽月柔柔地说道 怎么了 月儿 她听到后 身体微微颤抖 然后 晶莹的眼泪 坚强地在她美丽的眼睫毛上挂着 不肯落下 小主人还真是肉麻呢 她的心情似乎不太稳定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顾瑜只记住了 她的妩媚和强大 都差点忘记了 与她相遇之时 那软弱的眼泪 一切的转变 都在雪莹和她单独待过一段时间之后 顾瑜对自己有些失望 原来自己只是沉浸在她的美貌之中 从未真正尝试去了解她 第79章 好事没了 顾瑜轻轻搂住李月那诱人的娇躯 但是这次并没有那么多歪心思 李月放任她的动作 没有丝毫反抗 像一只温顺的小猫咪一样 倒在她怀里 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 月儿 低头望去 金银的泪早已经流了下去 在绝美的花叶之下 留下了淡淡泪痕 我只是想起了父王 他最喜欢喝人类制造的酒 他还说过 人类虽然实力低微 但是创造力和繁衍力都远超龙族 是我害了父王 又一滴眼泪下 你父王如果知道 李月已经脱困 想必也会很开心的吧 故于安慰她说道 我早就应该告诉父王 趁早杀了那逆子 父王明明带她跟大哥相差无几 李月红红的眼眸 别有一番美感 都是我的狂妄自大导致的 李月的心结一直还在 别这么说 月儿是我最强大的魂虫 你不是狂妄自大的人 只能说敌人过于卑鄙 你的父王也不会怪罪于你 可能他还遗憾 没有保护好你 没关系 以后我会保护好你 故于搂颈怀中美人娇躯 劫灾恶预体的力量 我已经获得一部分了 果真是传闻中的魔体 强大的令人匪夷所思 月儿以后就好好陪在我身边 那区区白龙 我定将她的灵魂 囚禁在浮屠云铁塔内 让她永生永世不得超生 故于许诺道 即将到来的魔灵 暴食的力量 还有良女的力量 都给故于增加了极大的信心 自己手里的底牌 远比其他人多得多 嗯 我相信你 我的小主人 李月早就接受了这个现实 安安静静地 躺在故于怀里缓缓睡去 故于独自喝了几口闷酒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学校的发育速度 感觉跟不上故于的节奏 有没有什么特殊办法 还有木炎雪 作为结栽恶育体的命中宿敌 它若击破自己的浮屠云铁塔 本命魂器会发生一次质的蜕变 自己如果想获取它的力量 只需要破了它的无暇倒体 这很简单 但是故于对那倒体的力量 没什么兴趣 反而 那天捕术倒是引起故于的注意 但是 天捕术还需要无暇倒体的支持 也就是说 它必须在布沙木炎雪 它不能和任何人发生关系 还要控制它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得到天捕术的力量 世界之大 寻找七种不同的力量 有些天方夜谭 故于总有种感觉 若没有天捕术的辅助 它永远凑不起七元醉的所有力量 这种直觉很灵验 之前 那连续两次猝死的感觉 都在提示故于 厄运将至 但是 完成这些条件 有些显得痴人说梦 相当于你去泡一个妹子 刷完好感 还不能碰她 同时 你也不能让她跟别人跑了 那老玉兽源 好像所剩无几 只是风中残竹罢了 天捕术 只有无暇倒体才能继承 再去寻找第二个 拥有无暇倒体 并且会天捕术的几率 还不如去刷木炎雪的好感度 来得实在 故于毫不怀疑 天捕术的强大 都快跟GPS定位一样准确 关于木炎雪的事情 有些陷入死循环 它还老是出现在故于视野里 躲都躲不开 算了 先不想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故于离开店之前 还问了老者 老人家 你这里也没几个人 能赚到钱吗 小伙子 这里主要是靠国家扶持 还有魂金车队的生意为主 听说 新的车队即将来此地休息 你就不用担心老头子的生意了 故于点了点头 离开了此地 魂金车队 应该就是开采魂金 并且运输的车队吧 人肯定不少的 故于也没多想 回到了旅馆中 将两女召唤出来 才发现 他们早已醒久了 不知道刚才在聊什么 自己根本没去注意 两女都笑盈盈的 跟故于打了下招呼 没事就好 我以为都醉了 今天也没啥事了 故于便去洗澡了 早点睡觉 明天先回新药吧 泡在浴缸里 趁着还有几天自由时间 先去给雪银刷更多的混合 看看能不能提升等级 至于学分 还有团队任务 早被故于忘在了脑后 哐荡 外面一声巨响 玻璃被震碎 发生什么事了 第八十章 魂奴来袭 随后 咔嚓声响 屋子里变电一片漆黑 看来是总店员被人切断了 那肯定是人 或者魂奴在搞事情 后者几率较大 魂兽是不可能进入这里的 宁神级以上的力量 估计能直接毁灭掉这个小镇 雪银 你先回来吧 这次不需要你出马 故于没打算让雪银参战 万一急兵绽放 和魅火的能力暴露了 目前 见过雪银魅火 和急兵绽放的人类 也只有那个木炎雪还活着 虽然这些小喽啰 没什么威胁 但是故于怕 万一有漏网之余 雪银的情报 可能会被木炎雪知晓 故于连忙爬了起来 开启夜视能力 先恢复视野再说 丽月也显得有些怒气冲冲 故于连忙帮她擦干身体道 先回去吧 我出去看看 快速地穿上斗篷 戴上部位面具 并且开启前行 先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还没来急开门呢 咔嚓一声 门被人打开了 故于连忙侧身躲避 虽然是前行 撞到人身上这种 还是会立马现身的 只见几名黑衣人 压着楼下的 那名旅店管理员 这名男子 似乎被殴打过 满脸伤痕 人呢 跑哪去了 各位大人 我真不知道啊 确实有一个人 住在这房间呢 求求你们放我吧 留着你也没用 黑衣人冷酷地说道 刀锋闪过 那可怜的男人 被割猴儿亡 普通人都杀 这些丧心病狂的畜生 随后 那几名黑衣人 进房间内 详细搜查了一番 当然 什么都没有 报告 没有发现任何人 走走走 先去抓别的人 这里的人可能已经跳窗了 但是他跑不了 这里已经被我们完全掌控了 领头的看了眼 浴室博里说道 他们也没关门 故于轻松地跟在他们身后 来到外面 全是黑衣人 数量有三四十人之多 他们正在抓捕 各个建筑物内的人 很快 广场聚集了一些 被绑着的人 整个蝶妹山庄的人 似乎都被抓了 但是故于没有见到那个老头 难道 他是幕后黑手 故于连忙前行 去之前吃饭的地方一看 可怜的老人 早就被黑衣人残暴地杀死了 眼睛都没有合上 利刃穿体 他手里 还紧紧握着那枚魂盒 故于虽然已经不是当初 第一次历练的小孩子星星了 但是这种场景 还是让他有些恼怒 这个无辜的老人 就这么被杀害了 故于板着脸 回到了广场中心 这所有人都被绑了起来 每个人身后都有名黑衣人 魂金车队什么时候到 我 我只是一个卖冰淇淋的 一位柔弱眼镜男说道 下一个 身后的魂奴 左手化作利刃 穿过了这名倒霉男子胸膛 维持运营休息处的人 只是些普通人 和实力低微的魂宠师 这里虽然工资丰厚 但是真的危险 你们嚣张什么 黄龙军的人很快就会来的 会为我们报仇的 一个不怕死的壮汉说道 黄龙 哈哈 他们不会来了 为首的人嚣张无比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虽然你们都是死人 但是我也不会告诉你的 嘻嘻嘻 妈的 不按套路出牌 顾雨昕道 正常不是 我让你死个明白吗 不得解说一下 我们是谁派来 干什么的 别完了 正式要解 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说道 她正抱着黑衣人胳膊 一看就是一对狗男女 看来那鬼就是她了 紫光闪过 那壮汉被杀死了 故于看了眼为首的黑衣人 紫雷一英的魂奴 等级 通灵四肩 拥有雷属性魂迹 但是脆弱的身体 就是致命缺陷 魂迹 傀儡 手指放出大量雷电之力 攻击敌人 飞翼 背生双翼 可以短时间飞行 快速生长 恢复力大幅度增加 望着这只紫光黑翼的鸟人 这些魂奴 怎么都有通灵级的水平 记得 最开始 遇见那个梦魍妖魂奴 也是通灵级别的战斗力 好在 人之躯体太过脆弱 弱点太明显了 故于分析了下局势 也就是说 这里大概有三四十名魂奴 2V40有些扯淡 而且 这蝶妹山庄的各个出口 可能还有他们的人 一网打尽是不可能了 老爸 你把带人 去南边把风 黄龙可能不会来 但是银翼可不一定 他们对银翼 似乎颇为忌惮 难道是 专门猎魂奴的组织 好的老大 兄弟们 跟我去几个人 把把风 好机会 趁他们落单几个 先歼灭一部分再说 故于连忙跟了上去 嘿嘿 这些个女人 我们先想用一番 再留着做忌评吧 难得快点交代情报 我可没有耐心 再不说 男人我也不放过了 一名奇怪的同志说道 那淫荡的笑声 充斥着整个广场 也不知道 老大今天为什么要攻打这里 那老爸自言自语道 你管那么多干啥 有女人 有钱 有力量不就完了 为啥 那是领导者该思考的 我们负责卖命就行了 另一个黑衣人笑道 干完这票 可以安心回去玩几天了 小美那屁股 耐子 泽泽 我终于凑够钱了 故于并没有听到 她想要的情报 算了 全杀了吧 对于这种饥饿之人 故于是完全没有任何 心理负担 饕餐之力 已经饥渴难耐了 黑光一闪 立月出现 还未等那些黑衣人反应过来 风之翼的加持 这些人类之躯的魂奴 根本挡不下立月的轻轻一击 碎肉横飞 血花似箭 不出一分钟 这里的八名魂奴 全部横死当场 立月的身体 没有见到一滴肮脏的血液 稍微出了一点点气呢 她轻轻说道 回来吧 我再去看看情况 第八十一章 银翼 饕铁的效果成功发动 魂奴们的尸体化作白光 被固域吸收 但是这些魂奴 并没有带来过多的魂力提升 魂奴本来就没有魂虫 作为魂兽的奴隶 又会有多少魂力呢 此时 故于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到广场 而是先顺着南门看看 有没有把风的魂奴 下一个道口转弯 电影院旁边就是南门了 故于从角落轻轻探头 果然 南门有三个守卫 大哥说 八格要来帮忙换班 怎么还没来 我已经心仰难耐了 一名魂奴说道 急什么 马上就来了 是的 小爷已经来了 故于轻轻说道 但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便被李悦轻松地收拾掉了 果然 他们也会用手机报信 想必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发现 南门失手 他们似乎是冲着魂金车队来的 故于现在有浮屠云铁塔 没必要去做截略国家车队的勾当 而且 他们有恃无恐的样子 让故于产生了许些好奇心 魂奴敢袭击整个蝶妹山庄 肯定是有必胜的把握 好奇心 害死猫 他不太想插手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好事被打断 此仇不能不报 杀光就好了 目的什么的 与自己目前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故于再次消失在了这黑夜之中 回到广场这一边 尸横遍地 女人惨叫 故于望着眼前的一切 仿佛人间炼狱 无论是哪个世界 都有这些为了力量出卖人性的恶魔啊 既然已经不打算询问原因了 索性今晚我也打开杀箭 那名首领模样的黑衣人 正抱着那身材火辣的女子 在大排档的椅子上做运动了 故于摸到他们身边 丽月突然出现 全力一击 将两人全部击杀 真是丑陋呢 他冷冷地说道 远处的魂奴 由于放飞了自我 都没有反应过来 老大已经隔屁了 丽月开启风之意 将这些身边的禽兽 击杀了六成左右 这时候 他突然停了下来 其他魂奴看见这煞神已经停手了 以为还有一线生机 立刻四散奔跑 怎么了 丽月 故于来到了他的身边 有人来了 气息很强 第一次 从他嘴里说出了很强 既然如此 他们都吓跑了 走吧 收起丽月 故于头也没回地离开了这里 反正保密工作这么好 没事 王震 营义部队御林地区的负责人 前不久 他接到了消息 有大量魂奴 可能会袭击蝶妹山庄休息区 他连忙带着手下赶了过来 没想到 还是来迟了一步 这里的人 几乎全部惨遭毒手 只剩下几位被侵犯的女人还活着 他最恨的就是魂奴 人中的败类 为了力量出卖自己的灵魂 可恶的是 魂奴在没有施展力量的时候 与常人几乎无异 很难分辨出来 他带着自己的四个魂虫 提前赶到这里 也还是没有赶上 望着死去的人 他只能无力地握紧拳头 嗯 王震突然发现 还有几名魂徒在逃跑 还有活口 命令自己的魂虫紫金通碧员 轻松地申请了这名逃跑的魂奴 这紫金通碧员 可是货真价实的化形级魂虫 这还只是他的第三魂虫 王震一脚直接踢断了这名魂奴的小腿 这力量 恐怖如斯 说吧 畜生 你们为什么来这里 老实交代 我给你个痛快 大 大人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 老大在ML的时候突然被人杀死了 我吓得头都没回就跑了 这名魂奴也是人才 老大刚隔屁 拔腿就跑 哦 你们老大什么等级 王震那英一般演的锐利目光 直接刺穿了这名魂徒的心房 特农 通灵吉 他已经被吓得羽无伦刺了 哼 鼠辈 你再说说 是何人击杀了你们老大 我 我没看清 好像是一位身材极其火爆的女子 魂奴老实交代 畜生 只知道祸害女子 王震听到气的 直接将这名魂奴的另一条腿也打断 子力 抓活的 那通闭员听到后 立刻就把其他所有的魂奴 全部抓了回来 一个大等级的碾压 魂奴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看到身后的淫义部队 也赶了过来 他吩咐到 抓到了活的 回去直接拷打 流口气别死了就行 对了老七 用你新开发的能力 把他们的记忆提取出来 好像有乐子 好的 长官 这老七是一位戴眼镜的美女 看起来像个资深医师 营医部队迅速接管了这里 蝶妹山庄被保住了 固瑜很不爽 休息的地方已经没了 现在已经后半夜了 困得要死 小主人 我们在外面休息一晚上吧 李月轻声说道 吴家都听主人的 固瑜此时 坐在荒郊野岭的一块石头上 看着满天星辰 雪莹 辛苦你一些 我们连夜赶回玉林吧 我想回星耀了 固瑜打算回学校 领取一下美日资源 然后提升雪莹的等级吧 这野外太不安全了 好事都会被打断 轻轻抱起李月 故于飞速赶回玉林市 长官 这几位的记忆 已经成功地提取出来了 美女老七说道 是吗 快发过来我看看 王震已经审讯这几名魂奴好久了 都是些喽啰 离着老大进的亲信 全被李月拍死了 根本没有获得有用的情报 打开了魂奴记忆 跳过了恶心的犯罪画面 此时正是李月 击杀那些轻性魂奴的画面 不过由于速度太快 肉眼根本看不清李月的身影 这女子的速度 王震也震惊了 只是看到了 好像是一只尾巴 尾巴 代表画形不完全 没到画形级 不 也有可能是主人的恶趣味罢了 这个恐怖的速度 王震根本不会猜到 李月是一只史诗级的龙族 虽然她的魂虫友也很强大 但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攻击速度 和移动速度 随后 她看见这女子身后的背影 正是戴着不为面具的顾瑜 那诡异的面具 漆黑的长袍 锋利的练刃 而且她 从始至终都没出手 就在边上望着 因为李月速度过快 肉眼都追捕不到 还马上就被顾瑜收起来 加上顾瑜也让她戴着面具 小心翼翼的 所以 李月倒是没暴露 反而是顾瑜率先暴露在其他人视野之下 她在杀掉头目之后 没再开启前行 完完全全被捕捉了下来 顾瑜万万没想到 居然还有记忆提取的能力 第82章 献龙在田 长官 这名男子是 王震旁边的手下 疑惑地问道 应该就是这强力魂虫的主人吧 恋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魂器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是敌是友 王震在思考 由于监控根本对魂虫师无效 魂力波动下 根本就是一片雪花 休息处这种地方 根本没有设立监控 王震也不知道 画面里的黑衣 面具男的目的是什么 就结果而言是向着人类这边的 但是 他很想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还有那只画形后带尾巴的魂虫 究竟是什么 那种速度 到底是什么等级 还好 顾瑜当时并没有着急施展 饕餐之力 吞噬魂奴 要不然的话 全华国都知道 有这么个魔人 想来想去 王震只想到这一个办法 传令下去 把这段画面加进新闻中 就当是寻人启事了 看看有没有人来提供线索 如果是人类阵营的 他肯定会露出头 如果是敌人阵营 这种自相残杀的画面被爆出 他也不会好过 很快 新闻电台爆出了新闻 近日 玉林市外蝶妹山庄休息处 被大量魂奴袭击 索性 有一位不明身份的黑衣男子帮忙 蝶妹山庄这才没有产生巨大损失 现有偿 而我们的当事人 还在骑虎赶来的路上 重磅新闻播放 魂奴袭击野外休息处的消息 无异于上辈子地球上的飞机撞大楼 引起了大量人们关注 卧槽 这是什么速度 我都看不清这是男士女 一名斑砖工人说道 这个人好帅啊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魂虫 好帅气的面具 爱了 你们看 那武器 好帅啊 我根本没见过这种魂器 一般的路人 只注意 里约变态的速度 还有故语的装扮 沐颜雪在后葬了师傅以后 整个人都为米不振 在家里看电视时 他看到了那诡异的炼刃 只须一眼 他就认出是当日在秘境里偷袭他的人 那个他每天 晚上的梦魇 沐颜雪自那时起 经常在梦境里 被这个戴着诡异面具的黑衣人刺杀 而电视里的那个模糊的身影 想必就是当日那个神秘龙族 师傅说 那是真龙 当时的自己 根本无法战胜他 看到神秘面具男消灭了魂奴 他觉得 这个卑鄙无耻的魔头 根本不像是能成奸除恶的好人 一定是阴谋 我也要加把剑 击杀这个已经成长起来的 结在恶育体 拯救事件 想起师傅临终的遗言 他轻轻攥紧了拳头 老家把进歧视了 小姐 身边的女佣试探性地问道 立刻订票 我要回学校继续修行 老爷叫你雨 你听谁的 沐颜雪冷哼一声 女佣被吓得 连忙低头不敢出声 师傅已经离她而去了 接下来的路要自己走了 不用思考 白龙能不能看得见 真龙不会出现在前期 多说了剧透 世界很大 人类占地面积很少 他根本没来人类领域 搜查利润的踪迹 真龙的力量 只有结在恶育体的庞大魂力下 才能支持其释放技能 王玉只是保证魂宠契约生效 你自己本身魂力不够 就算有强大魂宠 也施展不了强力技能 这里属于魂力的隐藏设定 就像打网游的蓝条一样 你自己一百蓝 宝宝施展 要额外消耗你120蓝 普通人无法当龙的主人 你以为主角前期吞噬的那些怪物 身体跑哪里去了 陆星宇看到了这个新闻 那熟悉的面具 果然是他 这么多天 他也找人询问过 没人见过那种诡异面具的男子 好像根本不存在过一般 如果不是这个新闻 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做梦 他确定 那天晚上的一切 不是自己的梦 他也开始寻找这个面具的主人 最后再好好感谢他 主人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雪莹有些担心顾宇的身体 先不用 雪莹 趁着自由活动的时间 得赶快回新药 随后 顾瑜到达检查口附近 收起两女 换好了正常服饰 拖着疲惫的身体 在凌晨三点左右 赶回了御林市 顾瑜去了御林市的猎人公会处 扫了一圈暗系二阶魂合 只有十枚存货 最后花费40W成功拿下 顺便卖掉了那些一阶的乱七八糟 属性魂合 竟然也是40W 真走运 白嫖了一次 然后 顾瑜买了回新药最近时间的车票 这次他买的普通硬座票 不去单间了 哪怕发生什么 他也能第一时间察觉的到 列车进站 顾瑜也没管别人 直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3号 还可以 顾瑜连忙趴在桌子上 眼皮已经疯狂打架 困 上次这么趴在睡觉 还是在地球的高中 上课睡觉 顾瑜的意识 渐渐沉睡了过去 严雪 严雪 你等着我呀 刘天玲说道 你好乏啊 赶紧滚开 我不会嫁给你的 沐沿雪根本受不了 这块狗屁羔羊 刘天玲 玉玲刘家的第一公子 天赋也是卓绝出众 本命魂宠是真稀集的 喜欢追求沐沿雪多年 此次提亲未果 本来是打算放弃了 但是 他见到蜕变后的沐沿雪以后 直接发誓 非沐沿雪不娶了 这种美人放他跑了 还是男人 况且 一个小小木甲 怎么跟我们刘家斗 只要威逼一下他那软弱的父亲 这等国色天香的美人 就是自己的了 不过 要先立一个深情人设 这刘天玲 也是相貌堂堂 一表人才 家世显赫 被他玩过的年轻女孩 起码有一个脸了 沐沿雪 我们青梅竹马这么多年 我有多爱你 你不知道吗 刘天玲开始了他深情的演出 别去那个什么巫皇学院了吧 做我的老婆吧 他非常油腻地说道 滚 沐沿雪对刘天玲 早期印象还是一般的 当个普通朋友 没想到他 越来越令人作呕 他根本没打算找任何男人 无暇道体 天不术 都是需要守真的 他快速来到了自己的位置 今天为了甩开这刘天玲 没有买单独包间的票 没想到 还是不知道 被哪位狗奴才给阴了 自己身边 都被刘天玲买通了 他一点也不想待在沐家 令人讨厌的父亲 势力的族人 唯一对自己好的师父也走了 他坐到自己的座位 发现对面是一位黑色短发青年 正在呼呼大睡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的气息 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他自己也不是很讨厌 第83章 在遇沐炎雪 刘天玲看见沐炎雪 此时看着对面 睡成猪一样的黑发青年 怒火中烧 炎雪从来没这么看过我 他直接来到顾鱼身边吼道 你小子给我起来 你的位置 我出50W买了 他有的是钱 如果不败家的话 那不是埋没他爹妈的才华吗 哪能对得起老刘家 你再这样下去 我要教训你一顿了 沐炎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已经他受不了 这个男人的死缠烂打了 你现在已经沦落到 要欺凌普通人了吗 你连魂宠师的尊严都不要了吗 几乎没有魂宠师 会跟普通人类斤斤计较的 所以 普通人才会敬重魂宠师 刘天玲 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就算是喜欢上眼前的路人 也不会喜欢你一顶点的 更不会嫁给你 马上从我眼前 消失 天道剑的光芒闪烁而出 刘天玲这个耸包 直接耸了 唤顾瑜肯定会说 来啊 打死我啊 打我一下你就得当我老婆之类的 睡梦中的顾瑜 听到了周围的声音 被吵醒了 MMP 是谁 顾瑜抬起了沉重的头 睁眼一看 对面是一位蓝发蓝童的绝带家人 在看着自己 嗯 不应该啊 当顾瑜揉了揉眼 仔细看清来之后 我日 什么鬼 沐妍雪就在我对面 顾瑜差点要召唤出李月 先给他来一刀 仔细一想 不对 我这是在火车 应该是没被发现吧 沐妍雪看了看对面的男子 眉清目秀 气度翩翩 长得蛮俊俏的 他黑色的瞳孔 还有些深邃吸引人 正在打量自己 眼神还有一丝震惊 不对 我怎么能关注这些 沐妍雪连连打散了自己荒唐的念头 劫灾恶育体和无暇倒体 本就是命中互相吸引的存在 才会发生这种巧合 所以 他才会对顾瑜 有些特殊的感觉 不过他本人并不知情 对不起啊 我认识的人 有些无理 打扰到你休息了 沐妍雪微微一笑 妍雪居然对这小子笑 刘天玲以为 乘坐这种普通车厢的 只是一些普通人 他们拿自己 根本毫无办法 便十分嚣张地说道 你这个低贱的普通人 快点给我让开 刘天玲火冒三丈 这个普通人 居然无视自己 乃成想 得罪了被连续打扰 两次好事的顾瑜 顾瑜一点废话没说 只见 一条漆黑的锁链飞舞 直接拴住了他的脖子 身体猛然地被拽了过去 那力量 他居然无法反抗一丝 顾瑜狠狠地将这个狗屁刘公子 直接拽了过来 轻轻捏着他的脸说道 我现在很生气 你信不信我能立马送你进医院 我大不了就是蹲一次牢而已 而你要在床上躺几天 刘天玲顿时被固于凶狠的眼神 吓得不敢妄动 没想到 对面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 是一名魂宠师 这锁链是本命魂器 他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眼神绝对是杀过人的 他可不想死 虽然明令禁止杀人 但是万一遇见疯子 自己要是被他杀死 一切都结束了 他已经感到自己的力量 在不断地流失 固于偷偷开启了暴食的力量 正在蚕食刘天玲的魂力 慕颜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但是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难道是眼前的这个黑发男子 他那诡异的链子 似乎有些眼熟 可是慕颜学根本没把锁魂链 和幻化后的链刃上想过 没有人能改变本命魂器的整体心态 对不起 我错了 刘天玲立马怂了 固于便放开了他 他也注意到了慕颜学疑惑的眼神 刘天玲被杀意的眼神 吓得立马逃离了现场 固于心道 这种废物 一个眼神就吓跑了 要是遇见魂奴 不得拉裤兜 碍事的人已经走了 固于突然想到 这真是个刷好感的好机会 他应该是没见过自己本来的样貌 立月雪盈都不在 他那半吊子的天补术 应该算不出 自己是劫灾恶玉体吧 要是那老玉在 就未必了 咋办 在线等 挺急的 怎么泡妹子 既然打算攻略他 就不能粗暴地上来 就准备偷袭了 天补之力 一定要得到 时间飞速流过 固于就这么盯着慕颜学 一句话也没说 倒是把慕颜学 给看得内心发毛了 他为什么一直看我 这种情况 自己不应该是很讨厌才对吗 为什么自己 变得这么奇怪 最终 慕颜学还是没忍住 请问 你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因为你很漂亮 固于舔个大脸说道 上一次见面 还砍人一刀 现在夸人漂亮 老渣男了 慕颜学突然觉得 对面的人是个灯徒子 突然不想理他了 心要事到了 下车以后 固于狠狠地给自己两拳 真笨啊你 不过这次相遇 固于倒是证实了三个信息 慕颜学目前发现 不出自己是劫灾恶预体 那个老渔很可能已经 看来自己没事就能遇见他 这就是命吧 算了 下次看看 如何提升妹子好感度吧 你好漂亮什么的 太尬了 列车上的慕颜学 望着固于离去的背影 他感觉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回到了新药室 固于哪里都没去 立马回家准备睡觉再说 本来打算在车上补觉 回来赶紧练几的 没想到遇见慕颜学 吓得他根本不敢睡觉 怕被这娘们一键劈了 他就那么直勾勾 盯着慕颜学一路 推开了家门 熟悉的味道 固于安下心来 两女闪现而出 主人 累坏了吧 雪莹担心地说道 没事 就是熬夜过度罢了 有些困 睡觉就好了 先是被勾起火来 然后被突袭 马上要睡着 又被人吵醒 发现宿敌在对面 还不敢睡觉 固于的精神一直紧绷 小主人好像很累的样子呢 李悦拉着固于的手 躺在了床上 雪莹想了想 先去打扫卫生 再去陪主人吧 固于已经很累了 躺在床上 这柔软的床铺 李悦不知道什么时候 换好了那令人血脉喷张的 情趣内衣 小主人乖乖睡吧 感受到香气的逼近 固于闭眼搂住那洞人的胶躯 竟然直接昏睡了过去 李悦看着怀里的固于 淡淡一笑 便搂住了他 第84章 兵系魂兽的灾难 固于从美梦中醒来 望着身旁的两女 都在熟睡中 窗帘应该是被雪莹拉上了 看不见外面的光亮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可能是下午了吧 固于悄悄地爬了起来 拿回自己的手机一看 好家伙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睡了这么久啊 固于来到客厅 从系统空间中 掏出之前的奇异花盆 差点忘记收菜了 这次是长出一根蓝色的黄瓜 奇特的黄瓜 吃了以后 提升你少许的魅力值 提升魅力值 还不错 固于取下了黄瓜 那剩余的根筋 被那小虫子慢慢地吃掉了 尝了一口 味道不错 清脆可口 有些让人上瘾的感觉 吃完了一根 还不怎么过瘾 再埋进去一枚种子 这次提示需要十二小时 收完了菜 固于熟练地打开抽奖界面 还好可以累计 把这两天传的一起抽光 经典跳过对话 系统 结果两道白光闪过 无事发生 望着手里的安慰奖 固于有些头疼 怎么给李月搞到大量的暗戏魂合呢 每天保底只有十枚二接 不太够啊 独自吸收这些魂金 固于又吸收了些浮屠云铁塔的魂力 终于在暴石提供的巨额魂力的基础上 固于飞速地突破到了魂式五接 他感受到体内魂力已经发生了质变 固于召唤出了漆黑的锁魂链 整体长度大概增加了五米左右 以前的攻击距离大概有二十米左右 现在已经有二十五米 猛然发现 锁魂链的技能已经发生了改变 虽然没有领悟新的属性 但是定身效果已经变成了眩晕 虽然时间没变都是3S 但是定身只是让敌人无法动弹 敌人能够看到眼前的一切 而强制眩晕 敌人是无法在结束控制效果的第一时间 立刻做出判断 相当于隐形地额外控制了敌人一二S 反应再快 也需要收集信息 然后大脑分析情报 再做出判断 固于有些期待 突破魂师会有什么新的变化 望着熟睡中的雪莹和利跃 也没打扰他们 轻轻地关门 晚饭随便叫点外卖吧 叫好了外卖 固于也没事做 打开电视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闻 结果 固于也看到了魅影山庄 被袭击的新闻 望着电视里的自己 固于开始怀疑人生 只是放掉了几个魂奴 而且当时在战斗状态 不可能被什么手机之类的拍下来 这画面是哪里来的 而且这个视角 应该是逃跑的那几名魂徒 仔细分析 利跃的身影很模糊 反而是自己的面具以及装扮 反倒是被拍得清清楚楚 答应了 以后前行没事就开启吧 浪费魂力就浪费吧 配合这个新闻 固于很快就猜到 可能是那所谓的盈翼 或者黄龙的人立马赶了过来 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 获得这段画面的 固于怎么会想到 有些人的本命魂器 居然能够提取人脑中的记忆 至于登记信息 那些魂奴估计早销毁了 他们比固于还害怕 自己人类身份被暴露 幸亏当时没有叫雪莹出来 那三条尾巴根本藏不住呀 虽然说有不少类别的三尾狐狸 但是那样的话 自己很容易被人怀疑 简单的吃完晚饭 最后几天去星耀北域看看 能不能多猎杀些兵系魂兽吧 打开猎人APP 固于发现 一个新的悬赏任务出现了 目标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 有常寻找蝶妹山庄的神秘面巨男 如果有相关情报请联系我 如果属实 筹金50W 联系人XXXX 我猜知50W吗 固于有些无语 不接其他任务了 这几天住外面算了 努力努力把雪莹的等级提上来 回到卧室后 看着睡熟的良女 春光外泄 他俩倒是抱在一起了 固于咽了口水 忍住了心中的欲望 只能把他们叫醒了 收起良女 固于先去了星药的猎人工会 不过很可惜 没有买到二阶暗系魂盒 高等级的更是没有 能击杀化刑击魂兽的 都是大佬了 怎么会当小小的猎人 刚离开北面检查口 大概100米左右 固于看到 不远处有三个 看起来是新等级的猎人 他们正围攻 二只普通级的冰霜巨狼 声色的指挥 弱得不行的魂虫 一看就是没有任何战斗天赋的人 三人三宠 打两个普通级的魂兽 费了半天劲 这根本不是当猎人的料 这么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被魂兽吃掉 被暗龙邪魂影响的固于 而且经历了这么多 不再打算参与这些小事了 路都是自己选的 代价他们自己去支付吧 哪怕救了他们一次 也并不能改变 他们做死的态度 听着背后的嬉闹声 固于深入了星药北域地区 这次也不去休息处了 怕了怕了 换上了熟悉的装扮 固于带着雪莹大杀特杀 据说 仅仅短短数日 星药北域的兵系魂兽 锐减了十分之一 七寒之四飞舞 雪莹轻松中 结了这只雪妖的生命 固于望着 当时给自己压力不小的雪妖 现在的她 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 固于摇头轻笑一下 成功吞噬了雪妖的身体 将魂合胃给了雪莹后 终于在固于不懈努力下 蓝光闪烁 雪莹终于升到了通陵四街 还差一步就可以突破了 为了让雪莹独享经验 李悦这几天一直在划水 当一个挂剑 雪莹妹妹 真是讨得小主人欢心呢 让你独享经验 李悦忧愿地说道 哪有了 放心吧 李悦 找到大量暗属性的怪物 肯定交给你了 固于边打扫战场边说 魂兽在击杀其他魂兽时 是可以吸收一些对方的魂力的 雪莹也升级了 走吧 明天也是该回学校的日子了 固于带着良女赶回了星耀 周围的兵戏魂兽 恨不得放挂鞭庆祝一下 这尊煞神终于走了 第85章 开盲盒 飞速地赶到了家中 固于终于能彻底地放松休息了 这些天的连续战斗 还是有些累的 甚至连花度没有中 李悦也去帮雪莹做饭了 固于坐在沙发上 从系统空间 掏出好几天都没看得奇异花盆 不会被虫子啃光了吧 这是一颗奇怪的紫色果实 上面散发着诱人的光泽 紫灵果 一种极其稀少的果实 可以给魂虫提供大量魂力 来源不明 固于望着这紫色的果实 卧槽 要是能批发稿点 我就发达了 轻轻摘了下来 固于喊了李悦过来 怎么了小主人 李悦疑惑地歪了歪头 这个给你的 吃了有好处 喂我 最后 在李悦勾人心魄的眼神下 固于为他吃掉了这个果实 他还不忘记 舔了舔固于的手指 感觉怎么样 固于问道 还没等李悦回答 固于已经感觉到了 李悦体内的魂力 再不断飙升 肉眼可见的黑芒 从他体内发出 不出片刻 李悦的等级 已经升到了通灵三件 上次升级 还是在秘境吸收魂力 李悦也感到了体内的变化 能让史诗级魂宠 轻松升级的道具 必然不是凡物 他轻轻吻了固于的嘴唇一下 便跑开了 调戏完就跑 真刺激 不愧是你 他一定是觉得自己 肯定不会用墙 才敢这样调戏男主人吧 现在两大魂宠力量都提升了 固于心情大好 此时 手机响起来了 背背背背 背起了行囊 离开家的那一刻 固于一看 是于安打来的 好家伙 喂 固于吗 你小子死哪去了 我们团队任务失败了 果然比不过一半 不说了 今晚出来玩了吗 于安的声音传来 行吧 我来 固于想了想 很少有人玩 还会带上他 去看看吧 已经拒绝好多次了 终于请得动你了 就我们三个 一会儿晚上七点 记得带好钱哦 小爷 带你逛逛地下黑市 好好好 固于答应道 吃饭了 主人 雪莹甜甜地叫着 今天李月姐姐 也试着做饭给主人吃呢 来了 固于放下手机去吃饭了 美美地吃了顿雪莹 做的红烧排骨 还有李月做的番茄炒蛋 慢点 主人 雪莹拿起纸巾 帮固于擦了擦嘴角的汤汁 看着温柔贤惠的雪莹 美艳慵懒的李月 以后 她们就是我老婆了 雪莹感受到了固于所想 满脸通红地低了下头 李月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依然那么笑眯眯看着固于 饭后 固于收起两女 既然要去买东西 便又去了一趟猎人工会 把身上所有暂时没用的魂盒 全部卖掉了 没想到 居然有200W之多 别以为这数据很扯淡 正常的魂宠 怎么会有利月和雪莹 这种强大的轻怪效率 同级全部都是秒杀 二节魂和每一枚 都能卖到3W 6W魂币不等 强力的狩猎团队 就算能卖这么多钱 也起码要3-4人平分 只能说 固于的效率太高 直接越过低级区 强控制加高额伤害 描起魂兽不讲道理 炸鱼行为 看着鱼额里的430W 固于感叹道 看来钱对自己 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毕竟 两只魂宠的净化材料 基本不可能用钱买到了 看看晚上有没有什么惊喜吧 傍晚6点30的时候 灵夜给固于打电话了 碰头的地点 是新药的惠红广场 离这也不远 固于只是等了一会儿 灵夜和鱼安就赶过来了 他们身边都带着一位美女魂宠 姿色不错 不过跟雪莹丽月比 还差得远呢 应该就是 7分和12分的差距 10分制 这么早啊 固于 没想到你这么早 我们俩还以为 要等你这只老鸽子一会儿呢 她身边是一位金发大波妹 带个尾巴 应该就是她之前说的光细魂虫 灵夜身边的是一个 小家碧玉型的美女 穿的绿色衣服 可能是木属性魂虫 嘿嘿 大家都是男人 你的小狐狸呢 于安说道 我可听说 你那狐狸 轻松击败了那个蜘蛛男 在浑石海里休息呢 这几天没少受来 固于随口说道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于安发出了我懂了的笑声 固于也没多解释 男人吗 解释什么 随后三人一起向着广场外的楼区走去 团队任务师 固于好奇问道 他可是撬了团队实战课 哎 别提了 全班同学就你没来 任务师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收集一定数量的浑兽头颅 就差那么一点点 可惜又输给一班了 于安垂头丧气地说道 抱歉 固于连忙说道 看来明天不会好过 先不想了 逛逛黑市吧 没关系的 固于 老实说你身体不太舒服 就是你的学分奖励好像全没了 林业说道 没事 下次再去搞吧 学校对固于的提升 目前只有那些每日资源 在固于有了浮屠云铁塔以后 那几枚普通魂金显得不那么诱人了 不过 多个学生身份多个保障吗 还是老老实实走学校流程吧 咱三今天去哪啊 固于问道 三人正在向着小巷子里面深入 固于倒是不怕什么意外 有虚空盾的强保命能力在 带你去逛逛星耀黑市 这块我熟 于安拍胸脯保证 那里都卖些什么东西啊 星耀黑市分拍卖会 淘金会 拍卖行就是普通的拍卖模式 淘金会就有意思了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用小盒子装起来 每个黑盒子售价100W 听说里面有各种好东西 至于买不买的倒看运气 上次我可是买到了一个火系 玄机魂下凹 转手挣了好多钱 火属性是最受欢迎的属性 魂侠 开盲盒 这个我在行 第86章 别直确 固于随着两人来到了一个火锅店 简单地绕了一下 没想到 店内有一个房间内有一处暗门 固于随着于安二人进入 走了大概大概20步 下台阶一转 地下大门就在眼前 其他方向陆陆续续来人 看来暗门有很多 这就是所谓的星耀黑市吗 走吧 别看了 灵夜拍了拍固于的肩膀 三人轻松地进入大门 这里倒是没有人阻挡三人 这主办方似乎一点也不怕 有人来此地闹事 固于随着他们 先是来到了拍卖区 现在正在举行一场拍卖 你先在这看看 我和灵夜去买点酒 二人说完 便暂时离开了 固于看了眼 商品是一只被活捉的火红色小猫咪 面板弹出 火卤猫 品阶 珍西集 等级 反品三阶 火系进化的魂兽 成长性比较高 魂技 火焰爪 普通攻击附带大量火属性伤害 烈火 所有攻击附带烈焰效果 造成持续灼烧效果 当前状态 生命垂危 大家晚上好 先上今晚的上等货色 火卤猫 主持人说道 大家别小看 这只反品三阶的小猫 火卤猫是比较强的魂宠哦 化形后 更是大家都懂 废话不多说了 珍西集反品魂宠 起拍价1000W 下面的人 并没有因为1000W 感到诧异 因为珍西集魂宠 大概值这个价格 我出3000W 一位肥胖的中年人 直接抬起了价格 3100 3200 顾瑜并没有再观看下去了 没有任何意义 钱不够 而且珍西集魂宠也看不上 这次主要是来开盲盒的 刚要离开这里 去另一个大厅 便撞到了一个柔软的身体 对不起 顾瑜连忙低头说道 没关系 我也没看路 熟悉的声音传来 顾瑜抬头一看 居然是云无心 怎么是你 顾瑜问道 来者也发现了顾瑜 怎么就不可以是我 本小姐有的事前 来逛逛市场怎么了 呃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还没等顾瑜开溜 云无心大胆地抓了顾瑜手臂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 但是她有种感觉 如果放开 以后再也遇不到她了 难道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骗子了 劫灾恶欲体的觉醒 以及神秘果实的力量 让顾瑜的魅力 无形间提升了很多 加上她本来长得旧帅 以前的顾瑜 可谓是除了帅 别的一无是处 轻时不同往日 自信的男人最帅 本小姐还没问你呢 前几天的小队任务 你跑哪去了 我都没看见你 她盯着顾瑜的眼睛说道 微信喊你跟我一起组队 也不回 我身体不太舒服 请假了 顾瑜找了个借口说道 哼 云无心冷哼一声 扭过了头 云无心觉得 顾瑜这个人 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爱达不理的 小公主脾气发作了 从来只有本小姐甩别人 她还等着顾瑜哄哄她 结果歪头一看 人已经跑去大老远了 这个臭男人 每次都这样 丢下自己就跑了 她曾几何时受过这委屈 顾瑜 我俩回来了 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喝 就随便带了衣 于安发现 顾瑜身后的云无心 眼睛都直了 这可是富婆啊 人美生甜的云无心啊 你好 她刚打算搭话 顾瑜 你这个大骗子 气死我了 云无心发起了粉拳进攻 没想到她真的拔腿就要跑 每次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你那微信留着 就是看钱的 其实还真是 顾瑜根本不看微信 于安和林业都傻了 大骗子 马萨卡 难道顾瑜已经得手了 微信看钱 看到两人惊讶的目光 顾瑜连忙说道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跟云小姐以前一个城市的 有过一面之缘 大骗子 还我魂侠 每次都骗我 还说什么身体不舒服 骗鬼呢 云无心说道 两人对顾瑜肃然起敬 没想到顾瑜已经提前吃软饭了 身体不舒服 连魂侠都骗到手了 顾瑜跟两人解释了一番 他们虽然点头 但内心还是不信 好家伙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 没想到你已经吃到软饭了 顾瑜对云无心说道 云小姐 我们也不是很熟 我怎么会骗你呢 云无心也根本不信 顾瑜的解释 他已经摸透这个大骗子的套路了 亏自己还对他有那么一丝 一点点好感 对就一点点 谁叫这小子长得帅 解释了以后 顾瑜也给他们互相的介绍了一下 你们是来逛拍卖会的 没 我们要去隔壁淘金会 这边就是路过罢了 顾瑜说道 他对云无心这个小富婆 好感一般般吧 也不讨厌 他也不想祸害人家 那走吧 本小姐带你们逛逛 一路上 几人有说有笑的 于安一听 云无心似乎对顾瑜有那么点意思 便也没再出手 自家昏虫也挺香的 来到了隔壁淘金会 这里人居然比隔壁多上一倍 都是老毒狗了 这里有四张巨大的桌子 每张桌子上都有大小不同的盒子 买定离手啊 我们心要黑市担保 今晚的最值钱的奖品 可是冰灵草 每次每人只能买一个哦 冰灵草 冰系魂虫进化的必要材料之一 价格昂贵无比 据说拍卖曾经到过3000W 顾瑜来到桌子上来回看 果然 盒子里包着千奇百怪的东西 魂霞 魂骨 突破材料 魂金 还有小黄叔 总之要什么有什么 找寻了一会儿 顾瑜已经看到了 冰灵草 冰系魂虫进化至灵主计的核心材料之一 十分罕见 它正装在一个漆黑的长方形盒子里面 顾瑜以为 这种都是虚假宣传 没想到来真的 拿它 还是看看别的 正当顾瑜犹豫的时候 云无星走了过来说 你看上哪个了 嗯 我还在看 但是它的眼光 还在那盒子上 顾瑜随意地 瞥了眼它手中的小盒子 心脏砰砰直跳 别直却 被动魂霞技 攻击陷入受控状态的敌人 伤害巨额提升 魂宠天赋血脉越高 效果越好 暗系地阶 第87章 重返校园 顾瑜震惊了 这暗系地阶魂霞 装在这么个破烂的盒子里 没人要 不应该拿去拍卖吗 这不合理啊 它简直是完美契合 自己和立月属性的 最佳魂霞技 其实 别直却的效果 虽然强力无比 但是由于暗属性魂宠稀少 加上根本没有那么多控制技能 对一般魂宠的提升并不高 甚至不如某些 直接增加攻击力的魂霞技强大 而且又是被动技能 所以就被荡垃圾丢在这里 控制系的魂兽伤害 普遍低于同级 立月是个特例 青石之眼每次造成暗属性伤害 都有几率附加混乱 恐惧 失明的效果 还有顾瑜的眩晕 血淫的魅惑 以及冻结效果 如果能拿到别直却 立月的伤害将直接起飞 那冰灵草对血淫也没什么大用 倒是云无星的妖妖 可能会用得上 顾瑜拿起了 那装冰灵草的盒子 云小姐 我这个大盒子里装的 肯定是好东西 不如咱俩换换 顾瑜嬉皮笑脸的说道 你就吹吧 云无星说道 他这个小盒子 就是在桌子边随便拿的 本来到这边 也是跟着顾瑜过来的 既然你这么想要 就换呗 云无星把小盒子递了过来 顾瑜把冰灵草的盒子交给他 你现在不要打开哦 回家打开 有惊喜呢 说不定 顾瑜神秘的说道 当初他也没仗着云家 欺负自己一个普通人 风驰电掣挺实用的 既然结了善缘 这濒临草作人情送给他吧 你不打开看看 云无星问道 回家拜一拜 再打开会出好东西 这叫玄学 云安和林业这俩人 一个人拿到了一款毒系魂骨 一个拿到了那本小黄书 人才 100W买到别直缺写传 三人看见顾瑜痛快负账 也没什么过多表示 能进入北兰学院重点班的 总得有点本事吧 离开这里 云无星就告别三人回家了 谢谢你们俩 带我来这个好地方玩 顾瑜说道 三人此时在一个烧烤电炉串喝酒 顾瑜 客气啥 你都已经帮我大忙了 光系魂骨说送就送 云安脸红地说道 是换 不是送 顾瑜强调道 这酒劲挺大的 暗戏 那都没人研究的戏 魂骨都不值钱 你都跟我换 亏了好几十万起码 你就是我云安的朋友 云安被顾瑜的举动感动到了 喝 喝一个 顾瑜何尝不是这么认为呢 他可是给自己送了块 暗戏天极魂骨 你小子 不仗义 老是走单 还老下次一定 灵夜也举杯过来 嘿嘿 下次一定 顾瑜第一次喝得这么惊心 头都有些晕的 回到了家里 主人 少喝点以后 雪莹心疼地说道 没事 就是挺开心的 于安这小子 简直就是福星 给我的宝贝李悦 送了俩好东西 顾瑜已经醉了 李悦望着喝醉的顾瑜 翘脸微微一红 他还真没怎么害羞过 这顾瑜刚想拿出来 那个魂侠 已经困得不大行了 躺在沙发上 就已经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早 顾瑜睁开眼睛 感觉下身凉嗖嗖的 嗯 我也没裸睡的习惯啊 掀开被子一看 两只大腿M 少而不宜 看来是昨天晚上喝醉了 被丽月和雪莹扒光洗澡去了吧 现在怎么连丽月也喜欢赖床了 顾瑜起身穿好衣服 照常出去锻炼了 身体还是不能完全松懈下来的 买好早餐 回家简单吃完后 收起两女 顾瑜立马去上学了 问问老师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 可以在外历练吧 顾瑜进教室没多久 有几道视线扫到他身上 果然 有的人认为是顾瑜没来 才导致团队任务失败 他们想多了 顾瑜就算去 在人群里 也是属于那种滑水的混子 上午的课程 对顾瑜而言 都是些无用的知识 林老师再也没对顾瑜来说 也没有啥吸引力 中午休息时间到了 于安和林业来 邀请顾瑜一起吃饭 此时 一位面黄肌瘦的紫发青年 和几位一看就是杂鱼的 反派脸的愣头青围了上来 你就是顾瑜吧 你知道不知道 因为你大家都没有完成团队任务 没有获得奖励 他气势汹汹地说道 先把任务失败的帽子 给顾瑜扣上了 挺会啊 小伙子 玩这招 顾瑜已经不打算放过这个紫毛了 我只是身体不舒服罢了 就算我来参加任务 也未必会完成啊 凭什么全怪我身上了 如果不是你 我们就差一点就完成了 肯定是因为你 周围的人陆陆续续走了过来 赵鞠泼 你别乱给顾瑜扣帽子 信不信老子揍死你这个FW键盘侠 顾瑜这当事人还没说啥 于安先不乐意了 赵鞠泼 不要说这种伤和气的话 林业说道 老林 跟这种傻卵费什么话 连本命魂器都是一个键盘 老喷子了 于安 你 赵鞠泼刚想开喷的时候 你想怎么办 顾瑜缓缓说道 眼神冰冷地盯着这个紫毛 很简单 你要补偿我们的全部损失 这一切都怪你 周围有些人被带节奏 认为输了 都是顾瑜没来导致的 好啊 你跟我来切磋一下 我输了就答应你的条件 我赢了 也不要求 你怎么样 如何 顾瑜笑明你说道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为广大同学 夺回属于他们的奖励 顾瑜 别找了他的道啊 怎么都是你亏 于安说道 没关系 顾瑜微笑地说 当这个紫毛 给顾瑜扣帽子的时候 结局已经都定好了 第88章 碾压 后山擂台处 二人已经通过手机 向老师提交了切磋申请 说是切磋 其实就是学生们 私斗的地方 只要不闹出人命 击杀本命浑虫 没人会管 毕竟 浑虫师以后遇见的敌人 可都是浑兽 说了那就是死 与人切磋 留你一命 已经仁至义尽了 社会资源不会养废物 淘汰掉一个狂妄自大的废物 那是更好了 剩余的资源 交给更需要他们的人 当然 你也可以跟亲友 来正常比试 这个切磋请求 必须双方都同意 才能生效 怕受伤可以不接 不过 紫毛觉得 顾瑜这种逃兵 肯定实力没有多高 正是他立人设的好时机 听说 他就一个狐狸魂虫 根本不是自己键盘的对手 他连忙召唤出自己的两个魂虫 紫电芒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二阶 普通的紫电芒 战斗力只有四 魂技 雷牙 撕咬附带麻痹效果 束缚 贴近敌人造成束缚效果 魂侠技 振奋 短暂地提升主人魂力 黄 若 这破蛇钥匙里约在 一爪子下去 画面太美 另一只魂虫是一只海狮 海狮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繁平五阶 普通的海狮魂兽 战斗力大概只有二 魂技 冲锋 用自己的身体攻击敌人 造成击退效果 水弹 蓄力造成水系伤害 顾瑜突然有些后悔了 看来是天天打珍稀级的 这普通级的弱鸡 已经懒得出手 还没到通灵级 这简直是在殴打小朋友 喂 你叫什么来着 你排名多少啊 顾瑜问道 我叫赵居波 排名八十九 紫毛盯着顾瑜说道 我排名六十六 你也敢跟我打 你就一只魂宠狐猎 我怕什么 他倒是挺嚣张的 两个废物魂宠都能打到八十九 他的本命魂器肯定不简单 顾瑜 小心点 这家伙的本命魂器很烦人 灵夜好心提醒道 顾瑜看了下这紫毛的魂器 好家伙还有这种魂器 魂器 键盘 能力 扣字输出敌方单位 魂力可以造成音波攻击 音波有很大几率 对目标造成自闭效果 自闭 精神违靡 没有战斗意志 顾瑜傻了 这是真的键盘侠成精了 你也小看我的键盘 我父母说 我可是有望成为魂帝 顾瑜也被他逗乐了 哈哈 你也是真的厉害 你信不信 我告诉你 我要怎么打你一顿 你都戒不下 顾瑜说完 召唤了狐狸形态的血银 血银本来就是中等偏小体型的魂虫 升级后也没再增长体型了 现在身长三米左右 比之前又大了一小圈 哇 他这魂虫好漂亮啊 三条尾巴 周围的女同学发言 漂亮有什么用 还不是因为他 我们差得一点点赢过一半 你怎么能这么说 人家一般也有几个请假的 我不管 肯定是因为他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对的 发生什么事情都怪在别人身上 从来没想过 是不是因为自己太弱导致的 区区一只狐狸罢了 除了长得好看 没什么用 紫毛不屑道 总有这些傻子 自命不凡 躲都躲不开 但凡动动聪明的脑子 人家就靠一只魂虫排名 已经在你前面 那是什么概念 可惜 这位赵鞠泊并没有脑子 故于轻笑 接下来 我先废了 你这小蛇 赵鞠泊拿起魂器键盘 打算攻击故于 只是 他的速度太慢了 隐翼加持的锁魂链飞快 直接缠住了那魂器键盘 根本不给你扣子的机会 这紫毛雷弱的身体拼力气 怎么会比得上故于呢 用力一拽 拿来吧你 键盘直接被故于的锁魂链带飞 但是故于并没有将锁链收回 因为本命魂器距离主人过远 会自动消失 现在已经算把他缴械了 与此同时 雪银轻易地躲过海狮 笨笨地冲锋 反身一脚 直接将海狮踹飞很远 经过不断地升级后 冰霜吐息 几乎已经不需要蓄力了 这就是传说 极以上浑虫的成长性 蓝色冰霜之力 瞬间覆盖了 这紫电蟒的全身 它直接被冻僵了 赵鞠泊根本没想到 故于的实力居然有这么强 他还打算用音波剂 慢慢折磨故于呢 短短的一刹那 自己的键盘脱手 小紫蛇已经贵了 真是白瞎自己花费的钱 给他强化 真是废物 血银轻松一串二 这紫毛靠着键盘 杀进重点斑 只不过魂宠的力量太弱了 接下来就是你了 故于飞速靠近 锁魂链一甩 转而拴住了赵鞠泊的腿 键盘由于离主人过远 从而消失了 赵鞠泊还想再召唤一次 他刚想反抗 故于直接将它按在地上 锁魂链 直接给紫毛来了个五花大棒 就你这点战斗力 天天怪别人怎么怎么 难道不是因为 你这种废物 拖扳机后腿才输的吗 暴时的力量发动 紫毛感觉身上的力量 再不断消失 啊 你鬼叫什么 我又没揍你 故于轻轻抓住 他的领子说道 你就庆幸吧 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今天我就给你好好上一课 装逼之前 先看看对象 随后 将他的头拽了起来说道 你好好看着 你的第二魂宠 是怎么死的 七寒之刺 轻松洞穿了 那海狮的头颅 海狮的身体 无力地倒了下去 第二魂虫死亡 也不会对魂虫狮 造成多大伤害 紫毛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花了不少钱 买来的海狮死去 心痛不已 他很后悔 惹了故于这么一尊杀神 很明显 故于的魂力等级 魂虫等级 战斗意识 都完全碾压他 对不起 饶了我吧 对不起要是有用 世界上不会有死刑了 故于发动血运效果 然后狠狠一脚 将这令人讨厌的紫毛 踢下擂台 想给我扣帽子 让别人一起攻击我 这点教训算便宜你了 暴时已经完完全全 抽空了他所有的魂力 接下来几天 他可以去医院好好养伤了 反正 自己除了最后一脚 也没有直接攻击他多手 杀了一个二宠而已 切磋协议上都写了 出事自负 算是杀鸡警侯吧 你们几个还有不服的吗 故于对着那几个紫毛的同伴说道 他们的实力 还不如这紫毛 连忙摇头 抬着紫毛跑路了 故于更加坚定 离开学校的打算 这里的人太弱了 纯属 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第89章 腾龙 收拾掉这个紫毛后 故于也没心情吃饭了 与林业和于安道别 在同学们震惊的目光中离开 故于先去教学楼内 领取了属于自己的每日资源 只是一些普通等级的魂金 这些量远远不够啊 随后 故于来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 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吧 是王老师的声音 故于 是你 有什么事吗 王老师说道 老师 我感觉在学校根本得不到这的突破 没有生死经历之战 怎么会成长 你的觉悟还很高呢 王老师的双眼 似乎想将故于看透 不过你们还都是普通学生 危险的是少作为妙 国家需要人才 如果我有能力呢 故于淡淡说道 确实 你比我见过的很多学生都要优秀 我问你 魂宠式的存在 是干什么的 保卫人类领地 探索浑兽领域 这些都是书本上的知识 这个世界 人类占地面积很小 无尽的大海 还有城市外围的森林 山脉 里面不知道潜藏多少危险 最可怕的 还有其他国家还在盯着 王老师感觉到 故于身上的自信 也确实见不他的实力 既然如此 我就给你一个特招的名额 这是个机会 你记得给我长脸啊 王老师慢悠悠地说道 哦 老王 你看上他哪点了 旁边的林老师说道 就凭他一个人 能在两天内 拿出二十多颗浑兽头颅 王老师自信地说道 而且他也觉得 故于没有并没有施展出权力 你们一般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这倒是 王老师起身说道 走吧 我带你去见个人 你要 林老师似乎感到震惊 对 跟随王老师离开了学校 两人叫了辆车 目的地居然是当初的治安部 莫非 小王 回来了呀 周围有人跟王老师打招呼 嗯 好久不见 两人击掌了一下 随后 王老师带着顾鱼 来到了一个办公室门口 王老师轻轻敲门 进来 熟悉的声音 推门一看 果然是那个李牧 李牧抬头说道 小王 咋寻思 回来看我了 老师没当够 这不是给您带来个合适的苗子吗 王老师笑道 李牧一看 这个黑发青年有些眼熟 随后他想起来了 哦 是你 是我 好久不见 顾鱼大方说道 顾鱼 你和李局认识 这小子 是和谐号事件的唯一幸存者 我盘查他的 李牧喝了一口茶水 什么 王老师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顾鱼 你已经接触过魂奴 跟你解释起来方便得多了 小王你先走吧 既然李局都认识 那我先走了 顾鱼 好好加油哦 王老师拍了拍顾鱼肩膀 然后头也没回地离开了这里 看来 我猜的没错 你果然有强大的力量 才能在魂奴手里逃跑 李牧仔细地打量起顾鱼 是啊 顾鱼贪了贪手 小王能推荐你来 证明你在学校 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向 加入腾龙预备军 腾龙 那是什么 我们华国的魂宠师的军事编制部门 当然 你现在只能加入预备军 等毕业了才会正事 当然你不用担心 预备意识没有任何强制要求 转正也是你自己提出申请 没人强迫你 李牧连忙说道 义不容辞 顾鱼说道 本来魂宠师们毕业 都要从事这类工作 提前加入也是荣光 而且多一重身份 形式方便许多 我们华国的腾龙分三个部门 黄龙 银翼 红豹 不知道你要加入哪种 这些的区别是什么 顾鱼问道 黄龙相当于是华国的护卫队 主要是负责防守和境内巡逻 银翼主要是负责魂奴这一块不安因素 尽力铲除魂奴势力 红豹主要是负责境外探索 九死一生 你现在的实力不推荐你去 那就选银翼吧 顾鱼对魂奴也相当感兴趣 能够获得魂兽力量的人类 他们是怎么跟魂兽相遇的呢 我猜你也是 毕竟你很早就接触了魂奴 李牧起身点了根烟 你叫顾鱼对吧 你可能不知道 每天都有大量人类失踪 三天两头就有魂奴在境内境外闹事 他们不暴露魂兽力量之前 与普通人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魂奴已经有很多都渗透到人类城市之中 其中也带来了很多化形级的魂兽 这 这些都属于军事机密 看在你底子那么白 不像是狼心狗肺之徒 而且 小王带你来的 我信得过 这些也不算什么秘密 大家族的人 早就知道了 这些真正强大的家族 根本不会与国家站在统一战线 各自为营 像你这种肯为国效力的 已经不多见了 你确实有能力提前知道这些信息 作为和谐号的幸存者 李牧冷不丁地说道 虽然顾鱼对这个世界的华国 没什么太大感情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加入一个新的组织 也是不错的选择 也能够获得新的情报 现在自己缺少的是历练的地方 顾鱼的敌人 根本不是人类 现在保底的那条白龙 起码是宁神级的龙族 国家抚养你长大这么多年 你不会加入魂奴 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举动吧 李牧突然回头盯着顾鱼说道 不会 顾鱼说道 我相信我的眼光 走吧 有些事情你过早知道 也没用 慢慢完成任务你 自己就知道了 说完 李牧带着顾鱼离开了这里 什么意思 顾鱼不太明白 两人来到了内院的操场 他打了个电话 很快有几个人便过来了 小张 这小子要加入鱼鱼 你先试试他的底子吧 鱼鱼 是鱼翼的预备部队 李局 这小子能行吗 这名叫小张的人答道 身高一米八 身材健壮 体型上完全地碾压了顾鱼 你可别轻敌 他可厉害着呢 李牧笑道 顾鱼 别怪我啊 这种任务都是有些难度的 必须测测你的实力 第九十章 加入鱼鱼 又要我来 张姓男子很是不满 让你来你就来 废话真多 李牧笑道 好吧 健壮男子 照出了自己的本命浑虫 那时是一只巨大的土黄色老鼠 土风鼠 品阶 珍稀疾 等级 通灵六阶 土鼠性鼠类浑虫 能力诡异 魂技 遁地 轻松在地底行走 速度增加百分之四十 下线 拖拽一名敌人到地底 造成定身效果 土之力 所有攻击附带减速效果 在地底攻击力 加百分之三十 利兆 普通攻击造成大出泄效果 地底作战的魂虫 小子 你召唤你的魂虫吧 我就不欺负你了 只用一只魂虫跟你打 张姓男子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没必要装兵一条二 顾鱼照出雪莹 旁边的李牧盯着雪莹 看了半天 也不像是那些记录中的三位狐狸 你不召唤你的二宠 张姓男子有些惊讶 我没有 顾鱼淡淡说道 那好吧 我就让着你这个小毛海点 顾鱼看了看对方手里的鞭子 看来跟自己是同一种类型的魂器呢 魂器 会灵鞭 能力 对敌人造成中距离伤害 每次攻击 都有几率附带随机不良属性效果 中距离攻击的鞭子吗 开始吧 对方说道 顾鱼抱了抱拳 双方进入了战斗状态 没有废话 那巨大老鼠直接钻入地底之中 快速解决掉它吧 顾鱼直接骑在雪莹身上 命令雪莹施展风驰电掣 保持移动速度 免得被那下线攻击到 一人一宠 飞速向着对面袭去 这么快的速度 李牧在边上也看待了 锁魂链飞舞 和对方的会临边空中 缠到了一起 顾鱼此时直接跳下来 用他高达六级的体力 竟是直接将张姓男子甩了过来 卧槽 这是什么鬼力气 一个健壮大汉比力气 没比过一个学生 他根本就没打算进展 两边都是中距离攻击 怎么会贴脸肉搏 那土风鼠感到了主人的危机 直接从下面抓住顾鱼的脚 顾鱼感觉身体一沉 直接被拽进土里 不过已经无所谓 锁魂链已经成功拴到 这男子的腿部了 他那点鞭子攻击对子 来说没有任何伤害 眩晕发动 地上的雪银一发七寒之刺飞过 马上就能击中上面 眩晕中的男子 够了 小张你说了 李牧召唤出了一只巨大的火拳 身上冒着强烈的火焰 直接将雪银的攻击挡了下来 当然 这发七寒之刺 也是放水了的 可嗨嗨 多谢小兄弟手下留情 张姓男子服了 你也一样 没有立刻命令土风鼠打我的脑袋 虽然我也不怕就是了 顾鱼从土坑里爬了出来 真是服了 你这怪胎 竟然能把我甩到这么远 简单锻炼过身体 无非就是每天早上晨练跑步罢了 顾鱼完全可以选择 魅火加急兵绽放 但是没必要 已经是放海跟对面打了 要不一发冰霜吐息 对面基本就残废了 那土风鼠的攻击 逆灵加不灭之躯 完全抗得下来 根本不会受致命伤 李牧看着眼前这个少年 速度很快的狐狸魂虫 诡异无比的魂气 强大的身体素质 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是不知道他第二魂虫是什么 说没有 也就三岁小孩才行 走吧 你成功通过考验了 李牧说道 银语欢迎你 李牧一眼就看出 顾鱼根本没有使出全力 果然 这小子当时跟自己对质的时候 连神情都是装的 随后他微微一笑 被年轻人算了一道 李牧带着顾鱼 简单地登记了一份档案 诺 剩下的你扫完码 自己就明白了 李牧说完就回到办公室去了 扫码下载 腾龙APP 按照文件上的信息注册一下 已经有自己的身份信息了 不过现在只是间隙人员 顾鱼扫了一眼 跟猎人APP有一点点相似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做任务 没有直接酬劳 奖励是积分制度的 可以换各种各样的东西 顾鱼也没细看 他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虽然是新手 但是也可以接一些最简单的任务 人形化 只要可以不用天天待在学校浪费时间 比什么都有用 从人试不出来后 一位美女过来 送给顾鱼一枚空间戒 还带着一张小纸条 入职福利 继续加油哦 美女脸红地说道 这个黑发青年好帅 收下了戒指 顾鱼很开心地回家了 小纸条当然是被顾鱼丢进垃圾桶里了 上次被人说随地乱丢垃圾 以后想敲课就敲课了 还有资源拿 快活四神仙 这要是被隐语的人员知道 估计都得醉了 出生入死跟魂奴搏斗 有啥好快活的 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加入黄龙了 挂机滑水 就能享受福利待遇 顾鱼回到家后 雪银和李悦都跑了出来 李悦 来 给你看个宝贝 顾鱼拿出别直确的盒子 哦 是什么宝贝哦 李悦贴了过来 手开始不安分地 顺着顾鱼大腿乱摸了起来 别乱摸 在这呢 顾鱼拿着黑色的小盒子 用锁魂链触碰后 大量黑气冒出 逐渐形成了一只蝎子的虚影 吸收它吧 你的力量会再度变强 顾鱼拉起李悦的手 好的呢 小主人 很快 那黑色气体被李悦成功吸收掉了 顾鱼查看了李悦的属性 魂侠记 别直确 攻击陷入受控状态的敌人 伤害提升75% D 李悦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再度进化 他也是惊讶不已 没想到 虽然力量尽失 但是托小主人的福 我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呢 李悦抱着顾鱼手臂说道 今天我就给小主人做好吃的 说完 他自己去厨房了 血鹰 没事吧 顾鱼有些不太相信 他听出 李悦在龙族里的地位 也不是一般人 能自己做饭 我教了李悦姐姐好多次了 李悦姐姐真的很聪明呢 血鹰轻轻躺在顾鱼怀中说道 顾鱼打开手机详细看看APP 先接一个任务试试看 此时 微信电话弹出 是云无星的 接不接呢 算了 接吧 喂 大骗子 你是怎么拿到那冰灵草的 云无星问道 什么冰灵草 顾鱼装傻道 哼 不想说就不说 B 电话被挂断了 过一会又来了一条信息 云无星 谢谢你 他配了个小兔子表情包 第91章 劫灾魔灵 简单回复完云无星以后 顾鱼又通过班级群 跟王老师汇报了一下 表示自己已经成功加入银语了 王老师 可以啊 顾鱼 没让我失望 顾鱼三人 正在美美地吃着晚饭 丽月居然会做饭了 我的两个老婆 都会做饭 太幸福了 此时 门铃突然响了 嗯 你们又网够了什么 顾鱼问道 没有啊 俩女说道 那估计是按错门铃了吧 顾鱼没搭理门铃声 突然 一种奇怪的撕裂感 在顾鱼身后出现 发生什么事了 李月和雪莹 在直勾勾地盯着顾鱼背后 好像见到什么怪物般 顾鱼连忙回头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 容貌绝美的紫发少女 紫色的长发超过了腰间 柔顺无比 纵向丝滑 双鬓的紫发 倒是编成了可爱的小便 眼睫毛长度恰到好处 整体的五官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美感 一双桃花眼 水汪汪的 紫色的眼眸 发出奇异的色彩 让人沉迷 一般人 看见这双子眸 就会直接沦陷 水滴般的小鼻子 可爱至极 红唇微张 似乎想说什么 她身材比较娇小 浑身散发一种娇柔的气质 那眉头微皱 让顾鱼心 生出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当然 禽兽看见生出的 估计就是兽欲 穿着一套白色脸体裙 包裹中那柔弱的躯体 她的胸前规模 还没发育起来 M 看样子比目眼雪大一点点吧 跟雪莹比还差不少 裙子下露出了长长的玉腿 右腿纹了一条紫色的蛇形纹身 显得妖艳十足 修长的玉腿上 没有一丝坠肉 这大长腿 根本不影响整体美感 反而给她提升了更多的魅力值 向下望去 根本没有穿鞋 露出那美丽的玉卒 小巧的脚丫 一根根晶莹剔透的脚趾 她倒是没有任何瘦儿 尾巴之类的 与普通人类少女无异 不应该啊 那是怎么进来的 小主人 你还真是缓 李月偷笑道 此时面板跳了出来 顾鱼一看 她绝世 那个什么杰在魔灵 那玩意听起不来 不应该是浑身乌漆吗 黑之类的强大浑瘦吗 跟眼前的的紫发 绝美柔弱少女 根本搭不上边啊 你是魔灵 少女没有发出声音 轻轻歪了歪头 可爱至极 血槽空了呀 她缓缓来到顾鱼身边 小手轻抚顾鱼的脸庞 柔软无比的小手 杰在魔灵请求成为 你的本命魂宠 是否同意 同意 美女投怀送抱 不说是傻逼哦 由于本命魂宠位置已经存在 由于未知力量 强行开启第三魂器 王玉强制生效 一股强大的压力传来 故于感觉自己的魂力飞速流逝 好像身体被掏空 故于直接躺在地上 那紫发少女也蹲了下来 她不明白 杰在恶育体 为什么不替换掉本命魂宠 主人 你没事吧 雪莹连忙扶起顾鱼 顾鱼只能摆了摆手 身体力量飞速流逝 这样下去容易隔屁啊 不能让两女担心 顾鱼只能选择开启最后的底牌 主动催动浮屠云铁塔的主动效果 大量魂力补充到体内 终于 那种透支的压迫感消失了 卧槽 老子要是没浮屠云铁塔 就要被吸干了 这也太恐怖了 顾鱼此时虚弱无比 来个小屁孩都能打死她 成功签订第三魂器 劫灾魔灵 品阶 神话级 等级 反品一阶 突破这个世界规则的强大蛇类魂兽 拥有令所有生灵臣服的力量 为天道所不容 原本的名字已经被人遗忘 因为常伴劫灾恶玉体身边 所以被称之魔灵 魂技 邪毒 魂力攻击敌人造成毒属性持续伤害 患毒 眼睛发出奇异无形之力 被命中的敌人受到持续伤害 每次结算毒性伤害 有几率触发迷幻效果 罗藏之毒 身体发出罗藏之毒 对周围敌人造成范围性持续毒性伤害 踏虚航 可带劫灾恶玉体进行空间穿梭 每秒消耗主人大量魂力 天珠 不受任何天地规则限制 但所受所有伤害增加30% 并且无法进行任何普通攻击 防御力永久性-50% 致死之毒 开启后 无视任何品级 每次毒性伤害结算附带致死效果 当前几率0.5% 训毒 所有毒性无色无味 伤害结算变成每秒结算 专属技能 牵截幻梦 对敌人施展 可以选择一种效果 当前使用次数一次 使用后强制昏迷一天 牵截 永久性对敌人造成牵截毒 造成庞大的精神伤害 致死方休 幻梦 魔童之力 无形间能够改写目标的意志 无视品级 需要目标在受控状态 看完了以后 故于傻了 神话级 几率秒杀人的毒性伤害 穿越空间的力量 还有那个专属技能 能无视品级控制敌人意志的能力 这他骂的 也太玄幻了吧 不过 这魔灵的自身保命能力 几乎为零 只有一个踏虚形 还需要 消耗大量魂力 怪不得历代魔灵 都会被诛杀 果然是逆天之力 顾瑜已经明白了 那老玉所说的了 黎月和雪莹在边上也感觉到了 这紫发少女身上 居然已经有顾瑜的气息了 雨 她轻轻地说了一个字 然后瘫倒在顾瑜怀里 你为什么拒绝我 她柔柔地说道 拒绝什么 你的第一魂七是那只狐猎 她指了指雪莹 此时 雪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眼神有些闪烁 但是她什么都没有说 不过顾瑜没有发现雪莹的异常 回想起系统说的话 难道这魔灵会强制占据 本命魂虫的位置吗 自己因为有王玉的存在 才能让她成为第三魂虫 没关系 我的所有魂器都是本命魂器 顾瑜轻轻抱着她说道 是这样吗 她好像直接接受了 因为她能感到顾瑜心中所想了 根本没有骗她 终于找到她了 劫灾魔灵 是劫灾恶育体的专属半生魂虫 天地间自然产生的 一般来说 是会吞噬本命魂虫取而代之的 主角的技能王玉救了雪莹一命 第九十二章 子起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顾瑜问道 她看起来不是话很多的样子 又一位妹妹落入小主人魔掌了呢 李月轻声笑道 还好家里椅子够 把她抱起来 身体轻轻的 然后放在道椅子上 顾瑜继续吃起饭来 李月一直笑眯眯地 盯着紫发少女的大腿看 那蛇形的纹身 加上劫灾恶育体 看来她真的就是传闻中的魔灵 不知道她脑子又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突然多了一个老婆 让顾瑜感觉怪怪的 你想一下 你在家吃饭呢 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老婆 是不是有些小激动 这魔灵的天珠效果 能让她在这个等级 就能提前划行 而且可以强行跟自己签订第三魂级 正常节奏 可是要到达魂十等级 才能契约三重和四重 但是 天珠的代价也很大 脆弱的身板 可惜了 李月的逆龄效果 还是绑定的 要不可会能抵消天珠的受到伤害增加 那只能由自己来保护她了 她的空间穿梭 只对自己和她本体生效 魔灵 紫发少女听到后 头抬头望向顾瑜 楚楚可怜的样子 老叫你魔灵也怪不好听的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我想想 美丽就叫你子气 你觉得怎么样呢 好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声音似水如歌 悦耳至极 洗完碗后 顾瑜坐在沙发上 一直在想子气的事情 虽然知道 她是结在恶欲体的半生昏虫 但是这也太黏人了吧 看着挂在身上的子气 顾瑜无奈地搂住了她 她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奇特的方向 她双臂抱住顾瑜的脖子 就是一人形挂宠 本来以为蛇是冷血动物 身上会很凉 小主人 你这是获得了一个人形挂宠啊 雪莹妹妹都气坏了 李悦笑眯眯地说道 哼 新来的就让让她 又来一个强主人的 雪莹气呼呼地说道 听老玉说 只有魔气也就是浮屠云铁塔 才能提升她的等级 可是浮屠云铁塔 刚刚开启了主动效果 七天内不会再生效 这几天滑滑水 然后再带她升级 故意一边思考 一边看着自己的属性 她突然发现 杀劫这个自带的技能 已经开启了 杀劫 开启后 大幅度强化本命魂气 使其附带高额的伤害 但是消耗大量的魂力 强化魂气的技能吧 可惜现在 魂力被掏空 所剩无几 那就先养精蓄锐七天吧 带到浮屠云铁塔生效 带着紫棋去升级 现在也没有办法 继续修炼魂力了 顾瑜打算早早休息了 是不是要买个大点的床了 紫棋感到顾瑜的为难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条两米多的紫蛇 随后身体不断缩小 缠在了顾瑜身体上 躺在床上后 顾瑜看着天花板 现在又多了一条蛇 下一只魂宠 会是什么呢 主人 奴家想屠龙 上次输得好惨 不过奴家 学会了降龙掌 大逆不道 竟然想反噬主人 下次一定 紫棋刚来 第八天的清晨 顾瑜连忙爬了起来 浮屠云铁塔 昨晚已经完全恢复了 今天应该可以去 带着紫棋练集了 这几天来 都是平平无奇的安慰奖 最后两颗种子 也都开花结果了 顾瑜实在没想到 我试一棵树 这个道具 居然能被种植出来 另一枚种子 生出了一颗 看起来普通的草莓 不普通的草莓 食用后 可以解除 浑虫的负面状态 顾瑜想了想 也就对子企的 那个昏迷效果有用 就丢在系统空间里 备用吧 就是这蛇太勒人 快把顾瑜的骨头勒碎了 蛇尾巴还老是网跑 起床后 顾瑜今天打算翘课了 直接简单吃了口早饭 带着三女 找一只倒霉的 小怪恋练手 离开星耀东边的 检查口一段距离 附近应该也没人了 顾瑜换上熟悉的套装后 带着三女前进 本以为神话剂的压制力 会导致没有任何 生灵感应靠近 没想到身边的魂兽 反而没有任何害怕的意思 一只找死的裴独幼 冲了过来 裴独幼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一接 由于太弱了 顾瑜懒得看下去 只有一个喷射毒气 注意点就行了 反正就是试验 试验子起的能力 他小手一挥 顾瑜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那裴独幼 好像是中了什么幻术 走路都晃晃悠悠的 随后 他开始疯狂地抓自己身体 感觉到 他好像在忍着剧痛 两腿一蹬 翘辫子了 顾瑜本以为 中毒是那种浑身发绿 然后全身溃烂而死 结果并没有 拿出利刃 轻轻划开了 这裴独幼的尸体 没有想象中的绿色血液 他们不怕你吗 于于 我把自己的气息掩藏得很好 有些 害怕 而且 我的毒室看不出来的 子起轻声说道 陪了他这么多天 他的话算是多了一些 顾瑜轻轻摸了下他的头 毒性伤害的缺陷 就是 杀一只这么弱的普通魂兽 都需要时间 换李月来这时候 早都尸横遍野了 作为强大的单体方向培养吧 刷怪这种事情 应该是轮不到自己来了 这种事情 交给我和雪莹妹妹吧 李月说道 是的 子起还是太柔弱了 雪莹附和道 那变成蛇形态上来吧 放你自己一个人行动太危险了 顾瑜伸手说道 嗯 子起变成了小蛇形态 挂在了顾瑜身上 藏进了顾瑜的黑袍里面 天珠效果在 不能让他化成人形战斗 太不方便了 这样 挂在自己身上 躲避起来也方便些 顾瑜施展了虚空盾 没想到 之前顾瑜还试过 骑着雪莹施展 会不会俩人都隐身 结果只有自己才有效果 而子起居然能完完整整 享受虚空盾的力量 也就是他掌握的空间力量 完全碾压这个虚空盾吧 那还真不错 把他当个挂剑培养吧 第九十三章 杀劫的威力 顾瑜带着两女继续前进 路上的杂鱼没有搭理 根本都不值得出手 浪费时间 先试试别直确的威力吧 还有自己的杀劫 前方有一只欢 黑色长长的身体 浑身都是鳞片 他正在贼眉鼠眼地打量 顾瑜三人 迎铃欢 品阶 珍西吉 等吉 通灵三接 物理防御强化的魂兽 防御力较高 魂技 银铃 主动释放后 防御力提高100% 伤害减免20% 利爪 普通攻击有几率造成流血 灵敏 移动速度增加40% 不错 就他了 不知道惊不惊打 顾瑜向他丢了颗小石头 挑衅顺便对他输了的终止 银铃欢感觉三人并不好惹 但是 他看见了国际通用手势 真是叔叔能忍 婶婶忍不了 他飞快地冲了过来 浑身发出银色光芒 看来已经施展了银铃 那减伤也该有了吧 雪银魅惑已经生效 银铃欢高速奔跑的身体 猛因为急刹车 来了个狗啃泥 隐翼 成功拴住了他的尾巴 李远 上吧 轻点 用中等力量就行了 我看看 别指缺有多强 顾瑜说道 这还是人话吗 绿色光芒闪过 丽月飞速移动到银铃欢身边 魅惑的时间还没有结束 顾瑜施展了眩晕 补上了控制后 立刻把链子收了回来 附带亡命效果的话 想都不用想 就是秒杀 银铃欢的身体刚刚脱离魅惑 又被眩晕住 随后黑光一闪 蝎子般的魂力波动出现 他可怜的身体 直接变成两段 好强 中等力量的攻击 而且敌人身上已经有减伤了 如果配合了亡命效果 那么当初的那头秘境天马 丽月一击就能把他打死 好强的力量呢 丽月说道 史诗级的力量本来就高 再加持75% 什么概念 现在顾宇最强的爆发 就是亡命等级压制 加别直却加利月的破风之肘 叠满层数 当然 血淫无条件的先手魅惑 也是最重要的 保证锁魂恋的成功命中率 然后再试试杀结吧 吞噬引灵欢 没有获得他的被动 有些可惜 三人再次向着深山前进 不过顾宇没注意 挂在他身上的紫棋 紫色的眼瞳 发出异样的光芒 他也没想过 顾宇居然这么厉害 身体的本能告诉他 要躲避所有生灵 冥冥之中 他认为 劫灾恶预体 应该跟他一样 发育速度 应该是比较艰难 没想到 劫灾恶预体的力量 如此强大 同级的魂兽 完全就是砧板上的肉 任人宰割 身体缠得更紧了 顾宇感到了 子起的灵魂波动 情绪变化 好像有些大 轻点 紫色小蛇 直接缠到顾宇的 脖梗上去了 又前进了几百米 随手杀了几只 不长眼的弱小魂兽 终于 又发现一只 等级比较高的魂兽 那是一条白色巨虫 身长大概四米 头上两只触角 黑色的眼睛 六只大角 看起来挺能打的 石冰虫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六阶 兵系物理防御 特化的虫子 魂技 言喻 伤害减免10% 冰毛 顺发凝结冰毛 攻击敌人 再生 不死不灭 破冰 对周围造成小范围 冰系伤害 热点 头部 如果不能击碎头颅 受到伤害 会自断躯体逃跑 少见的系统提示 这只大虫子 必须要打他的头 那就试试杀结吧 立月 雪莹 保护我就行 我试试新的技能 随后 顾瑜开启了杀结效果 顿时 顾瑜感到 全身的魂力颜色都改变了 从七彩的颜色 完完全全变成了赤红色 召唤出的锁魂链 通体闪耀着赤红的光芒 这种力量 顾瑜感觉轻轻松松一鞭子 就能抽死对面 不过 自身的魂力 像水坝开闸一样 宣泄而出 这么下去 不到十S 全身魂力会枯竭 那样脱离基本就是死 这不好办啊 雪莹和立月 由于品质很高 能感觉到那些 来自顾瑜身上的能量 大虫子向着顾瑜袭来 红光飞过 那速度快如闪电 等顾瑜回过神来的时候 庞大的身躯 已经轰然倒下 虫子的头部被锁魂链完全洞穿 这个强大的破坏力 随后 巨虫头部炸裂 无头巨虫就这么出现了 可可爱 顾瑜魂力透支 直接跪在了地上 这个技能确实很强 可是消耗的魂力 实在是太过庞大了 以目前的魂力 大概也就能持续十秒左右 如果不能击杀敌人 自己会陷入被动 还是魂力等级太低了吧 或许要搭配 浮屠云铁塔的主动效果来使用 当在顾瑜休息的时候 子启变回人形 直扑顾瑜怀中 顾瑜感觉嘴唇一亮 顾瑜 利月雪莹 一种奇异的紫色魂力 从她的口腔内转了过来 这是 正在不断补充顾瑜损失的魂力 这是子启在帮我吗 嗯嗯 她轻轻回应了一下 细袖她身上奇特的香气 这种感觉令人上瘾 顾瑜替她擦了擦嘴 于 这种技能 还是少用为妙 她柔声说道 好的 我答应你 紫发绝美少女随之一笑 犹如冬日中的梅花 第九十四章 陈家二少 顾瑜并没有注意到 李月那狡狭的眼神 此时她感觉身体被掏空 在两女的搀扶下 顾瑜来到了的大石头处 暂时歇息片刻 李月 雪莹 麻烦你们帮我护法了 然后 顾瑜立刻沟通魂石海中的浮屠云铁塔 赶紧吸收魂力 猎杀魂兽 虽然也可以恢复魂力 那样太慢了 这个时候 紫启刷的一下 也来到了魂石海内 化为原形 围绕这个浮屠云铁塔 似乎也开始修炼了起来 过于睁开眼的时候 天已经暗了下来 打开手机一看 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杀劫这个技能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别用了吧 看了眼紫启的等级 已经成功到达反品二届 回去吧 身上挂着紫启 怀里抱着丽月 骑在雪莹身上 怎么感觉怪怪的 在风驰电车的加速下 故于飞速地赶回星耀 回去后 接几个任务外出历练吧 打魂兽快打吐了 魂奴组织 应该有化形级的魂兽 万一能遇见 上次的独角仙呢 这时候 怀里的李月 突然变得不安分起来 小主人 前面有人哦 那我们绕开吧 有之前被你救的 那个傻妹妹哦 不想管闲事 她身边有很多人 看来又是陷入什么事件里了 这个笨蛋 没有脑子吗 还大半夜出来闲逛 又卷入什么事件中 算了 今天心情好 就去看看嘛 如果有人的话 还能搜搜空间界 不错 故于收起两女 开启前行 按着李月说的方向 探了过去 陆星宇最近一直在找 诡异面具男的踪迹 想亲口对她道谢 所以 她在猎人Eppy 发布了悬赏任务 今天 有一伙人联系她说 知道面具男的下落 她自己不敢独自出城 于是便拉着几位同学一起 有五个人 都是爱慕她的男生 这次应该没问题吧 哪成效 刚出城不远 树林里冒出七八个人 那架势 就是等着他们上钩的 大哥 任务目标在哪呢 小杂鱼说道 小美人 这里可没有什么面具男 但是有人可是点名要你呢 为首的壮汉说道 陆星宇吓得想往回跑 但是发现自己 已经被浑兽和人包围了 平时吹牛逼的男同学们 在关键时刻 集体掉了链子 大大大哥 不管我事啊 我只是路过 一位长相还不错的男同学说道 随后他开始逃跑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吧 看见脸了 还想活着回去 大汉说道 一只剑 直接洞穿了他的身体 他们是新药陈家的人 代替了死去的雷九 做陈家的狗 陈家少爷看上了这个娘们 想要得到他罢了 至于男的 统统不留 陈少爷看上你 算你的荣幸 你是乖乖跟我们回去 还是把你打孕用蛤蟆 给你吞了带回去 小美人 雷九已经死了 现在这好差事轮到我了 兄弟们 干完这一票 女人和钱都有了 大汉笑道 好爷 周围小弟呐喊助威 说完他掏出了一个针管 里面有不明液体 故于本来对这种傻女人 已经没什么想救的欲望了 但是大汉口中的陈少爷 他倒是有兴趣 雷九 上次那个也是在外作恶的人 他们是一家主人的狗 虽然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从恶人身上发点财 心里没什么负担 这次留个活口吧 故于召唤出李月 雪莹 消灭这些喽啰 留下那个领头的 这些人的魂宠 大多是普通级 通灵二阶左右的样子 小绵羊罢了 领头的壮汉 还没来即说下一句话 虚空中突然出现一条锁链 拴住了他的脖子 故于用力一甩 直接将他整个人摔在地上 你们四个不许抬头 谁抬头谁死 故于冷冷说道 我可不是开玩笑 一个个注意点自己脑袋 小心分家 急兵绽放 真是强力的轻杂技能 蓝兵绽放 那些魂徒等级的恶徒 直接被冻成冰雕 啊 陆星宇叫了起来 你叫个屁 不是为了那个什么陈少爷 你就是贝伦 一万次管我屁事 没有个脑袋 故于冷冷地说道 其他的几位学生 哪见过这阵仗 吓得立马跪地磕头不起 很快 场上的恶徒 只剩下那个壮汉了 他被故于重重地甩了一下后 又被李悦斩去一臂 至于他的魂宠们 早就死了 李悦的力量 用来对付这些普通级的 真是大才小用 故于心中告诉雪莹 盯着这几个学生 谁抬头杀了谁 不用顾忌 与魔灵相遇后 故于对力量的渴望 又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这些普通人 在他眼里 无异于蝼蚁一般 屈衣主法家子起的 踏虚型伽利悦的龙化 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拦住自己了 天下之大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了 这个紫毛也是没点智商 上次大晚上出门被骗 不是自己 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居然 在同一个错误上犯了两次 今天故于不来的话 他们都得死 紫毛也就是个被玩弄 然后死亡的下场 故于拍了拍壮汉的脸 轻声说道 说吧 你知道所有关于那个陈少爷的情报 我心情好 就放你走 否则 你知道雷九吗 黑夜下 故于那张面具显得格外瘩人 我我 你知道雷九吧 他 就是我杀的 故于黑黑笑道 啊 大哥 饶命 我说 我们都是组成小团体的猎人 被陈家收编 替他们做事 真的不关我们事啊 一刀捅在了他脚底板上 继续说 你的机会不多了 陈少爷就是新药第二家族的 陈家次子 一刀砍在腿上 他有什么好东西吗 你也不早问 大汉痛苦地喊道 一刀下去 另一只脚也穿了 哦 听说陈少爷自己有个密室 里面都是他的收藏品 他命令我们替他收集 多谢你的解答 我给你的痛快 不不不 不是说好 黑光闪过 壮汉立刻分头行动 你不会以为 我是跟恶人遵守信用的人吧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你爸没教过你吗 故于一脚踢飞了壮汉的头 这种豪门恶犬 死不足惜 靠 又忘记问密码了 便宜银行了 故于轻轻拍头说道 第九十五章 日常 也不知道 这位作恶多端的少爷 他的珍贵收藏里面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呢 喂 那子毛 你是不是没有脑袋 上次算你运气好 这次还敢黑天出来 人家 只是想跟你道谢 陆星宇委屈地哭道 哭个屁 赶快带着这几个傻子滚 大晚上往外跑 傻了还是疯了 还跟着不认识的人 你爸妈没教你 不要跟陌生人走嘛 顾瑜凶狠地说道 谢谢你 又救了我一次 陆星宇连忙起身 带着同学离开了这里 没有下次了 自己长点记性 我只是想从这陈少爷身上发发财罢了 顾瑜冷哼说道 陆星宇连忙带着几位同学离开了这里 顾瑜望着离开的几人 终究自己还是心软了 没有杀了这几人 最优的选择 应该是杀人灭口 顾瑜一直无法忍心对他们下手 自己还是弱者思维吗 回去后 他们肯定会去报警 然后会供出顾瑜杀人的情报 那个什么陈家 可能会嗅到一些气息 不过 也无所谓 没人知道自己是谁 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得到子起后的顾瑜 相当于掌握了空间之力 这些普普通通的豪门 不过像是自家后花园罢了 来去自如 自己就暂时就客串一下正义的使者 聚会会这个陈家二少爷 没人能承接这恶贼 那就由我来吧 收集好了空间界 饕餐效果发动 所有人和魂宠的尸体 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隐身 探阅空间毁尸灭迹 我还真是当化人的料啊 顾瑜倾笑摇了摇头 在城门外再晃悠了一小圈 顾瑜换上了正常的装扮 回到了城里 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去找找这个陈少爷的麻烦吧 回到了家中 顾瑜躺在沙发上 二道光芒闪现而出 主人 为什么子起妹妹 可以天天在外面陪着你 雪莹有些不太开心 子起从顾瑜的衣服里钻了出来 最后紫光闪耀 变成了柔弱的少女形态 她倒是没多少话 直接爬到顾瑜身上 抱住就不撒手了 雪莹委屈地撅了撅嘴 不好啊 这不是老家被炸 顾瑜发现了 事情不太对劲 子起对自己太过黏人了 轻轻把在身上挂着的子起抱了下来 子起乖 我去跟你雪莹姐姐说点事 嗯 在子起疑惑的眼神中 顾瑜拉着雪莹的手到了卧室 关门后 顾瑜轻轻抱住雪莹那柔软的胶躯 最近都没和我的乖雪莹 好好单独相处 是我的错 顾瑜安慰她 主人 奴家只是 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轻轻稳住那诱人的红唇 有的时候 不需要说话 四目相对 雪莹不太敢直视顾瑜的眼眸 眼睛害羞地闭上了 细袖属于雪莹的味道 两人无话 正当顾某人 想进行下一步时候 我去下面 说完她慌忙地 穿好衣服 满脸通红地离开了 好家伙 雪莹什么时候 也跟李月学会了这个 装完逼就跑 不讲武德 紫棋这个小店灯泡 一直黏着 像个牛皮糖 至于李月 你退她进 你进她退 坏得很 打开房门 李月好像在跟紫棋说什么 顾瑜也没在意 便跟进了厨房 帮她做饭去吧 好久没单独相处了 奴家自己来就行了 没事 我来切一切葱花吧 四人在安安静静地吃面 没有人说话 气氛很诡异 第九十六章 神兽之威 先把修炼搞了吧 别忘了正事 顾瑜刷完碗后 回到了客厅 打开了套娃的空间间 这都是那些恶徒的空间间 里面应该有些好东西 随便打开了一枚 仔细搜查了一番 有三枚暗系魂盒 还有几枚冰系的 剩下的一间魂盒 对顾瑜没什么太大用 看看这个小头目 有没有什么写日记的习惯 或者优盘之类的 仔细搜查了半天 可惜 并没有什么有用的道具 毕竟他们实力低微 能有什么宝贝 一看就是正经人 再进行每日抽奖吧 是否进行 我抽 我已经认你很久了 给我加几句台词 会死吗 系统还是冷冰冰地说道 下次一定 白光闪过 依然是安慰奖 顺带一提 现在鼓励奖 已经是奖励三种魂盒了 不过那二阶毒系魂盒 对子琴没什么用处 它升级需要的是 浮屠云铁塔的力量 固于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子琴也钻到了浑石海中 两人进行了漫长的修炼 魂力长了不少 但还是远远不够啊 是时候 去搞大量的魂精了 睁眼一看 李月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玩着神庙逃亡 雪莹在另一边看着菜谱 今天李月倒是安安静静地 吃掉了魂盒 没弄什么幺蛾子 就是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别看了雪莹 嗯 故于享受李月的吸诊 雪莹的垂腿 三人一起看着 沙雕UP主的解说视频 卡赛通 双剑滑斩 梁女虽然看不懂 但一直陪在顾于身边 休息完毕 顾于起身 去查查这个陈家的情报吧 不知道网上能不能查到 陈家 星药强势家族之一 是星药最大的烟草 酒夜集团 从普通人身上 那是疯狂嘎韭菜 肥的流油 不过再详细情报就没有了 九成集团的总公司 就在星药最繁华的地段 轻轻抚摸紧缠身体的蛇区 还没试过踏虚形呢 子琴感觉到了顾于的心意 蛇童发光 一股类似虚空盾的感觉袭来 固于感觉自己和子琴的身体 仿佛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了一般 在这虚空之中 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轻轻松松 直接脱离了家中的位置 心念一动 直接向着楼下盾去 几秒 就到了楼下 解除了踏虚形 感觉跟虚空盾的感觉 相差不算很大 固于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能 不愧是魔灵 技能真的变态 那慕炎雪的空间魂器 也只是能位移一小段距离 而我只要魂力充足 就可以持续下去 不过消耗着实有些大 每秒基本上消耗固于5%的魂力 安全使用时间也就是10s左右 逃跑太够了 配合饕贴的力量 战斗回魂 等待半分钟的冷却后 再次施展踏虚形 固于回到了电脑桌前 掌握空间之力 让固于兴奋无比 明天再去找那个陈家少爷的麻烦吧 第97章 固于出名了 第二天清晨 嘿嘿 主人雪莹在睡梦中一脸傻笑 是有什么好事吗 固于轻轻拽了她的尾巴 她就醒了 两人四目相对 雪莹修得连忙用尾巴遮住了脸 你没事吧 固于担心道 奴家没事 这就起床做饭 固于飞速穿好了 自己最爱的大黑长袍 顺便取出那副暴食的面具 先冒充一下普通的Cos吧 如假包换 飞速收起两宠 子启一直不爱回魂石海的空间中 她就喜欢挂在固于身上 固于最终选择由她开心吧 离开家门后 她本以为会有很多异样的眼光 毕竟穿着一套大黑袍上街 一眼看去可能像精神病 她没想到根本没人鸟她 固于 乘上了通往繁华地段新凤街的电车上 固于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旁边有个小妞 看到固于的装扮 便靠了过来说道 兄弟 你这袍子哪里买的 Cos 银鬼 Cos的还挺香 就是面具有点磕尘 我不是 别装了 你看 顺着她指的方向 好几个神秘的黑袍人 面具突然虽然模仿不出那诡异的感觉 但是有内味 难道 银鬼是什么 固于连忙反问道 别装了 你们不知道 就是那个保护了蝶妹山庄的面具男子 有人先叫她银鬼 后来都这么叫了 这算什么 我Cos我自己 你也是她的粉丝吗 我也是 好强大的人哦 实力那么强 轻轻松松灭掉了一群魂奴 听说要是没有她 损失会很大呢 少女眼中冒出小星星 大多数人都是崇拜强者的 而且顾于还有一层神秘面具的加持 我确实是她粉丝 这袍子 我网上买的 质量不错 顾于说道 快 给我来个链接 这质量真不错 就是要有她的面具 就好了 好帅啊 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呢 打发掉这个花痴妹妹后 顾于下车了 没想到 这都能当网红 按着地图导航 来到了这九尘集团的 一座华丽的大厦处立着 顾于也没心情看 紫光闪过 直接施展踏虚形 在虚空中 直接戴上了属于自己的面具 本命魂器也直接召唤出来 成功进入大厦二楼 找个偏僻的地方 顾于解除了踏虚形 然后进入了普通的前行状态 先想办法 找到负责人吧 二楼应该没有什么重要的人 只能爬楼梯了 顾于选择走几乎没人的楼梯 爬到了十楼的时候 顾于来到了这一层探头看看 发现了一名公职庄的普通男子 应该是这里的员工吧 那么只能采取强制手段了 锁魂练飞舞 直接将这名男子拽了过来 说吧 这里的负责人在哪里 顾于冷冷说道 第九十八章 找查 男子看见本命魂器 马上下得连忙招供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大哥 在上一层左转镜头 我都说了 别 这是给你的 你没见过任何人 懂吧 留下了一枚二阶毒系魂盒后 顾于前行离开了 那足够他好几个月的工资 完完全全让这名男子 愉快地忘记 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虚空顿 直接闯进了这个办公室 可能来的不是时候 这位胖胖的老总模样的人 在和秘书小妹 深入交流工作内容 两人都没发现来着 顾于也没打扰他们雅兴 三分钟后 秘书娇羞地出去了 办完事了吧 这位先生 锁练飞舞 直接捆住了这位老总 大大大哥 我只是普通大公仔罢了 没钱啊 他被吓得失了魂 这是哪里啊 九尘集团的高层 就是魂奴闯进来 也得有个响啊 刚办完事 身后突然窜出个面具男 吓不吓人啊 我不是要钱的 不过你回答不好我的问题 胖子一听 卧槽 不要钱的主 那都是要人命的啊 他虽然名义上是老总 只不过是个九尘集团的 高级打工仔 这等利润 怎么会交给他一个普通人 您问 小的知无不言 他哆哆嗦嗦说道 陈家在哪 那个什么二公子情报 有多少说多少 要不脑袋可能会搬家 你这种狗腿子 应该也知道他们 做什么勾当的吧 顾瑜说得不错 胖子好歹也是陈家的代言人 哪怕只是个普通人 他当然知道 我说了 能不能饶我一命 可以 我只是找找陈二公子罢了 顾瑜坐在椅子上说道 放心 你今天根本没有见过任何人 至于你和你的小秘书恩爱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想到现场直播了 胖子有些恼怒 不到半秒 他立马觉得 这是活命的机会 眼前的人是找二公子麻烦 神出鬼没的 没人知道是自己谢的命 他只是陈家的狗 但还不是忠权 陈家在 顾瑜得到了有用的情报 顾瑜直接消失在胖子的视线里 阎王爷那走一遭 胖子被吓得不轻 这种神出鬼没的能力 还好自己及时证明自己的价值了 要不死了 都是白死 陈家的位置还挺偏僻 在星耀靠近城区的豪华庄园内 外侧就是城外 来到这豪华的城堡 嘖嘖 门口守卫森严 但是等级有些偏低 倒是有一位头目的魂虫 达到了化形级 顾瑜也没打算硬闯 剩下的都是忠权死士了 抓活的已经没有意义了 歇气片刻 施展虚空盾 直接穿越了这大门 检测到结界 趋移主法生效 嘖嘖 还有结界 这样的话抓到二公子 李悦和雪莹出来都会被发现的呀 不过没关系 时间已经足够了 第99章 变态陈二少 顾瑜在陈家的院子里 走动观察一番后 决定先去两侧的院内看看吧 走了数步 突然感觉到 结界的力量消失了 啊 难道只有外面一层 顾瑜不知道 设置结界每时每刻 都需要大量的魂力 哪有那么多魂金来浪费 那就轻松太多了 除了门口戒备森严 院内倒是没什么过多巡逻队伍 想必他们也不知道 还有这种逆天的力量吗 空间穿梭 虽然能突破低等级的结界 但是会破坏掉结界 子启的神话极他虚形 虽然基本玩爆大部分结界技能 但是会有警报效果 但是如果配合顾瑜的趋移竹法 可谓是天衣无缝 想去哪就去哪 这种大家族 正门的城堡里 应该都是会客吃饭的地方 顾瑜也不太清楚 点一点二点鲜花 最后选择右侧大院 刚进入这右侧院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庞大的建筑 顾瑜悄悄地摸了过去 周围巡逻的人员已经离开了 大概三十分钟 他们巡视一圈 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顾瑜休息了十多分 补充魂力 他虚行唯一的弊端 就是消耗魂力 有些太大了 不能持续太久 要么的话也太强了 直接无敌了 又过了十多分 恢复如初 躲过了本轮巡逻后 顾瑜祈祷了下 希望是这里 随后成功潜入这座建筑物内 眼里的房间 是一间非常豪华的书房 难以想象 书房会被装饰得如此华丽 悄悄地进入客厅 已经快赶上一个小广场大小了 此时 顾瑜听到了他想要的声音 不要 你这禽兽屋 一名女子的哭泣声 小美人 你越叫我越兴奋 声音的主人 听起来说话像得太监 八成就是了 顾瑜听着声音摸了过去 那是一间豪华的卧室 特别大号的床 装修漂亮 一看就是银窝 这个二公子 应该是没少干这事了 顾瑜进入房间 望着正在激战的二公子 他正对着一位良家施暴 女子姿色大概有六分吧 身上插了一支注射剂 他身边还有一位 姿色不错的蓝衣狼耳女子 地下还有一只蠕动的那家大电蛮 悬双狼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通灵四街 悬兵狼的进化形态 拥有不错的控制力 魂技 冰崖 发射兵之力 攻击敌人 减速敌人 可叠加 结兵 短暂蓄力后凝聚冰霜 冻结目标敌人 双兵 寒冰土系的弱化版 魂骨 寒气 施展寒气 持续压制敌人 魂侠技 猎狼 狼系魂宠 伤害永久性 正百分之二十 一会儿 先秒杀这只狼吧 那家大电蛮 普通级 等级 通灵二街 银兽 魂技 放电 顺发造成极低的雷鼠性伤害 致命捆绑 用身体缠住敌人 造成麻痹电击 银兽 对所有异性生灵 造成百分之一百额外伤害 陈二少爷 战斗力只有这么点 看来是高看他了 主人 你又要 狼儿女子说道 我的事 你别管 禽兽 顾瑜在想 现在出手还是等会的时候 二公子已经完事了 开始提裤子 随后那家大电蛮 喷射出粉色银器 直接将女子迷晕 小宝贝 当我的艺术品吧 蓝发女子 眼光有一丝不忍 难道 他起身穿好衣服 顾瑜才看到他的正脸 他穿着一身休闲装 一头如风般的头发 还有有双忧郁的眼睛 五官还行 当真是衣冠禽兽 虽然没老子帅 但骗骗小妹妹也够了 至于用墙呢 他扛起女子赤裸的身体 按了一下床头的开关 一道暗门显现而出 顾瑜不想浪费魂力 趁着他调整女子身体的时候 抢先进去了 这就是那所谓的收藏室吧 进来以后 顾瑜傻了 墙上密密麻麻的人皮 恶心至极 卧槽 这变态 残害了多少生灵 浑兽的 女人的都有 没有男人的 恐怖至极 阴森森的地下室 他扛着女子 到地下室中心的台子上 把他身体固定起来 随后一把水 把女人弄醒 你这禽兽 马上你就和我永远 合为一体了 成二公子 随手拿起一张兽皮 纹了起来 那模样陶醉至极 你要干什么 朗尔女子手一挥 蓝色光芒出现 被绑住的女子 便浑身不能动了 保持活性 才能获得更好的艺术品 秦兽说道 顾瑜本不想管闲似的 但是 这只畜生 简直桑尽天良 强了也就算了 还要活生生地包皮 出来吧 锁魂链破空而至 这么近的距离 直接命中了那男子的脖梗 将毫无防备的她 拽了过来 一刀直接砍在她的腿上 血流如注 先留她一命 雪莹魅惑 对着朗尔少女 甩了一发魅惑 直接打断了朗尔女子的施法 并且将其控制住 李悦迅速地出现 别直确地加持下 一记破风之招 打在她身体上 朗尔少女倒飞出去 不省人事 应该是死透了 随后两女合力 轻松地把那家大电门 打成积粉 这种恶心的魂兽 上一秒 还在天堂享受的陈二少 下一秒 跌入了地狱 还没等她反抗 眩晕的力量 让她立刻失去了知觉 被绑的女子 直接被眼前的惨状下晕了 故于又没打算救她 反正也带不出去 子启全程在滑水看戏 等陈二少醒来 一股撕心裂肺的痛苦 传遍她的全身 本命魂虫已经阵亡 她遭受了强烈反射 她又一次昏死过去 趁机用锁魂链 抽干了全部魂力 突然 故于发现了 暴食的真正用法 不错啊 她大概有魂15节左右的魂力 将她身体五花大绑 在旁边的椅子上 一盆冷水下去 二少 舒服吗 故于踩在了 她老二上说道 啊 你是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想说的是 你今天死定了 家里有没有什么宝物 拿来 让你走得痛快点 面具下的人缓缓说道 不 放了我吧 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家的好东西 都在我爸那里 你的呢 顾于问道 我没有 我只是老二 她情绪波动了起来 说了一大堆 顾于都没鸟她 陈二少突然撕心裂肺地喊道 爸 救 丽月此时闪过 一找结束了她肮脏的一生 靠 本来还寻思从她身上发点才呢 大叫的话 外面的人可能会听见呢 第100章 旋梅场 结束了她的生命后 故于拾起了她的空间界 打开陈二少的空间界 大概一看 里面有着大量魂金 大概有60多枚 不对劲啊 魂金可是非卖品 它为什么能剩余这么多 它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呢 角落里还有一个手机居然没有密码 里面倒是有她不少的作战记录 看来她还引以为豪啊 都是各种赢晦的影片 男主角肯定是陈二少了 靠 这个家伙 女人玩够了 浑兽也不放过 不画形的那种 这算是罪证了吧 这个陈家 只靠自己是没法处理 看来只能交给治安部处理了 打开相机拍了拍地下室的罪证 该走了 紫光闪烁 地下室只剩下那被迷晕的女子 故于只丢了件衣服给她 剩下的只能看天命了 来到了治安部 故于正在犹豫要不要去找李牧 这个中年人给她的感觉还不赖 她应该认不出自己吧 如果随便丢给其他人 这些证据就可能就会下落不明了 李牧正在独自办公 突然 前方的空间扭曲 然后撕裂 一名黑袍面具男出现了 这等力量 难道是 她感到来者的魂力波动并不是很强 但是那种气息诡异无比 冷冰冰的寒意 她立刻要召唤自己的本命魂宠迎战 故于没有说话 向她丢出一枚空间剑 这里面装着陈家的罪证 还有之前雷九的记录 自己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虚空盾迅速打开了门跑了 等踏虚形完全冷却后 才离开这里 李牧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 没想到 对方丢了一枚空间剑后 就跑路了 但他似乎是想要告诉自己什么 如果不是手中的空间剑 李牧都差点以为 自己出幻觉了 这就是网上传的淫鬼吗 能轻松来到这里 强留也留不住她 那种空间禁术 她打开了戒指 里面有雷九的记录 淫秽影片 陈家地下室照片 以及故于简单的字条解释 故于还特别显明了 陈家可能有来历不明的 大量魂金来源 她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她立马派手下去解决这件事 直觉告诉她 有大问题 与此同时 陈问天 陈家的当代家主 正在会客室与神秘人谈生意 刚刚送走贵客 一种莫名的惺慌的感觉传来 她好像听见次子的惨叫声 这种奇怪的感觉 让她坐立不安 老鬼 去把范儿叫过来 奴才知道了 那名古兽如柴的老管家 离开了这里 二少爷 老爷传你去问话 当然无人答应 老者发现 平时会答应 他的狼耳女子都没过来 他也不敢硬闯 便独自回去了 老爷 奴才无能 二少爷没有任何反应 快走 芳儿可能出事了 刚才我就有这种感觉 等他们赶到 陈二少的房间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任何人 当爹的 能不知道儿子的癖好 他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地下只剩下触目惊心的血迹 台子上一名女子被绑着 身上盖着衣物 他大脑飞速运转 芳儿估计已经遇害了 尸骨无存 能躲避外界结界 无声无息地干掉他的刺子 到底是谁 凶手一点线索 都没有留下 不行 老鬼命令所有工厂 赶紧撤掉那些东西 这次老者没有答话 立刻消失了 不妙啊 事情不能败落 他一刀把那女子杀了 然后迅速离开了这里 走之前不忘放一把火 必须毁尸灭迹 芳儿的时不能败露 火焰烧到了那些皮囊 发出了熏天恶臭 当李牧带人赶到现场的时候 大火已经烧光了一切 这只老狐猎 李牧捏了捏拳头 此时 我们的陈老爷正在嚎啕大哭 芳儿 你怎么被歹人害死了 当爹的 那痛心疾首的样子 丝毫不是装的 本色出眼 陈老爷 李局 你说的那些事 我都不知情啊 芳儿被歹人所害 肯定是污蔑 陈老爷睁眼睛说瞎话的本事 名不虚传 可是死无对证 犯罪地点也被烧毁了 李牧也没有办法直接问罪 那这些录像 你又做何解释 手机里播放的 正是二少作战记录 陈老爷冷汗直流 这个逼崽子 死了也要坑老子一把 怎么还留下证据了 嗯 这种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陈老爷推托道 哼 你们肯定父子情深 互相包庇 我已经向上申请权限了 陈锋涉嫌兼杀少女 你这当爹的 没少包庇他吧 权限下来了 你们涉嫌残杀世民 罪孽深重 我有权调查你们陈家 陈老爷万万没想到 这坑爹的孩子 还有拍录像的爱好 这TM的有毒吧 大量黄龙部队进入了陈家 陈老爷一脸无语 还好刚才下令 里面把那些藏了起来 顾瑜回到了家中 陈家的是告一段落 当时太急了 没有仔细搜刮战利品 除了大量魂精 戒指里还有各种魂兽的身体器官 都是突破常用材料 比如狮子尾巴 虎编啥的 顾瑜的也没在意这些小钱 猎杀那么多魂兽 什么都收集 太浪费时间了 这里还有个蓝色小药瓶 好家伙 伟哥 陈二少的身体也不行啊 可惜 对我根本没用 瓶子本事 怎么能靠吃这种药 在李悦玩味的眼神下 顾瑜将蓝色药瓶丢了出去 一件紫黑色的帅气大衣 引起了他的注意 顾瑜一拍脑袋 已经很久没换新装备了 不灭之躯 加上虚空盾 顾瑜都没在意防具了 旋雷场 旋雷鸟和特殊材料特制的披风 防御力up 移动速度up 不错 比自己那个没属性的黑袍子强多了 浴火手套 魂力加持其上 普通拳击附带少许火属性伤害 不错呀 自己那把刀 跟人比赛切磁是竞品 这拳套倒不是违竞品啊 据学校虐猜的话 李悦不在 此起大混子 伤害可能不够 这一双火红色的手套 戴在手上 紧贴手掌 很舒服 催动自己的魂力在旗上 拳头都能发出烈火 嗯 不是少许火属性伤害吗 难道自己的魂力 已经超出其他人这么多了 不错 头上再冒火 都可以去COS当级了 陈二少给自己报了满意的装备 其他批发的防具 也比身上的强 杀人越货 果然发家最快 等等 我怎么突然有这种想法了 第101章 学院有益赛 李菊 我可是老实人 违法犯罪的事 那可是一点不占的呀 陈老爷黑黑笑道 很难想到 刚才他死了儿子 这个老狐狸 难道是有人通风报信 李牧心里想到 仔细搜查了陈家 但是并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证据 不过 也不是白来一趟 虽然陈二少犯罪事实确凿 但人已经没了 估计被大火烧了一干二净 这陈老爷还表态 愿意捐款 补偿儿子的罪孽 由于没有搜查到强有力的证据 动不了他 如果来得早点的话 可能 打扰到陈老爷了 丧子之痛 请节哀 李牧客气地说道 以前他就觉得 陈家可能与魂母有勾结 现在基本已经确定了 卧底已经趁乱 搜集到少许情报了 回去再好好调查吧 李牧带人离开了 这个不孝子 陈老爷目光阴狠地说道 老爷 没事吧 没事 还好我反应快 慢点可能就完蛋了 告诉陈环 让他自己注意点 别落地跟他弟弟一个下场 望着这些魂精 先不吸收了吧 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处理完成二少的事情 现在也无事 要不要先去做个隐语的任务呢 打开手机 正当顾于打开腾龙APP的时候 丁 微信弹出信息 于安 兄弟 你跑哪去了 顾于 我有特权 正大光明翘课 兮兮 于安 别翘课了 学院有一赛开始了 各个学院切磋争夺排名呢 顾于 没有那种欲望 于安 别废话了 我们和一般每个班五个名额 奖励听说有魂匣 顾于犹豫了 魂匣 这玩意没有限制 谁也不嫌弃多呀 每个等级都可以使用一个 雪莹 李悦 子启 都有一个魂匣位 还是空的呢 顾于 我来我来我来 享受完李悦做的午饭后 顾于连忙收起两女 飞速地赶往了学校 虽然不愿意去学校虐财 但是有奖励 不拿是王八蛋 咱都是开后门的人了 混个名额 应该轻轻松松吧 顾于找到王老师说明了来意 王老师一推眼镜说 你小子消息挺灵通啊 看你请假 以为你在执行任务 我就没打扰你 既然如此 那就把原定第五的名额给你吧 顾于的实力 搞个第一都轻轻松松的 谢谢老师了 顾于离开了办公室 来都来了 那就去听会课吧 顾于 跑哪去了 这几天 灵夜笑着问道 嗯 请假去执行特殊任务了 难道你 灵夜震惊了 没想到他一年级就能加入那个部队 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毕业后 成绩优异的学生 基本都加入了腾龙 哪个部门 你知道 也是 能来重点班的背景能力都不小 隐语 太危险了吧 要是我肯定选黄龙了 学校日常太无聊了 找点乐子 顾于轻笑道 注意安全啊 雨灵夜鱼安吹了一会牛逼 下课了 顾于打算回家 此时 又有几位不长眼的人围了上来 顾于是吧 敢抢老子的名额啊 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学说道 那是老师的决定 认为 我比你强罢了 你不去锻炼自己 来跟我交劲 顾于贪手道 TMD 跟老子抢东西 你是不是活腻了 你算老几啊 大个子 别以为长得高就厉害 你的智商欠废了 这种没有头脑的人 怎么能参加友谊赛的选拔呢 我好心提醒你 上次挑事那个紫毛被我打得现在可能还没出院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要是找死 我不介意帮帮你 顾于望着他的眼睛笑眯眯说道 看见顾于黑色的瞳孔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怂了 虎哥 怕什么 你比他厉害多了 用你的魂宠教训他一顿 让他尝尝住院的滋味 旁边的小弟 添油加醋道 两虎心道 他的狐狸很厉害 早知道不一时上头装逼了 现在骑虎难下 怎么办啊 那个紫毛键盘侠 听说刚出院 肋骨都被顾于一脚踢断了好几根 顾于已经看穿了他的犹豫 轻轻靠了过来说道 不丢人 这一句话 反而把两虎激怒了 大脑少根弦的他 决定要挑战顾于 给你机会了 你没把握住啊 少年 顾于很装逼地说道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别以为打爆了一个键盘侠 你可以跟我们虎哥装了 边上的小弟疯狂输出 哦 那你来 哑巴了 很尴尬 既然如此 你叫什么虎哥对吧 来 玩玩 今天心情不错 饶你魂宠一命 你太装了 两虎彻底急眼了 已经忘记紫毛的下场 傻孩子 什么时候也斗不过走后门的呀 擂台处 没想到 来到学校又来到这里 一天不打几个傻逼 这日子没法过呀 两虎气势汹汹地召唤出了 自己的两只魂宠 一只威风凛凛的巨熊 一只豹子 顾鱼都懒得分析了 杂鱼级别的战斗力 两只普通级的破魂宠罢了 开始吧 雪鹰闪现而出 顾鱼直接跳了上去 借用风驰电撤的速度 这次有自己帮忙 快点解决 他们回家吃饭吧 魅惑 患毒同时对着两只宠物生效了 跟我的魂虫抢先手 怕是活在梦里 运气不错 子起并没有开启致死之毒效果 锁链飞舞 那两虎还傻夫妇地 拿起锯锤 向着顾鱼袭来 太慢了 锁魂链的速度 远超他的武器 武器相交 顾鱼使用突进技能 来到他面前 去医院的时候 记得看看脑科 远超常人力量的一拳 带着强大的火焰 直接向着他脸上袭去 这要是雪鹰和子起一起动手 估计这个什么虎哥 直接就被秒了 第102章 重返御灵 其实 梁虎在放完狠话后 就已经开始后悔了 可是 世上没有后悔药 他只能硬着头皮 照出魂虫 准备迎战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两只魂虫 几乎在同时 突然不听指挥 开始挂机滑水了起来 然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为什么的时候 对手已经冲了过来 他奋力一击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强烈的炽热感袭来 两眼一黑 顾鱼没想到 这个什么虎哥战斗力 居然这么辣 紧紧一拳下去 就倒地不起了 没劲 顾鱼摇了摇头 传统异能 一脚把梁虎送下了台子 顺便帮他请病假 我可真是个带善人啊 当那两只魂虫 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主人已经被击败了 那豹子直接钻进魂石海中 不敢出来了 开玩笑 他一个打工仔 没必要玩命啊 对于普通魂虫来说 与人签订魂器 都是为了自己实力提升 当然 遇见个好主人 那是最好了 只有那只体型巨大的熊 去看了看自己主人 周围的人也愣住了 这就完事了 本以为会有一场好戏看 吃瓜群众的板凳 甚至都没拿过来 梅翔已经结束了 开始了吗 姗姗来迟的人问道 已经结束了 身边的小弟 发现梁虎败得这么快 生怕故于找他麻烦 竟然是直接跑路了 台下的于安说道 卧槽 你小子哪弄的魂装 闭格拉满了 太炫酷了 一位好心公子送的 故于笑道 还有这种好人 于安纳闷 确实 还送了不少魂金呢 你朋友出手真大方 林烨笑道 旁人看的 都倒是那炫酷的手套 没人注意 故于黑袍下的紫棋 告别了两人后 故于照常回到了家里 叮 微信又响起来了 故于一看 原来是王老师 发来的友谊赛的详细规则 故于放下了紫棋 抱住雪莹 美美地看了起来 这友谊赛 分两个阶段 参赛学校有三所 基本上就是 华国北域最好的三所学院 自己所在的北兰 沐延学所在的吴皇 还有一所学院 叫做这眼学院 嗯 难道会遇见 沐延学之女人 跟老师说 先不去了 不行 男人怎么能锁 众目睽睽之下 他也不能把我怎么递 何况现在的实力 相比当时 天差地别 故于继续看了下去 这次前去参赛 需要自行安排行程 学校报销费用 迟到不后 正式开始是四天以后 东家 是在那只宴学院举办 离这星耀 也不算太远 再往东歇 就是平潭市 也就是这宴学院的地方 比赛包括三项 单人对战 团体战 以及学院积分狩猎 每个学校只能派出十人 根据最终排名积分 学院可以领取相应的资源 故于详细看了一下 团体战是5v5 也就是势必有五个滑水的 那必须是我了 滑水第一名 让一般的五个人上吧 此时 故于也没想那么多 如果真的遇见沐延学 那正好 再措措她的锐气 学营之前 还真的没被固于这么抱着过 除了那时 好开心 主人 奴家去做晚饭了 去吧 四天时间 除去今晚 也就还剩下三天 实力还有提升空间 魂匣一定要拿到 正好 先看看 有没有什么任务吧 目前 固于能接到的隐语任务 都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探查情报这种 哎 有一个现实任务 玉灵 任务目标 玉灵 格兰汉酒吧 简介 根据情报 有魂奴在御灵行动 他们的活动地点已出来了 确定在格兰汉酒吧 目标 探查魂奴情报 难度 推荐魂市三阶左右 起码有两只战斗虫 备注 探查情报 尽量不要暴露 假若遇见敌人 不要恋战 直接逃 奖励 100积分 这个任务 倒是没有什么揭取 一说 属于完全开放的 探查到有效的情报 并且提交会自动判定你完成 顾瑜其实对这些积分奖励 没什么兴趣 倒是对魂奴有很大兴趣 行走的经验怪 不知道能不能给自己 带来什么惊喜呢 又是玉灵 熟悉的地方 明天就出发吧 第二天早 顾瑜早早就乘上了 通往玉灵的火车 这次她胆子肥了 买得单肩 关紧了车厢门 望着三女 三种不同风格的亲世美女 内心满足感 极其爆棚 主人 不会再出事吧 雪莹有些心虚地问道 李月 李月姐姐你不知道 上次奴家和主人 顾瑜连忙捂住了她的嘴 说多了会成真的 万幸 顾瑜似乎已经脱离了火车的诅咒 平安地达到了玉灵 收起两女 子气缠得越来越紧了 哎 离开车站 顾瑜立马打开地图导航 坐车的时候 顾瑜一直在思考 魂奴跑酒吧里去做什么呢 想了 去看看吧 来到了这格兰汉酒吧 外面 是装修非常华丽的房子 远远望去 白天这时候 似乎没什么人 酒吧果然还是 晚上人多一些 不过 这次来就是踩点的 顾瑜现在的打扮 一点都不像个学生 像某个跳社会摇的青年 都是为了任务 小爷的形象啊 推门而入 里面几乎没什么人 嘎打友 你说什么 不好意思 先生 我说错了 门口接待服务生说道 难道是要对暗号的 顾瑜来到把台 嗯 小爷第一次来 你们这什么酒好喝一些啊 我尝尝先 回头我带朋友来玩 顾瑜不正经地说道 把台小姐 听说顾瑜第一次来 热情高涨 先生 这款迷梦 是我们最新的产品 售价也不贵 一千一杯 他刻意挤了几小鸽子 好一个售价不贵 也有钱 给我来杯尝一尝 先看看酒有没有问题 趁着吧台小姐准备的时候 顾瑜仔细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里 上层好像上辈子的那种 冷饮咖啡厅一类的布置 跟酒吧也不搭呀 先生 敌厅晚上才开放的 小姐发现了她的疑惑 顺着她的手势 有一道门 现在正在紧闭 原来是这样 交完钱后 顾瑜拿了那杯所谓的迷梦 来到一处安静的座位 打算尝尝 系统也没有什么特殊提示 应该是普通的酒 浅浅地喝了一口 嗯 味道还真不错 确实 静挺大 一股微弱的眩晕感袭来 白天看不出 这里有什么异常 现在即使穿过那道门 应该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如果这里真的是魂奴巢穴 开局没对上暗号 可能就已经没机会了 晚上再来吧 第103章 做死的顾瑜 喝掉最后的迷梦 扎了扎嘴 这味道确实不错呢 走吧 晚上再来 顾瑜起身打算离开这里 可是刚刚开门 一个有些眼熟的男子 左拥右抱两名女子进来 四人撞了个猎钱 混蛋 你没长眼睛吗 经典恶人先告状 顾瑜没打算搭理 是你这个王八蛋 来者恶狠狠地说道 顾瑜 终于让老子带到你落单了 害得我在严血面前 颜面尽尸 顾瑜仔细打量了下这名男子 你TM谁啊 直接暴击 最难过的无非就是 你的敌人根本对你 没有丝毫印象 你 男子很激动地抓住顾瑜的肩膀 再往上 他也勾不到 拿开你的狗爪子 那晚 顾瑜困意十足 根本没记住刘天玲的样貌 看他根本不听话 顾瑜反手捏住了他的手腕 用力 哦 果然是狗叫 好疼啊 似刘天玲连忙捂住手 两位先生 请不要打架 要打出去打 门口的服务生 连忙说道 顾瑜理都没理 直接走掉了 可恶 好不容易把你逮到了 来了我的地盘 刘天玲狠狠地说道 从容地离开酒吧 这种小喽啰 理他浪费时间 但是 他还是很勇地 拽住顾瑜的手 老子问你话 反手一脚 狠狠地踩了他的脚趾 啊 痛死我了 你这王八蛋 我要杀你 刘天玲大叫道 怎么 你要杀我 信不信我去报警啊 顾瑜说道 你这耸包 只会这样的手段吗 是不是男人 好啊 那走吧 出城 今天我教你做人 顾瑜非常皮地说道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自挨头 刘天玲怒道 刘天玲 回想当初又气又羞 在女人面前丢脸 自己还害怕了 今天 他可以找回场子了 这个狂妄的黑发青年 居然要出城 还要叫上自己 本来城里他也不好下手 这人居然做死到这个地步 那我就成全你 敢在我们玉林惹刘少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他身边的女人说道 雍之俗粉 惨不忍睹 这位少爷 口味还没尘二少好 就是就是 另一位也在附和 他立刻打电话 开始叫人 喂 小张 别问了 素兰 叫好了没有 顾瑜淡淡说道 既然这么找死 顾瑜不介意 帮他快进到下辈子 居然敢让我在 眼血面前丢脸 加上今天的仇 你死定了 眼血 顾瑜思考了一下 说道 难道 你就是火车上 朝行我睡觉的那只怂狗 刘天玲装作一副 看死人的表情 看着顾瑜 提升自己的逼格 心道 今天一定要弄死他 以泄心头之恨 原来是你啊 听说你是个少爷 叫够人了吗 不过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趁现在我喝了点酒 你现在立刻滚蛋 我当没看见你 什么都没有发生 要是一会儿出城 你还跟着我 今天谁都就不了你 黑发青年好像疯了一样 说着疯话 刘天玲从来没被这么瞧不起过 你说的是吧 那我 刘伯 是我 天玲 麻烦您帮我个忙 对了 那个东西帮我拿来 哟 还没打小的 就叫了的老的 泽泽 可惜谁来都留不住我 很快 他身边来了一群马仔 实力参差不齐 都是战武渣的样子 我走了呀 叫你家老狗 快点给你收尸 顾瑜立刻向着最近的检查口前进 在老狗之前 先把这些杂鱼清理掉吧 结果很滑稽 故于身后跟着一群保镖 算上刘天玲 一共十二个 那两个不怕死的女人 也过来了 那就一起上路吧 体内的杀意不断膨胀 出城后 双方没有立刻动手 王八高子 你现在叫我一声爷爷 乖乖让我打一顿 我心情好 可能会饶你一命 刘天玲嚣张地说道 刘伯马上就来 他死定了 刘伯虽然年纪大 可足足有浑石八级的水平 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无敌的存在 从小到大 所有烂摊子刘伯 都能帮他解决 顾瑜没继续搭理他 从空间界中 掏出旋梅场披在身上 扭头就跑了 追 别让这王八蛋跑了 今天完事 大家重重有赏 刘天玲似乎忘记了 当然他是怎么被吓得 快要尿裤子了 愚蠢的人 总是在同样的地方犯错误 顾瑜故意没跑太快 让后面的人追着他 先带到偏深处的地方吧 身后已经有人骑马追来 雪盈 顾瑜平静地召唤雪盈 翻身上去 利用风驰电掣 挑逗身后人的仇恨 把他们骗离城外 大少爷是吧 肯定有好东西 距离拉扯的已经差不多了 趁着老狗没来 先把这些小狗杀了吧 轻轻戴上手套 随后不为面具出现在掌中 所有人都得死 刘天玲正在鼓舞士气 追杀顾瑜 突然他感到 前方突然出现强烈的魂力波动 连他这个魂十二阶的等级都能感到 这是多强的魂力 那种压力 让他心生恐惧 怕什么 他才一个人给老子上 谁砍死他 老子赏给他一千万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一名不怕死的黄毛冲了出来 随后七八个人人 近十五只魂冲冲了过来 可惜都是杂鱼 连个通灵五阶的都没有 出来吧 李渊 黑光闪过 龙威释放 一股庞大的威压 直接阵晕 在场的所有人 急兵绽放加冰霜吐息 直接 将这些普通级的杂鱼 秒杀了得干干净净 没死地中了血淫的冻伤 基本也就是吊着一口气 没有救护车拉进医院 必死无疑 防御力稍微高一些的 李渊轻松就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故意故意留着刘天玲的狗命 他家的老狗 似乎带着什么动线 等刘天玲反应过来的时候 仿佛身处地狱一般 残枝断壁 还有完全被冻成冰雕的魂虫 以及碎裂的冰块 告诉他两者力量上的差距 被沦威影响后 他那低微的力量和老鼠胆 全部被削弱了 第104章 人与魂虫 眼前的人已飞之前的黑发青年了 而是一位戴着诡异面具 身披紫黑色大衣的人 他身边有着两位绝代佳人 可惜 面具遮住了他们的轻视容颜 那黑色的身影 难道是 你你你 你是淫鬼 这名字太难听了 顾瑜不屑地说道 刘天玲直接心凉了 他万万没想到 当初睡成死住的黑发青年 居然是网上传风了的淫鬼 灭杀无数魂奴 都没亲自动手 而自己居然 回想起他之前对自己说的话 确实不是他疯了 求求你 饶了我吧 我有眼无珠 刘天玲跪地磕头 像倒算一样 刘天玲心想 还有刘伯 只要我坚持住 只要坚持老狗来了 你就能得救了对吧 顾瑜笑道 那改变外观的锁魂链 链刃上的钩肘 越来越锋利 变得越来越长 直接向他袭来 你以为我留你一命是干嘛呢 既然投降不成 刘天玲连忙召唤了自己的两只魂宠 冰灵鹿和玄冰虎 顾瑜瞥了一眼 冰灵鹿是珍西级的 另外的也只是普通级的 冰灵鹿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通灵三阶 较为美丽的冰系魂兽 近战能力几乎没有 魂技 冲灵 鹿角凝聚冰系魂力 随后不断攻击周围敌人 魂骨技 冰霜护体 小幅度增加自身防御力 以及移动速度 射线 发出冰霜凝聚的射线 黄 魂侠技 刺服 光环技能 所有友军增加20%属性 玄 看来这刘家力量一半啊 其实 品阶越高的魂兽 越不容易被契约 而且凶性越来越高 在这小小御灵 能寻到两只珍西级魂宠的人 都是凤毛灵角般的存在 这个魂侠技刺服 好像也不错的样子 真是可惜了 小鹿化成一位白发女子 挡在刘天玲身前 姿色还不错 玩爆那些雍之俗粉 不要伤害我的主人 她小脸充满了恐惧 刘天玲倒是想逃走 但是被恐惧了她 双腿打颤 你都有这么美丽的本命魂宠啊 为什么还要去沾花惹草 顾鱼问道 这个问题 她也好奇很久了 比如鱼鞍 她的魂宠也长得不错 为什么还要去泡妹妹 人和魂宠又没法生育 注定上不了台面 刘天玲说道 这个世界虽然有本命魂器的存在 但是大多数家族 都不允许继承人的伴侣 是一只魂宠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 你不去找个女人 反而找一个不会生育的魂宠 长得再漂亮也没用 我可是要继承家产的人 怎么可能取一只鹿 那白发女子听后有些伤心 但是她还是决定保护自己主人 钱财 地位就那么重要吗 那锋利恋刃 直奔她的头颅袭去 她快下庙了 魅惑发动 随后一击破风之肘 直接洞穿了 这兵临露的身体 她喃喃地说道 对不起 主人 身体一歪 化为原形 枉我平日那么疼你 真是废物 至于那只玄冰虎 早就被子启的患毒 夹挟毒的祖和藤的满地打滚 紫光一闪 急死触发了 白色的身躯轰然倒地 刘天玲只是一个 小城市的富家少爷 哪里遇见过这等枪敌 随后恋刃袭来 她当场被吓得大小便失禁 屎尿其流 恶臭无比 撕心裂肺的痛感 传到了她的大脑 那冲击力 让她直接昏死过去 太恶心了 顾瑜也不想吞噬她的魂力了 命令雪淫冰封住她的双腿 顾瑜手起刀落 直接斩断了她的双臂 血液蹦尸而出 现在就等着老狗来救主人吧 刘五在接到了少主的电话 就知道 她又惹了什么麻烦 连忙向着她发的位置赶来 她在刘家待了一辈子 也没有子嗣 虽然有些大逆不到 她把刘天林当自己儿子了 对刘天林 可谓是言听计从 就是不知道 刘天林她爹怎么想 在得到了老爷的同意后 她飞速赶来 没想到 这次居然 顾瑜这次没有选择隐身 就在这树上坐着 不久 一位大概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赶来 她身穿了件暗黄色的袍子 身躯前倾 有些驼背 一看就是老奴才了 你怎么才来啊 再慢一点 你家少主都快流血而亡了 顾瑜慢悠悠地嘲讽道 她没有选择偷袭 就是怕一刀霸着老头宰了 那个神秘的东西是什么呢 刘五来到现场 发现少主双臂禁尸 双腿也被废掉 奄奄一息 树上坐着一位神秘的面具男 打扮很像网上疯传的银鬼 她暗叫不好 敌我差距太大了 今日是凶多吉少了 但是少主她不得不救 你 居然敢伤害我们刘家少主 刘五只能给自己壮胆 说完她掏出一把大锤子 向着顾瑜袭来 魂器 乌金锤 能力 强大的近战型 每次普通攻击附带击退效果 移动蓄力造成200%的伤害 可以轮动大锤 造成旋风般的范围攻击 威力不凡 同时 一人一兽显现而出 啊 现在反派都不按套路出牌吗 正常不应该是逼逼赖赖 等着我偷袭来着 顾瑜自言自语道 这人形的是一名身材魁梧的壮汉 还有一只笋 那人定是她的本命魂虫了 果然 她有魂式五阶以上的实力 魂器属性都多了一条 顾瑜轻松躲开了 这新的装备 加上旋雷场的加持 顾瑜的速度便快了很多 比之前提升 起码30% 只是雪莹施展一次魅惑 先控制着壮汉 然后让她去单挑那只笋去了 子启嘛 就滑滑水吧 等进入通灵看看 能不能领悟些 直接有效伤害的技能 精尘息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通灵八阶 物理强化型的犀牛 物理防御和攻击都不可小觑 魂技 冲锋 迅速冲击到敌人身前 造成大幅度击退 以静制动 进入防御状态 减伤增加70% 无法攻击 魂骨 迫势 顶级敌人 极低概率造成血运效果 果然 她只是奴才 虽然等级高一些 但是品级还是太低了 也没有魂侠技 壮汉犀牛被魅惑的一瞬间 李悦没有浪费这个机会 直接开启风之仪 黑光一闪 那中年人发现情况不对 立刻回房 直接用魂器 堪堪挡住李悦的这一击 不过 在风之力的加持下 第二次攻击迅速袭来 破风之爪的第二次攻击 可是攻速加成的 这一爪下去 直接击飞了这壮汉 要不是故意想玩玩 这刘武脑袋早搬家了 第105章 我才是你爹 这个黑发美女 是什么攻击速度 刘武惊了 自己才勉强接下了第一次攻击 她的第二次攻击 竟然直接绕过自己 将金晨熙击飞了 正常出手速度 都是有僵直的 自己都没缓过来呢 等金晨熙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身上 已经完全破了个大窟窿 鲜泻四溢 别直去加持下的攻击 没秒掉 算这只犀牛命影 感到多年的老伙计受伤 她抡起大锤 开始转起了风车 向着固于袭来 看那驾驶 好像挺猛的 子气 你来吧 旋雷场下 紫色小蛇探出头 蛇童紫光闪烁 正在旋转的刘武直 感觉到自己全身一清 随后 全身各处不断开始阵痛 这是什么 本来就高速旋转的她 全身血液飞速流动 加速了患毒的扩散 导致全身剧痛无比 旋转攻击自然被破解了 邪毒也丢了出去 然后 刘武全身变得轻飘飘的 一下子 她感觉进入了天堂 身边都是美女 下面一群少年叫她爸爸 这里是天堂吗 这么多儿子 还没等她摸到 美女妖娆的身影 只觉得左臂一轻 啊 剧烈的痛楚 使得刘武惨叫了起来 至于那只笋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地碎渣 看样就是七寒之次的杰作 这次 索魂恋轻易地缠住了她的身躯 刘武全身剧痛 而且奇痒无比 魂力体力还在不断流失 说吧 老狗 你家少爷叫你带什么来了 当刘武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的左手 已经消失不见了 已经根本无法拿起锯锤了 输了吗 我对刘家 可是忠心梗 一拳打在她左臂的伤口上 二次火焰伤害 残忍至极 啊 要杀要剐 连续几拳 打得刘武奄奄一息 这时 那重伤的金晨熙跑了过来 便回原形 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刘武 他施展了那个防御技能 就这 李悦 雪莹交给你们了 施展施展炫愈 防止这老狗逃跑 刘武直接晕死了过去 一动不动的火把子 急兵绽放直接锁定 冰霜飞舞 直接将金晨熙巨大的身体 冻结了起来 李悦没那么好心情 全力施展了最强的暗龙熙 暗黑之力肆虐 别直确地加持下 直接将这犀牛震成鸡粉 这可真是被打成渣渣了 这么豪华的技能组合 你还是最先体验的呢 面具男冷笑一声 刘武刚睁眼 就看到陪伴自己一生的伙伴 被打得灰飞烟灭 一口老血喷出 再次昏死了过去 故于趁机仔细搜查了下 两人的空间戒 刘天灵的戒指里 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富有 难道有很多好东西没带出来 倒是有少许冰属性浑合 运气还可以 其他的都放在家里了 这中年人的戒指里 有一个小盒子 盒子上有密码锁 本来故于想强力打开 但是万一伤到里面的东西怎么办 还是先拷问拷问这俩吧 当刘武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跟刘天灵一个待遇了 刘天灵此时被吓得 都有些神志不清了 少爷 你没事吧 刘武还真是好奴才 都自顾不暇了 还管他家少爷 刘伯救我 鸽鸽 搁着上眼父子深情呢 难道你是他爹 故于蹲了下来 别鬼哭狼嚎的 说吧 大少爷 你都有什么罪行 说得好 我就考虑饶你一命 故于指了指远处 那俩女子的尸体说道 没少玩女人吧 我 刘天灵下的 把从小到大所做的坏事说尽了 什么嫌女同学裙子 扒拉人家凶兆 到强奸名女 听得故于想给他一刀 果然 法律都是限制普通人的 老狗 他干那么多坏事 你也有责任吧 说吧 这盒子密码是多少 要不 你俩的老二可能会搬家 LTLDSB刘天灵直接说道 好家伙 真没骨气啊 少爷 刘五也无语了 那两位安心上路吧 别别别 我爸是刘刚 你不能 看在他交代的痛快 那就给他们个痛快吧 傻孩子 我才是你爹 故于刚提起刀 居然听到这么来人的消息 卧槽 什么 当年你爹 老刘讲完了一个 红杏出墙的故事 就是很俗的那种 老爷出差 夫人寂寞难耐 色幼仆人 没想到一发入魂了 子承父业 都是LSP啊 父子相认完了吧 该上路了 黄泉路多了一对父子 世上又多了一位绿帽老爷 饕贴的效果发动 所有尸体都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血液 证明这里 曾经发生过惨剧 LTLDSB 刘天灵大傻逼 刘天灵的鬼魂 明明是刘天灵大帅笔 黑白无常 过来吧你 这密码也是优秀 输入后 小盒子轻松地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蓝色的小匣子 故于看得面红耳赤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隔来全不费功夫 兵连慢 控制魂匣剂 提升魂宠的控制力 魂宠天赋血脉越高 效果越好 兵戏地阶 这位大少出手不错呀 全是兵戏魂匣 专门给雪莹送经验的是吧 故于将蓝色的小匣子 丢在了雪莹的山峰里 主人 这 雪莹面红耳赤地说道 最近故于调戏她 越来越大胆了 嘿嘿 这可是好东西 轻轻搂住雪莹 锁链飞舞 打开了那个小匣子 蓝色的魂力外泄而出 逐渐凝聚成了一头鹿的外形 出自鹿身上的技能 雪莹小手一挥 那蓝色的魂力 被她吸收进体内 查看她的属性 冰连慢 迅速地向目标发射一朵魂力冰连 冰连花瓣飞射 弹射到附近的敌人身上 产生冰链 对所有被链接的敌人 造成大量减速 和少量伤害效果 链接的目标越多 持续时间越短 若冰链被破坏或者拉断 最近被链接的目标 被冰冻2S 第106章 技能介绍 之前有读者反馈 人物面板重复严重 我就没再写重复的部分 之前的也就删了 看书屏 发现很多人忘了 技能效果是什么样的了 我就额外发一张 不算日常登星内 周末争取多感点 宿主 固于 体力 6级 魂力 魂式5阶 本命魂器 锁魂链 控制类魂器 当前能力可以拴住敌人 进行突击或者拉回 可以用链子 突进到敌人脸上 甩人可以 甩魂兽看两者的体型力量差距 重伤的敌人可以甩 眩运 拴住敌人时 主动发动 眩运当前敌人3S 内置CD是半分钟 大部分控制技能 短期内有递减 暴石 不断汲取对手魂力 目前每秒1% 主动施展 可以吸收敌人的魂力 直至枯竭 主动吸收 速度翻倍 降速 被拴住的敌人 反应速度下降 降低神经反应 可以与其他减速叠加 滔天 你击杀的任意生灵魂力 都会被你吞噬殆尽 有极低的概率 掠夺目标的技能 亡命 你的魂宠对被链接敌人造成的伤害 额外提升至40% 若目标低于当前魂宠等级 则提升至60% 不灭之躯 大幅度强化体力生命力 被动增加恢复能力 受到非致死类伤害 可以消耗大量魂力 治疗自身 也是 在黑暗之地生存 双眼可以看清黑暗中的一切 隐翼 锁魂链移动速度提升20% 魂力等级低于你的敌人 无法感知其存在 乾隆勿用 使你的命格 进入永久性隐蔽状态 虚空盾 直接进入潜行模式 若在战斗中使用 使自身虚化2S 无法被选定 同时也无法攻击别人 随后进入虚空模式 无法被任何技能侦破 不受范围伤害影响 持续3S 主动施展技能后失效 冷却一分钟 王玉 所有魂虫 被判定是本命魂虫 逆龄 常驻30%减伤 血盈 品阶 传说级 等级 通灵4阶 魂技 七寒之刺 飞速发射出七寒之刺 造成兵器贯穿伤害 命中被减速 冰冻的敌人造成三倍伤害 D 手 魂骨强化 冰霜吐息 喷射继续继续的冰霜之力 小范围减速 旋 急兵绽放 短暂蓄力后 造成对目标及其周围 造成大范围冰冻伤害 D 冰凯 使用后 绝对抵挡当前尾巴数量 且不超过本身品阶级的攻击 魅惑 控制敌人3S 随两者实力差变动 急兵之含 所有冰系伤害 均附带兵系动伤 持续伤害 急兵之体 免疫所有兵系控制效果 兵系伤害减免70% 魂霞 风驰电掣 增加移动速度 利乐 品阶 史诗级 等级 通灵三阶 魂技 破风之爪 第一次普通攻击 附带额外的暗属性异伤效果 最多叠加10层 每层10% 第二次攻击附带风属性特效 攻击速度突破限制 再次翻倍 天腿 魂骨强化 暗之言 指定目标造成大量暗属性伤害 以及降低防御效果 悬 暗龙膝 对面前范围内所有目标 造成巨额暗属性伤害 D 侵蚀之言 每次造成暗属性伤害 有几率造成混乱 恐惧 失明的效果 暗龙甲咒 伤害减免50% 免疫混乱 魅惑 恐惧 失明状态 多天之意 移动速度翻倍 施法不需要蓄力 若在天空飞行 则速度在翻倍 风之意 增幅自身移动速度 攻击速度100% D 龙威 强制降低周围所有生灵攻击力的40% 隐藏属性就是眩晕3S加上 对胆子小的生灵造成恐惧效果 中烟 若逆龄兵威 全属性500%加成 直至中烟 魂侠 别直确 攻击陷入受控状态的敌人 伤害提升75% D 子启刚登场就不写了 省得说水自数 多说一句 魂宠设计品阶 主要是成长性 哪怕里约有史诗级 以灵主级为例 如果等级低于对面 一个大等级 EV1还是有些吃力的 当然跑路很轻松 龙化风之意直接飞了 如果珍西级遇见灵主级 同级指定被被吊打 第107章 兵连慢 这个技能不错啊 范围群控 就是伤害一般 不过 配合血淫的疾兵之寒 被动持续伤害效果 那就是如虎添翼 直接起飞 并且 兵链被破坏 或者被扯断 还会造成冻结效果 这又给立月的别直阙 增加触发的次数 先找个几个倒霉鬼 练练手吧 打开地图一看 自己所在的地方 是御林北部 这里叫做丝鲁山地 分布的怪物 多为通灵级 那正好了 轻轻地抱起了李月 骑在雪银身上 试试技能威力 然后回去吃饭了 小跑了一小圈 一边竖着中指 一边抱着李月 这已经不是国际通用手势了 一口气拉了三只小怪 雪毒蚕 大皮兔 猎岩柴 三只普通级的杂鱼 应该够了 故于抱着李月跳了下来 雪银试试新技能吧 冰连慢发动 只见一朵冰莲花 飞速地进入到那只 白白胖胖的雪毒蚕体内 随后 莲花炸裂开来 几朵花瓣飞射而出 显得美丽至极 那大兔子 还有猎岩柴 都被射出的花瓣命中 瞬间 两道冰 做成的锁链 从雪蚕身体内生长出来 飞速链接到另外两只浑兽的体内 冻伤效果生效 痛得三只小怪 直接冲了过来 三只浑兽 全身也都被冰霜之力覆盖 速度大减 那雪毒蚕本来爬得就慢 现在似乎已经完全动不了 猎岩柴跑得最快 被冻伤的他 凶性大发 想要冲上来 撕碎雪盈的身体 咔嚓 冰链断掉了 连带着被链接的雪毒蚕一起 他们的身体 被冰霜之力完全覆盖 变成了二座冰雕 大皮吐速度虽然慢 但是雪毒蚕已经被冻结了 他向前一冲 刚刚从冰截里出来的雪毒蚕 由于冰链断掉 再次被冻结 浩墙的控制效果 没想到 可以这样产生连锁效应 第一个被命中的目标是最惨的 很容易被其他人坑倒 七寒之刺发射 同时黑光一闪 两座冰雕变成了一地碎渣 三倍伤害的七寒之刺 轻轻松松秒了雪毒蚕 那猎岩柴 好不容易脱离了冰截效果 冰霜吐息再次覆盖他的身体 痛得他满地打滚 紫光闪过 猎岩柴 你TM给老子一刀痛快吧 魔法叠加 冻伤加减速 加换毒加挟毒 10S过后 猎岩柴两腿一蹬 即死触发了 他终于不用再受折磨了 简单打扫了战场 顾于迅速地赶回御林市 这姓刘的真是好人啊 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太客气了 正巧 顾于也打算 把雪盈向着控场法师方向培养 自己和他配合 给李月提供输出的机会 至于紫棋嘛 目前不太需要他处理 感受到腰间一紧 这是他无声的反抗 紫棋 我才不是混子 这个冰连慢 比想象中强大多了 被命中的人相当于母体 建设给其他感染体 感染体如果拖链 母体会被冻结 其他的感染体 可能也会拖链 链子冰链的距离 大概是8米 两者间隔要是超过这个距离 就会触发冻结效果 母体被限制得最严重 可以轻易地对其施展 急兵绽放 李月不能出来作战的话 雪莹还是有些缺伤害的 多一手控制 总是好事 顾鱼正在思考 以后的作战战术之时 雪莹已经带她 来到了检查口附近 化成人形的雪莹 对着紫棋说道 紫棋妹妹 你去陪陪李月姐吧 我想在外面待一会 紫棋竟是点了点头 与李月一起 回到了浑石海内 雪莹一变 白色小胡直接跳进顾鱼怀里 看起来她惬意无比 顾鱼宠溺一笑 抱着雪莹回城了 看了眼时间 现在已经下午了 随便去找个地方吃顿饭吧 正好 来到了一家火锅店门口 顾鱼跟店员主妇 来得单肩 要偏僻的那种 不能自己一个人吃啊 还要带上三个老婆一起 顾鱼点了一大堆 服务员还纳闷 这个黑发青年 怎么那么能吃 诺 结账后其余的 都是给你的小费 要求不高 给我把门看住了 不许任何人进来 我吃饭的时候 不喜欢被人打扰 顾鱼随手丢给了 他那枚猎岩柴的魂盒 服务员惊了 这可是火系魂盒 最贵属性的魂盒 没有之一 大概能卖上5W魂币 顶他好几个月工资了 他立刻小鸡灼米般地点头 好的 上帝 轻轻带上门后 顾鱼才把自己的老婆们 放了出来 没办法 老婆们个个都是 祸国殃民的美女 一个也就算了 三个一起 绝对会有意外发生 虽然现在 顾鱼自保有余 但是并不想陷入什么奇怪的事件里 而且 李月雪盈还没有完全化形 容易被人认出来 现在的网友 都是拿着显微镜上网 人均猎文虎刻 李月 这附近没有什么强烈的魂力波动吧 没有呢 小主人 这还是人家第二次正大光明的出来呢 倒是不怕有人偷拍 普通的摄像工具都没有用 上一次李月出来 还是在蝶妹山庄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人间 看见李月样貌的 基本都死了 蝶妹山庄 在魂奴手下活下来的那几个女人 顾鱼都没见过 应该是某些设施的运营人员吧 现在还多了个柔弱妹妹系的子启 她的柔弱气质 柔柔娇躯 只会激起男人的授欲 老婆们长得太好看也不好啊 老被人惦记 雪盈翘脸一红 李月一点反应都没有 子启一副 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你要保护我的表情 雨 这个好好吃子启 还真没有享受过人间的美味 在雪盈悠怨的目光下 子启享受着 被顾鱼喂食的待遇 没办法嘛 伺候自己老婆 不寒碜 门外的服务员 听见里面有女人的声音 也见怪不怪了 看刚才那客人怀里 抱着一只雪白的狐狸 想必是她是一位 强大的魂宠师吧 随随便便 丢出这种魂盒荡小费 她也没偷听 安静地守着房门 满脑子都是 下班后去买什么可爱的包包 李月姐姐 你在干什么呀 雪盈惊道 没办法 本命魂宠 基本都能听见顾鱼的心声 想藏都藏不住 好好的饭局 就这样被搅乱了 第108章 笑死人不偿命 顾鱼刚离开火锅店 就发现大街上 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这可很少见 好像发生什么了 正好闲着也没事 顾鱼便凑了上去 只见 一位身材挺拔的中年男人 带着一群黑衣人 好像是在训话 天灵失踪了 刘武说 他是跟别人出城约驾了 你们立刻派人出去搜查 是 这位就是刘天灵的养父吧 这时 一位姿色 大概有六分左右的 美妇人匆匆赶来 保养得不错 看起来也就30多的样子 年轻一点 能达到七分 鲼儿呢 她怎么不见了 美妇人柔弱地说道 刘武去找鲼儿了 但是他们两个 现在都失联了 美妇人一听到这消息 老情人和儿子都失踪了 顿时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哭得那叫梨花带雨 夫人 鲼儿吉人自有天相 会没事的 她紧紧抱住自己老婆 太惨了 顾鱼儿还是没忍住 在人群里丢出了那个小盒子 随后前行跑路了 刘老爷正在组织人手 寻找自己宝贝儿子下落的时候 一个小盒子 慢悠悠地飞了过来 他轻轻一接 赫然大惊 这不是鲼儿的 一种不安的感觉袭来 难道鲼儿 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这刘刚也算是一位好丈夫 虽然有钱有势 但他没有妻妾成群 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盒子 里面只有一团纸条 难道是劫匪 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刘老爷 那个老狗和那孽楚 都被我亲手送走了 不用谢 一股怒火 直接从心起 但后面还有字迹 纸条 对了 你先别生气 他们临死前可是说了 那个刘天玲氏吧 可不是你刘刚的儿子 是那老狗的儿子 至于详细过程 你老婆比我还清楚 不用问我是谁 我叫雷锋 什么 还有这种事 刘刚根本不相信 自己已经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子 但是这个盒子 一而 你与那刘五可有私情 他强忍怒意问道 他相信他老婆 但是 他心中最好的老婆 居在害怕 难道 你 刘刚破防了 那美妇人低头 不敢看他的眼睛 自己当年只是一时浴火难耐 没想到铸成大错 刘刚只感觉怒火攻心 自己现在去找那孽种 也不是 如果不去寻找 那还是当爹的吗 但是 这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堂堂刘氏集团的总裁 玉玲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被老婆戴绿帽子这么多年 儿子还不是自己的 他被气得一下子晕死了过去 老爷 周围的仆人 立刻扶着刘老爷去了医院 我这也算帮了 他大忙了吧 看他的样子 还能生 还有机会 总比被蒙在鼓里好 这让他想起了陆司令 顾瑜轻轻摇头离开了人群 随便找了家装修 看起来不错的豪华酒店 选了最好的房间 前台看见顾瑜怀里抱着狐狸昏虫 根本不敢怠慢 进入房间后 雪莹直接从顾瑜的怀里跳出 变回人形 主人 他满脸通红地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是越来越 嘿嘿 晚上有正事 我们不是来干这个的 顾瑜答道 李悦和子启也跑了出来 你们随便放松吧 别跑出去就好了 顾瑜躺在床上点开了抽奖 是否要进行每日抽奖 顾瑜难得等了系统说完 结果 今天金光一闪 笑死人不偿命 一片神奇的羽毛 对人使用可以强制其发酵 持续十分钟 无法通过任何方式挣脱 对女人无效 可用次数五分之五 这个道具 能强制对面发酵 有什么用呢 顾瑜看着手中的羽毛 对自己用一次 算了 有毛病 收起了这片羽毛 晚上可能有恶战 马上修炼魂力吧 顾瑜开始冥想修炼了起来 子启赶到了浮屠云铁塔的力量 也是钻入浑石海里来 几个小时后 顾瑜睁开了眼睛 精神无比 慈禧的等级也提升了 达到了反品三阶 再过两个等级 就可以领悟新的技能了呢 紫发少女自然地 贴在顾瑜身上 充满弹性的翘臀 紧贴大腿 细嫩光滑 柔软无比 鱼 你 靠在怀里的子眸 轻轻闪烁光芒 没 顾瑜否定了 小主人 慵懒的声音传来 随后就感到 背后被巨兔挤压 这妖女 你最近可都是 没怎么陪陪人家呢 李月似乎在挤眼泪 演戏演全套的这妖精 好吧 紫贴感觉到 顾瑜的心思 便松开了她 她跑到了雪阴身边 两个人一起听音乐去了 黑色倩影入怀 一股难以言状的香气入鼻 是李月的味道 顾瑜也没乱动 就这么轻轻抱着她 白玉无暇般的后背 轻靠在顾瑜胸膛上 伸手轻轻搂住那谦谦细腰 顾瑜就这么安静地 看着李月玩消消乐 她似乎对这种游戏 很势入迷 李月 目前没有渠道 帮你搞到大量暗戏浑合 抱歉 没法帮你快速提升实力 她听到后 放下了手机 没关系 你保护好你自己就行了 四目相对 那盈盈秋水的双眸 里面泛滥少许爱意 她没有调戏自己 有什么事情吗 难道是那白龙 没什么 你已经成功唤醒了 传说中的魔灵 如果被有些存在发现的话 必然会遭受永无休止的追杀 我有些担心你 魔灵带来的灾难 远比那孽畜危险得多 她绝美的花叶上 有些担忧之色 微微地醋了醋眉 双眸中的担忧显而易见 放心吧 月儿 自己的力量 可以保护好我们所有人 相信我 嗯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 从始至终 李月最开始是任命的 成为了人的本命魂虫 等于将自己的一切 都交代了出去 故于所有的命令 她都无法反抗 虽然 能感到她对自己有所觊觎 不过她也真的没强迫过 自己做任何事情 本命魂器 可以大幅度提升双方的好感 在跟雪莹交流过以后 她也算彻底接纳了故于 所以才会赋予她 逆龄的效果 从那一刻开始 她的心已经被 故于轻易地得到了 第109章 魂奴组织 那刘天玲说的话 小主人你在意吗 李月轻轻地说道 答案 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故于反问道 嗯 人家还是想听小主人亲口说呢 望着怀里的妖女 故于也没多说什么 直接吻了上去 故于最近也变得熟练了许多 已经不是往日的初歌 她轻哼一声 便彻底软倒在故于怀里 她的眼神有许些慌乱 已经感受到故于心中的想法 饶势力乐也是有些害羞的 嗯 现在不可以 故于察觉到了危机袭来 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故于直接披上旋梯场 前往格兰汉酒吧 大街上这种cos 倒是还真不少 哎 你看 她这套cos好像啊 路上的妹子们都在看着顾于 真品混迹在赝品之中 他们根本猜不到 大大方方走在街道上的 就是他们口中的银鬼 真的 她的面具质量真不错啊 不过她的大衣不像 肯定是假冒的 一位路人假说道 这还用你说 周围的人对着顾于的打扮 议论纷纷 来到距离酒吧不远处的街道 直接发动了前行 卧槽 人怎么消失了 难道是闹鬼了 难道她真的是淫鬼 啊 好可惜啊 紫芒闪烁 踏虚形发动 顾于此时已经来到了格兰汉酒吧内 那道大门的里面 这门后通往的是地下广场 地下入口处也有吧台 顾于贴近了过去 正好有一位妖娆女子 走了过去点了杯迷梦 顾于看到 调酒时 她可是偷偷地加了一点点白色的粉末在里面 瘦之种 主要是由浑瘦之血与浑金构成 可以少许提升魂力 产生幻觉 长期服用 会被受血控制 看来这次是来对地方了 这里确实是魂奴的据点之一 欢迎初次来到迷梦 这杯酒 免费调酒师对着那名妖娆女子说道 谢谢你啊 女子轻敏了一口 带着酒便离开了 那调酒师盯着女子妖娆的身影 轻轻舔了舔嘴唇 满眼的色欲 看来这个世界真如李牧所言 危机四伏 没想到 魂奴的力量 已经以这种形式渗透进来了 顾鱼避开了拥挤的人群 继续向里面前进 他跟在一对 几乎快要合体的男女身后 穿越一道门 来到了更里的房间内 这次一进门 特殊的气味扑面而来 这种香味可以 让人更加兴奋 可惜对顾鱼的身体 没什么太大作用 眼前 是多人运动的画面 顾鱼环顾四周 左侧还有一个小房间 门口有几位黑衣保镖 淫欲蜘蛛的魂奴 这门后 应该就是目的地了吧 自己再次发动踏虚形 带着固鱼穿了进去 保证 咱们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 就因为这点小事 你要离开我吗 房内 两位看起来差不多 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似乎因为某种原因 发起了争执 七哥 这种危害他人的事 根本不是小事 而且 我们当初不是说好 以后不再做这种事了吗 一个脸上戴刀疤的男人说道 他的对面是一个墨镜男 一看就是大哥范 应该是指的 酒里下药吧 你懂什么啊 那粉末可以让我们的酒卖得更好 我们开了这么多年酒吧 也没赚到什么钱 现在只需要加一点点粉末 让他们发情罢了 又秒他们的命 何乐而不为 可是 外面的人已经变得不正常了 刀疤脸说道 你管他们正不正常 有钱拿不就得了 我好不容易花了大价钱 从陈老板那里进的新货 为的就是 我们哥俩以后吃香喝辣泡美女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你怎么能说要退出呢 嗯 故于没想到 在这里还能听见陈家的名字 有意思 这种钱 我不赚也罢 我们不都是已经精盆洗手了吗 不再加入魂奴组织了 刀疤脸低头说道 你不怕吗 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混过黑社会 稀里糊涂的 变成了黑翼的外围成员 给魂奴当狗腿子 那就是跟腾龙对着干 最后 他们贪生怕死 逃离了组织 来这座小城市 开个小酒吧 勉强度日 没想到七哥最后 极乐门跟黑翼不一样 你没必要这么较真 老张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如果你今天这么离开这个门 耽误我发财 我们就是敌人了 对不起七哥 有些事不能干 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刀疤脸纠结了半天 最后还是转头想要离去 他刚刚转过身 准备开门 这时候 一条蜘蛛腿 轻易刺穿了他的身体 毛茸茸的腿部 带着大量鲜血 滴在地面上 嗨嗨 他回头望去 往日熟悉的大哥样貌 已经完全变了 头上一只蜘蛛图案浮现 背后生长出两条蜘蛛腿 浑兽化并不完全 七哥你 本来你我兄弟二人 可以一起发财 泡美女 但是你执意要离开 这个秘密不能让你带走 别怪七哥无情 只有死人 才是最让我安心的 七哥 你变了 刀疤脸垂死挣扎 逃出利刃 想要反抗 我从来没变过 我就是想要钱 要女人 蜘蛛怪说道 最后 刀疤脸 还是被这个墨镜男 无情击杀了 墨镜男将往日同伴的尸体 丢在一旁道 哈哈 这个力量 果然很强大 普通人 不过是世界的气子罢了 啪 胆小的人 永远把握不住机会 既然老张你不同意 那所有的财富 都是我的了 哈哈 他慢悠悠地坐回椅子上 拿起一杯迷梦喝掉了 表情十分膨胀 他已经看到美好的未来 向他招手 突然 一道声音传来 三道身影缓缓出现 我很好奇 极乐蒙和黑翼是什么 那标志性的炼刃 以及诡异漆黑色的面具 是组织里说的那个 不好 完全打不过 他拔腿就想跑 第110章 完成任务 雪莹的魅惑发动 轻轻松松地控制住了这蜘蛛怪人 然后锁魂链成功缠出了他的身体 这毛茸茸的蜘蛛腿 有些恶心 李悦 给他留口气 我还有话要问他呢 黑光闪光 怪人的蜘蛛腿 被李悦轻松斩断 顺便把他的双手废掉 啊 等他回过神来 那恶心的蜘蛛腿 已经躺在了地上 自己的双臂也没了 满地绿色的血液 他吓得连忙后退 这是什么诡异能力 闻所未闻 突然视野一黑 等自己急回过神来 已经完全被废了 他被淫鬼的传说吓到了 仅仅一只魂虫 就轻轻松松灭了一个编队的魂奴 你不要过来啊 泽泽 你的废话真是太多了 既然已经变成了蜘蛛怪 恢复能力 也会比常人强吧 这一点流血 应该死不掉 回答我的问题 极乐蒙和黑翼 到底是什么组织 顾鱼冷冷说道 这是秘密 我不能 眩晕发动 随后 顾鱼从系统空间 掏出那片神秘的羽毛 今天就拿你试试新道具 等蜘蛛怪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已经完完全全被锁魂链 来了个五花大棒 由于双臂禁尸 他躺在地上 也没办法起身 像一只大胖蚕 他看见那神秘面巨男 正在拿着一根羽毛 不怀好意地盯着他 那神情似乎是在看一只小白鼠 你要干嘛 那我开始了哦 顾鱼黑黑一笑 对着这个蜘蛛怪使用 笑死人不偿命 可能由于魂奴被判定是人类 居然可以用 一群奇怪的羽毛突然出现 飞向了蜘蛛怪的脚底板 后背 腰部 还有屁股 这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会说吗 杀了我吧 哦哟 好有骨气 使用道具后 这些白色羽毛同时开始挠痒 这是什么东西 哈喳 快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哈哈 这蜘蛛怪还没来及说出口 浑身上下被弄得奇痒无比 连呼吸都有些费力 这个道具 可以让被挠痒的地方 大幅度提高敏感度 哪怕你是铁血硬汉 来了也得笑 连续地大笑 这蜘蛛怪从没感受到 每分每秒 竟然如此难熬 笑 居然是这么痛苦的事情 门外的魂奴 要不是有老大的指示 都想进去看看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足足笑了十分钟 都没停下来过 哈哈哈哈 哈哈说 别哈哈 蜘蛛怪此时上气不接下气 笑得浑身无力 真当是一种酷刑 你再不说 那就让你再笑十分钟哦 故意盯着满地打滚的蜘蛛怪 没想到这道具这么有效 感觉多来几次 能活活把他笑死 我说 我说 别弄了 要死了 虽然他也想当死士 但是活活笑死 也太难受了 不嘴硬了 给我个痛快吧 别折磨我了 我也只是外围成员 之前和老张 一直经营这个酒吧 有一天 有个神秘的黑袍人 找到了我 告诉我有发财的机会 我不就是为了赚点钱吗 随后他看了看同伴的尸体 叹气道 这些神秘人 就是极乐蒙的成员 他们许诺 会让我赚到钱 只要吃了妖神之种 成为加入他们就行 极乐蒙的目的是什么 不太清楚 好像是想要潜入 人类社会享乐 那妖神之种又是什么 故意问道 我只知道是绿色的液体 喝掉之后 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蜘蛛怪低头说道 魂奴不是需要 签订契约反噬才产生的吗 这个妖神之种 又是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 新药的陈家 有我需要的东西 只要拿着这个 他目光瞥向了 自己断臂上的一枚戒指 上面刻着蜘蛛的图案 故意取了下来 这可能是 证明身份的信物吧 黑翼又是什么组织 我也不很清楚 年轻的时候 被人骗进去了 不过 黑翼的人都是疯子 整天要搞自杀式袭击 我受不了才逃了出来 那外面的酒里 掺的是什么 陈家的货 说是 能让顾客上瘾 能让我的酒大卖 我能说的都说了 走之前 我想抽根烟 行吧 故意给他点了一根烟 等他慢慢吸完说道 看在你说出我想要的情报 给你个痛快 下辈子好好做人吧 老张啊 没想到我们当时的誓言成真了 背叛兄弟的人 万劫不复 他看着那刀疤脸的尸体说道 没想到 这个小喽啰在临死之前 并没有像顾鱼想象中的那般 发疯发狂 痛哭流涕歇斯底里 反而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 李悦明白了顾鱼的意思 黑光闪过 这蜘蛛怪 整个人直接裂开 他都没反应过来 走得很安详 顾鱼拿着这枚蜘蛛模样的戒指 仔细端向了一会儿 既然他 只是一个小喽啰 那么更多的秘密在陈家 有机会的话 自己还要亲自去陈家一趟 这种真人血馒头的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死 先离开这里吧 顾鱼都有些怀疑 腾龙的内部 或许都存在魂奴们的眼线 不能这么贸然地 把这里情况发出去 自己的后台信息 虽然不怕泄露 孤家寡人 但是没必要 现在就被他们盯上 离开了酒吧 来到偏僻角落处 顾鱼换上了白天的衣物 走了进去 撒姑计 不懂 小爷是第二次来这里 顾鱼装作白天的语气说道 上层的接待人 似乎对顾鱼有些眼熟 就带他进去了 这位客人 您又来了 嗯 酒还挺好喝的 我们这里还有更好喝的 他笑盈盈地 带着顾鱼 打开了那道门 祝您体验愉快哦 这么轻易就放自己进来了 应该是为了推销 那奇特的粉末吧 果然 那杯带着兽之种的酒 顾鱼假装不知道 端着酒杯 正大光明地进去了 顾鱼偷偷地拍下这里的照片 就这么应付 一下这个任务吧 兽之种的情报 就应该足够完成了吧 第111章 偷吃方便面的魂兽 这次御灵之旅已经结束了 魂奴组织的少许情报 新的魂侠记 收获颇多 而且 顾鱼心仰难耐 想回家跟老婆们深入交流一下 自从蝶妹山庄事件发生后 他再也不打算在外面了 你想想 万事俱备 致命节奏前置都叠完了 啪叉一声 玻璃茬子碎一地 外面开打了 只能强忍下 太折磨人了 顾鱼连忙赶到火车站 买了回家的车票 关上了自己的车厢 顾鱼把老婆们都放了出来 白龙 魂奴组织 陈家 慕颜雪 还有最近的那个友谊赛 不知不觉 已经卷入了这么多事件之中 顾鱼靠着窗 看着外面的景色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李月仗着自己速度快 直接抢了顾鱼边上的位置 魔鬼般的娇躯 轻轻靠了过来 李月姐姐真狡猾 雪莹嘟嘴说道 你和子喜天天缠着小主人 今天轮也轮到我了 李月浅笑道 顾鱼也没跟自己老婆客气 轻轻揽住她的腰 李月 你之前说 与你签订普通魂器 会被反噬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会骗小主人呢 人类如果与比自己魂力强出太多的魂兽签订魂器 确实会被反噬 成为灵魂奴隶 他的投靠在肩膀上 就是龙脚有些 如果这是魂奴的由来 那么妖神之种又是什么呢 望着的李月眼眸 故于正打算上下起手的时候 检测到结界效果 区医主法生效 昏睡结界 梦眼妖的专属结界 品阶地狱自身的敌人 都会陷入睡眠5S 对普通人一直生效 来了 触发了野外事件 最后还是没躲开列车的诅咒 以后等实力强了 骑着李月飞 我就不信了 三女也感到了结界的存在 不过他们的品阶 一个比一个高 看来这梦眼妖的品阶 也不咋地 先进来吧 我自己去探探情报 顾瑜对着三女说道 子齐紫光一闪 缠到了顾瑜身上 玄雷场一批 主人要小心点 雪银担忧道 捏了捏她的小脸 没事 有子齐在 没人留得住我 嗯 打开车门 很安静 没有一点动静 这次不像上次 没看见魂奴 顾瑜开启前行摸了出去 路上遇见了几个魂奴 他们已经把列车上的保安放倒了 随后便离开了 没有伤他们的性命 这些都是梦眼妖的魂奴 躲开几位魂奴 顾瑜顺着车厢前行 这时 有人吃东西的声音传 好香啊 老大 你吃就完事了 废话真多 难道是 顾瑜向李望去 前面是餐车包厢 里面有两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再偷吃方便面 这两人都是魂兽 看起来是三十多岁大叔模样的是普通级的 另外一位少女模样的是樊级 他们达到了化形级 大叔给少女加了个蛋 还有火腿肠 老大 人类的食物太好吃了 生肉我已经吃够了 早就跟你说 加入我们极乐蒙 吃香喝辣的 他一副老气横丘的模样说道 还好我听奶奶的话 加快了修炼速度 加入了你们 再也不用跟深山里面的变态去打了 享乐才是我们的目标 整天打打杀杀的 早晚都有一死 活着享乐不好吗 老大所言极是 这算啥 一会儿 我带你去挑个好点的人 不种成功 我们就能潜入人类社会了 这俩魂兽挺有意思 不吃人 跑火车 上来偷吃方便面 不种 故意打算跟随他们看看 他们吃饱了 擦了擦嘴 便离开了 这个人咋样 小的说道 死肥宅 没什么发展的 他们似乎在挑选人类 这个好像挺帅的 少女只向一位英俊的男子说道 老海亡了 这个不行 得找 别看了 以后潜入人类社会 成功的话 啥样的靓仔你找不到 大叔把他带走了 顾瑜正打算继续跟踪他们的时候 好像有人跟大哥们打起来了 我们快去支援吧 随后他们飞速地跑了起来 顾瑜紧随其后 这一路上也有不少实力低微的魂宠师 无一例外 全部被梦眼妖的魂奴蜜倒了 沐岩雪也在这列火车上 不过他没遇见顾瑜 没有刘天玲那只苍蝇 他坐在普通车厢望着风景 他身上散发的强大气场 让其他想搭讪的人无法靠近 那双蓝眸若有所思地望着车外 师父走了以后 他的人生灰暗了一半 从小到大 都是师父陪着他长大 沐家那帮人 只是把他荡一柄建来培养 母亲早早就离开了 他的父亲 只想把他外嫁出去 自己来当组长 没有任何朋友 他正抱着怀里的迷你独角兽 此时 一道黑色的结界覆盖车厢 自然对他们也没用 这是 沐岩雪也知道 魂奴和魂兽勾结危害人族的事 那些魂奴都是人族的背叛者 斩妖除魔 保卫人族是他师父的遗愿 他自然要秉承失命 天道剑闪烁而出 故意跟着这俩小喽啰 来到了一截车厢内 怎么是他 这个傻女人 怎么还跟魂兽打起来了 对方都敢截车了 肯定是有备而来 沐岩雪此时正在追着几只魂兽猛砍 故意看了看他手中的剑 魂器 天道剑 能力 天道剑意增幅 提升主人全属性 增幅120% 攻击额外造成剑意 剑意追击额外70%的伤害 专属记 行天道 以自身为原心 展开一个剑灵结界 剑灵自动攻击结界内的敌人攻击力100% 没想到这女人 突破后领悟了这么个令人眼红的技能 看了看手中的锁魂恋 哎 蓝发飘飘 轻视容颜 兵姬玉骨 仿佛仙女下凡 啊 我死了 一只普通话形机魂兽 倒在了沐岩雪的剑下 大大哥 这敌人也太强了吧 我 别说了 交给他们吧 我们在旁边划划甩就好了 大叔模样的魂兽说道 这俩人 铁混子 第112章 行天道 不出片刻 已经有好几只魂兽命丧天道剑下 剩余的几只魂兽连忙退了回来 你这只臭螃蟹 怎么惹到了这么强的人 孟严妖此时 正对着另一位火红长发的男子说道 我怎么知道 我刚刚只是路过这里 打算不肿 这女人直接拿剑冲过来的 还好你来得快 要不然 她的身体不满伤痕 被伤得不轻 地下有一只巨大的螃蟹钳子 那红发男子的本体 是一只利王蟹 你就是不行 一旁的赤燕狼说道 你行 你老行了 上去 红发男子怒道 别吵了 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这娘们实在厉害 大人马上就要来了 孟严妖跟队友们说道 你们这些魂兽 擅闯人类事件 当初 他手持长剑 冷冰冰地说道 他身边的独角兽光芒闪耀 他怀里 还有一只浑身漆黑的猫 墨炎雪的二宠 果然已经补上了 虫童狸猫 品阶 珍西吉 等吉 通灵异阶 极其珍惜的魂兽 拥有诡异的魂技 成长性较高 魂技 利爪 普通攻击速度额外提高 虫童 轻易侦测敌人的弱点 对其标记 造成15%的异伤效果 黑炎 同力点燃敌人 少量削减防御 隐席 向前位移 并且原地 留下一个幻影 10S内可以与幻影交换位置 魂霞技 分身 产生一个实力低微的分身 只有本体的30% 虽然这狸猫的保护性 不如之前的天狗 但是辅助能力强了不少 前方打得天昏地暗 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控制力量 没有破坏车厢 这让顾羽很奇怪 慕炎雪就算了 魂兽这年头 都知道下手分寸了 几只魂兽 也是约好一起上 不打算葫芦娃就爷爷了 魂兽也是要面子的 不屑为偶一个等级 比自己低的存在 但是面子 没有生命重要 他虽然被包围 但是丝毫不慌 只见慕炎雪周围 产生出一片白色的剑林结界 半径大概有八至十米 这些魂兽们 刚进入结界内 还没来及动手 就被剑林不断攻击 实力稍微逊色地 直接被剑芒穿体 口吐鲜血 那四翼独角兽 也学会了一个新的魂侠技 配合虫童狸猫的破防异伤效果 剑芒四射 这么多化形级的魂兽 同时上 居然也打不过慕炎雪 我擦 这小娘们 怎么这么厉害 我们等级明明比她高的 赤燕狼气喘吁吁地说道 不行 太变态了 打不过呀 那立王蟹 已经身受重伤 失去行动能力了 等大人来吧 他们只能连连闪躲 不敢硬扛 很快就被剑芒伤的 全部挂了财 慕炎雪此时状态 也不是很好 体内的魂力 为了维持剑林结界 消耗的飞快 他没想到 敌人如此众多 再拖下去 后患无穷 他这次主动发起进攻 剑芒闪过 那立王蟹 由于身受重伤 来不及闪避 直接被斩杀 尸体化为原形 臭螃蟹 赤焰狼怒道 他也去跟慕炎雪拼命了 大人 你再不来 就可以等着吃席了 梦炎妖大喊一声 他的控制技能 全被那四亿独角兽 驱散掉了 这要是再不来人支援 就要被慕炎雪团灭了 来了来了 不准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你们几个大呼小叫什么 过于感觉到 强大的魂力波动 正在赶来 突然 一道银芒闪过 慕炎雪反应也是很快 回身一剑 挡住了敌人的攻击 来者是一位 面向凶杀的银发男子 赤裸上身 身材健壮 强大的魂力 包裹住他的身体 胸口闻着一只鹰 这就是极乐蒙的小头目 青羊鹰 品阶 灵主阶 等级 化形四阶 物理近战型魂兽 拥有恐怖的攻击力 和恢复能力 魂技 雪爪 普通攻击物理伤害极高 有60的几率 额外产生暴击效果 训持 大幅度提升自身移动速度 60% 鹰眼 攻击无视目标40%的防御力 顺战 瞬间位移到敌人身后 下次攻击附带200%伤害 并且造成血运效果 不灭战役 被动提升生命恢复速度 生命值越低 攻击力越高 坚韧 免疫减速 受控时间降低40% 就这么一个小娘们 你们都解决不掉 这银发男子嚣张地说道 他有这个资格 虽然同是领主级 秘境里那只天马 似乎力量被重重削弱过 这青阳鹰 是故于目前遇见的最强敌人了 大人 螃蟹也死了 赤烟狼说道 老鬼他们马上来 虽然我们极了蒙不惹事 但是不代表 我们怕事 他盯着木炎雪凶恶地说道 大人 这女人的剑意实在是强 我们 不用废话了 拿她的命来血迹螃蟹 他迅速地冲向木炎雪 两人便打了起来 周围的小弟们集体滑水 这种级别的战斗 贸然冲进去 就是送死 只见那剑林 对着青阳鹰造成的伤害 被缓缓治愈了 青阳鹰大喝一声 微微攻身 然后顺移到木炎雪背后 一找袭向她的头 速度很快 根本来不及闪躲 木炎雪 只能把自己的无敌交了出来 不过她第二次 就已经注意青阳鹰的身体了 只要她蓄力稍微攻身 直接回身一剑格 挡住了这次偷袭 战斗意识好强 二人打了片刻 终于 肆意独角兽的被动出发 青阳鹰暂时中了失明效果 那天盗剑光芒闪耀 马上就要斩下 这青阳鹰头颅之时 这青阳鹰 依靠坚韧迅速地恢复了视野 大吼一声 连忙躲开 不过她的身体 还是被剑一斩到 鲜血喷涌出 一道恐怖的伤痕 命中了她的躯体 这要是命中头颅 必死无疑 好啊 已经很久 没人伤到我了 正当沐岩雪要乘胜追击的时候 急到身影迅速袭来 她回身挡下 那些偷袭者都被建议击伤 但是 她还是被阴影中的 一根刺击中了后背 这是个放案件的好手 嗯 她娇身了一声 老鬼 你们可算来了 这小娘们果然好强啊 银发男子笑道 阴影中 急到身影缓缓出现 故意看了眼他们属性 跨等级就算了 敌人还这么多 沐岩雪今天看来 凶多吉少啊 自己真是欠他的 当日偷袭差点杀了他 现在还要救他的命 紫棋内心 不是你把鬼子引到这里来的吗 第113章 登场 一名黑发男子说道 大人 属下来迟 不过 我已经不好结局 他跑不了的 这是一只异兽 掌握少许空间之力 不过跟紫棋比 就是渣渣 大人 他中了我的毒 已经是瓮中之别了 黑发男子身后 又钻出了一个黄发男子 那家小竹签 品街 珍稀级 等级 画形一接 一种特别变态的魂兽 魂兽界的败蕾 魂技 放电 顺发造成高额的雷属性伤害 致命捆绑 用身体缠住敌人 造成麻痹电击 银毒 蓄力6S发射 一根竹签 命中敌人后 将慢慢产生置换催情效果 由于是侵染魂力 无法被驱散 对同性无效 银兽 对所有异性生灵 造成100%额外伤害 催情 所有攻击都附带催情效果 对同性无效 呃 这是尘尔少那只电蛮的亲切 独角兽听到主人中毒了 立刻施展了驱散 圣光沐浴在沐炎雪身上 雪儿 没用的 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技能 沐炎雪 感觉到体内魂力异常 没用的小美人 只要中了我这一招 只要你是雌性 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嘿嘿嘿 你还是那么没品 躲在背后放冷剑 黑发男子说道 只要能赢就够了 你管我 这小美人 就先交给大人 你想用啊 黄毛笑嘻嘻地说道 女人有什么好的 银发男子 似乎十分不屑 他杀了我们太多同伴 必须得死 由于沐炎雪 一直开启剑林结界 加上中了这毒 已经心生退役 他用力一挥剑 车厢右侧 被开了的大窟窿 不好 他想跑 有我在呢 怎么可能跑掉 青阳阴直接冲了上去 沐炎雪只能选择接下攻击 一味逃跑 把后背 留个这样强大的敌人 会死 自身的魂力逐渐降低 奇怪的感觉不断袭来 面对如此多的魂兽 他也顶不住了 已经没有魂力 支撑剑林结界了 正当他陷入苦战之时 该轮到我登场了 喂喂 你们几个 那边的小妞 是我先看上的 所有人震惊了 怎么还有人敢这么嚣张 跟青阳阴说话 众人回头 发现 是佩戴诡异面具的黑发男子 正坐在椅子上看戏 他什么时候在这里的 怎么是你 所有人一口同声说了出来 怎么就不能 是小爷我了 银鬼 听说上次黑翼的人 都栽在了他手里 梦眼妖说到 便立刻后退 大家小心他的魂虫偷袭 速度很快 什么银鬼 顾鱼也没打算独自一边 因为没必要 他的目标是木炎雪 说完 顾鱼向着车厢 被击破的地方跑去 狂风呼啸 梦眼妖发现 银鬼并没有召唤任何魂虫 真是狂妄至极 装完逼就想跑 既然被你看见了 去死吧 成盾的技能 向着顾鱼方向袭来 虚空盾启动 身体虚化 所有的技能都透体而过 已经算好了 你们控制 都在冷却 我才出来装个逼的 怎么可能中招 英雄救美 肯定要来个帅气的登场啊 所有人又震惊了 少数魂兽 倒是有这种变态的能力 但是人类怎么会 木炎雪也被震惊了 他是自己的敌人 跳出来干嘛呢 李悦 龙威释放 除了木炎雪以外的人 全部被强制炫悦 随后召唤出雪莹 向着被震晕的青羊鹰 施展了兵连曼 先宰了那只令人作呕的银兽 然后撤 疾兵绽放 直接对着魂兽群丢了出去 黑芒闪过 在别直去的加持下 那小牙签的脑袋 当场搬了家 果然 圆形跟那大电蛮一模一样 刚出车身 故意就感觉到了空间结界 不过对自己根本没用 子气独自施展了踏虚形 直接给结界开了个窟窿 这点空间能力 能比得上此且 锁魂链 朝沐岩雪的方向 一丢 沐岩雪 不想死的话 接住了 沐岩雪望着这锋利的链刃 没想到最后 竟然会被她救了 但是 如果不趁着此时离开 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 她还是下定决心 收起魂宠们 抓住那锋利的链刃 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痛楚袭来 雪莹 走了 雪莹跳下车 变成骑程姿态 在这固于 直接施展风驰电掣 溜掉了 手臂轻轻一拉 就把沐岩雪 给拽了上来 本就是强弩之末 消耗了那么多魂力 月击独占那么多魂兽 又被那银兽偷袭 魂力已经接近枯竭 她已经没有力量 再次召唤天道剑了 可恶 青阳音最先反应过来 刚从血运结束 又被冻结 她没有任何办法救下同伴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竹签被杀 看着已经远去的白色狐狸 她立刻变回原形追了上去 断裂的冰链声音不断响起 可恶 这结冰 她已经记住 固于身上的魂力气息了 拼了命你要追上去 你 沐岩雪刚想说什么 没时间解释了 上来 李月直接变成了龙身 固于收起雪莹 抱着沐岩雪飞了上去 她拼命地挣扎 粉拳乱锤 可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失去魂器的她 跟普通少女没什么区别 把沐岩雪紧抱在怀里 她恨恨地说道 你这魔头 救我做什么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缠你的身子 我诚实 你这银贼 再乱动 我就再把你扒光了 固于捏了捏她粉嫩的小脸 不过她更加反抗得更加激烈了 你这魔头 没想到你竟然想 她后悔万分 只不过是从一个坑里 跳到另一个坑里 不过一位普通女子的力量 怎么可能反抗得了固于 香气扑鼻 望着天线一样的美人 满脸屈辱地被抱在怀里 一脸不甘的样子 没 你怎么这么蠢 自己早点逃一点事都没有 固于笑道 秉承失命 替天行道 我怎么能够退缩 她坚定地说道 体内的感觉怪怪的 她有些控制不住了 失命 以后 我让你只听我的话 嗯 根本不可能 我绝对 固于直接用强地 摘下面具 粗暴地吻了上去 想要征服这种女人 这是必须的 呜呜呜 怎么是她 第114章996事福报 小主人那只小鹰追了上来哦 李悦内心传鹰 慢点吧 李悦 让后面那只小鹰 自己追出来吧 那孟严妖被眩晕 结界被迫 车上肯定有人已经醒了 腾龙的部队 可能马上就会赶过来吧 如果在这里处理掉这只小鹰 可能会被发现的 那就拉开一段距离吧 毕竟那只小鹰的灵魂有大用 固于也不知道李悦飞的方向 感觉差不多了 固于让李悦落地了 落地后 慕炎学想召唤四翼独角兽 跟固于拼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轻薄他的魔头 竟然是当时火车上对面的少年 固于抢先一步 主动施展暴食的效果 将他所剩无几的魂力 抽了个一干二净 你 他暂时连魂宠 都召唤不出来了 怎么可能让那独角兽 干扰自己的计划呢 将他柔弱无骨的娇躯 放在地上 你可别乱跑 独自乱跑 遇见魂兽什么下场 你知道的吧 乌他只能娇身一声 当作反抗 固于这一路放慢速度 就是为了等着 这只领主机的青阳鹰追上来 稍微离开慕炎雪一段距离 固于在这等了半天 终于 那清光一闪 银发男子追了上来 他根本想不到 自己能追上来 完全是对方在下套 杀了我青阳的兄弟 你还想跑 银发男子万万没想到 那诡异面具下的面孔 只是一个帅气的少年 不是吧 阿瑟 你以为我是在逃跑吗 如果你真是这么认为的话 那你还真是蠢吗 固于笑道 小子 受死吧 青阳鹰是个愣头青 固于召唤出了自己的三只魂虫 当沐炎雪看见 挂在固于袍子里子起的尾巴时 他彻底震惊了 没想到师父的预测已经成真了 他真的已经和魔灵相遇了 可是 现在自己没有任何力量 师父 徒儿该怎么办 只不过 这一次的龙威没有眩晕效果了 可是青阳鹰浑身一酥 熟悉的感觉袭来 自己的力量被压制 强行削弱了青阳鹰的攻击力 这 我的力量哪去了 你不用疑惑了 赶紧给我变成打工人吧 在我这可是全天加班制 工资 是一分都没有 996都是福报 你这卑微的人类 还想驯服我 做梦 青阳鹰做梦都想不到 固于所谓的打工 可是奴役他的灵魂 驯服他 他配吗 魅惑的效果发动 青阳鹰只感觉眼前一黑 又被诡异的力量控制住了 这到底是什么诡异能力 纵观一声 青阳鹰也没遇见这么恐怖的组合 隐翼发动 锁魂链 李月的暗之炎同时出动 领主急吗 那还是给他的面子 先叠叠抱吧 坚韧的效果 让他立马清醒了过来 但他还是被李月的暗之炎点燃了身体 他身体被漆黑之炎灼烧 开始出现军裂 防御力大幅度降低 看着飞舞至眼前的炼刃 他歪嘴一笑 施展顺展 来到了顾鱼背后 去死吧 小子 青阳鹰不知道 自己的敌人究竟有多恐怖 你还真是愚蠢呢 还是别奋斗了 来当打工人吧 虚空盾的冷却早就好了 轻易躲开了这次物理攻击 冰霜吐息早就攻后多时了 大量冰霜之力 直接甩在青阳鹰的脸上 他的加速效果 已经被血淫的被动减速抵消了 李月立刻开启风之翼 破风之爪袭来 他连忙迎战 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速度被玩爆 这不可能 全胜的领主级 果然不是那么好战胜的 李月这急找下去 虽然他伤痕累累 但是一股青涩的力量 包裹住了他的躯体 伤势正在缓缓愈合 好技能 拿来吧你 青阳鹰玩玩没想到 不只是速度 连力量都被他眼中的亚龙魂兽 完全压制住了 这不可能 他的魂力等级 没有自己高啊 这力量 你根本不是亚龙 青阳鹰似乎才反应过来 紫棋也不甘示弱 丢出了患毒邪毒 这是什么 他跪倒在地 饶式领主级 也被双毒折磨得嚎叫了起来 蠢货 也没人说是亚龙啊 故于在虚空盾的最后时刻的偷袭 锁魂炼轻易地命中了他的左臂 赶紧来上班吧 废话太多了 血运效果发动 李月快点 这家伙不太吃空的 帮雪莹的急兵 绽放补了一下控制时间 好的呢 蓝色的冰霜之气 包住了被控的青阳鹰 随后 李月最强的暗龙西袭来 别直却加亡命的伤害加持 雪莹也补了自己的欺寒之词 青阳鹰虽然有韧性加持 还是被这一套嗑得死死的 当场就被打得口吐鲜血 浑身上下都是裂痕 像裂纹的瓷器盘 虽然三女等级 都低于他不少 一口气打四个人 做梦 不灭战役 勉强保住他 还剩一口气 你 他还想说什么 黑光一闪 没有任何阻拦 直接分手快乐 顾鱼连忙召唤出浮屠云铁塔 这次会带来多大的提升呢 旁边的沐烟雪看呆了 灵主及魂兽 在他手里 没有任何还手的余地 轻而易举地被虐杀了 浮屠云铁塔 暂时变回了原来的大小 在顾鱼的催动下 第二层的大门打开 一股庞大的力量 直接向着青阳鹰的尸体袭来 这是什么 青阳鹰的灵魂透体而出 二层大门一关 塔的第二层逐渐发出青色的光芒 浮屠云铁塔 第一层 已有 第二层 已有 第三层 灵主及或者集齐以上 集魂 主动施展 抽取塔中所有魂兽的力量 无条件提升魂力等级 持续一天 增幅程度是浮屠云铁塔修复程度 六天内 猎魂不再生效 成功了 终于收集到了第二只魂兽的灵魂 虽然第三层也可以吸收灵主及的 有条件的话 能不能碰瓷传说集的呢 顾鱼现在没有遇见 除了血淫外的传说集魂兽 以后再说吧 已经感受到 塔散发的力量变强了 集魂的冷却时间变成了六天 是不是意味着 满集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提升自己魂力等级 如果是这样 太恐怖了 鱼 我们成功了 子启变成人形 紧紧抱住顾鱼的身体 木炎雪 他再次被震惊了 魔灵这么快就到达了化行级 这不可能吧 随后 他看见顾鱼手掌一身 那青阳阴的尸体 完完全全被分解掉 消失不见 成功掠夺目标技能 不灭战役 正在 不灭之躯 与不灭战役融合 恭喜获得 万劫不灭 万劫不灭 巨额提升体力 防御力 恢复能力 受到非致死类伤害时 可以消耗大量魂力 迅速治疗自身 终于 不灭之躯得到了进化 自保能力再度提升 顾鱼没有自残倾向 要不真想试试这个技能的威力 配合逆龄的永久减伤 美滋滋 看了看旁边的沐妍雪 他正震惊地注视自己 让他看到了吗 也没关系 怎么了 木美女 知道一会儿会发生什么吗 黑发青年邪魅一笑 他还是第一次 在战斗中 没有佩戴面具 你 我 你别过来 沐妍雪被吓得已经语无伦次 荒娇野岭的 对面又是大魔头 身体还完全没有力气 还有隐约的危机感 完了 第115章 七雪 顾鱼走了过来 直接将沐妍雪抱了起来 享受他身的柔软 细袖芳香 极品 哦 哦 身体虽然想反抗 但是没有任何力气 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 这么下去的话 大事不妙 想起师父的话 他从空间界中掏出一把利刃 对着自己脖子狠狠扎去 顾鱼伸手一荡 他倾尽全力的一击 紧紧刺入顾鱼手臂肌肉几公分 鲜血缓缓低下 你的命是我救的 想死可没这么容易哦 迎刃落地 把沐妍雪的空间借扒了下来 顾鱼就这样抱着他向前走 前面是一个山洞 外面还有一条小溪 看来 今天又只能在外过夜了 沐妍雪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在毒的作用下 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对劲 反抗的力量也越来越小了 嗯 他好可怕 子启藏在顾鱼身后 不敢看沐妍雪 没关系子启 以后就不用怕了 小主人 那你想怎么处理他呢 当然 是用子启的力量了 顾鱼自信地说道 天补之力 一定是我的 顾鱼抱着沐妍雪说道 你你怎么知道 他的自己都没注意到 双手已经还了上来 我什么都知道 我还知道 你有克制呢 什么 你 落到我手里 什么下场你知道吧 你师父那天说的 我可是在场 你这银贼 他想挣扎反抗 但是变成了撒娇 粉拳拍在胸膛上 一点威慑里都没有 望着他的眼眸 立马似乎有些异样的光芒 这是毒还没消散吗 顾鱼自言自语道 进入山洞 把他放在墙边 吩咐雪莹去做饭 立月去巡视下周围 独自收拾好住处 顾鱼把沐妍雪抱了进去 轻轻把他放在床上 沐妍雪似乎陷入了幻觉之中 子启 用你的铅结幻梦吧 顾鱼开始就打算好了 用幻梦把沐妍雪强行拉到自己阵营 这样可以靠他的天补之力 快速地寻找剩下的六种力量 要怎么做呢 让他无法违抗我的意志 同时永远无法说出 我们的秘密就够了 不把他变成你的奴隶吗 那样的话太没有意思了 失去自己意志 只能是傀儡 我不需要 都听你的 不过 我可能要暂时离开你一段时间 放心吧 没关系的 蓝色的美眸中流出了晶莹的眼泪 沐妍雪似乎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了 淡淡地清香入鼻 顾鱼心道 只是想帮他驱除毒素 别这样啊 长裙的腰带已经消失不见 衣衫半解 甚是诱人 玉腿已经露出 然后紧紧地锁了上来 子气 快点使用幻梦吧 好 都不用控制他了 真是天赐良机 子气的双瞳 发出一道诡异的紫光 沐妍雪看见了这道诡异的紫光以后 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 顾鱼吐槽道 这就完了 嗯 子气身子一歪 眼看要倒在床上 固于连忙抱住了他 把草莓赶紧送进他的樱桃小嘴里 这小草莓 可以解除千节幻梦的debuff吧 可是子气还是晕了过去 难道还要消化的 回头一看 沐妍雪也没什么太大变化 就是声音变得有些奇怪 第116章 幻梦之力 小主人 完事了 李月冒出来笑道 嗯 你为什么不直接吃了他 天补树呗 没有办法 但是 他永远也别想跑 有些可惜 子气早就醒了 在边上看了半天游戏直播 雨 成功了吗 应该是吧 要不可能就没了 顾雨说道 太好了 再也不用怕被他追杀了 都是子气的功劳 这个幻梦的力量太强了 走吧 我们吃饭去 要不 这沐妍雪给自己一刀都算轻的 还能互相切磋一番 这等力量 果然是逆天之力 这是劫灾恶欲体的首次完全胜利 顾雨刚刚离开 沐妍雪便已经睁开了眼睛 对不起 师父 弟子 恢复神志后 他正想拿刀自我了断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念头被未知的力量立马干扰了 御手上的空间界早已不在 好想洗澡啊 五 他想哭 不知道为什么哭不出来 主人 要不要给他弄点吃的 雪莹问道 可以 以后都是自己人了 饭后 顾雨带了一些雪莹做的饭菜给他 沐妍雪 诺 吃点吧 只见他 眼神黯淡 一副万念俱灰的样子 那蓝猫看了顾雨一眼 立马转了过去 这个可恶的魔头 真的不吃吗 顾雨坐在床头上 掏出一袋瓜子 悠闲地磕了起来 你再不吃 我就为你吃饭了 我吃 他刚想说 打死我也不吃 结果说出口的居然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雨靠了过来 一把搂起他的腰身腰肢 捏了捏他柔嫩的脸蛋 手指滑到他美丽的唇旁边 张嘴 那蓝猫虽然满眼不情愿 最后还是听从了顾雨的命令 这 他虽有反抗之意 但是不出几秒 那念头立刻消失了 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一点也不抗拒他 慕颜雪的心乱了 这才乖嘛 这次我也是为了帮你 怕给你憋坏了 你那天补树 我还想要呢 顾雨随后端起饭菜 这 他也没敢说话 感到了莫名的心慌 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过 欺负你半天了 作为补偿 我就为你吃饭吧 顾雨也是第一次为人吃饭 为美女妈 也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还那么在意 当初相见 你我敌对立场 我也没有任何办法 小勺送进了他嘴里 慕颜雪没有挣扎 就这么安静地吃了下去 今天我也是救了你一次 当日的断臂之仇 算是两清了吧 那条中拳 我很抱歉 以后有机会 帮你补上更强的吧 他的眼眸出神地望着顾雨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顾雨看着他的眼睛 发现本应是清澈的蓝铜 散发少许黑芒 四目相对 加上身上凉嗖嗖的 慕颜雪脸突然染上了一抹飞红 我的 你呀 就是太傻了 别老听你师父的 你看 你师父把你害了吧 我要试你的话 直接逃跑 那几只浑兽 根本留不住你 你看 你现在落到我手里了吧 慕颜雪很想反驳 但是幻梦的作用 让他无法违抗顾雨的任何命令 不要说我的师父 他只能委屈地低下头 视线不争气地模糊起来 对不起 师父 眼泪滴到了大腿上 好好 我们不说他了 顾瑜继续为他吃饭 你哭什么呀 我又没夺走你的力量 美人哭泣 似乎是受不了这个委屈 谁受不了这个现实 看着眼前委屈万分的蓝色可人 那柳叶眉微皱 晶莹的泪珠 是他最后的抵抗 哭得梨花带雨 仔细想想 他也算是自己的人了 以后带他好点吧 拿起纸巾 帮他擦了擦眼泪 顾瑜又抬起了他的下巴 对他说道 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仆了 没有绝对的实力 不要再一身犯险了 别哭了 再哭就不好看了 望着他美丽的眼眸 恩乌他哽咽道 沐颜雪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 答应这个大坏蛋的要求 这也就是我 落到别人手里 什么下场你知道吧 顾瑜贪手 嗯 终于 他平复了自己的心态 眼睛微红 楚楚可怜的模样 可是 在顾瑜为他吃完饭后 他也没再说话 别哭了 搂住了这只美丽的羊娃娃 因为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有拒绝 这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真是太出人了 想反抗 还反抗不了 为什么 他终于说话了 什么为什么 顾瑜抱着他说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控制不了自己身体 第117章 黑芒 哦 哦别这样 狠 感受到大魔头靠近 他连忙歪头 不敢直视 因为 你是我的女仆了 轻轻来到他的耳边说道 怎么会这样 他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不反抗啊 你想想 你反倒是很开心呢 顾瑜帮他 梳理那湛蓝的长发 那你为什么不 他鬼使神拆地问了出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以为尸身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因为 我需要天补之力 你忘了 沐沿雪翘脸一红 只能低头莫不作声了 虽然第一次遇见你 身体的第六感本能 让我对你起杀心了 顾瑜拉住他的御手 不过 换作是你的话 也会毫不犹豫斩杀我吧 你那么听你师父的话 嗯 我会 他无比紧张地说道 成奸除恶 他师父一直告诫他 既然自己得到了上天赐予的两样机缘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所以 速敌什么的 打打杀杀的太没意思了 如果不是魔灵的力量 你我必须死一个 而且你已经输给我了 你师父跟你说的 你还记得吧 顾瑜嘿嘿一笑 这个臭坏蛋 哦 哦 你这魔头 嗯 他想抵抗 但是没用 看着怀中的角色可人 顾瑜没有在欺负他 虽然他没法反抗自己任何命令 但是顾瑜想要的 不是一只傀儡 这把剑 我要他为我索武 不过 他看起来是那种很传统的女子 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肯定会加不少好感度吧 那就一步步 慢慢来 我怎么就是魔头了 我师 说的 你师父亲眼见过了吗 你看看他 像是你们口中 危害苍生的魔灵吗 顾瑜抱起 子启说道 沐炎雪不得不承认 子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人充满保护欲 很难把他跟邪恶的力量联系起来 因为他的力量确实很强 无法被掌控的力量 所以就被贴上邪恶的标签 斩杀 这就是 所谓的天道吗 顾瑜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你说了 也就是说 所谓的天道不过如此 如果不是你师父口中的魔灵 你还能完好无损地 在我手里活下来 顾瑜吓唬他说道 他翘脸一红 谢谢 所以 你就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吧 不 别 他心中是万般不愿意 可是最后只能吐出这两个字 轻轻地给他来一个公主抱 带着沐烟雪向外走 李月说了 这附近没有什么浑兽 可能是被之前青阳阴的气息吓跑了 主人 雪鹰连忙跟了上来 雪鹰 麻烦你帮我把把疯了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好的 奴家遵命 黑夜笼罩 看不清沐烟雪的表情 开启夜市 前面不远 有一处小水潭 正好 啪的一声 沐烟雪傻乎乎的 根本不知道 故于有夜市的能力 恨我吗 恨又不恨他摇了摇头 你到底是为了谁拿起武器的 故于随意问道 我不知道 沐烟雪眼色暗淡了下来 以后就为了玩武剑吧 怎么样 望着那附带侵略性的眼光 他鬼使神差地回答出来 如果他能看见自己的眼睛 会发现 那湛蓝色的眼瞳里面 黑芒在不断地闪烁 第118章 隐藏的危机 走了 那蓝发飘飘的仙女 再次映入顾于眼帘 嗯 不错 顾于向他丢了一把短刀 沐烟雪 他甚至有些疑惑 为什么丢一把刀 你不想杀我了吗 顾于说道 沐烟雪感觉自己变得好奇怪 对他的敌意 逐渐慢慢消失了 明明 他没有想拿起那把刀的欲望了 这时 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经过了这些事情后 自己对他已经没有杀意了 我真是没用了 他沉默了许久 你叫什么名字 声弱细文 顾于 话说回来 你还是第一个见到我真面目的呢 顾于说道 你为什么会在蝶妹山庄救人 救人 可能你感觉是吧 顾于自嘲地扳笑了笑 没再提这个话题 可能真是命中注定吧 没想到短短不到一个月 你我能在不同的地方相遇三次 这样多好 整天打打杀杀的 抬起了他的下巴 他不再敢注视顾于的双眼 慕颜雪又变成了小哑巴 把他拉到怀里 仔细发现 他的瞳孔上的黑芒 又中了一分 你的师父呢 顾于抱着他说道 喂 那推算你的位置 消耗过多的寿命 然后为了寻找成天魂器的踪迹 慕颜雪 已经慢慢接受这种轻易的行为了 可惜 最后 也没能得到成天魂器 他似乎想起了伤心的往事 成天魂器 哪有那么容易得到 全盛时期的 我也才获得了一个 丽月在旁边笑盈盈地说道 慕颜雪看了看这个魔鬼般的女人 你的诗 她犹豫了半天 还是问了 得到了顾于的旨意 丽月慢悠悠地说道 六面翡翠镜 什么 她的美眸震惊万分 怎么了 颜雪 看来真是天意 怪不得师父 一直找不到六面翡翠镜 只有六面翡翠镜的结界 才有可能保证 魔灵在雷杰之威下存活 她喃喃地说道 回想到师父对她说的临终遗言 难道结局早已被注定了吗 历代魔灵都没有成长起来 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没人知道 她以后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她出神地看了看这个紫发的柔弱少女 她真的是那种 穷凶极恶的凶兽吗 慕颜雪开始犹豫了 子起被她看得害怕 躲在了顾于背后 这才敢偷偷探头看着慕颜雪 还有这种事情 顾于大吃一惊 顾于没想到 那六面结界都能扛下雷剑 而且 子起以后的成长是需要杜雷劫的 这也太玄幻了吧 一定是上天都极度千结幻梦的力量吧 这样的话 子起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不过 想要启动六面翡翠镜需要大量的魂力 不知道浮屠云铁塔能不能帮上忙呢 诺 都是给你的 魂力也没恢复多少吧 拿出了那枚装魂金的空间戒 连同她自己的空间戒都放在她的手心里 顾于也知道 她需要接受现状 也没多说什么 轻轻一笑 便离开了山洞 带着子起里跃出了山洞 天色已暗 顾于来到了雪莹身边 她一直在外面把风 主人 你终于出来了 雪莹直接抱了上来 嗯 已经完全搞定她了 子起再也不用担心了 以后她不会再来追杀我们了 又摸了摸子起的头 李悦 辛苦你了 顾于轻轻笑道 顾于随后躺在李悦的腿上休息 小主人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 雪莹再给顾于捏腿 嗯 应该是去那个什么友谊赛吧 现在也不知道飞到哪来了 还剩下两天时间 应该够了 再帮你或者子起 弄一个魂匣 提升你们的力量 小主人对我们真好呢 那是当然 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 他们感受到了顾于的心意 不过雪莹 还是那么容易害羞 是吧子起 哎 跑哪去了 我在这里 鱼 山洞里传出她的声音 原来子起独自跑去看慕颜雪了 她对慕颜雪是又好奇 又害怕 该睡觉了 顾于带着两女回到山洞 看见了那抹紫色的倩影 轻轻搂住子起 顾于问道 你老盯着她干什么 我很好奇 子起柔柔地说道 这时候 慕颜雪正在吸收魂精 看起来她的力量 似乎已经恢复了了不少 又过了一会儿 她的眼睛缓缓睁开 还是黑色的瞳孔好看吗 好点了 嗯 慕颜雪的身边 刷的一下 一道白光出现 主人 我想死你了 你没事吧 一名金发俏丽少女 扑进了她的怀里 原来是她的四翼独角兽 仔细一看 这金发少女 头部有一只独角 之前都没发现 主人 你的眼睛怎么了 嗯 眼睛变成黑了 一 你们是谁 她连忙护着慕颜雪前面 不出片刻 她已经知道 慕颜雪和顾瑜的关系了 你这坏人 居然欺负我的主人 明明是奴家主人 救了你的主人 雪莹立刻反驳 可惜她只能口嗨两句 也无法对顾瑜怎么样 大人说话 小孩子别插嘴 顾瑜随口说道 雪莹 把她带出去 是你 气死我了 坏狐猎 她也认出 当时重伤她的罪魁祸首 可惜 她的主人没有任何战意 她也发挥不出力量 直接就被雪莹拖了出去 不许欺负我的主人 小灯泡可算走了 颜雪 说说吧 天补术是什么 顾瑜试探道 我也是刚喜得不久 按她的话来说 天补术是能沟通天道之力 在进行占卜的一种神奇能力 也不需要什么特殊道具 单单冥想就够了 只可惜 她的天补术刚刚学会 只能算是新手 这天补术被动 可以增加使用者的第六感 所以她战斗时 反应才会那么快 一般人 若被那青阳阴高速的偷袭 会反应不过来 直接暴毙 由于乾隆毋用的效果 她无法预判到 顾瑜的各种操作 第119章 离去 而且 他们第一次在秘境相遇之时 慕颜雪也没学会天补术 因为她的师傅 消耗大量寿命 才推算出浮屠云铁塔 已经落到其他人手中 为了不让天补术失传 所以才交给她的 魂式阶段 根本无法掌握天补术真正的力量 这天补术的效果 分为精准占卜和感悟占卜 进行精准占卜 则需要支付代价 这代价 就是使用者自身的寿命 占卜的越精准详细 所需要的代价越大 占卜普通的物品 比如笔丢在哪里了这些 基本不需要什么代价 如果是寻找自己需要的目标在哪里 这种详细的定位 会支付少许代价 若拥有与此目标相关的道具 关联性越强 支付的代价越低 成天魂器 因为等级太高 所以只能推算出个大致方位 他们师徒万万没想 浮屠云铁塔 和六面翡翠镜都在自己身上 李约被自己的六面结界所困的时候 天补术也破不了六面结界 自然寻不到位置 而感悟占卜 则是感应天地间的魂力 就比如 他师父当初 推算出浮屠云铁塔的藏身之地 只是需要大量魂力支持 不需要寿命 有点类似顿悟 灵光乍现 全靠人品 这么看来 依赖天补术 寻找其余七罪之力 估计也就是大概方位 慕颜雪 应该不会当谜语人吧 那你现在通过感悟占卜 能不能算出七罪的大概位置 你居然打这个主意 慕颜雪有些害怕地望着他 你以为呢 固于嘿嘿一笑 你不 现在不行 估计消耗我所有的寿命 也做不到吧 他低了低头 我还不是很熟练 没想到他居然打的这个算盘 自己是上了贼船了 那好吧 他现在是浑石六阶 而且还是个新手 杀鸡取卵的事 坚决不能做 细水长流嘛 哪怕他算不出来 少了一个敌人 多了一个美丽的女仆 也不算太亏 既然如此 看看有没有机会 获得增加寿元的东西吧 虽然他 有了力池水的加成 但是远远不够 你别去找剩下的力量了 慕颜雪拉了拉顾鱼的衣角 很小声地说道 这怎么说 难道你在担心我 顾鱼疑惑道 才 才没有 我听师父说 传闻历代 劫灾恶预体 收集最多力量的 也就五种 然后就被毁灭了 七罪之力 是人之罪恶的本源 想要驾驭他们的能力 一层比一层难 更何况 有两种力量 一直没出现过 那更需要你的帮忙了 放心 我会为你 寻得增加寿元的宝物 拉起他那仙仙玉手 说道 我现在做不到的 他想挣脱 但是徒劳 现在做不到 以后可以吧 我可以的 等到你天补术 能够算到为止 我这是助纣为孽吗 他的内心 似乎备受煎熬 严雪 看着我 捧起他绝美的脸蛋 正与邪 善与恶 都是人定的 顾鱼开始给他上课 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可是 现在强迫 你也没有意义 以后再说吧 顾鱼放开了他 这种东西 一时抢求不来 沐严雪 召唤了他的天道剑出来 这把长剑晶莹剔透 锋利无比 周身发出夺目的蓝色剑芒 他随手挥舞了两下 便向着山洞外走去 你想走吗 望着沐严雪离去的身影 顾鱼问道 恩他擒手微锤 声弱细闻 可以 不过今天不行 等明天早吧 魂力也能多恢复一些 我还是有些担心你 这大晚上的 顾鱼拉住他的手说道 好 今晚留下来陪我吧 既然反抗也没用 那就只能顺从他的意思 夜幕降临 可怜的独角兽和小黑猫 在外面加班 离月和子起 回魂十海去了 雪莹也没说什么 变成小狐狸 陪在顾鱼身边呼呼大睡 没办法床太小了 沐严雪不敢面对 顾鱼的轻月性目光 只能把光节的后背 留给顾鱼 严雪 你还记不记得你答应我的 嗯 他现在已经没有反抗的意识了 想起那时候的痴态 月光照在那美丽的脖梗上 一丝丝红韵 竟是在旗上 虽然 我以后不会在你身边 天天烦你 不过 你一定要记住 我跟你说道 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不许让其他男人靠近 遇见危险 记得第一时间跑 别再干傻事了 让他的身体 记住我 就够了 嗯 记住 你的命是我就得 以后你得为我而活 完了 抱着他的郊躯 故意慢慢进入了梦乡 沐严雪不敢看这个 肆意欺凌自己的贼人 对他的意志根本无法反抗 这就是命吗 清晨 沐严雪睁开了双眼 感受到身边的气息 原来这一切不是做梦 现实是残酷的 他悄悄起身穿好衣服 看着自己身边的男人 这时候 雪莹抬起头来 四目相对 沐严雪慌忙地避开了雪莹的目光 离开之前 他还是没忍住 回头看了顾与一眼 无畏沉杂的感觉 一丝丝地涌上心头 他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只能选择逃离 骑城上独角兽 他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 他那眼瞳里的黑芒 似乎是越来越微弱了 顾与早上醒来以后 发现身边只有熟睡的雪莹 他走了吗 也没跟他索要联系方式 可能再过几天比赛 可能就上就会遇见了吧 看来雪莹 他在沐严雪走以后 就变回来了 嗯不要 别睡了 小懒胡 以前都是 你叫我起床的 嘿嘿 是主人啊 雪莹揉了揉眼睛笑道 快起床了 今天还要赶路去 平坛市的这眼学院呢 第120章 双头浑兽 打开手机一看 已经十点多了 顾与看到了王老师的留言 王老师 顾与 这边接到了列车 遭遇袭的情报 索性无人员死亡 只是失踪两个人 你没事吧 时间在昨天晚上 极乐蒙的魂兽们 没有大开杀箭 有趣 顾与想了想 扣子回答 顾与 王老师 我昨天执行完任务回来 遇见一伙叫 极乐蒙的魂奴组织 他们气焰极其嚣张 无奈我只能独自跑路了 过来一会儿 王老师 没事就好 别忘了比赛 别给我丢人 顾与 老师你都不关心关心我吗 王老师 你小子坐火车老出事 我听李局说完 都已经习惯了 顾与 没在看其他人的信息 打开了地图 还好 丽月飞的方向不是很弯 这里距离平潭 也不算很远 现在的位置 在星耀的东北方向 而平潭在星耀东部 飞一会儿就到了吧 召唤出丽月子起 其在龙背上 惰天之翼的加速下 直接带着顾与 飞到了星耀东翼附近 风之翼在龙化状态 也可以施整 因为体型过于巨大 消耗魂力过高 这可比坐火车快多了 要不是为了触发事件 真是不想去坐火车呢 子气 你知道就好 顾与让李月落在平潭市 北域版图边界处附近 落地后 顾与刚准备带着三女 向平潭市方向前行 这个地方叫烟霞山 四周没有兵属性 和暗属性的怪物 那也没有必要停留 刚打算骑乘血淫速度赶路 小主人小心 顾与听到后 立刻准备好了战斗 这里是地图边缘地带 危机四伏 终于 眼前出现了一只 丑陋无比的怪物 这只奇异的双头怪物 正在残忍地 吞噬一只青原鹿 熊鸡的头颅 和野狗的身子 融合在了一起 它的身体大在三米高 不算很大 四只星红的眼睛 正死死地盯着顾与 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什么组合 顾与从来没听说 还有这种浑兽 情鸡柴 品阶 普通阶 等级 通灵七阶 被特殊魂器 融合制造出的实验品 来历不明 魂技 烈焰 机头蓄力喷射火焰弹 撕咬 狗头撕咬敌人附带流泻效果 烈焰燎原 怒吼一声 对自身周围 造成中等伤害的火焰伤害 掩体 兵器抗性增加20% 迅疾 被动提升移动速度 虽然只是一只普通级的 但是它的技能很怪异 拥有两只魂兽的特性 李悦 你先不用出手 我试试和雪莹紫棋的配合 马上要参加那个友谊赛 利悦是没法登场的 直接攻击力严重下降 紫棋也没有直接的伤害 DOT毒素 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好的 小主人加油 李悦开始正大光明地划起水来 面对着双头恶兽 也没什么好怕的 魅惑一闪 果然 这或两个头 只控制住了一个 那机头搭了下去了 狗头控制身体 电光石火般冲了过来 这速度 根本不是普通级的 雪莹施展了风驰电掣冲了上去 利爪飞舞 那双头怪物 速度不敌太慢 闪避不及 被雪莹的利爪攻击 身上已经开了好几刀口子 血流如注 紫棋也没闲着 舌头发出奇怪的紫芒 那双头怪物 仿佛看见了什么恐怖怪物一般 身体静弯不止 他的运气真的很差 至死之毒事 立刻生效了 那狗头直接蹊跷流血 大大的脑袋垂了下去 不过 他似乎有两条命 理论上 他们是同一个身体 血液中充斥着紫棋的 无色之毒 不应该啊 鸡头刚刚苏醒 蓝色的冰霜之力肆虐 身体逐渐被冰霜覆盖 冻结 索魂链轻易命中了他的头 故意催动全身魂力 手套发出炽热的火焰 试试自己的全力一击吧 蓝色冰锥袭来 轻轻松松便穿透了 他被冰冻身体 大量紫色的血液 似箭而出 他的身体出现了的大窟窿 内脏惊悔 这都没死 故意顺着链子突进 用尽全力一击 狠狠打在这熊鸡头关之上 整个鸡头盖骨 都被烈焰所融化 出现了一个恐怖的大坑 这 我有这样牛逼 自己的全力一击 已经堪比魂迹了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两只头颅连续被击杀 他的身躯轰然倒地 尸体迅速腐烂 变臭 故意连忙带着三女离开了那里 小主人有这么在意吗 人类之中 像你那小女奴一般 拥有特殊能力的人 也有不少呢 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呢 看着顾鱼疑惑的样子 李悦收起手机靠了过来 李悦 你应该是来自人类地图之外的 神秘之地吧 顾鱼望着身后茂密的森林说道 当然了 只不过有些东西 现在跟小主人说 也没有任何意义呢 顾鱼也相信李悦说的 以沐炎雪当时的战斗力 被龙威削弱过 还勉强能接下李悦的攻击 而且 昨天那青阳鹰 如果没有坚韧这个技能的话 早就被天道剑斩下手机了 这些人说明的话 穆家似乎只是御灵式的中等家族 家族 故于这才猛然想起李悦的话语 家族 中立的势力 强大的家族 他们不会与国家统一战线 各自为营 凭什么 肯定是超越人的力量 给了他们底气 而且 目前所知的情报 人类只能吸收魂金提升魂力 这些魂金矿脉 都被各个国家所掌控 这些家族 是通过什么方式 获得修炼资源呢 都敢跟官方叫板 自己都穿越了 都见过系统的存在 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天上飞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所处的 只是这个神秘世界的一个角落 真是有趣呢 故于嘴角没远住倾笑 小主人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了 算是吧 于于 我是不是很厉害 子企变回少女形态 紧紧地缠了上来 子企很厉害了 上来就大发神威 要不是两只头 她早死了 嘿嘿 子企难得地笑了起来 奴家屋 抱住雪莹的郊躯 雪莹当然也很厉害了 虽然之前成功击杀了青羊鹰 吞噬了不少魂力 但是距离生接所需要的魂力 还是相差不少 看着这奇怪的魂兽尸体 化作白光 让故于想起 之前遇见的那对蛤蟆和蝎子 不知道 它们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看来这个世界的秘密 还有很多啊 第121章 吴家 这烟霞山虽然山清水秀的 但是并没有故于需求的魂兽 也没必要在此地多停留 这次故于收起李悦和子起 准备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平潭市 在风驰电车的加持下 雪莹带着故于飞速向着平潭市前进 只留下一道白光 看了眼手机 已经到了下午两点了多 雪莹 累吗 吴家不要紧的 路上的魂兽的等级越来越低 也没有什么吞噬的价值 故于看了看 最近的休息处叫做北山镇 还是别把雪莹累坏了 这一口气 跑了起码三个小时 别给老婆累坏了 雪莹 走吧 往这边 掏钱 林卡 轻车熟路 本来 故于是打算在此地吃点饭 然后让雪莹休息一会儿就离开的 结果一进休息处内 发现这里面有好多人 起码十多个人聚成一团 这在休息处很少见 而且 好像是一群仆人和公子哥的组合 他们是来旅游的 故于不想惹事 连忙抱起白色的小狐狸 随便找了一家 看起来装修不错的炒菜馆 小兄弟 吃点什么 老板倒是和蔼可亲 嗯 蒜台素鸡 土豆鸡块 叫了几样爱吃的饭菜 故于找了一个偏僻靠墙的桌子 又逗了豆怀里的雪莹 这毛肉糊糊的小爪子 很难想象 这时候 那一大一帮人也进了这家菜馆 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 故于还是喜欢安静偏僻的地方 好吵啊 不过 都已经点了菜了 就凑合对付一下吧 把雪莹放在腿上 捏了捏她的两只前肘 上下摆动起来 特殊事件 还是触发了 挤到身影围了上来 躲都躲不开哦 肯定说我太帅了 才导致的吧 喂 小子 我家小少爷说 把你的狐狸拿出来看看 没想到 雪莹变成了迷你形态 都这么显眼吗 哎 这帮人路走窄了 故于抬了抬头 眼前是好几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一脸凶煞的样子 别看他们凶 打起来了第一个装死 只是会叫的好狗 把你家少爷老婆拿过来 给我看看呗 你居然敢口出狂言 什么狗屁小少爷 让他过来我看看 这种傻软少主 就是送人头的存在 你们几个废物 让你们半点小事 怎么这么不利索 一道低沉的声音传来 一位身穿了青衣衫 身材瘦弱 大概一米六的男子 漫步走了来 嚣张至极 看他的面相 就是很欠揍的模样 一看就是没被人 带到厕所后面的 小树林教育过 小少爷是吧 他搂着一位 稍有几分姿色的女子 对着故于说道 你这冒险者 别不识好胆 我只是 看你这狐狸三条尾巴 有些好奇 想要仔细看看 哦 那我看你怀里 这女子也比较好奇 能否借我晚两天 故于气焰比他还嚣张 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他一看就是不太聪明的样子 被自己的话语气的火冒三丈 你也配 这时候 一个身材瘦弱的老者过来说道 小少爷 老爷吩咐过了 不许你惹是生非 给我们无家丢人 这位小兄弟 对不起 老者赶忙过来道歉 没关系 下次注意点 如果真跟这种人斤斤计较 那就是格局小了呀 小少爷 赶紧走吧 当心老爷回家教育你 哼 不用你这奴才管闲事 他虽然这么说 还是乖乖地听老者话离开了 看来他爹的七匹狼 还是有点威慑力 这还有点家族样子嘛 天天弄得脑瘫少主 惹是生非 全家因为一个倒霉鬼 惨遭团灭 这种小说 剧情太多了 没想到 三位迷你形态的雪莹 还能成为事件的导火索 你呀 小货害惊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顶 胡眸微微眯起 舒服至极的样子 雪莹根本没意识事情严重性 这光滑柔软的皮毛 美丽的外表 永远是人群的焦点 美美地吃一顿饭后 为了让这个小少爷安稳地度过下半生 顾鱼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 还好 狗血的剧情并没有发生 在傍晚六点多 顾鱼终于赶到了平潭市 这座城市还是比较繁华的 虽然比不上星耀 但起码比玉林和华耀好很多 大街上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路上都是各种浑虫 顾鱼赶紧打开手机 先找找那个什么 这眼学院在哪个位置 明天还有一天自由活动的时间 可以考虑逛逛新的城市 整天在外打打杀杀的 好累啊 小轿车载着顾鱼 缓缓地到达了这只眼学院门口 刚下车 顾鱼万万没想到 这么晚的情况下 学校门口竟然有这么多人 起码有一二百人 来到人群一看 北蓝的大牌子下面 好家伙 张主任 那个当初去报到 遇见那个地中海主任 他身边跟着好多北蓝的学生 顾鱼虽然没有经常去上学 对于有些人还是眼熟 正当他发呆的时候 顾鱼 你小子来得太晚了吧 熟悉的声音传来 是余安和林业 你们不是没参加比赛吗 怎么跑过来了 顾鱼无比震惊 你天天翘课 怎么会知道 张主任提议 带大家来参观比赛 学习学习 公费旅游罢了 发消息也不回 好兄弟 没爱了 余安搂住了顾鱼说道 我不喜欢基建 重点班的全部都来了 普通班级名次靠前些的 也都跟过来了 林业说道 这次比赛名义上 虽然是有益赛 其实就是三所学院的 暗中较量罢了 排名高的学校 获得国家赞助就更多 原来如此 这几天 你跑哪去了 去玉林逛了一圈吧 去酒吧玩了玩 顾鱼如实说道 好家伙 撬个泡巴 不愧是你 三人正在聊天 王老师发现顾鱼 便走了过来 顾鱼 来了呀 嗯 只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多人 这才哪到哪 来 跟我去提前做选手登记 后天正式比赛 会有很多人观看 你可别切场了 第122章 玩游戏 不要跳过对话 北兰的其他九名选手 早已登记完毕了 就差顾鱼这只独狼了 老老实实地 跟着王老师 走进了拓鱼的教学楼内 这一路路上 顾鱼四处打量了这座学院 天黑并不能阻挡 它开启夜视后的视野 拓鱼学院整体规模 跟北兰学院差不多的感觉 综合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在一个房间内 注册好身份信息后 王老师拉住想要逃跑的顾鱼 列车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车上的破洞是怎么回事 眼睛下的锐利目光 直勾勾盯着顾鱼 呃 这我也不太清楚的 演技时间 少装算了 失踪的两个人 一是个你 另一个是吴皇的沐沿雪 他今天可是没来报到 他不来吗 这是明显是躲着自己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王老师狐疑地看着顾鱼 这个学生 不会把沐沿雪给做掉了吧 顾鱼没想到 王老师会脑补得那么离谱 他只是想隐藏自己 干掉了青阳阴这个事实 他现在连魂魄都在 浮屠云铁塔那家班 可怜的打工人 其实吧 我刚完成御灵的任务 就打算回星耀 万万没想到 会遇见这伙自称 极乐盟的魂奴组织 结果沐家小公主大发神威 连斩几只魂兽 我就趁机跑掉了 别的情况 我是真不知道 顾鱼贪手道 还是得说一些真话 真的 嗯 顾鱼告别了王老师后 转了个 弯辫偷偷开启前行跑路了 王老师看着顾鱼离去的身影 这小子 看来说的是真的 原来 御灵任务中兽之种的情报 是他提供的 这个学生 真的是远远超乎他预料的强 虽然 他肯定有秘密在隐瞒 不过 既然能拿出兽之种的情报 想必也会不是什么恶人 没必要刨根问底 掌控欲太强的话 可能会引起他的反感 这种因小失大的操作 会使银鱼损失一位优秀的人才 只要他不做人类的叛徒就足够了 他还是比较 相信自己的眼光 顾鱼避开了拥挤的人群 偷偷地跑了出来 今天赶了整整一天的路 先找个住处 还没试过浮屠云铁塔的变化 修炼后就早些休息吧 根据地图推荐 顾鱼找到了一家 离这院学院不远的豪华酒店 快速开好房间 关门后就把三女放了出来 然后 顾鱼立刻进入了冥想修炼阶段 子奇感到了顾鱼的想法 也是立刻回到了魂石海 一人一舌 开始不断地吸收浮屠云铁塔的力量 这魂石海中的黑色小塔 现在二层正在不断闪烁清光 产出的魂力 已经是之前的一倍有余 浮屠云铁塔修复成功 效果拔局 几小时候 顾鱼还好 子奇成功升级到了返品四界 系统这次也提示了子奇需要的材料 进阶需求 一朵独魅花 空间之力十分之一 独魅花 之前怪异蝎子蝎子 和蛤蟆保护的那朵花 自己正好有 不过这空间之力 是什么意思呢 富含空间之力的道具就可以了 系统久违地上线了 而且 这次声音不再那么冷漠了 空间界也可以吧 可以的 感觉系统好像人心化了不少 套娃界啊 那有的是 空间之力 那主要还是空明石 以后肯定会大量需求的 还有注意一些兵系和毒系质保 雪银和子奇升级都需要额外特殊材料 顺便抽了一波奖 这次故意等系统说完 才开始确认的 或许 提高系统的好感度 可能会有惊喜 白光一闪 还是安慰奖 哎 等等 望着手中的十枚兵系 二十枚暗系 难道是 看在你最近没有挑过对话的面子上 给你偷偷地改了奖励 难道是攻略系统 还有特殊奖励 新的操作get 不过 我好像损失了一个亿 真想给自己一拳 没事老挑过对话干什么 爱了爱了 这系统人性化好多 五星好评 当顾瑜在想跟系统沟通之时 发现他又没有反应了 顾瑜 你是男的女的 系统 调戏也不行 那算了 赵长卫给雪银丽 月魂合之后 主人 你怎么多给李月姐姐十块呢 雪银撅起小嘴 气呼呼地说道 嗯 我把子启的那份 换成了丽月的了 反正子启 吸收的是浮屠云铁塔 顾瑜抱起雪银安慰她起来 顺便撸了她的尾巴 嗯 雪银很喜欢被顾瑜摸尾巴 而子启委屈巴巴地看着顾瑜 一副我见游怜的样子 子启 乖 那魂合对你没用 鱼都听你的 子启对顾瑜是言听计从 那就多谢小主人的厚爱了 李月倒是很开心的样子 三女都能知道顾瑜心中所想 但是谁不喜欢争宠呢 都想当她最爱的那个 这时候 顾瑜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打开一看 是鱼安发来一条消息 鱼安 明天我们一起好好逛逛这里啊 我还是第一次来平坛室 一起看妹妹 顾瑜 妹妹你还是自己看吧 鱼安 我有特殊情报哦 顾瑜 我来 关掉了微信 看了眼腾龙APP 此时已经判定 顾瑜完成任务了 三百几分到手 这算额外完成的奖励吗 天色不早了 顾瑜便搂着老婆们睡觉了 第123章 夜天 第二天一早 顾瑜慢慢睁开眼睛 一只毛茸茸的大尾巴挡住了视线 还有一只龙尾缠在脖梗上 最近李月和雪莹是越来越懒了 明明以前都是雪莹 叫自己起床的 看着眼前玉体横沉 山峰瀑布 腰间还紧紧地缠着一条蛇 唉 叫醒他们起床后 顾瑜第一次主动给鱼安打电话 喂 鱼安吗 我们几点在哪碰头啊 你有什么消息要说 电话另一头 有女人的声音 这小子 嗯 顾瑜你这也太早了吧 我马上起 一会九点吧 那个什么学院门口处碰头好了 嗯 那就不打扰你的好事了 刚挂电话 就感到后背遭受了强烈的挤压 随后一双纤细的玉璧抱了过来 猜猜我是谁 李月 别闹了 一会要出去玩的 今天麻烦你老老实实待着了 仔细会陪你的 乌小主人不带人家出去玩 这该死的挤压感 你是生怕我不被人砍死对吧 嘻嘻 那奴家遵命了 她又模仿雪莹说话的习惯 黑光紫光闪烁 这妖女可算回去了 雪莹还是蛮开心的 能挣大光明陪在主人身边的 只有我 她高兴地扑了过来 顾瑜带着雪莹 慢慢地来到了拓厌学院门口 这一路上有些拉风 今天她衣着白色衬衫 黑色长裤 见眉心目 帅气的面庞 乌黑光亮的黑发 身形挺拔 真是一副风流潇洒的模样 顾瑜肩膀上的雪莹 更是惹人注目 三条毛茸茸的大尾巴 引得路边少女连连五腿 嗯 五腿干嘛 拒绝了几位漂亮妹妹的搭讪后 约安和林烨 这才缓缓赶来 顾瑜 你怎么这么早 你打扮成这样 我们哪里还有妹妹了 约安气呼呼地说道 这怎么可能比得过啊 我随意搭配的而已 放心 绝对不跟你抢妹妹 顾瑜抱着雪莹笑道 我们先去哪转转呢 还有你说的神秘情报呢 先去找妹妹 老色呸得发言 怎么能让顾瑜跟着你去找妹妹 他明天还要比赛的 说正事 林烨微微怒道 嗨 我们二班不就是走个过场吗 天塌下来一般的顶着 顾瑜选手排名是第十 没准就是个饮水机管理员 慌什么 约安丝毫没有在意 这个友谊赛 可这 老林 你就是太正经了 来来来 今天我们去找好玩的 他这时看了看顾瑜怀里的雪莹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怪不得 你不喜欢一般妹子 你的小狐狸画形 肯定很好看吧 这还用你说 要节制啊 大家都是男人 都懂 看来 你是老董哥了 顾瑜表示赞许 扶瑞控制吧 开玩笑的 XP自由 对了 我昨晚听拖延的妹妹们说 这平坛的拍卖会 可能有击魂单出售 这就是神秘情报 怎么样 于安如果闭嘴少说几句话 还是个不错的帅哥 丹药 顾瑜大吃一惊 这个世界也有炼丹 我怎么不知道 我差点忘了 你天天翘课 也忘记跟你说了 于安笑道 顾瑜轻拍一下自己头 自己好像根本没老老实实的上几天课 一直在外面丹干 居然连丹药都不知道 失策了 以后应该好好上课的 这丹药有什么效果 吃了无条件生肩 听老实说 这炼丹 就是将魂兽的血肉之躯炼化 极品丹药 蕴含魂兽生前一至三成的魂力 抽魂做魂侠 身体也被炼药 魂兽好惨啊 才这么点 这也太少了吧 故于不屑地说道 吞噬全部的魂力 对自己来说都完全不够 一至三成 搁着打发叫花子呢 这你就不懂了吧 积少成多 你说 去抢夺大量的魂精简单 还是拿魂兽尸体 去找炼丹师简单呢 这倒也是 对普通人来说 升级方式太过单一 魂精可是非卖品 这丹药 哪怕是一至三成 对普通魂宠师来说 也是极大的提升了 不过故于相信 肯定有其他提升魂力的方法 只不过现在等级太低了 接触不到那个层面 有没有那种 提升身体素质的丹药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 炼丹师爱 你以为是烂大街的存在吗 如果不是上学 听老师随口说一嘴 我也根本不知道 还有炼丹师 炼丹师 走吧 先去玩玩 晚上再逛拍卖行 于安说道 都已经出来了 晚上再去见识见识 这所谓的巨魂丹吧 三人便向着这平潭市 最繁华的大街走去 这一路上 于安一直在评价 路过妹妹们的身材 这个六分 不能再多了 这个气氛 我要去看看脸 没事了 背影杀手名不虚传 到达目的地 玉红大街 三人刚准备找个地方 先吃午饭 他们发现 前方的人 似乎正在不断聚集起来 难道是有什么事件发生 感觉有热闹看 于安兴奋地说道 看什么热闹啊 万一出事 小心喷你一脸血 灵夜说道 于安便独自跑进人群里去了 顾瑜 老林 老林 快来看啊 有什么好看的啊 来啊 来看你就知道了 于安跑回来 把顾瑜和林夜拖了进去 雪莹 不许看美女 三人仗着身强力壮 轻松地挤进了人群内 原来 是一位银发青年 被一群看起来 就是不良的社会青年 给包围住了 叶天 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 在外力店打伤了我的兄弟 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过两招 叶天 呃 怎么这么耳熟 但是顾瑜还是想不起来了 那银发青年并没有搭理他 黑光一闪 竟是直接用一种鬼魅的身法 一下子突破了这群人的包围 周围的人甚至都没看清 他是怎么从人群中钻出来的 卧槽 闹鬼了 这是什么操作 顾瑜心中大惊 这人的身法怎么这么灵活 而且 没有召唤魂器和魂虫 这能力是他本体的 郑琛 既然你这么想打 明天我们擂台比赛上见就好了 在这里打 很危险的呀 叶天不屑地说道 留给众人的 只有一道装逼的背影 第124章 叶天的试探 眼看那叶天要离开了 那郑琛也没有再多说一句废话 直接冲了上来 可惜他的小弟们都十分刮怂 就在那看 经典挂机混子 装死逃跑第一名 一把四米多的红色长枪缓缓出现 他握住长枪 用尽全力冲锋 只取这名叫叶天的银发青年的背后 这小暴脾气 当街开打 还搞偷袭 真是醉了 蟒夫 卧槽 本命魂器 快跑啊 周围黑压压的人群立刻散开了 开玩笑 魂宠师打架 万一被波及 可能会死人的 不到一分钟 只剩下一些魂宠师们 还在看热闹 银发青年赶到背后一凉 只能应战 召唤出自己的武器 出来吧 扑雷刀 好中二啊 有好戏看了 一位青年 随手掏出了一个小板凳 熟练地磕起了瓜子 紫光飞过 是一把锋利的坡刀 魂器 扑雷刀 能力 大幅度提升主人速度 暴击几率 引雷 高速移动穿刺目标 暴击率大幅度提升 锐刃 普通攻击 无视30%防御 雷属性的魂器 雷 狂暴的毁灭之力 暴击是雷属性专属的词条 紫光一闪 竟是有残影显现 它的攻击速度很快 这看似随意的一击 便轻松化解了 那红色长枪的攻势 随后刀枪不断相交 紫芒红芒 不断交替闪烁 你再这么闹下去 一会儿来人了 我们都要去治安部喝茶了 叶天用力一击 便震退了持枪的郑琛 他执刀副手而立 这必装的还可以 哼 郑琛也发现 经过刚刚几次试探 自己完全占不到任何便宜 打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便带着手下的人 匆匆离去了 不打了 我还没看够呢 周围剩下的魂宠师们说道 真打起来肯定会伤及无辜 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走了 有什么看呢 顾瑜催促两人走开 在路过那夜天身边之时 一道略微惊喜的声音传来 顾瑜 是你吗 嗯 他认识我 你朋友 两人望着顾瑜 诧异无比地说道 顾瑜回头仔细一看 这银发少年 长相颇为帅气 一字眉 目光坚定 阴笔 下巴方正 一看就不是凡人 我是顾瑜 你是 你忘了 我是你隔壁的夜天啊 哦 是你啊 顾瑜连忙装作想起来的样子 完蛋了 完全忘记有这么好人物 虽然我们基本没怎么说话 你可能忘了 我们是同一个孤儿院出来的啊 没想到能在这平潭相遇 叫住你 也只是想叙叙旧而已 夜天畅怀大笑道 夜天 顾瑜想起来了 当时测试第一个觉醒魂器的少年 怎么感觉 你性格变化有些大 试探性的问道 觉醒本命魂器后 有所改变了吧 这也确实 顾瑜也是一点点改变的 不过 他为什么主动搭话呢 印象里 两人并没有多熟 既然你是顾瑜的朋友 我们正好要去吃饭 可以一起来 鱼安大大方方地说道 他虽然不爱跟男人交朋友 但是是顾瑜认识的人 还是给足了面子 那就谢过了 夜天抱了下拳 客气什么 随后 四人边走边聊 最后来到一家烤肉店门口 顾瑜 你是去了北兰学院吗 夜天问道 嗯 你不也是吗 我记得 你是第一个觉醒的 顾瑜正在喂雪莹吃烤肉 没 后来有人拉着我去拖延学院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夜天明知顾问 打比赛啊 明天遇见记得方方水啊 顾瑜几眉弄眼地笑道 我实力低微 只是后补成员 好巧 我也是 话说回来 我在离开玉龙之前 听说林文祥卷和王文文 卷入了魂奴事件 那王文文听说 是受不了打击 已经住进了精神病院里面了 他突然提了这么个话题 哦是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还想找他们报仇呢 顾瑜装作一副 特别吃惊的样子 看来是为了这事而来 没理由啊 顾瑜有些不解 我记得你以前追过王文文来着 我劝你你也不听 往事 不提也罢 顾瑜摆了摆手 什么是什么事 于安开始打听起来 年少无知瞎了眼 只是没想到 他落到这个下场 顾瑜故作惋惜 那个林文祥 也没少欺负你 这对你来说 也算是好消息了吧 叶天眯眯眼说道 嗯 有意思 那可真是太好了呢 然后呢 顾瑜反将一军 这一下子 给叶天整没话了 跟我玩这个 你还年轻哦 只要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啊 之后 叶天再也没提这件事 饭后 谢谢你们 我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这火焰雕的翅膀 就当饭钱了 他随手丢给于安一枚戒指 火焰雕的翅膀 可是火系进化经常需要的材料 也能卖上不少钱呢 支付饭钱绰绰有余 叶兄 这太客气了吧 于安说道 想还给他戒指 叶兄的心意 怎么能浪费呢 顾瑜大手一挥 拦了下来 这个 我也用不上 你们是顾瑜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叶天笑道 那我们茗玉见 顾瑜也陪笑道 茗玉见 分道扬镳后 叶天望着顾瑜远去的背影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这个叶天 上来就抛出这个问题 刻意探我虚实 应该是敌飞友吧 有些奇怪 他那诡异的身法计 况且 两人根本没有什么大的交集 他主动来搭话 肯定不太对劲 还把朋友强调这么多次 顾瑜虽是陪着他们玩了一下午 但一直在回忆从前 可是记忆里并没有教叶天的 跟他在同一个孤儿院啊 看了看自己 这倒霉的前半生 应该是劫灾乐玉体的副作用吧 不过随着子启的到来 也不算那么亏吧 第125章 脆骨丹 顾瑜 走了 逛拍卖会了 别像个傻子在那处着了 约安通过一下午的努力 已经成功泡到一个妹妹了 哦 来了 你在想什么呢 约安随口问道 没想什么 想想以后怎么办 顾瑜随口编了个理由 及时行了就好啊 人的生命这么短暂 难道你要把一辈子 放在修炼魂力上 我听说 哪怕是成为魂王级 寿命也就几百年 这对于我们普通人 遥不可及啊 约安出神地说道 我倒是赞同约安的说法 人的生命太短暂了 灵夜也说道 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 去看看拍卖行吧 他丝毫没放在心上 搂着美女在前面带路了 可惜 这里没有开盲盒的玩法 还是心要好玩 灵夜笑道 确实 也不知道 于安哪来的手段 只需一天的功夫 平潭式的地下拍卖行 都被他找到了 这社交能力 着实佩服 跟随两人进入拍卖会的大厅 宽阔的会场 不错 里面有不少人正在缓缓入席 有妇女儿童 乃至老人 快点吧 一会儿连座位都没有了 于安催促道 与一位老大爷 一番心理博弈后 故于三人 还是成功抢到了座位 一点都不知道 尊老爱幼 大爷说完 便跟其他年轻人抢座去了 都是魂宠师 装什么老年人 可是 旁边的一位年轻的少女 受不了压力 只能主动让出座位 看着这老头 等待了片刻 主持人终于出现了 是一位衣着西装 身材魁梧的中年人 嗯 不应该是美女拍卖师吗 剧本不对啊 欢迎大家赏脸 来参加本次拍卖仪式 我是你们熟悉的老朋友任宁 还是跳过对话吧 废话真的是太多了 想必大家早有所耳闻 近些日子 有人委托我们 拍卖丹药 巨混蛋 下面人立刻都沸腾了起来 真的是丹药吗 大多数人只听说过 基本都没有见到过所谓的丹药 没想到 在小小的平潭室 还能见到传说中的丹药 任宁大哥 难道是炼丹是委托的 这位顾客 不透露委托人信息 是业内行规 不要做让我们为难的事哦 这主持人彬彬有理地说道 是我唐突了 随后 一位美女捧上来一个精致的盘子 上面有一个小瓶子 外面有几颗淡蓝色的药丸 这就是所谓的丹药 可惜距离太远了 系统面板都扫不到啊 回头买个望远镜试试 先拍卖这巨魂丹 大家都知道 魂兽全身都是宝 这巨魂丹 可以提升大量魂力 经过实测 五枚可以直接 让一个新手魂宠师 直接到达梵屏五阶 至于它的真正价值 由你们决定 这里有20枚 20W起拍 故于思索了一下 五枚能提升到梵屏五阶 效果还蛮不错 如果真是如约安所说 三成的魂力左右 那炼制这丹药的妖兽诗骸 起码得有真稀奇吧 就这么思考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每枚的价格 从1W已经变成6W了 真的是毫无人性 魂金是有价无市 但要是万金难求啊 你们不拍吗 故于问了问身旁的两人 我就是来玩的 拍那丹药做什么 没有长期固定攻击 没用 二人摆手说道 7W 给我个面子 陆二哥 一名女子不慢不紧地说道 他在盯着对面的大胖子 8W 黎美女 兄弟我也是急需 你也知道 这东西万金难求 我有个侄儿可能需要他 哼 两人疯狂抬价 不出片刻 已经到15W了 20W 一位黑袍人 突然大声地说道 这个价格有些离谱了 400W提升 这些魂力 不如去购买些 进化材料来的实在 大部分人的魂宠 都是普通级 只要用钱砸 还是能进化到真稀级的 不过故于的三个老婆 一个比一个牛逼 进化进气是根本不用想了 25W 也有钱 那陆二哥紧随其后 最后那黑袍人 以50W一枚 全部买下 陆二哥 还是有些肉痛钱财的 用1000W 买下这20颗巨魂丹 显得有些浪费 看来 这个世界确实有炼丹术 而且利润很大 故于也没打算拍下这些丹药 自己可以通过吞噬魂力来提升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故于身上 根本没那么多钱 第二件商品是青葵狼的尾巴 是木系浑兽常用的进阶材料 20W起拍 故于便没有了兴致 接下来的商品 是神秘委托人附带的特殊产品 脆骨丹 服用可以少许提升身体素质哦 友情提示 这没脆骨丹力量增幅有限 大概能增加一虎的力量吧 大家理性消费哦 起拍价50W 虽然人宁也想把这东西 拍到天价拿分红 但是不说清药品类的功效 虚假报价 被拍卖行的损失可是巨大 他一个小小拍卖师 工资不够赔的 还有这种好东西 这有什么用 我又不跟魂兽近身搏斗 鸡累 有些魂宠师抱怨道 也就近战型魂器的人 可以购买了 扯淡 一只普通老虎力量的提升 有个屁用 魂兽一找 起码十虎级 一位魁梧大汉说道 对于普通人倒是有点用嘛 对我们魂宠师意义不大 一时间下面议论纷纷 大多数魂宠师都是远程型 哪怕是近战型 一虎的力量提升太低了 顾鱼倒是想拍下 兜里还有300W 拍下看看这丹药是什么构成 51W 52W 这次价格再一点点攀升 力量的提升不被大众所接受 100W 顾鱼出价了 哪来的傻子 花100W买这个 顾鱼 你买这个干什么 灵液也是惊到了 对我来说可能挺有用嘛 鸦雀无声 他们认为 没人会花100W买积累丹药 三 二 一 成交 第126章 不按套路出牌的雷洁 花费100W拍下了这枚丹药 顾鱼也没觉得多肉疼 大不了以后 有空去外面刷刷兵戏小怪怪呗 这不就回本了吗 兵戏浑兽 你不要过来啊 很快 一个透明的小瓶子里 装着一颗红色的丹药 被试者端送过来 脆骨丹 珍稀及浑兽失害为主 搭配近骨草炼制而成 巨浑丹的副产品 服用后小幅度增加体力值 看来真的是一只珍稀及浑兽 被炼制成丹药了 顾鱼被万劫不灭强化后 体力值已经有8.5级了 提升体力嘛 又不亏 以后老婆只能是越来越多 体力当然也是越高越好啊 男人可不能说不行 轻轻吞下红色丹药 顾鱼没敢咀嚼 生怕浪费药力 不久 腹部传来火热的感觉 再次打开了系统面板 体力值已经变成了8.8 涨了0.3 也还不错嘛 花钱买属性点 不亏 感觉怎么样 什么味的 灵液问道 还可以吧 一口气吞了 没嚼 顾鱼歪头说道 既然已经证实 但要是浑兽狮还炼制而成 那么这些神秘的炼丹师 绝对是强大的魂宠狮了 目的也完成了 后面的拍卖顾鱼 也没有什么兴趣 200W也买不了 什么好东西 鱼安 灵液 我有点事 先回去了 顾鱼说道 嗯 你要回去了 明日还有比赛 王老师发来信息了 得先回去准备准备了 顾鱼摇了摇手机说道 那好吧 明天比赛加油哦 兄弟 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谢谢你们了 顾鱼迅速地离开了拍卖行 回到了家中 刚刚脱鞋 紫黑两道光芒闪烁而出 小主人 人家家想死你了 立约又开始了 你怎么还叠辞辞呢 别这样 明天还有比赛呢 老师店 憋了一天吧 你和雪莹 先去洗澡吧 我带自己修炼下 小主人真贴心呢 她微觉小嘴 表示不满 好的主人 走吧 李月姐姐 雪莹连忙把李月拉开了 很快呀 稀疏 衣服落地的声音 你们注意点啊 不要老这样考验我的定力啊 顾鱼说道 眼前简直是天堂 小主人你不是都摸过亲过了 还害羞什么呀 哎呀 算了 根本斗不过她 子气 以后不要学她们啊 老是勾引主人 可是 雨 你的内心却是在说好言 你明明喜欢 看她们裸体的样子 为什么让她们注意点 那子谋的主人 甜甜地说 说完 子气也开始脱衣服 嘿嘿 该修炼了 明天有比赛呢 顾鱼连忙拉住她 再这么搞下去 今晚肯定又是难眠夜 回家再说吧 我都听你的 雨 她静静靠在顾鱼怀里 还是子气乖 主人 还有奴家 雪银从浴室探出头说道 小主人 我也是很听你的话呢 天人交战了一会 好不容易抹杀了心中的欲念 故意带着子气来到魂石海中 今天 只让子气一个人独享经验 先升到五阶再说 在故意的魂力催动下 浮屠云铁塔产生的所有魂力 全部缓缓被子气吸收掉了 不得不说 确实有些累 相当于拿自己的魂力 强行把魂力引导到子气体内 之前也试过 雪银和利月无法被强行引导 可能因为 只有子气可以和故意的魂力性质比较相似 魂石海中 子气的身体又变长了许多 现在已经是一只大概三米长的大蟒蛇了 紫光不断闪烁 达到了樊屏五阶 停下吧 子气 突破以后再说 如果立刻帮子气进阶 说不定会有雷结 故意刚刚离开魂石海 睁开双眼 发现外面已经开始雷晕滚滚了 一种被人盯上的感觉喜来 卧槽 难道是 没突破也会有雷结 而且 这才刚入通灵 也太早了吧 李月 雪莹 快出来了 要来了 顾鱼连忙开始穿鞋 我们早些好了呀 难道是 雪莹脸色一变 由于本命相连 他们立马知道了 事态严重 顾鱼连忙点了点头 子气 乖 不怕呀 有我在呢 此时的子气 已经被吓得整个人挂在顾鱼身上 浑身瑟瑟发抖 他最害怕天雷 以前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定要故意搂着他 才能睡着 故意好不容易才把他取了下来 立刻披上旋梯场 出城之前 还是不能让人发现 把李月和雪莹收了回来 直接施展踏虚行 穿越酒店 带着子气 向着城外赶去 这要是雷杰击杀无数路人 这罪孽全算自己头上 虽然我不是好人 但也不是什么 携带自爆炸弹的恐怖分子 卧槽 你们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天雷滚滚啊 外面的路人被吓得连忙惊叫 打雷了 下雨了 快 就TM你话多 他的朋友一拳给他打晕 便带着他跑了 我的洛天一啊 我没干什么坏事啊 整个平潭室都变得嘈杂无比 城内人心惶惶 故于此时飞速地向着城外移动 连忙安抚了怀里 缠着越来越紧的子气 子气 没事的 我会保护你 万万没想到 还没突破通灵镜 就会被雷劈 现在自己八成 也展开不了六面翡翠镜 而且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尝试了 头上乌云密布 雷电肆虐 轰隆 震耳欲聋的雷声 震得故于耳朵有些发晕 借着黑夜 没人发现顾鱼的身形 顾鱼并没有施展前行 但愿一会儿的雷劫 自己的万劫不灭 可以抗住吧 子气的添珠效果 导致根本不能承受太多伤害 再说 哪有让老婆被雷劈的道理 到达外围城墙附近 也没时间走大门了 顾鱼和子气双方 已经感觉到了 被不可言明地存在 彻彻底底地盯上了的感觉 那种窒息感 带来了庞大的压力 踏虚行 轻松穿越了这个高大的城墙 人类设置的城墙结界 也根本阻挡不了 区医主法加持的顾子二人 雪莹 靠你了 带着我们离开远点 穿越城墙第一件事 召唤并爬上雪莹背后 然后飞速向着山林内前进 顾鱼把旋梯场和手套等 全取下来 装在空间界内 交给李悦保管了 可别让雷劫毁灭掉了 李悦跟在顾鱼身边 满脸担忧 这附近的魂兽 全部吓得躲了起来 雷劫 史诗级的李悦也不敢硬扛 他们哪敢出来溜达 不好 一种莫名的心慌敢袭来 第127章 万劫不灭 于 你放下我吧 他们是来杀我的 紫棋有些害怕地说道 雪莹 快跑 强制命令雪莹用风驰电撤 进行最大的加速 与此同时 故于抱着紫棋 连忙跳了下来 催动锁链命中在远处的一棵树上 连忙使用突击飞速位移 不到一秒 一道紫色雷光飞速而至 这雷电之力 好像一条紫龙般 直接将刚才的位置 直接被劈出一道大坑 毫无疑问 这恐怖的伤害力 玩暴故于见到的大多数魂迹 无数的紫色的雷光 接踵而至 卧槽 可能会躲避不过来了 连忙使用锁链 突进到其他树枝上 随后滑翔躲避 李悦 雪莹 离我远点 千万不要回到浑石海 故于有种预感 那里并不安全 紫棋 你能独自施展踏虚行吗 这雷应该不能击破虚空吧 不可以的 已经被他们锁定了 暂时禁止使用的 那双子谋满眼绝望 怎么会这样 还有这种设定 他是没想到 这雷结会来得如此之早 因为 天地间的意志已经察觉到 这二人正在向着 可怕的方向发展 不受控制的存在 应该尽早抹杀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浮屠云铁塔 感到主人有危机 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它变成中等大小 替故于挡住了这次群雷击 还好它由于本身也是成天魂器 没那么容易被破坏 不过 强大的冲击力 将故于震落在地 塔身受到冲击 变得越来越小 像泄了气的皮球般 掉落在故于身边 似乎是在说 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雪莹和李悦 被故于的灵魂禁止影响 强行离开了 故子二人白米院 雷结已经开始了 这时候 已经来不及闪躲了 这乌云聚集的所有雷电力量 朝着故于方向冲来 直接催动万劫不灭的主动效果 全身魂力被调动出来 疯狂运转起来 故于只能把子起按在身下 强制他不要乱动 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了他 啊 一道雷击 猛然轰在故于后背上 黑色的龙影闪过 火辣辣的痛感 随后 麻痹感不变全身 似乎连灵魂都被麻痹了 死 好疼啊 还好这些雷电之力比较蠢 不会拐弯 乖宝贝子起 别乱动 我会保护你的 故于逞强地笑了笑 鱼 你不要这样 让我 又是一道紫电狂雷 再次劈到了 故于后背的伤口之上 虽然故于正在不断消耗魂力 来修复伤口 但是无尽雷光闪烁 修复的速度 远没有伤害来得快 煤关 细的 我顶得住 血液缓缓滴落 滴答滴答 平潭式的人都震惊了 这突然来的暴雨和狂雷 强制把所有人都赶回了家中 大街上空无一人 雷电之力肆虐 震耳欲聋的雷鸣 将所有声音全部掩盖掉 倾盆大雨落下 混合着血液流到了紫棋脸上 呃 这已经是数不清 第几道道精准雷电打击了 故于抬头看了眼力月和雪莹 还好 他们的身法都很快 雷电完全记不中 那就好 虽然结在恶育体的魂力远超常人 可以不断使用主动效果 来恢复身体伤势 但是自己几乎从没酷竭的魂力 已经快要见底了 咳咳哈 大量血液 喷到紫棋那绝美的面庞上 呃 不要这样 你会死的 让我来扛吧 他们都是 冲我来的 踏得的子眸 不断流出晶莹的眼泪 这可不行 身上 有天猪的你 顶多扛两次 就会香消玉蕴 故于被雷的 已经是浑身发黑了 散发出胶肉的气味 况且 我也想要保护你 还好有万劫不灭的效果 被动提升了超高的防御力 快速恢复的能力 还有逆龄的常驻减伤效果 要不然 逆龄 这 李悦 李悦姐姐 你怎么了 雪莹连忙拉着李悦的身体 远处的李悦 眼神有些空洞 两只黄童正在不断充血 其中一只眼瞳 已经完全变成赤红色了 故于赶到了远处的情况 这样下去 不是什么好事啊 鱼别这样 杀了我吧 你扛不下来的 我死了 雷姐会自动消失的 子起哀求道 通过这些天的相处 她早已经喜欢上了这个 与自己命运相连的伙伴 或许 自己的消失 才是最好的吧 没关系 我还有底牌 故于直接催动 浮屠云铁塔的主动效果 瞬间 庞大的大量魂力 疯狂入体 身上已经开始显现 而出赤色的魂压 好似火焰一般 覆盖在体表 大量魂力 正在不断修复 被雷电之力重伤的 残破躯体 雷杰之力 也感到了 劫灾之力 愈发强大 这是 暴食之力 更多的雷阀 一口气全部降了下来 更多的子雷 不断轰击 故于重伤的身体之上 烧焦的味道 不断散发而出 身体不断地愈合 被击穿 一次两次三次 第十九次后 终于 漫天雷云虽然还在头顶 气势逼人 不过已经没有 那种精准打击了 不过 浮屠云铁塔提供的 庞大魂力 也全部消失了 全部被用在 修复身体上 除了自己的头 已经感受不到 躯体的存在了 故于的身体 便轻轻地栽倒在了地上 呃 这种感觉 上次也就是 没了两只手臂 现在感觉 只剩下一个头了 当故于再次睁开双眼 眼前是一位 哭得梨花带雨的 紫发绝美少女 她的脸上都是血迹 正贵在自己面前 望着她揪心的神情 她受伤了吗 子气 没事 我死不了 由于神识有些涣散 对三女的灵魂禁止 全部解除掉了 这满嘴的 都是血腥的味道 这时 一条柔嫩的东西 钻了进来 亲人心脾的芳香 她还是那么甜啊 紫色的魂力 不断地传到故于体内 体内接近干枯的魂力 正在不断恢复 开始进行了最后的修复 好痛 身体传来的麻痹感 还有剧痛感 这才感觉到 自己还活着 正当李约的双眼 马上就要完全变红的时候 来自故于下达的灵魂 静止消散了 她和雪盈 立刻赶了过去 看着浑身发紫光的故于 还有趴在她身上的紫气 那血红正在不断散去 就差一点点 就要 主人 你没事吧 雪盈眼圈通红 忍不住哭了气了 这时 一道紫雷非常不讲武德的偷袭而来 正在雪盈 想施展冰凯抵挡的时候 雪盈 不要你扛不下来的 故于恢复了少许的意识 天雷的威力 都能扩散到魂石海内 区区冰凯 肯定挡不住的 紫气连忙催动自己最后的魂力 将这浮屠云铁塔强制变成防御模式 再次保护了众人 光荡 紫雷劈到了黑色古塔之上 电光四射 最终 浮屠云铁塔还是承受不住了 这次化作黑光 闪到故于没清楚消失不见了 这漫天雷云终是彻底消散掉了 似乎是在叹息 故于身边 是三位姿色各有千秋的绝代佳人 但这个时候 他们眼里都有晶莹的泪光 换作是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 我都会这么做的 好闲 别哭了 我死不了 再哭 就不好看了 最后 故于放下了紧绷的精神 彻底地晕了过去 第128章 被削弱的天珠 故于再度睁开了双眼 嗯 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好软的触感 好香的味道 是里乐 感觉到身体的疼痛感 已经减弱了许多 万劫不灭真是好强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了身体 小主人好点了吗 故于这才 从她的怀里爬起来 鱼一道柔柔的声音传来 这才刚刚起身 又被紫棋给扑倒了 胸前传来软滑的触感 这规模是不是变大了点 紫棋 怎么 我没事的 谢谢你 轻轻地慢慢地 抚摸她的柔顺子发 故于已经感觉 她此刻的情绪波动 非同一般 傻子棋 我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呢 我心中的所想 你应该都知道吧 嗯 花了一会儿功夫 这才完全平复了她的情绪 子棋再度化成小蛇了 缠到顾鱼身上 比以前还要紧 抱歉雪莹 让你担心了 顾鱼抱住了 这美丽的小巫女 连小耳朵都大拉下来了 是奴家无能 没能好好保护主人 雪莹对自己有些失望 面对无情的雷结 自己却无法保护心爱的主人 而且 这种无能为力的的感觉 有些 别乱想了 小傻狐 天雷之力 目前的我们 拿她是毫无办法的 可是 又花了好一会儿功夫 才安慰好这只可爱的小狐狸 老不多 要有耐心 随后 顾鱼拉住了 李悦的修长的柔仪 李悦 你没事吧 没事的 只是你 以后不要再做 这样危险的事了 我真的很担心你 她绝美的脸庞 充满了担忧之情 与平时喜欢开玩笑的她 相差有些大 她那冲血过的双眼 血红还没有彻底消散 顾鱼还是有些心疼的 为自己的莽撞感到后悔 千算万算 没想到子棋的等级 到了一定程度 雷杰会自动降临 与是否突破无关 好的 鱼儿 我答应你 小主人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我们说好的 轻轻抱住了这位绝世游物 手指轻轻穿过 那如瀑布般的青丝 她的手 也慢慢攀上了顾鱼的后背 刚才差一点点 把她的中烟触发了 顾鱼也不知道 会造成什么样后果 但是看她的样子 绝非好事 对不起 看来以后子棋每次升阶 都要小心一些 只要到达五 十阶就要 提前提防天雷来袭 小主人 这个给你吧 松开后 她将那六面翡翠镜 锁化的手链摘了下来 上面还带着诱人的芳香 嗯 这次也没有拒绝她的好意 白光一闪 那成天魂气 竟然是进入了系统空间之中 这还是第一次 内心泄过了系统后 望着这担忧自己的明眸 顾鱼一时没忍住 便再次将她抱在怀里 感受到了顾鱼心中之意 她轻轻闭上了眉眸 主动地吻了上来 过了许久 顾鱼这才慢慢放开了她 丽月也很少见地低头 不再敢对视了 走吧 可以回家了 去去天节罢了 顾鱼便带着老婆们回家了 到家了以后 丽月将空间借还了回来 打开手机 发现已经十二点多了 这么久 看了眼手机 王老师发来的信息 明天的友谊赛正式开始是在九点 还提醒顾鱼不要迟到 浑身鲜血 顾鱼便带着子企泡澡去了 顾鱼看了看子企的属性 还是繁平五阶 不过 天珠已经发生变化了 天珠 不受任何天地规则限制 但所受所有伤害增加20% 并且无法进行任何普通攻击 防御力永久性 负30% 没想到 经过一次雷劫洗礼 天珠的负面效果 降低了不少 而且似乎子企的样貌 成长了一点点 特别是某些地方 发育了不少的样子 感觉好像 长高了一点点 鱼 刚才 我真的好怕 虽然我想让你放弃我 可是内心又害怕 你真的会抛弃我 他趴在顾鱼耳边说道 放心吧 子企 我永远也不会 轻轻搂住那真正意义上的蛇腰 还有那双令人魂牵梦绕的眉腿 鱼 你没事吧 没关系的 忍忍就好了 现在不是时候 嗯 虽然现在身体 已经基本完全恢复好了 万劫不灭被动恢复效果 强悍无比 但是在外还是不方便的 说不定窗户会炸 鱼 子企满脸羞红地看着顾鱼 那双奇异美感的桃花眼 正在悄悄传达他的爱意 现在不可以 顾鱼低头说道 嗯 强忍住吃掉子企的欲望 子企 哦 深河兽和鹰鹰怪又出现了 顾鱼和子企施展权力 才击退了他 战胜深河兽后 顾鱼打开了空间界里的套娃剑 将没用的东西丢在一个里面后 又拿出那朵独妹花 子企 要升级了 嗯 雪银和李悦 现在正在一起看偶像剧 没注意两人 正当故意打算 把套娃戒洗干净的时候 鱼 没事的 这个不是吃的 他柔弱无骨的小手 轻轻拽住衣角 把空间界放在他的手心 只见 他的子瞳 发出绚烂的光芒 然后 所有空间界全部消失了 空间之力十分之十 系统已经提示成功了 再把独妹花 慢慢塞进他那樱桃小口中 吃下去不久后 子企便回了原形 浑身发散出绚烂夺目的子芒 他的身体又变长了一些 大概已经有五米长了 第129章 比赛前夕 劫灾魔灵 品阶 神话级 等级 通灵一阶 而且还获得两个新的技能 毒神谷 对目标施展 种下毒神印记 若目标正在蓄力 打断并封锁敌人 全部魂力波动 持续两秒 毒神印记 胁毒额外造成 10%毒性异伤效果 患毒提升触发10%概率 罗葬之毒 附带额外大量毒性伤害 这个毒神谷相当于一个标记先手技能 可以让其他的三个技能 附带额外特殊效果 战斗时 优先提前释放 触发后续的特殊效果 而且主要是这个打断蓄力的效果 能造成类似2S的沉默效果 可能会很有用吧 顺带一提 子芹的三个攻击技能 都是天阶魂技 可能是因为至死之毒的被动判定 太bug了吧 强行提高到了天阶 千节幻梦 可以使用次数加1 嗯 这个神技能 不多说 还有个新技能 毒尊 毒尊 毒系伤害减免90% 劫灾恶预体 毒性伤害减免提升50% 本来顾瑜还还觉得 子芹作为神话及魂虫 突破大阶段 怎么才领悟两个新技能 看了效果后才发现 这个毒尊的效果 居然如此变态 这高达90%的毒性减伤效果 基本就是免疫任何毒性伤害 这也就算了 还能给自己额外提升50%毒性减伤 这就有点变态了 以后自己根本不会再惧怕 毒属性的魂兽了 配合逆龄 能达到80%的毒性减伤 就是不知道 对毒药之类的 有没有抗性提升呢 子芹好厉害哦 故于兴奋地把它抱在怀中 这双玉腿 子芹小脸通红的样子 可爱至极 对了 今天好像还没抽奖来着 尝试提升系统 好感度吧 系统 我要抽奖 是否进行 耐心地听系统说完后 再点击抽奖 可惜 随着一道白色的光芒闪过 完蛋了 人品用尽 还好 现在每天有20枚暗系二阶 让立月的升级速度有了保证 为他们吃完混合后 明天就要比赛了 早些休息吧 睡觉吧 明天还有比赛来着 第二天 故于很早就赶到了拖延学院的大门口 现在才八点 没想到已经是人山人海 自从故于来到这个世界后 不是在野外刷怪 就是在坐火车的路上 几乎没怎么在人类城市逗留过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有意赛的人气如此火爆 这大门口全是人 甚至很多普通人都来参观了 魂宠师的战斗 让普通人向往至极 虽然不能亲自上场 远远地看着战斗 也会使人热血沸腾 况且免费的视觉盛宴 这不比去电影院更刺激 嗯 麻烦借光让一让 故于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还好提前注册选手信息了 在学院大门口扫码后 认证了身份 选手们是有专业的绿色通道 你好 你是北蓝的选手吧 一位黑发单马尾 漂亮妹妹说道 她是来做志愿者的 专门带领选手入场 她没想到 这位选手这么帅 嗯 麻烦你带路了 谢谢 顾鱼礼貌地说道 对不起 妹子 哥是你得不到的人 在子启的神魂影响下 顾鱼对于普通人的杀伤力 已经是很高了 异性会被她的眼瞳 特有的黑光吸引 雪莹的神魂 对主角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她原来的品阶很低 反而是主角的神魂 影响了雪莹 导致她主修控制系 丹马尾妹妹 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能闷头带着顾鱼 来到北蓝的观战席处 她心道 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 是不是应该去主动大话 要个联系方式 很可惜 犹豫就会败北 顾鱼目光扫视拖延学院的内部 在妹妹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会场 这是一个专门为了比赛 而修建的巨大的会场 宽阔无比的擂台 周围四层的观众席 奢华的大显视频 顾鱼本来以为 走个过场当个混子 混个奖励 一丝一丝就好了 到了 谢谢你啊 马尾便望着顾鱼离去的背影 后悔不已 顾鱼同学 顾鱼发现了顾鱼 他不断地用锐利的目光 打亮眼前这位黑发青年 这才过去多久 他的魂力等级 好像已经达到了魂式五级 这升级速度 简直是妖孽啊 嗯 张主任好 这是你的 张主任递给顾鱼一个黑色手镯 这是 特殊魂装 领域手镯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看着手镯上有个标签 这是自己的号码 顾鱼同学 好好努力 微笑争光哦 取得好名次 学校不会亏待你们的 谢谢张主任 顾鱼微微点头 去吧 张主任手指的方向 是一个选手休息室 大门上写着北篮的字样 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四处眺望 大多数人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 各个兴奋无比 正当顾鱼仔细打量这个手镯的时候 顾鱼 你来了 还好你昨天跑得快 昨晚那暴雨雷电 我在拍卖行待到12点多 鱼安发现 顾鱼的身影走了过来 确实 昨天的雨有些大 好好加油啊 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灵夜笑道 嗯 三人正在寒暄的时候 顾鱼 你跑哪去了 这么多天 也不回本小姐的信息 这软软甜甜的声音 应该是云无星 鱼二人感觉事情不对 直接溜掉了 顾鱼回头一看 红彤彤的杏仁小脸 正堵着腮帮 一双凤眼流盼的美眸 正充满怨念地盯着自己 感觉她变化好大 好久不见啊 云小姐 其实这几天在外面 坐火车旅游 前天刚回来 顺便冲了个电 顾鱼说道 云无星听到 心中莫名一酸 小嘴一撅 这个大骗子又骗人 臭骗子 哼 不理你了 她还是忍住了提问 气得跺脚离开了 这个家伙 每次都不会好好跟我说话吗 难得本小姐 还有些关心她来着 佩佩 本小姐才不会喜欢她呢 只是好久没见了 第130章 自我攻略 最为致命 云无星气呼呼地走了 这时候 一个面色阴沉的红发青年走了过来 嗯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你小子 你又跟云无星说了什么 我说什么 跟你有关系吗 顾鱼看着她欠揍的面相 这才想起来 这个红毛仔 原来是之前列车上叫嚣 让自己远离云无星的家伙 顾鱼瞥了她一眼 发现她手上根本没有这个手镯 你不会连参赛资格都没有吧 不会吧 你这混蛋 可怜的红毛 本来并不是这种不分场合的莽夫 看着心爱的女神 去找别的男人不说 这个男人 竟然是该死的帅气 让她产生了强烈的敌意 本来大脑容量 就低的她 立刻过来搞事情 哦 想过两招 可惜 你连资格都没呢 很可惜 顾鱼并没有把这种杂鱼放在眼里 这个时候 一般的林老师 发现这边异常状况 立刻走了过来 向着红毛呵斥道 好吧 你别再给我搞事情 你是觉得自己学分不够 扣了是吧 红毛仔这好像很怕林老师 头也没回地连忙走开了 谢谢林老师 顾鱼同学 对待女孩子 是不是应该温柔一些呢 感谢老师提醒 顾鱼婉转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独自回到了二班的队列中去了 林老师看了看离去的背影 这个男学生身上 果然有种奇特的魅力 顾鱼你来了 回到二班队列后 王老师正在电联 还没有入场的选手 跟王老师打了个照面 顾鱼直接靠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这个圆形大擂台 半径应该接近百米了 旁边还有个超级大的电子屏幕 现在正在播报场内实况 嗯 普通的设备 应该是没办法捕捉魂力波动吧 随便看了下四周 发现对面的云无星 小脸通红 正直勾勾地盯着这边 顾鱼连忙避开她的视线 妈的 长得帅也有错吗 虽然你人每升田还有钱 可惜不是小爷的菜啊 女人还是太麻烦了 视线一扫 这选手休息室边上 还真有一个大型的饮水机 不过 里面是添加了少许药物的 据说可以快速恢复魂力 我是不是有机会 当饮水机管理员了呢 北兰目前是 华国北域最优秀的魂宠师学院 这次的比赛 应该轮不到自己装逼吧 帮忙打点水 就能混到魂侠了吧 嘿嘿嘿 同学你好 你叫顾鱼士吗 正当顾鱼美滋滋地考虑 魂侠选什么属性的时候 一道悦耳的声音 从左侧传来 向左一看 这是一位英气逼人的金发少女 北兰学生的打扮 她的姿色跟云无星 敌起来也不相上下 哪来这么多好看的妹妹 是我 请问你有什么事 我是云无星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是跟她说了什么 她有些不太开心 希望你早些 开导开导她 别耽误了比赛 嗯 她也是参赛选手吗 顾鱼吃惊地问道 本以为她这种辅助戏魂宠师 不会上场来着 顾鱼向着云无星的方向望去 这才发现 她的玉手上 也有一个黑色的手镯 好吧 云小姐 你没事吧 顾鱼靠了过去慢慢地说道 臭骗子 又骗我 都说了别叫云小姐 她灰无粉拳打了过来 嗯 我们关系 好像也没这么好吧 她怎么知道 云无星对她好感 每次都是逐步提升 上次又一声不吭地 给她弄了夭夭所需的进阶材料 云无星又不是傻子 能随随便便开盲盒 到最贵的奖品 又把奖品给她 这不就是 自我攻略 最为致命 加上自己的魅力加成 云小姐已经是沦陷了呀 嗯 打够了吗 好好比赛呀 我还等着拿奖励呢 顾鱼轻轻抓住了她的小手 放开我 松开她以后 云无星头也没回 急急忙忙地跑开了 顾鱼没看见 她的脸蛋上的一抹飞红 我这是怎么了 会做出这种亲密的举动 休死人了 太不矜持了 她应该没事了吧 云小姐 比赛好好加油啊 顾鱼便离开了 刚进入选手休息室 王老师正在召集 所有北篮的参赛选手们 现在正在决定 团体战出战的五名选手 每个学院 与其他两个学院 各队战一次 个人赛五场 团体战一场 还有最后的团队狩猎 个人赛赢一场给一分 最多也就是五分 团体赛获胜方五分 失败方扣三分 最终分数论排名 今天不举行团队狩猎 所以还没公开情报 王老师想让固鱼也参加团队赛 但是后者听后 人早就溜了 其他人也没有听说 固鱼这么一号人物 于是 固鱼并没有出战团体赛 一个替补十号位 谁会在意呢 固鱼本以为 团体赛室内定好的 一般的五个人一起上 只是没想到 二班有个叫于泉的青发少年 成功混入其中 于泉 好好加油 别给二班丢脸呀 二班有些同学 为他加油助威 固鱼 加油 来自淋浴二人的支持 时间终于到了九点整 此时的观众席 已是人山人海 坐无虚席 连过道都有人蹲着 连美少女拉拉队都出来了 嗯 有沐沿雪的拉拉队 还有个叶什么灵的拉拉队 看来 沿雪混得蛮不错嘛 也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来 擂台旁边 三个学校呈三足鼎立之势 当初在那个秘境发言的领导 又冒出来巴巴了 熟悉的开场白 跳过 欢迎大家参与此次 华国北域大型联赛 下面有请 说了一大堆开幕台词后 三个学校的校长 又轮流登台演讲了一番 北兰的校长 居然是一位老者 不过他身材健壮 童颜鹤发 如果报医后 很可能里面都是肌肉 根本不像普通的老者 战斗力很高啊 真是老当义壮 白色的胡子 反倒添加特殊的美丽 好家伙 这些校长们轮流演讲完 直接讲到了九点半 刚开始兴奋的观众们 慢慢被演讲搞得瞌睡了起来 像极了上辈子 炎炎烈日下的开学典礼 第131章 也上当了 本次对战全网直播 由空翼鹰的眼瞳 传递魂力为信号 为观众播放 这场魂宠式的战斗 主持人解释道 本次联赛的主持人 是拓延的学年主任 一位看起来健壮的中年人 不过他是彻彻底底的光头 故于抬了抬头望去 天上很多黑色的鹰 这种魂宠可以配合魂器 捕捉魂力画面吗 有趣 以后要注意一下 我宣布 本次北域大型联赛 正式开始 这根本不是游戏赛 也上当了 暴雨咒语般的掌声响起 终于开始了 我日 废话太多了 老子都快睡着了 这把点了 20 一位玩手机的少年说道 仿佛回到了上学的时候 ZZZ 这届的观众好狂野啊 首次对战的两个学院是 北蓝学院和拓延学院 光头主任说道 由于主场压制 观众席大喊大叫了起来 叶灵哥加油 叶学姐 我爱你 一位痴汉说道 四摘争恶心 灵哥 加油 打爆北蓝 楚学长 打爆拓延 这个叶灵哥 人气爆棚啊 是何方神圣 老郭 你不知道吧 这叶灵哥是拖延的笑话 也是一位歌手 于安来到顾瑜身边说道 还真是唱歌的嘛 我听这个名字就像 他可是笑话啊 你能不能给他泡到手啊 没兴趣 你这人 于安正在疯狂跟顾瑜讲 这个叶灵哥多么好看 俨然是粉丝头子 投敌了 北蓝这边 正在研究个人赛出战顺序 一共无场 这应该没我事吧 很可惜 誓愿人为 王老师这时候 慢慢走了过来 微微笑道 顾瑜同学 你是二号 第一站也是二班的 叫于全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 啊 我不是替补吗 顾瑜指了指自己说道 谁说你是替补了 轮战志 为了保证种子选手的状态 只能委屈你们两个当先锋了 先探探对面虚实 没关系 魂力不支的话 认输就好 怎么可能让你们走过场呢 这可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啊 让我见现你的力量马 王老师推了推眼睛 慢条思理地说道 因为本次是对战两个学院 对战每个学院个人赛 只有五场 学院为了保证综合实力 只能先用下等马 探探对手虚实 也是为了团体战做准备 输了要扣大分的 而且 团队狩猎模式也没公布 这一两分 无关大局 虽然王老师也想推荐 顾瑜当压咒选手 可是其他北篮选手不认账啊 为了保存种子选手的魂力 顾瑜只能提前当炮灰了 好吧 让我第二个上 那你们都不用上了 全在下面喝水吧 顾瑜心道 想让我去探探对面虚实 不好意思 只能把对面全部带走了 本来我是不想装逼 谁知道老天不让 唉 正常剧本应该是自己在最后一位 学院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强敌 然后自己最后一个出场 兵力挽狂澜吗 那个效果才叫好啊 这样一路砍瓜切菜 只能显得敌人狠菜 王老师看着顾瑜一脸为难的样子 安慰了他一会儿就走了 顾瑜 加油 于安一副看炮灰的表情 看着顾瑜 啪啪啪 最先开始的是个人战 顾瑜排在二号 不过 他现在正在抱着狐狸形态的雪盈 在最近的观众席上吃着雪糕 很惬意的样子 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压力 很难想象是一个参赛选手 其他选手多多少少有些焦躁不安 万一输了 那可是丢人丢到拳网去了 天上的空翼鹰正在盘旋 正在实时播放赛场内的一举一动 因为顾瑜是个独狼 基本上同校的参赛选手 除了云无星 基本叫不出来其他人的名字 北蓝这边的王牌 是一位紫色长发男子 相貌堂堂的 一表人才的样子 应该就是那个楚学长了吧 对不起了 今天你的风头 只能我抢了 至于扮猪吃虎装菜比 顾瑜不会 既然上了 只能把对面全部干翻 第一场比赛 北蓝鱼泉对战拓焰锦帘 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吧 主持人正式宣布了比赛的开始 既然来都来了 好好地看看比赛吧 这些天娇们 会不会给自己些惊喜呢 台上 北蓝的鱼泉 是一位身材偏瘦弱的男子 青色长发 就是之前休息室看见的 他的本命魂器 是一把白色的弓 看来是一位远程射手行魂宠师 那他的魂宠 应该都是近战型的 果不其然 鱼泉召唤出了 他的本命魂宠 这是一只珍稀级的银灵欢 平头哥 上一只走得不太安详 他的另一只魂宠是 普通级的蜂一犬 可以少许提升主人移动速度 不错的搭配 银灵欢比较耐揍 也很灵敏 蜂一犬负责配合主人拉扯 风筝死敌人就可以了 激动三人组 鱼泉的对面 是一位粉发男子 拓焰的锦帘 不过 他手持一枚大型盾牌 是防御型的魂宠师 比较少见 那有点难受啊 会被风筝到死 鱼泉加油 打爆拓焰 哼 你们北兰这次等着吧 我们可是有王牌 叶学姐天下第一 我们楚学长 吊打你们拖焰的什么叶学姐 双方的粉丝团们 已经开始嘴顿了 其他的学生们 也拼命助威 为自己学校加油 顾鱼瞇了瞇一眼 没有任何表示 怀里的雪莹 正舒服地躺着 两人似乎是来度假的 你这么有把握啊 王老师来到顾鱼身边说道 小事一桩 团灭他们 那我等看着好戏了 擂台呢 请赐教 阁下小心了 主持人拿着特殊的麦克风 大声说道 废话也不多说了 倒地实息 或者被击下台 是做认输 举起你们的手镯吧 两人举起了手镯 一股黑色的魂力 突然散发而出 形成了擂台大小的结界 正在生成随机地图 当前对战地图 为丛林 只见 结界内的地形 已经完全变成了丛林的模样 这是 加入了地形因素吗 那还挺有意思的 对不起了 这个地形 我赢定了 那鱼犬身体异常灵活 迅速攀爬到了树枝上面 这种地形对射手来说 太有利了 那迟钝少年也没回话 召唤出了自己魂宠 便追击了过去 他的魂宠 是一只防御特化的金刚虎 已经化形成为一位巨汉 开启了魂技 挡住了几发箭矢攻击 他的二宠 是我们的老朋友 冰霜巨狼 冰霜巨狼 其实还是挺受欢迎的 物理近战 黄化石爆发技能 还附带少许控制 看招 那弓箭凝聚出强烈光芒射出 只取敌人头部 那盾牌化作巨盾 挡住了鱼犬的攻势 这点攻击力 连我们井莲的防御 都破不掉 真辣劲 已经有人开启了嘲讽技能 一个破盾 只手不攻 怎么赢 于拳发现 这人防御强力 连忙拉开距离 只使自己的盈灵欢 赢了上去 防御特化的金刚虎 和盈灵欢站作一团 双方都有减伤技能 并不能对敌人 造成有效的伤害 盈灵欢体型占优势 灵活度太高 不断攻击金刚虎的弱点 那于拳也转移了目标 打你人打不动 那就先杀你二宠 冰霜巨狼虽然攻击强 但是防御一般般 几下就被弓箭射成了筛子 封一拳也是比较灵活的魂虫 配合主人的远程攻击 直接将冰霜巨狼风筝死 三打二 防御再高 没有有效攻击手段 而且 那平头哥也是坚挺得很 银灵翻被防御效果 配合灵敏的加速 轻易躲过了老虎 和笨重的盾牌攻击 绿光闪耀 很快就把拖延的选手送下台了 北蓝天下第一 北蓝的学生们 纵情欢呼起来 第132章 首战 拓延学院整体水平 是不如北蓝学院的 于全在击败了锦帘后 对面也派出了中等马 想要杀杀北蓝的气焰 为了保证团体赛有良好的发挥 于全选择下场 顾于 到你了 王老师几眉弄眼地说道 顾于 顾于 加油啊 没想到在上台之前 云无星还特地跑过来加油 望着他慌忙逃跑的倩影 好吧 都让开 戴好墨镜 也要装逼了 第二场战斗 北蓝顾于 对战拓延毕红尾 顾于在登上了这擂台后 对周围人的赞叹 或者诋毁 都充耳不闻 只是默然地看了看 眼前的这名对手 哇 这个顾于好帅啊 迷妹假说道 真的 看他的眼睛 好迷人啊 毕红尾听着周围 妹子的赞叹 有些恼怒 老子母胎 solo快20年 凭什么 为什么没有妹子喜欢我 顾于这次的对手 毕红尾 是个绑大腰圆 健壮的身躯的壮汉 他手持一把五米长的锯锤 是纯净战型 一只真锡级的穿山甲 还有一只普通级的猎毒蛙 基本都是这个配置 双真锡级魂宠 都可以去当种子选手了 玉图甲 品阶 真锡级 等级 通灵六阶 技能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顾于没有仔细看 这穿山甲 是防御特化型 除了遁地以外 没有任何威胁 顾于也跟这种类型的 魂兽对战过 刚才北兰的弓箭手 好猥琐呀 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 对面壮汉说道 可惜他的魂力 等级低于自己 也就魂是四阶 隐溢他都无法发现 完完全全的虐菜 放心吧 跟你拼正面 顾于黑黑笑道 体力等级8.8 已经完爆很多 近战型魂宠师了 哼 狂妄 碧红尾不相信 眼前这个黑发青年 能接下他的锯锤攻击 正在生成随基地 双方的手镯发出黑光 笼罩了整个擂台 当前对战地图 为荒野平地 两人此时身处 一片荒野之上 四周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障碍物 这里可是玉兔甲的主场 在平地我还没输过 你要小心了 壮汉说道 你还是小心自己吧 顾于 加油 打爆这个丑八怪 弥媚并喊道 这碧红尾听到后 被气得嘴一歪 差点晕了过去 召唤出了血淫 这是雪淫第一次 在这么多人前亮相 完美的身体曲线 毛茸茸的大尾巴 洁白的绒毛 引得全场尖叫 哇 这白狐狸 好好看啊 怎么这么漂亮 都是狐狸 怎么差这么多 一位大叔 抱着宠物狐说道 这大尾巴 我 我怎么没有 这种好看的浑虫 痴汉发言 你在想什么 哇 这狐狸很漂亮 画形肯定绝美无比 用你说 开始 主持人宣布 战斗正式开始 但是对面的壮汉 并没有立刻冲过来 你怎么就召唤一只浑虫 这是看不起我吗 碧红尾慢慢说道 没有 嘿嘿 来吧 顾于今天 只是披了一身 普通的黑袍 子企正藏在黑袍下滑水 解决这些小喽啰 靠自己和雪淫就够了 催动魂力 浴火手套燃起了 炽热无比的火焰 卧槽 那是什么魂装 这么拉风 浴火手套 比较稀有的魂装 不过 他的火焰 怎么能这么强 这人绝对是开挂了吧 我要举报 雪英 上吧 那我来了 碧红尾抄起锯锤 带着梁宠 直接冲了上来 这个人虽然面色不善 但也不是上来就 抢先手的那种老鹰笔 堂堂正正的对决 那就适当放放水吧 别给他打住院了 雪英立刻施展魂火 先控制了这只穿山甲 随后身体轻轻一跃 躲开了猎毒蛙的范围 喷射攻击 地面被绿色的毒液 腐蚀出个深坑 故意也没有拖大 飞速躲开了锤机的同时 召唤了锁魂链 在隐翼的效果下 这实力被碾压的三人 根本无法察觉锁魂链的存在 连续接了几次锯锤攻击 试试自己现在的力量 碧红尾心中震惊无比 他这是什么力量 自己的本命魂器的力量 可是轻轻松松砸烂一颗巨石的 那猎毒蛙刚想发动第二次攻击之时 突然发现自己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这是什么魂器 怎么还带隐形呢 观众们才发现 已经显形的锁魂链 大多数视野就是 那猎毒蛙突然被一根 不知道哪来的漆黑锁链控制住了 卧槽 那只蛤蟆 什么时候被捆住了 王老师在台下观战 倒是清清楚楚 看见了锁魂链的飞行轨迹 这就是他的魂器 嗯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王牌吧 林老师看着顾瑜的背影说道 过来吧 你 八点八级的体力 轻松把这只体型偏小的猎毒蛙 给拖拽过来 旋运发动 碧红伟还没准备好 下次的锯锤攻击 没想到在这电光石火间 一虫已经神志不清 暂时失去战斗力 自己的二虫 已经被敌人套走了 他眼中根本没有看见任何东西 但那漆黑的锁链 好像凭空而出一般 直接将他的猎毒蛙废掉了 这是什么魂器 能力怎么这么变态 小绿 可惜 迎接这只猎毒蛙的 是附带猎焰的一技重拳 顾瑜虽然放了大水 但在魂力火焰灼烧下 还是轻易破了 这普通猎毒蛙的防御 随后 冲击力将他打飞 猎毒蛙飞行的身体 落到了擂台下面的墙壁上 抠都抠不出来 全场震惊 卧槽 你看他的魂器是中距离作战型 怎么本体近战也这么强 我TM怎么知道 帅哥 我爱你 本以为是一位盟女发出爱的宣言 众人一看还是个软萌可爱卡哇伊的妹子 顿时引起了无数男性同胞的敌视 可恶啊 来倒雷劈死他吧 轻松解决掉敌人一只二宠 雪莹在控制时间也给对面穿山甲 来了一发冰霜吐息 他的主人确实没有任何办法 冲上去也是一起吃群伤 在穿山甲在地上疼得打滚之时 碧红尾只能选择了投降 自以为傲的近战被轻松接下 对面的魂宠一看就是远程型 已经是被人完全碾压 再打下去完全就是自取其辱 我投降 嗯 这就投了 我还没开始操作呢 我靠 搞什么啊 还没打几下就投降了 真弱 有些人已经开始落井下石 你行李上就搁着BB 反正输了 我上我也行 这么快就结束了 林老师在台下惊讶地问道 是啊 实力完全碾压 投降是明智的选择呢 他推了推眼镜 这次你输定了哦 第133章 叶林哥 远处的校长席上 老陆啊 你这是从哪里挖来的苗子 那三尾白虎品街 起码是领主级的啊 拓厌学院的校长 是一位中年妇女 而且 为什么那个孩子傻乎乎的 怎么都不妨锁链攻击 嘿嘿 啊这个 其实 陆别赫是北兰学院的校长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学院里 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号人物 完全没听说过啊 这强大的魂力 能将浴火手套 点燃出那么强烈的火焰 这种情况 还真是闻所未闻 而且 那个拿锤的学生和他的魂宠们 为什么不躲避那根漆黑的锁链呢 他也想不明白原因 难道他们看不见 他不会是你从哪来逃来的艺人吧 艺人都是那些人的我 怎么可能寻得到 陆别赫轻浮不存在的胡子说道 老郑 反倒是你 我可是听说有一位 原本是我们北兰的人才 被你截胡了 那还还没入学 不算不算 你快说说你这学生是什么情况 陆别赫装作 我是董哥的样子 开始进入谜语人模式 我说了你也不会懂 我不说你也不懂 那就不用说了 真的小气啊 你 一大把年纪 还计较这个 中年妇女 一脸怨气地说道 恭喜北兰学院再得一分 主持人开心地说道 虽然他不想看见拖延学院书 但是主持人兼职裁判的他 不能有私心偏向啊 职业道德 手镯上的力量慢慢散去 四周的荒地逐渐消失 已经变回了原本的擂台 多谢手下留情 碧红伟低头说道 近战没有任何优势 二宠被秒杀 他已经失去了战役 没什么 比赛而已 你快去看看你的魂宠吧 顾瑜微笑道 碧红伟连忙跑去台下 抢救那只猎毒蛙去了 小绿 怎么扣不出来 顾瑜 你还能打吗 王老师在台下笑眯眯地说道 顾瑜给他带的惊喜 着实有些超乎意料 他万万没想到 竟然如此轻松地解决了对面 可惜 他们不知道 顾瑜已经放海了 要是能让李悦出来 一找一个小朋友 估计这个什么大型联赛 完全就变成了个人秀 小猜一叠 顾瑜竖起了大拇指 那你继续吧 王老师去跟张主任 说明情况去了 那个楚学长 看着顾瑜的背影 有些面色不善 这小子 把我风头都抢了 吴皇学院的场地内 沐延雪看着台上的那个人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会儿遇见要战吗 他的心 有些乱 最后 他独自离开了吴皇学院的队列 方颖不知所踪 这个人是谁啊 完全没听说过呢 感觉他轻轻松松 就拿下这一分了 完全没怎么听说过 我见过 也是在擂台上 他也是几招 就把对面秒了 二班的一个同学说道 北兰学院内 开始叽叽喳喳地讨论了起来 大家根本没听说过 顾瑜这么一号人物 这很正常 顾瑜不是翘课 就是在翘课的路上 那可是我的好兄弟 厉害得很 云安自豪地说道 云安现在变成了顾瑜吹 正在不停地吹牛逼 云无心一双美眸 望着台上的顾瑜 回想起上次在 御荣与他的战斗 真是没想到 撑死一个月的功夫 他变得比以前更强了 自己距离他 越来越远了吗 这种挫败感 有些不甘心 现在的局势 对拖延很不好 一共五局比赛 两场全输 气势上 已经被北兰学院 完全压制住了 最可气的是 对面的王牌 好像是那处性的 紫色长发男子 他甚至还都没有登场 北兰学院 这些这么强的吗 这把不能再输了 林哥 你来吧 拖延老师 对着他身边的 黑发少女说道 老师 这么早吗 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怪不得叫这个名字 我们是主场 怎么能被北兰学院的人 一直压制住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 这位老师 似乎很不耐烦 老师 我来吧这场 我有信心赢 一名银发男子起身道 哼 叶天 你一名区区后部队员 别来添乱 老师 你这也太小看我了 他也是北兰的第十哦 叶天嘴角一歪 你就吹吧 这TM叫第十 废话少说 等林哥先拿下这份 你再上去吧 区区第十名 这名老师 似乎很看不起叶天 叶天听完 只能回到他原来的座位 有眼无珠的老东西 算了 再等一会儿 就该轮到我叶天装逼了 他看了看 叶林哥这个小美人 不知道这次 会不会俘获他的芳心呢 老师 我就打一场吗 叶林哥有些震惊 你还需要保存实力 打团体战 我可是有小道消息 主要比分 还是看大团体狩猎的 这个人赛 本来不打算让你上场的 好吧 故意带着雪莹 就站在擂台上 一直也没下去 看来这个叶林哥 人气很高啊 难不成是拖延的王牌 不按套路出牌啊 直接上大将 不拍杂鱼了 这时 一位黑长只走了上来 一张标准鹅蛋脸 一双疏眉朗目的眼眸 堆云气黑的秀发 雪白肌肤 嗯 有个八至九分 向下看去 就是身材略显贫瘠 太小了 还没眼血发育的好 下一场 北兰故意对战 拖延叶林哥 叶林哥要出场了吗 叶林哥的粉丝团 已经蠢蠢欲动 叶女神我爱你 爬 叶女神是我的 故意加油啊 我爱你 那个萌妹还在加油 切 信顾的 怎么还没被雷劈死 其他男性的怨念扫了过来 黑长直 发现了顾鱼的目光 还有他不懈的摇头 目游兴盛 下流 就会看凶 臭流氓 林玉展开 主持人变得中二了起来 他已经放飞自我了 黑色的结界 再次闪烁而出 这次随机的地图 是在海滩边上 左侧是铺天盖地的潮水 脚下是细软的沙滩 哼 无耻之徒 他的声音宛若黄黎 婉转动听 他随后召唤出了 他的两只魂虫 一名红发美艳少女 还有一只鸟 故意扫了眼他们的数据 阎文马 品阶 珍西吉 等吉 通灵七阶 较强的火属性魂兽 机动性很高 近战能力一般 注意打断 魂技 浴火 短暂蓄力后 喷射火焰连弹 造成大量的火属性伤害 黄 浴火 施展火焰铠甲包裹自身 移动速度 防御力提升30% 天火爆 蓄力后 释放一团火焰能量 爆炸后 会对大范围敌人造成巨额火焰伤害 悬 烈焰 所有火属性伤害 都有几率对敌人额外的灼烧效果 魂霞技 烈火燎原 环境记 产生一片火焰结界 结界内所有火系魂虫 伤害提升80% 范围内所有敌方受到灼烧影响 不错的火系魂虫 可惜黑黑 子气可以压制它死死的 需要蓄力 新生的独身骨 可以试试了 轰火救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通灵二阶 火属性魂兽 没有什么好注意的 魂技 历爪 普通攻击有几率造成流血 火弹 阵翅 挥动翅膀 造成火焰风暴 持续追踪敌人 造成中等火焰伤害 玄 火焰射线 双眼发射火焰凝聚的射线 顺发中等威力 黄 魂霞技 预备 短暂蓄力后 下一次技能提高50%威力 玄 看了看它的两只魂虫 都是纯纯的火系魂虫 应该是想利用烈焰燎原 这个环境技来压制自己吧 上一次见到环境技 还在云无星身上 这种魂霞稀少无比 可惜没给雪莹弄到一个 要不直接起飞 来吧 你不召唤你的二宠吗 她有些好奇地说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她掏出了一把火红色的长弓 故于目光一扫 只是魂装罢了 她的本命魂器是什么呢 第134章 冰冻火 雪莹 上吧 别让他们抢了先手 别以为你是美女 我就不打你了 七寒之刺 直接对准叶灵哥的头 蓝色的长毛 如同离弦的剑 随后 雪莹也开启风驰电掣 加速冲了上去 故于直接跳起来 坐在雪莹后背上 打算抢先手 冰连慢 现在还不需要使用 对面没有近战型魂虫 也没必要暴露 既然这阎文马的近战能力一般 那就让雪莹跟她打近战呗 陪她好好玩玩 叶灵哥看到七寒之刺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魂结 顺发无后摇的 那白色狐狸 载着她的主人 飞速地冲了过来 那我也该出手了 她召唤了自己的本命魂器 固于 我还以为是个麦克风呢 魂器 魁地印 能力 施展一个重力结界 结界内所有敌人移动速度下降50% 攻击力下降10% 结界内所有友军移动速度增加10% 攻击力上升40% 这小妞的本命魂器 居然是辅助类魂器 只见她将这黄色的大印扣在地面上 一个特殊的结界笼罩了赛场 覆盖范围很大 半径起码有20米 风驰电车的加速 几乎被抵消掉了 顾瑜只能跳了下来 不过很可惜 区医竹法效果已经启动了 这减速效果对我根本没用 叶学姐出招了 要动真格的了 这姓顾的小子完蛋了 9494 叶灵哥天下第一 顾瑜 加油啊 北蓝的学生们也不甘示弱 与此同时 那阎文马和轰火就一起施展火系魂技 意图化解这枚七寒之刺的攻击 顺便检测一下敌人的攻击强度 两个火系魂技骑射而出 才堪堪融化了这枚冰蓝色的长矛 叶灵哥再次被震惊 这是什么力量 这也太强了吧 两个火系魂技 才破解了对面一次攻击 既然攻击力不够啊 那只能迅速地展开结界了 他迅速命令魂虫们后撤 那严文马想施展烈火燎原 展开那烈火结界 两个结界一起增幅下 攻击力应该不会输给对面的白狐 雪莹怎么可能给他机会呢 瞬间给严文马丢了的魅火 严文马化作的少女 头颅微锤 已经被魅火控制住了 观战席上仿佛炸开了锅 这是什么技能 刚才那只穿山甲 就是这么中招的 变得毫无抵抗 这不科学啊 这是远程控制的技能 这合理吗 校长席上 这是 领主及胡族的种族技能 陆别赫经过两场战斗 这才敢确定 老陆 你这学生的实力 有些变态啊 老郑啊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认识这个学生 切 不想说 没必要找借口吗 陆别赫望着雪莹 一直思考 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狐狸 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 白色 三维 还会魅火 可是记载中 好像并没有这种狐狸啊 叶灵哥感到了自己本命魂虫 已经不受控制 这就是毕红伟说的 魂虫失控 他只能催动魂力 射出两发火之时 速度见得虽然很快 雪莹和顾鱼 也不是普通的组合 随随便便就躲开了 这飞速的火焰剑 那轰火就身上发出红光 已经施展了预备这个技能 随后 他连忙扇动翅膀 一道火焰风暴 在阎文马身前出现 向着顾雪 席卷而来 似乎是要将旁边的海水蒸发殆尽 50%的加持 还不赖吗 虽然 他有各种技能的加成 但本身还是太弱了 雪莹边移动 边蓄力一发冰霜吐息 强大的寒冰之力喷噬而出 直接将这火焰化作的风暴吹散 冰霜之力肆虐 叶灵哥感到阵阵寒意 他怎么都想不到 对面的狐狸 仅仅吐了一口气 就把这加强过的火焰风暴给破解了 说好的 削弱攻击力呢 这TM也太离谱了 这白狐狸好强啊 怎么可能 叶灵哥的结界 可是会削弱攻击力的 叶雪姐加油 拓焰加油 这完完全全 就被人压制住了呀 可是 我不能输啊 这个距离对顾瑜来说已经够了 进入了射程范围内 他为什么不受减速影响呢 叶灵哥根本想不通 50%减速的效果下 这黑发男子 速度还能这么快 这根本就是 无视了自己的结界吗 顾瑜这次没有施展隐翼 全力催动锁链 迅速地向着被控制中的 阎文马身上飞去 那没有办法了 他看了之前的比赛 被拴住 基本等于输一半 他只是一个辅助戏魂宠师 拼近战太弱了 被近身 基本等于宣告败北 叶灵哥只能命令 轰火就飞下去 用轰火就的身体 替炎文马 挡住这漆黑锁链的攻击 汽车宝帅吗 那我就不客气了 先解决天上飞的吧 锁魂链命中了这轰火 就粗壮的脚踝 施展了眩运 把他控成木桩 轰火就的身体 垂直掉了下来 暴时的力量偷偷发动 将刚才消耗的魂力 补充了回来 雪莹现在通灵四阶 这轰火就通灵才二阶 在亡命的强力加持下 可是有60%的伤害加成 这次冰霜吐息的伤害 直接拉满 蓝色的冰霜 覆盖在这轰火旧的全身 它身上的火焰 几乎全部被熄灭 品阶和等级 完全被雪莹玩爆 普通人的二宠 实力都是比较低的 毕竟资源有限 这轰火就能有魂霞 就已经不错了 急冰之寒的冻伤效果 不断地折磨着它 最后 它发出了一声悲悯 场上的人健壮 卧槽 冰能冻住火焰 这也太离谱了吧 它那狐狸什么品阶的 怎么这么强 这白狐十里玩爆这只火鸟啊 仅仅一轮交手 轰火就完全败北 脆弱的身板 根本扛不下传说级的加成攻击 虽然冰霜吐息 给人一种很拉胯的感觉 但那可是实打实的旋即魂技 随后故意用力向后一拉 那轰火就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这一记岩拳 直接将这被冻伤的轰火就打飞 成功把他送下了擂台外 轰火就的身体在空中飞了一会儿 然后栽倒在地 抽出了一下 便彻底地晕了过去 你 好强 美女 投降的话会好一些哦 故意抽回了自己的锁链 人畜无害地笑道 小链 对不起 望着台下晕死的轰火就 叶灵哥也不知道 自己刚刚的判断是否正确 但是 毫无疑问 对面真的比自己强太多了 第135章 轻松获胜 严文马脱离了控制时间 立刻施展烈火燎原 故意突然感到 身体周围的气温正在不断地上升 看来是这小妞的烈火燎原 已经准备完毕了呀 大量火焰覆盖住了场内 战斗背景板 完全变成了火红的炼狱 严文马全身发着红光 看起来强力无比 雪莹 你没事吧 故于心中问道 主人也太小看奴家了吧 这级别的火焰不足为惧 雪莹的身体发出蓝色的光芒 这火焰结界虽强 但是那灼烧效果 并没有作用在雪莹身上 也是 传说级的魂虫 怎么会被区区珍西 及魂虫释放的火焰灼伤呢 叶小姐的双重结界 已经释放出来了 赢定了 已经少了一只魂虫 怎么打吗 你看就知道了 叶学姐双结界 一旦施展出来 目前没输过 叶灵哥看了看 面前的一人一胡 他们神态自若 一点没有受到 烈火燎原的效果影响 他心态崩了啊 接招吧 黑长直小嘴一撅 愤怒无比 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美女 故于瞥了眼他平级之地笑道 哼 灯徒子 黑长直气的一跺脚 叶美女连生气都这么可爱 爱了爱了 周围的痴汉粉丝说道 严文马迅速后撤 并且施展他的拿手绝技天火爆 叶灵哥对他的这个技能 特别有信心 施展成功后 未尝一败 双结界的攻击加成 加上原本就霸道无比的基础伤害 这个灯徒子居然还不躲开 太小看自己了 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 故于看着那严文马 蓄力的红色球体 正散发出强烈的魂力波动 这一招若是成功施展出来 可能会很强 不过 雪莹有冰凯护体 传说级以下的单次攻击 全部目打 可怜的小妞 她根本没有丝毫迎面 现在的局势都是故于让着她的 故于咧嘴一笑 对了 试试子启的新技能 毒神谷 子启 别混了 该到你操作的时候了 子启 人家才不是混子 众人只见 一道紫色蛇影 从故于身体内射出 速度很快 那严文马正在蓄力之时 根本躲避不开 这紫色的蛇影 她的身体 被蛇影穿体而过 随后 身上开始出现了奇异的紫岩 一道道紫色的枷锁 透体而出 直接封锁了她全身的魂力波动 直接归零 那炽热的火焰球体 也是溃散 天火爆 就这样被轻松地打断了 什么 我的天火爆就这样 这又是什么力量 观众们全傻了 这么远是 怎么打断施法的 笨啊 肯定是她没登场的二宠了 正在夜灵哥诧异之时 一道锁链飞舞之眼前 美女 多有得罪了 雪银飞速地冲了上去 对着毫无魂力的天马 就是一发七寒之刺 这已经很放海了 要不然 骑手魅惑阶级兵绽放 可能当场三杀 但是那样的话 太惊世害俗了 可以有 但是没必要 严文马刚刚脱离魅惑控制 立刻全身发出红光 施展魂迹御火 保护自己的身体 七寒之刺 还是轻轻松松地击穿了这个防御技能 红色的鲜血迸失而出 严文马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七寒之刺 直接在她身上开了个窟窿 她还想反抗 施展连续火焰弹 攻击雪莹 这时候 紫启出手 故意让她关闭了致死之毒的效果 这时候 只有叶灵哥看到 故意身上 似乎还有什么动静 是她没现身的神秘二宠吗 不过她还没看清 那紫光一闪 那严文马 仿佛看见了什么天敌一样 被吓得变回了原形 化为了一匹火红色的战马 本应该是威风凛凛的 结果她一溜烟跑下了台子 一边跑一边发出了灰灰的悲鸣 好像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东西一样 看来是紫启的患毒触发了 就是不知道 擂台上只剩下孤零零的黑长植少女 我输了 叶灵哥的大眼睛充满了不甘 似乎马上就要落泪的样子 她根本没想到自己的本命浑虫 真成了脱缰的野马 直接逃跑了 这个屈辱感 黑长植头都没回 连忙跑到台下 看她自己的浑虫去了 第三场 北澜顾雨胜 恭喜北澜再拿一份 主持人发呆了一会儿 她也没见过这么滑稽的战斗 宣告了这场比赛的结束 这个臭小子 怎么不知道怜香惜玉啊 叶灵哥居然说了 爷清洁 为什么那火焰马跑掉了 顾雨 你好厉害 做男朋友吧 又一位卡哇伊的妹妹喊道 可恶啊 台下的叶天看着顾雨 钻紧了拳头 真是太轻松了 真吸击昏虫 怎么会是雪莹的对手 雪莹到现在 急兵绽放和兵连慢 都没有使用过 顾雨这一下 将拓艳的名人干掉了 连拿两分 俨然成为了北兰的骄傲 轻松一串二 顾雨刚刚下擂台 一群北兰的学生们便围了上来 顾雨连忙谢过周围人好意逃了出来 你小子真厉害啊 这盘也几乎是碾压般的胜利 我都没看见你的二重 王老师在后面笑道 嘿嘿 顾雨只能笑笑应付了事 话说拓艳学院这边 叶姐姐 你不要伤心了 对手确实很强大 大家根本没有怪你 叶灵哥此时正蹲在角落里 画圈圈诅咒顾雨 让自己输得这么丢人 臭坏蛋 气死我了 灵哥 我帮你把场子找回来 叶天从旁边走了过来 信誓旦旦地说道 你走开啊 我讨厌你 整天缠着我 烦死了 叶灵哥委屈地说道 叶天哑口无言 叶天 到你了 下场让卓白上 你随意发挥吧 拓艳的这位老师 已经放弃个人赛了 连输三场 最后一场 让真正的王牌 拿一个脸面分 然后全心全意打团体赛吧 这叶天倒数第一 让他去随便玩吧 也无伤大雅 正好保证其他人的实力 换了其他人 万一伤到了魂宠 比如叶灵哥的二宠重伤 短期内 已经是无法出战了 不能让其他人 盲目去送人头了 既然这个叶天喜欢送 那就让他去吧 好的 老师 叶天歪嘴一笑 终于轮到我叶某人登场了 第136章 银发逼亡 叶天倒是大大方方的同意了 他隐忍这么久 就是为了 在这次比赛中 打所有人的脸 他想告诉所有人 我叶天才是拓艳最强的 这时候 来个绝地反杀 灭了北兰学院 嚣张的气焰 俘获女神芳心 应该轻而易举吧 迎娶白富美 走向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些小激动吗 叶天的底牌 就是他的本命魂宠 是一只领主级的亚龙 这是他的秘密 没有几个人知道 藏了这么多年 当绿叶当了这么久 也该扬眉吐气了 这叶天怎么了 没事老歪嘴干嘛 抽风了 别管他了 他就那毛病 之前学院选拔赛上 他时不时的发病 不过这小子也邪门得很 拓艳学院的学生们 看着歪嘴的叶天 心中大为不解 叶天开开心心地 登上了擂台 他也见过顾鱼的 白色三尾狐 虽然他有个 控制人的技能 但是他肯定 打不过自己的迅龙 顾鱼那三尾白狐 一看就是远程型 怎么敌得过自己的迅龙 虽然叶天没见到 顾鱼二宠 但是他特别自信 他的迅龙很强 顾鱼主宠二人 都是偏远程型 只要靠近逼他近身 他们可阻挡不了 自己扑勒刀 巨大的擂台之上 顾鱼看着上台的叶天 果然 他也出战吗 那正好看看他的水平 不过 叶天今天上台后 一直在傻笑 歪歪个嘴 不知道 以为是中风了 叶兄 果然是你 不知你是不是生病了 没事歪歪嘴干嘛 嘿嘿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顾兄 出招吧 叶兄 记得手下留情啊 顾鱼笑嘻嘻地说道 顾兄说笑了 你今天可是出尽风头啊 成了万千少女心中的梦啊 叶天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这不都是被人逼的吗 顾鱼贪手说道 废话不多说了 来吧 叶天认真了起来 这小子对我敌意时候 变得很重啊 主持人梦回中二时期 大声喊道 领域展开 这次叶天和顾鱼对战的地形 是一处悬崖 现在 两人都身在悬崖对面 前方万丈深渊 顾鱼随便踢了脚边的石子 小石子掉进深渊中 都没个想 天知道有多高 死 难道这是真的悬崖 顾鱼一直以为是结界产生的幻象 顾鱼同学 跌落悬崖虽然不会死 但是会被传送出擂台 直接判定认输哦 主持人看出了顾鱼的疑惑 第四场 北兰顾鱼对战拓延叶天 现在正式开始 拓延加油 两人都没有动 他们没有丝毫在意周围的观众 仿佛老朋友一样 再老家常 一分钟后 顾鱼 这场我一定要赢 叶天眯眯着眼睛 召唤出了一只紫色的龙 背后紫色双翼 龙爪爪地 看起来凶狠无比 不过长得有点像上个世界的恐龙 虽然 这紫色龙族 没有立月的真身那般霸气侧陋 但是毫无疑问 这也确实是一只 货真价实的灵主及亚龙 叶天享受着被万众瞩目的感觉 真是太爽了 他又看了看叶灵哥的方向 自己帅气的一面 被没被叶女神发现 万一自己的王霸之气 震得叶灵哥这个小美人 头怀送抱 岂不美哉 可惜 此时的叶灵哥还在那个角落里 画着圈圈诅咒顾鱼 根本没看到锋芒毕露的叶天 叶天 顾鱼看了这银发 低网一眼 随着他的眼光望去 原来这个装逼货 喜欢那个妞啊 怪不得上来就针对我 叶兄果然藏桌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 叶兄的本命昏虫 居然是一只龙 顾鱼吃惊地说道 顾兄说笑了 今天你可是连拜我拖延的选手 出镜风头 我这也是尊重你吗 况且 你那白色三尾狐也不是什么反品 我猜 应该是领主级的吧 叶天咪咪眼笑道 这可是我藏了快二十年的秘密 今天也是 他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眼前亮相了 领主之龙 迅龙 话音刚落 那亚龙化为了一位相貌英俊的紫发男子 落在叶天身边 他的头上有一只龙脚 可是并没有龙尾 顾兄 虽然你的白色三尾狐的实力确实很强 不过 怎么能斗得过我这领主级的龙 叶天放肆大笑道 哪怕都是领主级 我的迅龙 也是远远强过你的白色三尾狐呢 顾兄最好是早些投降 免受皮肉之苦 叶兄真的好强呢 拓延的学生们也惊呆了 没想到平时唯唯诺诺的叶天 居然掏出一只亚龙 那拓延的老师 眼睛都直了 这小子的魂宠 不是一只天雷塔吗 其他参赛选手 也震惊无比 卧槽 这个人怎么这么强 怎么还有龙族 而且还是领主级的 要知道 龙族哪怕是亚龙 同级都是王者 越级挑战都有可能 根据目前已知情报 只知道吴皇学院沐延雪 有一只领主级的魂虫 你这突然掏出一只领主级的 太吓人了 那卓白内心也是冷汗直流 完了 自己一个地位不保了呀 楚学长看到了龙野士 被吓得虎蛆一阵 这要是自己单独遇上 八成被荡猪头一顿暴揍 颜面尽失 还好有故意替他挨打 他对故意的敌意 消散了许多 校长席上 这次轮到陆别鹤震惊了 卧槽 怎么还有龙族魂虫 亚龙罢了 这也太强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龙 亚龙怎么了 那还不是很强 我 校长席上 这次轮到陆别鹤震惊了 老郑 你这有些不讲道理啊 这夜天明明应该是我们北蓝的 被你们拖延抢了去 嘿嘿 这还没入学吗 那就不算 我可是在他身上大投资一笔的 老陆 这次你可以把北域第一的位置让出来了 这么多年了 也该轮到我坐一坐了 哈哈 陆别鹤 也不知道 顾瑜能不能顶得住啊 夜天隐远负重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放肆地装逼了 给那些看不起他的废物们 每人一个大嘴巴子 只是可惜 他今天出门 可能是没看皇历 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 区区领主级的龙 不能阻挡 我想给拖延学院剃光头呢 顾瑜冷冷地说道 嗯 装逼的气势被打断了 夜天有些恼火 这顾瑜 真是有些不识好歹 顾兄 那我可要动真格的了 别怪我心狠手了 夜天的目光越来越阴沉 顾瑜的嘲讽已经激怒了他 没事 你随便来吧 反正我没动真格的 顾瑜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夜天感觉自己又被人小看了 他最讨厌别人嘲讽他 不过为了装逼 他一直隐忍 没想到 顾瑜面对他领主级的龙 还敢嘲讽他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没动真格的 甚至审慎都忍不了 你还在这笑 一会儿让你笑不出来 出来吧 夜天依旧中二地 召唤出普雷刀 紫光闪烁 逼格拉满 随后他又召唤出一只真吸级的魂虫 第137章 一人 这时 顾瑜仔细看了看 这两只魂虫的面板属性 迅龙 品阶 灵主级 等级 通灵七阶 物理近战型魂兽 拥有恐怖的攻击力 就是喜欢歪嘴 魂技 龙爪 普通攻击物理伤害极高 有40%的概率 造成10%的异伤效果 黄 狂雷 提升自身全属性20% 突刺 向着目标方向突进 无需选定目标 对第一个命中的目标 造成雷属性伤害 悬 雷闪 瞬间突进到敌人身边 下次攻击 附带强击退效果 黄 龙之力 提升自身和主人的移动速度 暴击几率 雷区 免疫50%的雷系伤害 恢复力较强 魂侠技 万雷影 对自身周围大范围 持续造成雷系范围打击 不分敌我 不错的属性 突进 普攻 减伤 恢复都有 他没有风之翼那种高机动性技能 跟自己的宝贝里越比 就是渣渣 舵天明羽龙 是暗系风系双修到极致的史诗真龙 这迅龙 不过只是一只混血亚龙 怎么可能会有风之翼那种变态的技能呢 但是 他的突刺和雷闪的冷却时间 只有半分钟 对雪莹确实有一点点威胁 有些棘手 得想办法 先限制住这只迅龙 不能让他轻松近身 这只夜天的另一只魂宠 是天雷塔 胖胖的身躯一看就是机动性特别差的魂宠 天雷塔 品阶 珍稀级 等级 通灵二阶 雷属性魂兽 拥有不错的成长性 近战很弱 魂技 遇雷术 短暂蓄力后 对敌人释放一道雷属性打击 雷硬 瞬间对敌人释放 造成持续的雷属性伤害 每次结算有几率产生麻痹效果 黄 本桌 技能伤害提升20% 移动速度降低40% 魂侠技 迅捷 增加自身移动速度10% 黄 简单分析了一下 叶天的这只天雷塔比较菜 显然是没有多余的资源强化 导致等级落后 实力偏弱 加上笨拙的体型 也可以优先干掉 顾鱼 你还不召唤你的二宠吗 这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叶天直到而立 他已经有些愤怒了 这代表对方根本没看得起他叶天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顾鱼不带情感色彩地说道 顾鱼内心嘱咐雪盈 挺强的 速度很快 进展一定要小心点 哼 那你来吧 叶天觉得自己 还是让这顾鱼蝎比较好 免得他说自己欺负老同学 叶天的魂力等级是魂式六阶 隐翼对他没有什么效果 无法隐身 只能当加速来使用 此时 对面二人一宠站在一起 正好是冰莲曼释放的最佳时机 雪盈 冰莲曼 一朵冰莲花 飞速地射向叶天 叶天下意识地用仆雷刀进行格挡 但他没想到 那冰莲竟然是直接穿过刀身 进入他的身体之中 一股寒霜之力包裹全身 全身剧痛无比 不过这不算什么 哼 区区减速罢了 叶天咬着牙说道 你咬着牙打比赛 不累吗 叶天直刀飞速地冲了过来 迅龙紧随其后 故于连忙带着雪盈后撤保持距离 给叶天一种近战不行的错觉 迅龙和叶天越过悬崖后 才发现 冰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生成了 以叶天为星 迅速炼住了迅龙和天雷塔 这是什么技能 叶天大吃一惊 悬崖后的天雷塔 和叶天的距离过远 冰莲直接断裂开来 叶天和天雷塔 同时变成冰雕 这是什么技能 好炫酷啊 观众席发出震惊 这好像是冰莲吗 经验丰富的猎人 一眼就认了出来 故于也没打算留守 趁着冰结时间 直接迎了上去 现在对面三人全部中了减速 锁魂炼先攻击这迅龙吧 同时命令子弃 施展毒神谷 攻击那叶天 先把标记下了再说 这时候 这叶天体内爆发出来奇异的力量 直接破冰而出 一道斩机 挡下了顾瑜的锁链攻击 这电光石火般的反应很不错嘛 他体内也有奇怪的力量 叶天发现了冰链的存在 不敢轻举妄动 两人一起冲着雪盈的方向冲去 他们打算先解决控场法师 那迅龙刚打算释放万雷影 紫色狂雷魂力 刚刚凝聚成龙的雏形 故于命令雪盈 直接对着迅龙施展魅火加急兵绽放 速至二连 那迅龙高速的移动的身体一停 头颅微锤 倒在了地面上 已经是失去了叶天的掌控 紫义 叶天发现本命魂宠不受控制 而且自己冲的速度太快 兵链再次断练 一人一龙再次变成雕像 漫天冰霜之力 包裹住了那迅龙的身体 叶天再次破冰而出 连忙躲避了急兵绽放 感到身体传来的寒夜 好疼啊 这 叶天没想到 顾鱼的白狐狸还藏了两招 这时候 一道雷光劈到了顾鱼身上 麻素素的感觉好像是在按摩 经过雷结洗礼的顾鱼 突然感觉这些普通的雷系魂迹 反而像挠痒痒一般 那天 雷塔发现自己的雷印 居然对这个黑发男子 似乎没有什么效果 吓得后退了两步 这时候 雪盈全力施展的七寒之刺 对着被冻成冰雕的驯龙射出 叶天心想 不能再藏了 他感到了这蓝色长矛 不同寻常的杀伤力 如果命中 自己的宝贝龙可能会重伤 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之上覆盖了一层紫色火焰 看起来像开了挂一样 这是什么 怎么全是生火了 这难道是 大多数人被这奇怪的火焰震惊到了 从来没见过人还会冒火的呀 这是一人的力量 他是那些人的子私 陆别赫直接站了起来 目光死死盯着发光的夜天 艺人就是拥有强大灵魂力量的人 他们和普通的魂宠师不一样 魂宠师除了本命魂器的存在 和普通人身体素质相差不了太多 这些艺人 能力各自不同 天生会领悟一种强大的能力 只有两个魂宠师的结合 才有可能诞下一名艺人 而艺人和艺人结婚生子 他们的孩子成为艺人的概率 会非常高 所以 那些强大的家族 其实大多数都是由艺人构成的 他们之间不断联姻 不会与世俗之人通婚 在他们看来 那相当于玷污基因 所以这些强大的艺人家族 几乎不会在凡间现世 这 哼哼 是啊 他可能是谁家遗落在凡间的种吧 被我发现了 好好培养 可能成就一番大事呢 中年妇女抽烟说道 他躺在沙发上 惬意无比 陆别赫慢慢地坐了下来 有些担忧顾瑜的处境 艺人可都是很强的 相当于本体又多了一种能力 跟他们打太吃亏了吧 他担忧地望着顾瑜的身影 这小子 怎么也会从体内 凝聚出这么大的魂力 宁魂成年 过于转念一想 自己也拥有 劫灾恶欲体的强大力量 也见过沐沿雪的变态魂气 和非比寻常的攻击力 哪怕是身上会冒火 也见怪不怪了 检测到强大特殊的人类系统的声音 慢慢传来 开启新的功能 目光扫向了夜天 这次出现了奇怪的界面 夜天 一人等级 与级 能力 催动全身魂力包裹自身 全属性增加100% 控制抵抗提高30% 每隔时S 有一定几率 清除自己身上的负面状态 迅雷一闪 大幅度增加自身移动速度 60% 这是什么奇异的能力 这小子 居然是什么艺人 虽然故意不知道 艺人是什么东西 但看起来挺唬人的样子 你似乎并不感到诧异呢 夜天冷冷地说道 雷系魂力包裹住他全身 看不见他的脸色 刀光一闪 这充斥雷电魂力的刀刃 飞速地斩断了雪莹的七寒之刺 全属性翻了一倍 顾瑜内心赞许道 第138章 冰雪仙狐 她这种加持本身状态的能力 配合那近战性的驯龙 雪莹现在的这个形态 根本不利于近战 体型太大 很容易受伤 没办法了 得到顾瑜的指令后 白色的三尾狐 化作一道白光 款款落在了顾瑜身边 雪莹浅浅一笑 那白狐面具浮现 挡住了她绝美的花叶 如果不是为了战斗 顾瑜才不想让老婆被别人看到 绝美的身姿还是第一次 在这么多人的眼前亮相 金飞锡比 已经没有必要一直遮遮掩掩 自保的力量已经足够了 卧槽 天女下凡吗 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魂虫 可恶啊 我怎么看不到她的脸 为什么把脸遮住了 你妈 叶姐姐 对不起 我叛变了 我恋爱了 冰雪仙狐啊 自此以后 雪莹也有了粉丝团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蓝色巫女装的雪莹身上 叶天也不例外 她此时心想 妈的 老子为什么找了个工的 可惜那迅龙现在被兵封了 要不然肯定鄙视自己主人一番 人们总会关注美丽的事物 这时候 叶天感觉到 自己不再是众人的焦点了 怒从兴起 不可以 今天是我装逼的日子 雪莹 兵铠保护好自己 牵制住那头迅龙就可以了 区区领主级的亚龙 而且已经受伤 就放心交给雪莹处理吧 交给奴家吧 迅龙终于破兵而出 她全身上下被疾兵之寒伤的彻底 她也扛不住传说级的冻伤效果 观众们健壮 也终于明白 这冰霜之力的强横 原来灵主级的龙族 也会被重伤 他们还觉得 之前的活鸟好菜啊 一招没接住 就退场了 没想到顾兄的魂虫 如此美丽强大 真是羡煞旁人啊 叶天迅速地冲了过来喊道 配合她诡异的身法 顾鱼竟然也是有些反应不过来 应该是那个什么迅了一闪的特殊技能 扑雷刀直接向着顾鱼头上劈来 小子 下狠手势吧 那爷爷 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顾鱼心中火起 催动了万劫不灭的效果 抬起手臂 挡住这迅雷般的斩机 扑吃 附带强大雷系魂力的扑雷刀 直接斩到了顾鱼的手臂上 虽然鲜血症不断滴落 但是根本没有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 一般般 比起天雷一击还差得远 虽然对普通人来说是致命伤 对我来说 小菜一碟 啊 很多普通妹子 已经被吓得闭上了眼睛 这还是第一次见血 叶天心中大惊 自己全力状态下的斩机 仅仅是伤了她的手臂 这是什么怪物般的身体素质 真细极的魂兽 都曾经被一刀斩成两半 顾鱼看着发呆的叶天 咧嘴一笑 叶天看得有些心发慌 迅速地催动了全身魂力 用自己受伤的手臂夹住了雷刃 另一只手直接丢出了锁魂链 这么近的距离 避重 叶天刚想拔出刀撤退 可是刀身似乎被牢牢地钳住了 这个力量 看着飞舞而进的漆黑锁链 她暗脚不好 这锁链魂器能力诡异无比 不能应接 目前被锁住的下场 一个比一个惨 叶天立刻离开了顾鱼的身旁 她利用自身移速优势 轻松躲开了顾鱼的锁链追击 可是武器还在敌人身上 这样下去也没办法战斗啊 她也是个狠人 直接放弃扑雷刀 加速向后跑去 是想通过拉开距离 重新召唤魂器吗 那你的二宠 我就带走了 顾鱼改变了锁魂链的方向 朝着那只呆萌的天雷塔飞去 那迅龙想来就这只天雷塔 连忙用身体护住了她 子奇 身上的袍子由于被叶天的刀器摧毁 众人才看见 顾鱼的身上似乎缠着一条小蛇 那紫蛇双瞳发出奇异的光芒 原来她的二宠一直在她身上 不过为什么不下来战斗呢 好美丽的蛇啊 不会是混经验的吧 感觉那条蛇等级不是很高啊 这人指不定有什么属性 变态 一位脸红的妹妹喊道 子奇 等我发育起来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残忍 所有男人对顾鱼发起了鄙视 众所周知 是 狐狸 近战能力虽然一般 但是画形都是美艳无比 台下的云无星看到 没想到这人 一只狐狸满足不了她 还去弄了条蛇 她小脸一红 又想歪了 那迅龙同是受到了双毒的攻击 身体一歪 英俊的面旁变得争鸣无比 好像戴上了痛苦面具 这一股股钻心地痛楚袭来 这究竟是什么毒 在那迅龙口吐鲜血倒地之际 雪银直接朝着她的背后 来了一发七寒之刺 如果成功命中三倍的伤害 迅龙听到了夜天内心的想法 强忍着全身剧痛 回身奋力一找 粉碎了这次七寒之刺的袭击 可是 那天雷塔就彻底暴露在锁魂链的射程之内 实力最低的她 根本没能发现 隐翼加持下的锁魂链 小賴 向左 夜天大喊道 可惜为时已晚 笨拙的她 直接被锁魂链拴住了胖胖的躯体 天雷塔 哦哦 卖萌没用 反抗无效 眩晕生效 直接把这天雷塔拖拽了回来 暴食的力量发动 此时夜天在很远的位置 神仙难救 随着夜天拉开距离 扑雷刀从顾瑜的手臂上 彻底消失了 大量的魂力正在聚集左臂上 伤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好了 冒着阵阵白烟 其他人可是看不见顾瑜夸张的身体恢复速度 夜天已经感觉到了 一股不祥的气息从顾瑜身体发出 正在吞噬自己的天雷塔 可是她此时却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干着急 她没想到那漆黑锁链的能力如此诡异 她已经感觉到天雷塔的魂力正在不断下降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实在是骇人听闻 从她身上补充了少许魂力后 顾瑜一套组合拳便招呼在这天雷塔身上 近战能力很弱的天雷塔远不是顾瑜对手 夜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魂虫 被当成沙包一样暴打 可恶 夜天愤怒了 这可是她的伙伴 最后一击包含着顾瑜的怒气 直接将这天雷塔击飞 她的身体划过一道弧线 落在了刚刚猎毒蛙旁边的位置 鲜血喷洒了一地 不过这次顾瑜下了狠手 随后 天雷塔的身体慢慢地掉落在地面上 似乎已经咽气了 夜天根本不知道 顾瑜已经放了大海 如果催动全身魂力 怕是一拳就能把这天雷塔轰杀至渣 那生命力异常强悍的双头怪物 都没扛得住顾瑜全力一拳 夜天都下狠手了 没把这天雷塔当场格杀 都算顾瑜心慈手软 夜兄不会怪我吧 你刚才那一刀 弱一些的人 可是会死的呀 顾瑜微微笑道 哼 你果然也有奇特的力量 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林文祥和王文文的遭遇 是不是会与你有所联系呢 不要血口喷热啊 夜兄 没想到再次从她嘴里 听到这两个令人作呕的名字 你的恢复力居然这么强 本来也没指着小赖对你造成什么伤害 放她出来 是我的错 夜天看了看 挂在顾瑜身上的子气 她阴狠地说道 那我也要伤了你那条紫蛇 给小赖报仇 这一句话 直接宣布了她的结局 第139章 一战成名 如果这样的话 夜天你可能要在医院多待几天了 顾瑜笑眯眯地答道 是吗 那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双方现在都已经动了怒 主持人在台下连忙说道 点到为止 不要因一时冲动 注下大错呀 放心吧 顾瑜和夜天一口同声地说道 如今的顾瑜早已经不是极寒山脉的幼稚少年 当时他已经立志保护身边的人 狂妄的夜天并不知道 他刚刚一句挑衅之言 就已经给自己惹到了天大的麻烦 这时候 夜天因为已经失去一宠 愤怒让他失去了理智 他选择让受伤不清的迅龙 去跟雪莹单挑 自己单独解决顾瑜和他的蛇 顾瑜早就已经察觉了他的想法 连忙赶到了雪莹的身边 三打二 我为什么要单挑呢 那迅龙终于在连环的控制下清醒了过来 骑手的兵连慢加魅火加急兵绽放 加换毒的脸黑出发 他根本没有发挥出自己领主及应有的水平 区区狐猎 怎么能抵挡龙威 狂为释放 他全身充斥着紫色魂力 魂力气息强大了不少 然后便对着雪莹的方向施展突刺 想要拉近距离 先杀掉这只可恶的狐猎 风驰电车的加速 轻易躲开了突进的轨道 那迅龙直接进入了顾瑜的射程范围之内 夜天催动魂力冲刺过来 那刀光一闪 仿佛带有一丝丝龙银 他的目标是顾瑜身上的子气 正好 顾瑜也打算祭出杀手锏 平时由于里悦这个强大的存在 罗葬之毒这个技能根本没怎么使用过 趁着夜天还没冲到身前的时候 毒神谷再次给迅龙上了一层标记 紫舌印记闪过 迅龙受到毒性一伤效果 脚下不稳 直接半跪在了地上 喷出一口鲜血 他空有一身蛮力 被高品阶的魂虫玩弄于鼓掌之间 真是可怜呀 子气 罗葬之毒 这时候 子气身上发出炫彩的光芒 七彩的魂力四射而出 美丽至极 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伤害技能 彩色的魂力 瞬间将场内完全遮住 发生什么事了 卧槽 我看不见了 还有七彩魂力吗 好美啊 花痴的妹妹们 只在乎了颜色 赤橙黄绿青篮子 啊 那迅龙发出了惊人的惨叫 他的体表开始溃烂 好像被融化了一般 再待一会儿 仿佛就要化为一滩淤泥 他的身体 被染成了五颜六色 口吐鲜血 晕了过去 子意 夜天大叫一声 眼看本命魂宠生命危在旦夕 他想收回空间 但是前方的七彩迷雾 让他不敢靠近 直觉告诉他 如果进去 可能会死 夜兄 你不救你的本命魂宠吗 放心吧 我不会杀了他的 品尝恐惧吧 夜天 他还没明白什么意思 一条漆黑的锁链 从虚空中闪现而出 直接缠上了夜天的腰 这事 夜天还来不及挣扎 直接被眩晕 身体一歪 随后被拖拽进七彩迷雾之内 雪莹 下手轻点吧 现在还不能杀了他们 我自有安排 七彩迷雾缓缓散去 众人只看到 顾鱼独自站在擂台之上 白色的小胡 趴在了顾鱼的肩膀之上 神态自若 夜天与那迅龙 已经倒在了地上 迅龙已经受了重伤 被打回了原形 一对翅膀生生地被撕扯下来 那场面血腥至极 夜天身上的雷烟 也已经彻底溃散 浑身上下都是血痕 被打得连他老妈都未必认得出来了 卧槽 到底发生什么了 夜天败了 躺在地上呢 被北蓝的顾鱼打爆了 狐狸美女呢 这个顾鱼好强啊 刚才最后那招是什么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迷雾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天到底是怎么输的 拓验学院的主持人 连忙登上了擂台 立刻查看夜天的身体状况 摸一摸鼻息 还有气 他连忙呼叫其他人 一群白马挂上来 把夜天和他的魂虫们 抬下去治疗了 第四场 北蓝顾鱼胜 接下来是中场休息时间 有没有搞错啊 老子还没看够 atat百分号 我x百分号m百分号 其实 顾鱼借着罗藏制毒的 大范围迷雾效果 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 使出了踏虚形 直接贴脸近身锁链偷袭 将眩晕的夜天 拖进罗藏制毒范围内 暴食的力量 加上顾鱼和老婆们的 后续伤害输出 夜天被重伤 无法再维持那神秘的紫妍状态 紫妍溃散后 夜天就跟普通人一样 被揍晕了 如果不是在擂台上 意图伤害顾鱼老婆们的 估计现在已经变成白光了吧 他这种纯进战的配置 当他全力一击 无法对顾鱼造成有效伤害的时候 就已经宣告他的失败 全属性增幅100%固然不错 可是他基础并没有多高 所以并没有什么卵用 杂鱼就是杂鱼 两位校长看着迷雾散去后的场景 两人没有任何对话 过了一会儿 拖延学院的校长 接了一个电话后 慌忙地离开了 陆别赫紧盯着顾鱼下台的身影 开始思考了起来 没想到 这个名不见传的学生 连艺人都能轻轻松松击败 回头找他聊聊吧 顾鱼 你TM的怎么这么萌 那夜天好像开了挂一半 都没打过你 鱼安在顾鱼下台后 飞速地赶了过来 一般吧 我都已经让着他了 卧槽 不是吧 这样都叫让着他 我不信 灵夜也跳起来说道 平时稳重的他 还是被顾鱼的操作震惊到了 连续击败拓延三位选手 太强了 一般人比试一场后 魂力基本就不够用了 这小子不累的吗 顾鱼 你今天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名了呀 王老师一边鼓掌一边走来 第140章 剑尊 所有人可都被你最后的神秘技能震惊到了呀 王老师笑眯眯地说道 托你的福 我今天晚饭有着落了呀 区区换术罢了 顾鱼轻轻一笑 你果然有非比寻常的实力 校长都已经开始关注你了 不说了 中午好好休息吧 北蓝的大功臣 王老师说完便离开了 顾鱼 怪不得小子都不去找别的漂亮妹妹 我还以为你有问题 原来你的白狐这么漂亮 真的好像仙女一样 鱼安黑黑笑道 算是吧 主要与人相处 还是太麻烦了呀 你瞅瞅你 成年人当然选择我全都要啊 灵夜在旁边附和 鱼安灵夜也是聪明人 他没有提出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关于血淫的话题点到为止 没人喜欢自家老婆天天 被别人惦记 三人打算去吃个午饭 这时候 顾鱼的眼光 撇到一抹蓝色的倩影 不好意思 老鱼老铃 我先有点事 一会儿回来再聊吧 好 他们已经习惯顾鱼动不动完消失了 是严选吗 顾鱼立刻追了过去 不知道他知不到一人的情报 拓延学院这边就不一样了 士气大爹 一个个像双打的茄子一般 众人没人发出声音 顾鱼一个人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在主场被人吊起来锤 太丢人了 叶天已经身受重伤 现在被医疗队送去抢救了 校长大人正在抢救 他的那只亚龙 拓延学院的那位老师 面色沉重地说道 叶天的实力让我大吃一惊 本以为轻松拿下 没想到领主级的龙 也败在那顾鱼的手下 一般人是不清楚艺人的存在 他们以为那紫色火焰 只是魂宠额外富裕的技能 领主级的魂宠在凡间 基本上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叶灵哥这才缓了过来 他慢慢回到队列之中 他发现大家士气低迷 一蹶不振的样子 难道是 发生什么事了 他歪头问道 甚是可爱 林哥 老师也不怪你啊 北兰的固鱼 实在是太强了 嗯 叶天他也输了吗 叶天的领主亚龙已经重伤 那天雷塔已经确认死亡了 老师垂头丧气地说道 无论如何 叶天都是他们唾厌的人 战死一只魂宠 实力又掉了一个层次 叶天有领主级的龙 那双眉眸充满了不可置信 那也没有用啊 顾鱼的那只白色三尾狐 起码也有领主级的实力 还有那条神秘的蛇 可能也到达了珍稀级 甚至更高 想起那条神秘的紫蛇 气得叶灵哥直跺脚 让自己丢人丢到电视上去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观看这次比赛 没关系 灵哥 校长大人出手了 你的轰火旧马上就能恢复了 顾鱼追着那一抹蓝色的倩影 已经脱离了比赛的会场 现在身在拖延后山的一处小树林里 环顾四周 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人物 顾鱼施展踏虚行 短短片刻就飞到了沐沿雪身后 你要往哪里跑 顾鱼拉住他的手 倩影微微一震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追出来了 啊 美人回眸 果然是他 你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蓝眸充满了不解 你人跑得再快 能比得上踏虚行的移动速度吗 我都说了 你别想逃开了 用力一拽 无法反抗的沐沿雪 就这样被强行抱在了怀里 物不要这样 会被人发现的 熟悉的气味传来 他立马羞红了脸 没事的 这小树林里 没人会来 况且 沿雪你跑到了这里 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完蛋了 又要呗 故意召唤李悦出来 让他帮忙把风 小主人召唤人家出来就是 做这个的 你可真是没良心呢 麻烦你了 李悦 哼 把沐沿雪拖进小树林里 周围路过的人 只看见一黑一蓝两道身影 以为是一对勇敢的小情侣 真大胆啊 居然在外面打野战 九千四百九十四 你为什么要逃 我就这么可怕 怀中的家人不敢说话了 也不敢直视固于 面颊上慢慢染上了一抹红蕴 轻轻捏了捏他的脸蛋 蓝毛上慢慢出现了一抹黑芒 难道是他离自己越近 越容易受幻梦的影响 所以身体的本能告诉他 让他避开自己 一会儿不许逃 我知道你心里有些不服气 和北兰学院的战斗 你要上场啊 我们再比试一番 嗯 沐沿雪看着眼前的黑发男子 他有些害怕 离他越近 思维越混乱 他的眼眸中的黑光 对自己来说 像是可怕的毒药一般 回想起山洞内的自己 他事后都觉得太过羞耻 连睡觉的时候 都羞地钻进了被子里 不敢露脸 明明是敌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关系了 顾鱼坐在地上 把他放在大腿上 细袖芳香 真是熟悉的味道呢 严雪 你知道一人吗 顾鱼不打算欺凌他 你知道了吗 蓝某有些不知所措 我可是什么都知道的 你忘了吗 你的腿 不要说他情不自禁地 用手堵住了顾鱼的嘴 啊 为什么会这样 安静了片刻 其实 我从小被师父带走的时候 他就告诉了我 有关艺人的信息 师父说 不能让我告诉任何人 还好我的能力没有具象化 隐蔽性比较高 我的父母都是魂宠师 可是那个混蛋 没保护好我妈妈 他提起他父亲 似乎很是不满 那些影视家族 平时根本不会在凡间露面的 这个夜天 可能是他们遗弃的婴儿吧 慕颜雪不知不觉 靠在顾鱼身上 已经没有抵触的意思 好像本应如此一般 那你呢 我也不知道 师父也没告诉我原因 一人等级呢 你知道吗 师父并没有跟我说太多 真的是这样吗 顾鱼抬起了他的下巴 幻梦的力量 应该让他 不能对自己说谎 真不知道 别这样 他根本不敢对视 眼神四处乱扫 慕颜雪也是知道 顾鱼有三只魂宠的 魔灵的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不知道 他是通过什么手段 让他的魂宠们 全部提前划行了 他天真的以为 是劫灾恶预体的奇怪力量 顾鱼扫了眼慕颜雪 连他身上 也跳出了奇怪的面板 慕颜雪 一人等级 天级 能力 道之庇护 天补术 剑尊 使用剑类武器 全属性提升二倍 原来这就是 他隐藏的属性啊 怪不得之前 被李悦的龙威削弱后 攻击力依旧那么强 第141章 无星 这个道之庇护的效果 与乾隆物用有些相似 额外能力 不会像夜天那般 明显至极 而且 颜雪 以后武器要拿稳哦 轻轻握住他那 柔弱无骨的御手 食指微微向口 这都被你发现了吗 慕颜雪 一直没告诉任何人的秘密 没想到 就这么轻易地 被他发现了 他的力量 特别依赖天道剑 由于本人战斗力 远超于魂宠 所以 他的魂宠 多是辅助为主 嘿嘿 这次 顾鱼并没有 欺凌这个唯美可人的仙子 只是静静地抱着他 温存了一会儿 然后 就放慕颜雪离开了 蓝色的小蝴蝶 感觉自己 似乎已经脱离了魔掌 立刻头也没回地逃开了 果然还是应该放开他 让他自己发育啊 跟在自己身边的话 很可能会变成花瓶吧 资源是固定的 不可能养活两人无宠 小主人 这就完事了 我还以为你要来一场野战呢 李悦在阴影中探出头来 语出惊人地说道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是不是 人家 可是最清楚了 别瞎说啊 收起李悦后 故于连忙施展前行 赶回到会场之内 他才不想成为众矢之地 慕颜雪 可是吴皇学院 所有学生们心中的女神 她也是男女通杀 粉丝团啦啦队里面女人 隐隐超过男人数量 悄悄地回到了北蓝的队列以后 故于发现 老师早就已经给他们叫好了外卖 望着眼前丰盛的午餐 这TM叫外卖 红烧猪蹄 糖醋排骨 看什么呢 大功臣 实为天顶级大厨的制作 快趁热吃吧 大家都等你呢 王老师递给故于一双筷子 故于现在是北蓝的名人了 其他人哪敢不等他提前吃饭 那样的话 也太不尊敬北蓝一年级的一哥了 那我不客气了 故于选择坐在了桌子的最外侧的位置 王老师看故于这个样子 有些担忧地叹了口气 这一副生人勿扰的架势 很难融入群体之中啊 魂宠师们都是组队冒险的 独自行动危险太大了 于安刚要蹭过来 云无星却抢在他的前面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吓得于安连忙躲开 他那天可是听到了 这云无星可能是包养顾宇的富婆 惹不起啊 怎么了 云小姐 你倒是吃啊 顾宇并没有客气 正在啃一只猪蹄 别说做的还真TM好吃 雪莹趴在顾宇身上 盯着猪蹄 似乎是在想 回去我也做个红烧猪蹄 给主人尝尝 云无星也没说话 像个木桩 顾宇也没多想 继续吃起饭来 站了一个上午 确实有些饿 顾宇 团体赛想给你改个名额 你上吗 林老师走了过来 不去不去 陆校长说了 下场不让你上了 意思 要给拖延一个面子 别真给人剃光头了 嗯 行吧 既然是校长的意思 毕业装得差不多了 也懒得打了 灭菜也没什么意思 又没法当众吞噬魂力 而且顾宇另有打算 顾宇倒是缠那只迅龙的身子 林主级目前才遇见几只啊 上一只青阳鹰 可是提供了万劫不灭 这个强力技能 林老师传完话 便离开了 顾宇 恭喜你啊 变得这么厉害 云无星悠悠地说道 还好啦 云小姐来只猪蹄吗 挺香的 团 对狩猎的时候 我们一起组队好不好啦 他终于主动出击了 抱歉 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行动 不太适合团队战斗的 而且 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云无星也不是傻子 又被顾宇无形地拒绝了 自从跟顾宇在宠兽店相遇至今 他似乎从来没正眼关注过自己 和其他99%的人都不一样 实力又强 又帅 云无星也就是一个不到20的方林少女 谁家少女不怀春 虽然大小姐出身 还就是喜欢顾宇这种浪子 可是 顾宇身边的狐狸真面目 她有幸见过 美丽地让她感觉有些绝望 云小姐 这个世界其实很大 外面虽然有凶猛的魂兽 无法踏足的禁区 神秘的海洋 你难道不想知道域外的一切吗 魂兽之秘 魂奴之秘 你不好奇吗 我现在的目标 根本没放在小小的人类领地内 顾宇靠到了她身边 第一次注视她清澈的眼睛 悄悄地说着 她内心所想的一切 对于这朦胧的情感 也算委婉告诉她自己的答案 顾宇也不是傻子 是这样吗 她有一些惊慌失措 嗯 我吃饱了 先带着雪莹休息去了 顾宇说完便离开了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云无星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归根结底 还是自己格局小了吗 太弱了吗 不行 我怎么能就这样轻易认输 放弃 返回到了选手席上 顾宇发现 此时台上竟然是表演着歌舞节目 领头的女歌手 顾宇还很熟悉 正是夜灵歌 她现在穿着一套 清纯可爱的白裙子 老顾 你这消息也太不灵通了吧 她可是当红歌手哦 约安在旁说道 她的声音确实很好听啊 作为魂宠师 实力也还不错 你还有脸说呢 让美女输得这么不体面 出门小心 被破油漆啊 台上的夜灵歌 在全心全意地尽情歌唱 这是她的个人爱好 自己的歌曲能被人认可 这种成就感 自豪感 是无与伦比的 夜灵歌 我爱你 灵歌天下第一 这时 她发现了台下 那道充满疑惑的眼神 是那个混蛋 可恶 故于发现 这小妞正盯着自己 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不会整出什么狗血操作吧 这首 你我本无缘 可是她的成名作 灵夜在旁边说道 缘乃天注定 奋阙等候天 山有木西木有枝 星月君西君不枝 故于没有说话 安安静静地抱着雪莹 听了一首歌的时间 最终也是鼓起了掌 不得不承认 她在歌唱领域确实很强 成为巨星 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夜灵歌看到这个大坏蛋 认同了自己的歌曲 心中感觉 也是扳回了一程 朝这边轻轻一笑 夜灵歌在朝着我笑啊 放屁 那是朝我笑 第142章 厕所里打灯笼的老头 时间来到了下午 接下来 北兰学院与拓砚学院 个人赛的最后一场 马上开始 北兰楚云寒 对阵拓砚着白 主持人大声喊道 但是场上却很安静 嗯 顾瑜呢 不打了吗 我们要看顾瑜 我们要看冰雪仙湖 老顾 你的人气起来了呀 灵夜笑道 低调低调 台上的两位天骄 此时都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感觉 他们都是平日的天才 今天风头被人抢光了不说 差点都被对面的隐藏王牌爆掉了 两个大男人看对方 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激情四射 随后 两人召唤出了魂虫 准备好了战斗 其实他们水平真的也不错 都是两只真戏级的魂虫 在普通人中 算得上是天才了 可惜 固于对他们没有什么兴趣 老林啊 下午的学院比试 是哪两个啊 北兰学院和拓砚学院的团体站 晚上是拓砚学院 和无皇学院的个人站 好无聊啊 我先撤了 反正团体站也与我无关 无皇学院什么时候跟我们打 记得叫我啊 你不看无皇的沐沿雪吗 听说他长得可好看了 于安回头问道 不看了 回见 那你可以正经休息一阵子了呀 老顾 回头我有个好东西 要送给你哦 于安几眉弄眼地说道 那我就期待你的惊喜了 告别了二人 在离开之前 固于仔细想了想 还是来到了云无星身边 他的身旁 只有之前的那个黄发貌美女子 云小姐 加油哦 可惜我有点事要离开一下 不能观战了 好的 云无星淡淡地回应 但是他的内心却狂喜了起来 他还是记得我的 行号行号 云无星钻了钻粉拳 不能让他失望 拖延学院这边 没有了夜天这个小怪物 跟无皇学院的比试 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就算夜天没遇见自己 遇见木炎雪 肯定也是被单方面的吊打 惨啊 歪嘴夜天 也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躺着呢 至于固于离开的原因 很简单 他发现 大多数人的本病魂宠都已经突破通灵五阶了 子喜就不说了 刚刚突破通灵阶 战斗力最强的李悦 根本没法在这么多人前现身 别人已经知道 他的两宠是狐狸和蛇 还没到魂师阶段 就能遇三宠 这要是暴露了 怕是会被人盯上 严重的话 可能引发一些很大的麻烦 其他比赛选手 倒是无所谓 对固于压力不大 但是在看了木炎雪的属性后 没有立月的龙威压制 他的天道剑攻势太强 那化形级的青阳鹰 都扛不住天道剑威 固于不想让两位老婆陷入苦战 哪怕他们品级很高 但是等级还是有些低 大概明天或者后天 再能跟木炎雪对决 还有一天左右的时间 看看能不能帮子 起弄个魂骨魂侠之类的 实在不行刷刷怪 提升雪银的等级 来人可不能输给 自己的小女仆啊 魂宠们再达到任意等级 凡除外 五阶都会发生一次小小进化 雪银卡在通灵四阶 已经很久了 可能是品阶太高 所需的魂力 也比较高的缘故吧 固于一边思索 慢慢离开了 拓延学院的大门 后面有一道不善的目光 正在盯着他 打开猎人APP 已经很久没有做任务了 看看有没有 兵器魂兽的下落 这位小兄弟 请留步 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 固于回头一看 一位其貌不扬的老者 衣着老旧不堪的风衣 正在打量着他 扫了他眼属性 原来如此 是夜天的师父 这个技能我要定了 这是打了小的 老的来报仇 他也太沉不住气了吧 怎么了 老头 你有什么事 语言指导林文祥 想都不用想 这老东西 指定是来寻仇的 找个借口 想骗自己出城吧 然后找个荒郊野岭 做掉自己 给徒弟报仇 这些户短的老不死 杀人越货 我也喜欢了 只是苦于没有目标罢了 故于不想当一个杀人魔 当然 这种送死的敌人除外 我看 小兄弟实力非凡 我这有个任务 需要一名控制型的帮手 我观看你的比赛很久了 实力远超同龄人 要不要一起完成 奖励封后 嗯 我猜不要 你这老东西 肯定是个骗子 故于装逼地说道 滚原点 臭乞丐 烦人 先拉他一波仇恨 他必然会跟着自己出城 果然 那衣衫褴褛的老头 眼中闪过一丝愤怒 很快就消失了 可惜还被故于捕捉到了 上钩了 故于假装滑动手机寻找什么 然后好像决定好 目的地了一般 做出了一个特别嚣张的举动 他召唤出了雪莹 直接骑了上去 飞速地向着平潭式北域方向前进 其实 魂宠师们一直可以在城内骑成魂宠的 只要你愿意 甚至可以飞在空域 只不过 平时故于没有这么装 今天为了解决这个隐患 故于也是 放肆了一把 快看 那个不是北兰的故于吗 刚才还在电视上看见 现在是真人啊 确实 啊 冰雪仙湖被他骑了啊 老婆 我的老婆 一位死宅失去了梦想 不要啊 他有着羡煞旁人的美丽魂虫 居然还当作赶路工具 那般骑成 简直是暴殿天物 故于 雪莹不就是用来骑的吗 数字 小人得志而已 一点都不知道掩盖锋芒 过刚一舍 这次 你就等死吧 老者用着一种诡异的身法 一直跟在故于身后 看样子 夜天的身法计 是跟他学的 可惜 他不懂故于这个狗王 故于如果真想装逼 召唤出李悦两个学院的选手 一起上都是被秒的份 区区亚龙 连龙威都没有 就开始装起来了 殊不知 真正最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象出现 这老头在不知不觉间 已经踏入了故于给他埋下的深渊 第143章 轻松击杀 出城后 故于并没有披上自己的旋梯场 他继续召唤出血淫绝尘而去 好像根本不知道身后有人跟踪 小子 你这是找死 那老者紧随其后 跟故于保持三百米左右的距离 他以为自己魂师级的感知 不会被发现 老狗 追上来了吗 小爷正好缺个活靶子 今天没能当场杀了叶天 要是把他师父宰了 也不错嘛 敢意图伤害我老婆 死不足惜 这老头也会练丹术 如果人品爆发的话 嘿 雪莹 差不多了 故于从雪莹后背跳了下来 雪莹在外面 也没必要藏着掖着 蓝光一闪 轻视家人站在了故于的身边 没有直接冲过来 这个老狗还挺警惕的嘛 他可能是想 等着雪莹的魂力耗尽 然后再跳出来 轻松地解决自己吧 还挺阴的 这种反派 不应该特别嚣张地 走出来送人头吗 故于也没召唤出李悦 就这么带着雪莹 寻找兵戏和毒戏魂兽的踪迹 万一能爆出魂谷呢 疾兵绽放再次爆炸开来 直接带走了一只 普通疾兵毒残的生命 这一路故于 也没敢施展滔铁吞噬魂力 今天已经引他出来 不能放他活着回去 这一场面被他发现 打草惊蛇了的话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不怕你来打我 迎我 偷袭我 就怕天天在你身边蹲着 然后摇人 又过了一会儿 这老狗终于现身了 他忍不住了吗 啪啪啪 一阵鼓掌声响起 阴影之中 那神秘老者终于现出身形 此时 他换了一套黑色镜妆 童颜鹤鹤发 腰背挺直 一副猛男的模样 他身后跟着两男一虎 那只魂兽 是普通级的翼刃风虎 林文祥曾经拥有的小老虎 这两个男 都是化形级的魂兽 你以为化形级 就能拿捏得住我 立王线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化形七阶 金属性物理强化型魂兽 攻击力非比寻常 弱点在眼部 魂技 力破万钧 全力突刺一击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并且附带强击退 旋 骨 蟹足 可以同时攻击两次 蓄力一击 蓄力3S造成500%的攻击伤害 旋 骨 贯穿 攻击造成20%无视防御效果 魂侠技 复苏 使用后恢复少量魂力 持续治疗自身伤势 D 振奋 为附近友军 提供一个10%的减伤光环 旋 清晶线 品阶 普通级 等级 化形四阶 毒属性魂兽 实力一般 优先建议击杀 魂技 蟹前 普通攻击附带歇毒效果 歇次 射出一枚歇之刺 命中后 造成持续毒性伤害 骨 黄 毒液喷射 喷射出大量毒液 造成毒液伤害的同时 有几率造成破甲效果 骨 旋 蟹毒 持续毒性伤害越来越高 有低微几率造成眩运ES效果 魂侠技 速毒 毒性伤害结算时间间隔变短 旋 不错嘛 化形七阶 好像是目前顾鱼遇见最高等级的敌人 两个魂侠技 原来是这只螃蟹给他的勇气 不是梁静如 顾鱼小兄弟的实力 果然非同反响啊 老者微微笑道 啊 你是 老头 顾鱼还在演戏 是啊 不过 你也猜不到我是谁 别多想了 上路吧 就凭这三只若鸡魂兽 也想要我命 哈哈 顾鱼笑了起来 是吗 老东西 你很勇吗 一把年纪了 活着也不容易 我帮你快进到下辈子吧 黄口小儿 受死吧 只见这老头 掏出一只扇子 开始跳起舞来 要多恶心 有多恶心 一个糟老头子 拿粉色的扇子跳舞 画面太美 差点把刚才的饭吐了出来 不过她的粉扇子 是光环类加持的魂器 可以提高魂宠们的恢复速度 以及全属性 跟云无心比 还是差远了 一把年纪 也不知道羞耻 故于无情嘲讽到 哼 你以为我喜欢啊 李月 戳爆那只臭螃蟹的眼球吧 遵命我的小主人 黑光一闪 一位妖艳妩媚的 轻视美人出现 什么 怎么可能 你才是魂式舞街啊 怎么可能 这不科学啊 老者好像见了鬼一般 怎么有人在魂式阶段 能遇三宠 而且 这黑发美女 也是化形机 她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和她的魂宠们 被龙威强制眩晕了 所魂恋趁机飞向红毛螃蟹 可惜 速度跟不上李月 绿光一闪 在风之一加持下 那红毛大螃蟹 刚刚脱离眩晕状态 连忙想要招架 她全力一击 却也挡不住 那漆黑鬼魅般的身影 接了她全力的一击 李月的身体 甚至都没有产生一丝后退 遇见的敌人越强 龙威造成的效果也越强 绿水四箭 破防之肘 飞速插爆了她的双眼 那红毛大螃蟹 立刻跪在地上 捂住了双眼 痛得直打滚 领主级的青阳鹰 才勉强接住李月的攻击 李月现在还是通灵三接 这还是相差了一个 大等级的条件下 就凭这些实力 也敢出来惹怒我的主人 爱是 该杀 那老头的粉红的扇子 舞动得更快 丽王蟹身上也冒出了绿光 她使用了恢复技能 不过很可惜 锁魂链已经飞到了她的身体之上 不去治疗你的宝贝徒弟 老给我在这跳扇子舞 去死吧 老变态 故于直接使用突进技能冲了上去 在野外根本无需留守 急兵绽放 直接炸在那青金蟹的身上 那毒蟹喷射的毒液 虽然范围很大 雪银和李月 都有强力的伸法剂 轻轻松松地躲开了 刚刚喷射几发绿色毒液 又被疾兵绽放给冻住了 老者连忙后退 继续跳舞 至于那只普通疾 实力只有通灵六阶的一刃风虎 故于催动全身魂力 浴火手套加持下的奋力一击 直接给这只白色的大脑斧 一拳打飞了 换李月的话 估计已经变成尸体了 自己还是太弱了呀 老者这边全线溃败 后续飞来的七寒之刺 直接把青金蟹打得浑身窟窿 绿色的液体见得满地都是 恶心至极 而那立王线 刚刚恢复了双眼势力 立刻被眩晕 王命宇别直却加成的破防之爪 再度戳爆了他的眼球 感觉他的头颅都快被斩断了 不愧是化形七阶 生命力这么顽强 哦 能不能换个地方 好啊 速度 视野完全压制 立王线感觉生命宾威 垂死一击 打算施展他最引以为傲的蓄力一击 死了也要把大招丢出来吧 刚刚准备蓄力 一条紫色蛇影迅速入体 随后 一道道奇怪的枷锁透体而出 封住了他全身的魂力波动 这 这是什么鬼技能 送你上路的技能 雪莹最后释放了兵连 慢在这重伤兵死的立王线身上 王命 加别直却加叠满层数的破风之爪 你死得不冤啊 黑芒瞬间透体而过 快过迅雷 立王线庞大的身躯出现了军裂 随后爆炸 便为了一地碎渣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不错的伤害 这才是我追求的合击绝技 第144章 还真有叶家 你的依仗不会就是这三只若鸡魂虫吧 顾鱼抽回锁链微笑地说道 小红 老者看着陪伴自己一生的螃蟹 被打成了碎渣 心痛不已 他万万没想到 顾鱼的实力居然如此强横 越急吊打他的立王线 这完全不讲道理啊 而且 这个女人的伤害如此恐怖 身法一速有些像 他想逃跑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李月 还是稍微控制一下力道吧 这化形级的螃蟹全身都是宝啊 小主人对不起啊 唉 可惜了 这螃蟹腿都是突破材料啊 谈笑间 李月轻轻地一找 直接干掉了这只重伤不堪的青筋蟹 雪莹嘟起嘴不满地说道 李月姐姐 你又抢人头 由于立王蟹被打成渣渣 扇子老头受到本命魂器阵亡的反噬影响 他还没逃开多远 直接口吐鲜血 跪倒在了地上 这种永久性撕裂灵魂的伤害 任何等级的魂宠师都无法抵抗 李月美眸轻轻瞥了眼这重伤的老头 飞速地赶了上去 一脚将他狠狠地踩在地下 地面上直接出了一个大坑 啊 不 扇子老头后背受到攻击后 再次口吐鲜血 晕了过去 喂 老头 别装死了 故于掏出很久没使用的引雷剑 对准他的两条大腿 直接射出 嗯 这魂力箭矢 已经变得像跟棍子一样粗细了 速度也慢了不少 这哪里还是引雷剑 都快成枪杆子粗了 自己的魂力 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吗 紫色的枪杆 连续插在老头的大腿上 他发出了痛苦的咒骂声 小鼻仔子 我X 好疼啊 看到他被定住身体了 李月笑嘻嘻地感到顾鱼身边 不装了吗 我还以为你多大能耐呢 你不是要杀了我 给你的爱徒报仇吗 你的承诺呢 顾鱼抓起他的头发 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你这个恶魔 啊 我猜不是什么恶魔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银刃一闪 老者少了一根手指 两条大腿被引雷剑 透体钉在地上 他也不是什么艺人 区区辅助细魂宠师 被人近身的话 下场会很凄惨 说吧 有关夜天的所有情报 还有一人 说得好 让你走个痛快 不可啊 他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能自还没说出口 血花似箭 老者只看见自己的手臂 飞到了视野之内 一种平平淡淡的恐惧袭来 我是不会说的 你还是快点杀了 我比较好 如果让我活着回去 必要将你千刀万剐 真的吗 好可怕啊 正当固于思考 如何折磨他的时候 他催动全身最后的魂力 唯一的右手上 闪烁出奇怪的光芒 然后他从空间界内 掏出一把匕首 想自杀 可没那么容易 固于和李悦同时行动 雪莹也不甘示弱 魅惑的光芒闪过 老者刚从魅惑的时间清醒过来 便发现自己已经被锁魂链来了个五花大榜 全身魂力正在不断流失 想死 我允许了吗 固于从系统空间里 掏出了笑死人不偿命这个道具 差点忘了 言行逼供 最佳道具 树子 休想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 是吗 上一个这么说的 已经领了便当 让我看看 你能撑几次 固于没跟他再废话 白色羽毛幻化成好多羽毛 飞到他的身边 开始给老头抓呀 这是什么 啊 哈哈 你 哈哈 哈哈 看着眼前笑得满地打滚的老头 看你还嘴音不 一边笑一边喷血 还真是变态呢 十分钟后 本来就身受重伤的老者 又被道具无情地摧残了十分钟 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 说吧 什么是一人 哈哈 别弄了 我说 我说 现在的世界普通人类虽多 占地面积也不小 废话少说 这些我都知道 一人就是家族的核心成员 什么家族 尹氏家族吗 是的 我只是叶家的一位小小家丁 受主人之命 一直寻找流落在外的少主 这个老头 肯定不是什么普通的仆人 独自在外 还会练丹树 叶天吗 他只是主人在外面留下的野种 不过主人大人有大量 打算接他回家 主人是谁 叶氏家族 警号at 警号百分号 他突然开始 说了奇怪的东西 灵魂被叶家伤了禁止 那些秘密是说不出来的 故于只恨自己 没有抽取其他人记忆的功能 对于这些秘密 当真是有些好奇 突然 他眼中闪过一丝凶狠之光 黑光闪过 李月无情地斩断了他的一手臂 老者现在已经战斗站不起来了 跪倒在地面上 没想到 老夫活了这么久 会栽在你的手里 他在地面低语道 小兔崽子 去死吧 他开始催动全身魂力 小主人 这个人魂力逆流 是想要自爆 快点杀了吧 算了 既然已经无法得到精确的情报 那就 于 交给我吧 子启从顾鱼身上滑了下来 变成紫发绝美的少女 他小手一挥 紫色的蛇影 飞速穿过老头的身体 毒神谷成功打断了他的自爆 可可汗 扇子老头 现在蹊跷流血 全身毛孔 也不断渗透出鲜血 面目猙獰 显得极其恐怖 这又是什么力量 老者万万没想到 叶家秘法 以魂力为引 自觉经脉 都被奇怪的技能打断了 当真是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既然如此 两秒过后 他催动魂力 召唤出那把粉红的扇子 故于也很好奇 达到魂尸级别的魂宠尸 还能玩自爆的吗 这个老头魂力逆流 冲碎心脉 已经活不成了 他想看看这个老东西 垂死之际 还能耍什么花招 只见他召唤出自己的本命魂器 重伤垂危之际 用尽全力投掷而出 目标是他的断臂 断臂 哈哈 你这愚蠢的黄毛小子 你是得不到我空间戒指里 单要财物的 为什么这么说 空间戒受到高强度魂力攻击 是会被摧毁的 里面的东西 全部消失 你什么也得不到 叶家还有我徒儿 会为我报仇的 原来如此 多谢你的解答 上路吧 第145章 小气 你不是要那些东西吗 老者惊讶到 他还想拖延时间 试试能不能偷袭顾瑜呢 哼 我想要你的向上人头一用 顾瑜冷笑道 李月 送他上路吧 小主人 你还真是不怕脏了人家的手呢 李月抬起了他的手 自恋般地欣赏了一会儿 下一秒 老者分头行动 眼神中还带着一丝错愕 老头 你TM说杀就杀 他头颅刚离开身体 还没有立即死亡 还有你身上的炼丹术呢 这是他听到的最后声音 他还想问 你怎么知道 我会炼丹术 但是 无尽的黑暗 吞噬了他最后的意识 雪莹 给这个老头的头封上吧 以后或许能派上用场 很快 一颗冰封人头就制成了 这可以作为 避问夜天的重要道具呢 故意随便找了个盒子 将这块悬冰丢了进去 雪莹全力施展的结冰 可以保证很久不化 不用担心腐化发臭的问题 随后 涛贴的效果发动 将三兽一人的尸骸 完完全全地吞噬掉了 很可惜 并没有获得他的炼丹术 他们给固于提供了庞大的魂力 现在距离升级也不远了 只可惜 浮屠云铁塔罢工的六天内 无法给自己提供魂力 这剧本不对啊 系统 这个嘛 全看脸 多洗洗脸就好了 系统难得地接化了 他似乎变得越来越人性化 唉 反正还有夜天那小子 他也跑不掉的 斩草要出根 固于捡起了地面上的骨头 这块魂骨散发着悠悠绿芒 毒系地级魂骨 可大幅度增强毒系魂兽的力量 十分罕见 不愧是来送人头的小精英 他的 这只普通级的蝎子 居然抱了一块魂骨 完全不亚于新手村守门小怪抱神器 固于是真的没想到 成为魂虫 也会掉落魂骨 子气 你有福了 固于嘿嘿一笑 于 我可以变强了吗 我好想帮助你 子发少女猛扑到了固于怀里 他一直很想帮助固于战斗 无奈添珠的负面效果 导致他只能当个挂剑 出来作战被伤到 都会让固于心疼不已 除了毒神骨加持的罗藏之毒 子气连个瞬间有效伤害都打不出来 看着开无双的李悦 群伤控制的雪盈 自己只能当个混子 子气其实是有些小失落的 虽然固于一直保护他 呵护他 让他感到很开心幸福 但是 小主人真是憋死人家了呀 李悦从后面抱了过来 香气扑鼻 辛苦你了 李悦 那只立王蟹 给固于提供了一枚金属性三阶魂盒 应该可以拿去卖不少钱吧 远远望去 他那断壁上的空间界 已经彻底消失了 难道秘境的诞生 如同传闻一般 有一个强大的存在 把所有在一空间消失的宝物凑到一起 然后再开辟通道 给后人提供机缘 难道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灵 固于望着那个深坑 越来越觉得 秘境的传闻是真的 毕竟空间界消失了 里面的财物并没有爆出来 小主人 你在想什么呢 感受到胳膊蹭到了柔软的巨兔 明知故问 西西 人家想你了吗 我在里面憋了一天 有些难过呢 他在摆弄自己的头发 低头说道 不像是庄的表情 李悦自从脱困以后 很少单独在浑石海中静静待着 他也渐渐习惯在顾宇的身边 已经不想再回到那幽闭的空间内 如果不曾见过阳光 便不知道 黑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 他以前作为龙族最强的存在 高傲的他一直是独来独往 正是他心灵最为脆弱的时候 顾宇来到了他的身边 本命魂器的加成 顾宇对他的尊重 早就刷爆了他的好感度 现在的他 也不是以前的他 明微月的龙凿 已经死在了士龙大阵之下 李悦 再差几个等级 等我到达魂师级 应该可以正大光明地放你出来了 顾宇轻轻搂住了这位青世妖姬 感到了他身体少有的颤抖 虽然现在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魂师阶段欲三重 实在有些骇人听闻 还有五节 我们的力量 应该能有志地提升吧 这也是为了保护你吗 轻轻捏了捏他滑嫩的脸蛋 那我就等着你了 李悦偷偷亲了顾宇一口 连忙挣脱怀抱跑开了 感受到脸庞上的失应 这妞 调戏完 自己又跑了 坏得很 系统 我要抽脚 平静地等待系统说完 白光一闪 还是低薄 大量混合奖励 不过这对现在的顾宇来说 很有用 丽月 雪莹 这是给你们的 顾宇伸出手掌 喂我们吃啊 他眨了眨眼睛试一刀 好好好 经过不断的积累 加上杀戮获得的少许魂力 丽月的等级终于提升了 堕天鸣与龙 等级 通灵四接 丽月已经太久 没有提升等级了 主要是暗属性的 魂兽太稀少了 只能靠着系统的低保度日 主人 儒家好像也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了 雪莹拉着顾宇手说道 好 趁着现在 我们继续在外面转转 回去再看看 能不能给你买点兵戏二接混合 谢谢主人 三条尾巴 兴奋地舞动了起来 于 我也要 子气缠了上来 浮屠云铁塔累了 让他休息几天吧 回去陪你玩游戏怎么样 就玩那个 你胖你先吃 你太笨了 好好好 顾于 现在在北域深处横行霸道 让三位老婆在前面开道 拳打雪原狼 脚踢独脚蟹 三种颜色的光芒不断闪烁 这些普通级的魂兽们 纷纷领了便当 化作白光 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已经快到七点了 该回去了吧 倾尽全力的一拳 击飞了一只普通级的尖盘虾 这种魂兽战斗力不咋地 但是就喜欢冲上来送 至于那些一阶的魂盒 顾于有些懒得弯腰去捡了 暴率低 一枚几千魂币左右 没想到 李悦却喜欢收集这些魂盒 李悦 别捡了 那东西不值钱的呀 可是他们亮闪闪的 好好看啊 走吧 该回去了 今天看看 能不能帮雪莹成功觐见 抱我 我才不要 于 抱我 子起被顾于宠得像个宝宝 让让李悦吧 子起听完 撅了撅嘴 变成小蛇 不情愿地挂在了顾于身上 雪莹 你们有毒吧 我也想被主人抱 顾于如往常一般 抱住了这个黑发美人 享受着她的柔软芳香 骑成雪莹 飞速地赶回了平潭市 第146章 行差踏错 在遥远的白梦废墟处 有几个人正在进行秘密绘画 家主大人 您来了 小的有识远迎 叶氏集团的总裁叫叶胡威 是一位三十多的中年人 可是他现在跪在地上 根本不敢抬头指示来者 胡威 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 这时说话的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他身穿黑色的中山装 留着暗红色的长发 眉下 是美目盼膝的朗目 体型挺拔 岁月在他脸上 没有留下太多痕迹 反倒是增添了成熟男人 独有的魅力 叶震威 如今的叶氏家族家族长 这叶家虽然不是什么 超级巨头家族 但其底蕴 远超凡间的爆发户 那陈家与叶家比 叶狐威只能旁敲侧击 小心翼翼地询问 生怕惹怒这家主大人 难道是贪污钱财的事情败露了 运营凡间各大叶氏集团的利润 也有不少 中宝私囊这种事 他没少干 狐威啊 你不要太过紧张 不过万事要有度 你要切解 作为家主 叶震威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的这些小动作 不过人之贪欲 可以理解 只要不太过分 他叶震威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懒得计较那些毛皮小粒 换成其他人可能还不如他 属下 谨遵家主大人教唤 家主这是在告诫自己吗 那以后还是收敛点好了 震威 你又来这白梦氏附近 又想起了那只狐狸精吧 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原儿 不要这么说 心满早已经 白梦氏早就消失了 你对他的念想 就不能随之消失吗 这叶震威的正妻 是一位美妇人 有一种高贵的气质 面容娇好 体型丰满 虽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 看上去跟二十三四岁的青春女生 没什么两样 保养得很好 之前叶震威已经联系我 说是找到心满的遗孤了 叶震威在看着这白梦遗址 似乎在回想什么 他毕竟是我叶震威的儿子 如果能通过这次的考核 怎么说 也要带他回叶家 认祖归宗 你 就是喜欢四处留种 美妇人 听完气得直跺脚 这也正常 他的儿子 才是叶家第一继承人 他恨不得隔空掐死叶天 狐狸精和他的野种 带走呢 抱歉 袁儿 新兰早已经失去多年 我也是才知道 他还有个儿子 总不能 不管他吧 叶震威面露难色 你就不能代替 一人的生育困难 你也不是不知道 叶震威叹了口气 没想到 他和新兰就缠绵了那一次 他后来知道叶震威的真实身份 害怕地躲着他 逃到这白梦式偷偷地生活 那时的叶震威还没当上组长 也没有能力在凡间逗留太久 这就一发入魂了 气氛突然僵住了 过了一会儿 好吧 那美夫人思考了一会儿 还是同意了她丈夫的决定 家主大人 夫人 此处太过不便 请来叶氏集团内详谈吧 叶震威跪在地上 心中忐忑不安地说了一句 妈的 听到这些 不会被处死吧 我这TM的 也太倒霉了 也是 荒叫野岭的 正好我已经好久没来凡间 就当是视察你的工作了 起来吧 得到叶震威的允许后 叶震威慌忙地爬了起来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叶氏集团最豪华的招待室 这里是专门招待家族内大佬的房间 他这个总裁 平日根本不敢踏足这里 可是要掉脑袋的 私自擅闯 相当于对叶家不敬 叶震威现在坐在豪华的椅子上 叶胡威站 站晶晶地坐在下边 胡威啊 叶毁呢 还是他叫我来的呢 禀告家主大人 叶毁失联了 刚才属下吩咐他速度回来 他似乎再陪小少爷参加什么比赛 就没 这个叶毁越来越放肆 美夫人有些气不过 元二 不要怪他 他虽然是叶家奴仆 怎么说 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之一 叶震威也是个数子出身 叶毁虽然只是普通仆人 小时候没少保护他 心中的分量肯定有所不同 叶震威也想提拔这位老奴 可是由于天赋影响 叶毁没有那个机缘 最后只能作为叶震威的心腹 一直在外寻找叶天母子的踪迹 这时候 叶震威的魂装手机响了 由特殊材料和奇特技术制作成 不受信号所限 完全是魂力催动 与叶家本家相连 家主大人 不好了 叶毁的魂灯灭了 什么 魂灯是比较普遍的家族秘法 防止族人泄密的同时 还能监测他们的生命 叶毁实力虽然低微 但他在凡间办事这么多年 都没有出任何差错 怎么可能 叶震威一脸不可置信 魂灯完全碎裂 应该是 启用了自觉经脉 为守护我族秘密 电话另一边的人说道 有一言吗 没有记录 应该是来不及 好的 我知道了 叶震威的脸色变得 很难看 他与叶毁的感情不是 普通的主仆 怎么了 震威 你的脸色变得如此难看 叶毁出事了 自觉经脉 无力回天啊 他有些受不了这个打击 这个叶毁 虽然仗着与你有感情深厚 有些放肆 但是他在凡间办事多年 从未失守 我也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是个忠心又优秀的奴才 难不成是被其他家族所害 美妇人有些担忧叶家局势 不可能 叶毁的实力低微 他也知道伪装 怎么会在个时间段出事 而且连个遗言都没传来 这分明是遇见恐怖的存在 他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属下冒昧 叶毁跟随小少爷参加的凡间学院之间的比赛 理论上不会遇见其他家族势力 叶狐威连忙说道 叶天呢 他在哪 小少爷比赛失利 被对手击败重伤 索性有高人相助 现在已经恢复伤势了 哼 真是废物 觉醒了一人之力 还能输给凡间的普通人 给我叶家丢人 美妇人对叶天很不待见 叶振威听到 也是有些无语 堂堂一人 被普通人击败 还被打成重伤 简直是叶家的耻辱 对面是谁 故于 北兰学院的新生 不过根据调查 似乎也是白梦灾变的幸存者 叶狐威如实说道 要不要 他做了个杀的手势 哼 我叶家怎么会因为小辈之间的比武 对着普通人痛下杀手 气不如人 让他自己迎回来 派叶丸去辅助叶天 看看他能不能通过这次试炼 如果通过不了 我叶振威当没这个儿子 他本来听叶回说的 叶天成功觉醒一人的力量 有培养的价值 万万没想到 叶天居然败给了凡间普通人手里 这种废物回族也是个死 日后再说吧 叶振威又打了个电话下令道 通知凡间所有叶家集团 叶回的尸骸一定要找回来 还有 追寻他的行踪 我倒要看看在凡间 是谁敢对我叶家的人下死守 是 家主大人 袁儿 回去吧 现在我不想看见这个叶天 走吧 振威 叶狐威忐忑的心终于放下了 只是很可惜 那扇子老头很会伪装 故意见他两次都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尸骨无存 叶家注定是无用功 方向错了呀 第147章 重建 顾鱼安全地回到了平潭市 小兄弟 最近天气变化无常 昨天晚上还打了大雷 你以后要小心点啊 别这么晚才回来 听说好几个学生出去 已经失踪了 检查处的大哥好心说道 好的 谢谢 顾鱼没心没肺地说道 根本没当回事 顾鱼对平潭市内一点都不熟 还好有地图导航 通过导航来到了平潭市的猎人工会分部 美女 这东西多少钱收啊 顾鱼也懒得去拍卖行那种地方 来处理这三阶魂盒 手续太过麻烦 还要等待时间 顾鱼最讨厌的就是等待 卖掉了刚刚掉落的垃圾魂盒后 顾鱼掏出了那枚三阶的 由于是金属性 这枚魂盒的外观 看起来像一颗金光闪闪的宝石 三阶的魂盒 已经属于很稀有的魂盒了 光外形就比一二阶的大许多上不少 啊 这是三阶的魂盒 收获出的小妹妹都被惊呆了 能够击杀画形及魂兽 这个黑发少年看起来如此年轻 这 余先生 容我查一查 小姐姐简单地看了下魂盒属性 然后在电脑上迅速地搜索了起来 余先生 猎人工会这边有特殊任务 有人收购大量的三阶金属性魂盒 收购价是150W魂币 您看如何 他笑盈盈地说道 顾鱼也没想到 三阶的魂盒竟然能卖到100W 二阶的魂盒也就能卖5W 10W 没想到三阶的魂盒直接加了个0 好啊 那这边您先打开APP接一下任务 根据小姐姐的提示 原来APP里还有个材料悬赏的特殊任务 现在 正以150W魂币的价格 在收购大量三阶金属性魂盒 我的运气还真不错呢 轻松操作完 小姐姐立刻帮顾鱼提交了审核 很快 钱到账了 对了美女 有没有二阶冰系魂盒啊 我全要了 小姐姐被顾鱼夸了两句 一丝丝红韵浮现 嗯 余先生 我们这里二阶冰系只剩下28枚了 现在的价格是7W一枚 为了迅速给雪鱼升级 花钱根本不心疼 而且 雪鱼进阶材料里 也是需要大量魂盒的 196W就这么离顾鱼而去 加上之前卖掉的10多枚二阶魂和入罩200多万 基本是没剩余多少 今天是没什么收入啊 顾鱼刚刚踏出猎人工会大厅 迎面来的是一名银发逼王 叶天 他不是应该被打成重伤了吗 这么快就好了 叶天也看到顾鱼 两个人呆住了 万万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能遇见 顾兄 别来无恙啊 叶天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内心已经把顾鱼祖宗18代 都问候了一遍 把自己的计划完全打乱了 这个可恶的顾鱼 顾鱼看着面色和善的银发逼王 心到这个人还是有点东西的 本以为他会发狂 发怒 或者是装没看见 更加不可留 早晚要弄死他 团队狩猎或许是个机会 叶兄 你没事就好 我一时大意 下手稍微重了点 抱歉啊 顾鱼摸摸头笑道 NMD 差点给老子打死 这叫一时大意 叶天也已经把顾鱼列为死敌 如果不能解决 顾鱼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自己这一辈子 怕是都会活在他的阴影之下 那天的彻底败北 重创了叶天的自信心 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他最后的记忆 只剩下那条漆黑的锁链 如果不是校长帮忙治疗他的亚龙 子翼甚至会残废 双翼已经被这个混蛋 完全撕扯掉 他压住了心中的怒意来告诫自己 小不忍择乱大谋 叶兄 你来这里人工会是 哼 你装熟试吧 我让你装 我花了大价钱 为家师收购了些魂盒 刚才看到有货 我便来取 叶天也根本没想到 师父会死在顾鱼手中 随口说道 如果能下到顾鱼这个混蛋更好 顾鱼没忍住 笑了出来 第148章 雪盈进化 没事 只是觉得你很有孝心 没事的话 我先告辞了 顾鱼摆了摆手 原来如此 发布任务的人是他 这小子也会练单数 也是个不差钱的主 可惜叶天不知道 这没魂盒 是你师父留给你的遗物啊 顾兄 后会有期 这私装的还挺像 顾鱼便离开了猎人工会 回到了酒店内 终于回来了 李悦立刻钻了出来 趴在了床上 开始傻笑起来 顾鱼 雪盈 这些混合 试试能不能到达四街巅峰 你也未未奴家吗 雪盈难得地撒起了娇 自从李悦来了以后 她似乎很害羞 不敢提这种亲密要求 顾鱼一眉眉的雪盈 吃了下去 当雪盈在吃掉第六眉的时候 她的身体发出耀眼的荧光 然后她变成了迷你形态 躺在顾鱼怀里 终于 可以进阶了吗 看了眼雪盈现在的面板 终于已经成功达到了 通灵四街的巅峰 此时 系统也显现出了 雪盈进阶所需求的材料 冰燕草十颗 二街冰细浑合二十枚 雪鹿绒十根 系统提示的进阶材料 是最优路线 还好提前早已经准备好这些材料了 吃吧 吃了就能突破了 顾鱼一味给白色小壶材料 雪盈慢慢吃掉了所有进化材料后 再度发出耀眼的荧光 冰灵雪壶 品阶 传说集 等级 通灵五街 急兵之寒造成的兵系 持续动伤效果伤害提升了10% 其他技能没有什么太大变动 还不错 实打实的伤害提升 现在 雪盈最缺的就是伤害 其实 浑虫的品阶越高 到达五街突破进化技能的概率也越高 雪盈立刻变回人形 躺在固于怀里 她看起来更加美丽了些 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了不少 还有美颜功能 强啊 奴家 好像变得更强了些 雪盈也感觉被动技能增幅了少许 她的红唇直接贴了上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主动所问 顾于也没客气 嗯 奴家 去做饭给你们吃 雪盈还是有些害羞 慌忙地跑开了 于 我想玩会手机 紫棋跑了过来 用可爱的大眼睛 发动楚楚可怜 诺 慢慢玩 顾于掏出了一个之前 给买给紫棋的手机 她很喜欢上网看沙雕段子 给她手机后 能解放一下自己 要不一直有个挂键 有些事情不太方便 顾于随后打开了自己手机 给于安打了个电话 怎么样老于 赢了 当然是我们玩包拖延咯 只不过楚学长 居然输给了他们拖延的 那个什么桌板 团体赛呢 当然赢了 云无星很厉害啊 她的本命魂器好强啊 团体战全靠她 我们北蓝才稳赢拖延的 这样啊 顾于想了想 确实 她的魂器对单体目标增幅太高了 是辅助的最佳人选 明天的比赛是 拖延和吴皇的比赛 没我们什么事 不过晚上可能会轮到 我们北蓝和吴皇的个人赛 你记得来看看啊 好 明天给你个好东西 哈哈 别是小黄叔就行 雪莹不让我看这些 羡慕你啊 回见 我也去跟妹妹交流了 八十八 顾于刚刚挂下电话 浮屠云铁塔暂时罢工 没法修炼 还真有些不适应嘛 顾于从空间界中 掏出了之前网上买的酒 听说挺好喝的 一直没机会品尝一番 小主人自己喝闷酒 感受身后的挤压 是李月这个妖女 第149章 过去 望着怀中妩媚动人的李月 很难想象 她会变成了一只 安静可爱的羊羔 月儿 我还没吃饭呢 有些饿 没关系 主人 饭早就凉了 奴家去给你热热吧 雪莹满脸通红地逃跑了 作为过来人 她想把这段休憩的时间 留给李月姐姐 再陪人家一会儿嘛 她开始撒娇 杀伤力十足 嗯 你是月儿的第一个眷属 也是最后一个哦 眷属 什么意思 小主人 你好笨啊 蛟龙银 那所谓的眷属契约 当然是龙骑士了 她眼眸间 似乎还闪烁着斗志 谁知道 你会逆转契约的力量 她用指甲 轻轻地戳了下顾鱼的肚子 这样更好 我的心意你永远都会知道 顾鱼捧起她绝美的花叶 轻轻地吻了上去 嗯小主人 你真坏呢 月儿 可以详细说说 关于你的事情吗 好呀 还是这凉凉的水里舒服啊 李月像只八爪鱼一样 趴在顾鱼身上 小主人 你现在处在的世界 按照他们的说法 叫狱外人间 李月躺在顾鱼怀里 抓住他的手掌说道 他们 李月并没回答这个问题 顾鱼也没多问 想必也是现阶段 无法理解的东西 狱外人间充斥着 大量普通魂兽 还有人类 狱内侍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是听父王说过 狱内里 似乎有更加强大的存在 据说是有一位 不可言状的存在 隔绝了两狱 他的目的 应该是 为了两狱各自安好吧 他也思考了起来 狱外和狱内 有着一道绝对屏障阻挡 小主人以后实力够了的话 人家可以带你去看看哦 听说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穿梭两狱间的屏障 不知道你的奇怪能力 可不可以呢 李月神秘地说道 这也太玄幻了吧 人类 应该都不知道 有什么狱外闻名吗 固于大吃一惊 狱外闻名 这是当然了 我看了眼那人类地图 范围真是太小了 这个黑药性这么大 固于暗自扎舌 不过 这么大的狱外人间 肯定也有知情人 比如那些什么家族 他们会知道吗 固于按住了 他不安分的龙爪 小主人也别想那么多 慢慢来嘛 我所在的龙族领域 并不在狱内 而是在狱外最西北的位置 因为我天赋异禀 资质卓 作为暗龙觉醒了风龙魂 双龙魂在身 铜阶是没有任何敌手 自大的我 过于追求力量 他禽手微锤 声弱细吻 突然有一天 我们所在的森林里 出现了奇怪的白光 大家都说是 天地机缘 惰天之意和风之意 让我取得了这所谓的机缘 那是一面透明的镜子 神秘的六面翡翠镜像是 被谁放在那里一样 那白龙呢 到底是谁 第150章 狱内人间 他是父亲和白衣的儿子 名为白霄 算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不过他的地位 只是区区数字 我们也算是一起长大的 可是他性格阴险狡诈 我是根本看不上他 龙王的继承人当然是我 我只是后悔 当初就该杀了他 念在他身上有父王的血 我最后还是手软了 只是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为了夺位而是负 都是我的错 我的软弱造成了这一切 你父王应该也是龙王 不可能打不过白龙吧 顾鱼疑惑道 我猜测 应该是父王取龙元的时候 龙元离体 才会被他偷袭致死的吧 疑点重重 龙王身边不可能没有护卫啊 都怪我 我应该一直在父王身边保护他的 没想到 这龙元是 一样龙族至宝 得到他的龙族 会强化自身的特殊能力 作为龙族信物 龙元是可以被继承的 只是龙元离体的话 元宿主的实力 短期内会暴跌 此时应该落在那白萧手里了吧 他狠狠地攥紧拳头 那是龙大阵 用被封印者至亲的血液为媒介 可以废弃神魂 将其打回原形 这本是专门惩治族内 恶龙的诅咒 他抱住顾鱼的脖子 继续说道 我的母亲生我的时候 难查死 至亲只有父王一人 爱哭鬼流下了眼泪 以后还有我 月儿 顾鱼轻轻失去他的泪 感到顾鱼心中的誓言 他破涕为笑 那笑容足以让世界上的花朵感到羞愧 他的伤心事先不多问了 等以后生情了那白龙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嗯 小主人也是提醒了我 怪不得他能发现我的位置 原来是那枚玉佩 那月儿为什么会背叛你呢 不提也罢 这个贱员 下次见面 无必杀他 他似乎更加痛恨背叛者 安静了片刻 李月恢复了平静 小主人你也不必多虑 白霄不会知道 我在人间的 他可能还在域外边缘 找寻我的踪迹呢 没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走吧 月儿 半夜三点 顾鱼带着老婆们吃饭 雪莹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些饭菜 如果都是刚出过的话 牟家 没关系的 羽 你那么喜欢 子奇语出惊人 说好的陪我玩游戏 他低下头 显得有些失落 乖子奇 等这边比赛打完了 我回家好好补偿你 陪你玩游戏 顾鱼对子奇 使用了摸头杀 那就说定了 羽 顾鱼正在安抚失落的子奇 雪莹妹妹 都怪我 下次我会注意的 李月笑嘻嘻地说道 别说了 李月姐姐 好羞人啊 没想到李月姐姐 居然这么厉害 把她心目中 最强大的主人打败了 自己还是那么没用 你呀 就是脸皮太薄了 回头 李月靠近雪莹 悄悄地说道 一好的 雪莹满脸通红 饭后 顾鱼连忙吸收了 最近积累的魂力 浮屠云铁塔罢工了 修行 还是不能断的 刚吸收完二十多颗魂精 感觉自己的体力 已经恢复了不少 万劫不灭 真香 这时候 一条美腿勾住了顾鱼的腰 还有三条毛茸茸的尾巴 缠住了上半身 嗯 小主人该睡觉了 黑暗中 蓝色和黄色的眼瞳 在黑夜中 如同宝石一般 璀璨发亮 别闹了 睡觉 第151章 终日前前 吵醒顾老爷 美梦的是一个电话 喂 顾鱼瞥了一眼 是鱼安打来了的 想了想 还是决定接通电话 他倒是经常给自己带来好消息 老顾啊 都下午了 你也没个消息 这边打得很快啊 马上快要轮到我们北蓝和吴皇的比赛了 我来通知你了 嗯 你怎么了 听起来好累的样子 没事 我马上来 对了 王老师说 你来了去跟他说一声 似乎有什么别的事 挂了先 嗯 小主人 谁啊 丽月贴了上来 风情万种 看了眼手机 好家伙 已经下午三点了 起床了 今晚可能跟吴皇学院有战斗呢 轻轻地捏了下 故于趁着他们起床的时候 迅速地抽了奖 趁着现在手很香 应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吧 彩光一闪 恭喜获得技能 龙月鱼鸣 龙月鱼鸣 体内的七罪之力 无法被任何存在察觉 魔灵成长的速度提升百分之十 命格不是隐蔽了吗 这七罪之力 无法被察觉 系统并没有给回答 子企升级的速度提升吗 百分之十虽然不高 但是白嫖就是得尽 故于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拓延学院比赛会场内 李月这妖女 就是耽误事 本来 故于还打算 趁着白天去野外转转 看看有没有什么福渊机遇 结果倒好 这一较到了下午 昨天还是太放肆了 以后坚决不能这样 藏在黑袍下的子企心中问道 我们不是已经比试完了吗 这么着急 去做什么 还没等故于开口 子企已经抢答了 墨延学的话 他已经不能通过任何形式 来伤害我们了 嗯 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 我偷偷地 给他加上额外的精致 这 没想到 子企想得这么全面 白白期待了 本来还以为会有一场 精彩的战斗呢 故于的脚步直接放慢了 已经失去了 对这次友谊赛的兴趣 转念一想 王老师找我似乎有什么事 我还是去吧 他对自己也不错的 会场内 人数仍然是爆满的状态 此时的擂台上空无一人 看样子 比赛是刚刚结束 来到北兰学院的选手席 老郭 你看 这是我给你的好东西 于林二人发现了 故于便跑了过来 这是 他手中的空间 借里有一个精致的瓶子 里面装着一块冰 青湖冰 十分罕见的天才地宝 冰系浑兽突破的核心材料 这 你是在哪弄到的 故于惊到 上次团队试炼任务的时候 我和老林一起组队探险的 我们发现一个水潭 里面有这么一块青色的冰块 我们好奇之下带回来的 老林他说 这东西 可能是一种冰系宝物 我记得你的小白胡是冰系的 寻思以后 能不能用得上 他黑黑笑道 我们也不敢别人说 只能偷偷交给你了 确实很有用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故于真诚地说道 这还是他第一次收到有人们的礼物 还这么贵重 太客气了 卖掉无非也就是换些财物 林业也哈哈大笑起来 老顾 以后有什么高质量的妹妹 给我介绍几个 于安几枚弄眼道 故于抱起雪莹 说道 妹妹是没有 不过以后看看 能不能给你们带一些宝物吧 也只要漂亮妹妹 三人刚聊一会儿 故于得知 拓延学院又输给吴皇学院了 沐延雪登场后 根本没输过 拓延那夜天 也没有参加后续的比赛 面对天道剑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故于 你来了 王老师慢慢地走了过来 嗯 王老师好像有什么事找我 不是我有事 是校长有事找你 走吧 校长吗 那就去见一见他吧 老顾 你有事的话先去忙吧 记得给兄弟找个妹妹 这色呸 兜兜转转 故于跟着王老师 来到了一处单独的休息室内 去吧 王老师说完 便转身离开了 故于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吧 声若红中 故于推门而入 这位校长 童颜鹤发 目光深沉 身材还蛮结实的 老当义壮 校长大人 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子 我就开门见山了 你那本命白色三尾狐 肯定是传说级的吧 要不然 怎么可能轻易战胜一人 嗯 这位校长大人 也知道艺人的情报 那夜天的亚龙 可是领主级 如果没有碾压他的实力 你怎么可能 轻轻松松获胜呢 陆别赫 轻敏一口茶水 是的 不过 学生想问 什么是艺人 隐藏也没有任何意义 血银的强力技能 远超那些普通魂宠 被这种老油条发现 也是迟早的事 太多的情报 我也不知道 人分369 他为9 陆别赫 走向窗台处远眺 艺人都是有 特殊能力的魂宠师 原来如此 小子 你很聪明 他意有所指地说道 陆别赫才不相信 顾瑜一定知道 艺人的情报 要不怎么战胜夜天 不过他没有说破 这种天才 肯定是某位 爵士高人的徒弟吧 否则 如此年轻 怎么会有 传说级的本命魂宠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我师父说的 顾瑜大方地 走到了陆别赫边上说道 这位师父 是顾瑜上个世界的 启蒙老师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这是顾瑜 从他身上学到的智慧 不错 我就是想见一见你 我原本以为 你也是一位艺人 陆别赫 这才仔细打量 这位黑发青年 可是他根本感受不到 任何艺人的气息 难道是被他的师父 掩盖气息了 这得是多强横的存在 顾瑜 你很强 比这下面的所有人都强 但是你是为了什么 参加这次比赛 魂侠 可惜我没有什么魂侠 白发老人哈哈大笑 陆别赫根本不相信 顾瑜有那么强力的师父 他师父能连个魂侠都没有 肯定是放他来凡间历练吧 磨练星星 你先不要急 这第三场比赛 团队狩猎 其实是让选手们 去一处微型秘境里探险 所有的机缘都在那里面 能取得多少 全靠你的本事了 秘境 真不错 第152章 异兽来袭 没想到这所谓的魂侠奖励 都要自己去争取 顾瑜啊 秘境里要小心啊 这处微型秘境被下过禁止 魂尸以上不得入内 没人知道里面有什么 麻烦 要注意麻烦啊 他拍了拍 顾瑜肩膀 想必你也收到高人指点 我也不敢收你为徒 怎么说 你也是北兰最好的苗子 诺 他伸出手 这里有一件魂装 防御力不错 能保你性命 我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校长 也拿不出什么宝物赠于你 他叹气道 顾瑜接过了 他递过来的戒指 这里面有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顾瑜总感觉 这是给女人穿的 交零衣 黄极魂装 大幅度提升防御力 若女子穿上 会有额外提升 系统谈出了提示 黄极魂装 这可比一般的魂装强很多 顾瑜遇见的所有魂装 目前都没有等级显示 校长大人 这白衣 你以前穿过 没有 我不喜欢白色 总感觉是给女人穿的 顾瑜旁敲侧击问道 你在想什么呢 足以保命的衣物 你还在以男女款式 陆别赫轻敲了顾瑜脑袋下 这件衣服 也是我年轻时候 在秘境内寻到的 我也没舍得给别人 记住 命只有一条 秘境可以有很多 遇见危险 记得及时撤退 校长大人 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哪人手短啊 这算我对你的基础投资吧 我认为 你是配得上他的 以后的全国大赛 希望你能为我北蓝争光 陆别赫 慢悠悠说道 这位校长 也算对自己不薄了 刚见面就送房具 虽然他可能根本不知道 这是一件黄疾魂装 也不知道这白衣给女人 穿有额外加成 也不能辜负人家的好意 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吧 反正 自己有万劫不灭 也不是很怕进身战 这件交零衣 以后有机会就给严血吧 自己也答应过 以后会补偿他 你去吧 嗯 顾瑜离开了校长室 心想 来都来了 去看看后续的比赛吧 刚刚回到北蓝学院的选手席 还未等坐下 天地巨变 只见碧蓝的天空 好像被什么撕裂了一般 被撕裂的空间处 一只只奇怪的皮球 从裂缝中掉了出来 什么啊 这些是 啊 好恶心 有些女生们尖叫了起来 这一只只皮球怪 身上没有任何器官 但是它们的属性有些恐怖 神鹤兽 品阶 珍西级 等级 反品一级 被巨宝狗所召唤 大千世界受到不同程度的袭击 魂技 双镖吞噬 可以吞噬世界中的魂力 不断生长 挥刀 造成大量物理伤害 无限成长 升阶不需要任何限制 故意看了看这些皮球怪 目前它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还没有多少战斗力 趁早诛杀掉 可能还有机会 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 好可怕 人们被这些突然入侵的异族吓到了 这时候 三位校长连忙赶了出来 大家不要怕 这是天降异象 也是浮云 如果能成功击杀这些异兽 实力会有质的提升 大家还是抱团不要分散吧 如果被它们击杀 连存在都会被抹除 学生们反应了过来 迅速抱团 这些神鹤兽还没有成长 羽翼也还没有生出 它们还在地下慢慢地爬 顾鱼施展前行 早已经离开了会城 不知道外面有没有事 没想到 整个平潭市 到处都是这种怪物 人们乱作一团 这种天降危机 让人们陷入恐慌之中 顾鱼身披悬壘场 在一座高塔之上 看着这一切 没人注意它 三道光芒闪过 丽月来到顾鱼身边道 小主人这是什么 我怎么没见过 这些奇怪的魂兽 这是一种叫巨宝狗的魂兽 召唤的异兽 我们所在的次元 受到这些异兽影响 可能会被攻击 这也太 没有办法 没有理由 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无力 我们不会 子启有些害怕地说道 放心吧 我有办法的 顾鱼轻抚子启的柔顺子发 安慰他 只要把他们屠戮殆尽就好了 主人 需要奴家帮忙吗 雪莹在旁安静地说道 顾鱼本以为他会是最害怕的那一个 不用了 雪莹 我和李月去吧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保险的 万一成功击退这次大姐 奴家 相信你 雪莹的蓝眸此时不断地流出眼泪 她似乎想起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 怎么了 雪莹 没事 主人 奴家只是想起一些过去的烂事 不过这次 很好 李月姐姐 子气 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主人 求求你们了 雪莹妹妹 我们不早 就是说好了吗 李月扶住雪莹 差点晕过去的身体 雪莹抱住子气的身体 悄悄地对她说着什么 雪莹姐姐 我会的 顾鱼也没有细问 或许再不久 这个答案会被揭晓吧 雪莹 回去休息吧 区区神鹤 杀了便是 嗯 主人一定要多加小心 她恋恋不舍地看着顾鱼 荧光闪过 雪莹已经回去了 月儿 这次恐怕是有恶战了 顾鱼拉住李月的仙仙御守 虽然这神鹤兽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顾鱼知道 更大的危机正在袭来 小主人 人家不后悔 能够遇见你 很开心 她静静地靠在顾鱼身边 于 我也不会离开你 子气抱了过来 嗯 塞翁施马焉之飞服 可能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次服缘呢 这时候 一只不长眼的神鹤兽 落到了顾鱼身边 黑芒闪过 她立刻被打成一地碎渣 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一级的神鹤兽 怎么可能打得过李月 顾鱼施展了饕贴的效果 万万没想到 这区区反品神鹤兽 提供的魂力居然不少 掏出那熟悉的面具 朱砂这些神秘的异兽吧 第153章 超大型异兽 趁着这些可恶的神鹤兽 还没有完全成长 顾鱼带着李月 连斩几只神鹤兽 皮球连连碎裂 化为白光 变为了顾鱼的魂力 系统 这些异兽 我也不知道 她显然也是根本没想到 会有这种情况 这已经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所有人都没想到 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 现在 整个平潭室 已经化为人间炼狱 有些神鹤兽已经升级了 开始徒入无辜的普通人 可恶 这些王八糕子 顾鱼捏紧了拳头 顾鱼还是很喜欢这个异世界 眼看就要被其他次元乱入 导致次元崩溃 必须立刻解决这次事件的核心 顾鱼看了眼拖延学院方向 那边应该没事吧 学生们全是魂宠师 观众也有很多猎人 不幸中的万幸 天空上的裂痕 似乎越来越少了 不过还是有一个超大的空间裂纹 一根巨大无比的脚趾 已经露了出来 是超大型的神鹤兽 把他干掉 就能解决这一切了吗 顾鱼只能这么期盼着 这一路 顺手灭杀了几只神鹤兽 他们现在已经成长到樊平五街了 短短几个小时 升级速度如此之快 用不上几个月 世界就会被他们统治了吧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滴滴滴 这时 电话声传来 老顾 你没事吧 我一直没看到你 我们这压力小了不少 很多异兽离开会场 向着平坎室内去了 你快来跟我们会合啊 老鱼 保护好自己 那里也别乱跑 跟着大团应该没事 他们的力量暂时不强 如果有一便再逃吧 老鱼安还没来及说完 顾鱼挂断了电话 关了手机 顾鱼在异兽出现的时候 早就离开了拖延学院的会场 来到了室内最高点来查看情况 没想到会场内的神鹤兽 有些向着这个方向来了 这么看来 这些异兽是冲着自己来的 顾鱼闯进室内广播站 催动魂力 强化了嗓音 我名为玉 不想死的就听好了 赶紧离开平坎室内 向外逃吧 这势力已经全被异兽占领了 至于内部人员早就逃得逃 死得死 情报也给他们了 剩下的看造化了 这时候 顾鱼轻轻回头 潮水般的皮球向着顾鱼袭来 他们等级参资不一 有的已经生长出双翼了 这么多数量的神鹤兽 砍是砍不过来了 命令子启 施展罗藏之毒 那彩色的雾气喷波而出 神鹤兽们进入彩色雾气中 没走几步就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倒地而亡 再简单地扫了一下室内街道上 大部分人好像都已经撤离了 已经看不到活人了 那就好 放肆地大干一场吧 丽月 我们走吧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顾鱼低声说道 小主人都听你的 丽月奄然一笑 已经得到最爱的人了 他感觉此生无憾了 别那么悲观 事情没那么严重 顾鱼黑黑一笑 鱼 我也一起 子启勇敢地说道 嗯 巨大的暗黑龙现身 堕天之翼在灵世间 在风之翼的速度加持下 黑色的龙影一闪而过 不留一丝痕迹在人间 那是什么 UFO吗 成功逃出城外的人们 望着天上 有一道黑色的身影越来越小 应该是异兽吧 别看了 快逃 城外的魂兽们 已经全部消失了 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危机 纷纷向着森林深处逃去 漫天的神鹤兽 像下饺子一样 从天而降 根本没有几个人 注意到霸气的黑龙 和他上面的黑色身影 固于站在巨龙头顶 用力抓住一只龙角 这些在空中刚刚落下的神鹤兽 直接被李月高速飞过 所附带的强大气流 碾成粉末 这些神鹤兽们 在没落地之前 太脆弱了 那更不能 让这只超巨大神鹤兽 彻底落下 在这万丈高空之上 距离那只超级巨大神鹤兽 还有些距离 李月 再快一点 其实 这场骚乱 是以平潭式为原型 慢慢向外扩散 这裂缝 想要吞噬整个世界 不过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而黑药星的大部分人 根本不知道 这是 整个腾龙部门 鸡飞狗跳 报告 刚刚击杀了一只异兽 可是检查师还 根本分析 不出任何有用资料 他们 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 这名黄龙军低头说道 怎么可能 最好的情报分析人员呢 为首的中年人 显得焦躁不安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天降异兽 难道是要世界末日吗 大人 已经 赶紧向其他城市球员 平潭腾龙组织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拓研比赛会场内 天道渐威 势不可挡 女神 威武 没人敢对她有任何想法 白光不断闪烁 一排神鹤兽 全部被切成两半 慕炎雪抬头看了看 天上的巨大裂缝 那巨大的脚趾边上 似乎还有一抹身影 莫名的感觉传来 她受到本能驱使 立刻骑上了四亿独角兽 直接跟了上去 守护这个世界的秩序 也是她的使命 力量越大 责任越大 暗龙爪全力一击 龙化状态速度虽然不快 但是其强大攻击力 远不是人形太可比的 那巨大脚趾虽然受伤 但是裂口处 被无数神鹤兽填满 恢复如初 漫天的皮球 真是有些恶心 受伤会吸收个体复原 这该怎么击杀她呢 故于尝试将锁链投掷而出 勾到了那巨大的脚趾 大量的魂力入体 这或许 小主人 风之翼消耗的魂力太多了 我已经不能维持龙化了 龙化状态 全身施展风之翼的加速 和人形态对比差的太多了 李悦的等级还没有提上来 好的李悦 辛苦你了 保护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可舍不得你受伤 故于使用突进之力 飞到了那巨大的脚趾之上 每秒传到故于身上的魂力 都庞大无比 李悦立刻化作人形 飞了过来 黑光闪烁 不过结局跟刚才一样 第154章 击退超大型异兽 这李悦呆滞住了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最强的攻击 居然无法彻底伤到这神秘的异兽 叠满层数的破风之肘 加亡命的加持 无法重创这神秘异兽 李悦 让我来试试吧 这种异次元怪物 没那么容易轻易被消灭 故于想了想 自己最特殊的力量 也就是劫灾恶欲体的杀劫 可惜 浮屠云铁塔挂机了 为了保护这个世界 为了雪盈利月还有子气 故于还是义无反顾地 开启了杀劫的力量 如果不能成功阻止这一切 前功尽弃 自己一直以来的努力 都会消失 这时候 雪盈也从浑石海中钻了出来 主人 奴家会一直陪着你的 两女便开始给故于护法 清理漫天的杂鱼 看着他们的背影 但愿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会有奇迹发生的 随后 霸道的力量覆盖全身 赤色的火焰透体而出 这 比之前强横好多 故于感觉 现在自己轻轻一拳 就能打爆那个什么夜天 锁魂链 发出嗡嗡的声音 故于用尽全力 一边狠狠地甩了下去 给我破 火红的锁链 配合吞噬的被动力量 一边子抽下去 一道深深的巨坑 不过对于这巨大的深河兽来说 不痛不痒 但是 这次并没有没有 喷射出大量神河兽 还有机会 李悦 一会儿保护好脱力的我 雪莹 一会儿自己记得回来 是 主人 完全把生路交给他们 故于身上的魂力 虽然像洪水开闸般暴跌 但是暴食的力量 似乎也被杀结强化了 每次攻击 都在这巨大的脚趾上 留下一道深深的大坑 附带吞噬了 这巨大神河兽的大量魂力 正正好好填补了 故于身上的 全部损失的魂力 可以 勇动机 那就先斩他的脚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 故于开启杀结的力量 不断地攻击着巨大的脚踝 无数次的鞭打 终于 这只脚踝 完全被故于破坏掉了 故于三人所在的异兽脚面上 开始逐渐崩塌 要掉下去了 雪莹妹妹 你快回去吧 你若伤到了 小主人会伤心死的 她那么爱你 李悦斩杀了几只皮球怪说道 李悦姐姐 交给你了 一定要保护好她 求求你 放心吧 我们都共用她的生命和灵魂 不是吗 丽悦玩耳一笑 雪莹 回来吧 要掉下去了 嗯 荧光闪烁 消失不见 丽悦 麻烦你了 故于关闭了杀结效果 突然感到浑身无力 瘫倒在她的怀里 没关系的 小主人你是最棒的 无论成功与否 悦儿永远在你身边 故于还没来及说什么 咔嚓一声 被故于破坏的断脚 彻底地离开巨型神鹤兽的身体 她似乎吃痛 收回了自己的身体 再也看不见那巨大的躯体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 也有能伤到她的人 还是离开吧 成功了吗 悦儿 小主人 你最棒了 李悦眼中 不断滴落出晶莹的眼泪 你为什么哭了 轻轻帮她擦拭掉 她眼睛微红 摇了摇头 美艳的不可方物 这断裂的脚踝 垂直下落 李悦摇身一变 黑色的巨龙一抓抓住了故于 用自身的魂力保护了她 飞速地下降 慕眼雪的四翼独角兽 飞不到那么高 她紧张地 看向上口的身影 果然是她吗 当那脚踝断裂 她也惊呼一声 主人 我们快下去吧 这里好危险 独角兽催促道 蓝魔望向天空 她没有回答 李悦向下飞行的时候 看到了前方的白光 是她吗 自己这么直接落地 还是有些危险 既然她已经中了幻梦 想必是 无法对故于出手了 想了一会儿 还是这么办吧 黑色的巨龙消失不见 慕眼雪看见这一切 果然 这个妩媚至极的女人 是一条真龙吗 李悦落在了慕眼雪面前 浑身浑压外放 黑发飞舞 冷酷至极 交给你吧 你现在也伤不了她 慕眼雪犹豫了一会儿 看着虚弱脱离的故于 居然有一丝丝心疼 这魔头 会为了保护这个世界 做到这个程度吗 慕眼雪抱住了虚弱的故于 这个 让她心乱的男子 快点下去吧 李悦化为黑光回到了浑石海中 主人 你 独角兽赶到了慕眼雪心中所想 走吧 小雪 她是个好人 我都听你的 独角兽虽有疑惑 还是选择相信自己的主人 轻轻将昏迷的她放在身前 慕眼雪的心乱做一团 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做 难道是真的成了她的人吗 故于 我该怎么办 不知不觉间 慕眼雪已经不会再想起她师父了 慕眼雪的师父 女大不中流 Excellent等于 Omicron星号 可惜我不是灭绝师太 大人 天空中的异象 好像不见了 腾龙部门有人报告 是吗 快让我看看 为首的中年人看着天空 有些激动 虽然巨大的裂缝还在 不过那恐怖的存在 已经离开了 这个世界似乎还有救 附近的支援也快到了 要把这些异兽门彻底清除 是 传令下去 让所有平坛黄龙军组织反击 看看能不能向另外两个部门求援 人类这边也开始组织反攻了 也不怪他们 那超自然的存在太强横了 顾瑜慢慢恢复了意识 万劫不灭给了她快速恢复的能力 望着白色的独角兽 嗯 顾瑜伸手一摸 这个感觉也不是血淫啊 狐狸毛你 混蛋 你别摸我 独角兽张口说道 顾瑜 你醒了吗 空谷幽蓝的声音传来 回身望去 柳叶眉 无尘信念 亮丽的蓝发 不是沐颜雪是谁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别顶着我看了 她罕见地歪过头去 居然是害羞了 第155章 曙光 颜雪 你变得更漂亮了 是吗 她也只是女孩子 被人夸叫好脸红 不过 你的交态 只能给我欣赏哦 顾瑜直起身来 你她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面对她 颜雪 你不该来的 顾瑜摇头道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她低声地说道 你还是这么傻傻的呢 我明明告诉你 不要再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我看到你了 哦 顾瑜玩味地笑道 她没想到 沐颜雪会这么回答 你不是说我是魔头吗 我若死了 你明明可以 重新获得自由 顾瑜轻浮了 她的光滑美丽的脸蛋 但 我看到你 为了保护这个 世界 竭尽全力拼死战斗 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 你这是在担心我吗 我才 没有沐颜雪 连忙避开顾瑜的视线 我只是觉得 你不像是真正的恶人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很坏的 你忘了吗 沐颜雪满脸通红 我们先把这场动乱 彻底平息掉 再谈论 我是不是坏人的问题吧 嗯 肆意独角兽 慢慢地带着二人降落 抱歉 主人 小雪需要恢复一下 去吧 小雪 独角兽化为白光 回到了沐颜雪魂石海内 它一只领主级的魂兽 能载着两个人飞这么久 已经很强了 如果没有 离乐堕天之意 和风之意的双加持 故于根本无法到达 那超大型神鹤兽脚下 不是什么魂兽 都可以飞到万丈高空的 落地后 还没等二人说话 周围已经围上了 好几只变异的神鹤兽 这些是什么怪物 怎么跟之前的不一样 沐颜雪召唤出黑猫 面色凝重 可能是变异了吧 眼前的这些神鹤兽 不同那些皮球 身体怪异 扭曲无比 有的浑身长满利刃 有的手持锯锤 它们的等级 已经到达了通灵五街 颜雪 千万别被它们伤到了 可能连自身的存在 都会被吞噬掉 你也照顾好自己 我先来吧 紫棋 该你了 紫色小蛇轻轻点头 沐颜雪看了看 顾于身上的魔灵 心中有些纠结 没想到 自己会有一天 与它并肩作战 罗葬之毒覆盖了二人 彩色的迷雾不断扩散 那些易变的 神鹤兽中毒后 倒在地上抽搐不止 沐颜雪又不是花瓶 配合黑猫的弱点击破 天道见识 无坚不摧 剑芒四射 这些受伤的神鹤兽 全部领便当了 只不过 它们四周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神鹤兽 一般的魂兽 都无法伤到这些变异神鹤兽 顾于已经看到了 远处的怪物脚步 正落在不远处 稀稀拉拉的神鹤兽们 从它的体内钻出 把这巨角毁灭掉 应该就彻底结束了吧 正当顾于有所动作之时 哼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 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顾于猛然回头 这 巨宝 品阶 等级 神奇的异次元生物 等级不详 要多加小心 魂迹 召唤 召唤出奇怪的神鹤兽 摇人 召唤出特殊的神鹤兽 顾于看了看这条恶狗 浑身漆黑 争鸣无比 口吐人言 可是身体也就一米多大 很难想象 它是什么强大异次元生物 你们这些人 天天到异次元找老婆 还有王法吗 我找老婆关你屁事 顾于怒道 难道因为这只恶犬 才引来这些奇怪的魂兽 你们这些天命之子 弃煞我也 凭什么我不可以 我得不到的东西 我就要毁掉 恶狗凶狠地说着 你自己得不到 便要去毁了别人的 顾于盯着这只恶犬 哼 全部次元事件 都被我搅了个天翻地覆 我才是最厉害的人 女人 钱财都应该是我的 狗改不了吃屎 这句宝 顾于对他们熟悉无比 应该就是上一个世界里的那种小人 最喜欢践踏别人的劳动成果 若他们说的事实 是真的 也就罢了 顾于回想起 以前上学的时候 有些同学特别喜欢给老师打小报告 与他无关的是 他非要添油加醋地瞎说 比如 是某某没交作业 Triple X作业 是抄的 Triple X上课睡觉 有一次 班级里的一个人丢了钱 那条狗妃说是某某偷的 还信誓旦旦 说是自己亲眼所见的 结果 只是当事人当天没带钱 已经澄清事实了 这巨宝敖 还是喜欢落井下石 趁乱攻击他人 想必这些巨宝敖 应该是这种人 被自身怨念吞噬 变成了毒瘤般的存在了吧 破坏各个次元的和谐 当珠 严雪 那些神鹤兽交给你了 嗯 召唤出李月和雪莹 他们现在已经被异兽们包围 我现在有了力量 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巨宝敖嚎叫道 我上面有人 有没有人 你都得死 既然这场骚乱的罪魁祸首 已经露出真面目 哼 出来吧 他随即召唤了附近的神鹤兽群 这些神鹤兽们靠近他以后 纷纷变异 可是兔子再多 也不能咬死狮王 何况 顾鱼比狮王强多了 子齐也化作靓丽少女 站在顾鱼边上 可恶 你这人 我必要毁灭你们 聚宝渡火中烧 得不到 我就要毁掉 雪莹 子齐 这些杂鱼交给你们了 严雪一个人 应该顶不住太久的 两女微微点头 此时 慕颜雪已经把她的独角兽 也召唤出来 虽然行天道很强 进入结界内的魂兽 不断被震杀 但是敌人数量太多了 她又没有顾与 这么多保命的底牌 好不容易得到的小女仆 怎么能让她香消玉允呢 岂有此理 竟然不把本大人放在眼里 聚宝使用了摇人 居然召唤出了神鹤兽 没想到 这只神秘之兽 也是她召唤的 神鹤兽 神话集 被聚宝狗召唤而出的 神秘魂兽 可以消除某些记忆 对章节造成超次元打击 无法被彻底消灭 随即出现 果然 那些记忆的逐渐消失 与这只神秘的兽有关系 李渊 这里只能靠我们了 故于望着面前的敌人说道 小主人 没关系的 我们会赢的 身后的神鹤兽们 被雪盈他们拦下了 前面的还是需要靠自己来解决 李渊 掩护我吧 我怕你的攻击对她无效 嗯 黎月一改往日嬉笑的态度 这次战斗 关乎这个 世界 的存亡 第156章 这个故事 还没有完结 毫无疑问 这些异变的神鹤兽 虽然数量多 但是面对强大的暗龙溪 他们纷纷被震碎 连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这怎么可能 巨宝大吃一惊 他根本想不到 眼前的这几个人 居然能战胜这神鹤兽大军 他们已经成功踏平好几个次元了 孽畜受死吧 顾鱼愤怒地说道 那只恶犬笨笨的 本身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锁魂链轻松地缠住了他的身躯 突进过去 连续几拳 将这只恶狗打得晕头转向 可惜 顾鱼全身的魂力已经消耗了大半 并没有多么强大的杀伤力 不过这巨宝鱼就是只只老虎 徒有其表 深河兽想过来帮忙 顾鱼一脚直接将他踹飞 反复无常 双标的家伙 这个可恶的家伙 虽然只是别人的傀儡 但是顾鱼还是没有放过他 你 恶犬还想挣扎说些什么 黑盲闪过 李悦快速地给了他几招 果然 并没有造成什么有效的伤害 哼哼哼 我可是 月儿 你去跟眼血换一下吧 或许他的天道剑 也可以伤到这恶犬 嗯 蓝发飘飘 被困住的巨宝鱼 怎么躲开天道见微 白光闪过 不 这不可能 你们 他还想说什么 但是还是来不及 最后一箭下去 直接斩断了他的狗头 这巨宝鱼生机全无 身体倒了下来 浑身发出黑光 慢慢地消失掉了 这是 大量神鹤兽 感到巨宝鱼彻底被斩杀 纷纷地逃回了一空间内 这场动乱 就这么被平息了 来得快 去得也快 顾鱼看着身旁的木炎雪 微微一笑 牵住了他的手 他并没有拒绝 那生鹤兽 赶到了巨宝被猪杀 想要逃跑 这次顾鱼并没有放他逃跑 他本来就是捣乱的异兽 没有什么战斗力 像套猪仔一样 把这只可恶的兽拖拽了回来 狠狠地修理了他一顿 别打了 我也是被他蒙蔽 才会捣乱的 这皮球怪口吐人言 把东西还给我们 顾鱼凶狠地说道 好好好 皮球怪从嘴里吐出很多宝珠 有很多很多 都在这里了 饶了我吧 我一会再也不敢了 不会再出现了 滚 也无法击杀 这只奇特的异兽 皮球怪迅速地跑掉了 眨眼间消失在顾鱼的视野里 主人 这是 雪鱼走了过来问道 这是我们失去的吧 顾鱼随便捡起了一颗透明的宝珠 像水晶球一般 上面写着石器的字号 刚刚入手 宝珠碎裂 蓝色的光芒 飞到了雪鱼和顾鱼的身体里 主人 为什么 我会忘记这些 雪鱼突然流出了眼泪说道 轻轻抱住了她 这都是我们失去的记忆吧 雪鱼第一次化形 两人在外面的定情之吻 也被这可恶的兽吞噬掉了 还有很多很多宝珠 上面的编号 有46号96号等等 根本数不清 抬头望了望碧蓝的天空 那些裂缝已经慢慢消失掉了 沐颜雪看完以后 默默地离开了 颜雪 别走 我这有个好东西送给你 故意将那件交灵衣交给了她 沐颜雪害羞地跑开了 你别想逃啊 顾鱼黑黑一笑 但是顾鱼并没有去追她 反正她也逃不掉 小主人 我们成功了吗 李月微微一笑 但是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你这个爱哭鬼 顾鱼替她擦了擦眼泪 主人 放心 奴家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雪鱼从后边抱住了顾鱼 鱼 我也是 你就是我的全部 子妻也靠了上来 张开双臂 搂住三位轻视家人 老婆们 我爱你们 望着身边的重要之人 故于会心一笑 有他们的陪伴 这一世 没有白来 这个故事 还没有完结 我第一次断更 写不出四千字了 最近发生的巨变 就如同这神鹤兽来袭 不讲道理 也没有任何征兆 完完全全地打乱了我的思路 书都要被封了 哪有心情写剧情了 想塑造的女主们特点 她们的交态 都被这神鹤兽 完完全全地吞噬了 后面哪怕过审了 数据暴跌不说 赚钱也不提 还有限流 可能还有后续的巨宝 熬来袭 这本书 本来就是半吊子 如果没这一档子是还好 说什么都没啥用 或许明天就彻底下架了 或许有的人看不到这里 明天再说吧 写书四十多天 第一次对着电脑打不出字 很难受 如果不能通过 这就是顾老爷冒险故事的结局吧 构思构思新书去了 很难受 第157章 涅槃 天上的裂缝慢慢地消失掉了 笼罩在平潭市上空的全部乌云 终究是慢慢地散开了 雪莹 月儿 子气 我们好像撑过了这一截 故意抱着三位 家人说道 他们没有说话 只是安安静静地享受 这片美好时刻 对了 我们失去的记忆 还没看完呢 故意将地下的所有水晶球收集起来 有紫色的 蓝色的 银色的 数量最多的是黑色的 编号有很多 什么46.96 点97 有何立月在浴室的回忆 蝶妹山庄两人独处 他的交态 在火锅店 在酒店 在 还有在平潭市 对子气仙仙美族的回忆 还有那娇嫩的触感 还有跟沐沿雪 在山洞中的切磋场景 故意将这些宝珠纷纷捏碎 他们化作各种颜色的光芒 盘旋了一会儿 回到主人的体内 小主人 你还真是色呢 立月一如既往地贴了过来 调戏他的主人 月儿 别闹了 感受到了熟悉的挤压感 故意微微一笑 刚才的爱哭鬼已经消失了 于 为什么我会忘记这些呢 子气小脸通红 抱住他问道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可爱至极 子气 因为这深河兽 也是神话级魂兽 他的能力 就是能够在GHS的时候 消除章节 我不要 我和雨的记忆 没人能夺走 这不是被我们赶跑了吗 她也答应了以后 不会再出现了 顾余安慰着子气说道 雪莹就在一旁 安安静静地看着 没有说话 她只要能够一直 陪在顾余身边就够了 别无她求 雪莹 你没事吧 顾余立刻发现了雪莹的异常 几乎从不落泪的她 柔情似水的眼眸中 正在不断地闪烁着泪花 那对可爱柔软的胡耳 都已经搭了下来 雪莹 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回忆 我一直记得月光下的你 还好 作为魂宠们的主人 她的记忆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一切的一切 她还记得 慕佳 只是很开心 能和主人在一起 正在赶向会场的沐炎雪也发现了 这些奇怪的蓝色光芒 进入自己的身体内 她没有办法挡下这些蓝色的光芒 这是 随后 她的脑海里 出现了令人面红耳赤的切磋场面 还有自己说过的那些吃盐 也全部被她回忆起来了 想起自己 居然替她按摩神东龙 这个混蛋 还说自己是瑟瑟的人 这个大魔陶 她娇羞不已 可是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的抵触之意 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师父明明说过 劫灾恶玉体和魔灵 是会给世界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 可是 刚才她刚刚主动地保护了这个世界 那只巨型神鹤兽 单凭自己 甚至都达不到那个高度 望着手中白色的娇灵衣 蓝发的仙子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那个可恶的男人 竟然如此欺凌我的主人 独角兽开始口吐芬芳 雪儿 我们快走吧 慕颜雪不敢再回想 那奇怪的感觉了 还有这只超大型神鹤兽的残骸 趁着现在 赶快将它处理掉 全部死掉的神鹤兽 都已经灰飞烟灭 活着的 都已经逃回了一空间 那只巨角 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 似一座大山 固于慢悠悠地走了过去 化为我的力量吧 轻轻闭上双眼 掌心出现了熟悉的锁魂链 漆黑的锁链 直接飞到了那神鹤兽断肢上 正在吞噬巨大型神鹤兽 大量金色的魂力 通过锁链传导进入体内 将自己缺失的魂力 全部吸了回来 杀结的后遗症 已经完全消失了 这只异界之兽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魂力等级突破 魂尸六界 固于久违地突破了 劫灾乐域体每次升级需要的魂力 只能用海量来形容 体内的力量再度地高升 距离升到七阶 也只差一点点 那只巨角化作的大山 已经彻底消失了 没有被吞噬掉的残骸 化为黑灰 消散在空中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成功掠夺技能 涅槃 涅槃 生死因果 轮回不止 一切皆空 这 没有实际效果 系统 这个技能 到底有什么用 算了 一界之兽 能够提升魂力就不错了 看起来应该是一个 被动的复活甲 没错 就是复活甲 恭喜你完成隐藏任务 拯救世界 他的话语 不再冷冰冰 有什么牛逼的奖励没 这个奖励有点大 现在你也接受不了 以后再说吧 切 口头支票 不过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个 他所喜爱的世界 而不是为了系统奖励 走吧 雪莹 回比赛会场看看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第158章 勇敢的云无星 经过整整一夜的激战 天已经蒙蒙亮 被异兽影响的世界 已经回到正轨 当故于骑着雪莹 赶回平潭市的时候 发现外面的人们 都已经建立好 临时的避难所 大量魂虫狮 在肃清周围的野生魂兽 平潭市的东侧入口 还紧闭着 只有魂虫狮 可以优先入内 这些异兽都已经消失了 我们胜利了 好爷 快放我们回去吧 野外实在太危险了 一位大妈说道 对不起 室内现在危险无比 很多建筑委微微可及 大量工人 还在进行重建的工作 再忍耐几天就好了 一位像是负责人的魂虫狮 向着平民们解释道 我们要回家 好吧 别闹了 听他们的吧 一位中年妇女 拉了拉那位蛮横的大妈 小主人 我又要回到黑黑的地方了呢 怀中的李月眨了眨眼睛 绝美的面庞充满笑意 辛苦你了 李月 嗯 黑芒闪过 怀中家人已经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淡淡的清香 雪莹 你也先回来吧 这排队真是太慢了 受不了 顾鱼掏出旋梯场 披在身上 绕开前方拥挤的人群 当时逃跑得太过着急 很多人准备回去 抢救自己的各种珍藏 还有宝物 包括床底下的刘备 别急老子 着急去投胎 刚才大战异寿的时候 怎么没看见这么多人 老夫收藏了 叶灵哥全部的珍藏海报啊 阿弥陀佛 千万别烧了一位死宅碧眼说道 场面一时间混乱不堪 顾鱼摇了摇头 身影一沉 慢慢地消失在虚空之中 现在我的魂力 可以维持更长时间的踏虚形了 曲衣竹法的力量 轻易穿透了这护城结界 黑色的身影 在一处废墟后慢慢出现 回到城内 就没必要遮遮掩掩掩的了 召唤出血影 白色的三尾弧显现而出 故于翻身而上 一人一弧 迅速向着拓延学院的比赛会场赶去 这一路上 很多建筑物都被神河兽门破坏 灾后的平潭室 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四处都是破楼断煞 烟红的血液在这些废墟之下缓缓地流出 很多不幸的人们 命丧于此 他们的故事已经走向了终点 废墟的周围有大量的魂宠师 正带着自己的本命魂宠 正在废墟内抢救生还的难民 还有很多工人 正在操纵各种各样的魂兽 重建平潭 有些人看到了路过的故语 他 好像是北兰的学生 叫故什么来着 一名工人 看着白色的狐狸思考道 快干活吧 你管学生干什么 其他的工人头都没抬 上面可是给了大价钱的 你还有时间管其他学生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平潭市灾后重建工程已经开始了 好巧不巧 电话又响了 老顾 你没事吧 我们这里已经安全了 那些异兽都被老师们消灭干净了 快回来吧 于安的声音传来 嗯 我在往回赶呢 你们没事就好 云无星呢 顾于松了口气 放心吧 他有自己的固定搭档 就是那个金发妞 顾于挂断了电话 随后瞥了眼腾龙的app 果然 全部都是这平潭市被异兽袭击的警告 其中也有关于于的任务 于身份不详 出没在平潭受席中 如果有相关情报 请提交 由于当时事发突然 没有他的影像资料 赶到了会场内 大部分的观众已经被疏散引导 去了安全的地方 只剩下了几个学院的参赛选手们 顾于 你跑哪去了 王老师严肃地说道 这可是北蓝的苗子 关键时候玩失踪了 顾于当然不会跟他们说 我去拯救世界了 没关系的 王老师 当时异兽来袭 我躲在会场外面 行了 别说了 我知道你有与众不同的力量 但是你要记得 小命最重要 王老师看着眼前的学生 他是被各种事件缠身 都能安然无恙地脱身 仅凭一只美丽白狐 和一条诡异的紫舌 这次比赛暂时取消了 马上学院组织我们一起回星药 别乱跑了啊 是是是 是你个大头鬼 王老师笑道 可惜了 没有机会跟严血交手了 还有那块毒吸魂骨 都没来及给自己强化 都怪了约这个妖女 老顾 你没事就好 月安的脸上 青一块紫一块 蓝毛也杂乱不堪 看来这里的战斗 也是十分的凶险啊 你没事吧 大骗子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杏仁小脸 禽手峨眉 孵如白雪 一头青丝散落 眼中充满担心之意 不是云无星是谁 云小姐 你没事就好 顾瑜大方地说道 这个臭坏蛋 这是在关心我吗 他的脸刷得一下变得通红 变得扭扭捏捏 娇羞不已 是个人就看出来 云无星对顾瑜有特殊的感情 只不过 他还没敢表达出来 于林二人 发现气氛不太对劲 不愿做好兄弟的灯泡 便悄悄地离开了 来去无踪 鬼魅至极 顾瑜 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叫我云小姐 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你还是这么见外吗 他再次鼓起勇气 勤手微微抬起 那双眉眸之中 多了许些坚强 还有勇气 经过刚才的生死之战 他也明白了 有些事情 再不去做 可能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好的 无星 以后就叫你的名字 可以吗 那一刻 笑叶如花 红彤彤的眼眶 竟然是流出少许晶莹的眼泪 顾瑜想替他擦拭掉 他怎么不知道 这位云大小姐的特殊情感 只不过 他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 和云无星的感情 直接拒绝过了 他还是勇敢地A了上来 故意有点心软了 混蛋 居然把本小姐弄哭 呜呜吓 刺油你好看 云无星说完 连忙转过身去 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失态 心中小鹿在乱撞 他标志性的一跺脚 直接跑开了 他细腻地察觉到了 他这是第一次没有拒绝他 这算成功了吧 成功了吧 我还是有机会的吧 望着那抹离去的倩影 顾瑜收回了自己 无处安放的右手 雪莹趴在他的肩膀上 看着这一切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用身体 蹭了蹭顾瑜的脸颊 顾瑜抱起雪莹 放进怀里 轻抚他光滑柔顺的皮毛 雪莹 我们回家吧 第159章 经过这一战 顾瑜不想再当狗皇了 他不想当人了 顾瑜放弃了上学 有一天系统说道 三日老贼不想写了 我撤了 系统下线了 顾瑜笑道 多谢你了 拥有暴时之力的顾瑜 已经足够横扫这个世界 他带着雪莹 李悦 子启离开了人间数十年 先是利用李悦的刷怪速度 疯狂杀戮 狱外野兽 根本不是三女对手 子启人品一直爆发 顾老爷升级速度 像开挂一样 短短数十年 他已经收集到五罪之力 暴时配合锁魂链 代表无限的魂力 色欲 和老婆们生活在一起 就可以被动升级 贪婪 魂虫每次攻击 有50%的几率 追加额外伤害 懒惰 所有魂虫防御力 提升五倍 暴怒 五分钟以内 所有魂虫攻击 全部暴击 雷系哭泣 开启两个新能力 死灾 本命魂器的攻击 附带诅咒效果 敌人全属性 负50% 无恶 燃烧本命魂炎 全属性提升 七罪数量 星号100% 拥有了无敌Buff的顾羽 已经惊动了雷杰 等慕炎雪再次遇见顾羽 她还是选择了纵容 顾羽消耗了 生命之灵 慕炎雪 替她算出了 最后两罪的位置 极度 所有魂虫攻击 自带生命偷取 傲慢 所有魂虫全属性 增加100% 真正的无敌 这几十年 顾羽只找了一只 神话级的苍狼 母的 因为这狼 看起来很威风 顾羽出山以后 戴上了那熟悉的面具 先是轻松帮雪盈 提升到神话级 什么级了吗 黑衣 土鸡娃狗 身间数百种被动的顾羽 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 灾难 她没有心思统治全人类 只是留下 的传说 便离开了 可怜的云无星 一直在等 那白龙看见再次见到李月 还没来及说话 就被无解的魅惑 加血运加鸡飞加 强制浮空 空到死 顾羽将她的灵魂 存在了浮屠云铁塔的最底层 这域外原来似乎有人类生活的踪迹 不过因为顾羽的实力太逆甜 他们似乎感觉到了灾难 提前消失了 顾羽发现了 这个世界还有种叫做成天至宝的东西 只要给魂宠吃下 就会超越神话级 新的等级叫神罗级 因为顾羽魂宠不全 她也没打算寻找新的魂宠 在世界之心 她找到了龙的遗骸 通过秘书获得了龙的身躯 她不再算是纯正的人 当然 可以和老婆们造孩子了 帮自己所有魂宠进化至神罗级以后 她已经感觉到了无聊 这时候 她选择回到人类城市 当一个普通人 回到了最初和雪莹相遇的地方 她偷偷告诉自己 其实 雪莹是她上辈子的老婆 过程 她没有多说 顾羽也没多问 前世今生 过眼浮云 重要人在眼前 浮屠云铁塔 是上一世的顾羽创造的 结果并没有完全达成 劫灾魔灵 原本就是神话级的魂宠 天地只有一只 新生的魔灵 会继承死去魔灵临死前的记忆 他们想要活下去 直到遇见了浮屠云铁塔 那黑色的铁塔 就是他们的西记 除了初遇的子韵 还有这一世的子起 其他魔灵都没有活下来 他们心心念念 临死都是那座黑塔 沐妍学选择相信顾羽 他一直陪在顾羽身边 雷杰也被完整的六面结界 格挡下来 那被天道 雷杰追杀的生灵 终于安安稳稳活了下来 在十多年后的一次偶遇 雲无星抓到了那道身影 顾羽惊奇道 你怎么还在这 当年初遇的宠兽殿 早已经消失不见 难道 你结婚了 怎么变得这么成熟了 眼前的少女 早就变成了美妇人的模样 大骗子 让本小姐等了这么多年 雲无星最终还是哭了 除了你 我谁也不嫁 望着怀中的娇躯 现在已经天下无敌了 顾羽当然选择接受了她 历经数十年 当初的少年不再拒绝 不用担心 龙经会改善云无星的体质 当然是白头偕老了 成为至强者的顾羽 带着老婆们 来到了世界树核心 他们就选择隐居在这里 直到有一天 这里真的好无聊啊 雪莹 躺在李月怀中的顾羽 不想在这个星球待着了 主人 你想去哪里 吴家都陪着你 好啊 我们去其他世界转转吧 顾羽带着三位魂宠消失了 走之前 她还嘱咐苍狼 你记得跟无星还有眼血汇报 就说我出去转转 马上回来 那苍狼喜欢跟雪莹较劲 她擅离直守 偷偷跟了出去 导致顾某人回家 被一顿毒打 去哪里的 把那个女生 来说我个人 被一顿毒打